我只是抢了高冷孝花年纪第一 就被她避冻到墙角强吻 直到孝花往我嘴里吐口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柳如烟舔了舔红唇 今天就先给你留个记号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柳如烟从入学以来霸占年纪第一的位置 学习好就算了颜值更是顶尖的存在 就在刚刚这位柳家大小姐冷着脸气势汹汹的问我 月考抢了她的第一名是不是我 我昂首挺胸站起承认了身份 柳如烟脸上的冷漠顿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抹诡异的笑 就当我以为这位大小姐要开始找茬的时候 柳如烟笑着抬起了自己的手 伸出了匆匆欲指指勾勾地指着我 很好 那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 她笑得很高兴 盯着我的眼神带着蠢蠢欲动 防腐要将我整个人吞掉 听到这话我一愣 呆呆地看了柳如烟几秒 随后目光蕴含同情地说道 哎 没想到居然是个精神病患者 就在我要离开时一只手就拉住了我 随后腹部遭受重击 是你自己要跑的 而且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人敢跟我这么说话 嘴上这么说着 但柳如烟心里对我却是更加的满意了 至少这家伙不会像那些假惺惺的少爷公子一样 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对自己言听计从 他想要找的是能够陪伴自己的人 而不是一条想要一步登天的野狗 如此大的动静吸引了图书馆内的不少人 正打算拿出手机拍照发朋友圈 但是当他们看到动手的人是柳如烟的时候 脸色一变毫不犹豫地跑出了图书馆 开玩笑 这可是天目集团的大小姐 我的脸上还带着一丝痛苦之色 恶狠狠地看着近在咫尺的女精神病 你这个疯女人 你走夜路的时候小心点 但下一秒我的瞳孔一锁 因为疼痛而张开的嘴唇被堵住 还没等我反应脸色立马痛苦地扭曲 一股血腥味在嘴中弥漫开来 嘴唇被柳如烟狠狠地咬了一口 没有丝毫的留情 她舔了舔红唇对着愣在当场的我笑道 今天就先给你留个记号吧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明天正好是周末我早上会在校门口等 到时候我们好好聊聊吧 说完柳如烟便离开了 傻子才会去 看着柳如烟离开的背影 我气愤地擦去了嘴角流出的血 随后也赶忙离开了图书馆 一刻不敢停留地跑回宿舍后 我直接躺在了床上心情郁闷至极 莫名其妙地被女神经缠上 还莫名巧妙地要自己当她男朋友 咋什么倒霉事都给自己碰上 好机友李良这时也吃好饭回到了宿舍 看到躺在床上的我有些惊讶 哟 杏子 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 别提了 刚刚遇到个女疯子 我满脸郁闷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今天出门没看黄厉 这也就是我不打女人 不然三秒钟就能让她跪在地上给我唱征服 走到电脑桌前 李良不屑地看了一眼放大话动 就你 可别怪我没告诉你 那个柳如烟可是公道社的 而且还是里面的王牌 不说别的单论手臂的力气人家 就能吊打两个女 必听这话 我有些信信然地躺回了床上嘴硬斗 哼 好男不跟女斗 今天的约会柳如烟可是特意打扮了床 上身一袭白衣胜雪下身穿着一件国西墨色长裙 但此刻她的心情很差 抬起手表看了眼时间已经过了十点了 那家伙居然还没来 很快一鸣去打探消息的保镖从男宿舍跑过来 脸色有些犹豫地说道 嗯 小姐 林少爷好像还在宿舍睡觉 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文言柳如烟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自己一大早就在这等着 想要给出一个好印象 她倒好 居然还在床上睡觉 从来只有她柳如烟等别人 还从来没有人敢让自己等这么久 带上人跟我走 冷着张脸的柳如烟 直接带人朝着男生宿舍走去 身后的三名保镖人高马大一副 气势汹汹的样子 以他们对小姐的了解 那个灵性肯定是要完蛋了 居然敢放大小姐的鸽子 简直就是活腻崴了 踩着小白蟹柳如烟直接走了进去 三名保镖先后跟上并关上了房门 宿舍内被强行叫醒的李良 眼神恐惧地被丢在了角落 四肢全部被麻省绑住 嘴上还缠着胶部 他奋力地想要挣扎妄图叫醒正在睡觉的我 但很快就不敢再有动静 柳如烟则是走到床边冷眼 看着睡得正香甜的我 不由地发出一声冷笑 自己一大早就在校门口等 这家伙倒是挺会享受 看来是根本没把自己的话放在心上 床上我侧身抱着被子睡得正香 但是很快嘴唇传来一阵刺头 我瞬间惊醒了过来 我瞪大眼睛脑袋被柳如烟狠狠地按住 眼神之中透露出惊鬼 柳如烟眼神冰冷红唇 直接覆盖在我的嘴唇上 尖锐的小虎牙直接用力地咬了下去 血腥味再次在嘴中弥漫开来 我好不容易才止住血的伤口再次被咬伤 身体因为剧痛开始不断地挣扎 但柳如烟双臂死死地控制着我 根本不给挣脱的机会 这样的一幕足足持续了五分钟才松开我 灵性你很不错吗 不过你越是想要反抗我就对你越感兴趣 我说在床角直接就是破口大骂 柳如烟阴沉着张脸坐在床边冷笑着说道 从来没人敢放我的鸽子 不过你越是想要反抗我就对你越感兴趣 我说在床角直接就是破口大骂 你脑子瓦特了吧 这可是男生宿舍 不就抢了你的第一骂 下次让给你行不行 此话一出柳如烟的脸色变得更加的冷了 你说你让我 作为天幕集团的大小姐 她从小到大拿的奖状几乎数不胜数 被冠以的头衔更是数不清 现在居然有人说要让她 你是在说我不如你 柳如烟冷眸盯着仿佛要将我整个人看穿 早知道拿的第一这么麻烦 当时就该跟老王换个条件 现在倒好直接把自己搭进去 柳如烟站起身拍了拍手冷声吩咐道 五分钟时间我要在楼下看见你 说完她就头也不回推开宿舍门走了出去 在我惊恐害怕的眼神下 三名保镖迅速地朝着我扑了上去 哎 你们把我衣服干什么 变态啊 我 你们还把我裤子 不要欺人太胜了 大哥们手下留情啊 给我留条内裤吧 角落中的李良看到这一幕身体 下一秒车门就被打开 穿着整洁的灵性被丢了进来 头还好死不死地靠在了柳如烟的脚边 柳如烟居高临下地看着趴在脚边的灵性 随后抬起脚踩在了我的头上 嘴角勾勒出一抹冷笑 这个待遇你觉得还满意吗 我无奈地坐在柳如烟旁边询问道 大小剑 你到底是看上我哪了呀 我保证 只要你说我绝对的 柳如烟靠在一旁忽然笑了起来 我们来做个交易吧 我喜欢跟优秀的同龄人在一起 既然下一秒柳如烟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不再理会我 直接扭头对着司机吩咐道 直接回别墅 这下子我有点慌了 这该不会是想要把自己绑回家 然后狠狠地折磨自己吧 我靠 你们放我下去 我话还没说几句 直接上来柳如烟抓住我的衣领 这是一记手刀 两眼一翻眼皮一沉 我直接晕了过去 不知道是睡了多久 我迷里糊糊地睁开眼 这是哪 我刚想要坐起来 却发现自己的手脚全部被绑住 四肢被锁链死死地绑在床的四脚 根本无法挣脱 卧槽 我瞬间惊醒手脚开始胡乱地挣扎 绑住手脚的铁链发出枪枪的声音 那个疯女人居然用铁链把我绑起来了 这是想要干嘛 该不会是因为自己拒绝了她 所以她就要杀自己灭口吧 就在这时只见柳如烟从浴室中走出 湿漉漉的发丝还滴着水 更重要的是她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 衣服被为擦干的水珠浸湿露出大量的冲光 当柳如烟看到灵性脸上一闪而过的飞红之似 嘴角勾起弧度站在床上看着我 我被铁链牢牢绑在床上 我警告你啊 你就算能够得到我的身体 你也绝对得不到我的灵魂 随后柳如烟直接抬起了她的狱卒 狠狠地抬在了我的脸上 然后不断重复这一动作 你服吗 不服 一阵凶狠踩踏后 服不服 我 不 别 服了服了 一个小时后 鼻血流出我终于受不了了 大喊着投降 见状柳如烟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果然对付这种倔吊 还得用强硬点的办法 那你要做我的男朋友吗 我做还不行吗 一阵铁链松动的声音 被绑住四肢的我终于归负了自由 咬牙看着走向浴室的柳如烟 你给我等着疯女人 此仇不报我灵性是不为人 在换上了一身白色的长沙裙后 柳如烟看着慢吞吞 跟在身后的灵性冷冷到 我觉得有必要再好好地调教调教你 你觉得呢 我看着那危险的目光不禁打了个冷战 脚步一下就加快了许多 一溜烟的就坐到了车上 看到我麻利的动作柳如烟 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开车 去天花商场 是 小姐 由于是周末 所以今天来商场的人特别多 走下车以柳如烟的颜值 瞬间吸引到了不少人的目光 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但她的眼睛却是冷冰冰地 看着走在前面的我 我扭头发现柳如烟 站在原地没有要走的打算 善善地走了回去 你 你怎么不走啊 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 柳如烟的眼神很冰冷 就这么盯着我 文言我脸上闪过犹豫 然后用不确定的语气回到 男女朋友关系 但就是这转瞬即逝的犹豫 让柳如烟心情更加糟糕 冷冰冰地开口道 你把身体转过去 哦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我还是乖乖地转了过去 柳如烟抬起了自己的小白鞋 然后狠狠地一脚踹在了我的屁股上 卧槽 毫无防备的我直接被踹出去一名人 脸直接和瓷砖地面来了一个亲密的接触 我揉着屁股从地上爬了起来 怒目看向了柳如烟愤怒地说道 你个疯女人踹我干嘛 柳如烟冷着脸看着我抱着手寒声道 这脚是因为你心里还没有把我当做女朋友 所以我很不高兴 我们才认识不到两天 能把你当成女朋友那才有鬼 看着周围人不断地散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少 我的眼珠子忽然一转脑中灵光一声 对啊 现在可不是在别墅 我为什么不趁着现在逃走呢 这封女人虽然力气很大 但再怎么说也是个女子 跑得速度肯定没自己快 仔细地思考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可行 不过在此之前 必须要先让这女人放松警惕才行 想到这里我脸上的愤怒顿时消失不见 我直接走了过去牵住了柳如烟的手 嘿嘿 刚刚是我不懂事 我们认识的时间毕竟还短 你大人有大量就饶过我这一次了 看着灵性主动牵起了自己的手 柳如烟心中的不满消散了一些 冷哼一声 算你识相 那这一次就放过你了 说着两人牵着手 走进了一家劳力士手表店内 穿着黑丝的女经理 走过来对着柳如烟恭敬道 柳小姐你有什么需要吗 柳如烟也松开了牵着我的手 声音冷漠地对着经理分担道 给她找一款合适的表 要最好的 听见这话我不由得一愣挠了挠头 这不太好吧 我一个穷学生戴这么贵的表算怎么回事 对此柳如烟只是冷淡地回道 你现在可是我的男朋友 全身上下的行头加起来连500块钱都没有 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人家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 只好点了点头 女经理笑着走到了玻璃柜后 轻车熟路地从里面拿出了三款 最新款的限量款牢力士 这三款都是我们魔度分店新进的 全是限量款 在国内更是无比的稀有 看着面前的三款一看就价格不菲的牢力士手表 我不由地看向了身旁的柳如烟 她冷淡道 看我干什么 赶紧选一款吧或者全要 我一听这话直接选中了最中间那款 看起来并不怎么显眼的黑白色的牢力士 文言女经理笑着把另外两块表收了起来 好的 没问题 这款表的总价是3800万 在国内非常稀有 多少 我听到这个价格拿着手表的手艺软 差点掉在了地上 我不禁家舍 好家伙就一块表居然卖到了将近4000万 抢银行啊 而柳如烟听到这个价格 却是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直接从身上摸出了一张黑卡地了过去 走出牢力士店门 柳如烟凑上钱在我的耳边口吐悠了 现在表也有了 要是以后约会你再敢迟到 我保证会让你后果终生 文言我嘴角一抽 合着给自己买这么贵的表 就是为了让自己约会不知道 不得不说有钱人真是任性了 为了尽快溜走 我指着远处的奶茶店提一口 要不我请你喝奶茶吧 柳如烟看了眼不远处的奶茶店 她很少喝这种大众饮品 但既然是灵性第一次请自己喝东西 那就免为欺难地接受了 文言我高兴地带着她走过去 身后的几名保镖自然是贴身跟随的 周末排队的人并不少 柳如烟坐在门口的座椅上等待 而我自然是去排队买奶茶了 趁着这个功夫 我目光隐晦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 以确定等会的逃生路线 排了十几分钟队很快就轮到了我 你的 将其中一杯地给了柳如烟后 我直接拿着奶茶喝了起来 两人又在商场逛了一会后 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午 我见时间差不多了 表情自然地说道 我去上个厕所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吧 柳如烟没有怀疑点了点头 我心中一喜 直接朝着厕所小跑了进去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笑容 哈哈哈哈 终于能够摆脱这个女魔头了 走进厕所 我快速地跑到了窗前 直接推开窗户朝着下面看去 我现在的位置是在商场的二楼 这个高度以我的身体素质 还是可以承受的 砰的一声我完美地落在了草坪上 由于脚下是泥土地 所以我并没有受到什么惯性力 回头看了一眼二楼的方向 我不懈得一笑 还想困住哥 你还是自个在那里玩过家家吧 吓好这时一辆出租车 柳如烟的从远处驶了过来停在了面前 我下意识地就坐了进去 师父 以最快的速度去魔都大学 当车门碰得一声关闭后 我却是一愣 笑容僵硬地看着坐在车里的黑衣大汗 以及满脸寒霜的柳如烟 你 你怎么可能会在这里 我内心都快哭出来了 不应该呀 自己的计划明明那么天衣无缝 怎么可能会被发现 肯定是有哪里不对劲 宁竹亚坐在车里冷笑着看向我 你挺冷跑啊 我说怎么在商场门口的时候 那么听话原来是想着逃跑啊 事已至此我也不装了 对没错 我就是这么想着你能拿我怎么办 有本事你杀了我呀 柳如烟的脸上多了几分阴影 他含声道 好啊 既然你这么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柳如烟直接对着司机命令道 开车 去找个没人的地方把这家伙买了 就在一旁的我文言身体微不可查的一颤 但表情还是一副强装镇定的模样 偷偷摸摸地从怀里掏出了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好蛋 快来救衣服 下面还有一个实时位置共享 并且还在不断的移动 正朝着魔都郊区而去 送人头看了眼手机上的求救消息 又看了眼已经开始的游戏脸上闪过一阵犹豫 随后他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我真是混蛋了 在儿子和游戏之间居然还犹豫了 说完送人头 直接就拿上自己的电瓶车药室冲出了宿舍 半个小时后 魔都郊区一座荒无人烟的小山内 三名保镖加上司机正在黑羞黑羞地挖着坑 我则是被五花大绑地丢在了一旁 眼中闪烁着惊恐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坐在车里的柳如烟 卧槽 你来真的呀 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吗 柳如烟见状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白金的鞋子上染上了些许泥土污垢 他蹲下身取下了我嘴里的抹布 你还有什么意言吗 我虽然不会帮你完成 但倾听一下还是可以的 抹布被拿出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柳如烟 姐 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就再饶我一次吧 知错了 来了我对你没好处了 你还不如再给我一次机会 怎么样 柳如烟漆黑的瞳孔看着我 似乎是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给这家伙一次机会 就在这时送人头单手骑着车 左手上拎着一把亮晃晃的菜刀大声道 吴尔莫怕 为父来救你了 看着突然出现的送人头我的脸色一洗 心中仿佛是有了底一般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 好的我果然没看错 快来给我松吧 柳如烟对着一边站着的保镖使了个眼神 后者会议直接挡在了送人头的路前 约莫两分钟后 柳如烟面无表情的蹲在了灵性和送人头的面前 掰了掰手里的玩具菜刀 一松手菜刀还弹了两下 我嘴角一抽的看着同样被五花大绑的送人头 额头冒出青筋 我让你来救我 你就拿个破玩具菜刀来送人头 柳如烟饶有兴致的看向我 现在你的帮手也来陪你了 还有什么招可以随便用 我抿了名嘴哪还有什么招啊 要是就这么服软的话 岂不就是丢自己的面子 可要是不服软的话 估计就要被送上西天了 送人头身体瑟瑟发抖 眼见自己就要被活埋掉 赶忙对着灵性圈说道 不可能 我心中生出火气丝毫不服软 老子叫灵性 信念的信 我堂堂七尺难 你让我去跟一个女人玩过家家 我告诉你这不可能 听到这番毫不服软的宣言柳如烟彻底没了耐心 直接站起身对着保镖吩咐道 买了吧 说完转身就朝着车子走去 脚步没有丝毫的停留 卧槽 性子你傻掉啊 送人头不满的对着身旁的灵性骂道 你就不能先假装服个软 等我们脱困了再说吗 看着走过来的两名保镖 我心中此事也有点发虚 咋办 难道自己一是英明就要被活埋在这破山沟里了 送人头更是赶紧催促道 快服个软啊 我这么年轻还不想死啊 我浏览期的记录还没删呢 还有我的18T资源呢 眼看着柳如烟已经坐在汽车上 我终于忍不住的直接大喊了一声 姐 我错了 此话一出柳如烟没有任何的动作 只是坐在汽车里静静地背对着灵性两人 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我灵机一动又喊了一声 媳妇 我错了 听到媳妇这两个字 柳如烟终于笑着转过了身 对着两名保镖分数道 给他们松绑带上车吧 没一会的功夫我就被丢到了车里 而送人头则是悲惨地骑着他的小魔敌往回赶 车子缓缓启动我被柳如烟逼到了车边 我颤颤巍微地说道 命 你要干嘛 柳如烟伸出手搂住了我的脖子 在其耳边揉声道 吻我 没有办法 我只好紧张地伸出了自己的手 缓缓地抱住了柳如烟柔软的腰肢 低下头对着他的红唇吻了下去 柳如烟早有预料地抓住了我的衣领人 后宫式呼唤直接主动亲了上去 随着车辆重新驶入市区 柳如烟将脸贴在了我的起伏不断的胸膛上 郊区紧紧地挨着我 这一次希望你能够找个教训 以后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 不要试图违抗我的话 懂吗 我沉默着没有说话 车子最终停在了魔都大学的门口 把你的手机给我 柳如烟对着伸出我的手 你要我手机干嘛 我还是从身上掏出手机递了过去 没一会柳如烟就还了回来 手机上停留在通讯录的界面词 时上面多了一个号码 备注是老婆 柳如烟抱着手警告道 以后我打电话 你要是敢不接的话就等死了 说完他转身就重新坐回了车里 下一秒就被他用铁链绑到了床上 用稚嫩小脚丫被他狠狠的踩踏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征服 一阵凶狠踩踏后 服不服 你该不答应做我男朋友 我不答应 你能拿我怎么办 我现在心情很不好 你今晚上最好老实一点 不然的话我可不敢保证自己下手没得轻重 话音刚落一句温软的胶躯抱住了 一只脚缠在了我的身上 像是抱娃娃一样抱住了我 我在床上一动不敢动 心中欲哭无泪 我坚守了二十年的真操啊 次日我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 一翻身 身旁已空无一人但却流有余温 显然是刚起床不久 楼下柳如烟正在吃着早餐 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卫衣 下身是一件黑色的散裙 就连吃饭都极为优雅 他看了眼时间马上就要八点了 那个懒虫男人居然还没起来 就当柳如烟准备上去给他一个教训的时候 我这才打着哈欠从楼上走下来 林少爷请准备用餐吧 女佣上前拉开了椅子 我有些拘谨的在柳如烟面前坐了下来 我还是第一次受到这么高规格的待遇 柳如烟将手里的刀叉放在了一旁 用纸巾擦了擦嘴 然后就这么撑着手盯着我 经过昨晚的事情 我已经没那么怕柳如烟了 反正自己都被睡过了 还有什么好怕的 此时我看着柳如烟盘中 剩着一大半的牛排好奇的 你饭量这么小的吗 没什么胃口 柳如烟淡淡的回了一句 那双单缝眼就这么直勾勾的看着我 坐在对面的我则是有些不熟练的拿起刀叉 切了一块下来放在了嘴中 但吃了一口牛排后 我嚼了两下感觉并不怎么好吃 于是对着柳如烟开口道 是不惯这牛排我能自己加工一下吗 听到我居然还会做饭柳如烟心中泛起兴趣 贪了贪手 当然可以 厨房内我刀工熟练的将这块牛排切成了条状 然后又找来了几块生肉排和大葱 在烈火爆炒下没一会的功夫一阵香气 就从锅中弥漫了出来 十分钟后我喜滋滋的坐回餐桌 端着自己的葱爆牛肉吃了起来 坐在对面的柳如烟 闻着这味道喉咙不惊滚动了一下 然后直接站起身将我手里的盘子抢了过来 我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葱爆牛肉被抢走 你干嘛 你不是吃饱了吗 柳如烟没有理会我愤奔的表情 直接拿我的叉子插了一块牛肉吃进了嘴里 嚼了两下他的眼眉微抬眸中闪过惊讶之色 这味道居然还不错 没想到这臭男人还有这手 接着在我咬牙切齿的表情下 柳如烟直接将这一整份葱爆牛肉吃进了肚子 满足地把空盘子还给了我 我看着手中的空盘实在是忍无可忍 你也太过分了 话才刚说到一半柳如烟冷魔瞟了我一眼 眼中满是威胁之意 我顿时把话憋了下去 只能回厨房重新做一份 柳如烟看着我的背影一笑 哼 臭男人还想跟我斗 经过一天周末后的返校 不少人前往学校的路上 脸上都无精打采了 魔都大学的停车场内 你上次月考考第一就是为了申请自学 勉强算是吧 大学的课程我早就学会了 主要是每天的课程太枯燥了 所以就直接跟主任申请了自学 柳如烟直接松开了我的手 凑上前将脑袋靠在我的肩膀上 那你回宿舍去准备一下吧 把东西收拾好 今天下午就搬到我那去吧 我一听 那还得了 现在都天天想着调教自己了 等搬到一起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头 不行 绝对不行 柳如烟盯盯着我的侧脸看了一会也没有强求 她知道我心里现在肯定还没有接受自己 而且两人认识的时间确实太短了 那好吧 等上完课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要是赶不接的话你就死定了 交代了一句后柳如烟朝着教学楼走过去 随着柳如烟去上课我直接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这个点送人头也上课去了 宿舍内空荡荡的 我蹲下身从床底拉出来了一个行李箱 明天可是跟秦熙约好了去登山 自然是要提前准备一下要用的东西 一想到足足三天的时间不用看到柳如烟那张能力 我的嘴角就不禁乐呵呵的笑了起来 登山好啊登山庙 去了登山就让柳如烟找不到 一想到这里我收拾衣服的动作不禁快了几分 我和秦熙是同属于露营社的 当然送人头也是其中一人 还有两个挂名的是秦熙的闺蜜 时间一晃眼来到下午 收拾好东西的我正在图书馆的角落睡觉 手机不断的轻轻震动 但我没有丝毫的察觉 直接一只手揪住了我的耳朵 被惊吓的我一睁开眼就看到了一张面露寒霜的脸蛋 柳如烟冷笑一声 我好像记得我说过要你接我的电话吧 结果你在这悠闲的睡觉 我感受着身上还在不断轻颤的手低脸上的表情顿时一降 我 我昨晚上没睡好吗 就睡得有点死 柳如烟盯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后冷声道 跟我在一起都睡不好 你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没有没有 我连连摇头 不然的话肯定会被暴打一顿 见状柳如烟冷哼了一声 转身朝着图书馆外走去 走吧 陪我出去散散心 我不敢拒绝擦了擦嘴角的口水 赶忙小跑着跟了上去 再陪着柳如烟把校外附近好玩的地方都逛了一遍后 她这才肯放过我 回到宿舍送人头正在收拾她的行李 登山这种事她肯定是不会错过的 我关上了宿舍的门直接躺到了床上随意问道 明天早上几点的票啊 秦夕没告诉你吗 送人头疑惑的看了我一眼 边收拾东西边回道 不是早上的票 是今晚晚上十二点的动车票 明天早上刚好能到地方 我心中无比庆幸自己睡了一下午 固然的话肯定要失眠了 次日早晨柳如烟看着面前的牛排觉得索然无味 一点都没有林姓亲手做的葱爆牛肉好吃 而且一个人吃饭总感觉闷闷的 不行 果然还是得把那家伙给弄回来才行 固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想到这里柳如烟直接拿出了手机给林姓打了个电话过去 但下一秒她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您好 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柳如烟一拳砸在了餐桌上 林姓你胆子很大吗 居然敢把我拉到黑名单 果然 男人都必须要好好调教调教才行 柳如烟直接拿上自己的外套就走出了别墅 林姓 你等着受死吧 某个登山景区的售票处门口 我拿着手中的门票对着前方的树林深呼吸了一口气 忍不住大喊了一声 自由 我来了 听着我的叫喊声穿着你白色过西裙的秦熙走过来嫌弃 不就是登个山吗 瞧给这孩子激动的 临近中午我三人在经过了漫长的登山后终于抵达了渔山之底 但周围的人并没有多少 绝大多数人都是半途而废 所以现在变成了秦熙和我的两人独处时间 坐在山顶的石凳上心情也会莫名的变好 秦熙忽然道 林姓我们认识已经快五年了吧 差不多吧 怎么了 正在欣赏群山美景的我疑惑的扭过头看着他 秦熙也扭过头和我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秦熙闭上眼深呼吸了一口气 然后睁开眼目光认真地看着我福气有气道 林姓 其实我就在最后三个字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 一阵螺旋桨轰鸣的声音突然出现 只见余山之顶一架最新款的直升机正好 扔在了我和秦熙的面前 下一秒直升机的苍蓝打开 柳如烟冷的张脸从上面跳了下 目光很快锁定在了我和秦熙身上 好啊 果然是出来找烟女人了 看我不好好的收拾收拾你 我只是抢了高冷笑话年纪低 就被他壁冬到腔脚强冷了 直到笑话往我嘴里吐口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征服 一阵凶狠踩她后 你从不从 出于无奈我只好和她达成了某种交易 前秒刚和她分开 下一秒我就把她的电话拉黑 带着美女去爬山 柳如烟得之后气冲冲向我这边赶来 此刻我和秦熙坐在山顶上欣赏群山美景 林姓我们认识已经快五年了吧 差不多吧 怎么了 秦熙呼吸了一口气鼓起勇气道 林姓 其实我 就在最后三个字即将脱口而出的时候 一阵螺旋角功名的声音突然出现 只见于山之顶一架直升机不断地攀上高度 最终正好停在了我和秦熙的面前 看到这架直升机 我忽然反应过来脑子里想到什么 脸色顿势一变 卧槽 不好 我不其然下一秒直升机的舱门打开 柳如烟冷着张脸从上面跳了下来 目光很快锁定在了我和身边秦熙身上 好啊 果然是出来找爷女人了 看我不好好的收拾收拾你 就当秦熙惊讶柳如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时候 我已经反应过来迈开腿就朝着山下跑 一溜烟的公主就不见了人影 你还敢跑 柳如烟直接就瞪眼追了上去 速度竟然丝毫不逊色于夺命狂奔的灵性 很快就有不少人发现了这滑稽的影音 别人都是卖力地往山顶跑 唯独有两个特立下山的速度比谁都快 跟有鬼在屁股后面碾一样 但我表示鬼算个鸡毛啊 再恐怖也没有后面追着的那个母业又恐怖啊 灵性你有本事给我站住 身后柳如烟不断追赶 我飞快地在前面跑着 此时已经开始略微喘气了朝着后面吼道 傻子才不跑呢 有本事你别追我呀 没一会的时间我就来到了售票处 正打算离开余山的时候 从售票处内突然窜出来几名黑衣保镖 我听到动静下意识地扭头看了一眼 然后瞬间爆出了粗口 卧槽不讲武德 看着朝自己快速追过来的保镖 我一刻也不敢犹豫 不顾身体传来的疲惫感再次玩命狂奔了起来 直到五分钟后 我生无可恋地被一名保镖扛回了一辆黑色的兵力车里 大概十多分钟后 柳如烟才阴沉着张脸从山上走下来 一名保镖连忙递上去一瓶水 恭敬道 小姐 林少爷已经被我们带回车里了 车门突然打开吓了我一跳 看到柳如烟脸色阴沉的样子 我尴尬地挠了毛统 那个啥 这妖巧啊 你也来登山 柳如烟闻言被这家伙气笑 眼中闪过一道兄弟 故意会车内响起了我凄惨的哀嚎声 停在路边的车身开始上下摇晃 路过的行人眼神奇怪地看着这边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玩得太花了 这顿痛欧足足持续了十几分钟才缓缓停息 车内柳如烟冷膜冰着缩在角落的我 鞋子随意地丢在一旁光脚踩在我的胸膛上 说说吧 刚刚和你坐在一起的女人是谁 我身体有些发颤 手臂上好几处位置都有着被咬的牙齦 我颤颤巍微地说道 那就是我的一个朋友 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我发出惨叫 感受到胸膛踩着的玉脚力道不断地加重 一时间有些呼吸困难 柳如烟单脚踩住我冷声道 你确定 要是你敢骗我的话 现在就把你扔到海里位 都是真的 我怎么敢骗你 我连忙点头生怕再说晚一会就会再挨上一脚 柳如烟盯盯着我的眼睛看了一会 这才松开了脚 躺在了座椅上 摇下车窗对着外面的保镖冷声道 开车回魔都 是 小姐 车内柳如烟朝着我靠了过来 然后直接躺在了我的怀眼 闻着他身上传来的柠檬香 内心一下就静了下来 我无奈地轻轻地抱住了躺在怀里的柳如烟 闻着他身上传来的忧香 不禁有些口干舌燥 我眼睛一瞥看到了柳如烟进来时 随意扔在一旁的矿泉水 此时里面还剩下一大半 我直接给拿了过来 拧开瓶盖我刚想要仰头喝一口 却突然被柳如烟伸手抢了过去 他抬了抬下巴 怎么口渴了 我只能点头 对这个魔女没有一点办法 柳如烟微微坐起拿着矿泉水晃了晃 然后喝了一大口包在了嘴里没有咽下去 想要喝水 很简单 从我嘴里抢 看明白他的意思 我忽然觉得自己没那么口渴了 摇了摇头 算了你喝吧 这话一出柳如烟的脸色瞬间冷下来 直接咽下了嘴里的水寒声对着我威胁道 你要是现在不喝的话 我保证三天之内你喝不到一滴水 说完柳如烟又喝了一大口水包在了嘴里 短暂的沉默了一会后 我紧紧的闭上眼睛 然后对着柳如烟的红唇就吻了上去 被包在嘴里的水全部被我夺走 临近晚饭时间回到了魔堵 我半躺在车窗边手搂着怀里的柳如烟 红石眼神复杂的看着她 脑子里下意识的回想起了刚才的一幕 那么亲密的事情都做过了 我以后想要无视这女人恐怕是不行了 想到这里我下意识的叹了口气 却引得柳如烟心中不满 她抬起头目光不善的盯着我冷声道 怎么 对我就这么不满意 我身体细微的一颤连忙摇头 没有啊你可别误会 我就是觉得有点可惜 好不容易走到山顶 还没来得及好好看看风景啊 就被你抓了回来 柳如烟趴在我的怀里冷冯倒 今晚上你就别想着回宿舍了 直接搬到我那去 缺什么东西我明天直接带你去买 免得你又想着开溜 我听后有些抗拒 还没显露出来就被柳如烟搂住 脖子双唇再次覆盖在一起 你是属于我的 在我玩腻你之前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抓回来 我苦笑一声 那你可得快点玩腻 好放我一条生路 文言柳如烟直接凑上钱 在我的脖子上拨了一下 在我的耳边冷笑道 那你还是早点断了这个心思吧 我这个人对喜欢的东西很知足 说不定一辈子都不会你 你有空幻想着怎么让我玩腻 还不如想想怎么能够更好的伺候 说不定我高兴了 还能赏赐你不少好处 就在两人心头的浴火 即将死灰复燃的时候 车子停了下来 小姐 我们到了 柳如烟用手勾住了我的脖子 红唇微张轻声道 宝贝抱我下去吧 我很想说一句你没有长脚了 但还是忍得下来 无奈地推开车门 将柳如烟抱回了卧室 我直接把柳如烟放在了床上 转身就要走出去 却被他叫住 站住 柳如烟看到我毫不犹豫地 转身就走脸色冷了下来 你想要去哪呀 我尴尬地转过身 挠了挠头说道 我去侧卧睡觉啊咋了 文言柳如烟起身 直接从床上走了下来 慌着狱卒走到了我的面前 他伸出手拉住了我的衣领 脸色阴沉地说道 你刚刚说什么 再说一遍 我看着面前阴沉的脸蛋 内心发虚连忙纠正道 我 我是说我饿了想要下去煮点东西吃 饿了 文言柳如烟这才发现自己也有点远 毕竟一大早就去抓人 到现在都没吃什么东西 去吧 顺便给我也做一份 见他的脸色恢复正常 我心中松了口气 一刻不敢犹豫地推开门 朝着厨房跑去 柳如烟站在卧室门前 看着他狼狈跑下楼的背影 想到什么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脚侠的笑容 他直接转身走到了衣柜前 打开衣柜下的一个小抽屉 里面轻易摄放的 整整齐齐的丝袜露出来 不管是白丝黑丝幼或者是鱼网挖 全部都有可谓是一音俱全 看了眼自己修长的玉腿 柳如烟拿起其中一双穿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 我端着两份炒饭回到了二楼 走进门 我把两份冒着热气的炒饭 放在了窗台边的小桌子上 头也不回地 对着躺在被窝里的柳如烟喊了一声 吃饭了 但是还没等我坐下一双手 就从背后抱住了我的腰 身后有什么柔软的东西靠了上来 柳如烟柔声道 你为我吃好不好 我只是抢了高冷笑话年纪低 就被他逼踪到墙角墙稳了 直到笑话往我嘴里吐口水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不对劲 柳如烟舔了舔红尔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我的东西了 我看着眼前的笑话以为是个精神病 可下一秒就被他用铁链绑到了床上 用稚嫩小脚压被他狠狠地踩踏 作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我怎么可能被一个女人征服 一阵凶狠踩踏后 你从不从 出于无奈我只好和他达成了某种交易 前秒刚和他分开 下一秒我就把他的电话拉黑 带着美女去踏山 不出意外就是出意外了 我悠悠悠再次被他打了回去 临近晚饭时间回到了魔堵 柳如烟用手勾住了我的脖子 红唇微章轻声道 宝贝抱我下去吧 我很想说一句你没有长脚吗 但还是忍了下来无奈地 推开车门 将柳如烟抱回了卧室 我直接把柳如烟放在了床上 转身就要走出去却被他叫住 站住 柳如烟看到我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走脸色冷了下来 你想要去哪呀 我饿了想要下去煮点东西吃 饿了 闻言柳如烟这才发现自己也有点饿 毕竟一大早就去抓人 到现在都没吃什么东西 去吧 顺便给我也做一份 见他的脸色恢复正常 我心中松了口气 一刻不敢犹豫地推开门朝着厨房跑去 柳如烟看着我狼狈跑下楼的背影想到什么 他的脸上露出了一抹狭狭的笑容 他直接转身走到了衣柜前 打开衣柜下的一个小抽屉 里面清一色摆放的整整齐齐的丝袜露了出来 不管是白丝黑丝又或者是鱼网袜 全部都有可谓是一英俱全 柳如烟拿起其中一双穿了起来 十几分钟后我端着两份炒饭回到了二楼 走进门我把两份冒着热气的炒饭 放在了窗台边的小桌子上 头也不回地对着 躺在被窝里的柳如烟喊了一声 吃饭了 但是还没等我坐下一双手 就从背后抱住了我的药 身后有什么柔软的东西靠了上来 柳如烟柔声道 你为我吃好不好 我无奈地应了一声 行 但你能不能先放开我 这样子很容易擦枪走火的 不一会柳如烟重新坐在了我的腿上 那双肉色的丝袜格外的显眼 你这 我费劲地移开了目光争取不去看 但腿上传来的丝质触感 却无时无刻地撩动着我的心弦 柳如烟笑着侧了侧头看着我 怎么样 好看吗 也就一般般吧 我直接拿起碗 开始一勺一勺的味粉 柳如烟也不急于一时 乖巧地坐在我的腿上吃着饭 时不时地晃一晃 修长的玉腿似乎是在挑动某人 但好在我靠着过人的毅力 还是撑了拐 强忍着内心的火热吃完了饭 我去洗碗你先睡吧 我打算找个借口 先离开这个虎狼之地 还没等我站起身 就被柳如烟的红唇堵住 片刻后分开柳如烟笑迎迎道 晚什么时候都能洗 你觉得你现在应该做什么 但这话刚一说完柳如烟 却突然感觉头脑有些晕乎乎的 下一秒两眼一闭 直接倒了下去 我刚忙伸手将她抱住 看着女人熟睡的侧脸 心中松了口气有些得意的笑道 没想到这么快就起效果 送人头那小子果然没有骗我 小心翼翼地 把睡着的柳如烟抱起 放到了床上 整理好被子后走出了房间 在夜色的遮掩下 我神不知鬼不觉地 从侧卧的窗口爬了下去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朝着门口走去 很快我就被一对 巡逻的保镖发现 将我拦了下来 领头的保镖 恰好是今天逮住我的保镖之一 认识我 她笑道 林先生 这么晚了还回去啊 在路灯的照耀下 我苦笑了一声 装果无奈地说道 这不是惹到你家小姐生气了吗 让我今晚上回去睡 保镖队长一副 我懂得表情会议的笑一笑 原来是这样啊 那你慢走 第二天睡梦中 柳如烟下意识地翻了个身 想要抱住什么 但却泼了个空 她缓缓睁开眼睛 疑惑地看着身旁空荡荡的位置 随后昨天的事情 回响在了耳边 柳如烟几乎是瞬间 就猜到了灵性这家伙 肯定在那炒饭里 动了什么手脚 可恶啊 居然敢给自己下药 身为天目集团的大小姐 现在居然有人敢给她下药 该死的灵性 这次你真的死定了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柳如烟直接冷地张脸走下来 开着自己的红色麦巴克 朝着魔独大学杀去 几名保镖虽然不知道 一大早自家小姐 为什么这么大火气 但还是开车跟在了后面 312宿舍内 宋人头正抱着被子熟睡 嘴里时不时发出猥琐的笑声 就在这时宿舍的 被人猛地一脚踹开 卧槽 被惊醒的宋人头 眼神愤怒地朝着门口看去 她马上就要轻倒了 真是可恶啊 但话还没说完 就被门口冲进来的 几名保镖吓得 把剩下的话憋了回去 柳如烟随后走了进来 在宿舍内扫尸了一眼 没有发现灵性的身影 她直接走到了 宋人头的床前 对着她冷声道 灵性那个家伙在哪里 宋人头颤颤巍巍地露出了一个头 就差哭出来了 姐 我也不知道啊 她不是被你带走了吗 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柳如烟走到灵性的床位前 伸出手摸了一下 是凉的 看来确实没有回来 那这家伙能跑到哪里去 难不成是长翅膀飞了 柳如烟直接对着宋人头命令到 给灵性打电话 问问她现在在哪里 蜷缩在床上的宋人头 不敢犹豫快速地 拿出枕头下的手机 给灵性打了个电话出去 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通 喂 老宋 怎么了 站在一旁的柳如烟 并没有第一时间夺过手机 而是对着宋人头使了个眼色 让她问出灵性现在的位置 宋人头会议 声音之中带着一丝颤抖 杏子你小子跑哪去了 一晚上都不回来 我都某个小乡镇的旅馆中 我躺在旅店的床上 听出好机有声音的不对劲 我试探性地询问道 老宋 你那边是不是有别人啊 此话一出柳如烟 直接拿起一旁桌子上的水果刀 抵在了宋人头的喉咙处 打着电话的宋人头浑身一颤 连忙对着那头的灵性回道 没有啊 你想多了吧 这下我是百分百确定那头有别人 肯定是柳如烟那个女人找上门去了 还好自己聪明没有回宿舍 话说的这么急 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猜到 我的眼珠子一转黑黑笑道 行啊老宋 还学会说反话了 你跟我说是不是那个疯女人找上门去了 他咬牙切齿地说道 真的没有 你就别乱猜了 那头的我故作惊讶 不仅是他还有那几个保镖 说完这句话后 我直接挂断了电话 美滋滋地躺在床上睡起了回笼觉 柳如烟此时已经彻底没了耐心 直接走出宿舍 对着保镖挥了挥手 然后朝着楼下走去 柳如烟坐在车上冷声 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怎么样查到了吗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道恭敬的声音 查到了小姐 我们黑入了林先生的账户 发现她昨天最后一次的消费记录 是在郊区的一座旅馆中 把位置发过来 柳如烟说完后直接挂断了电话 脑子已经开始思考 董惠要怎么惩罚那家伙 看来这次必须得好好地 把她调教福气才行 而另一边还在呼呼大睡的 我丝毫没有意识到 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即将到来 魔都郊区的某间旅馆内 柳如烟站在房间的门口 头也不回地 对着身后的保镖冷声命令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任何人靠近这个房间 短辉不管听到什么动静 都不要进来 几名保镖点了点头 迅速地将整座旅店控制了起来 还不忘给老板的账上打了一笔钱 此刻我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嘴角时不时地笑一笑 似乎梦得了什么好玩的事情 走进房间的柳如烟并没有着急动手 而是锁上房门后 坐到床边脱下了自己的鞋子 露出了雪白的玉卒 做好这一切后 柳如烟直接走上床 哼 睡得还挺香 柳如烟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然后抬起脚狠狠地踩在了我的肚子上 下一秒房间之中 响起了我的淒厉的惨叫 感受着腹部传来的疼痛 我表情痛苦地蜷缩起了身体 死死地捂住了自己肚子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 静在咫尺冷着张脸的柳如烟 不敢置信地说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柳如烟呵呵一笑 在这整个魔都 只要我想就没有我不知道 说着柳如烟微微跟下身冷声道 是我对你不够好吗 人我也让你碰吗 你居然还想着逃跑 我就这么让你讨厌了 我正想要解释耳边一阵进风传来 下一秒清脆的巴掌声响 撤在房间之中 我的右脸肉眼可见地 多出了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我震惊地捂着通红的右脸 心中火气爆发了出来 对着柳如烟愤怒地吼道 你疯了 疯 柳如烟目光阴冷地冷笑了起来 今天要疯的不只是我 还有你 只不过 你会被我调教疯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跑 随后柳如烟一只粉白小脚 踩在了我的脸上 不断地揉虐着我 柳如烟此时整个人 坐在我的身上 脸色疯长地一拳拳打在我的身上 我让你跑 让你不听话 让你勾搭野女人 我本来还想反抗 尝试了几次后才发现 自己跟着女人的实力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仅没有成功 反而还让柳如烟更加的疯狂 打了十几分钟后 柳如烟似乎是有些累 微微有些气喘地 看着躺在床上的我 此时的我大口地喘着粗气 身上多处皮肤都红肿了起来 直到这个时候 我依旧没有服气 对着坐在自己身上的柳如烟 咬牙切齿地说道 嗯 你这个疯女人 你给我等着 看到我这不服气地反应 柳如烟笑了 笑容之中夹杂着疯狂与病态 再次伸出了手 我看着朝自己脸上伸过来的手 下意识地闭上眼睛 但脸上却传来了一阵柔韧触感 柳如烟眼神忽然柔情地注视着我 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侧脸 似乎有些迷恋 紧接着不等我反应柳如烟的红唇就吻了上去 我的双手被柳如烟死死的禽柱 根本无法挣脱 我眼睛一瞪嘴唇被含住无法喘气 身体开始剧烈地挣扎 想要将坐在身上的柳如烟给弄开 柳如烟俯身忘情地热吻着 另一只手也没有闲着 直接掐住了我的脖子 她阴冷地笑道 如果不想多吃苦头的话 最好不要挣扎 不然我不敢保证我能收得住手 挣扎了一会后 我任命般地闭上眼睛 愿有柳如烟这个疯女人对自己索取 宁竹雅俯身忘情地热吻着 另一只手也没有闲着 直接掐住了灵性的脖子 红唇短暂地分开舔了一下唇角 她阴冷地笑道 如果不想多吃苦头的话 最好不要挣扎 不然我不敢保证 我能收得住手 说着 宁竹雅再次对着灵性的嘴唇吻了上去 响丁小蛇不断地在挑逗她 两人的身体都开始燥热 挣扎了一会后 灵性任命般地闭上了眼睛 似乎已经放弃挣扎了 愿由宁竹雅这个疯女人 对自己索取 这场调教的教育 足足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哪怕是宁竹雅 也气喘吁吁地躺在了灵性的身侧 至于灵性 已经是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了 眼中已经没有了对生活的渴望 被摧残得不成人样了 但宁竹雅却对这个样子的灵性 十分的满意 伸出手摸着她的侧脸笑道你说 你到底不喜欢我哪里呢 我明明对你这么好 要是换成别人的话 估计一辈子都接触不到 我的这个层次 灵性正躺在床边 面无表情地看着天花板 声音平静地吓人 如果你指的是认识三天 报答我三次的事情 我想我一辈子都不可能喜欢你 还没在一起就这么暴力 这要是在一起了不得 天天折磨自己 谁能受得了啊 宁竹雅捏了捏灵性的脸蛋 皱了皱眉头不满地说道 那我不是给你奖励了吗 男人 别以为我现在累了 你就可以胡乱说话 最好注意一下你的措辞 这次就是一个教训 我说过 在我完腻你之前 你就算是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找到你的 不要怀疑我画的真实性 灵性对着她翻了个白眼 然后 房间内又是响起了一道 清脆的巴掌声 宁竹雅收回手 冷声道 注意你的态度 男人 灵性对这娘们 是彻底无话可说了 只能默默地躺在床上一言不发 这样还能少受一些皮肉之苦 过了一会后 宁竹雅的粉白小脚 踹了灵性一下 淡淡地吩咐到起来了 我带你去买些生活用品 看在你刚刚还算十项的份上 昨天的事情 我可以不追究 但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你都要跟我回家 说到这里 宁竹雅看向灵性的眼神 冰冷了几分 声音狠利地威胁道 你要是再敢给我下药 我保证会毫不犹豫地 砍断你的手 灵性丝毫不怀疑 她这句话的真实性 只能无奈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这不动还好 一栋身上被打的地方都痛了起来 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娘们就不能收着点力气 这是想要把自己活活打死啊 走到卫生间 简单地洗了洗脸后 宁竹雅牵着灵性的手 走出了旅馆 坐上了红色的麦巴赫 驶向了市区 几名保镖开车跟在了后面 旅店老板也走了出来 笑容满脸地对着他们挥了挥手 脸上有着兴奋 欢迎下次再来啊 真直啊 裸墙脚蹲一会就有十万块钱 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这可比得上自己一年的收入了 人烟稀少的街道上 快速行驶的车内 灵性嘴角苦涩地看着 坐在自己腿上 搂着自己脖子的宁竹雅 油香味不断地袭来 怎么 你不满 宁竹雅眼角 余光瞥了她一眼 声音听不出威胁的意思 但灵性知道 一旦自己点头 恐怕下一秒 就会挨上两巴掌了 她挪了挪嘴 还是没有说话 宁竹雅见状冷哼了一声 将脸贴在了灵性的胸膛上 像急了一个乖乖女 丝毫看不出 是会家暴的那种女人 说实话 灵性也觉得这女人 如果不那么暴力的话 自己说不定真的会喜欢上她 但事与愿违 一天打一顿记忆犹新 去商场的路上 两人都没怎么说话 气氛显得格外地寂静 宁竹雅一动不动地 躺在灵性怀里 闭着眼睛 像是在休息 似乎在灵性的怀里 能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至于灵性 则是目光一直注视着 车窗外飞速食过的喧闹街景 心中想着 该怎么对待这女人 照目前这情况 宁竹雅 就像是彻底赖上自己了 更严重的是 自己还完全甩不掉她 就算是跑到郊区 都能得找出来 但要说接受她吧 灵性一想到 她暴力的调教手段 就忍不住打个哆嗦 她就想不明白了 好好的一个千金大小姐 不应该是温文尔雅吗 怎么暴力倾向这么严重 不远处的红灯亮起 红色的麦巴赫 缓缓停了下来 后面跟着的十几辆车 缓缓抵达 然后停在了石线的后面 无论是宁竹雅 还是跟在后面的保镖 都没有注意到 右后方黑色车子里 坐着的三个男人 一直在观察他们 坐在副驾驶的瘦小男人 朝着显眼的红色 麦巴赫瞟了眼 打起手机淡淡地说道 找到他的位置了 现在是个不错的机会 宁家大小姐身后 只跟着三四名保镖 身边还有个年轻男人 两人举止亲密 应该是情侣关系 怎么样老大 要动手吗 接对面的红灯 一秒一秒地过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后 终于下定了决心 先不要轻举妄动 我马上带人过去 你一定要把目标给看住了 瘦小男人闻言 脸色一喜 是 这一旦要是干成了的话 他们十几个弟兄 估计都能去国外 好好潇洒一辈子了 电话挂断 红灯的独秒也结束 绿灯亮起 领头的几辆车子 缓缓起步 那辆红色的麦巴赫 率先冲了出去 朝着天南商场 急速驶去 而那辆黑色的轿车 则是不远不近地 跟在后面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大概半小时后 红色的麦巴赫 在商场门口停下 宁竹亚率先推开车门 走了下来 然后对着车内腿 都被做麻烈的 灵性伸出了手 知道他是为了 防止自己跑 灵性只好拉住了 那只白杰小手 两人双手合十 朝着商场内走去 还未走近 宁竹亚扭过头 十分阔绰地 对着灵性笑道 今天想买什么 就随便买 本小姐给你买单 灵性 这样的富家大小姐 谁要 求求快来个人 把她收了吧 热闹的商场内 宁竹亚直接拉着灵性 来到了一家 国外知名品牌 服装店内 灵性一脸无奈地 走进店内 我自己有衣服啊 真不用你买 不行 宁竹亚走在前面 态度十分的强硬 身为我的男人 穿得这么寒湛 你说 你是不是想要丢我的人 由于是大品牌 价格也十分昂贵 所以 店里此时 只有一女销售正在看店 毕竟店里的衣服 也不是一般人消费得起的 见到有人进来 女销售立马迎了上去 笑道宁小姐 欢迎光临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宁竹亚松开灵性的手 扫了一眼店内 琳琅满目的衣服 也懒得去一件一件地挑选 直接对着女销售吩咐 把你们店里 最新款的男人衣服都拿过来 至于尺寸的话 就照我男人的来 说着 宁竹亚指了指 自己身后跟着的灵性 女销售听到这话 眼中露出惊讶之色 意外地看了灵性一眼 如此年纪 就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 真是羡慕啊 在大概地测量了一下 灵性的身材竖直后 女销售指了指店内的 豪华软沙发 恭敬地笑道 好的 宁小姐 你们先去沙发上 坐下休息一下吧 我去给你们拿衣服 宁竹亚点了点头 有些冰凉的小手 再次牵起了灵性 然后坐在了沙发上 身体紧挨在一起 没有任何间隙 感受着灵性身上的温暖 宁竹亚歪着头笑道 被妇婆包养的感觉怎么样 灵性目光 一直注视着店外 不断路过的人群 听见宁竹亚的话 嘴角抽了抽 也就一般般吧 这嘴硬的话语 宁竹亚却是格外地有兴致 笑着挑逗道 就会嘴硬 其实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吧 毕竟像我这样有盐又有钱的富婆 你就算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这句话 灵性无法反驳 因为宁竹亚 说的确实是实话 她这样的富婆 全世界都找不出来几个 你要是暴力倾向 没那么严重的话 确实很不错 灵性收回目光 宁竹亚文言冷哼了一声 那是因为你不听话 老是想着跑 本小姐好不容易看上一个男人 要是让你跑了我以后 在魔都的上流圈子还怎么换 说到这里 灵性有些好奇地 扭头看向宁竹亚 询问道 那照你这么说 你以前没交过什么男朋友吗 宁竹亚侧头收敛其脸上的笑意 看着灵性的眼睛 目光平静道 你希望我有吗 第一次被宁竹亚 如此平静的目光注视 灵性鬼使神差地说了一句 当然不希望 话已经说出口 等到灵性反应过来的时候 已经晚了 宁竹亚的脸上 出现了脚侠的笑容 轻密地搂住了她的手臂 轻笑道 放心吧 你是我的第一个男朋友 也会是最后一个 所以 你最好不要让我失望 不然的话 我会让你知道 一个疯狂的女人 会做出怎样疯狂的事 听到这话 灵性撇了撇嘴 我什么时候成你 男朋友了 一直都是你在强迫我 灵竹亚脸上的笑瞬间消失 身上突然散发出冷意 让人毛骨悚然 更别说就坐在身侧的灵性了 更是第一时间改口 她倾壳两下 昧着良心尴尬地笑了笑 开玩笑的 别当真骂 我就是活跃活跃气氛 真的 灵竹亚面无表情地 松开了抱着灵性的手 转而摸了摸她的头 抚摸着她的头发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那这种玩笑 你以后最好少看 否则我怕我会控制不住地调教你 灵性身体僵硬地点了点头 不敢再乱说话 气氛也随着寂静了下来 耳边除了商场的喧闹声 再无其他声音 好在这时 女销售员从库房 推着一个滑轮衣架走了过来 上面琳琅满目 全是男士的衣物 造型滑美 一看就是出自设计大师之手 女销售指着衣架上的男士衣服 笑道宁小姐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新出的夏季服装 你随便挑 宁竹亚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瑞丽的目光 在一排衣服上扫尸了一圈 又回头对着灵性勾了勾手 过来 灵性乖乖地站起身走了过去 宁竹亚拿起衣架上的一件 黑色金丝边短袖 在她的身上比对了一下 片刻后 又挑了一件熊猫色的休闲外套 由于灵性身材挺拔的缘故 刚好一米八的高个 让她不管穿什么衣服 看起来都很适合 阳光帅气的脸型 透露出一丝慵懒 宁竹亚又接连挑了好几套衣服 脸上一直带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给灵性挑选衣服 是种享受 这种感觉怎么说呢 就像是一名小女孩 给自己心爱的布娃娃穿上衣服 不管多久 都能够乐在其中 不会有丝毫的不难 接着 灵性拿着几套衣服 走进了十一间 当她想要关门的时候 灵竹亚也跟着走了进来 她脸色一惊 你 你跟进来干嘛 灵竹亚关上十一间的门 淡定自若地坐在了十一间内的椅子上 抱着手看着灵性 微微一笑 当然是怕你跑了呀 灵性嘴角一抽 这十一间连个窗户都没有 你这晃还能再假一点吗 分明是想看自己换衣服 灵竹亚瞥了灵性一眼 翘着修长的玉腿碰了碰她 看什么看 还不快换衣服 正好让我看看合不合身 此刻灵性无比庆幸 这堆衣服里没有内裤 不然的话 今天的清白 怕是要丢在这了 就这样 灵性缓缓脱掉了上衣 露出了肌肉分明的身躯 这不由得让宁竹亚舔了舔嘴角 没想到这男人的身材居然这么好 平时穿着那丑不拉几的衣服 都没看出来 真是奋力藏经啊 灵性被这灼热的目光 看得有些不自在 手脚迅速地把衣服换上 生怕这女人忍不住 直接在这里把自己给吃了 坐在一旁的宁竹亚脸上 微微露出失望 她还没看够呢 这就结束了 但是一想到晚上回家 可以慢慢看 还能上手 她的内心就是一阵欢喜 紧接着 目光惊奇地看向了 换好衣服的灵性 不得不说 那句话还真没说错 人靠衣装马靠鞍 换了身形头的灵性 瞬间变得不一样 不再是那个 带着一丝慵懒的青年 反而是优雅阳光的 富家大少 甚至还带着一点脾帅 不行 实在是忍不住了 宁竹亚放下腿 直接把灵性的衣领拉过来 红唇覆盖了上去 灵性的眼睛一瞪 发出了嗡嗡的声音 商场内的一家高档餐厅内 宁竹亚红唇微张 等待着头位 灵性无奈地窃下一块 牛排放到了她嘴里 总感觉自己 是在照顾一个巨婴 一个有暴力倾向的巨婴 宁竹亚似乎十分享受这样的待遇 用桌上的刀叉 也给灵性切了一小口 放到了她嘴中 灵性张嘴吃下 嗯 她还是吃不惯这些西餐 还是中餐更适合自己一些 由于已经快日落黄昏了 所以商场内的人少了很多 这顿饭 两人足足吃了一个小时之久 等到走出商城的时候 天都已经黑下来了 看着昏暗的天空中高挂的明月 灵性忽然发现 今天下午过得异常的踏实 要是换做以前的话 估计自己已经在宿舍准备睡觉了 但是跟宁竹亚这女人待在一起 时间彭佛是按了加速键 过得异常的快 身旁的宁竹亚 注意到站在原地停滞不前的灵性 看着她仰望月空的样子 挑逗道 怎么样 是不是跟本小姐待在一起 内心都愉快了很多 闻言 灵性收回目光 走到车前拉开了车门 淡淡道 嗯 跟你待在一起 我的内心饱受折磨 嘴硬 宁竹亚冷哼了一声 跟着坐了进去 关上车门后 熟练地坐在了灵性的腿上 然后伸出手搂着她的脖子 月色下 红色的麦巴赫 朝着远处驶去 保镖们开着车紧随其后 但他们丝毫没有注意到 在商场的角落蹲着两个人 目标已经出发 准备行动 宁竹亚的脸趴在灵性的胸膛上 听着她平稳地呼吸 嘴角一笑 还没到家 居然就睡着了 真是头懒猪 这也不怪灵性 她这个人对陌生的环境 很难进入睡眠状态 加上昨天住的是旅店 一股子消毒水的味道 就更加睡不着了 今天陪着逛了一下午的街 一坐到车上 很快就睡了过去 宁竹亚从她的腿上下来 单独坐到了一旁 然后轻轻地 把灵性倒在了自己腿上 让她能够睡得舒服一些 手摸着她的头发 宁竹亚十分享受这一刻 离开商场 已经过去了十几分钟 现在已经进入了富人区 周围的路上 此时很少看到有其他的车子 此时车上的司机目视着前方 似乎发现了什么脸色一变 赶忙将车紧急停下 坐在后面的宁竹亚和灵性 身体更是不受控制地往前一窜 司机有些颤抖地说道 小姐 有情况 此时后方的保镖们 也发现了周围的不同之处 赶忙跑下车 围在了红色的麦巴赫周围 开始警戒 不远处 明晃晃的车灯照了过来 三辆面包车驶了过来 刺耳的轮胎摩擦声响起 将宁竹亚等人围在了中间 十几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从三辆面包车上走了下来 手里还拿着锋利的小刀 显然是来者不善 一名眉间有着细小刀疤的男人上前一步 冷笑道宁小姐别躲了 出来和我们玩玩吧 此时车内 灵性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刹车 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被宁竹亚捧着脸 他脸色严肃认真的说道 等会我会帮你突破出一个缺口 你到时候直接跑不要回头 记住 千万不要回头 明白吗 灵性此时也发现了 在车子四周的暴徒们 主要是一个个手里 都拿着把小刀 想不发现都拿 他不是傻子 这些人肯定是冲着宁竹亚来的 电视剧里不是经常演吗 绑架千金大小姐什么的 吩咐了灵性一句后 宁竹亚直接推开车门走了出去 脸上覆盖着一层寒霜 额眼扫视着周围的绑架犯 总共十四个人 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刀 这条街上没什么监控 显然是蓄谋已久的绑架了 这样的情况 宁竹亚已经不是第一次遇到了 所以脑子十分的清醒 冷冷地看着领头的刀疤男人 你们要多少钱 戴着口罩的刀疤男人冷笑了一声 不愧是宁家的大小姐 到了这种时候啊 居然还这么冷静 我们需要宁小姐跟我们走一趟了 你放心 只要钱一到手 我们马上放了你 宁竹亚从一旁的保镖手里 拿过了一把匕首 眼中泛起一抹杀意 那看来是没办法谈了 三名保镖家司机上前几步 把自家小姐牢牢地护在了身后 警示地盯着这些人 刀疤男人的目光冷了下来 眼神凶利地挥了挥手 早就虎视耿耿的十三名小弟 立马冷笑着走了过去 躲在车内的灵性 很快就听见了外面的喊沙声 第一次接触这种场面的他 内心有些发战地 趴在车窗前偷看 下一秒脸色一白 只见外面的混乱中 一名保镖动作力所地 扭断了其中一名暴徒的脖子 但是很快 一把小刀就从背后插入了他的腰上 血光绽放 这名保镖闷哼了一声没有叫出来 头也不回地 伸手握住了插在腰上的刀子 直接拔出来朝着偷袭的绑架犯刺去 被小刀刺进的伤口处 星红的血液哗哗地往外流 看得躲在车内的灵性 嘴唇发白 车外 宁竹亚更是一个人拖住两名绑架犯 丝毫不落下风 没见过这种血腥场景的灵性 现在腿都有些发软 不敢轻举妄动 只得等待宁竹亚的信号 车外 领头的刀疤男也加入了战局之中 宁竹亚一个人拖住了两名绑架犯 其余的四人则是压力巨大 每个人都要面临四个人的攻击和偷袭 这些绑架犯并没有着急冲上去 反而是围着四人 时不时地划上一刀 这样一来 等到时间一长 就能轻松地绑架宁竹亚这个富家女 战局暂时陷入了僵持 宁竹亚干净利落的一刀 捅伤了其中一名绑架犯后 连忙对着车内的灵性喊了一声 就是现在 快走 车内等待实际的灵性 毫不犹豫地推开车门跑了出去 手里还拿着电话已经报警 刀疤难见状 脸色阴沉了一下 对着身旁的几名小弟吼道 干什么吃的 还不快点解决掉这些人 等到警察来了 我们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一时间 仅剩的十名小弟一起冲了上去 这次完全是一命搏命的打法 很快 三名保镖家司机就坚持不住了 尤其是那名腰部被捅了一刀的保镖 在解决了一名敌人后 身体一抽搐 直接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明竹雅看着这阴雾脸色阴沉 他明白 今天恐怕是真的要完了 但一想到灵性已经跑了出去 内心又是一阵庆幸 这样也不错 至少那个傻子没事 魔都的某条街道上 灵性完命狂奔 眼睛不断地看向四周 想要找帮手回去帮忙 但一路跑来 连个人影都没看到 实在是太蹊跷了 就算是富人街 也不可能一个人都看不到 直到这时 灵性忽然在远处的十字路口 看到了一个立着的施工牌 在施工牌的周围 还守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灵性心中一颤 赶忙停下脚步 躲到了一个路灯后面 再偷偷地观察了一会后 他可以肯定 这人绝对是和那些绑匪暴徒一伙的 大晚上了 闲得没事干了 守着个破牌子 还戴着个口罩 不是做贼心虚 还能是什么 因为持续地奔跑 灵性停下来后大口地喘气着 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对策 怎么办 自己肯定不是那人的对手 但要是绕路 得话要浪费不少的时间 说不定等找到帮手回去的时候 灵性摇了摇头 不敢再去想 但刚刚血腥的一幕 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他怕下一个倒在血泊里的 会是凝竹牙 他跟自己一样 都还是大学生啊 想到这里 灵性忽然狠狠地 给了自己一巴掌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灵性你真TM废物 居然丢下一个女人自己跑了 就算 就算她不是你女朋友 但好歹 也有过肌肤之轻 黑夜下 灵性一咬牙 毅然决然地 朝着来时的路跑了回去 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和狠力 狂奔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 她忽然笑了起来 我一定是被那个疯女人影响了 居然会有这么疯狂找死的想法 另一边 情况不容乐观 明亮的路灯下 只剩下最后一名保镖 还挡在宁竹牙的身前 但状态已经到了极限 手臂上的伤口不断流着血 如此巨大的人数优势 刀巴南等人 可以说是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周围的地上血迹遍地 两名保镖和司机已经身受重伤 躺在了地上 十一名受了伤的绑匪 也趴在地上装死 倒不是他们不拼命 主要是 他们可没有那么好的意志力 被捅了一刀 还能打得有来有回 说白了 就是没有进行过专业训练 不过就算如此 刀巴南一方 算上自己 还有足足三个人 几乎没受到什么伤 只是有些气喘 而被受伤的保镖 护在身后的宁竹牙 情况也不怎么好 身上有着好几道血痕 虽然是轻伤 但数量一多 从开打到现在 已经过去了将近二十分钟 就目前这个情况 想要等到警察的支援 几乎是妄想 因为逃走了一个灵性的关系 刀巴南明显不想浪费时间 虽然他安排了人在路口守着 但万一出点什么意外 就不好收场了 对着仅剩的两个小弟 使了个眼色 三人一起冲了上去 见状 受伤的保镖嘴角流出血液 回头说了一句 小姐 我来挡住他们 你快走 明主哑倔强地摇了摇头 握紧了拳头 不肯就这么逃走 要是自己走了的话 安保这个刀巴南 会对几名重伤的保镖下死守 现在想要已经晚了 冲上来的刀巴南冷笑了一声 剑朔的身躯 轻易地绕过了保镖 朝着他身后的宁竹哑冲去 保镖想要阻拦 但却被两名小弟死死地拦住 根本无法脱困去帮忙 刀巴南已经冲到了境前 一拳狠狠地朝着宁竹哑的脸砸去 没有丝毫要怜香惜玉的意思 反正只要死不了就行 破相了跟他有什么关系 能换钱就可以了 宁竹哑实战经验明显丰富 微微蹲身躲过了这一拳 抬脚朝着刀巴南的命根子踹去 动作犀利 宁小姐就这么想让我断子绝孙啊 刀巴南轻而易举地抓住了宁竹哑的腿 然后一发力 直接把他朝着一旁的墙上砸去 哄的一声 宁竹哑被狠狠地砸在了墙上跌坐在地上 目光冰冷犯着杀意地 盯着朝自己走来的刀巴南 刀巴南此时已经胜券在握 缓缓走来 阴狠地笑道宁小姐 如果想要保住你这张漂亮的脸蛋的话 我劝你还是不要挣扎了 万一我手一滑 不小心把你的脸弄破的话 那个逃跑的小子 说不定看着你就恶心 谁又会愿意娶一个丑八怪呢 距离越来越近 就在刀巴南从身上拿出一捆麻绳 想要将宁竹哑的手绑上时 一抹荧光乍现刺穿了刀巴南的手掌 你这个臭婊子 刀巴南捂住受伤的左手 血液不断地流出 脸色愈发暴怒 显然是真的被惹到了 好 既然你这么想找死 那我就成全你 刀巴南捡起地上带血的锋利匕首 朝着宁竹哑的腹部刺了过去 并没有攻击要害位置 背靠在墙角的宁竹哑嘴角一出鲜血 身体此时完全使不上镜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刀 朝着自己刺来 眼底终于出现一抹惧怕 他无助地闭上了眼睛 随着刺拉一声 一抹湿热的液体 滴落在了宁竹哑的脸上 带着浓浓的血腥味 宁竹哑下意识地睁开眼 瞳孔猛然一缩 只见一道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 单手撑着墙面 强行挡住了这一刀 宁竹哑露出不敢置信 看着挡在自己面前的灵性 颤声道你 你怎么回来了 在这个生死关头 他万万想不到 好不容易离开的灵性 全在这个时候跑了回来 但此时的灵性 腹部被捅了一刀 星红的血液不断地从伤口 伸出滴落在地上 灵性右手同样握着一把从地上捡的小刀 忍痛转过身 朝着刀疤男的脖子滑去 但到底不是那几个小喽啰 刀疤男反应迅速地后撤了一步 躲过这一刀的同时 阴毒地说道 没想到你这个小白脸居然还赶回来 看来是很喜欢这个婊子嘛 但下一秒 刀疤男脚底一滑 身体瞬间失去重心地倒在了地上 在其脚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香蕉皮 灵性没放过这个机会 强忍着呕吐感 狠狠地朝着刀疤男扑了过去 扑呲 力气入肉的声音传来 这一刀精准地捅进了刀疤男的心脏位置 瞬间失去了反应 腥红温热的血液瞬间喷洒而出 把灵性整个人染得血红一片 今天刚买的衣服已经满是血红色 腹部中刀的他无力地躺在地上 灵性眼神迷离地看着头顶的漆黑夜空 忽然笑了 估计他一辈子都没想到 会有为了别人拼命的一天 放在以前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倒在血泊中 他围你的喃喃道我 我这是要死了吗 清晨 一缕阳光透过窗户 照射在了病房之中 微风徐徐地吹动雪白色的窗帘 发出沙沙的声音 豪华病房内 宁竹雅穿着一身单薄的裙子 趴在床边 还在睡梦之中 床上 灵性一身病号服 脸色好了些许 一阵清风吹过 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有些疑惑地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腹部传来丝丝疼痛 灵性顿时清醒了一点 想起了昏迷前发生的事 眼中下意识地 闪过一抹畏惧和后怕 他歪头看了眼四周 看来自己应该是被送到医院了 又看了眼睡在床边的宁竹雅 灵性无奈地 用手推了推他 就这么坐在椅子上睡 真不怕被吹感冒了 宁竹雅被摇晃地睁开眼 坐起身揉了揉眼睛 然后眼中闪过喜色 你醒了 躺在床上 灵性心情有些复杂地点了点头 但但到昏迷多久了 也就整整一天而已 宁竹雅看到灵性醒来 心情明显很高兴 他撑着手坐在床边 灼灼的目光 就这么看着灵性 忽然道 你之前为什么要回来 要知道 绑架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一刀要是再偏一点的话 灵性可就真的完了 闻言 灵性淡淡地回到 大概是我疯了吧 疯到脑子都不清醒了 话虽如此 但灵性敢百分百保证 肯定是跟着女人接触了几天 自己潜移默化地被影响了 居然会想着拼命 那些绑架犯怎么样了 放心吧 后面警察来了 把他们全部带走了 至于那个刀疤男 当场死亡 似乎是怕灵性 因为杀人而自责 灵竹雅连忙开导道 不过你也别在意 那种人扎死了就死了 而且他 还是再绑的通缉犯 手里有十几条人命呢 你现在可是英雄了 再绑通缉犯 躺在床上的灵性 眼睛忽然一亮 扭头有些激动地说道 干掉他的人可是我 这应该会把悬赏金给我吧 灵竹雅 枉我还开导你 搞半天 你脑子里想的全身悬赏金 面对灵性期待的眼神 明竹雅还是点了点头 无语地说道 那家伙悬赏金高达十万 这下你满意了吧 才十万块 连自己一天零花钱的零头 都不够 灵性反而是异常激动 躺在病床上 难难到十万块啊 这得让我少奋斗多少年啊 闻言 明竹雅皱眉 直接伸出手 揪住了灵性的耳朵 有些不满地说道 作为我的男朋友 你还缺什么钱 你想要什么 我都不给你买不好吗 只要你跟我结婚 我家一半家产都是你的 灵性扭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还是喜滋滋地 喃喃着那十万块钱 丝毫没有把宁竹雅的话 放在心上 得了吧 傻子才和你结婚 为了那家产 把自己命都搭上 这笔买卖可划不来 宁竹雅的眼眸 瞬间冷了下来 站起身然后 直接掀开了灵性的被子 他脱掉鞋后 迅速地钻进了被窝中 抱住了灵性 狠狠道 我告诉你 你生是我的人 死是我的鬼 那十万块钱 你就别想了 全部充弓 说完 宁竹雅 直接朝着灵性的嘴唇 亲了上去 小蛇还想要撬开他的牙关 但这次灵性死活不肯松开 我 我告诉你 休想 宁竹雅进攻两次无果后 直接用出了老办法 伸出手臂 掐住了灵性的脖子 语气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如果不想进重症病房的话 最好乖乖地配合我 懂 灵性被掐着脖子 只好点了点头 宁竹雅的红唇 再次覆盖了上去 但这次连亲都没亲到 就被灵性躲开了 他抿了抿嘴 善笑道 那个啥 我觉得 我们之间 还是适当地保持一下距离比较好吧 你看我一个穷小子 哪里好了 片刻后 病房内响起了灵性的惨叫声 以及宁竹雅不满的低喝声 我掐死你 别 错了 真错了 闹了一会后 病房内 宁竹雅的脸贴在灵性的胸口上 一副满足的神色 有些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角 臭男人 还敢违抗我的话 你前天晚上没回来还好 既然回来了 那你这辈子都别想跑了 灵性则是不得不搂住宁竹雅柔软的腰肢 脸上有着两个巴掌印 脖子上 还有着红印子 看着有些凄惨 灵性忽然道你 不用回去上课的吗 宁竹雅嘴角一勾 躺在了灵性的身侧 抚摸着他的脸 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当然要 而且不仅仅是我 你也要一起 灵性没听明白意思 疑惑到我可是申请了自学 不用回学校上课 不 宁竹雅伸出手 直抵在了灵性的嘴唇上 得意的笑了笑 我动用关系 取消掉了你的自学 所以 等你伤好以后 就乖乖地跟我去学校 灵性一听蒙圈了 声音大了几分 傻 我好不容易地 第一换来的自学机会 你就这么给我取消掉了 怎么 你不满 宁竹雅撇了眼愤愤不满的灵性 藏在被子里的手 抓住了她的要害 灵性浑身一软 欲哭无泪地躺在了床上 不经意间 低头看到了什么 咽了咽口水 趴在她身边的 凝珠牙感受到了什么 微微抬头 正好看到了灵性 有些火热的目光 又低头一看 嘴角露出了迷人的微笑 她将身体往灵性的身上凑了凑 双风隔着衣服被挤压 灵性甚至清晰地感受到了 那柔软的触感 她喉咙滑动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别处 强忍住有些激荡浮躁的心情 这大早上的 谁能受得了啊 灵性伸手强行 把灵性看往别处的头扭了过来 凑上前注视着 她的眼睛挑逗道 男人 看来你的心思很不单纯啊 叫一声老婆 我就帮帮你怎么样 不 不用了 灵性被捧着脸 只能注视着灵性的那双眉眸 心里莫名地有些心虚 真的吗 灵性眼中带着笑意 不断地进行肢体诱惑 松开捧住灵性脸的手 转而抓住了她的手腕 宁竹哑红唇贴在灵性的耳边 叫声到最后一次 到底叫不叫 说着 还不忘抓住灵性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红唇不停地在她的耳边吹气 叫不叫 老婆 真乖 那就给你一点奖励吧 宁竹哑牵引着灵性的手 进入了裙摆之中 缓缓拉下了裙子的拉链 雪白的裙子瞬间松落 暴露出大片雪白的皮肤 乱人心弦的互动 足足持续了一小时才停下来 宁竹哑将裹成团的纸巾扔到了垃圾桶中 整理了一下衣服后 她躺在了灵性的身侧 笑容令人勾心荡漾 奖励也奖励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人了 懂吗 灵性在经过了这次的生死危机后 心里也看开了 我疯起来 连死都不怕了 还怕你个疯女人 交往就交往 谁怕谁 在看到灵性眼中并无抗拒之色后 宁竹哑心中也多了几分心细 她如何看不出来 灵性这时开始接受她了 老娘追了你这么久 总算是没有白费功夫 宁竹哑想到这里忽然坐起身 认真的看着躺在身侧的灵性 语气严肃 答应我 下次要是再发生这样危险的事 乖乖听我的话 嗯嗯 灵性敷衍地点了点头 但宁竹哑知道 这家伙肯定没放在心上 但也无可奈何 不过这几天她身边的防卫 确实是有些松懈了 居然会被一群三流绑架犯威胁到 简直就是耻辱 灵性则是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心里想到这样就有女朋友了 而且还是个豪门千金 真是人生无常 大肠宝小肠啊 想想几天之前 自己的目标还是通过赚奖学金 还在毕业后开家店养老 没想到一转眼几天过去 就傍上富婆了 可能唯一的美中不足就是 这个富婆千金的脾气有点暴躁 以后的日子估计少不了苦头吃了 安静的病房内 两人就这么待了一会后 宁竹哑重新调牌来的保镖 也到了医院 还拿来了午饭 宁竹哑直接拿起勺子 喂起了灵性 眼中有着期待 对此灵性表示自己伤到的是腰 而不是手 然后 屁股被某人狠狠地拍打了一下 虽然手段暴力 但不得不说 这个方法很管用 灵性从床上坐了起来 背靠在竖起的枕头上 宁竹哑一勺一勺地为她吃饭 还贴心地吹了吹 脸上一直带着开心的笑容 灵性只能乖乖地张开嘴 吃完这顿饭 对此宁竹哑自然是笑得更加的高兴 有时候灵性觉得 这女人不是把她当男朋友对待 而是当一个要被精心照料的宠物 且乐在其中 我读大学 露营部社团活动教室内 本来像露营部这样 只有五个人的小社团 是不应该有社团教室的 但奈何其中一名社员的背景有点大 所以 校方还是给了一间单独的教室 作为露营部的社团教室 李良 你知道灵性是什么时候 和那个宁家大小姐好上了吗 教室内的唯一的长桌上 情绪有些闷闷不乐地趴在桌子上 侧头看着窗外的天空 明显心不在焉 大概吧 李良坐在对面的座椅上 靠在椅背上 抬头看着天花板 左脸还贴着一个创口贴 看着有些滑稽 她有气无力地回到 应该是两三天前 我也是听信子说的 她在图书馆睡觉 被那个宁竹崖找查了 而且还强吻了她 强吻 听到这两个字 原本心不在焉的情绪 瞬间不淡定了 拍着桌子就站了起来 不敢置信地看着李良 真的假的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也不怪她这副样子 李良当时知道这事的时候 心里的震惊也不小 我骗你干嘛呀 李良笑了一声 心里在思考着自己被打的事 应该怎么找好基友报复回来 虽然宁竹崖她打不过 但是收拾自己的好基友 还不是信手拈来 到时候 宁竹崖看到灵性受伤 肯定不高兴 她不高兴 自己不就高兴了吗 想着想着 李良望着雪白的天花板 黑黑地笑了起来 我可真是个天才啊 秦夕听到李良的回答后 心中一下 萌生了很多想法 既然灵性是被强迫的 那就说明自己还有机会 而且 灵性和宁竹崖才认识这么几天 自己和灵性 可是认识了好几年了 肯定不会输给那个女人 想到这里 秦夕瞬间有了动力 在心中给自己打气 加油秦夕 你可以的 另一边 宁竹崖搀扶着灵性回到别墅 家里一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早已等候多时 宁竹崖扶着灵性站在门口 面无表情地 看着坐在沙发上的中年人 冷声道罢 你怎么来了 宁竹洪从沙发上站起 面目不怒自威 给人一种很不好惹的感觉 他在灵性的身上停留了几秒 随即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淡漠的话语中 透露出一抹关心 我听说你遇到绑架犯了 所以过来看看 没受伤吧 一边的灵性 看着翻脸比翻书还快得宁竹崖 觉得有些奇怪 刚刚还笑盈盈的 怎么现在说变脸就变脸了 还好 面对父亲的关心 宁竹洪只是冷漠地回了两个字 就扶着灵性朝着楼上走去 宁竹洪没有阻拦 默默地看着女儿 扶着一个陌生的男人 走上二楼卧室 不知是想到了 什么叹了口气后 转身回到了沙发上坐下 二楼卧室 宁竹洪冷着张脸 将灵性扶到了床边坐下 警告了他一句后 转身就朝着楼下走去 好好的在楼上带着我 一会就回来 最好别让我发现你在楼上偷听 不然你就完了 坐在床边的灵性 看着宁竹洪离开的背影 对于这妇女俩的关系 有些好奇 但心中刚生出 站在门边偷听的心思 就听见了卧室门被反锁的声音 对此灵性只能表示 你都把门反锁上了 还警告我干嘛 先礼后兵是吧 门外的宁竹洪 则是揣着钥匙 朝着楼下走去 情绪明显有些不对劲 这是发自内心的冷漠 你来干什么 走到一楼客厅 宁竹洪站在了父亲的面前 没有半点好脸色 庞佛坐在面前的 不是自己的家人 而是一个刚认识的陌生人 被靠在沙发上 宁竹洪对于女儿的态度并不意外 毕竟早已经习惯了 只是平静地拿出一根烟点燃 但但道 那个小子叫灵性是吧 我调查过他 家里是开饭店的 勉强算是个小康家庭 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看上他 但是听爸一句劝 他不适合你 你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分手吧 这是为了那小子好 也是为了你好 随着这句话一出 客厅内的气氛 一下就冷了几分 宁竹洪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只是声音多了几分不耐 你过来就是专门跟我说 这些废话的吗 废话 宁竹洪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正面和女儿的目光对视着 平静地说道 这是为了你好 你和他的终点 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你真正的舞台是整个世界 而不是缩在魔斗室 玩你的过家家游戏 你 够了 宁竹洪直接出声 打断了自己父亲 接下来要说的话 冷谋之中带着怒意 伸手指着门口 给我出去 这里不欢迎你 宁竹洪盯着女儿看了一会 最终还是摇摇头 朝着别墅外走去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我和你妈都是为了你好 说完 别墅的大门缓缓关闭 客厅内只剩下宁竹洪 一个人站在原地 眼中的无助一闪而逝 一个人站在原地待了一会 宁竹洪直接朝着楼上的卧室走去 别墅外 坐上车的宁竹洪 接着手里的电话 那头传来了妻子平淡的声音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那孩子的性格 你去劝他 只会适得其反 宁竹洪抬眼通过车窗玻璃 看着远处镜头的蓝天白云 眸中闪过不忍 叹道是 我们对不起他 苦了这孩子了 二楼卧室内 灵性躺在软软的大床上 正在闭眼休息 这是门外传来开锁的动静 一道倩影快速地朝着灵性扑了过来 正打算坐起身的灵性一惊 躺在床上低头 看着扑在自己身上的宁竹哑 脸上微微露出惊讶 这女人怎么了 宁竹哑双臂抱着灵性 声音有些有些颤抖 别动 休让我这么抱你一会 闻言 灵性虽然疑惑发生了什么 但感受到被眼泪禁湿的衣服 犹豫了下 还是选择了抱住了宁竹哑 这一抱就是大半个小时 等到灵性的动作有些僵硬的时候 听见了从怀里人传出的平稳呼吸声 居然怕我身上睡着了 灵性嘟囔了一句 动作轻柔地将宁竹哑扶到了床上 给她盖好被子 宁竹哑闭眼躺在床上 眼角还有着细小的泪珠 这是证明她刚哭过的痕迹 伸出手 灵性擦去了那一抹泪光 看着熟睡平静的她 心中实在是有些想不明白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才能让宁竹哑这样的人掉下眼泪 她轻声到睡吧 睡觉什么伤心事就都忘了 嗯 但愿等你知道我这么照顾你的时候 以后下手能够轻一点 大半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 或许是由于昨天要照顾灵性 没睡好的原因 这一觉 宁竹哑直接睡到了第二天 上午五点钟 外边的天才刚梦梦亮 整座城市处于宁静祥和的气氛之中 但也有不少为了生活而努力奔波的人 已经开始准备上宫 宁竹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发现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 早晨的气温有些偏冷 她下意识地裹了裹身上的被子 漆黑的眼眸 看着身侧空无一人的床位 眼中透露出些许的失落 嘴角露出自欺欺人的笑 结果灵性还是不肯接受自己吗 她就这么讨人厌 就当宁竹哑躺在床上暗自失落的时候 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 紧接着是卧室的门被打开 哎呀 饿死小爷我了 只见灵性穿着宁竹哑给她买的睡衣 手上端着一碗香喷喷的面条 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喷的一声微响 灵性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端着面条一转身 就看着宁竹哑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她下意识地缩了缩端着完的手 要吃自己煮啊 我现在可是病号 宁竹哑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到灵性护食的反应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笑得很开心 她对着灵性勾了勾手 拍了拍身边的位置 用不容置疑的语气 命令倒过来 端着面 灵性犹豫了下 还是一蹶一拐地走了过去 主要是腰上还有点痛 所以连带着走路也有点不方便 我帮你拿着 宁竹哑脸色平静地接过了 灵性手中香气扑鼻的面条 你可别吃啊 灵性狐疑地看了宁竹哑一眼 结果刚一上床 身旁就传来了一道稀溜的声音 以及宁竹哑的一句夸赞 嗯 真不错 不愧是我男人手艺就是好 正吃着面丁宁竹哑 看到灵性忧怨的眼神 加了一筷子味到了嘴边 哪知她直接躲开了 算了 我重新去煮一碗吧 看到灵性眼中一闪而过的嫌弃 宁竹哑直接伸手捏住了她的脸 声音冷了下来 我现在心情很不错 在这个时候 惹我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说着 就把手里的面条 往灵性的嘴边递了递 冷声命令道给我吃 今天要是敢剩下一滴汤汁 我要你好看 啊 这你都吃过了 灵性有些为难地看着嘴边的面 都能感受到传来的热气 不肯张嘴 她个人还是有点洁癖的 别说被人吃过的东西了 就算是摸过的东西 都想要擦干净 但看到宁竹哑的眼神愈发的冰冷 隐隐要爆发的样子 灵性还是无奈地选择张开了嘴 算了 远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好男不跟女抖 绝对不是因为她打不过 两人 你一口我一口 一碗面条很快就见底了 宁竹哑饭量小岛是吃饱了 可就苦了灵性 压根连一点饱腹欲也没有 宁竹哑看了眼窗外的天色 现在还早 于是吃饱喝足后 躺回了被窝里 闭上眼睛 抱着灵性淡淡地说道 再睡一会吧 我早上还要去一趟学校 到时候 你跟我一起去 文言 刚躺下的灵性不满地抱怨到啥 你去学校跟我有啥关系 我现在可是病号 闭眼休息的宁竹哑 被窝里的手 缓缓放在了灵性的腰间 轻轻地拍了拍 乖 不想吃苦头 得话就乖乖听话 灵性 真是个复兴女 往我还把你扶到床上睡 当时就该一脚 把你踹到床底下去 早晨八点钟 好不容易睡着的灵性 被宁竹哑给强行拉了起来 坐车朝着魔都大学而去 依旧如往常一样 宁竹哑穿着一身黑色的水手服 坐在了灵性的腿上 丝毫不在意她现在身体有伤 感受着脑子 不断下达的休眠指令 灵性双手无力地 搂着宁竹哑的腰 眼皮子还在打架 不满地抱怨道 你非要去学校干嘛 别告诉我 你是去学习的 不管是宁竹哑还是灵性 别说休息几天了 就算是休息一学期课程 也能跟得上去 这也是当初 灵性申请自学的原因之一 有那功夫坐在教室里 还不如自己出去打点灵工赚钱呢 但命运就是喜欢捉弄人 灵性才刚刚申请丸子学 幻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宁竹哑这个疯女人 就突然闯了进来 闻言 宁竹哑依靠在灵性的怀里 笑意盈盈地说道 知道学生会吗 我打算让你加入进去 学生会在每一所学校 都有着不小的权利 而这一点 在魔都大学更是明显 比起学生会这三个字 灵性觉得 还是锦衣卫更加地贴合 当然 在拥有极大权力的同时 学生会的负担 也不是一般的重 具体的灵性并不怎么了解 但听李良说 能够把人累死 当时的灵性就明白了 学生会这个组织 肯定跟自己没关系了 光是工作量巨大这件事 就能让他退步 我不去 灵性摇了摇头 心中打定主意 这次绝对不能再被这女人 胁迫答应了 那可是事关自己 两年的大学生涯 嗯 应该是一年 毕竟到了大三 就要开始出去实习了 只能偶尔回学校一趟 不等宁竹哑开口 灵性语气坚定地 接着到放弃吧 就算你打死 我也不可能进入学生会的 宁竹哑稍微坐起身 抬手伸出了两根手指 灵性看着竖起的手指 有些疑惑 什么意思 两万 宁竹哑眼神平静地 注视着灵性的眼眸 淡淡到 只要你加入学生会 我就给你两万的零花钱 另外还可以 在你大三的时候 给你找一份 可以摸鱼的工作 怎么样 灵性听完 感觉被侮辱了 脸色立马变得有些气氛 连带着声音都大了一些 你看我像是为了 区区两万块钱就服软的人吗 我说不可能 那就是不可能 这是你别想了 文言 宁竹哑的脸色 有些遗憾地说道 那好吧 每个月两万的零花钱 已经是我能给到你的极限了 男人有钱了就会变坏 宁竹哑深知这一点 而且 灵性的家庭 也属于很普通那种 给他太多不该属于他的东西 可不是一件好事 啥 听到居然是每个月两万 灵性原本昏昏欲沉的脑袋 顿时清醒了起来 眼中闪烁着金光 只要加入学生会 每个月就能有两万块钱 这笔买卖怎么看都很划算 姐 我加入我加入 灵性立马抓住宁竹哑的手 黑黑一笑 可刚才态度坚决的样子 判若两人 宁说向东 小杏子我绝不往昔 保证完成宁下达的指令 看到灵性 这副财迷的样子 宁竹哑嘴角出现了玩味的笑容 他觉得自己 已经找到这个男人的弱点了 不喜欢被自己包养 但只要 他自身付出一定努力的话 一旦工资合适 就会忠心耿耿地跟在自己身后 想到之前挽留灵性的种种 银竹哑一阵后悔 早知道当初直接甩两答红票子 在这男人脸上就好了 何必那么费尽心思地 让他接受自己 报警我 好嘞 亲我 啪 由于是周一 所以路上的人并不多 在半个小时后 两人终于抵达了魔都大学的校门口 周围的学生结伴朝着监牢内走去 脸上无不带着愁容 正讨论着下节课的课题作业 该怎么完成 红色麦巴赫的车门打开 宁竹哑率先走了出来 在他出现的瞬间 一下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频频朝着 这边看来 诶 快看呐 是宁竹哑 学姐真美啊 真想他当我的女朋友 然后冷着脸天天蹂躏我 文言 周围的人下意识地 离这名变太远了一些 眼中有着嫌弃 就在此时 红色的麦巴赫内 再次走出一人 这次是个白山青年 颜值虽然属于上等货色 但也比不上各位读者的绝顶姿色 走吧 宁竹哑对着灵性抬起了手 白皙略带粉嫩的脸蛋上 有着淡淡的笑意 就当周围人震惊灵性身份的时候 他无比自然地 牵起了宁竹哑的小手 然后结伴朝着校门内走去 等待两人走后 驻族的学生们 才露出不敢置信的神色 议论了起来 卧槽 那TM是哪家的勇士 居然敢和宁家的大小姐 动作这么亲密 难道不怕 被宵节找麻烦吗 这家伙肯定完了 以宵节的性子 肯定不会轻易饶过他的 勇士走好 我都大学的资金雄厚 所以专门建造了一栋社团大楼 工校内的所有社团使用 而作为管理所有社团的学生会 则是在大楼的最高层 也就是四楼 吱哑一声 在安静的走廊尽头 宁竹哑随意地推开了学生会的门 直接牵着灵性走了进去 此时学生会办公室内 只有一名编着麻花辫的眼镜女生 听到动静的萧婷抬起头来 对着走进门的宁竹哑 有些拘谨地笑道 会长 你今天怎么过来了 会长 灵性听到她的话 有些惊讶地看向了身旁的宁竹哑 脸上透露出惊讶之色 难道非要自己加入学生会 搞了半天 原来你是学生会长 反倒是宁竹哑有些奇怪地看着灵性 不然呢 你难道没有参加新生典礼吗 宁竹哑早在大一的时候 就靠着绝对的能力 成为了学生会会长 虽然有家里的关系 但能力绝对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这也是众多学生 害怕她的原因之一 因为宁竹哑在成为学生会会长的第一天 就开掉了所有学生会的成员 差点引起众怒 当时宁竹哑仅用一句话 驳回了那些人 想要重回学生会的请求 霸气简单明了的一句话 我的手底下 不需要无用的废物 如果你们有能力 就让我看看你们的实力 当时这句话 在整个学校都掀起了热议 宁竹哑也因此火遍全校 名声更是被不断地魔化 文言 灵性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当时 好像请了病假 在宿舍打了一天的游戏 而且她的社交圈就那么几个人 不知道这事也正常 宁竹哑无语地看了她一眼 介绍到 那是萧婷 目前学生会为二的成员之一 虽然性格有些复杂 但能力十分地出众 萧婷此时走了过来 很少和男生说话的她 有些腼腆地伸出手 你好 我叫萧婷 跟你和会长一样 都是大二的学生 灵性刚打算伸出手 却见萧婷旁佛 是为了加深自己的好印象 所以有些自豪地笑道 嗯 还有你上次去爬山 也是我黑入你手机 然后告诉会长的 灵性 脸上刚露出的笑容瞬间僵硬 嘴角抽了抽 她现在算是明白 宁竹哑口中的性格复杂 是什么原因了 你个混球害得我被毒打了一顿 结果现在一脸笑容地告诉我 就是真凶 我谢谢你啊 放学后别走 学生会的其他人呢 灵性坐在沙发上 打量着学生会办公室的布置 算不上多奢华 但也很有文艺风 见只有萧婷一个人在工作 有些疑惑对身旁的宁竹哑询问道 没了 宁竹哑平静地侧躺在沙发上 将鞋子脱下 把雪白的脚 放在了灵性的腿上 淡淡地说道 整个学生会 现在加上你 总共只有三个人 所以平时的事也很多 文言 灵性嘴角一抽 只有三个人的学生会 真亏你能够 让这个组织正常地运转下去 这时 萧婷拿着一张空白的申请表 走了过来 放在了桌上 有些紧张地笑道 这是学生会的申请表 欢迎你的加入灵性副会长 灵性拿过申请表 和桌上的钢笔 扭头看着宁竹哑 我这就成副会长了 宁竹哑轻轻地嗡了一声 躺在沙发上随意地说道 赶紧把申请表填上吧 然后给我去干活 说着 眼睛睁开了一条凤美眸 眯眼看着灵性 轻笑着说道 要是表现让我不满意的话 小心我扣你工资 看到他脸上那副 想要捉弄人的笑容 灵性突然对自己 加入学生会的决定 有些后悔了 这怕不是个坑吧 很快 在萧婷有些害羞的介绍下 灵性对于学生会 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萧婷指了指您 竹哑办公位旁边的一个位置 说道 这就是你的位置了 因为过两天 学校要举办一场烟花大会 所以我最近比较忙 如果你还有什么不懂的 到时候再来问我吧 好 谢谢你了 灵性点了点头 烟花大会他还是知道的 算是魔度大学 每年的一个活动 是为了欢迎 新生入学特意举办的 现在距离开学 已经过去了一个月 今年的烟花大会 也确实要开始准备了 宁竹哑此时 从沙发那边走了过来 笑意盈盈地说道 了解好了 那我们就走吧 天气这么热 我想去泡个澡 泡澡 想到宁竹哑完美的身材 灵性的脑中 不自觉地出现了 某些不可描述的画面 脸上下意识地闪过拘警 这时宁竹哑已经抱住了他的手 手臂直接陷入了傲人的双风 感受到传来的柔软 灵性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浑身有些酥软 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 正在干活的萧婷 不经意地抬起头 语气有些羡慕地说道 真好啊 我什么时候也能找到 喜欢我的人吗 十分钟后 灵性和宁竹哑回到了车上 司机扭动要是启动了车 朝着魔渡的一家私人御场走去 车内 宁竹哑如常趴在灵性的身上 白玉般的指尖 在灵性的胸口上画着圈 手也不老实地伸进了他的衬衫里 嘴角露出迷人的微笑 你 你这不好吧 灵性感受着 在自己身上躁动不安的清凉小手 打了个冷战 这女人该不会是要在这里发情吧 但宁竹哑的语气 却是有些冷淡 缓缓到你 刚刚和萧婷握手了吧 我什么时候允许了 你可以和其他女生握手的 就算那个人是我的朋友也不行 说着宁竹哑在灵性衣服内的手 用力地 在灵性的腰部的伤口上拍了一下 眼中有些不爽和生气 灵性瞳孔一缩 瞬间倒吸了一口冷气 差点痛得叫出声来 声音有些微颤 不就是握个手而已吗 这你也吃错 而已 宁竹哑的声音大了几分 从灵性的身上坐了起来 手也从她的衣衫内拿出 声音瞬间变得冰冷 她冷眸注视着灵性寒声道 你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没我的允许 你不能和其他女人 有任何亲密接触 话语简单明了 大气之中 带着绝对的不容置疑 说完 宁竹哑直接伸出手 搂住了灵性的脖子 贪婪地吻了上去 疯狂地发泄着自己的不满 和内心不断涌出的怒意 灵性被这突如其来的 吻搞得有点不知所措 伸出手想要推开宁竹哑 却被对方单手牢牢地擒住 宁竹哑暂时停下进攻的步伐 静在咫尺的眼眸 死死地盯着灵性的眼睛 其中充斥着的疯狂 让灵性的内心 不禁感到有些畏惧 宛若杀人般的目光 锁定着灵性的瞳孔 宁竹哑的声音有些沙哑 带着沉重的压抑 像是在控制着什么 灵性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 不要和除我以外的女人 有任何亲密的来往 不然我会让你明白 被铁龙囚禁的金丝雀 有多么的无助 威胁的话语 在灵性的耳边环绕 还不等她反应 宁竹哑就在刺吻了上来 甚至是直接将手伸进她的衣服 死死地抱住了灵性 直到此刻 灵性才明白 自己的女朋友 或许不止有点霸道 可能还有一点病骄 沉静的车内 正在开车的司机 眼神直勾勾地 盯着前方的道路 压根就不敢往后视镜看一眼 呜呜的声音一直在持续 这代表着宁竹哑的发泄 还在继续 后座上 灵性根本无法抵抗她的暴行 只能任其肆意地掠夺 唾液不断地交织 不知过了多久 宁竹哑才满足地停止了动作 眼神迷离地 在灵性的脖子 用舌头舔势了一下后 这才冷笑着说道 念在我们还只是刚刚在一起 所以 这次就放过你了 长点记性吧 希望你不会再有下次 声音在灵性的耳边回荡 让她唬去都忍不住一颤 按道 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这女人不会杀了自己吧 宁竹哑则是从她的身上下来 罕见地独自坐在一旁 她低头看到自己嘴角残留的唾液 对着扭头指着嘴角 对灵性说道 给我擦嘴 她还不忘说道 用你的嘴巴擦 刚打算休息一下的灵性 你强吻我 还让我用嘴巴给你擦嘴 你可是真是个大聪明 看到灵性没有第一时间凑过来 宁竹哑略微抬眼 你这是不服 灵性眼看着她的眼眸越来越冷 连忙坐了过去 闭着眼把嘴巴凑了上去 这样这样 如此如此 这般这般后 宁竹哑再次满足地松开红唇 把灵性的头放在了自己的白皙修长的腿上 休息吧 这是奖励你的 我谢谢你啊 灵性躺了下来 眼神有些绝望 不客气 宁竹哑十分大方地说了一声 然后俯身再次在她的嘴唇上 肆意玩弄了一番 这才善罢甘休 躺在她腿上的灵性 愤愤地擦去了嘴角的口水 真是个女流氓 宁竹哑伸手抚摸着灵性的脸 没有在意 毫不抵触地看着她的眼睛笑道 只要能得到你 流氓就流氓 与此同时 女生宿舍内的一间宿舍内 坐在粉红书桌前的晴晰 看着手里的两张画展的门票 在心中不断地给自己做着准备工作 或者手机上面 是灵性的联系方式 脸上闪过犹豫 一边的摄友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躺在上铺无奈地 对晴晰说道 小夕啊 你听说过一句话吗 犹豫就会败北 你再这样下去 就真的和灵性没有机会了 喜欢就要大胆地说出来 一直原地踏步 只会让你和灵性的距离越来越远 闻言 晴晰一想到自己暗恋灵性这么久 要是连一句喜欢都说不出来的话 就真的太遗憾了 想到这里 晴晰眼中的犹豫之色终于消失 转而化为了坚定的目光 打起手机直接给灵性发了一条信息过去 发完这条信息后 晴晰整个人瞬间一阵放松 他在书桌上有些期待地盯着手机的消息见面 他会答应吗 大概过了几分钟 手机轻颤了一下 是灵性那边回消息了 晴晰极紧紧张又期待地打开了手机 一眼就看到了灵性发来的OK的表情包 是一头小猪在鼻 扑呲一下 晴晰笑出了声 脸上写满了高兴 躺在床上的闺蜜 心中也松了口气 另一边 我都在某个高级浴场内 灵性回完消息后 把手机放进了面前的木柜子里 身上只围着一条浴巾 朝着一旁的入口走去 这家浴场正好是宁竹雅家里的 所以用的都是最好的配置 甚至是泡的水都是昂贵的药语 封闭式的浴场内 由于药语的温度过高 所以不断地有白气上升 朦胧的水蒸汽缭绕 一具堪称完美的郊区泡在药语之中 水嫩的皮肤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宁竹雅闭上眼 惬意地躺在药语内 抬起嫩滑的小手 水珠不断地从手掌低落 溅起一阵涟漪 这时脚步声传来 灵性也从入口处缓缓走了过来 脸颊上微微有些泛红 不知道是因为太热 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她缓缓走到药语的边上 不知是看到了什么 脸色迅速一红 连忙转过身去 背对着宁竹雅 你 你怎么什么都没穿 我靠这女人疯了吧 居然大胆到了这种程度 躺在药语中的宁竹雅 扭头看着灵性 眯起眼柔声道 这有什么 我们可是男女朋友关系 看就看了呗 灵性头一次 看到这种香艳的场景 这对于情长老实人的她来说 有些太刺激了 身后落水声 清晰地传入灵性的耳中 紧接着 就是一双浸尸的手 环绕在了她的腰间抱住 还不断地滴着水珠 随后灵性整个人瞬间一僵 感受到后背 有什么柔软的东西 靠了上来 她甚至还能清晰地感受到 那个凸起的点 卧槽 别啊姐 灵性人都快哭了 有这么诱惑人的吗 水雾缭绕的浴场之中 宁竹雅一步着寸缕地 从背后抱住了灵性 红唇在她的耳边滴雨道 怎么 到现在你害羞了 之前我帮你的时候 不是很享受吗 说着 灵竹雅的手往下一移 背对着她的灵性 一脸憋屈 可恶啊 这女人就是存心 想要捉弄自己 要我帮你忙 灵竹雅的声音 再次在灵性的耳边回荡 犹如恶魔的低语 灵性赶忙摇了摇头 开玩笑 要是在这里的话 她可不保证 能够管住自己 真要是发生了那种关系 她一辈子都得 受着女人掌控了 你确定吗 灵竹雅嘴角露出迷人的微笑 紧紧地抱住了灵性 然后上下磨蹭了一下 灵性的身体 瞬间像触电了一样 瞬间绷直脑子 更是有些不清醒 开始涌现无数的想法 她苦着脸哀求道解 我求你了 我们还在上大学呢 真不能干那事 水雾缭绕下 灵竹雅在听到那声解后 心中的不满彻底爆发 拒绝自己一次就算了 这都第二次了 真是找死 下一秒 灵竹雅直接把灵性扒拉了过来 让她面朝自己 然后冷眼将她推向了浴池内 滑的一声 灵性刚想要开口说话 就猛地喝入了一大口 灵竹雅的洗澡水 眼睛被呛得泛红 而她身上的裹着的那条浴巾 也落到了灵竹雅的手上 她随意地瞥了一眼 然后丢到了一旁 紧接着 自己也跳进了浴池 别 嗯嗯 灵性瞪大眼睛 看着一丝不怪的灵竹雅 站在自己面前 大片大片的雪白春光乍现 不知过了多久 在水蒸汽缭绕的浴池内 灵竹雅脸色潮红地 依靠在灵性的怀里 避着演戏声细语道 男人的话都是骗人的 你刚刚不是说不需要的吗 她的身体有些贪软 无力地被灵性 双手搂在怀中 完全使不上力 灵性的脸色 此时也有些战红 对宁竹雅的话 无法反驳 只能把她搂得更紧一些 两人的身体 一丝不挂地贴在一起 互相都能听见 对方的呼吸声 泡了一会后 宁竹雅实在是有些累了 在药狱中转过身 亲密地抱住了灵性的腰 轻声道我累了 抱我去换衣服 嗯 灵性点了点头 对于面前裸露出的 雪白肌肤的已经习惯 毕竟刚刚全部都已经 被她压了下来 但也算是过足了 一把眼影和手影 灵性伸出手 将宁竹雅拦腰抱起 踏着阶梯 一步步地离开了浴池 两人身上都滴着 散发热气的水珠 宁竹雅被抱在温暖的怀中 偷偷斜眼看了一眼灵性 心中暗自得意 她知道 在经历了这么大尺度的事情后 灵性已经彻底不能 甩开自己了 除非她是个渣男 但这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 男人 你已经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了 魔都大学操场上 在众多女大学生的尖叫声中 宁竹不断地拍打着手中的篮球 在她的面前 有五个人挡住了去路 但她并不当回事 直接拿起篮球脚步 瞬间后退了几步 然后猛地跳起 做出了投篮的动作 随着哐啪一声 在五人不甘地注视下 篮球成功地进入了篮筐之中 见到这一幕 围绕在防护篮外的一群女生 瞬间激动地尖叫了起来 情绪十分地激动 庞佛进球的是他们 小姐吐出口气 对着这五人淡笑道 既然我赢了 但按照赌约篮球部 将会有我接管 我还有事就先走了 说完 小姐在全场的欢呼声中 拿起自己的胯包 朝着远处的校门走去 她拿起手机 看着屏幕上的 一条条未读的消息 解开手机锁后点了进去 片刻后 小姐的嘴角 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 她注视着远处 天空飘荡的白云 低难道灵性吗 真有意思 这一下可就麻烦了呢 未婚妻居然被别人 截足现灯了 这可让我这个未婚夫 该怎么办呢 话虽如此 但小姐的脸上 完全没有丝毫的愤怒 明明是自己未来的妻子 跟其他的男人 有亲密的举动 却完全不放在心中 第二天一早 灵性借着要去医院 换药的借口 独自跑出了门 宁竹亚并没有跟着 反而是悠闲地 在家敷着面膜 放在一旁的手机上 有着一条未读消息 是萧婷几分钟前发来的 魔都 创世掌管门前 作为魔都有名的掌管之一 建筑更是气势辉弘 虽然只有千平米的占地 但足足有着四层楼之高 秦熙站在掌管楼下 穿着明显是经过精心打扮的 雪白色的短衬衫 衬托出傲人的身材 下身是一件黑色的白褶裙 却也掩盖不住修长的黑丝长腿 这样一个大美女 站在掌管的门口 自然就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可惜来掌管的大多数都是情侣 秦熙也因此 惹得很多路过的女性不满 好在这样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多久 林姓从不远处小跑了过来 因为怕被宁珠雅发现 自己是偷跑出来玩的 所以穿搭有些随意 抱歉 等很久了吧 林姓看了眼时间 已经迟到了十几分钟了 有些不好意思地笑道 哦对了 李良呢 不是说她也会来吗 林姓有些疑惑地看着四周 秦熙发消息叫她的时候 说李良那家伙也会来 所以她 才会答应得那么爽快 要是只有自己和秦熙 两个人的话 多少有点不好 更重要的是 万一被宁珠雅发现的话 估计自己要回去跪搓衣板了 秦熙身后背着个皮质小包 脸部红心不躁地笑道 她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有急事 就先走了 哦 这样啊 林姓并没有怀疑 点了点头 那我们也进去吧 秦熙点了点头 两人并肩 朝着展馆内走去 中途不知道献杀了多少人 都以为这是一对神仙眷侣 这次是画展 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展馆百出用来阅览的话 价值大概在十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很少有百万以上的画作 倒不是展馆买不起 而是达到百万级别的画 都是上乘作品 只会在特殊的日子 摆放出来 工人阅览 管内 林姓两人走进来后 看着周围数十幅 各式各样的画作 顿时有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旁若无人的开始游逛了起来 我记得这创世掌管的门票很贵吧 你怎么弄到三张门票的 林姓欣赏的同时 有些疑惑到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秦熙的家庭和她一样 都是属于很普通那种 这掌管门票 至少都要好几百了 对她们来说 属于是奢侈品 秦熙有意无意地 看向林姓的侧脸 随口捏造了一个谎言 是我和朋友在外面玩的时候 别人搞活动抽中的 其实这票是秦熙省吃俭 用了一个月才省下来的 就是为了今天 因为她要做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 两人一路上边看边聊 因为声音很小 所以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 很快他们就朝着二楼走去 秦熙则是并没有着急 打算等到了四楼再说 虽然已经做出了决定 但她还是要好好 做一下心理准备 免得到时候怯场 那时候做的一切努力 可就全部白费了 下一次机会 又不知道会是多久之后 等到了二楼之后 林姓忽然有些尿胀 对着身旁的秦熙 说了一句后 就快速地朝着厕所走去 你先逛吧 我有点那急先去上个厕所 等会再来找你 秦熙看着她匆忙离开的背影 收回目光随意地 在四处看了起来 其实她对这些画 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因为掌管的氛围 十分的安静祥和 所以为了稳住自己的内心 所以她将地点选在了这里 这时秦熙的余光 漂到了一幅 淡黄色边框的向日葵画像 从外表看来 似乎并没有什么出奇的感觉 但画像上的向日葵 给她一种 说不清到不明的感觉 下意识的她 走到了这幅向日葵画像前 身旁还有一位 勾搂着身子的老奶奶 头发已经全部被岁月染白 年事已高 老奶奶背着手 注意到了同样观察着 向日葵画像的秦熙 慈祥的笑道 这幅画很不错吧 文言 秦熙这才注意到 站在身边的老人 她刚刚观察的 有些太入神了 所以并没有发现 点点头 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给我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老奶奶目光 重新看向画像 话语中充满了故事 这幅画 其实是我画的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了 但我还是 每年都会来看一次 而这幅画之所以挂在掌管中 也只是因为 她想让更多的人看到 例如像秦熙这样的 每年都来看 秦熙微微有些惊讶 不解地询问到为什么 向日葵的画像前 老人静静地站立着 眼中有着回忆之色 缓缓到因为这幅画 代表着一件 对我意义很重大的事 一件遗憾的事 老人转过头 看向秦熙笑道 刚刚那个小伙子 应该不是你的男朋友吧 或许在外人看来 秦熙和灵性 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但对于过来人的老人 则是一眼 就看出了两人的关系 您怎么知道 秦熙点了点头 内心却是有些失落 或许在场所有人 都猜测 她和灵性的关系是情侣 但两人真正的关系 只有她自己才清楚 哈哈 这就是来自女人的直觉吧 老奶奶一笑 看着向日葵话 像意味深长地说道 向日葵的花语 是我的眼中只有你 你看那个小伙子的眼神 跟五十年前的我一模一样 老婆子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喜欢过一个人 但却从未表露过自己的想法 直到她死在了战场上 说到这里 老人脸上透露出几分伤心 她的眼睛 似乎一直在看着向日葵画像 但心早已不在这小小的掌管之中 她走之后 每日都活在痛苦之中 后知后觉的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光只是看着不行动的话 迟早会后悔的 就像我一样 人啊 非要等到 失去了才会明白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可流失的时间 已经不会逆转了 逝去的人 同样如此 恍惚之间 秦夕好像是明白了什么 她看着面前绽放的向日葵画像 不再是道不清说不明的感觉 反而脑中一片通明 在听完老奶奶的一番话后 她原本躁荡不安的内心 瞬间稳定了下来 眼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异彩 下一秒 她直接朝着厕所的方向走去 还不忘对着老奶奶道了一声谢 谢谢您 帮了我大忙了 片刻后 林姓刚洗完手从厕所出来 就见到不远处 秦夕朝着自己快步走来 然后在面前停下 你怎么 你别说话 林姓刚想要开口询问 她刚说到一半就被秦夕强行打断 她眼中有着坚定 就算是被拒绝她 也要勇敢地说出来 为了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显得平静地掌管二楼 一男一女互相对视而立 秦夕缓缓开口 林姓 其实我暗恋你很久了 能和我交往吗 我知道你和那个宁竹亚关系亲密 但我从高中的时候 就已经喜欢你了 对于你的喜好和性格 我都要比她更加地了解你 我对你的喜欢 不会输给宁竹亚半分 我比她更加地重视你 说完这句话后 清晰的脸颊 十分不自然地闪过一阵红郁 但目光丝毫没有怯场 静静地等待着林姓的回答 林姓眼中先是露出惊讶 随后平静了下来 脸色同样郑重地回到 说实话 我以前也幻想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对你很有好感 你也比那个女人了解我很多 嗯 林姓看着秦夕的目光 认真的说道对不起 我不能答应你 听到对不起三个字 秦夕的眼角一下就红了 泪水不受控制地掉了下来 她伤心地询问道是因为宁竹亚吗 林姓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点了点头 或许直白一点 对两人都是一种解脱 她拒绝也确实是因为宁竹亚 这边的动静 很快就吸引了二楼不少人的目光 齐齐朝着这边看来 眼神各异 林姓也知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拉着秦夕的手 朝着楼下走去 途中她的眼泪不受控制地落下 走出展馆 一辆红色的麦巴赫 在路边等待已久 后排的车窗打开 露出了宁竹亚精致的面容 似乎因为出门得太着急 所以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薄的睡裙 等到林姓牵着眼角落泪的秦夕 走出展馆的时候 宁竹亚恰好侧头看了过去 脸色出乎意料地平静 而在她的手中是一部手机 里面不断地传出有些喧闹的声音 林姓一出掌管 也注意到了停在路边的红色麦巴赫 此刻这个场景这个画面 她明白 自己或许死定了 林姓下意识地想要 牵着秦夕走过去解释一下 但才刚靠近 就听宁竹牙冷冷地开口道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先上车等回去 我再好好跟你算算账 林姓看了一眼身旁的秦夕 犹豫了下 还是松开了手 轻声安慰道 我等会叫李良过来接你 别哭了 难得打扮得这么漂亮 再哭就成小花猫了 说完 林姓走到红色麦巴赫的另一边 打开车门坐了进去 一抬眼就看见了宁竹牙冷冰冰的脸蛋 随着车子的引擎缓缓启动 秦夕看着车内坐着的宁竹牙 眼中的坚定之色 并没有因为林姓的拒绝而消失 她突然开口 声音随之大了几分 对着宁竹牙说道 别以为宁了 我希望你能够珍惜阿信 别让我看到夺走她的机会 不然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她抢回来 坐在车内 宁竹牙的脸色再次冷了几分 侧头看向秦夕冷笑了一声 有本事你就把她从我身边抢走看看 话落 红色的麦巴赫就迅速地驶离了这里 只给了原地神伤的秦夕 留下了一个车尾灯 看着车子离开的方向 秦夕蹲下身低难道 这就是失恋的感觉吗 比以往的任何苦都要痛 但是 她对灵性的表白绝不后悔 因为她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 车内 气氛一片沉重压抑 看着沉默不言 冷着脸坐在一旁的宁竹牙 灵性脸上露出了有些勉强的微笑 你怎么过来了 原本李良也要来了 可是她因为有急事 所以就先走了 所以才只有我和秦夕两个人 真的我没骗你 骗我 宁竹牙扭过头 看着灵性的眼睛 脸色迅速阴沉了下来 停静的声音之中压抑着无法遏制的怒意 你觉得你说的话我会相信吗 你让我拿什么相信你 怎么 你换腰换着换着 就和别的女生跑到掌管里看话 享受二人生活是吗 面对宁竹牙的这句质问 灵性张了张嘴 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反驳 倒是这副态度 让宁竹牙心中更加的生气 她冷冷道 我之前已经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做好接受处罚的准备吧 这次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就放过你了 我给你一个深刻的教训 我是不会罢休的 文言 灵性的身体不自觉地打了个冷战 庞佛已经预想到了 自己接下来的悲惨结局 天目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内 宁竹红正在处理文件 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看到上面显示的名字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他暂时放下了手里的事情 接通了电话 那头传来了一道平静的声音 宁叔说 不知说了些什么 宁竹红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叹了口气后缓缓说道 这都是小雅自己的决定 等毕业之后 一切都会变成原来的样子 反正你也不在乎这些 不是吗 电话那头的萧杰倾笑一声 我当然是不在乎这些的 但宁竹雅现在怎么说 也是我的未婚妻 你们不带她说话 宁竹红直接开口道你放心 我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小雅做的不对 给你一些补偿也是应该的 半个小时后 天云别墅区内 在别墅的二楼卧室 宁竹雅冷漠地拉上了窗帘 房间顿时昏暗了起来 她走到了房门处 直接把门反锁后 要是朝着卫生间那一丢 然后看向了坐在床边的灵性 此时的她还想要解释 你真的误会了 但还不等她说完 宁竹雅心中 恶至已久的怒火终于爆发了 光着脚上前 直接踹向了灵性的肚子 昏暗的卧室内 灵性脸色有些害怕地坐在地上 身体不断地后退 最后躲在了墙角处 看着黑暗之中 朝自己走来的宁竹雅 颤颤巍巍地开口道 不是 我和秦夕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都是误会 误会 宁竹雅脸色阴沉地朝着灵性走去 光脚走在冰凉的地板上 但此刻她的心更加地寒冷 冷笑道 我当然知道 你和那个女人没什么关系 但我气的是你瞒着我 跟别的女人一起出去玩就算了 但你居然还敢和她手牵手 说话间的功夫 宁竹雅已经走到了灵性的面前 随后伸出手白皙的手臂 掐住了她的脖子 她单手掐住灵性脖子的同时 蹲下身在黑暗 寂静的卧室中和她对视 目光之中闪过一道杀机 咬牙说道 之前是我对你太仁慈了 所以才让你敢三番五次地惹怒我 你太不听话了 说完 灵性就看到一个拳头 在自己的眼中快速地放大 随后口中发出一声惨叫 表情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强忍住右眼传来的疼痛 灵性挨了这一拳后 心中更是一阵不甘 经过这几日 好不容易对宁竹雅生出的几分好感 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 她错了 这女人简直就是个疯子 要是再这么下去 自己非被晚死不可 灵性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宁竹雅 眼中的不甘和极力压制的怒气 更是被宁竹雅收入眼底 见此 她松开了掐住灵性脖子的手 转而用细腻温暖的小手 摸向了她的脸庞 嘴角勾了出一抹弧线 怎么 看起来你很不服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你太弱了 根本打不过我 所以你不得忍耐 但忍又有什么用呢 你一辈子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也一辈子逃不开我的手掌心 宁竹雅说完真理后 俯下身子 诱人的红唇 直接覆盖在了灵性的嘴唇上 开始不断地肆意妄为 眼神挑衅地和灵性对视着 撕拉一声 在灵性不甘的目光下 身上的衣服被撕成了烂布条 随意地丢在了地上 双唇分离 在寂静黑暗的卧室内 宁竹雅直接坐在了灵性的身上 她看着眼神不甘的灵性 性质更是无法遏制地增长 既然你这么喜欢盯着我 那我就让你盯个够吧 宁竹雅边说话的同时 有条不紊地脱下了身上单薄的睡裙 那幅完美的娇躯 更是毫无遗漏地展现了出来 灵性眼神不服地 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宁竹雅 咬牙切齿地说道你这个疯婆子 就算你再怎么折磨 我也没用的 我一辈子都不可能接受你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这是灵性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第一次说出如此恶毒的话 可见她心中对宁竹雅 是有多么的讨厌 但这句话的效果似乎超出了她的预料 毫不掩饰的厌恶话语犹如一道利剑 插入了宁竹雅的心中 她刚打算有所动作 在听到灵性这句话后 整个人愣在了原地 目光看着灵性眼中的厌恶与不甘 宁竹雅彭佛是在她的身上看到了什么 阴沉的脸缓缓归于平静 坐在灵性的身上沉默了几秒后 宁竹雅从她的身上站了起来 平静的目光低头看着灵性 红唇微起嘴中吐出了一个字 滚 闻言 躺在地上的灵性也是一愣 心中不可思议地看着宁竹雅 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打算放过自己了 昏暗的卧室内 宁竹雅垂头注视着灵性的眼睛 声音之中带上了几分厌恶 不过这股厌恶不是对灵性的 而是对她自己 马上从我眼前消失 有多远滚多远 最好不要让我再看见你 说完 宁竹雅转身直接光着身子走出了卧室 见到这奇怪的一幕 灵性心中万分不解地从地上坐了起来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刚刚还一副要折磨死自己的态度 这才骂一句就走了 算了管她呢 得趁现在赶紧溜 灵性如此想着 毫不犹豫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看着地上被撕碎的衣服 她只好从衣柜里 拿出凝竹牙给自己买的衣服换上 现在还是大白天 要是光着身体出去的话 估计连别墅区都走不出去 大不了自己以后把钱还给这封婆子 迅速地换好衣服后 灵性飞快地跑出了别墅 生怕宁竹牙后悔 再把自己抓回去 殊不知 在别墅的二楼侧卧的窗后 宁竹牙光脚站在窗前 冷眼看着灵性逃出别墅的背影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流下 她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但宁竹牙的眼底 是发自内心的厌恶 不是针对任何人 而是对于她自身对自身的厌恶 收回目光 宁竹牙的脸色 重新归于淡定自若的平静 恢复成了遇见灵性前的淡然 庞佛对所有事物都漠不关心 犹如一位端坐于高天的神女 不沾染半分烟火气 孤独地行走在被安排的路上 十分钟后 灵性看着身后的别墅区大门 内心一阵激动 脸上喜笑颜开 终于摆脱这个女人了 不行 我得赶紧回去收拾东西 然后回家里躲一阵子 谁知道这女人 会不会在什么时候反悔 好不容易摆脱这个魔窟 灵性可不想再被魔女抓回去虐待 但她才刚走出几步路 远处的道路尽头 忽然驶来一辆黑色的保时捷 油门的轰鸣声 隔着老远都能听见 灵性本来倒是并没有在意 自顾自的走在路边 毕竟这里可是魔都 最高档的别墅区 保时捷这种豪车并不少见 但没一会 急促刺耳的刹车声响起 那辆庄严奢华的黑色保时捷 直接停在了灵性的身旁 看着停在身旁的保时捷 灵性皱了皱眉 不明白车主是想要干嘛 驾驶位的车窗缓缓降下 露出了一张灵性熟悉的脸 灵灯红嘴里叼着根烟 贴眼看着灵性 淡淡到上车 我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如果你拒绝的话 我会把你从魔都大学除名 听到这般毫不掩饰的威胁 灵性本来因为逃脱宁竹哑 而喜悦的心情 瞬间荡然无存 你们有钱人都这么喜欢威胁人吗 车内 灵灯红侧头看着灵性眼中的不满 随意地丢掉了嘴里的烟 摆了摆手笑道 表情别这么可怕嘛 我真的只是想和你好好聊聊 对你也没什么恶意 愁出了片刻后 灵性还是无奈地拉开 保时捷的后车门坐了进去 没办法 谁叫自己的拳头 没人家的硬呢 要是就这么被魔都大学除名的话 自己估计就得回家继承祖传锅产了 想想就觉得恐怖 魔都的一家人气很高的咖啡厅内 灵性和宁东红靠窗而坐 店内采用的是西式的装修风格 一架钢琴摆在店里的中央位置 钢琴师的手指不断地按下 一首西式交响曲在店内响起 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 灵性端起手中的咖啡喝了一口 很苦 但可还可以接受 宁东红坐在对面 双手交叉放在腿上 看向灵性的眼神中带着审视 语气平淡地开口道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要跟你说一些事情 在此之前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根据我调查的资料 你的父母是在二十年前搬到紫川省的 那你知道在此之前 你们一家是住在哪里的吗 紫川省 与摩都靠的很近中间 只隔着一个小省 也算是国内的二十多个省份中 排在中列的了 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 灵性放下手中的咖啡 虽然不知道对方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但还是老实地摇了摇头 宁东红多看了他一眼 也不再纠结这些 叹了口气 对着灵性缓缓说道 我的妻子 也就是小雅的妈妈 在生小雅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所以丧失了女性的生育功能 这也就代表着小雅成了我唯一的女儿 也成为了天目集团的唯一继承人 一说起这些悲痛的事 宁东红眼中就闪过阵阵不忍 但还是接着开口道 小雅他以前的性格 其实很开朗活泼 跟现在完全就是两个样子 虽然未来他要挑起整个宁家的重担 但我和他妈妈 还是打算等到他大学毕业后 再接触这些事情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 我们不得不提前让小雅 接触集团上的事务 甚至开始压榨他成长 希望他能够在最短的时间成长起来 坐在一旁的灵性默默地听着 心中的好奇心也被勾引了起来 照宁东红的话来说的话 以前的宁竹雅 跟现在完全是两个人 那他是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样子的 活泼 开朗 灵性觉得这种性格 估计跟宁竹雅那封女人一辈子 都不会有半点的联系 宁东红自然也注意到了 宁竹雅眼中的好奇 侧头看向了窗外 眉间带着屡屡愁续 你知道魔都秦家吗 秦家 灵性在脑中仔细地思索了一番后 摇了摇头 听着感觉有点熟悉 秦家的长子秦杰 就在魔都大学读书 你偶然间听过也正常 宁东红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眼中出现一抹危险的恨意 和浓浓的杀鸡 接着开始跟灵性介绍起了秦家的由来 他的声音之中多了些沉重 秦家在魔都是仅次于我宁家的存在 在国家的很多部门中 都有他们的身影 小到乡镇的镇长 大到国家部门的一把手 总之势力大的超乎想象 但只在官场呼风唤雨的秦家 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难题 听到这里 以灵性的头脑 也大概猜出了一些事 在华国当官 有一条明文规定 公家的人不能从事商业 同时从商的人 也不能进入国家部门 这条规定 灵性在大学的课堂上 偶然听老师讲过 据说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 才有了这么一条规定 而听着刚刚宁东红 对秦家的描述 可以说是完全在官场上 走到了很高的地步 但要说缺陷和野心的话 只可能是商业了 果不其然 灵性脑中刚生出这样的想法 就听宁东红接着道 秦家的人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 想要把手伸进商圈了 对于他们来说 手中的权力 如果再加上巨额的财力的话 无疑是一件美事 而我宁家 就是这么被他们盯上的 秦家和我宁家 在小雅八岁那年 签订了一个婚院 目的就是为了 我宁家的天幕集团 想要空手套白狼 然后呢 听完宁东红说的这些 灵性心中没有丝毫的波澜 毕竟宁家出什么事 跟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不过这些大家族之间的 尔虞我诈 真是够厉害的 灵性从来没有想过 这种只在小说里看到的剧情 居然会在现实中出现 宁东红对于灵性的这个态度 丝毫不意外 毕竟以女儿现在的性格 想必这小子心中的恨意不少 他从身上掏出金色的银行卡 放在了桌上 脸色认真地对着灵性说道 这次我是瞒着妻子来的 虽然知道 女儿能够越早独当一面越好 但我还是想她 至少在大学这两年 能开心地度过这段时间 这张卡里有三千万算是谢礼 只要你在大学期间 替我们好好陪陪小雅 这也是我这个做父亲的 唯一能做的事了 说着 宁东红站起身 目光近乎哀求地看着灵性 然后缓缓弯下了腰 因为主动掀开伤疤 此刻内心更是沉痛无比 女儿如今的性格 几乎可以说是 她和妻子一手造成的 无休止地培养和压榨 不忍却又不得不这么做 一旦秦家真的吞并了宁家的话 以小雅天目集团继承人的身份 肯定活不过一年 为了彻底掌控天目集团 秦家绝对会以最隐秘的手段 将自己的女儿除掉 但若是自己的女儿 能够成长起来的话 未必没有一线生机 听完这些隐秘的事 灵性忽然觉得 宁竹雅的偏执性格 好像也不是不能理解 在自己还在和朋友 满大街玩闹的时候 宁竹雅却不得不开始学习 各种商业知识 其中的过程 想必是常人难以忍受的 可以说 正是这十几年的折磨 让宁竹雅养成了现在的性格 不过灵性本身算是一个意外 而这 也是宁东宏主动找上来的原因 女儿好不容易对一个人产生兴趣 她这个做父亲的 就算是拼尽全力 也要弥补一些亏欠 别说是低下腰了 如果灵性同意的话 就算是要看宁东宏当场跪下 她也不会有半点的犹豫 安静的咖啡厅内 清零的钢琴声在耳畔奏响 气氛一片祥和 唯有在角落靠窗的位置 似乎格格不入 压抑而又沉重 灵性从位置上站起 看都没看 那张银行卡一眼 抿了抿嘴后 低难道对不起 灵性从位置上站起 如墨般的眼眸低垂 对不起 没有半点的犹豫 灵性直接拒绝了宁东宏的请求 她不可能为了前去 刻意地迎合别人 那种是她做不来 宁东宏面色一愣 没有想到灵性会拒绝自己 要知道 这可是足足三千万 仅仅是陪自己的女儿 两年就能得到三千万 这对于普通家庭的灵性来说 应该是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才对 她下意识到为什么 宁东宏觉得自己对灵性 已经足够了解 根据她的调查 灵性不管是在高中三年 还是进入大学的这一年 都在想方设法地 获得学校奖学金 现在自己给出了 这么丰厚的报酬 她居然想都不想一下就拒绝了 就当灵性打算说出自己 和宁竹崖已经闹掰了的时候 咖啡店的玻璃大门 忽然被人猛地踹开 砰的一声巨响 玻璃门的被踹得粉碎 玻璃碎片不断地掉落在地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这巨大的动静 顿时吓了店内所有人一跳 目光惊恐地看向了门口的方向 在店门处 一脚踹爆玻璃门的黑衣保镖 让开道路 只穿着一袭白色碎花裙的宁竹崖 冷着脸走了进来 她的目光在店内 快速地扫尸了一眼 很快就锁定了坐在角落的灵性 尤其是看到自己父亲也在的时候 更是脸色阴沉 她随意拿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了柜台 冷漠地说道 今天这里我清场了 一切损失从这里面扣 说完 宁竹崖直接迈步 朝着角落的位置走了过去 而那些客人 更是迅速地逃离了这里 能来这里喝咖啡的人 大多都是不缺钱的 但是往往最怕死的 就是有钱人 咖啡店的角落里 灵性看到朝这边走来 冷着张脸的宁竹崖 浑身更是打了个冷战 她怎么过来了 该不会是后悔了吧 宁竹洪看着走来的女儿 刚想要开口 就被宁竹崖打断 她站在桌前 冷眼看着自己的父亲 眼中没有憎恨和怨恨 唯有冷漠 沉声道 我不需要任何人来可怜我 说完 宁竹崖直接伸手拉着灵性的手 朝着店外走去 只给宁竹洪留了一个背影 灵性则是被动地被宁竹崖牵着 手腕被宁竹崖死地抓住 根本不容人挣脱 咖啡店的门口 停着那辆红色麦巴赫 宁竹崖松开了抓住灵性的手 拉开车门坐进了驾驶位 她侧头冷眼看着 还愣在原地的灵性 愣着干什么 上车 哦 可能是在知道了宁竹崖的经历后 灵性心中对她的恨意少了些许 所以并没有拒绝 毕竟宁竹崖如果不想放自己走的话 自己绝对逃不出她的手掌心 轰随着油门踩下 红色的麦巴赫 就像是一道红色的残影 朝着远方掠去 车内气氛有种压抑的沉静感 宁竹崖冷眼注视着前方 冷漠地开口道 我爸他跟你说了什么 灵性坐在副驾驶上 身体靠着车门斜眼看着车窗外 语气平淡道 还能说什么 你不是都猜到了吗 以宁竹崖的头脑 灵性不相信 他会猜不到 宁竹宏找自己的目的 开着车的宁竹崖脸色 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声音如同雪叶一般寒冷 听了之后有什么感想 是不是想可怜我 如果灵性真的有这个想法的话 宁竹雅并不会觉得意外 毕竟怜悯的心每个人都有 只是或多或少罢了 但怎么会 灵性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目光平静地看着窗外 快速驶过的路径 说出了一句 令宁竹雅内心动摇的话 彭佛是想到了什么 灵性的声音变得有些沉闷 说实话 我不但不可怜你 反而还有点崇拜你 你从小经历的事情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头顶悬着一把刀的情况下 还能撑到现在 如果是我的话 就做不到你这样 为了自己不感兴趣的是付出一切 换成我的话 估计早就崩溃了 在我小的时候 其实也遇到过这种事 但我却直接选择了放弃 明竹雅在听到灵性 居然是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眼中的冰冷减缓了些许 但语气依旧没有什么变化 你知道 你这是在干什么吗 如果你真的想要摆脱我的话 就不应该说出这样的话 只要你说 你很可怜我 我就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丢下车 那样你就自由了 灵性无奈地摆了摆手 没办法 做自己想做的事 说自己想说的话 这是我的人生信条 他灵性就是这样的人 触犯到他底线的事 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 也强迫不了他 大概过了十分钟 灵竹雅将车 缓缓停在了魔都大学的门口 冷淡到滚吧 文言 灵性脸上并没有表现得太高兴 直接推开车门 朝着校内宿舍楼走去 这时却听身后 传来灵竹雅的声音 好好休息休息吧 明天开始去学生会给我干活 每个月两千块 我们可是说好的 已经半只脚 跨过校门的灵性一论 什么意思听这话 是还想要缠着自己 想到了什么 灵性回头 看着坐在车内的宁竹雅 声音大了几分 卧槽 不是两万吗 怎么变成两千了 再说了 你不是要放过我了吗 坐在车内的宁竹雅 看着灵性的样子 嘴角微微勾起 对着他轻声道 记得按时道 要是迟到的话 我会扣你工资的 也想着逃跑 不然我会不高兴的 说完 车窗彻底地关上 红色的麦巴赫 轰鸣了一声 驶离了校门口 只给灵性留下了车尾气 灵性看到这一幕叹了口气 转身接着朝宿舍楼走去 还以为宁竹雅终于腻了呢 结果居然是斗自己玩的 但他殊不知 宁竹雅当时确实是认真的 但是在车上 听到灵性对自己遭遇的感想后 压制下去的兴趣 再次涌现了出来 如果说之前是因为 灵性的独特 才开始对他产生兴趣的话 那么现在宁竹雅 就是真的对灵性整个人 都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这就像是毒品 一旦有了开头 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下午 我都大学内 灵性刚走到宿舍楼的门口 就被人给拦了下来 萧杰双手插在裤包里 挡在了灵性的面前 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 你就是灵性 低头玩手机的灵性抬起头 疑惑地 看着站在面前的青年 看年龄应该和自己差不多 颜值也大拆不拆 你是 萧杰对着灵性伸出手 脸上一直带着和须的笑意 认识一下吧 我叫萧杰 不过 你应该会对我的 另外一个身份感兴趣 我还有一个名字叫秦杰 是宁家大小姐的未婚夫 闻言 灵性脸上闪过惊讶 看向萧杰的目光认真了一些 刚听宁竹雅讲完秦家婚约的事 没想到还没过一会儿 郑主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俗话说得好 伸手不打笑脸人 宿舍楼下 灵性伸出手 简单地和萧杰握了一下 淡淡到灵性 大二的 嗯 我知道 萧杰点了点头 看来你应该听说过 宁家和秦家的事情了 灵性脸色并没有什么波动 看向萧杰的目光平静自然 你找我是想让我离你的未婚妻远点 这也正常 毕竟没人愿意看到自己的未来妻子 跟其他的男人过于亲近 但萧杰却是摇了摇头 将手重新插回兜里 对着灵性淡笑道你想多了 我只是单纯地对你有些好奇 对于那个女人我虽然有点兴趣 但并不是感情上的 而且 她也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在魔度一代的同龄人中 宁竹亚算是我唯一 比较认可的人 所以我很好奇 被她选择的你 到底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文言 灵性贪了贪手 无所谓的笑了笑 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就是一个正常大学生 没有所谓的特殊之处 我可不这么觉得 萧杰卖步朝着操场走去 路过灵性时略微停顿 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肩膀 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 一个人的眼神是无法骗人的 在知道我是秦家大少爷的身份后 还能够保持淡然 本身就是一种特殊 而且 你的眼睛告诉我 你和我是同一类人 如果世界上有阶级的话 那你就是和我 站在同一阶梯的人 说完 萧杰朝着远处 喧闹的操场走去 脸上自始至终都带着笑容 似乎和谁都能相处得过来 但灵性听到萧杰的话后 扭头皱眉看着她的背影 直觉告诉她 这个萧杰很不简单 让人看不透 她很少遇到自己看不透的人 一开始不知道宁竹亚身份的时候 她算一个 而现在在萧杰自爆身份后 却还是笼罩着一层 让人捉摸不透的迷雾 今天遇到的事 还真不是一般的多 时隔几天回到宿舍 灵性推开门 正巧看见了李良躲在被窝内 正在行不轨之事 突然开门的动静 吓了躲在被窝里的李良一跳 连裤子都没来得及提上 露出一双眼睛 看到是灵性后 松了口气 灵性不屑地看了一眼好机友 梁子 要节制啊 大白天就蒙被子里去 小心哪天金金人枉我 还得给你收尸 我可缺你的吧 李良笑骂了一声 从床上走了下来 好奇地看着躺在床上的灵性 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是不是被您家大小姐给玩腻了 所以一脚把你踹开了 灵性躺在床上 叹了口气愁续地说道 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 对了 秦夕她怎么样了 嗯 应该算没事吧 李良坐回了电脑桌前 我看着反正挺正常的 应该是没啥问题 灵性文言轻轻地嗡了一声 闭上眼睛 就这么睡着了 周四上午八点 夏日的阳光格外刺眼 光是走在路边 就会汗流加倍 学生会办公室内 宁竹雅翘着腿 有些不耐烦地看着手机的时间 一旁的萧婷 则是还在吃着早餐 距离学生会的打卡时间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就当宁竹雅的耐性 即将消耗一空的时候 学生会的大门终于打开 入眼 是灵性打着哈欠走了进来 手上还拿着一个 啃了小半的包子 你迟到了 宁竹雅坐在沙发上 冷眼看着走进门的灵性 灵性慢悠悠地走进门 随意地找了个位置坐下 啃了一口包子后 不慌不忙地开口道 根据学生会的第十六条规定 只要在标准时间的 十五分钟内打卡 就不算迟到 哼 宁竹雅站起身 朝着灵性走了过去 冷笑道 学生会的规定 你知道的还挺多的吗 说着 宁竹雅直接抢过了灵性手里 还剩一半的包子 然后三两下 吃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舔了舔手指弹弹道 规则是由人制定的 我说你迟到了 那你就是迟到了 坐在一旁的萧婷 默默地拿着早餐走了出去 十分贴心地 放上了办公室的门 这下空荡荡的办公室内 就只剩下了灵性 和宁竹雅两个人 后者直接将灵性 从椅子上拎了起来 霸道地亲了上去 嗯嗯 大概过了十分钟的样子 当萧婷重新走进办公室的时候 原本活力满满的灵性 已经生无可恋地 躺在了沙发上 灵竹雅坐在她的身旁 把玩着她的黑色短发 时不时地捏一下灵性的脸 像是在玩弄喜欢的玩具 她轻声道 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灵性抿了抿嘴 还不错 灵竹雅又道 可是我昨天睡得不好 灵性那你真可怜 熬夜会长黑眼圈的 文言 灵竹雅脸色一沉 虽然知道 这是灵性故意这么说的 但心里还是忍不住地生气 去给我倒杯水 灵竹雅拍了拍灵性的屁股 吩咐道 灵性嗷了一声 随意地拿起灵竹雅桌上的淡粉色杯子 走到饮水机 前接了杯热水回来 农 给你 灵性把接满水的水杯 放在了灵竹雅的面前 但后者却并没有接过 她淡淡地说道 我要喝进口的 进口的 灵性脑子没反应过来 毛了毛头 我现在上哪去给你弄进口的水 而且 水不都一个味道吗 背靠在沙发上坐着的灵竹雅见着呆子 没有领悟自己的意思 于是指了指自己的嘴 进口 懂了吗 见状 灵性这才反应过来 有些不情愿地喝了一口水 朝着灵竹雅的红唇送去 反正都亲过了 进口就进口吧 又不是自己吃亏 学生会的办公室内 灵竹雅伸手搂住了灵性的脖子 将她嘴里的水 全部掠夺了过来 最后满意地舔了舔唇角 她看着灵性脸上的微红 调笑道 怎么都是老夫老妻了 你到现在居然还会害羞 被戳穿心思 灵性不满地哼了一声 她去嘴唇上的口水 谁跟你是老夫老妻 我这只是有点热 懂吗 没办法 她可没有宁竹雅这么心大 母胎单身了二十年的她 第一次交女朋友 虽然说是被强迫的 但一时半会也适应不过来 忽然想到了什么 她坐到了宁竹雅的身旁 打探到你知道那个小姐吗 宁竹雅眯了眯眼 你见过她了 灵性点了点头 好奇地询问到昨天见过一次 感觉是个怪人 你了解她吗 想知道 灵竹雅指了指自己的脸蛋 嘴角勾起笑容 亲我一下 再叫我一声老婆 我就告诉你 闻言 灵性脸上的好奇瞬间消失 面无表情地扭回了头 还是算了吧 我突然就不好奇了 灵竹雅手中忽然出现了一把 不知从哪里掏出来的小刀 灵晃晃的刀光印在灵性的侧脸上 扭头看向她 你刚刚说什么 我好像没有听清楚 能再说一遍吗 说着 灵竹雅把玩着小刀 十分随意且自然地 在指尖转了个刀花 对着灵性眨了眨眼 灵性 你威胁得还能再明显一点吗 无奈 她只好凑上前 在灵竹雅白皙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 老婆 诶 真乖 灵竹雅听到这声老婆 满意地笑了起来 然后对着灵性勾了勾手 又指了指自己的大腿 意思很明显 一分钟后 灵性脸色微微有些发烫的 枕在灵竹雅的玉腿上 香味不断地朝鼻尖涌来 灵竹雅被靠在沙发上 双手揉着灵性的头发 垂眉对着她低声道 消洁这个人不简单 你以后能离她远点 就尽量离她远点 她可不是什么善茬子 感受着玉腿柔软的灵性皱眉 有多不简单 灵竹雅笑着 摸了摸灵性的眉头 将其书展开来 柔升到你的余额已不足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就请充值吧 灵性无语 再次开口喊了一声老婆 灵竹雅这才接着说道 其实这个消洁 本来并不是秦家的继承人 而是秦家家主秦鹏在外的私生子 而我本来的未婚夫 也并不是她 说到这里 灵竹雅眼中多了几分认真 抚摸着灵性的同时平静地说道 但是在婚约缔结之后不久 秦鹏的二儿子和三儿子 在一次外出游玩的时候 意外被一伙杀人犯给绑架了 我也只是偶然间听说过 据说那伙人正巧是秦家的仇人 所以在绑架了秦鹏的两个儿子后 用最残酷的方式杀死了他们 并且还录下了视频发给了秦鹏 说完这句后 灵竹雅再次没了动静 躺在他腿上的灵性又喊了一声 老婆 灵竹雅这才接着往下说道 事后那伙杀人犯 全部死在了一处山沟里 是被人给下毒毒死的 灵性听完 心中瞬间涌现出了一个猜测 你是说他们是被肖杰毒死的 灵竹雅摇了摇头 我也不清楚 这也是我的猜测而已 毕竟那件事的最大受益者 就是肖杰 而在他获得继承者的身份后 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商业头脑 和非同小可的诚服 就算是我也不敢小看他 这个人的野心太重了 灵性却是到一个这么有能力的未婚夫 你不该高兴吗 文言 灵竹雅低头笑着捏了捏灵性的脸 你是不是吃醋了 放心吧 我已经和他私下谈过了 只要在毕业以后 我帮他一件事 这场婚约就可以解除 谁吃错了 知道了自己想知道的事 灵性刚想要坐起来 就再次被宁竹雅压回了腿上 轻声道 就这么待一会吧 反正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正在玩着小游戏的消停 会长你这话说的 我真的很伤心 我也是人 看到你们两个这么秀恩爱 我心里也会不舒服的 快来个人和我谈恋爱吧 天目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内 一身西装打扮的宁东红 推开门走进办公室内 正在处理文件的宁运 抬起头看了他一眼 随后收回目光淡淡道 你找过那小子了 感觉怎么样 真是什么事都瞒不过你 宁东红苦笑了一声 走到了办公室内的沙发上坐下 叹了口气 说实话有点捉摸不透 这个叫灵性的孩子 总能在你以为 已经完全掌控他的时候 做出超乎预料的举动 我感觉有些不对劲 不管是他这个人 还是他的身世 这一切都给我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坐在办公桌后的宁运 手中的钢笔一顿 挑眉到真是少见啊 居然还有你看不透的人 看来这一代的年轻人都不简单 不管是哪个宵节 还是这个灵性 都有着远超同龄人的不凡之处 宁东红抬头看着天花板 眉间透露出愁绪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灵性 咱女儿可是对他喜欢的不得了 宁运重新奋笔记书了起来 手中的钢笔快速地滑动 写下一个个秀美的字体 淡淡地说道 随便他们吧 小雅也不小了 知道自己的路要怎么走 他未来的路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干涉的了 我让你去接触的那位情况怎么样了 如果能够得到那位先生的帮助的话 秦家肯定会投鼠忌气 至少短时间内不敢对我们有什么动作 宁东红呼出一口气 摇了摇头 声音有些沉闷 失败了 我连人都没见到 这一没背景 二没关系的 人家怎么可能见我们 想要得到那老先生的帮助 简直难如登天 宁运闻言 心中也是一阵失望 看来只能顺其自然了 临近饭点 国读大学的学生们一窝蜂地涌出 纷纷朝着食堂冲去 势必要抢到一个好位置 社团大楼 学生会的办公室内 灵性看着办公室内厕所紧闭的门 想了想 还是走了出去 人是铁饭是钢啊 本来他早饭就只有一个包子 结果还被宁竹牙给抢过去了一半 此时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手机轻微地震动了一下 他拿起一看 是李良发过来的 良好大 要衣服给你带饭吗 我这次可是冲在了第一梯队得意 灵性既然无而如此懂事 那朕就确之不公了 良我 退出聊天界面 灵性脸上 带着淡淡的笑容 朝着楼下走去 此刻在他手机账户里 已经静静地 躺着两千块钱 可谓是底气十足 等到他走下楼的时候 办公室内的宁竹牙 刚好从卫生间出来 看着已经消失不见的灵性 疑惑地看向坐在角落的萧婷 灵性人呢 正在吃着豪华外卖的萧婷 吃下一口龙虾后 声音柔弱地说道 刚刚下楼去了 应该是去食堂吃饭了 听到灵性居然抛下 自己一个人去食堂了 明竹牙眼睛微眯 快速地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真行啊灵性 我上了厕所的功夫 你就赶跑 难道吃饭比我还重要 与此同时 热闹喧嚣的食堂内 一眼看去 几乎大部分的位置都坐上了人 场面极度的热闹 我读大学的饭菜 虽然称不上多么的奢侈 但也算是种类齐全 菜香味更是弥漫整个食堂 在食堂的角落 当灵性到的时候 李良和面色如常的秦熙 坐在餐桌前 匆匆赶来的灵性 看着桌子上只有一份饭 疑惑地对着李良 说道你给我打的饭呢 我可是连早饭都没吃饱 现在正饿着肚子呢 你可别跟我说你忘了 李良还没说话 就见秦熙从桌下端上来一份饭盒 对着灵性 笑到我最近 在练习做饭 今天正好多做了一份 所以就没让李良给你打饭 说着 他打开了饭盒 露出了里面精致的饭菜 明显比食堂的菜要高级很多 灵性看着香味弥漫的热腾腾的饭菜 咽了咽口水 但想到自己现在和宁竹亚的关系 又有些犹豫 这要是让他知道的话 肯定免不了一顿教育了 但他转头看了一眼 排在食堂窗口前的肠队 又感受了一下自己 鸡肠碌碌的肚子 有些难以抉择 秦熙见灵性有些犹豫 再次出声道别站着了 赶紧坐下吃吧 你就算现在去打饭 也只剩一下边角料了 再说了 灵竹亚现在又不在这里 你怕什么 灵性一听 好像说的也是 最终还是干饭的欲望 占领了他的脑子 直接坐到了椅子上 看着面前的饭菜 顿时胃口大开 他拿起筷子 直接开始狼吞虎咽了起来 没办法实在是太饿了 一旁 秦熙撑着脸笑看着这一幕 还不忘提醒道 吃慢点 小心噎着 在身旁的李良 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多余 他抬眼看了看灵性的精致盒饭 又看了看自己碗中的饭菜 顿时感觉没什么胃口了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 我李良好歹 也长得玉树临风 潇洒偏偏吧 为什么就没有人喜欢我呢 由于肚子饥饿的缘故 所以灵性吃饭的速度 比平常快了许多 在外人看来 就是因为饭菜太好吃了 所以吃得着急 坐在对面 已经吃好了的李良站起身 刚想要去洗碗 眼角的余光 像是看到了什么 瞳孔一缩 然后又看了一眼 吃得正欢的灵性 这一刻 在李良的心中 蔓延出无数个想法 最终他嘴角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重新坐回到了位置上 准备观看一场好戏 而晴晰的目光 自始至终都在灵性的身上 所以并没有发现这一幕 只是撑着侧脸 看着灵性吃饭的样子 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 就当灵性即将消灭掉 这盒饭的时候 忽然感觉周围的气氛冷了下来 耳边似乎安静了许多 这是一道冰冷熟悉的声音 在他的背后响起 让灵性不禁毛骨悚然 看来你吃得很高兴吗 灵性拿起碗炮饭的动作 顿时一将 垫下了嘴里的一块红烧肉 然后放下碗 他动作有些僵硬地扭过头 正巧对上了 那双饭着寒气的冷眸 明竹雅看着灵性扭过头 看着自己 冷笑了一声 吃啊 怎么不吃了 灵性的脸上 立马露出了一副 笔箍还难看的笑容 扑呲一声 坐在一旁看戏的李良 不厚道地笑了出来 神TM的分你一点 MB阿信子 灵竹雅的脸色 再次冰冷了几分 灵性也意识到 自己说错话了 赶忙求饶不对不对 我错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健壮 秦熙直接站起身承认道 这是我给灵性做的饭 想让他尝尝味道 你该不会连这都要管着吧 一旁的灵性都快要哭了 大姐我求你别说话了 这是想要害死我了 灵竹雅这才注意到 灵性吃的饭 很明显跟食堂饭菜不一样 心中更如即将喷发的火山 马上就要彻底爆发 但想了想他 还是决定先忍下来 同时走上前 坐到了灵性的身边 瞥了一眼他面前的饭盒 直接给推开了 随后不远处 走来一名黑衣保镖 手中提着一份五六层的饭盒 即使是隔着盖子 都能闻到里面传出的香味 周围的学生实在是受不了了 一个个赶忙端着自己的碗 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同时心中 羡慕灵性羡慕的牙都快咬碎了 可恶 两个女神送饭 这混蛋怎么不去死 随着保镖将放盒放下 宁竹雅缓缓打开盖子 露出了一份份奢华的菜肴 空气之中的满是弥漫的香味 宁竹雅直接用筷子 夹起了一块红烧肘子肉 放到了灵性嘴边 笑盈盈到老公 张嘴 灵性看着眼前色香味俱全的肘子肉 微微犹豫了下 还是张嘴吃了下去 咀嚼两下后眼睛顿时一亮 因为她自己会厨艺的缘故 所以对饭菜极为的挑剔 但这肘子肉 很明显是顶级大厨烹饪的 味道简直堪称完美 宁竹雅笑盈盈地 再次夹起 一块肉地了过去 红唇微起 啊 灵性笑呵呵地张嘴吃下 整个人显得无比乖巧 两人的举动 在外人看来 更是无比的亲密 妥妥的情侣关系啊 秦夕看到这一幕 心中一阵不舒服 连饭盒都没拿 直接就快步离开了食堂 李良也知道自己该撤退了 于是赶忙拿起 灵性吃剩的盒饭 朝着洗碗间跑去 宁竹雅不屑地看了一眼 秦夕灰溜溜逃走的背影 就着还跟自己抢男人 真是不知所谓 一旁的灵性还在啊 乖巧地等待着饭菜 进入嘴中 宁竹雅却是直接将筷子 放到了她手里 没好气地对她说道 什么 我也饿了 不想死得太惨的话 就赶紧为我吃饭 啊 哦 灵性看着手中筷子 心中一阵委屈 这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自己都还没吃饱呢 和平常火热的气氛不同 今天的食堂格外的安静 明明是饭点 却看不到什么人 只有在最角落的位置 坐着一男一女 灵性夹起一片绿油油的小青菜 放进了宁竹雅的嘴里 然后再次用筷子夹起一块香喷喷的肉 放进了自己嘴中 宁竹雅用手撑着脸 笑眯眯地看向坐在身旁的灵性 目光有些不善地笑道 吃别的女生的便当 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说着伸出手捏了捏灵性的脸 让后者不禁背后冒出冷汗 咱们可是知识分子 可 可不能动手啊 灵性脸色有些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她是真怕这女人直接动手 到时候 指不定又要在医院去躺几天 而且说不定还不包自己的医药费 宁竹雅笑眯眯地盯着灵性的表情 想了想 直接伸手把她的头揽在了自己怀里 低头美眸直勾勾地和她对视着 我听说那个女人是露营部的 你也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 为了我你应该会退出 那个女人的社团吧 被抱在香软怀中的灵性文言松了口气 她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原来就这样 她嘴角勾起笑容 用极度肉麻的声音说道 当然了亲爱的 只要是为了你 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愿意啊 反正露营部一年到头 也没几次活动 退了也就退了 总之 先把度过眼前的难关再说 这才乖嘛 宁竹雅拿过放在桌上的碗筷 就让灵性躺在自己的怀里 然后开始投喂 她边卫边对着怀中的灵性笑道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又怎么会舍得动手打你呢 一顿饭的时间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组组吃了一个小时 吃完饭后 宁竹雅拉着灵性 回到了学生会的办公室 准备开始干活 毕竟她好歹也是学生会的会长 后天就是烟花大会了 肯定要做很多的安排 交给萧婷一个人的话 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办公室内 宁竹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看着无所事 是躺在沙发上打游戏的灵性 想了想从一旁翻找出了一份文件 她对着灵性喊了一声 你过来 正在打着原魔的灵性一愣 看了眼马上就要通关的魔渊 有些不舍地放下了手机 走了过去 干嘛 宁竹雅直接把手上的文件扔给了灵性 淡淡地说道 你现在好歹也是学生会的副会长了 这是一份通知单 你去跑一下 发到每个社团去 哦 灵性有些无奈地撇了撇嘴 接过了这一叠厚厚的文件 转身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还好所有社团都集中在一起 不然魔渡大学几十个社团 非得跑死不可 她刚走出办公室 只听身后的凝竹牙冷冷地 说道你最好老实一点 要是让我发现你工作时间 偷偷跑到别的社团 和其他女生谈情说爱的话 我保证 你会死得很惨 呃 放心吧 灵性回头尴尬地挠了挠头 然后快步朝着楼下走去 真是的 居然怀疑自己是渣男 我灵某人是那种人吗 居然怀疑我的人品 十分钟后 在社团大楼的二楼 露营部的社团教室之中 传出了灵性大喊大叫的声音 哎呀 梁子你是不是虚啊 居然被那只鸭子一刀秒了 多吃点圣宝片吧 你放屁 你个狗货玩老爷 居然躲到我这个输出的后面 你还能再要点脸吗 秦夕有些无奈的声音传出 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消停点 大中午的 我还想睡安安静静地睡个觉呢 可以容纳十几人的狭小教室中 灵性几乎快要和李良扭打起来 谁也不跟让着谁 在一旁趴着的秦夕 对这一幕已经司空见惯了 脸上充满无奈 至于派发的通知文件 灵性已经全部搞定 反正在每个社团的门前 放一张就行了 最多就是下楼要花点时间 就在这时 教室的门被人猛地推开 三名人高马大的男生走了进来 气势汹汹 显然是来者不善 回首的秦俊 看着正在打闹的二人组 眼中闪过一道轻蔑之色 冷冷道 你们谁叫灵性 闻言 灵性和李良 几乎是同时松开了手 面露不善看着来人 他皱眉道怎么 你找我有事 秦俊的不屑地看着灵性 毫不客气地出声贬低道 也没什么 就是想看看 宁竹亚那个疯女人 找的男人长什么呀 原本我还有点期待的 但看到你后世在是 太让我失望了 堂堂天幕集团大小姐 居然选了你这么个小憋三 李良这时 似乎也认出了 面前人的身份 扭头对着灵性说道 这好像是秦家的秦俊 据说在入学的时候 追求过宁竹亚 结果人家里都没理就走了 当时可是成为了全校的笑柄 听完 灵性这才露出一副 恍然大悟的样子 用可怜的目光 看向秦俊 原来是瞎子兄啊 你是因为嫉妒哥哥我 所以想要来找麻烦 满足你那卑微的落差感吗 李良配合地摇了摇头 叹息道 真是太可怜了 缺少母爱的孩子啊 秦俊脸色瞬间阴沉 平日里在学校 谁敢和他这么说话 这两货的嘴可真贱 他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多待 直接对着灵性冷声道 我这次来就是警告你 给我黎宁竹亚远点 他不是你能碰的 不然的话 要是哪天不小心 被人抓到没人的角落里 暴打一顿 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说完 秦俊面色不善地 对着灵性冷哼了一声 带着两个小弟 直接走出了教室 把门重重地关上 趴在一旁的秦熙 看着这一幕 不禁摇了摇头 以他对这二人组的了解 接下来估计 则 真是可怜的孩子 看到被关上的大门 灵性和李良 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面无表情地对视了一眼 都读懂了对方眼里的意思 接下来 是猎杀时刻 信有我太久 没在江湖上行动 都有人快忘了 我的存在了 什么阿猫阿狗 也敢找上门来 另一边 刚走出社团大楼的 秦军一行人 和刚好打完篮球的 萧杰巧合的碰上了 看着表弟一脸阴沉的样子 萧杰笑着瞇了瞇眼 看来你已经找过他了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你不是他的对手 秦军看着一副 人畜无害的模样的萧杰 咬了咬牙 你少来干扰我 等着看吧 我会让你看着你选中的人 被我狠狠地踩在脚下 话落 秦军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手已经握成了 全状青筋浮现 萧杰笑看着他的离开 不禁摇了摇头 蠢货 等到秦军走后 灵性和李良 再次拿起手机玩了起来 今天势必要把那只死鸭子弄死 看着李良磨磨叽叽地换着武器 灵性不满地催促道 搞快点啊 我可是连将军都拿出来了 你躺着就行 呵呵李良不屑一笑 自顾自地说道 也不知道这句话 某人说了几回了 结果每次三秒不到 就退出了游戏 灵性刚想要反驳两句 社团教室的门 再次被人用力地踹开 吓得他身体一哆嗦 还以为是秦军那家伙又回来了 面露凶光地转过身 真是没完没了了 信不信小悠把你打得满地找 灵性默默地转回了身体 咽了咽口水 内心打颤地低头看着手机 但心思已经完全不在这上面了 背后一阵寒气袭来 一只清凉的小手拍了拍他的头发 身后传出冷笑 你刚刚说 要把谁打得满地找牙 灵性垂着头像的犯错的孩子 身体有些发软 声音之中带着颤音 你 你听错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 身上散发出冷意的凝竹哑 站在灵性的身后 脸色无比阴沉 伸出手用力地捏了捏他的脸 韩生道 我应该有警告过你吧 一转眼的功夫 就把我的话荡成耳旁风了 灵性 你可真是好本事啊 灵性动作僵硬地转过头 入眼是宁竹哑犯着寒芒的漆黑眼眸 给人极大的压迫感 苦着脸解释道 那个 我活都已经干完了 抽空打个游戏 这很合理吧 合理 宁竹哑用力地揉虐着灵性的脸 然后小手用力地拍了两下 我不记得 我有允许过你这么做吧 一旁的李良 看着气氛一下就冷了下来 畏惧地缩了缩脖子 赶忙一溜烟地跑到了角落的位置 蹲着 自从上次被暴打了一顿后 他心里就有了对宁竹哑这封女人 挥之不去的阴影 实在是太可怕了 兄弟 走好 很快 宁竹哑十分粗暴地 拧着灵性的耳朵 朝着自习室走去 全程都冷着张脸 让路过的学生不禁心生畏惧 下意识地让开了路 哎 轻点轻点 我真的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等到了自习室的门前后 宁竹哑直接一脚踹开了门 揪着不断哀嚎的灵性走了进去 然后重重地关上了门并反锁 自习室呢 灵性颤颤巍巍地蜷缩在靠窗的角落 目光有些害怕地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宁竹哑 这一幕似乎有点熟悉啊 寂静的自习室内 宁竹哑走到灵性的面前停了下来 看了眼自己穿着的小皮鞋 想了想 还是随意脱掉了鞋子 晶莹的玉角 站在冰冷的地上 宁竹哑看着灵性害怕的样子 微微抬起粉白小脚 狠狠地朝她踩去 灵性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耳边传来砰的一声 等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大只粉白小脚 距离她的脑袋 只有钉点缝隙 在最后一刻 宁竹哑还是留守了 她冷冰冰的眼神注视着灵性 似乎在极力压制心中的怒火 你最好现在马上哄好我 不然我不保证 下一次还会踩片 咕噜一声 灵性咽了咽口水 知道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机会 连忙从地上站了起来 动作有些生硬地 揽过了宁竹哑的绵绵细腰 然后抱着她 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宁竹哑裸露着狱卒 坐在灵性的腿上 眼底有着一丝好奇 她倒要看看 这家伙会怎么哄人 此刻灵性的大脑 正在快速地运转 从来没谈过恋爱的她 哪知道怎么哄人 脑中无数的思绪闪过 最后得出了一个办法 没时间了 拼一把吧 灵性双手抱住宁竹哑的腰 嘴唇微张 似乎在酝酿着什么 见此 宁竹哑心中越来越有点期待 随后 自席室内 一段宛如公鸭嗓的唱歌声响起 灵性抱住怀中的人 自以为帅气地闭上眼 出声音唱到 一闪一闪亮晶晶 漫天都是小星星 唱着唱着 灵性渐渐地没了声音 尴尬到那啥 再丢点时间想想 我忘辞了 宁竹哑直接被这货给气笑了 伸手捏着灵性的脸 目光有些危险 你就插儿哥哄我 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 还是说你想吃点苦头 灵性坐在椅子上 有些委屈道科 我就只会唱这一首 要不我给你唱首国歌 那个我老熟了 肯定不会忘辞的 算了 宁竹哑看他不像撒谎 叹了口气后 低下身依偎在了灵性的怀里 轻声道 抱紧我 让我静静地待一会儿 说完 宁竹哑直接闭上了眼睛 像只乖巧的小猫 塑在了灵性的怀中 逃过一劫的灵性松了口气 伸手抱紧了他 一人的香味不断地在鼻尖弥漫 闻着很舒服 让人不禁流连忘返 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射在了两人的身上 光影浮动 抱在一起的两人 皆是闭着眼休息 这一幕看起来格外的温馨 足足过了许久 宁竹哑满足地 从灵性的怀中睁开眼 轻声道给我穿鞋 但等了一会后 灵性并没有什么反应 胸口有规律地起伏着 明显是睡着了 宁竹哑从灵性身上坐起 无奈地看着呼呼大睡的他 突然想起第一次 和这伙见面的时候 他也是在午睡 看来真不是一般的懒 片刻后 昏睡的灵性 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脑袋枕在了宁竹哑的 柔软白皙的腿上 真是个大懒猪 宁竹哑抚摸着灵性的头发 嘴角勾起淡淡的笑意 直到临近傍晚 灵性才慢悠悠地 从雪白的腿上苏醒 只是看到了什么下意识地说道 卧槽 黑色蕾丝 一道清冷的声音 在他的耳边响起 好看吗 宁竹哑摸着灵性的头 嘴角带着有些危险的笑容 他冷笑一声 我让你哄我 你倒好 叉尔哥啊 就算了还跟头猪一样 居然趴在我的腿上 睡了整整一下午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灵性迅速地坐起身 坐到了一旁 然后将宁竹哑的雪白的欲腿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开始温柔地垂暗 他黑黑笑道怎么样 力道还合适吗 宁竹哑见状冷哼了一声 算你懂事 又按摩了一会后 灵性和宁竹哑走出了自习室 此时外面的天空 呈现一片黄昏之色 充满了浪漫和神圣感 这时 灵性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好家伙几十条未读短信 这是要世界末日了吗 走在安静的走廊上 灵性的手机在不断地震动 他下意识地 瞥了一眼身旁的宁竹哑 最后还是选择了接通电话 并开启了免提 默默观察着这一幕的 宁竹哑嘴角 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看来这男人 还是有点长进的 电话刚一接通 那头就传来了 李良非常不爽的声音 我靠 信子你人哪 你要是再不接电话 那狗东西 可就要跑了 我可是辛辛苦苦地 跟踪了他一下午 你到底来不来 听明白意思的灵性 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不小心睡着了 肯定要去啊 你等我一会啊 我马上的 说完 灵性直接挂断了电话 对着宁竹哑 申请到那个啥 我现在有点事 要不我就先下班了 两人此时 已经走到了楼下 宁竹哑目光平静地走着 淡淡到 什么时候回家 灵性收起手机 挠了挠头 看情况吧 等我搞定完就回去 宁竹哑点了点头 没有说什么 独自朝着校内的停车场走去 给灵性留下了 一个孤单的背影 灵性站在原地 看着他离开 忽然感觉这女人变了好多 如果换作是以前的话 肯定是二话不说 直接把自己绑回家 现在居然还能够商量 听取自己的意见 当宁竹哑的背影 消失不见后 灵性也转身 朝着校门口跑去 嘴角带着一抹坏笑 狗东西 还敢威胁小爷 今天要是不把你打得怀疑人生 你信也我当场自问 很快 在灵性一路飞奔下 找到了正在校门口 等着的李良 他手上还提着一个 装得很古的黑色小包 见到好机友终于过来了 李良不满地催促道 你可快点吧 等会人跑了就没机会了 人现在在哪 灵性询问道 同时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开始熟练地翻起了通讯路 李良看了眼 在大学对面的奶茶店里 泡妹的秦俊叹了叹嘴 那货 现在玩得正开心呢 所拥又报的 全是大一的学妹 她有些羡慕到这么渣男 难怪宁竹哑看不上这货 就该死在女人床上才好 与此同时 灵性打通了一个电话 熟络的和电话那头谈笑道 叶姐现在有空没啊 白单子了接不接 至于价格的话 我在原来的基础上 再给你加两百 毕竟都是老搭档了 卡里 躺着两千块钱的巨款 灵性说话的时候 都是底气十足 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电话那头 传来一道成熟的女生 话语之中满是挑逗 哟 小信子发达了呀 什么好事都想着姐姐 也不知道是哪个倒霉蛋 又被你盯上了 成吧 你发个位置过来 我现在马上过去 好嘞 灵性笑着应了一声后 挂断了电话 然后通过某信 发了个位置过去 另一边 正在开车的宁竹亚 带着一个微型蓝牙耳机 正在闪烁着蓝色的亮光 身为一个合格的女友 趁着男朋友睡着的时候 对她的手机做点小动作 这很合情合理吧 本来宁竹亚 还以为要过段时间 才会有货 没想到 自己这才刚离开 没有十分钟 灵性就和一个陌生女人 打起了电话 单子 加两百 老搭档 原本心情还不错的宁竹亚 脸色肉眼可见的阴沉了下来 朝着学校杀去 狗男人 我明天就买把锁把你锁我身边 免得你到处浪 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 卧都大学对面的奶茶店内 加了十多位学妹联系方式的秦俊 满意地走了出来 此时外面的路灯已经亮起 学校这边的路段 到了晚上 很少会有人路过 毕竟占地太大 所以肯定会见在稍微偏僻的地方 就当秦俊乐呵呵地 从奶茶店走出时 脚步却是瞬间停住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 不远处路灯下的女生 上身却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 从背影看 绝对是极品美女啊 秦俊立马整理了 一下自己的仪容仪表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 朝着那边走去 靠着秦家少爷的身份 他看中的妞 除了宁竹雅 那个女人外还未尝一半 所以此刻心中充满了信心 很快 秦俊笑着走到了女人的身后 很绅士地微笑道 美女 大晚上的一个人 在外面可不安全 你是在等什么人吗 正在等车的梨沫 侧头看着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身旁的秦俊 出于礼貌地回到 我在等车 是吗 秦俊伸出手 捋了捋自己的头发 不经意间 露出了自己千万级别的绿水鬼 笑道这大晚上的可不安全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说着 秦俊掏出了一把 最新款保时捷的车钥匙 按了一下 停在路边的黑色保时捷 闪了一下车灯 霸气酷炫的车型 瞬间给人一种昂贵优雅的感觉 一看就是顶级跑车 怎么样 我这台车 可是今天刚提的 价值两千多万 正好想要兜兜风顺带 可以送你一程 听到这车 居然价值两千多万 李莫的眼睛立马一亮 这是个顶级富二代啊 他故作犹豫到 这不好吧 秦俊眼见有戏 心中得意的不行 谦逊的笑了笑没事 我这是助人为乐吗 你不会不给我这个机会吧 最终 在秦俊的连番金钱轰炸下 终于抱得美人归 十几分钟后 一处僻静的小巷内 黑色的保时捷缓缓停下 李莫笑着 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坐在驾驶位的 秦俊挥了挥手 谢谢你了秦俊 已经拿到联系方式的秦俊 帅气地甩了个头 都是小事 下次有空一起出去玩啊 站在车外的李莫 还没有开口 一道沉闷的声音 却在秦俊的耳边响起 不用等下次了 就现在吧秦少爷 郑春风得意的秦俊一愣 嗯 谁在说话 他刚想要扭头 朝着车窗外看去 车门就被人猛地拉开 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紧接着 靠 什么人 被粗暴装进袋子的秦俊 慌乱地挣扎了起来 鼻尖充斥着一股尿素味 我可是秦家的秦俊 赶快放我 说不定还能饶你们一面 但紧随而来的是 一阵暴打 还伴随着两道沉闷的男生 让你天天装毙 都装到小爷我的头上来了 难道你没听说过 我尿素战神的大名吗 另一人附和道就是就是 真是不知死活 老子连女人的手都没牵过 你小子一会的功夫 居然就泡了十几个妹子 你不死谁死 僻静的小巷内 不断地传出秦俊的嗷嚎声 全身上下都被狠狠地招待了一番 已经满是瘀青 小巷外 换好黑色头套 只露出两个眼睛的梨墨 提醒道 你们注意点分寸 这好歹也是秦家的人 要是太过火的话 可就不好收场了 漆黑的巷子内 同样带着黑色头套的灵性 和李良 全副武装地 殴打着面前的尿素袋 力道控制的恰到好处 在灵性的手上 带着一双塑胶手套 就连鞋子上 都套着黑色的塑料袋 可谓是准备得十分充足 显然对这种事 已经很熟练了 就连尿素袋 都是灵性在几个月前买的新的 绝对不会被查到身份 再打了一会后 笑住了还想继续动手的礼良后 蹲下身骨做深沉的开口道 如果不想继续被打的话 就乖乖地回答我的问题 是谁让你去找灵性的麻烦的 尿素袋内 秦骏鼻青脸肿的 躺在声音颤抖的回道是 是我自己 我早就看那个灵性不顺眼了 然后萧杰又说 我不如他 所以我就 闻言 头套下的灵性 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 果然跟那个萧杰有关系 跟宁竹亚说的一样 不是什么善差 自己才见过他一面 居然就开始 找自己麻烦了 又问了几个细节后 灵性一行人才离开 接下来的收尾工作 就交给专业的了 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灵性和李良 已经摘掉了全身的装备 走在街边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刚刚要不是你拦着 我非得 再给那货来上几拳 李良挥了挥拳头 灵性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差不多就行了 走 我们去找个烧烤摊搓一顿 一副大气 李良眼睛一亮 竖起了大拇指 但就在这时 身后的街道上 突然驶来一辆灰色的面包车 直接停在了灵性两人的面前 还不等两人反应 就从车上钻出来了 三四名蒙着头套的黑衣人 你们 灵性刚想要开口说话 脖子就被狠狠地重击了一下 整个人直接被打晕扛上了车 一旁的李良还在愣神 这群人已经重新回到了车上 直接启动了车子 朝着远处驶去 手上多了两百块钱的李良 他觉得自己大概猜出 绑架的人是谁了 心中怜悯了好机友极妙 赚着白嫖的二百块钱 朝着附近的一个烧烤摊走去 今天真是幸运啊 可以抱打渣男就算了 还能白吃一顿烧 就是有点费兄弟 夜晚 暗淡的星空 被层层挥舞所笼罩 让人看不清其中的景象 天云别墅区的某栋别墅之中 烛火闪烁的二楼卧室内 在墙角处点着几根蜡烛 正在缓缓燃烧 软床上 灵性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耳边传来了一道细血的声音 总算是醒了 可是让我好等啊 刚苏醒的灵性 下意识地侧头看去 脸颊下意识地开始发烫 同时 脑子快速回忆起了 被打晕前的一幕 那些人是你安排的 灵性有些不确定询问的 可是他也没招惹到宁竹哑呀 走的时候 心情看起来还不错呢 才过去多久 就把自己抓起来了 一道显露春光的倩影 躺在灵性的身侧 宁竹哑此时 嘴角细血地盯着灵性 身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吊带睡裙 暴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在其肩上 只有两根细细的线吊着裙子 裙摆很短指 能说刚好遮住了最关键的地方 白花花的大腿 就这么随意地裸露出来 灵性侧头看着 那深不见底的沟渠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随后迅速一开目光 不敢再去看 我累个无量天尊诶 这也太犯规了 有这么勾引人的吗 一只清凉的小手 摸在了灵性的脸上 宁竹雅的声音 忽然变得有些冷漠 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呢 我前脚刚走 你就敢给其他女人打电话 还要多加两百块钱 我给你钱 你就拿去调别的女人 由于灵性挂断电话的缘故 所以 宁竹雅并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但心里已经有了几个猜测 感觉到脸上的小手 力道越来越重 灵性赶忙将所有的事情 全都说了出来 不敢有半点的隐瞒 我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 我还录了相呢 不信你看 说着灵性掏出手机 就要点开相册 却直接被宁竹雅抢过 随手用力扔向了墙边 屏幕更是摔得粉碎 我刚买不到五个月的手机啊 这可是 花了我三千大洋 灵性痛心疾首地捂住了胸口 少跟我搞这些 宁竹雅冷着脸 翻身坐到了灵性的身上 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的眼睛 冷冷到我不管你 今晚上干了什么 但是我现在很生气 你说 你要怎么补偿我 灵性语气弱弱地问道 那你想要什么补偿 先说好 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谁看得上你那两个歪瓜裂枣 坐在灵性腹部 灵竹雅嘴角勾起一抹迷人的微笑 俯身凑上前 在其耳边轻声道 我当然是要肉肠了 换一个行不行啊 灵性有些欲哭无泪地说道 我的肉一点都不好吃啊 这话一出 灵竹雅的脸色一黑 下一秒直接伸出手艺用力 灵性身上的衣服 被撕成了两截 被随意地丢在旁边 灵竹雅伸手扶去了肩上的吊带 看着灵性害怕的样子 舔了舔嘴角 牙一柱兴奋地冷笑道 已经晚了 到了我的地盘 你该不会觉得 你还能逃得掉吧 说完 灵竹雅再也无法忍耐 直接抱住了灵性的头稳地上去 双方被压扁了一些 没有了布料的隔绝 灵性更是清晰地感受到了 那无法言喻的柔软触感 牙关已经被灵竹雅的小舌撬开 正在肆意妄围 渐渐的灵性 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灵竹雅有些意犹未尽地伸回小舌 贪婪地舔了舔嘴角 见灵性的目光 火热地看着自己这边 再次凑上前挑逗道 看得这么入迷 想摸吗 说着 还在灵性的耳边吹了口香气 极度诱人 灵性抿了名有些干涩的嘴唇 想 闻言 灵竹雅趴在她的身上笑了 声音柔弱了许多 大色狼 想摸就摸呗 话落 灵性在无顾忌地伸出了双手 寂静得夜晚之中 在烛火闪烁的卧室之中 不断地传出低音声 灵竹雅此刻 是任由灵性失伪 躺在身侧 眼神宠溺地看着她 灵性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灵竹雅脸淡潮红地 搂住她的脖子 这是你今天接电话 没有避讳我的奖励 满意吗 沙雅的声音响起 轻轻地嗡了一声 灵性的双手紧紧地抱住了 她柔软的腰肢揽入怀中 心中的浴火 已经快要喷下出了 她看着那霜动人的美眸 有些难受的祈求道 摇了摇头 现在还不行 我这几天那个要来了 那你还这么诱惑我 灵性此时心中难受至极 一身的劲儿无处发现 极度的郁闷 好了 被灵性抱在怀里的 宁竹雅伸出手 捏了捏她的脸 脸蛋上的潮红更甚 我帮你吧 好吧 灵性乖巧地点了点头 松开了抱住柔软腰肢的手 然后闭上了眼睛 见此 宁竹雅坐起身子 被子从身上滑落抱 露出大片不可直视的美景 片刻后 灵性内心只觉一阵舒坦 这一夜 她过得无比安逸 一夜无话 什么都没干 也什么都没做 就是简单的按摩 增长了一些经验 一日 天刚微微亮 太阳还未从东方升起 寂静的卧室内 宁竹雅闭着眼睛 躺在柔软的床上 隐隐约约可见脸上的皮态 完美的胶躯 盖上了一层薄薄的被子 却依旧无法掩盖 那诱人的身材 此时 缩面的声音响起 宁竹雅被吵得睁开了眼睛 美眸静静地看着 躺在身旁端着个碗 吃面的灵性 房间内飘香四溢 正在吃面的灵性 也注意到了睡醒了的宁竹雅 咽下口中的面后 脸上展露出笑容 你醒了 我就只煮了一碗 要不你再睡一会 等会让厨师给你做早餐 说着 灵性连碗里的汤都喝光了 手中拿着个空碗 没有浪费半点粮食 对此 宁竹雅只是躺在床上看着她 淡淡到我饿了 要吃你做的 哎呀 就半个小时忍耐一下嘛 灵性放下手中的碗 以最快的速度 钻进了被窝之中 看得出来 她根本就不想起床 躺在床上的宁竹雅 看着躲在被子里的灵性 皱了皱眉头 随后嘴角露出了危险的笑容 片刻后 只听啊 得一声惨叫 灵性直接被一脚踹到了床下 捂住自己的屁股 倒吸了一口冷气 你干嘛呀 早晨的气温格外的低 更别说只穿着一条裤衩的灵性了 她立马站起身 想要钻回温暖的被窝 灵竹雅躺在床边侧头 看着她的动作 语气懒散随意地说道 越来越不听话了 别觉得我昨晚宠幸了你 你就能够肆意妄为了 你要是不去的话 下次难受的时候 就自己解决吧 文言 手已经放到床上的灵性 身体顿时一僵 这个威胁对她来说 可太残忍了 真是个恶毒的女人 居然拿着是威胁自己 灵竹雅躺在床上 歪头盯着灵性 红唇微起 怎么 你有意见 空气短暂地沉寂了一会儿 最终灵性善善地笑道眉 没有 能给姐姐做饭是我的荣幸 听到姐姐这两个字 灵竹雅不满地皱了皱眉 修正道 我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 听到这个称呼 要叫老婆 懂吗 是是 灵性附和地笑着 态度比起刚才 不知卑微了多少 随即她快速地走下楼 准备老婆的早饭去了 灵竹雅 则是捡起掉在床边的睡裙穿上 白皙水嫩的皮肤 展现得淋漓尽致 只可惜灵性看不到 不然的话 这一大早的说什么 也要再激情一次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 灵性推开房门 端着一份精致的肉排 走了进来 香味都在空气中蔓延 以最快的速度 钻上床后 灵性靠在床头 宁竹雅 则是趴在了她的胸口上 淡淡说道 不想动手 你喂我 灵性无奈只好 把肉排切成小块 魏入了宁竹雅的口中 精心地服侍着她 灵性觉得自己现在 要是去找个 其他人谈恋爱的话 就这体贴程度 肯定是完美拿捏 但她不敢说出这个想法 因为怕被某人打死 魔毒郊区的某座山中 翠绿的树叶 沙沙作响 光影浮动 时不时伴随着鸟儿的提叫声 四周景色更是动人心扉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就是在这样的大山之中 无人问津的山脚下 在一间破败的小木屋前 堆着一个小土坡 此时太阳刚从东方升起 温暖的阳光 倒映出一道坐在坟前的影子 如果灵性在这里的话 就会认出此人正是肖姐 肖姐背影蕭瑟地 坐在母亲的坟前 周围杂乱地躺着十几个空酒瓶 她盯着墓碑上的黑白照片 那是一位年轻女人微笑的照片 怀中还抱着一个 上在墙堡中的孩子 声音之中带着醉意 话语却口齿清晰 妈 再等等吧 要不了多久我 就会让那个混蛋下去给你赔罪 只要再等等 我会让欺负我们母子的人全部下地狱 到时候我就下去伺候你 这样你就不会孤单了 说完 肖姐在整理了四周的垃圾后 朝着墓碑鞠了一躬 而后离开了这里 不想再打扰母亲的安息 清晨 天花商场外辆熟悉的红色麦巴赫停下 灵性和宁竹雅从车上走了下来 灵性看着手里拿着的电话卡 对着身旁的宁竹雅 有些郁闷地说道 我好好的一个手机 就这么被你搞没了 你可得陪我 明竹雅则是觉得满脸郁闷的灵性 可爱极了 伸手挽住了她的胳膊 才大气粗地开口道 不就一个手机吗 看在你昨晚上表现不错的份上 等会我给你买最贵最好的 灵性有些无语 怎么搞的 我跟吃软饭的一样 两人一边聊 一边朝着商场内走去 一路上因为出众的颜值 自然引得路人纷纷偷偷观望 直到两人的身影走进商城 才收回了目光 此时 商场一楼的人比较多 因为一楼是价格最实惠的区域 也是不少普通家庭购买东西的最好选择 花的钱跟外面一样 却能买到性价比最好的物品 也难怪天云商场会成为魔都的第一大商城 不说别的 光是每天的交易额都是其余几座大商场 加起来都赶不上的 走吧 先去给你买手机 进入商场后 宁主雅直接挽着灵性 朝着通往二楼的电梯走去 他们今天可是有一天的时间 用来逛街买东西 由于明天就是烟花大会举行的日子 所以学校特意提前放了一天假 让学生们准备要用的东西 说是由学校举办的 其实出钱的是官方 所以到时候可不只有大学生们会去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一家水果手机店前 里面的一名女销售员 认出了宁主雅大小姐的身份 立马笑着走了上来 恭声恭敬地说道 宁小姐 你有什么需要的吗 同时女销售员看着手挽着手的二人 心中更是一惊 看向灵性的眼光也恭敬了不少 之前就听说这位大小姐找男朋友了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宁主雅走到透明的玻璃柜前 简单地扫视了一眼 对着女销售直接道 拿一部你们这里最贵最好的手机过来 与销售点头 好的 您稍等 说着 就朝着最里面的储物房走去 因为玻璃柜的手机都是做展示用的 属于用过的产品 自然不能卖给客人 灵性则是趁着这个空隙 看了一眼这些手机的价格 不禁扎舌 真是好家伙 虽然她早就听说 水果手机特别贵 但没想到 居然能这么离谱 随便一台 竟然都需要上万块的价格 怎么 嫌贵 宁主雅看着她扎舌的样子 笑道 灵性点了点头 嗯 我没想到 我这辈子 还能用上这么贵的手机 闻言 宁主雅嘴角笑容变得细血 突然伸手搂住了灵性的腰 凑上钱在她的耳边轻声道 做了我的男人 不说别的 至少钱这方面 你随便花 切灵性撇撇嘴 那你要给我涨工资吗 会长大人 之前进学生会干活 原本谈好的 是一个月两万 谁知道这女人一生气 直接抹掉了一个灵 灵性到现在都有些心疼 那可是一个月两万块钱的巨垮 都快比得上她三年高中存的总和了 而与此同时 就当灵性和宁主雅逛商场的时候 被暴打了一顿的秦俊 也从医院醒了过来 纯白的病房内 秦俊脸色阴狠地坐在病床上 想都不用想 昨天晚上绝对是灵性和她身边那个跟班偷袭自己 该死的 这两个人也是够狠 自己不就威胁了他们几句 报仇都不带隔夜的 晚上就把自己给套了 一旁 父亲情无合身穿正装 看着儿子的惨样冷哼了一声 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我早就告诉过 不要去跟小姐有什么接触 你倒好 人家煽动你两句 你就乐呵呵地去给人当枪使了 老子怎么会有你 这么蠢的儿子 现在被人打了一顿 还找不到证据 秦俊被父亲骂得不敢抬头 只能用力地攥紧了被子 心中对林姓的恨意直线上升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这丑 我秦俊要是不报 我TM就不姓秦 同时 秦俊脑子里忽然想起了 当时和林姓两人 坐在一起的秦夕 一个计划瞬间浮上心头 嘴角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天花商场之中 林姓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宁俊雅则是悠闲地走在前面 看着手中各式各样的衣服和化妆品 林姓发誓 以后谁要是再叫她出来和女人逛街 那就是她的杀父仇人 当然 宁俊雅不算 自己根本不是她对手 整整逛了一天的时间 林姓腿都软了 已经是气喘吁吁 宁俊雅见此 也只好打道回府 其实她自己是 不怎么喜欢出来买东西的 想要什么需要什么 都会有人准备好 但是和林姓在一起的话 那就另当别论了 走吧 今天就到这里了 商场外 将大包小包的东西放进车里后 林姓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坐进了车内 宁俊雅紧随其后地坐了进来 娴熟地坐在了林姓的腿上 丝毫不嫌弃她身上的汗水 此时天边的洛阳洒照着余晖 宁俊雅就这么坐在林姓的身上 隔着车窗看着天边的景色 忽然道 你说我们会一直在一起吗 不可能 林姓躺在靠背上 毫不犹豫地就说出了这三个字 竟显叛逆风采 随后车内响起了啪啪两声 宁俊雅面无表情地收回手 看向两边脸颊 红肿的林姓 淡淡道 那现在呢 林姓捂着脸 欲哭无泪地说道 请务必让我和你永远在一起 这是我的真心话 文言 宁俊雅满意地帮着林姓揉了揉脸 轻笑道 这才对吗 以后可得把你的嘴巴管好 别什么事情都要对两句才行 不然的话 宁俊雅坐视伸手对着空气挥了两下手 吓得林姓身体一颤 直接伸手抱住了她柔软的腰肢 宁俊雅揉了揉她的头发 似乎享受林姓对自己的依赖 哪怕现在只是身体上的依赖 魔都 尚语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一名脸色阴逸的中年男子坐在椅子上 正是萧杰的亲生父亲 也是现任秦家家主秦鹏 你说的都是真的 在听完电话那头的汇报后 秦鹏脸色难看地 一拳砸在了桌子上 砰的一声 他的目光瞬间阴沉了下来 变化那头传出声音 千真万确啊 董事长 现在整个魔都大学 都在传宁俊雅 和一个较灵性的小子 正在谈恋爱 挂断电话 秦鹏咬牙道 该死的宁东红 居然敢在我面前耍花样 宁家和他秦家早有婚约 现在宁俊雅这个贱婊子 在学校里找男人 秦鹏就不信对方不知道 这要是传出去 他秦家岂不是要颜面扫地 想到这里 秦鹏也顾不得工作了 直接拿起外套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是要宁家给自己一个交代 另一边 我都大学的几十辆校车 已经全部出发 朝着提前准备的场地 驶去 毕竟是由市政府出资的烟花大会 规模自然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要选在一个广阔 有水源的地方 免得引起火灾 宁俊雅和林信 自然也不例外 乘坐在同一辆校车之中 吸引了全车大部分人的目光 靠窗的双排座上 林信看着脱掉鞋子 依偎在自己怀中的宁俊雅 搂住她的细腰轻声道 我还以为你 肯定是要开车过去呢 大小姐怎么想起坐校车了 搂住林信的脖子 宁俊雅闭着眼睛 淡淡的 偶尔也想体验下普通人的生活 而且 要是在这种公众活动上搞特殊 不是显得我耍大牌了吗 看着林信和宁俊雅亲密的样子 坐在周围的学生 表示羡慕的同时 肚子已经吃得饱饱的了 路上的时间有些漫长 因为烟花大会是在晚上才会开始 所以学校直到下午 才组织着学生出发 周六是晚上是烟花大会 而周日暂时在学校举行的勾火晚会 所以这两天格外的热闹 但是在勾火晚会之后 所有学生就不得不进入到学习状态 博都大学的课程 可是十分严格的 到了后面 几乎没什么放松的时间 当然 学习成绩好的人除外 博都 天目集团 董事长办公室内 宁东宏和宁韵罕见的没有处理事情 反而一起坐到了沙发上 放下手机 宁东红皱眉 没想到秦家那边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 我以为至少要过一阵子呢 说着 他看向了同样脸色凝重的妻子 询问道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要么再拖延一阵子 要么就只能和秦家闹掰了 秦家最恐怖的地方 就在于庞大的人际关系 可以想象 一旦宁家彻底和秦家闹掰的话 就会有数之不尽的麻烦找上来 这也是当初 两人不得不和秦家缔结婚约的原因 当时的天目集团还远没有现在这么壮大 一旦拒绝秦家的话 恐怕偌大的集团一招之间就会崩溃 但即便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准备 以现在的天目集团想要对付秦家 几乎是妄言 这可是性质上的不同 他们这些行商的 最怕的就是来自公家的麻烦 听到丈夫的话 命运摇了摇头 事到如今 拖延也没什么用了 我们只能做出一个选择 要么就是服从秦家 要么就彻底决恋 至少凭借着十多年的努力 撑一段时间应该没问题 至于后面 就只能看小雅自己了 安静的办公室内 夫妻两人抬起头 互相对视了眼 多年的陪伴 让他们一眼就能知道对方眼里的意思 嘴角不约而同地露出苦笑 这两个选择还用想吗 从一开始 答案就已经注定了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的流逝 天色已经临近傍晚 也是一天中 除了朝阳出生外 天空最美的时候 在魔都的一处大行人造海滩前 此时已经聚集起了不少人 场面十分喧哗热闹 几十辆校车停靠在了路边 一窝蜂的大学生 全部涌了出来 兴奋地朝着海滩冲去 其中一辆空荡荡的校车之中 林姓抱着怀中的宁竹雅 用手拍了拍她的脸蛋 宁懒猪 起床了 宁竹雅还没睡好 有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当脑子清醒了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了林姓一巴掌 她伸手用力捏住林姓的脸 隐沉地笑了 你刚刚喊我什么 被疼痛支配的林姓赶忙求饶 老婆老婆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最好是这样 宁竹雅冷哼了一声 从林姓的身上坐起 穿好了鞋后朝着车下走去 这都什么事啊 林姓无脸跟在后面 但两人才下车 一名身穿西装的中年男子 便迎面走来 看到来人宁竹雅的脸色微微变了变 这人他认识 是自己母亲的保镖 弑军中兵王退伍下来的 实力可比自己身边那些保镖强得多 宁竹雅走到了两人面前 对着宁竹雅 恭敬地低了低头 大小剑 夫人让你现在过去一趟 原本因为可以和林姓一起看烟花的宁竹雅 心情还不错 但在宁竹这句话说出后 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 她找我干什么 宁竹躬身老老实实地 回到是秦家的人来了 所以夫人 让我务必带小姐 你过去 秦家 宁竹雅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趟她还真得去一下 想到这里 她转身看向了林姓 上前捧着她的脸清了一下 轻声道 我去一下 在烟花开始前 肯定会回来的 林姓也知道这件事 不是自己能掺和的 只能点点头 嗯 注意安全 有事给我打电话 简单地交代了一番后 宁竹雅跟着宁大上了一辆黑色的轿车 林姓则是只能目视着她离开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林姓看着越来越远的黑色轿车 心中莫名地有些不舒服 她下意识地捂住了胸口 脸上不自然地闪过一抹冰浪 位于春湖畔附近的一家五星级酒店之中 帝王包厢内 气氛一阵压抑 就在这时 包厢的门被推开 一身黑裙的宁竹雅冷着脸走了进来 目光扫了一下里面的场景 刚到的肖杰 沉默地坐在父亲秦鹏的身边 对于宁竹雅的到来 她紧紧瞟了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 坐在秦鹏对面的宁东红 对着女儿招了招手 小雅 你来得正好 过来坐吧 坐在丈夫身旁的宁玉 时隔大半年 想到了什么 又迅速收回了目光 变得有些暗淡 宁竹雅脸色冷漠地 走到父亲身旁坐下 脸色略微有些阴沉的秦鹏 见人终于全部到齐 阴翼的目光 看向宁东红 食言道 现在你女儿也到了 关于她败坏我秦家 名声的事情 你宁家总要给我秦家一个说法吧 我秦家好歹也是 华国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现在未来的家主夫人 在外面乱搞 这让我秦家 让我秦鹏颜面何存 宁玉没有说话 名声道 你长大了 有些事情总要自己做决定 以前是爸妈不对委屈了你 但是你现在可以自己做决定 不管你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我和你妈都会选择支持你 为了不让女儿有心理负担 宁东红接着道 这十几年来 爸妈还是积攒了一些底蕴的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 这番话一出 坐在对面的秦鹏 脸色无法掩饰地动了怒色 他没想到 宁东红居然敢说出这番话 难道他就不怕秦家 对他们宁家动手吗 天目集团 可是秦鹏等了多年才等到的机会 在商业上远抄秦家的宁家 他更是垂涎已久 如果能够拿下宁家的话 他有把握 让秦家的影响力 在国内更上一层楼 就算是四大元老之下 万人之上 也不是不可能 坐在父亲身旁的宁主雅 心中也略微惊讶 没想到对秦家委婉求全 多年的父亲 居然会这般说 他心中要说不高兴的话 那肯定是假的 就当宁主雅即将开口的时候 秦鹏沉着脸打断道 小雅 他事可不是二戏 你可要好好考虑清楚后果再开口 有些事一旦做出来 可就不能挽回了 秦鹏这句话 满满的都是威胁 坐在一旁的宵节 看到宁主雅眼中的坚决 也不禁皱了皱眉 一旦宁主雅在这个时候 选择毁婚的话 他的计划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自然不希望这场婚姻落空 在包厢内众人的注视下 宁主雅终于开口 另一边 春湖畔 人造沙滩的角落 灵性看着已经完全黑下来的天色 不远处已经有人在开始搬运烟花 准备一系列要用的东西 他的脸上有些担忧 难难道 怎么还不回来啊 抬起手看了眼手表 灵性脸色有些焦急 现在已经快要七点了 距离大会开始 只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站在原地愁出了一会后 灵性朝着人群跑去 同时开始用手机拨打萧婷的电话 气氛压抑的帝王包厢之中 我不同意和秦家的婚约 明竹牙眼中带着坚定 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这句话 碰 对一声秦鹏脸色难看地拍桌起 对着凝冬红狠声道 真是好一个宁家 看来是以前对你们的手段太过仁慈了 在这魔都 还没有人敢得罪我秦家 一旁的肖杰背靠在椅子上 暗叹一声 唉 何必呢 不过是多忍耐两年的时间 都和自己说好的了 结果现在 居然到这一处 估计是跟那个灵性有关系吧 难道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最后 秦鹏愤怒地独自离开 肖杰则是起身 准备赶回去参加烟花大会 再待在这里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凝冬红和妻子对视了一眼后 同时站起身 他拍了拍女儿的肩膀 既然是你做的选择 我和你妈都支持你 放心吧 不说别的 至少在一年内 他秦家不敢有什么大动作 凝竹雅只是默默地听着 没有说话 又嘱咐了几句后 凝冬红临走时 忽然扭头说道 有时间了 记得把那个臭小子 叫到家里来聚一聚 你妈还没见过他呢 说完 夫妇二人就乘车离开了酒店 而凝竹雅在他们走后 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也快步离开了酒店 街道上 因为烟花大会的原因 这一片的街道显得 有些拥挤 车堵车人挤人 前往春湖畔的道路 根本无法开车过去 凝竹雅看着这一幕咬了咬牙 现在已经过了七点了 要是坐车去的话 肯定会来不及 明明是和灵性的第一次看烟花 现在自己居然要迟到 这对一向要强的凝竹雅来说 是无法接受的 就当他打算直接跑过去的时候 不远处急速冲来了一辆自行车 上面一道熟悉的人影 正在顽命地踩着 凝竹雅看着来人一愣 呆呆地站在原地 自行车的刹车声响起 气喘吁吁的灵性趴在方向杆上 喘气笑道 美 美女 要坐车吗 你怎么过来了 凝竹雅有些惊喜和意外 内心更是无比的喜悦 灵性声呼吸了一口气后 好受了一点 轻声笑道 这不是看某人还没回来 我就过来接了 要不是萧婷能够定位你手机号 查到你位置的话 今晚这场烟花你 铁定是看不成了 就当灵性说着的时候 明竹雅忽然凑上前 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嘴角露出温柔的笑意 这是奖励你的 说着就坐到了自行车后座 双手抱住了灵性的腰 真是吃亏啊 费这么大惊过来 结果就奖励一个吻 灵性无奈地笑了笑 调转侧头 开始快速地踩动踏板 灵性开始以最快的速度 骑着自行车 朝春湖畔赶去 由于是来回跑 此时额头上布满了汗水 一路上的道路 全部都被车子堵住 在前方已经有警察开始指挥 可见严重性 在拥挤的道路上 一辆自行车 正在快速地行进 朝着烟花大会的地点赶去 就当宁竹雅以为来得及的时候 现实往往会以遗憾的形式出现 在路程只剩三分之一的时候 天空忽然连连乍响 远处的天空隐约可见 五颜六色的烟花残尽掉落下来 他们最后还是没赶上 在这一刻 宁竹雅心中更是无比的自责 都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才会变成这样 由于前方高楼大厦的阻挡 让他们连一朵完整的烟花 都没有看到 只能聆听耳边传来轰雷般的炸响声 吵闹的夜晚里 烟花大会已经完美地落幕 而灵性骑着自行车 依旧没有放弃 身穿一袭黑裙的宁竹雅策 坐在灵性的身后 看着他依旧努力地骑着自行车 朝场地赶 有些失落的安慰斗 算了吧 只是一场烟花大会而已 错过就错过吧 大不了我明天单独办一次 对此 灵性没有说话 自顾自地骑着咬牙不断地前进 宁竹雅以为他是不甘心 也就不再劝说 只是默默地抱住了他 将脸靠在了他被汗水浸湿的后背上 又过去了十分钟 由于大会的圆满结束 所有人都开始离场 拥挤的道路 自然一下就疏通开来 而灵性和宁竹雅 姗姗来迟地回到了沙滩上 此时已经没有什么人了 只在远处的湖面上 有着十几艘不知道干什么的船只 忽累死我了 灵性挑了个最好的位置 毫无形象地坐在了沙滩上 大口地喘气 一旁的宁竹雅 为他擦去了额头上的汗珠 他有些心疼地说道 这么拼干什么 就为了场已经结束的烟花大会 当然不是 灵性的脸上露出在宁竹雅 看来无比璀璨的笑容 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 电话接通 灵性举着电话弹笑道 准备好了就开始吧 咔嚓一声 电话迅速挂断 宁竹雅坐在他身旁 疑惑到开始什么 灵性扭头看向宁竹雅 将手指竖起 放在了嘴唇上 做出了虚的手势 然后伸出双臂 将他抱在了怀里 轻声到抬头看天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也就在宁竹雅刚抬起头 远处湖面上的十几艘小船 突然传出了巨大的炮轰声 一颗宛弱流星般的亮光 直冲云霄 而后轰的一声 猛然炸开 绽放出五颜六色的烟花 在暗淡的夜空 形成了绝佳的景色 不远处 已经回到校车上的众学生 惊讶地看着 天空烟花盛开的一幕 怎么回事 烟花大会不是已经结束了吗 这是哪里来的烟花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本就没热闹够的众人 飞快地跑下校车 再次嗨了起来 撞似风魔 轰雷般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传到这座城市每一个人的耳中 远处湖面的其中一艘船上 李良类的大汉淋漓地躺在船上 不停地喘气 有些后悔地说道 NND 这次干亏了呀 早知道就该多要两张碟片 才一张 给狗狗都不干 沙滩上 宁竹亚惊讶地 看着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灵性在他的耳边轻声道 怎么样 这个够惊喜吧 这可是我花了巨款 专门为你一个人打造的烟花大会 满意吗 宁竹亚嘴脚勾起弧度 轻点了一下头 烟花不断地在夜空绽放 声音嘈杂 灵性却是侧头 看着宁竹亚专注 看着烟花的样子 在来的路上 已经知道了宁家毁婚的事情 心里说不震撼 那是假的 说不高兴 那也是假的 不知是想到了什么 灵性的眼神黯淡了一瞬 鬼使神差地对着宁竹亚说了一句 有时候还真是宠拜你啊 轻声话语 被巨大的烟花绽放声所掩盖 所以宁竹亚并没有听见 灵性也收回心神 专注地看起了烟花 后方的道路旁 因为堵车直到现在才来的宵节 看着空中绽放的烟花 手插在兜里 语气有些厌恶地开口道 真是漂亮 漂亮地让人讨厌 自从母亲离世后 她对所有美的东西或人 都有一种天生的抗拒 明明就在眼前 但在冥冥之中 却总感觉无比地遥远 因为延迟的关系 灵性和宁竹亚 很晚才回到别墅 啊 舒服了 灵性穿着个大裤衩 从卫生间走了出来 看着已经躺在被窝中 看着自己的宁竹亚 她随意地关掉了 灯钻进了被窝之中 刚一躺下 一具柔软的胶躯就抱住了她 尤其是手臂传来的触感 虽然还隔着睡裙 但依旧让灵性内心感到舒畅 宁竹亚用脸蛋 蹭了蹭灵性的脸 闭上了眼睛柔声道 时间不晚了 睡觉吧 闻言 灵性抱着宁竹亚闭上了眼睛 梨子不断涌来少女的清香 睡得无比安稳 第二天一早 清零的鸟叫声在窗外回荡 何旭的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射了进来 灵性有些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下一秒 整个人却是瞬间精神抖擞 舒服吗 只见卧室内 宁竹亚坐在床上 灵性则是趴在她柔软喷香的上 油香味更是不断地往鼻尖窜 宁竹亚笑盈盈地 看着趴在自己身上的灵性 温暖的小手 已经摸到了她的腹肌处 挑逗道 之前没注意到 你身材看起来还挺不错的嘛 老公 要知道 昨晚一来一回 可是足足好几公里 灵性愣是载着她骑了个来回 这可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到的 因为好奇 所以宁竹亚直接就上手了 小手在灵性的衣服内 东摸摸西摸摸 还时不时地夸两句 灵性面无表情地趴在胸上 对于宁竹亚的这种行为 直言道 没想到你不止霸道 还是一个女变态 这话一出 宁竹亚的动作瞬间一将 原本因为自己 男人的身体强壮 而喜悦的心情 消失得无影无踪 很快 别墅内想起了 灵性杀猪般的惨叫声 宁竹亚手上 拿着一条皮鞭 光脚追着灵性 一直从楼上追到楼下 没一会的功夫 灵性就悲催地 被一只粉白小脚踩在地上 心中欲哭无泪 不就是说了你一句色狼 至于骂你 宁竹亚看着她的表情 皱了皱眉 随后一鞭子 抽在了灵性的屁股上 疼得她哇哇叫 她冷声道男人 注意你的身份 别以为讨了我的欢心 就可以得寸进尺 早晨八点 灵性和宁竹亚的身影 出现在了校门口 正朝着社团大楼走去 今天是周日 在烟花大会后 学校还会自主举办一场 篝火晚会 算是给新入学的 大义新生庆贺 这个给你 走着走着 宁竹亚从身上 拿出一张银行卡地 给了身旁的灵性 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卡里有五十万 就当是给你昨晚 表现好的物质奖励 灵性看着手中的 闪耀着金光的 贵宾银行卡 犹豫了下 还是塞到了宁竹亚的包里 轻笑一声后说道 不用了 要是连准备礼物的钱 都要女朋友来出 那我灵性算什么人了 文言 宁竹亚目光 有些意外地 看了灵性一眼 不过也没有强求 身为一个合格的女友 要学会 顾及自己男人的面子 两人手牵手 走在学校内 吸引了不少学生的视线 尤其是那些 还不知道宁竹亚身份的 大义新生 更是看得眼睛都直了 这也太漂亮了吧 简直就是传说中的仙女啊 清早的气氛一片祥和 但作为魔都第一集团的 天幕集团 此刻情况却是不太好 办公室内 一副心事重重的宁东宏 看着各地分公司 传来的回报 围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 妻子宁韵的脸色 同样也不好看 两人之间的气氛 更是无比的压抑 宁东宏微微抬头 看着妻子 有些无奈地叹了口气 秦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难对付 仅仅是今天早上 各省各得的天幕集团分公司 都传来了旗下产业 被查的消息 甚至有的还不得不停止营业 使得网络上 现在到处都是流言蜚语 甚至还在传天幕集团 是什么黑心企业 原本大好的声誉 更是严重受损 宁韵放下手中资料 揉了揉 眉心苦涩的一笑 现在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说到底还是我没用 要不是因为我 小雅现在也不会 行了 眼见妻子脸上出现自责之色 宁东红站起身走到他身后 帮他舒展紧皱的眉头 轻声安慰道 当年的事情不是你的错 谁也没想到 会发生那样的事情 事到如今 就不要纠结这些了 我知道你这些年 心里一直都在自责 导致看到小雅的时候 就会觉得愧疚 所以才 刻意以冷漠的样子对待女儿 宁东红轻轻地抱住了妻子 在他耳边轻声道 其实你比谁都要爱小雅 不是吗 郑武 头顶的猎羊 散发着灼热的气浪 庞佛要将这片大地烤熟 学生会的办公室内 大门和窗户紧紧地关上 空调正在不断地吹着冷气 沙发上 民主雅身上盖着一条毛毯 整个人蜷缩在灵性的怀里 抱住了他的腰 轻声道 我明天要去公司处理一些事情 你就乖乖地待在学校里 不要乱跑 懂吗 是是 灵性的态度有些敷衍 打着哈欠抱紧了怀中的郊躯 心里想的 却是怎么去赚点外款 昨天惊喜是给足了 但是自己的钱包也空了 要是不想办法赚点钱的话 毕业后 估计就只能老老实实地 去给别人打工了 这跟他预想的百烂生活 可是差了十万八千里 听到灵性敷衍的声音 宁主雅不满地趴在他身上 伸手捏了捏某人的脸蛋 语气阴森地威胁道 你在学校最好给我老实一点 要是让我知道你 趁我不再勾打其他女生的话 我就 说着 宁主雅狠狠地朝着灵性的脖子 咬了一口 疼得后者呲牙咧嘴 倒吸了一口冷气 唉 你属狗的 灵性吃痛到 宁主雅松嘴 坐在灵性的身上 满意地看着他脖子上 属于自己的专属印记 然后伸出小舌头舔了一下 撕灵性浑身打了个冷战 宁主雅坐起身 两只略显冰冷的小手 撑在灵性的胸膛上 看着他这副反应 不禁勾起嘴角 真是可爱呢 灵性看着顽心大起的宁主雅 不甘示弱地搂住了他的细腰 紧紧地抱住 然后覆盖上了柔软的唇绊 我堂堂三尺之躯 怎么能被区区女人 玩弄于鼓掌之间 气势上绝对不能输 被堵住红唇的宁主雅 有些意外地看着灵性的反应 眼角出现一抹笑意 然后以更加疯狂的姿态 开始席卷灵性的全部 嗯嗯 灵性瞪大眼睛 他欲哭无泪地看着 掐住自己白皙欲臂 身体一时间有些使不上力气 而宁主雅 则是坐在灵性的身上 单手掐住他脖子的同时 另一只手不断地 抚摸着灵性的身躯 由于动作太过于疯狂 再加上穿的是裙子 这更是让灵性大饱眼福 挣扎得同时不禁暗响 居然又是黑色的蕾丝 难道霸道的女孩子 都喜欢黑色吗 片刻后 直到灵性因为呼吸不过来 脸憋得胀红 宁主雅这才满意地放过了他 凑上前搂住灵性的脖子 宁主雅在他耳边挑逗道 不怪我 主要是你的反应太可爱了 我完全忍不住 灵性侧头看着近在咫尺的精致容颜 不满地抱怨 道你这是耍赖 宁主雅伸手握住了灵性的右手腕 柔声道 好了 别生气了 这就当是补偿吧 说着 灵性领着灵性的手 缓缓探入了自己的衣裙之中 安静的学生会办公室内 灵性躺在沙发上咽了咽口水 右手被灵性带领到了一个禁区之中 感受着手上传来的温柔触感 他下意识地捏了一下 趴在他身上的宁主雅不受控制地低喘了一声 风情万种 你真坏 正在探索境遇的灵性黑黑一笑 男人不坏 女人不爱吗 随着办公室内时不时传出的女性低音声 直到半个小时后才渐渐地消停下来 宁主雅衣衫不整地从灵性的身上站起 光着狱卒走下沙发 随意地将两团卫生纸丢进垃圾桶后 朝卫生间走去 而灵性则是一脸满足地躺在沙发上 心情愉悦到了极点 心中还在回味刚刚的触感 他发现自己好像中毒了 而毒的解药就是宁主雅 傍晚 国都大学的操场上气氛一阵火热 数百名学生正在不断地搬运东西 既然是晚会那肯定是越热闹越好 像是烧烤之类的东西 更是必不可少 一个巨大的篝火台 已经搭建在了操场的正中央 为了防止意外 在边上还摆放着十几瓶消防粉 天色越发地灰暗 随着一声上课铃的响起 原本喧闹的学生 再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目光看向了演讲台的方向 踏踏的高跟鞋踩得声响起 在灯光的照耀下 身穿晚会礼群的宁主雅 拿着话筒 走到了演讲台的正中央 略显冷淡的话语 回荡在每个人的耳边 各位新入学的同学大家好 我是学生会 操场的角落中 灵性萧婷 还有李良三人 坐在一个小型的烧烤价前 火光照耀在他们的身上 至于为什么是这三人组 灵性表示自己不喜欢太热闹的氛围 而萧婷则是因为社恐 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所以也来到了角落里 至于李良嘛 因为灵性觉得自己和萧婷 孤男寡女待在一块 要是被某人看到的话 肯定会心里不舒服 所以就把她拉过来了 灵性嘴里嚼着一块不要钱的牛肉 看着演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宁主雅 有些佩服道 这表情动作和细节 演得真到位啊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哪个开朗的学姐呢 李良赞同地吃下一块烤腰子 附和道士啊 可惜这么漂亮的 一朵花被投注给拱了 灵性 坐在一旁有些害羞的萧婷 却在这时罕见地开口道 其实会长以前没这么高冷的 只是在学校里 一直没人愿意和她接触 到后来 就变成了这副冷冰冰的样子了 文言 灵性扭头好奇地询问道 那你和她很熟吗 不会是同一个高中的吧 萧婷吹了吹手中的蔬菜串 小心翼翼地吃下一口后 这才笑道 可不止高中哦 我和会长 其实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那个时候 她虽然也有点冷冰冰的 但还没现在这么严重 萧婷脸色认真地说道 以前的会长看到人 还会礼貌地笑一笑呢 厉害吧 灵性和李良对视了一眼 想到宁竹雅那副高冷女神的饭 认真地点了点头 那还确实挺厉害的 明明在别人看来 稀疏平常的事 但如果把对象换成宁竹雅的话 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 演讲台上 宁竹雅的一言一行 都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没办法 实在是太美了啊 像宁竹雅这样祸国殃民级别的大美女 不打扮 就已经是人间角色了 打扮起来 如同九天的仙女 历龄红尘 试问这样的仙女就在眼前 谁还能控制住自己的眼睛 终于 随着最后一句落下 宁竹雅结束了第一阶段的工作 随后就是本次沟火晚会 最重要的阶段 挑选舞伴 既然都有晚会了 那肯定是要跳个舞庆祝庆祝 而挑选的方式 就是抽签 随着几名学生 抬着一个抽票箱 放在了演讲台前 宁竹雅率先上前一步 从其中拿出了一个小球 然后他看也没看的 就朝着不远处 正在燃烧的篝火抬走去 做了一个表率 而其余学生见状 更是纷纷兴奋地冲上前 心中此刻更是恨不得 把祖上记得得全部用上 有人欢喜有人愁 特别是一名戴着眼镜的男生 被三百多惊重的大三学姐抱在怀里 脸上露出了屈辱的表情 天要亡我呀 操场的角落中 李良吃着烤串 看着远处的一幕 边嚼边含糊不清地说道 信子 你不去抽一下吗 那可是你女朋友哎 万一被别人抽到了怎么办 灵性此刻坐在一旁大块朵仪 随口回道 要是真敢有人上的话 我得佩服他 就是不知道他明天这个时候 是躺在医院的普通病房 还是重症病房里 开玩笑 让宁竹雅装装样子还行 要是真有人赶上去套近乎的话 估计每个十天半个月下不来床 安啦 以他的信子 估计等一会就过来了 远处的篝火旁 周围都是成双成对的舞履 唯有宁竹雅身穿那件黑色的晚会礼裙 高贵地站在那里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 事到如今这种程度 已经不会让他的内心 产生哪怕一点的波澜 而角落之中 灵性不经意间地回头 正好看到这一幕 嘴中咀嚼的动作 忽然慢了下来 在他的视角之中 宁竹雅孤身站在人群之中 脸色冷冽 彭佛对所有事情都提不起兴趣 看着篝火前站着的黑群女孩 灵性恍惚间 像是明白了什么 放下了手中的烤串 随意地抓起李良的衣服 擦了擦手和嘴上的油子 你们先吃 我忽然有点事 灵性站起身小跑着 朝着远处的操场中央而去 李良看着自己 今天刚买的白色短袖 额头冒出黑线 你走就走 居然拿我衣服擦嘴 而萧婷 则是看着灵性的背影 羡慕到爱情 真好啊 火星闪耀的篝火旁 站立着一对对舞伴 悠扬婉转的音乐 从校园广播中响起 众人开始闻声起舞 而宁竹雅也打算转身离开 刚一扭头 却撞在了一个硬实的胸膛上 还好灵性及时抱住了她 宁竹雅疑惑地看着 突然出现在身后的灵性 你怎么来了 灵性伸出一只手 笑道这位女士 能陪我一起跳一曲吗 宁竹雅脸色微微一愣 随后伸出了自己的手 搭在了灵性的手上 轻笑道 看你这么虔诚的样子 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吧 随后两人以极其标准的舞蹈姿势 游走在篝火台的四周 优雅的身形 让其他正在跳舞的人 自残行贿 不自觉地停了下来 这一刻 晚会的主角毫无疑问是 属于灵性和宁竹雅的 灵性单手 搂住宁竹雅的细腰 起舞的同时 对着她轻声道 你其实应该很孤单吧 孤单 宁竹雅皱了皱眉 你在说什么 她堂堂天目集团大小见 会孤单 灵性微微一笑 凑上钱在她耳畔轻声道 你要知道 孤单和孤高 虽然只有一字之差 但代表的意思 可是天差地别 之前我还没发现 以为你是属于后者 但在刚刚我才明白 原来你是属于前者 话落 灵性趁势在宁竹雅的红唇上 亲了一口 脸上洋溢着高兴的笑容 宁竹雅皱眉眉 但看了一眼四周看来的目光 忍住没有发作 臭男人 居然敢当众使坏 等回家了我再收拾你 篝火晚会结束后 宁竹雅并没有多留 直接揪着灵性的耳朵 就上了车 当晚 灵性愉快又痛苦地 度过了长达两个小时的虐待 身上各处 更是被宁竹雅灵性 清晨一早 安静地卧室内 灵性睡眼轻松地睁开了眼睛 下意识地想要抱住什么 却落了个空 她扭头看去 意外地发现身边空无一人 并没有宁竹雅的身影 在床头柜上放着一张小纸条 灵性打开一看 脸上这才露出几分了然 原来 失去集团工作去了 难怪这么早就不见人影 灵性知道 灵家毁婚情家 肯定会对宁竹雅 造成不小的压力 不过这样一来 就显得她自己有点鸡肋了 这时 手机来电铃声响起 刚打算躺下的灵性 拿起手机一看 上面显示三个大字小魔女 是宁竹雅的电话 电话接通 那头传来了有些慵懒柔幸的声音 还没起来 背靠在床上的灵性 轻轻地N了一声 打了个哈欠后说道 刚刚睡醒 你怎么这么早就去集团了 现在才早上八点 电话那头的 宁竹雅轻声笑道 这不是要养某条大懒猪吗 紧接着 宁竹雅轻条的语气收敛了一些 对着灵性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这几天会很忙 可能没空陪你了 所以 你这几天最好老实一点 不要让我知道你在外面乱搞 下场你是知道的 文言 灵性脑中不由地想起 昨晚那条被宁竹雅使得 虎虎生微的鞭子 身体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善善地笑道 哼 哼 你放心吧 我什么人品 你还能不知道吗 放一百个心吧 大头冷哼了一声 最好是这样 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 灵性擦了擦额头冒出的冷汗 这一下也彻底睡不着了 只好起床穿衣服 打算去学校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 魔堵某高档别墅区内 家主 我说的千真万确 这次就算不能让宁东红背叛 也能让他进去好好地蹲几天 客厅的太师以上 秦鹏听着电话那头传来的汇报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笑道 好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到时候闹得动静越大越好 我要国内所有人都知道 得罪我秦家的下场是什么 只要这件事能成 我在上面替你每言几句 也不是不可以 至少位置往上提一提 肯定是没问题的 话落 电话那头立马传出有些兴奋的声音 那就多谢秦家主了 我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秦鹏简单地回应了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他看着窗外清晨的假山美景 眼中的阴险之色一闪而逝 敢跟他秦鹏对着干的人 没有一个能有好下场 与此同时 我都大学的校门口 林姓刚从车上下来 身后就传来喊声 他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却发现是自己的班主任王立行 林姓 想要见你一面 还真是不容易啊 身后王立行迅速地走了上来 阴沉着脸 抓住了林姓的肩膀 不让他有逃走的机会 无奈 林姓转过身 嘴角一抽 老王 我现在可是自学 按照规矩 你可不能再管我了 老王 听到这个称呼 王立行一愣 随后直接抓住单手 拎着林姓的衣领 生气地吼了起来 没大没小的 你管谁叫老王呢 你信不信我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他好好地教育教育你 又来这一趟 林姓撇了撇嘴 他老爹和面前的王教导主任 是好朋友 再加上老年无子 所以这位班主任 平时对林姓 可不是一般的眼力 几乎是把他当作 自己儿子一样教育 为此林姓可是吃了不少的苦头 所以才会申请自学 王立行又目光不善地 盯着林姓的眼睛 脸上浮现一抹圣人的笑容 而且我记得 你的自学 好像已经被取消了吧 这话一出 林姓庞佛是想到了什么 身体瞬间一僵 这才想起来 之前宁主亚威胁自己取消了自学 靠 没想到这女人居然来真的 林姓的脑袋 立马像波浪鼓一样摇了起来 耍无赖地说道 不去不去 反正我是不可能去的 老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王立行显然是了解林姓的性格 一想到今天和其他几名老师打的赌 于是出声引诱道 就一节课 只要你去上 以后你想干啥 我都不管你 反正你家里有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后面的话 王立行并没有说出来 转了转眼珠子 想到了一个更直接快捷的办法 他伸出两根手指 对着林姓淡笑道 我就实话跟你说吧 我跟其他几名老师打了个赌 到时候 他们要来看我的教课 只要你给我长张面子 说着 王立行看了一眼四周 确定没人后 凑上前在林姓的耳边悄悄说道 只要你来 事后我给你两百块零花钱 听到两百块这个字眼 林姓的眼睛瞬间一亮 要知道 他现在可是身无分文 正是缺钱的时候 虽然两百一节课已经很多了 但林姓觉得还能更多 几分钟后 在一番讨价还价下 林姓最终谈到了三百五十块钱 脸上露出了喜滋滋的笑容 两人一同朝着教学楼走去 王立行摸了摸钱包 美好气道 真不知道 你这讨价还价的能力 是谁叫你的 正经的知识不学 禁搞这些歪门邪道 走在路边 林姓得意一笑 不好意思 本人有大地之资 自学成才的 另一边 国度人来人往的商业街上 一辆出警的警车 停在了天慕集团的大楼下 车门打开 在路人惊讶的目光下 五六名警察 腰间别着手铐 进入了大楼之中 还没过几分钟 身为天慕集团总经理的宁东宏 就跟着这些警察走了出来 最后坐上了警车 朝着警察局驶去 这一幕被不少人拍下发到了网上 掀起了一阵热议 要知道 宁东宏可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人物 在天慕集团 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这样的人 不管到哪里 都会吸引大众的视线 更别说是被警察带走这样 足以轰动整个互联网的事情了 在某些人的刻意引导下 消息传播得异常的快 很快天慕集团的股市 就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我读大学 管理纪的教室内 因为有其他老师前来听课的原因 所以不少学生都收到了消息 安分手挤了很多 在教室的最后排 五名其他客人老师 已经准备好看戏了 心里正盘算着 怎么坑王立行这老狐狸吧 却见这时教室的门打开 腋下夹着书本的王立行 满面春风的走路 还没等几名老师弄清楚 这家伙 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的时候 又是一道身影走入教室 坐在后排靠窗位 紧挨着一名老师的礼良 眼睛立马一亮 除了他的好机友灵性 还能有谁 随着灵性进入教室 不少同学都是微微一愣 紧接着 教室后排 就是几位老师的身影 同时站起 脸色一黑的朝着教室外走去 看谢 看什么谢 这王老狗真是够赢的 为了赢 居然把灵性都给叫回来了 真是不要闭脸 在场的几位老师 或多或少都教过灵性 自然知道他的学习能力 所以毫不犹豫地起身就走 见此一幕 王立行把书放在桌案上 对着即将离开的几名老乡好笑道 咦 老李你们这就走了 不是要来听课吗 名为老李的中年男教师 嘴角一抽 离开的脚步不禁加快了几分 语气不嫌不淡地呵呵笑道 不 不用了 你老王的教学水平 我们还能不知道吗 简直是魔都大学一绝啊 王立行文言哈哈一笑 哪里哪里 过奖了 这些事实就不要拿出来说了吗 咱们教书育人的 要低调一些才行 你说是吧 听懂了暗语的老李 黑着脸走出了教室 心都在滴血 这次亏大了 而作为主角的灵性 则是直接一溜烟地 就跑到了李良身旁坐下 这里可是他的专属座位 看着台上准备讲课的主任 李良偷偷地给林姓 竖了一个大拇指 佩服地说道 行啊 姓子 简直是救了哥一命啊 林姓瞥了这伙眼 对着他贪了贪手 直接道 感谢叫有点诚意 我最近缺钱 要不你捐给我一点 李良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将头扭了回去 那还是算了吧 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李良又凑了过来 在林姓耳边悄悄道 老林 有单生意要不要做呀 只要你出卖一下色相 你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包了 色相 林姓有些狐疑地看了李良一眼 什么意思 随后李良在林姓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她的脸色立马一黑 不禁骂道 你小子星真TM够黑的 这种事 你也干得出来 李良黑黑一笑 你说你干不干就完了 最终 迫于生活的压力 林姓还是选择了屈服 事情主要从李良这家伙 追其他技的女生 结果被荡成了备胎 然后转而追求人家母亲 开始说起 天幕集团的办公区域内 宁竹哑皱着眉头 坐在办公室内 放在面前的文件 完全看不下去 心中不断地思考着 如何能够把自己父亲救出来 今天上午 警察局的人 已贿赂官方人员的罪名 将他父亲逮捕了 虽然没有证据 但是却有证人作证 就算是最理想的情况 也要在警察局 待上一段时间 不用想 这件事肯定是秦家的人干的 除此之外 宁竹哑想不到会有其他的人 敢来针对他们宁家 一时间 宁竹哑的心情 莫名地有些烦躁 根本进入不了 专注工作的状态 下午三点左右 李良拉着精心打扮之后的灵性 来到了一家餐厅的门口 只了只坐在里面的一对情侣 他恶狠狠地说道 就是那个女的 不仅欺骗我感情 还让我给他买各种包包和礼物 要不是我偶然撞见 他跟别的男生在外面亲热 我还被一直蒙在鼓里呢 身穿一身黑色西装的灵性 有些无语地说道 所以 你就把人家老妈的联系方式 弄到手了 打算好好地羞辱一下她 不得不说 你脑洞挺大啊 李良也知道这件事有些不耻 尴尬地挠了挠头 鬼知道他妈当时直接答应我了 我自己到现在都还有点猛呢 而且还特意约在了 和女儿一家餐厅 真不知道这一家子人的脑回路 为什么这么新奇 赶紧走吧 人都已经到了 李良催促道 虽然心中无奈 但灵性还是跟着李良走进了餐厅 朝着那对情侣的旁边座位走去 一名打扮精致的中年妇女 早已等候多时 烂女的一眈眼 发现了走进来的李良 吃惊地出生到李良 你怎么在这里 坐在面前的年轻男人眼中 闪过阴影之色 但面上还是彬彬有礼的笑道 小丽 这是你同学吗 小丽犹豫了下点了点头 脸不红心不燥地笑道 嗯 是我的追求者 文言 李良心中更为的气愤 这女人当初可是答应了自己的 不然她也不会付出那么多 她推了推身旁的林姓 老林 到你上场了 林姓看着坐在隔壁的中年妇女 嘴角抽了抽 还是硬着头皮坐了下来 对着女人干笑道 姐 姐 你好啊 小丽 惊讶地看向了自己母亲 妈 你认识他们 李良脸上露出得意地坐了下来 洋洋自喜到没想到吧 我早就发现 你在外面乱搞了 既然当不成你的宝贝 那我也只能努努力 当一下你妈的宝贝了 放心到时候你 依旧是我的宝贝 说着 李良扭过头 与其自然地对着前女友的妈妈笑道 姐姐你好 我就是小丽啊 宁可比照片上的美多了 坐在身旁的林姓 心中暗自呕吐 真是什么肉麻的话都能说得出来啊 人家这年纪 都可以当你妈了 要不是为了生活费 打死林姓都不愿意来 中年妇女看着林姓和李良两个小鲜肉 嘴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乐呵呵地笑道 真是过奖啊 别客气 反正以后都是一家人 隔壁桌 坐在小丽面前的青年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TMD 这是什么意思 合着那小子 以后就是自己未来的岳父 小丽的脸色也黑了下来 完全没有想到 会是这种局面 这是要是传出去 他以后还要怎么再谋度大学婚 而李良还在乐呵呵地介绍道 姐 这是我朋友林姓 跟我一样 都是大二的新生 目前也是单身 能够看到狗男女吃饼 此刻李良心中别提有多爽了 接下来 只要把面前这位大姐给应付走就行了 林姓嘴角苦涩 干巴巴地笑道姐姐好 中年妇女看着林姓棱角分明的五官 桃花眼都要冒出来了 这么帅的小鲜肉 她还没品尝过呢 但就在这时 餐厅内的气氛忽然冷了许多 由于是背对着餐厅的大门 所以林姓和李良并没有注意到 身后已经多了一道散发着寒气的歉影 就当林姓坐在位置上干笑的时候 一只冰冰凉凉的小手 忽然摸到了她的脸上 这熟悉的触感 更是让林姓瞬间打了个哆嗦 同时心想 应该不会那么巧吧 中年妇女则是不满地看着站在林姓身后 抚摸着她脸的女生 你干什么的 她的脸是你能摸的吗 这可是自己看上的小鲜肉 现在居然有人比自己还要先上手 这怎么能行啊 林姓动作僵硬地扭过头 一转头就看见某位大小间冷眸盯着自己 眼底是圣人心脾的冰冷 她的脸瞬间一抽 扭过头尴尬地笑了笑 看来是太饿了 都给我饿出幻觉了 坐在一旁的李良 默默地吞了吞口水 赶忙把位置让了出来 心中已经预想到了等会的场景 没一会的功夫 明竹雅冷着脸 拉着林姓的后衣领 将她直接拖出了餐厅 而在身后 两名保镖则是死死地盯着面露不甘的中年妇女 看着面无表情被拖走的林姓 李良心中暗暗地祈祷 但愿明天还能见到活着的你吧 要是死了的话 可别来找我 很快 明竹雅直接驱车离开了餐厅 踩下油门狠狠地枷锁 看得出来心情很不好 而林姓则是被丢到了后排 孤苦伶伶地躺在地上 车内的气氛很压抑 两人一路上都没有说话 但林姓清楚地明白 这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十五分钟后 在别墅女佣惊讶的目光下 林姓被宁竹雅抓着衣领 拖上了二楼 全程没有半点失利 甚至连气都没喘一下 砰的一声 林姓像是垃圾一样 被丢在了熟悉的墙角 林竹雅看着窗外刺眼的阳光 直接上前把窗帘拉上 或是那瞬间昏暗一片 只有微弱的光芒 透过缝隙照射了进来 林姓嘴巴干涩地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宁竹雅 善善道 你听我解释啊 我真的 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声 林姓目光呆滞地偏着头 左脸瞬间多出了一个巴掌印 寂静的卧室内 宁竹雅冰冷的眼眸注视着林姓 冷声道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当着我的面 和那个老太婆相亲 你知道她看你的眼神像什么吗 我早上才刚警告过你 结果当天下午 你就跟别的女人 还是一个老女人 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那一幕对宁竹雅的内心影响 无疑是巨大的 就算是林姓跟那个秦夕坐一起吃饭 她也不会这么生气 但跟那个一看 就不像是什么好人的老女人 这不是变相说明 她宁竹雅比不上她吗 亲眼所见的一幕 再加上父亲被抓得不安积攒在一起 宁竹雅心底压抑的情绪 此刻彻底爆发 很快卧室内 传出了林姓哀嚎的声音 别 别撕我衣服 哎 还有我裤子 没一会的时间 林姓整个人就已经被宁竹雅扒光 她脸色阴沉地说道 不听话的狗 唯一的办法就是下狠心地去调教她 看着缩在被子里的灵性 宁竹雅退去了身上的衣物 雪白的肌肤瞬间暴露了出来 但此刻的灵性完全没有欣赏的心情 在她惊恐的目光下 被子里多出了一句雪白的娇躯 啊 你属狗的 别咬我啊 卧槽 那不能咬啊 我真错了 呜呜 楼下 正在打扫卫生的女佣 听着已经传到楼下的惨叫声 不禁内心同情地摇了摇头 惨 实在是太惨了 但愿小姐下手轻点 别把林少爷给打死了 林姓凄惨的叫声足足 持续了大半个小时之久 等她的声音停息之时 身上已经遍布牙印 有的甚至还渗出了血 昏暗的卧室内 宁竹雅发泄一通后 心情明显舒畅了许多 在听到林姓解释了事情的情后 勉强原谅了她 床上 林姓声无可恋地 躺在宁竹雅温暖的怀里 隐约可见 手臂和腿上 到处都是牙印 宁竹雅帮着她揉了揉伤口 轻声安慰道 好了 别生气了 还不是怪你自己不听话 但林姓没有丝毫的动静 依旧保持沉默没有说话 看来是真的生气了 没办法 宁竹雅叹了一口气后 翻身光着身子 趴在了林姓的身上 红唇朝着她的嘴吻去 同时 双手开始肆意地 游走林姓的身体 没一会 林姓就不受控制地有了反应 宁竹雅会心一笑 她凑到了林姓的耳边 妩媚地笑道 虽然这几天是危险期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的话 我倒是不介意让你舒服一下 这句话就像是一把钥匙 释放了林姓心中 压抑的不满和疯狂 她直接伸出双臂 翻身将宁竹雅压在了身下 目光愤愤不满地开口道 这可是你说的 可别后悔 宁竹雅伸出白皙的小手 捧着林姓的脸 笑道当然 只要你想 很快 卧室内响起了宁竹雅的喘声 林姓的呼吸沉重 声音之中 却带着无上的快感 这一刻 两人毫无疑问都成长了 终于迈出了那最后一步 时间不知过去了多久 宁竹雅柔软的身躯 蜷缩在林姓的怀中 沉沉地睡去 而林姓的目光 却是看着被子上 那一滩心红的血迹 自己的第一次 居然就这么交出去了 交给了一个 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女人 虽然还不到一个月 但也已经是 共同经历过生死 恐怕这段感情 唯一的缺点就是 这朵玫瑰的刺 异常地锋利 林姓被子里的手 拍了拍宁竹雅的翘臀 狠狠地捏了一把 嘟囔道 真是只眼瞒的小猫 而宁竹雅 因为太疲惫 早已沉沉地睡去 哪知道林姓做了什么 不然怎么也得 起身奖励她几个大逼都 沉静地卧室内 想通了什么的 林姓眼中 出现一抹通透之色 下意识地将怀里的人 给搂紧了一些 然后也进入了梦乡之中 可能是该到她旅行一下 作为男朋友的义务了 明天去见一下 未来岳父吧 清晨一早 宁竹雅便拉着 还没睡醒的林姓 坐上了前往警局的车 昏昏欲睡的林姓 看着光脚 依偎在自己怀里的宁竹雅 脑子有些不清醒地 喃喃了一句 你好重啊 正在欣赏自己 昨晚杰作的宁竹雅 看来这个男人 不是一般的能作死 不挨打就不知道 什么叫作痛 足足花费了半个小时的路程 等到车停靠在 警局门口的时候 林姓面无表情地 从车上走了下来 脖子上多出了 一道新的咬痕 宁竹雅挽着林姓的手 朝着警局内走去 哪怕是她 到了警察局这种地方 脸上也提不起笑容 门口正在值班的警察 认出了宁竹雅 所以并没有阻拦 反而是有些好奇地 看着林姓 在简单登记了一方后 宁竹雅和林姓 在一名中年警察的带领下 来到了一间看守房前 她掏出身上的 一把钥匙打开门后 就站在了门口 对着宁竹雅淡淡地说道 你们有二十分钟的对话时间 到了点马上出来 明竹雅冷着脸走了进去 林姓见状 只好带位感谢道谢谢 中年警察点了点头 并没有多说 在看守室内 宁竹雅带着手铐坐在凳子上 当她看到女儿和林姓进来后 抬起头脸上挤出一抹笑容 来了 明竹雅走到窗前坐下 看着坐在对面的父亲 与其下意识地有些冷淡道 具体要关多久 明竹雅看到女儿眼中 一傻而适地担忧 心中欣慰的同时 笑道 放心吧 因为只有人证 关个十天就能出去了 嗯 明竹雅点了点头 随后看守室内 陷入了诡异的寂静 妇女两谁也没有开口说话 就这么静静地对望着 庞佛是在进行脑电波交流 这让站在一旁的灵性好不尴尬 怎么刚说 两句就不说了 好在这样的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 看守室外传来了动静 谁在里面 报告局长 是昨天刚抓进来的天幕集团总经理 宁东宏 何来看望他的家人 宁东宏 看守室外 局长陈伟一愣 因为他刚出差回来 所以并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 没想到一回来 就听见自己手下的人 把宁东宏这位大人物给抓了起来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他的眉头一下就皱了起来 被这中年警察询问了一番事情的经过后 磕斥一声 胡闹 这件事 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 陈伟一瞬间就想到了什么 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然后直接打开了看守室的大门走了进去 但他的身体却是在门前僵住 不知是看到了什么 他的瞳孔猛的一缩 彷佛是看到了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人 看守室的另一头 宁东宏注意到愣在门口的陈伟 明显是认识的 笑着打了个招呼 陈局长 好久不见啊 陈伟站在看守室的门口 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折指宁竹雅和灵性 带着一丝颤音说道 这是你的女儿吧 都长这么漂亮了 戴着手铐的宁东宏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细节 笑着点了点头 然后又对着林姓介绍道 林姓 这是警察局的陈局长 还不打个招呼 因为知道自己女儿的性子 所以宁东宏直接看向了林姓 免得场面过于尴尬 站在宁竹雅身后的林姓 对着陈伟 微微攻了攻身 礼貌地笑道 陈局长好 我叫林姓 是小雅的男朋友 奔着结婚去的那种 宁竹雅瞥了他一眼 以为这家伙是在炫耀 你在自豪什么 而站在门口的陈伟 听到这句话 内心顿时一沉 特别是看到林姓脸上的 谦逊的笑容 心底更是感到寒了 他倾壳了两声 笑道 那你们慢慢聊 我先去处理一些事情 说着 陈伟立马关上了 看守室的大门 脸色在一瞬间 就难看了下来 他直接阴沉着张脸 朝着办公室走去 而看守室内 林姓则是收回目光 伸手摸了摸 宁竹雅的柔顺的黑色长发 轻声道 那我们也走吧 别打扰叔叔休息了 宁竹雅打掉了 林姓不老实的手 目光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随后扭头 看向自己的父亲 淡淡道 那我先走了 宁竹雄点了点头 知晓女儿冷淡性子 能开口告别 就已经很不错了 说完 宁竹雅牵着林姓 直接走出了看守室 门户缓缓关闭 局长办公室内 陈伟阴沉着张脸 坐在椅子上 看着站在面前的马飞 可斥道 是谁让你抓捕宁竹雄的 你知不知道 这件事的影响有多大 那可是天目集团的代表人 每年都对魔独有巨大的捐献 你倒好 一声不吭的 就把人给我抓了 看着不断呵斥自己的局长 马飞眼中闪过不耐 穿着黑色的警服 无所谓的开口道 抓了就抓了呗 反正我们有人证 而且还是秉公办事 谁能找我们警局的麻烦 听到这句话 坐在椅子上的陈伟 彻底忍不住了 直接上前揪住了马飞的衣领 眼中布满红穴丝恶狠狠道 你知道你这次闯了多大的祸吗 别以为背靠秦家 你就能什么无所畏惧 这次要是处理不好 不只是你 就连我的乌纱帽 也要被摘下来 闻言 马飞一愣不敢置信地看着局长 意识到有些不对劲 什么意思 难道宁东红还有什么靠山 陈伟松开手 对着他冷笑道 现在知道怕了 我告诉你 要是这件事 让上面的那几位知道的话 别说你我 就连秦家都自身难保 说吧 陈伟看还愣在原地的马飞 直接气不过地 一脚踹在他的肚子上 将他踹倒在地 愤怒地吼道 还愣在这干什么 还不赶紧去把人给放了 马飞闻言彻底慌了 他知道 局长敢这么说 肯定是有什么依据的 一刻不敢犹豫地 朝着办公室外跑去 同时 他的心中暗自后悔 早知道就不帮秦家出这个头了 结果现在惹上了大祸 办公室内 陈伟则是快速拿起桌上的电话 打了起来 网络上的舆论 也必须马上消除澄清 马飞毕竟是自己手底下的人 要是这件事 继续这么发酵下去的话 他的乌纱帽 肯定是保不住的 所以 必须要趁现在还来得及 马上把事情都处理干净 在回家的路上 林姓正在开车 好奇看着后视镜内 坐在后座沉默不言的宁竹哑 询问道 我其实很好奇啊 你爸妈现在不是都已经支持你了吗 怎么你对他们的态度 还是这么冷冰冰的 坐在后座 看着窗外 发呆的宁竹哑 扭头道 我现在心情有些不好 如果你不想被抽的话 就乖乖地闭上嘴巴 看着他瞬间冷下来的脸 林姓撇了撇嘴 不再多问 就在这时 一的一声消息提醒铃声响起 宁竹哑心情有些烦躁地 拿起手机查看 看了一眼手机上的信息后 他直接对林姓吩咐道 掉头 去兰江大酒店 林姓看着不远处的别墅区 暗叹一口气 只好掉头 这又怎么了 宁竹哑淡淡道 有客人找我们 不好拒绝 警局门口 作为警察局长的陈伟 亲自笑着 把宁竹哑给送了出来 歉意地笑道 不好意思啊 宁兄 这件事 是我手下的人做事太莽撞 让你受苦了 宁竹哑此时 也是满脑子的疑问 怎么突然就把自己放出来了 自己这个天目集团总经理的身份 好像没那么好用吧 尤其是当他看到陈伟脸上堆起的笑容 更是觉得一阵不舒服 他虽然和陈伟认识 但却并没有熟悉到这种地步 怎么突然间跟变了个人一样 但想想自己能够提前出来 他也就不再纠结这些 心中盘算着 应该是自己媳妇做了什么 宁童鸿对着陈伟笑着 拱了拱手 那陈局长我就先走了 有时间请你喝茶 说完 宁童鸿就坐着专门接送的警车 离开了警局 在他走后 陈伟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收敛了起来 转而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眼中闪过犹豫 在思索了片刻后 他还是掏出手机 找到了一个号码拨了出去 电话几乎是瞬间被接通 那头传来一道沉稳的声音 老陈 怎么了 陈伟脸色略显严肃地 拿着手机说道 老王 我这有件事 要跟你汇报一下 可能需要你往上面传传消息 我的级别不够 蓝江大酒店 作为上宇集团 吸金最多的产业之一 在国内都开有几十座分酒店 每年的纯利润 都在一亿以上 或许对于天目集团 这样的商界顶流来说 并不算什么 但在魔度的低中层来说 已经算是尤为难得 在最顶层宽大奢华的包厢之中 萧杰身穿一件鼻挺的西服 给人一种斯文绅士的印象 包厢外传来了灵性抱怨的声音 紧接着就是包厢的门被打开 两人走了进来 我说你下次能不能自己穿上 每次都要我帮你穿 怎么 你不服 门打开 宁竹亚揪着灵性的耳朵走了进来 精致的脸蛋上充斥着不爽 这家伙 现在居然敢埋怨自己了 看来还是缺乏调教 看着两人的样子 萧杰撑着手笑道 你们的关系还真好呢 宁竹亚直接拉着灵性坐到了对面 冷声道 找我过来什么事 一旁的灵性 则是看着餐桌上的美食 开始大快躲移了起来 边吃边听两人谈话 萧杰眯了眯眼淡笑道 自然是为了秦家的事 我们之前可是商量好的 结果你现在突然打乱计划 让我很难做 文言 宁竹亚冷哼了一声 我做事什么时候 需要向你解释了 说完 他扭头看着一旁 没心没肺大吃特吃的灵性 忍不住直接对着他的脑袋 来了一巴掌 啊 被莫名其妙打了一下的灵性 不满地看向宁竹亚 你又发什么疯 宁竹亚 则是指了指桌上的小龙虾 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灵性无奈地擦了擦嘴 打过那盘小龙虾开始包壳 然后将虾肉得到了宁竹亚的嘴边 宁竹亚小口吃了下去 动作优雅 看着被调教的服服贴贴的灵性 坐在对面的萧杰 眼中闪过莫名之色 随后淡淡地开口道 这件事先放一边 我这次找你过来 是想提醒你 小心点我那个父亲 他可没那么简单 宁竹亚皱眉 什么意思 萧杰夹起一片青菜叶 放入了碗中 达非所问地笑道 一棵树的树干越是茂盛 说明它的根就越是深入地底 而我们通常 只看得到它茂盛的绿叶 却对深陷土壤的根 一无所知 听到这话 灵性深邃的眼眸 产生了轻微的波动 似是想到了什么 但并没有说出来 而宁竹亚 则是根本没把这句话放在心里 对此萧杰全部都看在眼中 也没有继续提醒 十几年来的高压生活 对于宁竹亚来说 既是好处 也是唯一的缺点 当一个人与社会产生脱节的时候 唯一相信的便只有自己 而不会去揣摩和在意别人的想法 而这一点 更是造成宁竹亚性格冷漠的最大原因 希望我们还能有合作的机会 站起身 萧杰一笑之后 静止地离开了包厢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萧杰先是看了一眼灵性 然后才看向了宁竹亚 其中的意义不明 等到萧杰走后 宁竹亚毫无形象地脱掉了小白鞋 将裸露的小脚 放在了灵性的腿上 脸上露出了满足的笑容 灵性看着脱鞋皮宁竹亚 有些嫌弃地 看了一眼放在腿上的粉白小脚 这还在吃饭呢 就不能注意点形象 宁竹亚柳没皱起 直接捏住了灵性的脸 狠狠地一拉 冷冷到 你刚刚是在嫌弃我吧 翅膀硬了 没有啊 被扯着脸皮的 灵性委屈到我只是在想 老婆大人你 天天这么辛苦 要不我给你捏捏脚 宁竹亚一听 觉得好像还不错 于是松开了匆匆欲指 点点头 这样啊 那我错怪你了 是啊是啊 灵性复合着笑道 随后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握起放在腿上的白皙小脚 手放在穴位上 轻轻地捏了起来 宁竹亚惬意地闭上了眼 享受着闲暇时刻的放松 这男人真让他挑对了 上能按摩 下能净除 清晨的魔督空气之中 带着一股清爽 能够缓解身心的疲惫 秦家 秦鹏阴沉着脸 坐在太师椅上 听着手机 那头传来的警告声 你最近的行为太过了 已经被高层注意到了 要是不想 被当作出头鸟打一枪的话 就收连点 天目集团那边 就先放放吧 至少在我调查清楚 您家的背后是谁之前 不要轻举妄动 说完 这通神秘的电话挂断 秦鹏心情烦闷地 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将通话记录删除 随后他 直接一掌拍在了 身旁的木桌上 茶盏里的茶水 立马震了出来 建设到了地上 该死的您家 居然真的 让你们找到了个靠山 秦鹏嘀吼一声 语气之中充满了不甘 他苦心布局了 这么多年的计划 现在全部都要被搁置 这怎么能让人不气 但要秦鹏违背 那位的意思 暗中对您家动手的话 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 毕竟 那可是他们秦家 最大的靠山 不能交了 要是违背的话 自己这家主的位置 能不能保住都难说 更别提什么也行了 魔都 宁家宅院 站在别墅门口等候的宁运 看着从车上下来的丈夫 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他走上前 担忧到没出什么事吧 宁东红笑着抱住了老婆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笑道 有你打通关系 我能出什么事啊 我打通关系 宁运听着丈夫 说得莫名其妙的话 不解道你不是被无罪释放的吗 文言 宁东红一愣 松开了老婆疑惑道 不是你在警局疏通关系的吗 还是警局局长陈伟 亲自送我出来的 肯定是 上面有人发话了 不是你帮我疏通关系的吗 没有啊 宁运眼中的疑惑之色 愈发的浓重 皱眉到我哪来的关系 能够说洞警局的局长 一瞬间 夫妻俩的脸色 全都充满了疑惑 不明白在这其中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就在这时 宁运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他拿起接通 那头传来秘书兴奋的声音 董事长好事啊 我们各地分公司的调查 忽然全部撤销 现在股市的情况 已经稳定下来了 这突如其来的喜讯 更是让宁运心中不知所措 这突然间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来 随后几天 灵性获得了难得的安静生活 他每天就去学校帮着宁竹雅 处理学生会的事情 而宁竹雅这几天 则是早酒晚五地去集团工作 看得灵性一阵心疼 恨不得去的人是自己 但是没办法 他跟宁竹雅不一样 被集团运营的事情 压根一窍不通 只上谈兵的话 倒是会一些 中午十二点 太阳散发着灼热的温度 几乎要将人给烤熟 就当灵性慢悠悠地 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 放在一旁的手机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是理量 生命危险去帮这货 结果钱没拿到就算了 还害得自己 被狠狠地抽了一顿 接通电话 他直接不耐烦地开口道 干啥 先说好 我可不会去 陪你干那些龌龊的事 前几天的惨状 灵性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痛 说什么 也不会再去和别的女人接触了 然而 电话那头的理量 却是声音之中充满交集 急匆匆地说道 你说啥呢 秦夕出事了 赶紧来魔度医院 秦夕出事了 灵性的脸色一愣 随后赶忙询问到出什么事了 你倒是说清楚啊 她和秦夕 好歹也是从高中时候就认识的朋友 自然不愿意 看到对方出事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在灵性心中 对秦夕一直有一股愧疚感存在 电话里的理量语气交集 哎呀 你先过来吧 这一时半会的 我也说不清楚 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 见此 灵性麻利地换上了一身衣服 随意找了辆车库里的车 就朝着魔度医院赶去 而另一边的魔度医院之中 收到消息的理量焦急地站在诊断室外等待 一旁还站着一对中年夫妇 脸上充满了担忧之色 他们是秦夕的父母 一听说女儿出事 就立马放下手里的工作赶了过来 十几分钟后 匆忙赶来的灵性跑了过来 看着紧闭的诊断室大门 看向理量担忧道 情况怎么样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前几天见秦夕的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会突然就出事了 理量看了眼 站在一边焦急等待的叔叔阿姨 将灵性拉到了一旁 语气之中充满愤怒 肯定是秦俊那帮人干的 今天早上 有人给我发了一个位置 等我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了晕过去的秦夕 身上全是伤躺在臭水沟里 他肯定是知道打不过我们 所以找上了秦夕 理量还是头一回这么生气 不禁骂道 真TM是个畜生 对女人也吓得去手 闻言 灵性的拳头 更是瞬间握紧 额头轻筋抱起 抑制住内心的暴目 咬牙询问道 那秦夕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理量摇头 暂时还不清楚 但医生说都是外伤 明显是被人拳打脚踢打的 就在此时 诊断室的门被打开 一名女医生 戴着口罩从里面走了出来 看了一眼在场的几人 询问道 你们谁是秦夕的家属 秦威德连忙带着妻子走了过去 紧张地担忧道 我是他父亲 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 健壮 灵性和理量 也连忙走了过来 女医生摘下口罩 缓缓道 病人的身上 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口 应该是在昏厥前受到了殴打 好在情况并不严重 住院好好养养的话 大概半个月就能痊愈 她现在已经醒了 你们进去看看吧 说完 医生离开 朝着药房走去 而秦夕的父母 连忙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身上还缠着绷带 门外 灵性拉住了 想要进去的理量 在后者疑惑的目光下探 祈祷 我有事就不进去了 你等会去脚废处看看 需要多少钱先垫着 我晚上发给你 说完 灵性朝着楼梯口走去 李良看着她握紧的拳头 心中何尝不自责 说白了 秦夕就是因为自己 和灵性的原因 才会被秦俊夏黑手 她就是无辜的 李良却没有看到 在灵性转身的一刹那 眼底的愤怒 瞬间转化成了冰冷 整个人变得忽然有些陌生 魔都 天目集团某办公室内 身穿正装的宁竹 哑正在处理手中的文件 放在一旁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她专注的注意力 瞬间被分散 她柳眉微皱的同时 拿起手机 看到来电显示时 眼中的不满 这才消散转为笑意 这一家伙 居然还会给自己打电话了 难不成是想自己了 一时间 宁竹哑内心有些愉悦 笑着接通电话 放在了耳边 那头传来了 灵性略显沙哑的声音 我想跟你借点钱 大概要好几万 办公室内 宁竹哑脸上的笑意 瞬间消失 心中失落的同时疑惑道 你怎么突然找我借钱了 之前给你 你还不要 随后 电话那头的灵性 把清晰的事情 大概说了一遍 宁竹哑听出了 她语气之中的自责 声音柔和了些许 轻声道 我等会给你打五十万 到你卡上 但也不是没有代价的 你现在在哪 那头的灵性并不意外 以宁竹哑小魔女的性格 要是不趁这个机会 对自己提些什么 要求的话 那才叫奇怪呢 我在街上 好 我去接你 宁竹哑挂断电话 她拿起放在一旁的外套 和车钥匙 就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约莫半小时后 在天幕集团员工们 惊叉的目光下 明竹哑牵着灵性的手 走进了办公室中 八怪之心大起的众人 顿时议论纷纷了起来 我靠 刚刚那个小伙是什么人 居然跟大小姐的动作 这么亲密 居然连手都牵上了 还是头一次 见大小姐和一个男人 这么亲密 就算是董事长和总经理 也没这个待遇吧 不过她好帅呀 是我喜欢的类型 消息一路传播 很快就传到了 集团高层的耳中 董事长的办公室内 明东红坐在老婆的身旁 看着她认真工作的样子 脸上露出笑容的说道 小雅把她男朋友 都给带过来了 你不下去看看吗 正在工作的凝运 手中的比微微停顿了一下 语气平淡的回道 有什么好看的 又不是没见过照片 看着妻子嘴硬的样子 明东红笑着摇了摇头 真不知道这性格 什么时候能改改 天幕集团 15楼的办公室内 明竹雅找了张椅子 放在了办公桌前 对着站在一旁的灵性吩咐道 从现在起一周的时间 你都要在这里陪我 给我端茶送水 捏肩揉脚 懂吗 这不就是奴仆吗 灵性撇撇嘴 明竹雅点头 理所应当地说道对啊 你有意见吗 没有 叹了口气 灵性坐在了椅子上 明竹雅也随之坐下 开始指挥着灵性给她捏肩 心中的不爽 缓缓开始简单 对于灵性第一次给自己打电话 结果 是为了其他女人这件事 她的心里其实非常不爽 但也明白这件事 还真不能怪灵性 毕竟秦夕是因为她才进了医院 甚至某种意义上 跟自己也有牵连 但很快 宁竹雅便发现 自己居然完全静不下心来 美眸不满地 看向了坐在身后的灵性 都怪你 平白无故躺枪的灵性 有些无语到我连话都没说一句 怎么又怪上我了 宁竹雅深邃的美眸 盯着灵性看了一会 忽然对着她勾了勾手指 红唇微张 你坐到我这里来 说着 宁竹雅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等到灵性疑惑地 坐到了她的位置上后 直接坐到了灵性的腿上 随后她轻声命令到抱住我 灵性无奈地双手 搂住了宁竹雅的细腰 一肩充斥着她身上 传来的淡淡清香 心中压抑的怒气微微缓和 宁竹雅这才满意地 重新拿起了笔 开始快速地处理起了文件 但这时 灵性却突然指着 其中一份说道 你这个好像弄错了吧 明明还有更便捷的方式 可以进行处理 这话一出 宁竹雅手中的笔瞬间停下 抬眼朝着灵性指的文件看去 仅仅是扫了一眼 就发现问题 确实是如灵性所说的那样 只不过她刚才分心了 所以才没注意到 同时 因为被灵性指出错误 这让自信骄傲的宁竹雅心中 略微不满 这才想起 灵性年级第一的含金量 可能还不止 而她之所以是100分 是因为考试的最高分数 只有100分 但灵性所拥有的知识储备 恐怕远不止于此 十分钟后 宁竹雅的办公室内 多出了一张桌子 上面堆满了一大碟文件 她直接对着灵性 吩咐到今天 下班之前 给我把这些文件处理好 不然就扣你工资 灵性看着那桌上 堆积如山的文件 疯狂地摇了摇头 不甘 打死我也不要当社主 是吗 只见宁竹雅 从办公室的抽屉之中 拿出了一根红色的鞭子 放在手中扯了扯 发出轻微的风声 拿着鞭子 她歪头冷声道 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这可不是 在跟你商量 而是在命令你 说完 宁竹雅直接一鞭子 抽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 砰的一声响动 一道浅浅的痕迹 留在了桌面上 灵性的身体瞬间一颤 迅速地跑到自己的桌前坐下 内心憋屈地 开始看起了文件 NND 谁家的疯女人 会放根鞭子在办公室里 脑子肯定秀斗了 放下鞭子 宁竹雅满意地 看着灵性认真工作的一幕 转身拿起水壶 在沙发上 脱掉鞋子 躺在沙发上 静静地看着某人 专注的神情 男朋友不止可以用来睡 还能用来办公 他真是越来越满意了 与此同时 魔独医院的 一间豪华病房中 收到了宁竹雅的消息 魔独医院立马以慈善为理由 将秦希的病房 换成了豪华单间病房 并且所有的医疗用费 和其他费用 全部由医院买单 此时病房之中 秦希穿着一身病服 坐在病床上 看着坐在一旁的李良 有些失落到 灵性呢 她没来吗 李良听出了 她声音之中的伤心 削苹果的同时安慰到 她本来已经过来了的 可能是心理自责 所以在知道你的情况后 就走了 你别介意 文言 秦希的心情 稍稍好了一些 脸色微微好转 同时心中暗响 原来她还是在乎自己的 将她一切表情 尽收眼底的李良 心中叹气 这劝也不是 不劝也不是 相处一年多 对于秦希的性格 她也知道一些 是不撞男强不回头的那种 就算灵性和宁竹雅 已经成为了男女朋友 她恐怕还是会等下去 在不打扰某个人的同时 静静守望和等候 临近傍晚 灵性这才伸了一个懒腰 面前是一叠整理好的文件 啊终于弄完了 听见动静的宁竹雅 从旁走来 手中端着一杯 只剩一半的咖啡 散发出浓烈的咖啡香 她随意地拿起一份文件 瞟了一眼 目光满意地点了点头 将手中喝剩下的咖啡 递到了灵性手中 完成得还不错 奖励你的 背靠在椅子上 看着手中只剩一半的咖啡 灵性吐槽道 你这个黑心的老板 拿喝过的给我 说完 灵性目光有些嫌弃地 将咖啡放在了桌上 明显没有要喝的意思 而这一幕 正好落入了宁竹雅的眼中 她眉眸渐地开始泛出寒光 直接拿过咖啡 喝了一大口包在了嘴里 然后强硬地捧住了灵性的脸 对着她的嘴亲了下去 不知所措的灵性眼睛一瞪 想要挣脱开来 却被宁竹雅的 手死死地钳住 嗯 咖啡在挣扎的过程中 从嘴角流出 灵性不甘受辱地瞪着灵竹雅 喉咙不断地滑动 苦涩的咖啡味 在她的嘴中 瞬间蔓延开来 脸色一苦 片刻后 灵竹雅心满意足地松开了灵性 有些意犹未尽地 舔去她嘴角的残留咖啡 捧着她的脸笑道 味道怎么样 很不错吧 毕竟这可是我的专属进口咖啡 灵性声无可恋地躺在椅子上 她彻彻底底地脏了 站在一旁的宁竹雅 看着她这副不甘受辱的样子 兴致更甚 直接再次亲吻了上去 同时灵性的手 也不受控制地 摸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用力地一捏 宁竹雅吃痛地轻拧了一声 看着她的反应 灵性再次用力一捏 宁竹雅的脸色 瞬间阴沉了下来 直接打掉了她的咸猪手 一巴掌呼了上去 随着啪 啪 几声 灵性委屈地捂住了脸 你这个无赖 明明是你自己先乱来的 宁竹雅单脚踩在了灵性的腹部 轻哼了一声 我无赖怎么了 你有意见 灵性弱弱倒霉 没有 算了算了 好难不跟女斗 远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外面的天色 此时已经黑了下来 宁竹雅直接牵着灵性的手 走出了集团 顶层办公室内 宁运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 看着两人离开 随后重新坐回了位置上 开始处理文件 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 都是如此 她已经这样 持续了整整十二年了 没有一天间断 夜晚星空高照 宁竹雅在玩弄了一番灵性后 沉沉地睡去 光着身子躺在被窝之中 灵性则是看着她脸上的疲惫 有些心疼和自责 片刻后 卧室的灯光熄灭 灵性抱着宁竹雅闭上了眼睛 两人的身体紧癌 都能够听到彼此的心跳声 却尚未走进彼此真正的内心 一日清晨 灵性起来的 比平时要早许多 今天她跟宁竹雅请了个假 要去一趟学校 为此 她昨晚可是被咬了好几口 现在身上还疼着呢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灵性开着车朝学校驶去 心中已经做好了打算 在灵性离开别墅后 十几名保镖 也偷偷地开着车跟了上去 暗中跟随 车内 已经养好伤的保镖队长 李虎正在汇报情况 对着电话那头的小姐 恭敬地说道 小姐 林少爷已经离开别墅了 我们具体要怎么做 那头传出宁竹 哑冷冰冰的声音 对待灵性以外的其他人 她的语气向来都是这样冷漠 跟在她后面 如果她是 去找别人麻烦的 记得给她把尾巴处理干净 李虎恭敬地点点头 是 小姐 电话挂断 大概半个小时后 灵性成功在校门口 发现了秦俊的踪迹 她站在阴暗的角落之中 看着不远处和几名小弟 勾肩搭背的秦俊 脸上充斥着得意之色 正在不断地说着什么 等到他们渐渐地离开学校 灵性暗自跟了上去 脸色异常地冷冽 在灵性跟上去后 角落之中冒出一群保镖 他们谨慎地 观察着不远处的灵性 尤其是李虎心里 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怎么一直有种被注视的感觉 就像是一开始就被人盯上 抱着这样的疑惑 李虎再次带人偷偷地跟了上去 然后 仅仅十分钟的时间 他们就彻底跟丢了灵性 一处封堵的小巷内 李虎最终无奈地 给自家小姐打去了电话 刺溃道 小姐 我们跟丢了 灰色的云朵遮住阳光 明明是中午 天色却已经如同傍晚一般 变得昏暗 随着一滴滴的雨水 从高空坠落 庞佛市开启了某个开关 大雨倾盆落下 整座城市的声音 瞬间被雨声掩盖 变得寂静 魔独郊躯 某栋废弃的工厂之中 不断传来冷风呼啸的声音 显得阴森异常 因为是被废弃的厂区 电力系统自然也无法使用 整个工厂在这寂静的雨夜之中 更显黑暗 在黑暗的角落中 一束明亮的灯光格外显眼 隐约能够照见 一道站立的身影 灵性冷漠地注视着面前 被绑起的情聚 在他的嘴上 还缠着一圈胶带 只能惊恐地发出 嗯 的声音 由于与世太大的关系 本就破败的厂房顶 开始往下渗水 水滴笔直地滴落在秦郡的头上 然后划过他满是惊恐的脸 掉落在地建设开来 灵性面无表情地抬起拳头 上面缠着厚厚的胶布 就算事后被查 也不会留有关于他的任何证据 熬如蝉翼的嘴唇微张 寒眸注视着秦郡充满惊恐的脸 冷声道 这可是 你自己选的 既然做了 就要有承担后果的准备 话落 灵性毫不犹豫地落下了拳头 砰的一声沉闷惨叫 仅仅是一拳 就让秦郡痛不欲生 嗯 因为嘴被封住的原因 秦郡嘴中此时满是血腥味 看向灵性的眼神 犹如看着一个人间恶魔 眼眸因为害怕不断地颤动着 对此 灵性没有丝毫的留情 庞佛对这样的场景 早已经司空见惯 根本引不起他内心的丝毫波澜 呼啸得风声响起 又是一拳狠狠地落下 拳拳倒肉 与世愈加磅礴 灰色的雾霾 四七点城市笼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破败的工厂之中 拳头落下的声音还在持续 直到半个小时后 才缓缓停了下来 昏暗的角落中 在手电筒的照亮下 秦郡满是瘀青和血污的脸 尤为凄惨 血液混杂着雨水 一滴一滴地从脸旁流下 但此时的秦郡 不知为何 神志依旧清醒 正满眼惊恐地看着灵性 想要开口求饶 却又吓得说不出话 灵性转身走到 身后一个布满灰尘的小架子上 打下提前准备好的摄像机 随意地看了一眼其中的录像 他再次转身 走到了秦郡的面前 挥了挥手中的摄像机 语气森寒地开口道 这摄像机你也看到了 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事情的话 我相信 会有很多人愿意看见这份录像 在网络上爆火吧 作为秦家最有希望的第二继承人 这个威胁对秦郡来说 无疑是致命的 见秦郡毫无反应 灵性冷冷道 不想继续受苦的话 就回答我 秦郡这才强撑起勇气 颤颤巍巍地点了点头 是 是 得到回答 灵性这才转过身 还不忘对着躺在地上的秦郡 警告道 你最好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不然的话 下次我可是会真的杀了你的 不留半点证据 就像是今天一样 说完 灵性就静止地走出破旧的厂房 头顶的大雨如倾盆落下 他停住脚步 在前方的大雨之中 一道身穿黑衣的身影 打着雨伞缓缓走来 手中拿着一部 已经过时的老年机 灵性站在厂房的门口 看着走到近前的男人 眼中闪过厌恶 没想到这么快就来了 打着雨伞的黑衣男人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将手中的老年机 递到了灵性的面前 灵性接过手机 放在耳边 那头传出了一位年迈老者的声音 语气平缓冷淡 怎么 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爷爷说了 灵性冷漠回到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闻言 那头的老者语气之中 蕴含着一丝火气 难道你就这么恨我 你最近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在大学交上女朋友了 这确实很值得让人高兴 但听爷爷一句劝 他不适合你 灵性脸上也生出几分火气 变得有些不像平常的样子 怒道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 你没资格干预 那头的老者冷哼了一声 淡淡道 既然不用我管 那就别打着我的旗号 去帮你的那个小女友 既然你这么想要远离我 那有本事就别动用我的关系 我可不记得 我有这么教过你 我已经放出话了 你就慢慢应付秦家吧 让我看看 你这些年都有什么成长 要是撑不住了 可以给我打电话 说完 电话挂断 黑衣男人拿回手机 看了一眼昏暗厂房内的景象 平淡道 需要我处理干净吗 这点小事林老师不会介意的 不用 灵性态度冷卧 他直接迎着磅礴大雨走了出去 雨水几乎是瞬间 就将他的衣服淋湿 黑衣男人也没有在意 直接从另一个方向离开了这里 漫长的大雨之中 灵性独自走在偏僻的道路上 远处一道灯光亮起 一辆熟悉的车驶来 最终停在了他的面前 后座车门打开 一只手直接伸了出来 将灵性拉了进去 随后车门重重地关上 随后车子开始缓缓掉头 朝着市中心驶去 后座之中 充斥着熟悉的清香味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种 身穿一袭雪白色长裙的宁竹哑 侧身看着湿漉漉的灵性 注意到他古井无波的眼眸 这不应该是这个男人 该露出的眼神 他扫了一眼灵性缠在手上的胶带 特别是上面 已经被雨水冲散大半的血迹 发生什么了 灵性低着眼眸没有言语 心情罕见的失落 明主哑见他不说话 也没有多问 砸起一条毛巾 开始给灵性擦去身上的雨水 然后随意地脱下了他的上衣 露出了棱角分明的肌肉 又从后面拿出一条灰色的毛毯 裹住了自己和灵性 毛毯之中 温热的郊区抱住了灵性 两人的身体紧紧地挨在一起 明主哑将灵性的脑袋 靠在了自己怀中 正在开车的司机 不经意地扫过后视镜 眼中露出惊讶 还是头一次看到大小姐 这么温柔的一面 后座内 明主哑摸着灵性的头发 将脸靠在他的脸旁蹭了蹭 轻声道 好好休息休息吧 灵性闭上了眼 他也想通过睡觉来 冲淡心中的那股不甘 没意会的功夫 灵性就睡去 明主哑细腻的小手 抚摸了一下他的脸庞 嘴角带着笑 不说话的男人 好像更帅了 接着 明主哑拿出手机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直接发了条信息出去 也正是这条信息 让当晚的秦俊 真正地体验了一回 什么叫无法呼吸的痛苦 内心产生挥之不去的阴影 一日 当浑身光溜溜 躺在被窝中的灵性睁开眼时 入眼便是侧身盯着他的眉眸 蕴含笑意 他轻声道醒了 由于窗户没关 一丝冷风透过缝隙吹了进来 灵性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感受着身下的触感 嘴角一抽 你 你给我脱的衣服 明主哑理所应当地点了点头 笑道那当然了 除了我还能有谁 说着 还挑逗地凑上前在灵性的耳边 柔声道 还别说 很润 女变态 灵性直接钻进了被窝中 闻言 明主哑的面色一冷 这男人还真是不常教训 接着 卧室之中 传出了灵性痛的哇哇叫的声音 身影在卧室中不断地逃窜 还裹着被子 明主哑穿着睡裙光 脚在后面追 也不着急抓住灵性 只是时不时地拿起手中的鞭子 对着她的屁股来上一下 似乎乐在其中 很快 灵性就筋疲力尽地躺在了地上 肚子饿得咕咕叫 而明主哑 则是蹲下身 把玩着她的脸 玩味道 这就不行了 我还没玩够呢 起来接着跑啊 魔渡医院某间病房外 安静地走廊上 明主哑被靠着墙 抱手看着在门前瞅瞅的灵性 焦好的脸蛋上 透露出不爽 病房内 秦夕正靠在床上看书 气色明显好了许多 黑色长发随意地披在两间 任风舞动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忽然打开 随着哀压一声惨叫 灵性直接被一脚踹了进来 明主哑站在门口 被趴在地上的灵性冷冷道 我只给你十分钟 多一秒都不行 说完 明主哑内心极度不舒服地 关上了病房的门 要不是看昨天灵性那可怜样的话 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她来见这女人的 倒不是吃醋 只是心里单纯地觉得不舒服 就像是要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借给别人一样 此时病房中 秦夕有些意外地 看着突然闯进来的灵性 惊讶到 你怎么来了 灵性有些尴尬地 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到病床边 对着秦夕笑了笑 这不是来看看你 处理了点事情 所以现在才来 不好意思啊 秦夕轻轻地合拢书本放在了一旁 指了指病床边放着的椅子 轻声道 你先坐吧 而且 你什么人 我还能不知道吗 你肯定是去找秦俊的麻烦去了吧 为了我 这话刚说出口 病房外就发出了门被踹的声音 此时门外 宁竹亚就差把不高兴三个字写在脸上 她突然有些后悔 让灵性来见这女人了 病房之中 灵性坐在了椅子上 并没有理会外面发出的声响 随后脸色认真地对着秦夕鞠了一躬 对不起 如果不是我的原因 你也不会受这样的苦 如果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提出来 我尽力满足 文言 秦夕看着灵性认真的模样 歪了歪头询问到真的什么都行吗 灵性硬着头皮地点了点头 嗯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见她这副样子 秦夕无嘴笑道你 这人真是不惊动 我就开个玩笑而已 你紧张什么 接着 秦夕看向灵性摇了摇头 一脸温柔地笑着 如果真的要我说一个要求的话 那我唯一的要求 就是你以后别去做那些危险的事了 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你也要为自己的安全着想 好 灵性认真的点了点头 我记住了 病房内的气氛融洽 病房外的气氛如火山喷发 你是不是以为 我会提携那方面的要求 秦夕垂下眼眉问道 坐在一旁的灵性挠了挠头 呃 欲想过 病床上 秦夕低着头四 是在回忆着什么 缓缓述说道 我看得出来 你现在真的很喜欢宁竹亚 说真的 我很羡慕 在被你拒绝之后 我每天都在想 要是我当初在你认识宁竹亚之前 就跟你表白的话 结果是不是会不一样 灵性 我会一直等着你的 在我放弃对你的执着前 我都会一直等你 说着 为了避免被误会 秦夕解释道 不过你放心 我不会去干扰你和宁竹亚的 所以你也不要劝我了 你喜欢宁竹亚是你的事 我喜欢你 是我的事 话落 病房内的气氛 瞬间压抑了起来 变得有些沉重 灵性沉默半晌 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却见这时 病房门被猛地打开 早就忍无可忍的宁竹亚冷连走了进来 她直接冲入病房 拖着灵性的后衣领就走 冷冷道 十分钟已经到了 祝你早日出院 前半句话是对灵性说的 后半句是对秦夕说的 病房的门重重地关上 秦夕无奈地摇了摇头 重新拿起放在一旁的书看了起来 而病房外 刚把灵性拖出来 宁竹亚一下就忍不住了 直接揪住她的耳朵 狠狠地一拉 冷笑道 你很大方是吧 什么要求随便提示吧 灵性被扯着耳朵 连忙求饶道 哎 错了错了 老婆我错了 但求饶很明显是没有用的 宁竹亚在外面忍了这么久的怒气 怎么可能两句求饶就能抵消掉 很快 在医院的走廊上 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耳垂通红的灵性 顽命地朝医院外面逃 脸上带着害怕之色 彷佛是身后有什么洪荒猛说在追赶 而身后 宁竹亚阴沉着脸追着 边追边骄鹤道 你有本事就一直跑 最好别让我带到 不然我踹死你 此时灵性已经跑到了医院外 在周围人惊诧的目光下 朝着宁竹亚大声喊道 我又哪里招惹你了 你这个疯婆子 我看你就是想要找个理由收拾我 这话刚一出口 灵性瞬间就后悔了 脸色拉垮了下来 坏了 一着急 把心底话都给说出来了 这下真的完了 果不其然 身后追赶的宁竹亚 听到这句话 内心的怒火再次上冲 好啊 原来在你心里 我是这样的 狗男人 你今天死定了 此刻灵性背后直冒冷汗 快速地扫了一眼 前方四通八达的街道 随便找了个人多的地方 钻了进去 但是很快 他就以更快的速度跑了出来 脸上带着金句 看了眼身后的阵仗 不禁对前方的宁竹亚吼道 你疯了吧 至于做到这种地步吗 宁竹亚停住脚步 看着朝自己跑来的灵性 冷笑道 只要能够抓到你 再大的阵仗都值得 只见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突然窜出了一群黑衣保镖 追赶着灵性 数量至少也在二十人以上 这统一的服装和浩大的证实 一下就吸引了街上不少人驻足为观 好奇地看着他们追赶灵性 以为是在拍摄什么大片呢 特别是当路人们注意到宁竹亚时 眼睛一下就亮了 这简直是活脱脱的高冷饭小仙女啊 在他们大饱眼福的同时 作为主角的灵性 则是已经陷入了绝望之中 四周的道路已经全部被封死 宁竹亚不及不缓地走了过来 冷笑着捏了捏灵性的脸 亲爱的 你怎么不跑了 灵性小鸟一人地握住了她清凉的小手 放在自己胸口 目光真挚地说道 亲爱的 有你在这里 我怎么舍得跑呢 我像是那种人吗 下一秒 啪的一声响 宁竹亚随意地赏赐了灵性一耳光后 对着身后的保镖挥了挥手 冷冷的 给我帮走带回去 是 小姐 很快 在灵性惊恐的目光下 四肢全部被绑住 就连嘴巴上都贴上了胶布 嗯 车内 被宁竹亚光脚踩在脚下的 灵性不断地挣扎 但每当她动一下 宁竹亚便会毫不客气地踩上一脚 如此反复 渐渐地 灵性也没了动静 只能面露不甘地盯着宁竹亚 察觉到她的目光 宁竹亚微微皱眉 你这是什么眼神 说完 直接一脚踩在了灵性的脸上 因为没穿鞋 所以并没有多痛 但却让她有些难受 宁竹亚俯身用手指勾起灵性的下巴 有些期待地笑道 男人 等着回家 被我慢慢地调教吧 等调教结束 你以后就不敢不听我的话了 半个小时后 别墅二楼的主卧之中 灵性如同第一次那样 被四条锁链绑住了四肢 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宁竹亚 她求饶到老婆 我真的错了 下次我肯定不敢了 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宁竹亚此时发丝湿漉漉的 身上的白裙 因为没有擦干净水珠 所以出现了一抹肉色 身上还散发着沐浴露的清香 伸出白皙的手 宁竹亚直接掐住了灵性的脖子 冷冷道 你觉得我会相信你吗 今天不把你彻底叫服 也想着我会放过你 说完 宁竹亚俯身 亲吻在了灵性的嘴唇上 同时掐住她的脖子 不断用力 灵性感觉到一阵窒息的痛苦 想要叫出来 但无奈嘴巴被堵住 根本无从叫喊 只能悲惨地被锁吻着 没过一会 卧室的房门被敲响 传出女佣恭敬的声音 小姐 你要的东西 我给你拿来了 闻言 宁竹亚这才放过了灵性 擦了擦唇角 冷淡道拿进来吧 接着是房门被打开的声音 羽佣低头进门 不敢去看卧室内的场景 把手中的干面包放在桌上后 迅速离开 被锁住手脚的灵性 在床上大口地喘气 额头已经冒出了汗珠 好险啊 刚才差点以为真的要窒息而亡了 宁竹亚 则是从灵性的身上站起 走上前将桌上的干面包 拿过来了一大块 然后重新做到了灵性身上 你 你这又想干嘛 灵性不解地看着他手中的面包 心中疑惑 难道是想要自己做个饱死鬼 宁竹亚冷谋 看向灵性 撕下一小块面包 放入了他的嘴中 不容拒绝地命令道 给我吃 灵性此时也确实有点饿了 直接吃了下去 嚼了两下后 有些嫌弃地评价道 这面包也太干了吧 你这是哪里买的 难吃死了 同时 他的心中有些疑惑 这怎么突然 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刚刚还要收拾自己呢 现在居然开始为自己吃东西了 这面包 应该没毒吧 坐在灵性的身上 宁竹亚没有说话 只是不断地 将手中的面包撕成小块 喂到灵性的嘴中 眼底浮现期待 渐渐地 随着这一大块面包 进入灵性的肚中 他很快就觉得有些口渴 于是开口道 老婆 能给我弄点水喝不 吃了这么多面包 口渴得不行啊 宁竹亚的嘴角露出笑容 随意地拿起被子擦了擦手 随后侧身躺在了灵性的身旁 雪白的勾曲 立马展露在了他眼前 白嫩修长的玉腿 直接搭在了灵性腿上 宁竹亚凑上前柔声道 口渴了 行啊 不过只有进口的 你要喝吗 文言 灵性这才反应过来 心中的疑惑瞬间明了 哈 我说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 原来是想着这一出 他毫不犹豫地扭过头 与其坚决道 那我不口渴了 宁竹亚眼中的寒光一闪而逝 但并没有着急发作 而是静静地等待着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一个小时很快过去 灵性感觉自己嘴中 更加的干燥了 嘴皮都快要干脸 求饶地看向身旁的宁竹亚 声音滴了许多 水 宁竹亚嘴角的弧度 愈发上扬 打过放在床头的一瓶矿泉水 包在了嘴中 他凑到了灵性面前 近在咫尺 指了指自己的嘴 又指了指灵性 意思简直不要太明显 此时灵性早已被折磨得不行了 嘴巴愈发干燥 看着就在眼前的红唇 闭眼直接清了上去 咕噜不可描述的场景出现 水珠顺着两人的嘴角流下 滴落在床上 片刻后 汲取到水分的灵性 总算是好受了一些 但紧接着 宁竹亚的那张绝美脸蛋 就又凑了上来 渐渐地 身体有些燥热 灵性倔强地撇开了头 这次说什么都不清了 但宁竹亚此时的耐心 已经到了极限 看到灵性时到如今还不配合 直接一巴掌扇了上去 风声响起 随着啪的一声 灵性的侧脸 多出了一个通红的巴掌印 宁竹亚冷眸 盯着灵性的眼睛 语气冷漠地警告道 我觉得我 已经对你够忍让了 你最好识去一点 不然 我可不敢保证 我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 说完 宁竹亚直接一把 扯烂了灵性的衣服 优雅地擦了擦嘴 随后从床上坐起 手指微动 缓缓退去了衣裙 此处省略一百万字 细节请充值点藏 VIP查阅 一日清晨 阳光明媚 正在睡梦中的灵性 直接被宁竹亚 暴力的一脚踹醒 滚到了床底下 只听她轻声道 我饿了 去给我做点吃的 睡得正香甜的灵性 忽然被踹醒 下意识地就想要发怒 但当她看到 宁竹亚的脸时 心中打了个颤 呃 好 灵性无奈地 朝着卧室外走去 身穿真丝睡裙的 宁竹亚见词 心中满意无比 果然 男人就是要 好好地调教调教 才会听话 接着 宁竹亚慵懒地 躺在床上瞇了一会 直到灵性端着食物 走了进来 片刻后 宁竹亚面无表情地 盯着碗里的清汤寡水 和飘在上面的 极小粒泡菜 抬头看向灵性冷冷道 你是想死吗 灵性三下五出二地 解决了自己那碗 打了个宝阁后 善善笑道 大清早的 不就得吃这些清淡一点的 对味好 宁竹亚眯眼 到底是对味好 还是你偷懒了 灵性背后冒出冷汗 很快 卧室内就响起了 她的惨叫声 片刻后 卧室之中 宁竹亚躺在床上 灵性则是半边脸 通红地为她吃饭 女人 真是重暴力的生物 不情不愿地喂好饭后 宁竹亚开始起床换衣服 也不避讳 灵性就这么退去了睡裙 随意地找了一件 白色的连衣裙换上 身后的灵性 看得眼睛都直了 特别裸露出来的身体曲线 让她心中都是一阵火热 但想了想 昨晚的悲惨遭遇 她还是摇了摇头 开始换衣服 今天已经是开学后的第二个月了 我读大学每个月都有一场考试 来决定每位学生的排名 并且奖励学分 清晨 秦家 秦鹏拿着手机 站在别墅的落地窗前 俯视着城市的风景 脸上出现一抹喜色 您说的是真的 宁家背后没有靠山 他们上次就是运气好 那头想起中年男人沉稳的声音 嗯 根据我的调查是这样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 宁家背后没人 但上次之所以失败 也是因为你做得太过火了 引来了上面的注意 记住 天目集团必须掌握在我们的手中 太过强硬的话 小心宁家 跟你鱼死网破 到时谁都捞不着好 秦鹏一脸喜色地点点头 您放心 我已经有打算了 只要知道 宁家背后没有靠山 那天目集团 还不是想怎么拿捏 就怎么拿捏 办法多的是 你明白就好 我希望你这次不会再失败了 不然我不介意去找白家合作 听到对方要换人 秦鹏的脸色变了变 语气恭敬了许多 连忙道 您放心 这次我肯定会成功的 那头没有响应 电话挂断 在删掉了通话记录后 秦鹏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脸上的恭敬之色 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后他一拳 砸在了面前的窗户上 砰的一声响动 仅仅是轻微地颤动了两下 该死的王八蛋 居然敢威胁我 等着吧 等我彻底掌控了天目集团 第一个就拿你开刀 风和日丽的早晨 我读大学的学生们 脸色紧张地朝着教室走去 校内的气氛有些压抑 车子在校门口停下 手中拿着一个包子的灵性 从车上走了下来 宁竹牙紧随其后地走下车 灵性并没有着急走 而是伸出了自己的手 宁竹牙满意地牵住 两人食指合拢 朝着教学楼走去 看着身旁吃得津津有味的灵性 宁竹牙淡淡道 你这次考试给我认真点 低的位置 我会抢回来的 哦 那你加油吧 灵性无所谓地说道 宁竹牙 校内很快出现了 南逃女追的名场面 吸引了许多学生的目光 看着灵性和宁竹牙 恩爱的场面 忍不住一笑 心中也没那么紧张了 很快 灵性再次在教学楼下 被宁竹牙逮住 她冷声道 这次考试 你最好认真点 要是让我知道 你为了让我 而故意考杂的话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残忍 被提着衣领的灵性 身体打了个颤 毫不怀疑宁竹牙画的真实性 连忙点了点头 我肯定认真 你就放心吧 而且以老婆大人你的实力 肯定也不需要我让啊 我上次就是单纯的运气好 这一通马屁下来 宁竹牙美眸中闪过满意之色 松手放开了灵性 转身朝着考试走去 两人虽然是同一个专业 但是考场并不是同一个教室 而是相邻的两间考试 真是个母暴龙 灵性嘟囔着从地上站起 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后 也朝着考试的方向走去 自习归自习 考试还是要考的 这是他答应老王的 以此作为他饭后吹牛皮的资本 虽然在众多学生之中 知道灵性这个人的并不多 但是在老师的圈子里 因为这位恩师的关系 灵性的名气高居不下 几分钟后 灵性走进了考场 因为考试还未开始 所以教室内有不少人正在走动 灵性随意地扫了一眼 然后朝着自己最后一排 靠窗的座位走去 整个教室也就三十多名考生 其中并没有灵性熟悉的人 毕竟光是在魔都大学的朋友 他就有三个之多 很快 随着一道上课铃响起 教室瞬间安静了下来 不一会 穿着黑色长袖的王力行 拿着试卷走了进来 目光一下就锁定了 趴在教室角落的灵性 他的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臭小子 可要给我好好努力 我下个月吹牛皮的资本 可就全靠你了 在老师之间的竞争 也是十分残酷的 流行以学生的成绩 来突出自己的教学水平 灵性这小子 可是他最后的底牌 接着王力行开始分发试卷 然后逐步讲解 考试的秩序和规则 说得十分细致 在答完题后 可以提前交卷 但是只能去操场上活动 不要在教学楼逗留 说完 王力行抬起手看了眼表 时间刚刚好 于是他直接说道 考试开始 都认真考试 不要交头接耳 教室内的学生 看着面前的整洁的卷子 立马拿起笔写了起来 神色专注认真 很快 教室内便只有笔在纸上 写字的沙沙声 王力行则是在教室内 随意地走动了起来 观察着每位考生的状态 以防有人作弊 而此时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刚写完名字的灵性 忽然脸色一苦 表情难受地捂住了肚子 卧槽 该不会吃坏肚子了吧 灵性一下就想到了 自己早上在路边买的包子 按骂老板奸商 这配料明显不干净啊 事到如今 也没有后悔的余地了 灵性强忍住腹部传来的痛楚 打起笔快速地写了起来 还好今天是理科 要写的东西不多 虽然没有预习过 但灵性几乎是瞟一眼 就知道题目的答案了 开始迅速地答题 一道两道三道 很快 距离考试不到十分钟的时间 教室内就传出了翻卷的声音 一下就吸引了 正在巡视的王力行 他好奇地朝着声音的来源看去 发现是灵性这小子后 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小子以前考试 都是写一会玩一会的 怎么今天这么反常 难不成是谈恋爱 产生了性格变化 随着考试时间的过去 十五分钟后 灵性快速放下手中的笔 站起身拿起卷子 放在了老王的面前 急匆匆地说了一句后 转身就朝着教室外跑去 老师 我要提前交卷 这动静瞬间吸引了 不少人思考问题的思绪 不敢相信地抬起头 看着灵性跑出教室的背影 好家伙 我们这连选择题都还没做完 你就交卷了 好好好 这么卷是吧 王力行健壮 淡淡地说道 都东张西望什么 赶紧答题 警示了一番后 他坐在讲台后的椅子上 带起自己的老花镜 开始认真地看起灵性的视觉 好歹也是自己的宝贝学生 肯定要看看 卷子上有没有什么失误 但这个想法 明显是多余了 在仔细检查了最后几道大题后 王力行面露满意地摘下了眼镜 安静地魔都大学之中 教学楼二楼的一间考场内 白裙倩影 坐在教室的最前排中间 此时宁竹牙已经翻卷 正在做最后几道大题 要知道 现在距离考试开始 才仅仅只过去了二十多分钟 这样的答题速度堪称恐怖 就在这时 走廊内传出急切的奔跑声 惹得正在安静思考的宁竹牙 不禁皱眉朝着窗外看去 下一秒 他精致地脸蛋上 出现短暂的愣身 看着走廊中 快速跑过的那道身影 这不是那个狗男人吗 他怎么这么快就出考场了 虽然仅仅是一瞬 但宁竹牙 还是清晰地捕捉到了 灵性脸上一闪似的难受 心中不自觉地有些担忧 他这是去厕所 这狗男人肯定是吃坏肚子了 早就告诉过他 不要吃路边的东西了 由于还在考试 宁竹牙扫了一眼后 迅速扭回头 手中的笔快速地动了起来 答题的速度 瞬间加快了一大截 大概又过了十分钟左右 宁竹牙突然站起身 拿着卷子 放到了监考老师的桌前 声音冷漠 老师 我要提前交卷 说完 不给老师反应的时间 宁竹牙直接走出了教室 朝着厕所的方向快步而去 没搞明白 情况的监考老师 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头 然后拿起面前的卷子看了起来 宁大小姐啊 老师我下个月 能不能在姓王的面前吹牛皮 可就全看你了 此时在魔渡大学的二楼厕所之中 灵性揉着肚子扶墙走了出来 嘴里嘟囔道 该死的奸商 最好别让我再看见你的摊子 不然非得赏你一个尿素袋子 转脚触 灵性因为注意力不集中 直接迎面撞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身体下意识地就要往后倾倒 这要是摔到后脑勺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灵性更是来不及反应 目光已经转移到了天花板 瞳孔更是一缩 就在这时 一只手将灵性揽过抱在了怀里 一阵熟悉的清香袭来 伴随着少女责怪的声音 怎么这么不小心 灵主哑双手抱住灵性 带眉微微皱起 不满地看着她说道 都让你不要吃路边的东西了 非不听 这下吃到苦头了吧 灵性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被灵主哑说得不敢还嘴 只能心里犯嘀咕 鬼知道那包子不干净 这也不能怪她 灵主哑一眼就看出 这家伙肯定在心里犯嘀咕 没好气地扶着 她朝操场的方向走去 你以后要是再敢吃外面的东西 我就打死你 是 紫川省 连云市的某个小饭店中 大概一百平米的小店内 整齐地摆放着吃饭的桌椅 大概有七八丈的样子 可以同时容纳二十几个人吃饭 此时店内十分安静 因为距离中午的饭点 还有一点时间 所以并没有客人上门吃饭 后厨之中 一名头戴厨师帽的中年男人 正在打电话 脸上露出几分复杂 好的 我知道了 片刻后电话挂断 林国栋收起手机叹了口气 站在一旁的张慧娟 此时也走了过来 与其忧虑地开口道 是爸打来的吗 林国栋点了点头 走到一旁的椅子坐下 忧愁地叹气道 当年我们带着小信 跑到这小小的连云市 咱爸心里别提有多气了 他说 小信在学校里交了个女朋友 是魔独首富的女儿 身份太敏感了 所以让我们劝劝小信 张慧娟哪能不明白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想让自己儿子 和那个首富的女儿分手啊 一时间厨房内的气氛 陷入了沉默 林国栋背靠在椅子上 呼出一口气缓缓道 下周让儿子回来一趟吧 顺便叫他 把女朋友带上 人生中就是属于他自己的 路也要他自己来学 我们这些做父母 默默支持就行了 张慧娟点头 这样也好 而且以小信的性子 肯定不会听劝的 毕竟他从小就最反感这些事情 我读大学操场的角落内 在树下的常识以下 林信躺在宁竹雅的腿上 闭着眼睛正在休息 树叶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阳光透过缝隙 照射在了两人的身上 形成浮动的光影 宁竹雅清朗的小手 伸进林信的衣服内 帮他揉着肚子 另一只手 则是把玩着林信的头发 以此来打发时间 这时林信身上的手机 忽然响了起来 他睁开眼拿起一看 眼中出现意外之色 居然是自己老妈打来的 这倒是稀奇得很 电话接通 林信直接打开了免提 将手机放在了耳边 慵懒地开口道 喂妈 啥事啊 那头张慧娟没好气的声音传来 你个臭小子 都多久没回趟家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宁竹雅静静地抚摸着林信的头发 没有插话 闻言 林信无奈地开口 但我不是上上个月才回去过一趟吗 电话那头的张慧娟 也不管儿子同不同意 直接放出话道 我不管 反正你下周必须回来一趟 而且我听说你在学校里 还交了女朋友 你一起带回来吧 说完 张慧也不给儿子谈判的机会 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随着手机盲音响起 林信无奈地目光 看向了宁竹雅 祈求道 你也听见了 所以 宁竹雅低眉看着林信 嘴角勾起笑容 然后有兴致地笑道 想让我跟你回去也行 那你要怎么补偿我呢 躺在雪白大腿上的林信弱弱道 那你想要什么补偿 不多 宁竹雅美眸看着林信 伸出了三根手指笑道 只要你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就陪你回去 这不过分吧 林信沉默片刻 试探到哪三个条件 宁竹雅伸出手捏了捏林信的脸 凑上前在他的耳边吹了口香气 轻声道 这个嘛 我还没想好 等我什么时候 想好了 再告诉你吧 不过既然 你要我跟你回去见父母 我家你 肯定要去一趟了 反正迟早都要去 那就明天吧 大半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天边已经出现了一轮晚阳 正在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下坠 主任办公室中 林竹雅直接靠着关系 提前要来了自己和林信的试卷 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 这只是次校内的月口 说大不大 反正也就那样 更何况 还是两位超级学霸比拼成绩 这更加吸引了不少校内的老师来月卷 一个是被誉为有史以来 魔都大学最具天赋的才女 不管是能力还是背景 都是顶尖的存在 可以说 在林信出现之前 明竹雅就是魔都大学当之无愧的第一 但现在可就未必了 办公室中的其中一张桌子 前围满了老师 不断地在议论着什么 十而皱眉 又十而舒展 诶 这一题居然还可以这么解 这真的是大二能有的学识水平吗 感觉比我这个老师都要厉害了 这两个孩子真是天才啊 前面这些题都是满分 剩下的 就看最后两道比分了 在众多老师的簇拥中 就属地中海老师和王立行最为紧张 开始给最后的大体打分 这可是魔都大学第一的宝座 要是能有这样的学生的话 出门不得风光死 靠近办公室门口的位置 明竹雅的头搭在林信的肩膀上 目光平淡地看着窗外的洛阳 他轻声开口道 这次你要是还能够拿第一的话 我就破例答应你一个要求 要是你拿不了的话 以后就天天跟着我去集团上班吧 每个月工资一千块 一千块 林信嘴角一抽 想到那堆积如山的文件 居然只有一千块钱 这得多黑心 就在这时 有老师激动到出来了 出来了 快比一比分数 看看谁是第一 这时 王立行站了起来 激动地大笑出了声 伸出手拍了拍身旁的 钟海老师的肩膀 兴奋地大笑道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啊 老鱼 看来这次又是我们班的零星赢了 虽然只多了一分 但好歹是赢了 老鱼直接拍开了这货的手 坐在椅子上冷哼一声 得意啥 这次就是你们运气好 而且就只是少写了一个符号而已 不然就是平局 一众老师的声音嘈杂 王立行兴奋地转过身 走出人群 想要亲自己的爱徒一口 却发现办公室内 哪还有两人的身影 此时外面的走廊上 知道了结果的宁竹雅 有些不高兴地 朝着楼下走去 没想到 自己居然又输了 难道他 真的不如灵性 身后 灵性不慌不忙地跟着 笑呵呵道 这个条件 我该怎么用呢 嘿嘿嘿 两人的心情 在此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方欢喜一方愁 走在前面的宁竹雅 听见灵性的自言自语 紧咬背齿地转过身 目光不善地盯着他冷声道 你敢跟我提条件 很快 两道身影先后跑出教学楼 灵性的脸色慌乱 就像是背后有鬼在追 他回头愤愤不满地喊道 你讲不讲理啊 这赌注又不是我提的 认赌就要服输 正在追赶的宁竹雅文言脸色一黑 奔跑的速度再次加快 直接冲上前对着灵性的屁股 狠狠地来了一脚 事后 为了红老婆开心 灵性只得无奈地放弃了 好不容易地来的免死金牌 明竹雅这才满意地放过了他 随后无比霸道地 把因为要见父母 而勒索灵性的三个条件 改为了一百个条件 魔度某栋别墅之中 卧室内 情无和面无表情地 看着躺在床上浑身是伤的儿子 眼中闪过失望 低沉地开口道 这两天 你就不要出去惹是生非了 学校那边 我已经给你请了假 你就暂时在家里待着吧 哪都不准去 床上 秦俊失魂落魄地躺着 眼睛黯淡地盯着天花板没有说话 显然是那一晚 给他造成的影响太大 到现在都没缓过神来 看着没有丝毫反应的儿子 秦无和失望地摇了摇头 走出了卧室 两名保镖守在门口 秦无和关上门后 对着两人吩咐道 看好少爷 没有我的允许 谁都不能把他放出去 是 老燕 第二天一早 宁竹雅带着打扮了一番的灵性 坐上了前往宁家宅院的车 期间不断地给他摆弄着头发 快速行进的车内 宁竹雅如往常一样 依偎在灵性的怀里 鞋子整齐地放在一旁 精巧地狱卒悬空 我说 你能不能不要往我的头发了 灵性有些无奈地 抱着宁竹雅的细腰 出门前特意打整的头发 已经被某人完成了鸡窝头 我乐意 你有意见 宁竹雅哼了一声 直接动手 将灵性的头发揉成了一团 拿它没办法 灵性只好闭上眼休息起来 任由其摆弄 宁家宅院是建造在一座 靠近市中心的大山下 占地极广 在别院四周青绿色的树林密布 只有一条通往市中心的康庄大道 此时宅院内 知道女儿要带着灵性来家里 不管是宁童红还是宁运 今天罕见的都没有去上班 全都待在了家里 面对女儿交的男朋友 宁运罕见的有些坐不住 看向一旁气定神闲的丈夫 这我没说道 不要准备什么见面礼之类的 正在看手机的宁童红 抬起头看向妻子 笑着摆了摆手 自信道 咱们现在的身份 可是那小子未来的岳父岳母 就算要见面礼 也是他给我们准备才对 你就安了这个心吧 那小子我见过两次 人还算不错 当时还打死不肯 接受我们小雅呢 现在还不是被那丫头 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此时宅院外 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 显然是已经到了 宁童红笑着站起身 朝着大门处走去 但笑道 来得还挺快的 这么快就到了 妻子宁运 则是因为一些顾虑 所以静静地坐在沙发上 但眼睛却隐晦地看向门口 显然心中十分在意 宅院的大门打开 林兴的身影率先走路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对着开门的宁童 红打了个招呼 说说好 接着宁童牙锦随其后 脸色恢复成了冷冰冰的样子 并没有要跟自己父亲 打招呼的意思 好在一家人早已习以为常 对此并不在意 相反女儿 能够带着男朋友回家 这对他们来说 已经足够的意外了 心中更多的是高兴 高兴女儿开始发生改变了 宁家宅院的客厅内 林兴走到了宁母的身前 谦逊地笑道阿姨好 第一次见面 我叫林兴 我知道 宁运抬眼看着林兴 人确实比照片要帅一点 自己女儿眼光倒是不错 接着 她直接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 放在了林兴的手里 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张卡里有一个亿 也没多少 就当是阿姨给你的零花钱了 拿着随便花吧 啊 林兴整个人一下就压麻呆住了 咽了咽口水 看着手里的银行卡 我滴个乖乖 这可是一个亿啊 还只是零花钱 也就是说 她现在也是身价上亿的富豪了 但还没等林兴拿住手中的银行卡 一只手迅速地从眼前划过 再一眨眼 手中的银行卡 就已经不翼而飞了 林兴面无表情地回头 看着手中 把玩着一张银行卡的宁竹雅 后者戴眉皱起 怎么 你不服 服 林兴的笑容有些僵硬 宁运看到两人这一幕 嘴角露出淡淡的笑意 心情似乎不错 好了 赶紧过来吃饭吧 今天可是我亲手下的厨 宁东红笑着 对三人招呼了一声 然后走进厨房端菜 而宁竹雅 则是拉着林兴的手 坐到了餐桌上 脸色依旧保持冰冷的模样 林兴发现 从来到宁家后 宁竹雅自始至终 脸上就没露出半点笑容 就连话都是少得可怜 跟平时那副霸道 可爱的样子大相径庭 很快 一家子就全部坐到了餐桌上 开始吃饭 过程更是无比的压抑 从开始到结束 都没人说一个字 林兴甚至一度认为 宁家怕不是有吃饭的时候 不准说话这个规矩 搞得他极度不适应 饭后 宁竹雅找了个理由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休息 而林兴 则是被宁东红 拉到了沙发上坐下 他脸色认真到 现在小雅不在 我就直接问了 你们两个到底发展到 什么层次的关系了 坐在丈夫身旁的宁韵 目光也看得过来 显然是比较在意的 被岳父岳母这么盯着 林兴坐在沙发上 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声音低了几分 未来必须结婚的关系 听到这句话 宁竹雅瞬间瞄抖 脸上的笑容 一下消失大半 没好气的 胡闹 你们两个还在上大学呢 就不知道克制点 随后林兴又是 被问了一大堆事情 人都快要被问麻了 反倒是这个岳父 还在喋喋不休 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就这样 足足过去了大半个小时 宁竹雅的房门打开 他身穿单薄的睡裙 站在二楼 对着下面的林兴 冷冷道 我困了 你上来陪我睡觉 宁东红剑女儿出来 也只好止住嘴 看向林兴淡淡道 去吧 今天晚上有一场宴会 你和小雅到时候 跟我们一起去 林兴连连点头 脚步迅速地朝着楼上 快步走去 显然是一刻也不想再多待了 二楼侧卧中 林兴刚一进门 就被宁竹雅堵在了墙角壁东 他美眸泛着寒气 冷冷道 我那个来了心情不好 男人 给你一次机会哄好我 不然你就等着被调教吧 林兴脸色一僵 那个来了 平时的宁竹雅 本来就足够暴力霸道了 林兴根本无法想象 大姨妈状态下的他 会变成什么恐怖的样子 浑身一颤 林兴的手立马环绕住宁竹雅的细腰 隔着丝肢睡裙感受着柔软的触感 将他抱了起来 朝着床上走去 宁竹雅全程没有反抗 极力压制着心中横生的不爽 床上 宁竹雅躺在林兴的怀里 一只手在轻轻地给他揉着肚子 净显温柔之色 睡吧 睡觉说不定就好了 林兴低头看着宁竹雅 轻声道 同时 他的手不断地在宁竹雅的穴位上 轻轻地按压 争取让他不那么难受 宁竹雅双手抱住林兴的腰 渐渐地闭上了眼睛 紧皱的带眉 渐渐地舒展开来 没一会就传出了平稳的呼吸声 看着闭上眼睡着的精致脸蛋 林兴好奇之下 忍不住伸出手捏了捏 软软糯糯的 手感还不错 还是睡着的时候可爱一点 接着 林兴也缓缓躺了下来 抱着怀里的宁竹雅 闭上了眼睛 床上两人的脸 靠得格外静 几乎是要蹭到一起 场景温馨舒适 时间缓缓过去 下午的时间在睡梦中一闪而过 外边的天色已经开始暗淡下来 临近傍晚 躺在床上的林兴 才慢悠悠地睁开眼 精神瞬间一震 只见身侧宁竹雅冰冷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他 红唇微起 冷淡的声音传出 总算是睡醒了 说你大懒猪还真没叫错 林兴刚想要开口反驳 但是一想到宁竹雅今天来那个了 瞬间就粘了下来 嘴硬地回道 我这是睡眠质量好 别看我 这样我可是很勤快的 宁竹雅瞥了他一眼 淡淡地帮我去洗澡 然后换身衣服 准备去参加晚上的宴会 灵性文言呕了一声 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然后将宁竹雅用公主抱的方式抱了起来 朝浴室走去 很快 浴室之中传出了嘻嘻嘻嘻的流水声 以及宁竹雅愈怒的声音 洗澡就洗澡 你的手给我老实一点 这能怪我吗 还不是你太漂亮 我自己都控制不住我的手啊 滚蛋 洗澡的时间比平时略微长了一些 等于室门打开的时候 宁竹雅被灵性抱了出来 脸上带着屡屡潮红 而灵性则是一副满足的神色 就是脸上多了两个通红的巴掌印 嘴角却乐滋滋的 宁竹雅见他这副模样 冷哼了一声 傻子 灵性不以为意地将他放到了床上 傻子还有傻子服呢 接着两人开始换衣服 宁竹雅早就知道了宴会的事情 所以提前在衣柜里 准备好了灵性的衣服 一双价格不菲的皮鞋 将灵性给衬托出了一种贵公子的气氛 此时一人高的镜子前 宁竹雅也换好了一身黑色的礼裙 还恰好是之前跟灵性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 尤其是脚上那双高跟鞋 当初可是让他受了不少苦 走吧 宁竹雅姿态优雅地抬起手 灵性顺势接过碗在了手臂上 两人朝着楼下走去 临近夜晚 微风拂面而来 国渡街边的路灯自动亮起 照亮前进的道路 市中心 市中心热闹非凡 作为魔都最大的五星酒店 能够为客人提供顶级服务的同时 价格更是让人望而止步 在这里随意的一盘菜 都是五味熟起步 一顿饭下来 至少也在二十万以上 几乎是普通人 努力好几年 才能来这里吃一顿 而今天这家酒店 已经全部被包了下来 几乎魔都 所有的商界大人物 都会到场 来参加这次由宁家主办的宴会 此时酒店之外 已经有不少人先到了 穿着西装隔旅 眼中无不带着自信 和隐藏起的傲然 酒店门口 几位上一集团的老总 正在打着招呼 谭笑间已经熟络了起来 正在交谈着什么 王总 你知道这次宁家 举办宴会的目的吗 嗨 还能是因为什么事 肯定是宁家要和秦家宣战了 所以才举办这次的宴会 来收拢人心 寻求合作 是啊 不过宁家这次的想法 估计是要落空了 要知道 那可是秦家 可不是单纯的金钱 就能撼动得了的 要是没有正洁的背景 钱再多都是枉然 酒店之外 停满了豪车 至少都是千万级别的 毕竟像这种上流宴会 车子自然 也代表了各自的身价 此时人来的也差不多了 众人都已经纷纷 进入酒店大厅之中 开始互相攀关系 笼络人脉 这时酒店之外 传出一阵隐情的轰鸣声 众人都不自禁地 转头朝着大厅外看去 在寂静的黑夜中 一辆拥有着 黑色酷炫外表的 布加迪使来 停靠在了酒店门口 有人惊呼道 是布加迪全球限量款 黑夜之声 听说落地价 至少都在 一亿三千万以上 毫无疑问 这辆布加迪 绝对是今晚的主角 直接以绝对的姿态 碾压了在场的 所有的豪车 随后又是一辆 白色的麦凯伦 紧随其后 这辆车在场的人都认识 是天目集团 董事长的座驾 四道身影 先后打开车门 走了下来 天目集团的总经理 和董事长出场 不少人心中的疑惑被坐实 传闻宁家之所以悔婚 就是因为宁家大小见 看上了一个穷小子 所以才和秦家反目成仇 原本还有人怀疑 这件事的真实性 但看到灵性和宁竹 哑手玩手亲密的一幕 也不得不选择相信 酒店外 灵性满面红光地 从这辆价值上亿的车上 走了下来 乐呵呵地笑道 没想到我林某人这辈子 还能开上上亿的豪车 这辈子值了呀 一旁宁竹哑目光 比一地说道 能不能有点出息 不就是一台车吗 灵东红这时 也从后面走了过来 身穿蓝色西服 拍了拍灵性的肩膀 笑道 小雅说得对 不就是一台车吗 你要是喜欢 就直接开回去 反正在车库里 放着也是放着 呃 灵性被岳父这豪气的样子 给弄迷糊了 这可是价值上亿的豪车 居然说送就送了 不过他也并不是喜欢 拿别人东西的人 于是委婉地笑了笑 还是算了吧 这车太花哨了 不太适合我 灵东红笑了笑没有在意 牵着妻子的手 朝着酒店内走去 你还有这么客气的时候 灵竹雅眼中露出意外 他还以为灵性 肯定会兴奋地收下 毕竟 这可是价值上亿的豪车 灵性摇摇头 牵着灵竹雅的小手 朝酒店内走去 但笑道 现在 咱俩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收这么贵重的东西 不太合适 但这句话在灵竹雅听来 意思就不一样了 脸上原本还有淡淡的笑意 这下瞬间消失 冷淡地开口道 等见完你父母 我们直接去领结婚证 这件事也确实是 宁竹雅自己疏忽了 和灵性相处得太过愉快 导致他有点忘记了 领证这件事 只有领了证 这男人才会一辈子 被自己套牢 无处可逃 很快一行人进入酒店 宁东红十分熟练地 和在场的众人交谈了起来 脸上的笑就没停下来过 身为董事长的宁韵 亦是如此 夫妻俩这么多年来 对于这一套已经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了 而作为两人的女儿的宁竹雅 直接牵着灵性 走到了大厅的角落 并没有冒昧地上前搭话 毕竟宁家大小姐的性格 圈内不少人都知道 所以也就放弃了 潘娇琴的想法 我们就这么坐在角落里 真的好吗 灵性疑惑道 毕竟这次宁竹雅可是主人家 就这么躲在角落里 多少有些不好的影响 宁竹雅拿过桌上的饮料 给灵性倒了一杯 淡淡道 这种事情 本来就是走个过场 大家心里都有数 拒绝和合作 早就想好答案了 有我爸妈就已经足够了 怎么 你想上去认识 那些个集团大小姐吗 这次的宴会 有不少大人物到场 自然也少不了他们的子女 感受到身旁 注视着自己的冰冷目光 灵性额头冒出冷汗 嘴角一抽地笑道 老婆你可真会开玩笑 我怎么会做那种事呢 明竹牙冷哼一声 你最好不会 不然腿给你打断 接着 灵性就是开始伺候着 恶魔大小姐吃东西 明竹牙齿 需要享受食物的美味就行 完全不需要动手 时间缓缓过去 大厅内的气氛 此时已经十分融洽 正在交谈的宁东洪剑 时机差不多 和妻子对视了一眼 互相点了点头 这时早就在一旁 等候多时的酒店经理 见到宁东洪给自己识眼色 立马笑着走了过去 递过去了一个话筒 其余人见状 也都纷纷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因为他们知道 接下来才是这场宴会的重头戏 大厅内的交谈声 一下就小了许多 目光纷纷看向前方的那道身影 宁东洪走到众人的前方 打起话筒 扫视了一眼在场所有人 但笑道 首先呢 欢迎各位给我宁某人这个面子 前来参加宴会 关于我举办这次宴会的目的 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清楚 我宁东洪今日就把话放这里 只要各位帮我这一次 他日我必以重礼谢过各位 夜晚 安静的酒店大厅之中 宁东洪脸色无比认真地 说出了这句话 目光看着在场的众人 此话一出 不少人的脸上露出了犹豫之色 毕竟宁家的信誉 在整个魔都的上流圈子 无人不知 如果他们 真的帮助宁家 渡过了这次难关的话 就等于搭上了一条大船 最后必定能混得风生水起 说不定能够再上一层楼 但天下可没有免费 掉馅饼的好事 在巨大的好处面前 代价自然不是一般人 能够承受的 一旦选择帮助宁家 就代表着 要得罪秦家 这才是他们犹豫到现在的原因 就在气氛陷入沉寂的时候 一道突兀的声音 自酒店门口传来 今晚上的宴会真是热闹 宁家主居然没有邀请我 那就别怪秦某不请自来了 众人闻声望去 只见三道身影走入酒店 回首的正是秦鹏 而后是秦家的另外两名支柱 秦吾和秦辉 宁东红看着走入大厅的秦鹏三人 脸色微变 看来他的打算是要落空了 秦鹏在酒店的门口停下脚步 阴险的目光 直直地看向不远处的宁东红 在场的众集团的老总 环卫的笑道 各位可要小心某些人的鬼话 你们建立起偌大的家底都不容易 每一步可都要走仔细了 否则 小心满盘皆输 在场的人哪能听不明白秦鹏话中的意思 无非就是威胁自己等人 要是敢和宁家合作的话 就做好破产的准备 秦鹏的这番话下来 瞬间让不少人的心中有了决断 毕竟他们能够混到如今的地位 手底下没几个是干净的 这也是他们不愿意得罪秦家的原因 或许秦家没那么大的胆子 敢对所有人开刀 但谁也不想去赌这种可能性 秦家老三秦辉也站了出来 淡漠的声音传遍整个大厅 现在天色已晚 诸位要不先行回家休息 反正宴会也参加的差不多了 早点回家陪老婆孩子吧 这番话一出 更是让不少人脸色一变 这是在威胁自己的家人 秦家 果然没一个是好惹的 会场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等了一会后 终于有一个小企业的老板走出了酒店 这庞府是打开了一个开关 原本谈笑丰盛的众人 慌不择路地走出了酒店 驱车驶离了这里 而秦鹏三人笑呵呵地看着这一幕 随即也转身离开 反正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而且 更大的重头戏还在后面呢 想要见证宁家的惨状 也不急于这一时 酒店内的客人 此时已全部走光 宁东红脸色难看地站在最前面 宁运上前淡淡安慰道 这有什么 不是早就想过这种事的发生了吗 大不了跟秦家硬抗到底 宁东红脸色缓和了些许 点点头 也只有这样了 除此之外 他也想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 大厅的角落中 灵性抽出纸 给宁竹亚擦掉嘴角的油字后 询问道 你就不担心吗 吃饱喝足的宁竹亚站起身 冷淡地开口道 担心有用吗 灵性无言以对 好像确实没什么用 一场宴会就这么不欢而散 到头来 还是宁家和秦家之间的对抗 夜晚 秦家 客厅内 秦鹏身穿睡袍坐在沙发上 举着手机淡淡地说道 就这么办吧 既然宁东红执意要跟我们对着干 那就别怪 我们手下无情了 这件事能交给我吗 突兀的声音从秦鹏的身后传出 他回头一看 略显惊讶地看着 不知什么时候走到身后的儿子 小姐脸上 依旧挂着那副淡淡的笑容 彭佛对谁都是如此 秦鹏看着向来不怎么 和自己亲近的大儿子 这我没到给我一个理由 对于这个大儿子 说实话秦鹏自己 都有些看不通 但像今天这样 主动要求动手 他还是第一次见 小姐随母姓 小姐也不隐瞒 实验道 我对那个林姓很感兴趣 所以想试试他 林姓 秦鹏文言低难一声 这不是您家大小姐 看上的那个穷小子吗 难道他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想了想 秦鹏还是同意了儿子的请求 点点头沉声对他说道 既然如此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至于宁东红那边 我会去解决 你记得把尾巴处理干净 好 小姐应了一声 随后朝着楼上走去 秦鹏目光深邃地 看着儿子上楼的背影 心中不知道在想什么 而此时 楼上已经进入房间的 小姐脸上的笑容 瞬间消失 眼中泛出寒光 心中是遏制不住地 对自己父亲的杀意 等着吧 你当年对我母亲所做之事 我会全部奉还给你 年幼时的画面 断断续续地 在小姐的脑中闪过 拳头被死死的握紧指甲 嵌入肉中 腥红的血滴落在了地上 一个八岁大的孩子 在见证亲生母亲 被野狗分尸后 将仇恨埋藏在心底 直到现在 第二天一早 风和日丽 阳光明媚 浮面而来的风中 带着丝丝冷意 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 夏季即将过去 秋天即将到来 清早 正在熟睡中的灵性 躺在床上 不知道是感觉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随后迷迷糊糊地伸出手 抓住了一只 在自己衣服内 窜动的小手 哎呀 别闹 随后 灵性在迷迷糊糊之间 一巴掌扇了过去 然后翻了个身 接着睡觉 床的另一侧 同样躺被窝里的 宁竹哑瞪大美眸 不敢置信地 摸着自己的脸 看向灵性的目光 瞬间充满杀意 紧接着 卧室之中 传出一道惊天地的嚎叫声 传遍整座别墅 客厅内 宁东红和宁韵夫妻 正在吃着早餐 听到楼上 突然传出的惨叫声 两人对视了一眼 无奈地摇摇头 看来自己这未来儿子 是个爬耳朵啊 此时楼上侧卧中 灵性委屈地 跪在冰冰凉凉的地上 两侧脸颊 各自多了一道巴掌印 美眸冰冷 注视着她的宁竹哑翘腿 坐在床上 身上只穿着 简单薄的丝质睡衣 净显妖媚的身材 她看着灵性 跪在地板上 冷声开口道 你现在长胆子了呀 敢对我动手 那明天岂不是要 直接代言女人回家 灵性有些委屈地 跪在地上 求饶道 老婆 我真的错了 周六清晨 子川省连云市的 一家小饭馆内 因为双修的关系 清早走在路上的人 格外的少 而随着一阵 卷帘门拉起的声音 灵国栋和张慧娟走了出来 今天儿子就要回来了 咱们那边 你想好怎么说了吗 张慧娟询问道 嘴里抽着烟的 灵国栋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空无一人的 街边绿树 一间呼出一口白色的烟雾后 淡淡道 等先见了儿媳妇再说吧 这些事情急不来的 随后夫妻俩开始准备早餐 虽然今天为了见儿 媳妇没有营宴 但还是盲点好 心里也踏实一些 东边的 一轮鲜红的太阳缓缓升起 刺眼的阳光 让人无法直视 早晨的气温 更是只有二十度 同魔都道 连云市走高速 最快也需要三四个小时 为了能够中午吃顿热乎的 灵性可是一大早就 拖着宁竹哑起来了 为此 她还被有起床期的女恶魔 咬了两口 被群山环绕的高速路上 一辆红色的麦巴赫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行进 车内 灵性正在专注地开车 而坐在副驾驶的宁竹哑 则是面露纠结地询问道 你说我要不要准备点礼物过去 你爸妈都喜欢什么 哎呀 不用了 灵性随口道 最好的礼物不就是你吗 宁竹哑白了她一眼 冷哼了一声 少平嘴 真的不需要准备什么吗 不需要了 一上午的时间 就在开车中度过 直到临近下午一点 灵性才算是进入了连云市 朝着城市的某条街道驶去 千万级别的麦巴赫 一进入室内 就吸引了不少人的视线 毕竟在紫川省连云市的排名并不高 千万级别的豪车 在这座城市 那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大约十几分钟后 由于灵性快到的时候 给父母打过招呼 此时灵爸和张母 都坐在饭店门口张望 这时远处传来引擎的轰鸣声 一辆宛若红色流星的麦巴赫驶了过来 稳稳地停在了梁老的面前 因为提前知道 儿子的女朋友是个大小姐 所以二老并没有觉得多惊讶 毕竟比这更贵的车 他们都见过 在街边行人目光惊讶的注视下 驾驶位的车门缓缓打开 穿着得体的灵性走了下来 对着二老挨个抱了一下 笑道 爸妈 你们的宝贝儿子回来了 高不高兴 看到儿子回来 张慧娟的脸上浮现出笑容 嘴上却笑骂道 算你小子有良心 不然 老娘就亲自到魔都找你去了 一旁邻国洞掐灭了手中刚点燃的香烟 点了点头 回来就好 此时 副驾驶的车门缓缓打开 身穿一袭粉色连衣裙的宁竹雅走了出来 竟显婷玉立的气质 她漫步走到了二老的面前 精致打扮的脸蛋上浮现出笑容 田田一笑道 阿姨好 叔叔好 我是灵性的女朋友宁竹雅 你们叫我小雅就可以了 张母看到宁竹雅这副乖巧的模样 心里更是一喜 原本还想着 儿子的女朋友是集团的大小贱 脾气肯定古怪 现在看来还挺不错的 小雅啊 快里面坐 阿姨给你们留了饭 你们一路过来 估计肚子都饿坏了吧 林国洞脸上露出一抹淡笑 对宁竹雅笑道 别拘谨 就把这当自己家就行了 宁竹雅熟练地挽过了张母的手 对着一旁的灵妇笑道 谢谢叔叔 那我就不客气了 边上 林兴看着已经和自己老妈手挽着手的宁竹雅 惊讶的嘴巴张大 她此刻很想说一句 不是你谁啊 那个恶魔霸道的大小姐呢 果然 原心还抵真 完全猜不透 很快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走进了小饭店之中 一盘又一盘热乎的菜 从厨房端了出来 本来就已经有些饿了的 宁竹雅闻到这味道 美眸更是闪过一道亮光 对着张母惊讶道 好香啊 阿姨这些都是你做的吗 坐在一旁的林兴 撇了撇嘴 低声倒装 你接着装 但是下一秒 她的脸色就是一变 表情一下就扭曲了起来 露出了痛苦之色 在桌下 她的左右脚分别被踩住 凝竹雅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转头看向林兴 眼中有着警告的意味 轻声道 阿姨 你刚刚说了什么吗 我有点没听清 是啊儿子 张母踩着儿子的脚 狠狠地用力 笑容有些危险地看着儿子 妈年纪大了 耳朵有点被没听清 要不你再说一遍 林兴脸色一苦 连忙改口道我是说 我妈做的菜最好吃了 媳妇你可要好好尝尝 真的吗 明竹雅脸上带着微笑 但桌下的脚却再次用力 林兴感受着脚上 传来的两股剧痛 连连点头 脸色僵硬地笑道 当然是真的了 我怎么会骗你呢 很快 随着林兴的脸色愈发地僵硬 连忙找了个借口 朝着楼上跑去 不敢再在饭桌上逗留 这两个女人一个比一个危险 要是再带下去 指不定要怎么折磨自己 林兴家的小饭店是三层小楼 因为地处偏僻的原因 所以每个月的租金也不多 倒是够一家三口的日常所用 而宁竹雅看到林兴 居然抛下自己一个人跑了的时候 脸上虽然还在笑着 内心却是已经想好了 要怎么收拾这家伙 此时楼上同样不太平 正在阳台上抽烟的林爸 叫来了刚好上楼的儿子 父子俩就这么坐在阳台上 林国洞目光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 对着儿子沉声道 你真的想好了 要是真的跟林家的大小姐结了婚 你估计一辈子也不能进入国家部门了 林家 在华国这个家族可能没什么名声 但在国内的高层圈子中 绝对说得上是如雷贯耳 威名赫赫 就拿秦家在政界的势力来说 十个秦家都不可能比得上半个林家 两者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文言 林兴坐在椅子上 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头微微低下 看着有些污渍的瓷砖地面 语气认真道 爸你知道 我是不可能回去的 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生不如死的地方逃出来 不是吗 傍晚 连云市 在林家二楼客厅中 哥儿媳妇聊了一下我的张母 看了眼时间 站起身笑道 小雅啊 阿姨去做晚饭 你先去沙发上休息一会吧 但宁竹雅确实站起身 笑道阿姨 我给你打下手吧 反正也没什么事 站起身的张慧娟 目光惊讶地看了眼儿媳妇 你还会做饭 宁竹雅轻声笑着 学过一些 只是味道没有阿姨做得那么好吃 这下张母就更加的满意了 随即瞥了一眼 躺在一旁的儿子 阴阳怪气地说道 唉 还是小雅懂事啊 不像某个巨婴 回家了还要母亲下厨做饭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 林姓 宁老就差直接点名道姓了 在宁竹雅来之前 宁可不是这副态度 难道这就是 有了儿媳妇忘了儿子 宁竹雅也眉毛轻挑地 看了林姓一眼 眼中净显得意之色 随后 张母带着宁竹雅 去厨房准备晚上的饭菜 而林姓 则是无所事事地 躺在沙发上打着圆魔 她心中不禁感慨道 还是回家好啊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 跟在魔都的待遇 简直是天差地别 一时间 林姓有些好奇宁竹雅的手艺怎么样了 从未见她下过厨 但看她刚刚得意的样子 厨艺应该不错吧 同样是傍晚 魔都的天目集团地下停车场内 手中拿着公文包的宁童红 走出电梯 朝着自己的车子走去 脸上有着明显的愁容 从宴会过后 秦家就拉拢了不少势力 开始针对天目集团 虽然只是一些小企业 但应付起来也是尤为麻烦 寂静空旷的停车场内 在一辆黑色的兵力前 宁童红刚掏出车钥匙 想要打开车门 此时车门却突然打开 从里面伸出了两只手 直接把她给拖了进去 黑油油的车内 被秦住的宁童红瞳猛缩 迅速意识到自己被绑架了 刚想要挣脱 匪八就被一团尸布给堵住 很快整个人两眼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副驾驶上 戴着黑色棒球帽和口罩的男人 看了一眼运过去的宁童红 对着司机吩咐道 开车吧 很快 在天目集团地下停车场的出口处 一辆黑色的兵力 静止地驶离了这里 没有人发现车内的异常 与此同时 偏僻的宁家宅院外 也来了一伙人 两辆面包车在宅院门口停下 九名壮汉从车上走了下来 并没有遮蔽面容 而是大摇大摆地就走了下来 身穿黑色冬帽衣的肖杰 不急不缓地从车上走下 手中还拿着一个控制器 只要他按下开关 周围方圆一公里的电子设备 就会全部进入瘫痪状态 去给宁夫人提个醒吧 肖杰对着其中一人吩咐了一句 随后直接席地而坐 并没有着急闯进宅院 他的主要目标是 释出灵性的底细 至于宁家怎么样 以及那个男人的计划 他并不在乎 夜晚 连云市 在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吃完晚饭后 开始准备洗漱一番 然后上床睡觉 窗外此时已漆黑一片 隐约可见远处灯光闪烁的大街 客厅内 一家人坐在沙发上 灵性娴熟地端来了一盆热水 放在了宁竹崖脚边 然后熟练地脱掉他的鞋子和袜子 开始给他洗脚 宁竹崖也早已习惯这样的待遇 享受地闭起眼睛 躺在沙发上 自从把灵性抓回来后 他洗脸洗脚这些事 几乎都是由灵性来完成的 但这一幕 可是让张母看得有些吃味了 不善的目光 看向了坐在一旁看电视的丈夫 林国栋察觉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扭头一看 发现了妻子不善的眼神 又瞥了一眼 另一边笑呵呵的儿子 他迅速地明白了什么 连忙放下了手中的电视遥控器 走到了妻子身旁 蹲下身开始给他洗脚 此刻灵妇很想骂死自己儿子 这是一点家庭地位都没有啊 还连累我这个做老子的 躺在沙发上的宁竹雅 看着二老亲密的一幕 心中莫名地有些羡慕 羡慕灵性有这样和蔼的父母 这是他不曾体会过的亲情 一旁的灵性 却并不觉得有什么 一言不发地 给宁竹雅洗着粉白小脚 过了五分钟 才站起身 将水倒掉 走吧 我亲爱的公主 洗好手回来的灵性 对着躺在沙发上 不想动弹的宁竹雅 伸出了双手 后者仰起下巴 展开双臂 片刻后 灵性直接将光着脚的宁竹雅 抱了起来 朝着自己的房间走去 银白的狱卒 因为刚用热水洗过 所以还带着几分微红 就这么暴露在空气之中 见此一幕 张母有些怀疑地看了灵妇一眼 随后摇了摇头 叹气道 算了 你这体格子 估计不行 正在擦手的灵妇一听 立马不乐意了 直接放下了手中的擦手部 冷哼一声 谁说我不行的 男人不能说不行 说着 灵妇伸出手有些吃力地 将妻子给抱了起来 脚步缓慢地朝着卧室走去 灵性的房间十分地整洁 因为张母知道 儿子要回来 所以就提前整理打扫了一下 可以直接睡人 一脚关上房门后 灵性慢慢地将拉开被子 将宁竹雅放在了床上 随后直接抱住了她的细腰 躺在床上的宁竹雅 感受着在自己身上游走的咸猪手 直接一把将灵性的脸推开 吩咐道 累了一天了 给我捏捏肩 说着 宁竹雅在床上翻了个身 柔顺的黑发 随意地散落在两侧 散发出一股迷人的清香 刚打算吃点豆腐的灵性 只好无奈听从 脱掉鞋子 钻进被窝之中 双手开始轻柔地 放在了宁竹雅的箱间上 温柔地捏着 她轻声道应付了我爸妈一天 辛苦你了 知道就好 宁竹雅将头埋在枕头里 一肩近视灵性身上的荷尔蒙味 语气慵懒道 我都对你付出这么多了 以后你要是敢离开我的话 我保证追杀你到天涯海角 把你大卸八块 灵性苦笑一声 那到时候 还请老婆你手下留情 我这身子骨 可经不起你折腾 闻言 宁竹雅直接翻过身 伸出手 狠狠地捏了捏灵性的脸 不高兴地冷声道 你的回答应该是 一辈子都不会离开我 给我重新说一遍 灵性直接伸手将她搂入了怀中 感受着香软的娇躯 在宁竹雅的耳边轻声道 好 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我们两个要一直在一起 灯光关闭 两人的手 哪怕是睡觉都牵在一起 以为握住了彼此的手 就能和她她永远 凌晨 天边的太阳还未升起 略显昏暗的卧室之中 睡得正香的 宁竹雅下意识的 要抱住身旁的灵性 但小手却扑了个空 这空落落的感觉 让她几乎是一下就醒了过来 美某有些疑惑地 看着身旁空无一人的床位 她又侧头看了眼窗外的昏暗的天色 天都还没亮 那个狗男人跑哪里去了 此时门外传出张母和灵妇忙活的声音 像是在准备开店要用到的食材 开饭店的就是这样 为了要吃早餐的时刻 就必须凌晨四五点就起来准备食材 这样才能赶上时间 在整理了一番衣裙后 宁竹雅从衣柜中找出一件灵性的外套 打开门走了出来 正好被走出厨房的张母看见 在她的手上 还端着一盘冒着热气的包子 淡淡的香味传出 她对着儿媳妇招了招手 笑道 小雅这么早就起来了 快来吃早饭 尝尝阿姨专门给你做的鲜肉包子 谢谢阿姨 明竹牙脸蛋上露出甜甜的笑容 扫尸了一番客厅后 疑惑地对着张母询问道 对了阿姨 灵性人呢 天还没亮就没看见他人了 正在忙活的张母笑着回道 阿星他这个点肯定在天台等着日出呢 这孩子从搬到这栋房子后 每天这个点都在等着日出 也不知是不是着魔了 说着 张母又端出一份热乎乎的咸菜包子 放在了桌上 对着宁竹牙笑道 你要不要上去看看 顺便把包子也带上去 不然等他下来的时候 估计都凉了 好 宁竹牙点了点头 穿着一双粉色的棉托鞋 端起两盘包子 朝着楼上走去 而张母则是回到了厨房 开始准备洗菜和蒸馒头 此时三楼天台 略显昏暗的天色下 灵性独自坐在一张躺椅上 眼眸深邃地盯着天边即将出现的日出 虽然那时候每天也是这个点起来 但完全没时间欣赏看日出这种无意义的行动 光是每天的训练和学习 就已经身心疲倦 哪还有心情欣赏日出这样的美景 所以他在离开那个地狱后 每天都会像今天这样 眺望着即将出现的日出 对于别人来说 这可能只是意味着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 但对于灵性来说 这日出恰好证明着 他现在是自由的 就在此时 三楼的大铁门忽然被打开 裹着黑色外套的宁竹牙走了出来 手上还端着两份热气腾腾的包子 听到动静的灵性转头看去 目光有些惊讶地看着走来的宁竹牙 好奇询问道 怎么今天这么早就醒了 做噩梦了 宁竹牙先是把两盘有些烫手的包子 放在了一旁的小桌上 然后没好气地对着灵性呵斥的 谁让你起来不叫醒我的 害得我又没睡好 这也能怪到我头上 灵性傻眼了 难道这就是躺着野中枪吗 宁竹牙瞪了他一眼 目光有些凶狠地说道怎么 你不服 闻言 灵性挠了挠头 善善地笑了笑 聪明地没有出声顶嘴 免得惹来血光之灾 宁竹牙看着躺在躺椅上的灵性 冷声令令到手臂摊开 灵性听话地照做 对着宁竹牙张开了双臂 随后 宁竹牙舒舒服服地脱掉了拖鞋 像只傲娇的小猫一样 蜷缩进了灵性的怀里 将脑袋枕在他暖和的胸膛上 灵性随意地拿起一个包子吃了起来 然后毫不嫌弃地递给宁竹牙咬了一口 随口道 感觉我家的氛围怎么样 宁竹牙嚼着口中的咸菜包子 带眉微皱 但还是咽了下去 不明白灵性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淡淡道 还行吧 有这样的父母 看来你小时候过得挺幸福的 抱着怀中的宁竹牙 闻着散发出的清香气味 灵性低头看着他 眼中闪过一道柔色 语气温柔地笑道 不用羡慕 你以后也会有的 以前你没有体验过的亲情 以后都会被弥补回来 你也能有一个完好的人生 宁竹牙唇脚勾起 趴在灵性的胸膛上 轻声道 那你可就要多努力了 为了我 当然 灵性笑着回道 只要是为了你 需要我付出什么都可以 说着 灵性低头在宁竹牙的额头上 亲吻了一下 傲得更紧了一些 被抱在怀里的宁竹牙轻哼了一声 抬起头嫌弃地看了灵性一眼 淡淡道 一大早就说这么煽情的话 也不嫌害骚 灵性咧嘴自豪地笑道 我对我媳妇说的 有什么好害骚的 得行 宁竹牙白了她一眼 随后便不再说话 恰好这时天边的 一抹朝阳出生 刺眼的光亮 瞬间笼罩整座城市 云彩在阳光的照射下 熠熠生辉 灵性和宁竹牙的目光 一下就被吸引了过去 紧紧地依偎在一起 享受着片刻的美好 随着天亮 楼下的大街上 不少店铺都陆续开门 准备营业 更多的 则是骑车出门干活的工人 一些人的脸上洋溢着笑 这笑是对新一天的美好期盼 而有些人的脸上 则是带着麻木 对于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毫无半点期望 而在安静的三楼天台上 灵性和宁竹牙 就这么保持了半个小时 才缓缓起身 灵性有些困意地打了个哈欠 扭头看向依旧 躺在暖和躺椅上的宁竹牙 询问道 我再去睡一会 你呢 全身沐浴在温暖阳光下的宁竹牙 慵懒地回道 我再躺一会 看她脸上露出的惬意神色 灵性没有多说 端着两个空盘子 转身朝着楼下走去 宁竹牙则是悠闲地躺在椅子上 就在她睡意朦胧的时候 身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起一看 压抑地发现 是自己母亲打来的 犹豫了一下后 宁竹牙还是点击了接听键 那头立马传来了宁母 有些急促的声音 声音之中带着焦急和欣喜 那头的宁运 见电话终于打了出去 连忙对着女儿吩咐道 小雅千万不要回家 秦家对我 但是还没等宁运说完 手机就再次发出一阵盲音 屏幕右上角的信号 已经降到了灵阁 此时天刚亮不久 连云是其中一栋房屋的天台上 宁竹雅看着 已经挂断的电话 有些愣神 下一秒 她的脑子瞬间反应了过来 连忙朝着楼下跑去 爸妈肯定是遇到什么事了 所以才会给自己打电话 宁竹雅快速下楼的同时咬咬牙 绝对是秦家开始动手了 他们真的不怕法律的制裁吗 居然敢在这个接骨眼动手 要知道自己父亲 才刚从警局放出来没多久 上面的目光肯定还注视着这件事 秦家竟然敢直接动手 来不及多想什么 宁竹雅飞速跑下楼 朝着停靠在路边的车子跑去 正在一楼打扫卫生 准备营业的灵妇 看到媳妇着急下楼的样子 刚想要开口询问 发生了什么事 却见宁竹雅直接坐上了车 紧接着油门一轰 直接驶离了这里 此时二楼 林姓躺在自己的房间之中 并没有睡觉 而是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手机屏幕 此时屏幕上显示着一个地图 上面有着两个小红点 其中一个小红点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连云市 真是哪里没办法 林姓收起手机叹了口气 随后简单地穿着了一番后 缓步朝着楼下走去 同时拨通了一个号码 为梁子帮我个忙 一番交谈后 随后沉声道 你真的想好了 就为了一个刚认识不到一年的女人 真的值得你这么付出吗 已经走出家门的林姓 对着父亲挥了挥手后 转身朝着路边的一辆家用车走去 同时对手机那头淡笑道 不是值不值得的问题 宁竹雅她 可是我最喜欢的女人 时间一点点过去 巨大的咆哮声响起 一辆红色的麦巴赫 以一百多马的速度 在高速上急驰着 朝着魔都驶去 车内 宁竹雅吹弹可破的绝美脸 但上此时充满了担忧 目光之中带着焦急 油门更是一次次地踩到了底 她自己也不明白 明明内心那么讨厌自己的父母 但当他们真正受到危险的时候 自己却是最担心的 此时另一边的魔都 宁家宅院外 已经在外面等了一夜的萧杰 眼中没有丝毫的不耐 静静地坐在车内吹着空调 一旁手臂上纹着一只蝎子的打手 扭头皱眉询问道 萧哥 我们已经等了这么久了 还不动手吗 要不我们先把里面的 那个老太婆解决掉 到时候她女儿肯定会自投罗网的 正闭目养神的萧杰 语气平淡地回道 那然后呢 我的目标可不是对付宁家 现在我父亲不在这里 你们都得按照我的吩咐来 出了事情我兜着 放宽你们的心吧 说完 萧杰便不再理会几人 静静地等待着 而纹身男几人对视了一眼 眼中露出无奈 也只好按照萧杰的吩咐来 他们只是秦家培养的打手 在秦家的地位 比那些保镖还要低 打赶违抗萧杰这个秦家 未来继承人的话 此时宁家宅院内 身穿长服的宁韵 脸色担忧地 在二楼客厅来回踱步 眼睛时不时地看向窗外 守在宅院外的秦家打手 现在整个宅院的信号 都已经被切断了 周围还有那群打手守着 他一个女人 压根就没机会冲出去 也不知道东宏怎么样了 宁韵担忧地难难道 心中更是祈求女儿不要回来 不然的话 偌大的宁家就真的完蛋了 但心底却又明白 以女儿要强的性格 大概率是会回来的 但早上通话的时间太短 他根本就来不及说清楚情况 不然的话 肯定要叫女儿报警 那样的话 说不定还能有一线生机 宁大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但愿没事吧 从昨天起 宁家的保镖就全部联系不上了 宁韵心中清楚 这些人多半是凶多吉少了 不然秦家的人 也不会这么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院外 在沉重紧张的氛围下 时间一点点地过去 不断地在流逝 很快 时间来到中午12点的时候 通往宁家宅院的路上 终于有了动静 正在宁家宅院外看守的九名打手 听到动静 立马凑到了一起 目光凝视着不远处道路的尽头 在两侧树木簇拥的道路上 一辆红色的麦巴赫急速地驶来 这正是宁主亚的专属作驾 早已迫不及待 想要动手的纹身男 连忙来到了面包车旁 对着里面的肖杰询问道 肖少 应该是宁家大小就回来了 我们要现在动手吗 不用他提醒正在车上躺着的肖杰 也听到了动静 直接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目光一下就注意到了 不远处急速驶来的红色麦巴赫 但很快 他的脸上又透露出了失望 因为他并没有看到 车上有灵性的身影 随后对着几名打手挥了挥手 吩咐道 把路让开吧 另外可以通知商场那边动手了 记得把尾巴擦干净 是 闻身难闻言 立马走到一旁 掏出了手机说了些什么 就在几名打手让开路的急满后 红色的麦巴赫飞速驶过 直接进入了宅院之中 紧接着 刺耳的刹车声音响起 伴随着车门打开 眼眸冰冷的宁竹雅 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冷冷地看了一眼宅院外的肖杰 注意到了他的目光 肖杰转身脸上露出笑容的 和宁竹雅打了个招呼 但在后者看来 却无比的恶心 宁竹雅蕴含杀意的眼神 看了眼肖杰后 脚步迅速地朝着别墅的大门走去 随后官上门反锁 这肖杰肯定是因为他取消了婚约 破坏了他的计划 所以早晚都会报复回来 宁竹雅早有准备 但没想到 对方会这么地迫不及待 不过目前的当务之急 还是先确定自己爸妈的安全 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在过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意识到了不对劲 所以是先报了警 就算等会出什么意外 也能有救 但宁竹雅不知道的是 他的想法 早就被肖杰猜猜透了 魔都的警局之中 通往宁家宅院的必经之路的桥上 突然爆发了一场火灾 直接将道路给拦住 出警的警车根本无法过去 而且再加上要疏到附近的群众 至少一个小时内无法过桥 魔都 某酒吧会所之中 在灯红酒绿的会所内 此时有些安静的过分 在包厢之中 秦鹏和宁童红两人面对面坐着 秦鹏悠哉地喝了口清酒后 对着脸色难看的宁童红 笑道 银兄 你考虑得怎么样啊 现在可是时间不等人 为了一个天目集团 难道你要弃妻子和女儿的安慰于不顾吗 闻言 宁童红布满红血丝的眼睛 看向坐在对面的秦鹏 咬牙切齿地开口道 你个无耻小人 为了我宁家的产业 你居然连这种事情都干得出来 难道你就不怕事后被法律追究吗 法律 秦鹏痴笑一声 晃了晃手里的酒杯 冷冷回道 法律本来就是 束缚你们这些废物的 就算你是魔都首富又如何 现如今还不是要让我摆布 规则向来都是由强者制定的 你觉得我会怕法律吗 弥漫酒香味的包厢内 宁童红目光瞪着秦鹏 但心底却又无可奈何 谁叫他们宁家在政界没有关系 对于他来说 秦家更是克星根本抵抗不了 秦鹏就算真的杀了人 在秦家的关系往下 最多受到一些责罚 然后出国避避风头 等风头过去了 回来他依旧是高高在上的秦家之主 一想到还在家 等着自己的妻子以及女儿 宁童红的心中 就涌现出一股无力感 到头来 他根本毫无选择 一瞬间 宁童红彭佛是老了十几岁 声音沙哑地对着秦鹏说道 合同我可以签 但你要是感动我妻子和女儿分好 我保证会让你后悔 抬起头 宁童红看向秦鹏的目光中 有着前所未有的杀意 他从未恨一个人到如此地步 但恰恰是这个眼神 让秦鹏心中更是下定决心 只要拿到天目集团的掌控权 宁童红这一家 也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如此想着 秦鹏脸上浮现笑容 拿过放在身旁 早已拟定好的合同 递了过去 宁童能够这么想就好 放心吧 你的妻子和女儿 一定会相安无事的 说着 秦鹏便拿出手机 给自己儿子发了条消息出去 让他收手 同时还把手机 放到了宁童红的面前 宁童红看着消息 心中不安的情绪稳定了一些 由于过后 拿起了放在桌上的笔 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 天目集团的股份 他和妻子各吃40% 剩下的20% 都在那些散户的手中 只要秦家想的话 明天就可以把天目集团的董事长 换成自己的傀儡 虽然明面上不属于秦家 但也足够了 因为身在政界 有些事情 还是要避讳一下的 这也是秦家 至今才对宁家动手的主要原因 秦鹏笑着眯起眼 看着宁童红 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心中却是泛起冰冷的杀意 他心暗暗想到 没了天目集团以后 我看你怎么和我斗 到时候不止你和你的妻子 就连你的女儿 也要任我摆布 与此同时 就在宁东红签下股权转让协议时 另一边的宁家宅院的别墅中 宁童亚刚一进门 就被听见动静的宁母 拉到了楼上 他看着院外 还没有动手的凶土 扭头对着女儿焦急地呵斥道 你这孩子 我不是让你别回来了吗 你就不能听妈妈的话 老老实实地待在外面躲着 他们也找不到你 看着母亲焦急的样子 宁童亚内心一暖的同时 想要解释 但话到了嘴边 却是变了味 声音冷淡道 这是我自己的决定 不用你管 这话一出口 宁童亚的心中 瞬间就后悔了 十几年来 她早已习惯了 对父母用这副态度 闻言 宁母心中更是气得不行 抬起手就要打 但却停在了半空下不去 脸色更是难看得不行 就在这时 宅院外的一群人 忽然有了动静 全部都集合到了一起 朝着院内冲了进来 见到这一幕 宁母心中更是一惊 连忙拉着女儿的手 朝着二楼的杂物间跑去 眼中透露出惊恐 她也是一个女人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心中说不害怕都是假的 就算是死 至少也要保住自己的女儿 宅院外 看着冲进宅院的 九名情家打手 萧杰将手机关机 并不打算听从 那个男人安排 现在一切都在 按照她的计划进行 虽然跟预想的 有些不一样 但萧杰相信林杰一定会来的 走进宅院的同时 脸色平静的萧杰 自言自语的喃喃道 林杰 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 而此时 一群打手已经走到了门口 互相对视了一眼 随后为首的 纹身难退后了几步 然后跑上前猛的一踹 直接将别墅的大门给踹开了 虽然他们 在秦家的地位很低 但实力根本不是那些 保镖能比的 能当秦家的打手 身上或多或少 都背负着一些污点 所以才来给人当打手 随着别墅的大门 轰的一声被踹开 其余的八名打手 立马朝着二楼冲去 脸上洋溢着兴奋之色 听说宁家大小姐 是魔独有名的高冷美女 在制服对方的途中 有些肢体接触 也是很正常的吧 作为游走在犯罪边缘的人 他们的底线 本就比普通人要低 做起事来 自然是毫无顾忌 此时漆黑的杂物间内 令母眼底有些惧怕地 捂住了女儿的嘴巴 藏在了门后 不敢发出半点动静 安静的杂物间内 母女的呼吸 都下意识地压低了一些 生怕被那些打手 察觉到不对劲 而此时 那些打手 正沿着二楼的房间寻找 耳边已经能够听到 嘈杂混乱的脚步声 正在逐渐接近 门外传来交谈的声音 该死见女人躲哪里去了 等老子找到你 非得让你知道 炮神的厉害 赶紧找吧 人估计就在这 最后几间房里 都找仔细点 不然董灰风哥 可饶不了我们 脚步声 似乎是直接掠过了杂物间 直接朝着走廊内的 最后几间房走去 声音渐渐远离 就当宁母以为 逃过一劫的时候 内心刚松一口气 这时 杂物间的门 却是被人猛地踹了一脚 杂物间的大门 轰的一声响 吓得宁主哑浑身一颤 宁母连忙拍着她的被安慰道 没事的 没事的 有妈妈在这呢 他们进不来的 而宁主哑 则是手中紧紧地 握着一把撬棍 如果那些打手冲进来的话 成功地吸引了门外的纹身男 刚刚那一脚 也是他踢的 二楼的走廊内 纹身男风哥 看着面前紧闭的杂物间木门 宁笑道 找到你们了 原来是躲到这里来了 两个贱人害得我好找啊 其余几名打手听到动静 也正笑着 朝着杂物间走了过来 脑中已经开始幻想等会的美景了 风哥 让我来 一身形剑朔的男人 率先走出一步 正对着杂物间的木门 想要一脚将其踹开 但这时突兀的声音 从几人背后响起 等等 风哥转头看去 发现萧杰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来到了身后 疑惑道 萧少 怎么了 郑主还没来呢 别着急 萧杰慢悠悠地走上前 手中拿着一把锋利的小刀 但不知为何 刀身比起寻常的刀片 要薄很多 敲了敲杂物间的木门 发出咚咚的声音 萧杰面对着紧闭的杂物间 脸上挂起那抹如暖阳般 阳光的微笑 轻声道 宁大小姐 我来你家做客 你就躲在杂物间里面 这不太好吧 杂物间内 传出了宁竹哑冷漠的声音 做客 我看你这可不像是来做客的 没想到 居然愿意给你那个父亲当狗 看来你对你母亲的死 也没那么难过嘛 当宁竹哑一提起母亲的死 萧杰的脸色 瞬间就冷了下来 面露寒霜地 举起手中的锋利薄刃刀 随着寒芒一闪 薄刃刀竟然直接刺穿了木门 将其破开了一个口子 昏暗的杂物间内 庞佛是听到了什么动静的宁母 瞳孔一缩 下意识地 就将怀中的女儿给推开 扑呲一声 利器入肉的声音响起 血液哗啦啦地从宁母的腹部流出 将衣服浸染成了血色 还没搞清楚情况的宁竹哑 扭头一看 顿时呼吸一致 眼眸之中第一次出现了 名为害怕的情绪 担忧地来到了母亲身旁 帮她捂住不断流血的伤口 她担忧道妈 你没事吧 鲜血从宁母的嘴角流下 庞佛是预知到了自己的死亡 笑着抱住了女儿 声音颤颤道 妈没事 好久都没听你这么叫过我了 妈妈现在真的很高兴 宁竹哑脸色焦急地 被母亲抱在怀中 想要帮其捂住伤口止血 却被宁母紧紧地抱住 宁竹哑交集道妈 你 但还没等她说完 宁母打断了女儿要说的话 感受到身体郁家的无力 头昏昏沉沉的感觉 她知道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杂物间外 肖杰抽出了薄刃刀 看着上面的血迹 以及里面发出的动静 沉默不言 而以风歌为首的几名打兽 则是疯狂地笑出了声 明明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却是毫无顾忌地大笑道 哈哈 萧绍真是好准头 没想到一刀就中了 里面的两个女人 估计魂都下没了吧 不愧是秦家未来的家主继承人 下手果然爽快 真是刺激啊 一连串的恭维声 在萧杰的耳边响起 她的内心没有任何的波澜 计划依旧在继续 正在众人陷入激动和疯狂之中时 别墅外突然响起了 汽车轰油门的声音 声音愈发接近 最先听到动静的风歌 连忙走到了窗边查看 生怕是警察来了 虽然提前在路上做了准备 但凡事都怕个万一 但他们这一行 要是真的进去了 可没人来咯 所以凡事都得留个新颜子才行 当看到来的 只是一辆黑色的破A6时 心中的紧张 这才缓和下来 萧杰也走到了窗边查看 当看到驾驶位上坐着的人时 嘴角勾起蛋笑道 等了这么久 总算是来了 昏暗的杂物间内 令母背靠在门后 身下已满是心红的血迹 看着格外的圣人 她紧紧地抱住了女儿 目光有些空洞地 看着被血液浸湿的地面 声音虚弱无力 嘴唇已经泛白 对不起小雅 我不是一个好母亲 你心里肯定很讨厌我吧 都怪妈妈从小逼你经商 给不了你完整的童年 明竹雅抬起头 绝美的脸蛋上 此时已经布满了泪痕 眼眶之中 还在不断地滴落泪水 痛哭道 不会的 妈妈你不会有事的 别说话了好不好 脑袋愈发的昏沉 令母摸着女儿柔顺的黑发 脸上露出一抹有些勉强的笑容 面露慈祥的笑道 我们小牙长得真漂亮 真想看看你以后 穿上婚纱的样子 到时候肯定会更加美吧 妈妈爱你 当说出这四个字后 令母脸上的笑意更浓 眼中竟也流出晶莹的泪水 滑落脸颊 鲜血和泪水混合在一起 滴落地面 细小的血水飞溅 泪流满面的宁竹雅 感受着一只手 抚摸着自己的头 耳边传来母亲 几乎无声的笑声 总算是说出这句话了 小牙 妈妈爱你 紧接着 抚摸着女儿的手垂落下来 令母闭上了眼睛 不再有丝毫的动静 宛若一句 尸体 宁竹雅这一刻才看向母亲 小脸上的泪水不断滑落 打起母亲垂落的手 放在自己的脸上 抽气的声音在杂物间内不断地响起 宁竹雅目光 痛不欲生地看着母亲的尸体 发现她的脸上多了些皱纹 或许这些皱纹一直都有 只是她从来没有认真地看过母亲 哪怕只是一眼 对于妈妈的印象 宁竹雅依旧停留在八岁的时候 那时候的妈妈年轻脸上 完全看不到皱纹 而现在 平静的宁家宅院二楼走廊上 灵性冷眼注视着 挡在自己面前的萧杰 和她身后的九名虎士耿耿的打手 冷冷地开口道 你把她怎么了 面对着跟平时有些不一样的灵性 萧杰摊了摊手笑道 我还能把宁大小姐怎么样呢 只是给了她点刺激而已 比如说 丧母 随后萧杰的手指了指一旁杂物间的木门 此时隐约可以看见 门缝下已经渗出来的鲜血 以及里面传出的抽气声 安静的廊道内 气氛瞬间充斥起了浓浓的杀意 以风格为首的九名打手 更是浑身下意识的一颤 他们这些人或多或少都带点狠性 对于同类 更是无比警觉 但现在他们居然在灵性这个小白脸的身上 察觉到了不一样 灵性在听到杂物间传出的哭声时 深邃的眼眸中泛起杀意 直勾勾地看着萧杰 寒声道 你这是在找死 话落 灵性整个人动了 单手握拳狠狠地朝着萧杰冲去 后者连忙倒退了几步 躲到了后方 萧杰对着风格一行人冷声道 还愣着干什么 身材健硕的风格率先迈出一步 挡在了灵性的面前 大喝一声 做出了抵挡的架势 不过就是一个小白脸 少给我在这里得意忘形了 下一秒 就在灵性的拳头 即将落在风格的手臂上时 瞬间收力一脚狠狠地朝着他的下盘 攻去 我 风格的脸色顿时一变 眼睛瞪大 表情难受地扭曲在一起 看着灵性咬牙道 你 被一笔小人 紧接着 灵性再次一脚踹出 直接将身体无力的风格 给踢倒在地 看着当不受创的风格 其余八名小弟 也忍不住缩了缩腿 他们可都是手上染过人命的人 居然被一个小白脸给吓到了 这要是传出去 他们还要不要在这行混了 臭小子你找死 看炮哥我不弄死你 你TM的 一起去陪那个老太婆吧 看着朝自己冲来的八名打手 灵性眼中 完全没有畏惧之色 就这种货色 他以前不知道收拾了多少个 而躲在一旁看戏的萧杰 嘴角含笑地打量着这一幕 看着灵性一个人 居然把八名打手死死地压制 心中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他赌对了 这个灵性果然不简单 从第一次和灵性对视的时候 萧杰就知道 这个人是自己的同类 憎恶世界上的所有不公 堂堂八名秦家的打手 仅仅是五分钟的时间 就全部倒在了灵性的脚边 无力痛饮 表情之中带着痛苦 随着最后一人被灵性放倒 而他的身上毫发无损 啪啪啪 萧杰见此一幕 笑着鼓掌到不错的军中格斗术 虽然你的身体素质一般 但格斗技术 是我见过最顶尖的 就算是那些退伍的兵王 恐怕也不遑多让了 灵性的手上还滴着血 拳头的表面 已经被刮蹭掉了皮 显然是用力过猛了 那你准备好找死了吗 灵性冷谋注视着萧杰 但萧杰却摇了摇头 伸手掏出了一把 宁家杂物件的钥匙 扔向了灵性 脸上浮现一抹淡笑 提醒道 宁夫人估计也撑不过多久了 虽然我在刀室涂了微量麻药 但如果你要救人的话 最好在半个小时内 给他进行包扎 说完 在灵性疑惑的目光下 萧杰转身就走 脚步略微有些快 眼中带着兴奋之色 灵性原本想要追上去 但看了一眼紧闭的杂物间大门 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虽然不知道 萧杰到底是什么打算 但眼下还是救人最重要 拿着萧杰给的钥匙 灵性迅速地打开了杂物间的门 一眼就看到了 倒在血泊之中的宁母 和趴在他身上不断哭泣的宁竹牙 见到那张布满泪痕的脸颊 灵性心中一疼 随后动作迅速地蹲下身 查看起了宁母腹部的伤势 此时伤口处依旧还在渗着血 刀伤很细 应该是某种特质的刀刃造成的 所以才没有造成大出血 在了解了伤势的轻重后 灵性转过身正对着 还在抽气的宁竹牙 他侧身用带血的手 摸了摸宁竹牙的脸 安慰地笑道 放心吧 阿姨会没事的 所以别哭了 闻言 灵竹牙抬起头 布满泪水的眼睛 看着灵性 哽咽到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灵性笑着回应了一句 等你睡醒的时候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睡醒 灵竹牙脸上刚露出疑惑 就感觉头脑一阵昏沉 随后紧闭双眼地 晕倒在了灵性的怀中 灵性收回手 抱住了晕倒的灵竹牙 看着他昏迷的样子轻声道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以后你也能和正常人一样 能够体验到亲情和友情 以前失去的东西 未来都会拥有 紧接着 灵性将他平躺在一旁 开始用极其专业的手法 给宁母紧急处理伤口 幸好刀伤没再要害 不然的话 肯定撑不到他到来 还未等灵性处理完伤口 宁家外就传来了急救车的声音 紧接着 楼下一阵喧闹 庶民护士 以及随行医生 朝着二楼赶来 走在最前面的 是穿着一身校服的礼良 出门得太着急 他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 看着倒在杂物间前的九人 李良没有理会 直接带着人 冲到了杂物间内 此时灵性的紧急处理正好结束 心中松了口气的同时 看向好机友 真知道 这次真的是谢了 李良摆了摆手 嗨 咱哥俩还用说这些 好兄弟一辈子 接着 昏迷的宁母 就被几名护士 用担架抬下楼 剩下的几名护士 则是拿着另一张担架 在门外默默等待 李良也识趣地走了出去 内心忍不住叹气 这是造的什么你啊 好不容易才尝到爱情的甜 这就要分开了 杂物间内 灵性坐在宁主亚的身旁 握着他有些清凉的小手 随后从身上拿出了一条 白色的蝴蝶项链 哪怕是在昏暗的夜里 也能闪烁微弱光芒的蝴蝶项链 雕刻着的蝴蝶 更是栩栩如生 灵性伸出手帮宁主亚 戴上了这款自己精心准备的项链 抚摸着他的侧脸 自言自语地说道 但愿你不会嫌弃吧 你送了我那么多东西 我却只能给你一条 从路边买的项链 蝴蝶 在自然界中 代表着自由的生物 能够凭自己的意志遨游天空 随着急救车远去 李良走到了 矗立在宁家大门旁的灵性身边 满心不解地询问道 我就搞不懂了 你们一共才认识多久 这女人就真的值得你这么付出 灵性的目光 依旧停留在远处道路的尽头 随后迈步朝着前方走去 接她的人已经来了 她头也不回地对着李良挥了挥手 明明应该是悲伤的心情 但此刻 灵性却笑了出来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梁子 爱情 就是这么让人捉摸不透 却又让人深陷其中 记得帮我看着点她 等她醒了 估计又要闹脾气了吧 文言 李良虽然不明白话中的意思 但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你可真是会使唤人 灵性哈哈一笑回道 那就拜托你了 李大少爷 李良叹气 都说了 别这么叫我 我讨厌这个称呼 很快 道路的尽头 出现了一辆军绿色的越野车 开车的正是上次 在雨夜中和灵性谈话的黑衣人 对于她的身份 灵性自然是知道的 自己爷爷的护卫之一 据说是军营之中 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兵王 名叫刘英 片刻后 越野车停在了她的身前 灵性直接打开车门 走进了副驾驶 一旁的刘英 递来那部军方高层的专用机 接着 越野车掉头 直接驶离了这里 原地掀起一阵沉沙 站在宁家门口观望的李良健 越野车静止离开 耸了耸肩 朝着一旁的蓝色 劳斯莱斯走去 急速行进的越野车内 灵性拿过电话附在耳边 那头传来了 她熟悉又厌恶的声音 这次是真的想好了吗 如果你还是和以前 那样没觉悟的话 大可不必回来 浪费我的时间 好好再磨度完 你的爱情游戏 灵性态度冷漠地回到 我想好了 但是有一个要求 半晌后 那头才传出年迈的声音 好 这个要求我可以帮你 但也不是白帮 后面我会告诉你 要怎么做的 先回神斗一趟吧 好歹也这么多年没见 回家陪老头子我聊一聊 几乎是同一时间 远在紫川省的连云市 灵家饭店内 二楼 灵国栋正在房间内收拾行李 一旁的张慧娟 有些可惜地探道 我对小雅那孩子 还挺喜欢的 要是小兴是个普通家庭 该有多好 收拾好行李的灵国栋 站起身 拍了拍妻子的奸安慰道 行了 又不是以后都见不到了 别搞得跟生离死别一样 紧接着 夫妇二人 就拉着大大小小的行李 上了一辆商务车中 坐在驾驶位的司机 小李扭头 对着二老笑道 老爷夫人 好久不见了 灵国栋点了点头 嗯了一声 背靠在座椅上 淡淡地开车吧 这次离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来了 这样平淡的生活 其实也挺不错的 接着 商务车 缓缓朝着出城的方向驶去 磨度某高档别墅之中 秦鹏三兄弟 笑着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在茶几上 放着一份股拳转让文件 秦鹏喝下一口咧嘴后 坐在沙发上爽快地笑道 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把天目集团 给握在手里了 还真是辛苦了您家这么多年 为我们秦家 操持着偌大的集团 坐在两侧的秦吴和和秦辉两人 也是附和地笑了起来 但心底却是在盘算着 怎么把天目集团抢到手 这份股拳转让协议 在谁手里都行 但绝对不能放在 自己大哥的手里 而此时 秦鹏的心中正幻想着 以后秦家 在政界和商界 呼风唤雨的样子 笑得更加的大声 就在三人各怀鬼胎的时候 秦家别墅的大门 忽然被人一脚强行踹开 紧接着 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 闯了进来 都不许动 领头的队长用枪 指着秦鹏等人 立身喝道 我们是特别行动处的 如果不想死的话 就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其余士兵健壮 也抬起手中的 枪指向了秦吴和两人 下得三人腿脚发软 突然闯进来这么多士兵 秦鹏先是一慌 随后想到了什么 底气十足地站起身 对着领头的士兵队长 呵斥道 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知道这是哪里吗 我跟龙军长可是老相好 光天化日之下 你们居然敢强闯民宅 难道是想造反吗 秦吴和赶忙起身 复合道就是就是 你们肯定是找错人了吧 造反的帽子扣下来 领头的队长 正好地害怕 目光冷冷地盯着秦鹏 下达了最后通牒 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 蹲下双手抱头 但仰尊处优惯了的秦鹏 怎么可能听从一个 大头兵的指挥 那不是调身份吗 你们 秦鹏刚要开口呵斥 话音却戛然而止 领头的队长 毫不犹豫地 扣动了手中的扳机 只听砰的一声响 一颗带着火蛇的子弹 从枪管内射出 精准无误地 命中了秦鹏的腿部 在寂静的别墅区中 一声枪响 瞬间惊动了不少 正在休息的富豪 以为是 发生了什么恐怖袭击 连忙究竟躲了起来 而此时秦鹏别墅之中 秦鹏的惨叫声 回荡在四周 原本整洁的地面 已经被鲜血染红 正想要开口的秦吴和和秦辉 更是吓得面色一白 眼神惊惧地 看着惨叫不止的大哥 反应过来后 连忙走到一旁抱头蹲下 这些士兵居然真的敢开枪 来头绝对不小 眼神冷漠地注视了一眼 还在惨叫的秦鹏 随后走到了茶几前 拿起那份天幕集团的股权 转让协议 确实是原件后 随着斯拉一声 只现漫天飞舞 化作零零散散的碎片 飘落到了地上 随即转头看向秦鹏 队长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开口道 秦鹏 你涉嫌非法经营等嫌疑 限你五日内到警局自首 配合调查 否则警局将以承认罪名的名义 将你逮捕归案 说完 队长直接转身朝着别墅外走去 其余士兵迅速地跟上 一群人来得也快 去得也快 但秦家的事 这次只是个开头 夜晚 国度医院的某间高档病房中 穿着一身白色病号服的 宁竹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看着陌生的天花板 整个人瞬间惊醒 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这是在 医院 妈妈呢 也就在此时 病房的门被推开 身形有些憔悴的宁东红走了进来 手中还提着一个饭盒 当他推开门 看到已经醒过来的女儿时 脸上露出一抹喜色 高兴地说道 小雅 你醒了 宁东红一脸高兴地关上病房门 提着饭盒走到了病床边 询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要不要我找医生过来看看 宁竹哑扫射了一眼陌生的病房 看向父亲 心底有些害怕地询问道 妈 妈妈她怎么样啊 听到妈妈这个称呼 正在打开 饭盒的宁东红明显的疑愣 看向女儿微微愣神了几秒 她已经有多久没有听到这两个字了 随即宁东红脸上的笑意更甚 安抚道 放心吧 你妈她没事 医生说了 只要好好地休养一个月就能出院 闻言 宁竹哑内心悬起的大石落下 松了口气 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问道 那灵信呢 说到灵信的时候 宁东红脸上闪过犹豫 但还是拿出了身上的一个信封 上面写着宁竹哑收 这熟悉的字迹宁竹哑 几乎是一眼就认出来了 肯定是灵信写的 宁东红将信递给女儿 叹气道你自己看吧 你妈妈那里还要人看着 注意早点消息 说完宁东红转身走出了病房 当龙军长把这封信送到她手中的时候 她就已经知道这封信的内容了 同时 宁东红的内心 直到此刻都是极为的震撼 没想到 灵信居然是那位的孙子 也难怪秦鹏会去警察局自首 震撼的同时 她也只能感到惋惜 看来这个女婿是要不老了 与此同时病房内 宁竹哑迅速地拆掉了信封 拿着里面写满字的信纸看了起来 当她看到第一行字的时候 表情瞬间带住 攥着信纸的手下意识的用力 我最爱的媳妇说 我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可能以后再也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在走前 我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 希望你不会嫌弃 老实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 以我的性格 会这样喜欢上一个人 和你在一起的时间 总是那么的短暂 甚至是我一个人的时候 还会幻想 如果你不是天幕集团的大小姐 而我也生于一个普通家庭 那我们会过得有多么幸福 对不起了 我没法遵守答应过你的约定 但我相信 哪怕没有我 你也不会感到孤单了 现在的你 可以拥有父母的爱 像个正常人一样 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不定以后 还会结婚生子吧 一想到这里 我就不甘心 最后 希望还能再见吧 在信纸的末尾 有着灵性的署名 一滴泪珠滴落 将信纸禁湿 直到此时 宁竹哑才注意到 自己脖子上的蝴蝶项链 眼眶之中的眼泪流下 划过脸颊 滴落在信纸上 安静的病房之中 宁竹哑的手 紧紧地握住了 脖子上的蝴蝶项链 痘点大的泪水落下 让人不自禁地感同身受 内心充满哀伤 并床上 宁竹哑捂着被子哭了起来 双手抱息 一个人孤零零地 坐在床上流泪 你这个混蛋 谁允许你离开我的 我还没完逆你呢 谁让你走的 往日的一幕幕 在这一刻不断地回响 在宁竹哑的脑中 却也只能徒增伤悲 不用羡慕 你以后也会有的 以前你没有体验过的亲情 以后都被被弥补回来 你也能有一个完好的人生 只要是为了你 需要我付出什么都可以 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 我们两个要一直在一起 病房外 宁竹哑背靠在墙上 听着里面传出的哭声 叹气地摇了摇头 朝着另一间病房走去 天空呈现昏暗之色 唯有一轮弯月 高悬于夜空之上 绽放着明亮的光辉 夏日的炎热已经简淡了许多 秋季已经悄然到来 但这半个夏季 对于宁竹哑来说 注定是一辈子 都难以忘怀和割舍的经历 本书完 第一卷不完整的女孩结束 多谢大家低支持和关爱 记刀子的话就不用了 不需要大佬们破费了 当然 完结肯定是骗人的 不会真的有人信了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一日清晨 我渡医院之中 已经休息了一晚的宁竹哑 来到了一间病房前敲了敲门 发出咚咚的声音 紧接着病房的门打开 宁竹哑略显惊讶地 看着门外站着的女儿 宁竹哑眼角泛红 似是刚经历一场大哭 声音略显冷淡地说道 我来看看妈妈 闻言 宁竹哑脸上浮现起笑容 内心欣慰的同时 让开了路 轻声道 进来吧 你妈她刚醒 宁竹哑点了点头 直接走了进去 此时病房内 刚吃完早饭的宁母 正躺在病床上休息 听见进来的脚步声 她睁眼看去 面含惊讶地看着走近的女儿 今天的宁竹哑 穿得很随意 一件白色的唇棉长袖 以及半身长裙 比起以前 给人一种成熟稳重的感觉 她来到病床边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母亲 有些不适应地喊了一声 却让宁母心中惊喜万分 妈 宁母脸上瞬间露出一抹高兴 欣慰地看着 终于肯真心叫自己的女儿 随后宁竹哑俯声 抱住了母亲 将脸埋在妈妈的怀抱中 依旧是熟悉的味道 见状 躺在床上的宁母 双手轻轻地抱住了女儿 并对一旁的丈夫 使了个眼色 示意她出去 但宁东红却不乐意了 立马凑到了女儿身旁 傻笑道 小雅 爸爸也在这呢 要不要跟爸爸抱一个 但可惜的是 沉浸在妈妈怀抱之中的宁竹哑 并没有理会父亲的话 见此 并床上的宁母微笑的同时 又得意地看了一眼丈夫 随即轻轻地 拍着女儿的背 时隔多年 一家人总算是再次体会到了亲情 神斗 作为华国的权力中枢所在 远比魔都要繁华许多 堪称国内之罪 更别说还有着极大的纪念意义 华国名义上 并没有真正的领导人 最高执行机关为元首院 被四位老人所统侠 而元首院之下 则是华国各大部门 以及由八大执政场所领导的执政部 专门处理各地的事务 然后经过筛选 再传递到元首院 权力不可谓不大 几乎是与部长级别的权力持平 不相伯仲 此时神兜之中 一辆均绿色的越野车行 实在带有浓厚历史气息的街道上 穿过大大小小的街道 最终停在了一栋防备森严的四合院前 经过一夜的奔袭 灵性此时的脸上带有些许疲惫 从越野车上走了下来 抬头看着这栋熟悉的四合院 在院门口 有着两名警备员正在戒备 身后背着的都是鹤枪实弹 相信只要发现不对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而在这四周的其余四合院中 住的全都是军方的警备人员 无时无刻都在进行24小时的巡逻 不让任何可疑人员 靠近最中央的四合院 而在整个华国能被这么保护的 也只有那四位老人 哪怕是地方执政长都没有这个资格 刘英此时也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灵性淡淡道 我们走吧 灵老已经等了你很久了 说着便率先迈步朝着院内走去 灵性回忆的目光收回 跟着走了进去 没错 他的爷爷正是当今的四大元首之一 因名字的关系 所以被人取了个绰号 名为镇国大将临镇国 就算是放眼整个国家 在威望这方面 能和自己爷爷媲美的 不过一手之数 记忆中熟悉的院内布局 至今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彭佛是时间定格 没有任何变化 灵性跟在刘英的身后 穿过庭院耳边传来流水声 那是院内池塘的余月水的声音 几分钟后 两人在四合院的最深处的一间屋子前停下 刘英上前一步 轻轻地敲了敲门 声音恭敬道 林老 您孙子林姓回来了 片刻后 屋内传出声音 让他进来吧 刘英点头 让开了一个声位 示意林姓进去 站在屋前瞅出了片刻后 林姓内心怀着一抹害怕的推门 走进了屋中 随手关上了屋门 一走进门 便看见在屋内摆放着的书法台 一名头发 已经苍白的垂木老人 身姿挺拔地站在那 手中拿着毛笔正在写字 周围的墙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字符 随便拿出去一幅 都能卖到上千万的高价 上面的游走龙蛇 竟显神光焕发的风采 完全看不出 是一名垂木之年的老人所写 正在练字的林郑国 并没有抬头 看眼多年未见的孙子 表情淡漠的操控着手中的毛笔 只是淡淡道 愣在那里干什么 过来 给我研磨 闻言 林姓身体下意识地走了过去 虽然内心抵触 但身体 却无比老实地严琢磨 林郑国提笔缓缓在宣纸上 写下了一个天字 随意地开口道 这几年在外面过得怎么样 站在一旁缓缓言没的林姓 平静地回道很好 是吗 林郑国再次写下一个行字 年外的嗓音低沉有力地笑道 你过得倒是不错 倒是老头子我身边没有了陪伴的人 好不寂寞啊 那个混账孙子 又很少回来 搞得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林姓沉默着没有说话 只是将言好的墨放在了一旁 而林郑国则是写下一个又一个的字 最终成句 林姓看着宣纸上的天行剑 君子以字强不息 淡淡道 您的书法进步了很多 林郑国也是满意地 看着面前的字 放下手中的毛笔 转身走到了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老人沉生道我 帮你搞定了秦家的事情 你也答应了我一个条件 正好我这里有件事需要人处理 就交给你了 希望我交给你的东西 你没有全部忘记 说着 林郑国从抽屉里取出了一份 昨天才到的文件 放在了桌上 同时对着外面喊了一声 刘英 你进来吧 下一秒雾门推开 刘英走了进来 对着坐在位置上的老人 恭敬道林老 你有什么吩咐 林郑国拿起一旁的茶杯 喝了一口水 抿了抿嘴后 对着他吩咐道 川省的那件事 你陪着小姓去一趟吧 顺便把他的档案给恢复一下 这次过去 你什么都不用干 就只需要保护小姓的安全就行了 不要插手这件事 文言 刘英恭敬地应了一声 没过多久 林姓跟着刘英走出了这间屋子 而屋内的林郑国 则是拨通了一个电话 喂 是我 在川省的人全部都撤回来吧 随着秦鹏去警局接受调查 偌大的秦家 一时间人心惶惶 能让自己家主去甘愿接受调查的 那背后的势力的有多大 要知道在魔都 就连那位掌控魔都军区的龙军长 都得对家主理让三分 这足以说明 秦家的势力多庞大 深夜 秦家别墅之中 一道身影悄无声息地 打开了秦鹏的房门 开始四处翻找 像是在找什么东西 秦鹏的房间内 萧姐眉头紧锁地 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搜找着 片刻后 她的目光 看向了最中央的书柜 上面放着琳琅满目的各种书籍 所以 看起来比一般的书柜 要大上许多 萧姐走到了书柜前 谨慎地用戴着橡胶手套的手 拿下了其中一本书 然后用手往里面敲了敲 咚咚 听到细微的回声 萧姐瞳孔微缩 脸上露出了一抹喜色 总算是找到了 接着 她开始将书柜上的书 取下放在一旁 打开了藏在里面的暗格 里面静静地摆放着 一个小型保险柜 等了这么多年 总算是找到机会了 林姓我还真是要好好感谢你 如果不出她预料的话 这个保险柜里 应该放着装有秦鹏 和境外交易的优盘 整个秦家 打手至少在百人以上 而且还全部都是 手上染过血的亡命之徒 在国内的话 是绝对不可能 召集到如此多的人数 唯一的可能就是 秦鹏跟境外势力有交易 如果能弄到交易记录的话 就算是偌大的秦家 也会在朝夕之间分崩离析 而秦鹏绝对会被处以死刑 随着萧杰以专业的手法 破除保险柜的密码后 和精致的柜门缓缓打开 里面静静地放着一个U盘 和几张看起来有些老旧的照片 寂静的房间内 萧杰站在书柜前 伸手拿出一个U盘 难难道 原本这U盘 一直都被秦鹏带在身上 我一直没有机会动手 如果不是这次赌赢了的话 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从一开始 他就是奔着林姓去的 就是在赌 赌林姓身后的势力 比秦家要强大 赌林姓 是那个林家多年 没有生训的林家二少爷 从见到林姓的第一眼起 萧杰就觉得他不简单 因为林家并没有正解的势力 所以 并没有调查到林姓的真实身份 但他不一样 秦家的人 几乎是遍布国内各级部门 在一番调查后 还真让他查到了一点蛛丝马迹 所以才会有林家宅院那一出 为的就是激怒林姓 让他仇视秦家 母亲 您再等等 萧杰的目光 注意到了保险柜内的那几张老旧照片 伸手拿了过来 当他看到照片上的内容时 瞳孔猛的一缩 不知道是看到了什么 他的拳头下意识地握紧 手臂上的青筋抱起 恍惚间 萧杰明白了什么 迅速将照片放回原位 随后拷贝了一份优盘内的资料后 将一旁的书本重新放回书柜 从这一刻 萧杰的目标变了 从一开始的对亲生父亲复仇 变成了对整个秦家的复仇 而那张照片上 则是三个不招衣衫的男人 正在对一个女人施展暴行 脸上带着疯狂的大笑 似乎沉迷其中 九月的秋季来临 国度市中心的某栋豪华别墅内 宁竹雅一家人正在吃饭 在经历的上一次的事情后 宁竹雅果断地搬家 生怕再发生几天前的惨状 来小雅 多吃点 已经出院的宁母温柔地笑着 用筷子夹起一块肉 放到了女儿的碗里 宁竹雅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然后将肉吃下 显得有些乖巧 没有了秦家的威胁 宁母脸上的冷淡随之消失 以前给了女儿太多的压力 所以打算在之后的日子里 好好地弥补 一顿饭很快结束 吃完饭后 宁竹雅打了声招呼 就开车朝着摩都大学驶去 后方十几名保镖开车尾随着 别墅门口 看着女儿驱车离开 宁竹雅叹息一声 小雅还是忘不了灵心啊 宁运将头轻轻地依靠在丈夫的肩头 轻声道 那孩子对于小雅来说 太重要了 哪有那么容易放下 顺其自然吧 半个小时候的摩都大学 一辆红色的麦巴赫停下 面色冷漠的宁竹雅 从车上走了下来 恰好这时 已经上完课的秦夕 从校门口走出 一眼就看见了 朝这边走来的宁竹雅 她的脚步顿住 迎面走来的宁竹雅 也看见了她 但并没有要理会的意思 直接朝着校内走去 就在她与秦夕擦肩而过时 只听怀中抱着书本的秦夕 用平静的声音说道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闻言 宁竹雅前进的脚步停下 扭头冷漠地看了秦夕一眼 冷冷道 这里是学校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 随着两人开口 周围的气氛 一下就压抑了起来 转过身 秦夕脸色平静地和宁竹雅对视着 开口说道 事情我都听李良说了 灵芯的身份我也知道了 但为什么 你现在会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 出现在学校 说着秦夕的情绪开始有些激动 对着宁竹雅生气地怒道 你的想法 我大概猜出来了 因为灵芯的身份 所以你不敢去找她 对吗 你怕这么做 会影响到你现在的家庭 虽然我只是秦家的远房亲戚 但秦家跟你宁家的事情 我还是知道一些的 你害怕因为去找灵芯的关系 会害得你现在好不容易 粘合起来的家庭关系 再次破碎是吗 话落 宁竹雅的眼眸瞬间冰冷 寒光乍现地盯着秦夕 寒声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说出心里话后 秦夕的情绪平复了一些 但话语之中 依旧有些压抑不住的生气 秦夕抱着书本 毫不畏惧地和宁竹雅对视着 缓缓道 我的家庭很普通 没有像你们一样的背景 所以 我能做得很有限 说着 秦夕从身上拿出一张小纸条 走上前拉过宁竹雅的手 把纸条放在了她的手里 声音低沉地说道 但你不一样 你是魔独首富的女儿 你能做到的事情远比我多 这是灵性班主任给我的 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 秦夕头也不回地就走了 对她来说 这何尝不是一种折磨 毕竟 这或许是她和灵性最后的机会了 但现在她不得不把这个机会 让给自己的敌人 看着秦夕离开的背影 宁竹雅摊开手中的小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川省烟室 看着手中的地址 宁竹雅抬手 摸了摸脖子上的项链 在阳光的照射下 那只白色的小蝴蝶 熠熠生辉 我们要一直在一起吗 清冷的秋风在耳边回荡 校门处的树叶 被吹得沙沙作响 几片泛黄的树叶随风飘下 在校门口原地站立不动的宁竹雅 忽然握紧了手中的纸条 转身朝着停靠在路边的车子 飞奔而去 她不知道这么做是不是对的 也不知道 事后会不会对自己 好不容易恢复的家庭 造成什么影响 但宁竹雅明白 要是她不去的话 以后一定会后悔 她不想悔恨 与其在未来充满后悔的活着 不如在此刻朝着她追赶而去 川省 作为华国经济排名前五的省份 最大的特点就是 人多地广 而且城市多建于盆地之中 山清水秀 堪称全国之罪 在一条被山水环绕的高速路上 周围满是翠绿挺拔的轻松 一辆黑色的宝马 正在急速前进 再往前十几公里 就是川省内发展落后的淹室了 这一段路 几乎全是大大小小的山头 几乎看不到 有什么车来往 车内 作为贴身保镖的刘英 正在开车 而灵性则是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 叼耳郎当地看着手中的文件 刘英看了一眼后 是境内打哈欠的灵性 缓缓道 这次事情的举报人 是林老的老友 据说以前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只是后来退居二线了 所以这件事 才会受到上面的重视 灵性轻轻地嗡了一声 一页一页地看着手里调查来的资料 淡淡道 没想到这年头还能遇到这样的事 身家百万的富豪兼杀钢毕业的女大学生 刘英眼中闪过厌恶 显然对这些事情十分地抵触 接着道 根据那位的供词 确实是这样的 但淹室的警方 现在完全找不到任何的证据 但要碍于报警的人 是林老的战友 又不好就这么干谅着 所以才闹到了林老那 话是这么说 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什么侦探 灵性收起文件摇了摇头 有些头痛 但刘英可不这么认为 他笑道你的确不是什么侦探 毕竟你可比侦探专业多了 显然 刘英对灵性十分地自信 毕竟身为他小时候的教官 对于灵性的能力 刘英比任何人都要了解 很快 随着时间又过去了大半个小时 在穿过了一段绵延的上坡路段后 一座矗立的城市出现在眼前 进入盆地之后 周围的树林明显开始减小 路也没那么顺畅了 车子时不时地抖上一下 魔独机场 宁运担忧地 看着即将出发的女儿 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就听一旁的宁东红对着女儿笑道 这一趟出去可得小心点 把那小子给我带回来 至于其他的你 不用多想 大不了我把天目集团捐给国家 到时候 你们就不用有什么顾忌了 身穿一身白色花边外套的宁竹 哑点了点头 给人一种清纯的感觉 随即转身走上了飞机 这次去川省 他并不打算带什么保镖 反正在那边 还有一个县城的全能保镖 等着自己去领 而且一大群人在身后 看着他找男朋友 总感觉有些别扭 在宁母和宁妇的注视下 飞机缓缓飞向高空 将漫天的白云 划破一道口子 万米高空之上 宁竹哑坐在窗边 看着机窗外白色云海 和刺眼的太阳 男男道 给我等着吧 狗男人 未经我允许 就一个人跑了 等我抓到 你一定要好好地管教管教你 狗灵性 你给我等着 与此同时 磨堵警局的门口 因为没有证据的缘故 秦鹏暂时洗脱了嫌疑 被放了出来 此时脸上带着得意 警局又怎么样 只要你们找不到证据 还不是要乖乖地 把老子放出来 此时警局门口 一辆蓝色的汉马车 停在路边 车窗摇下 一名戴着墨镜的男人 对着秦鹏冷冷道 上车 老大要跟你通话 闻言 立马会议的秦鹏 直接坐进了 车子的副驾驶 墨镜男人 递来了一部手机 上面正显示着通话界面 紧接着 男人一踩油门 直接驾驶着车子 驶了出去 车内 秦鹏面路紧张地 拿着手机 小心翼翼地开口道 你有什么吩咐吗 那头传出一名 中年男人冰冷的声音 吩咐 你觉得现在的你 对我还有用处吗 那个叫林姓的 是神斗林家的人 你连这点都没调查清楚 就敢动手 没用的东西 现在你们整个秦家的 关系网都瘫痪了 但凡是跟你们秦家 有联络的人 全部都被军方带走调查 你觉得你 对我还有用吗 什么 秦鹏听到这些 脸上露出不敢置信 只要是跟秦家 有关联的官员 全部被带走调查 那不就是说 他们秦家 废了 在这一刻 秦鹏旁服 是坠入了万丈深渊 身体无力地 靠在副驾驶的座椅上 那头声音接着到现在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林家的那个小子 现在估计已经到烟室了 你去给我把他干掉 绝不能让他 把烟室事情查出来 要是连这件事都办不好的话 你也没什么存在的必要了 说完 电话被挂断 秦鹏脸色阴晴不定地 将手机还给了墨镜男人 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墨镜男开车的同时 直接拆下了手机的电话卡 然后将手机丢出了出去 被过往的车子 直接碾碎 正午 在烟室的一家酒店内 由烟室市长 专门为林姓 举办了一场接风宴 这可不仅仅是因为 林姓是那位的孙子 更重要的是 林姓本身就有官职在身 且高达准江 虽然只是一个 没有任何权利的淮江 但也足以让王德发 谨慎对待了 更何况 他可是听说过 林姓的不少事情 酒店门口 穿着一身黑色中山装 看起来大富翩翩的王德 发笑着和林姓握了握手 打了个招呼 林姓是吧 我已经听林老说了 宋老的事情 全权交给你负责 只要你开口 市里的资源随你调用 跟在王德发身后的 几名中年人 也都是一脸的善意 眼睛却不断地 在林姓身上打量 这就是传闻中 林家的那个神童 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林姓礼貌性地伸出了手 谦逊地笑了笑 那就谢谢 王叔叔您配合了 要是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还请您多担待 听到林姓称自己为叔叔 王德发哈哈一笑道 这些都好说 要知道 这可是林老的孙子 现在他叫自己叔叔 这面子 鼠时给得足足的 随即他大手一挥 笑道你一路过来辛苦了 王叔平时事务繁忙 只好在匆忙之间 给你办个接风宴 林姓你可不要嫌弃啊 怎么会呢 林姓跟着 朝酒店内走去 脸上露出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王叔你百忙之中 还能给我办接风宴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随着两人朝着酒店内走去 作为贴身保镖的刘英 自然是贴身跟随 当他看到林姓 仅仅是几句话的功夫 就已经和王氏长处好了关系 就知道以前教他的东西 肯定没忘 很快来到酒店 提前准备好的包厢中后 服务员陆续开始上菜 内心有些紧张 毕竟市里的几位大人物 全部都到场了 心中更是对林姓的身份 感到好奇 这到底是哪家的公子哥 居然能让王氏长 如此慎重对待 饭桌上 林姓也没有拐弯抹角 他现在只想把 烟饰事情处理完 然后回神都好好的静一静 不知道宁竹亚 现在怎么样了 估计过得挺不错吧 在一番交谈后 坐在林姓对面的王氏长 放在手中的筷子 这我没说到 这件事我调查过 那个被奸杀的女大学生 家里的条件并不怎么好 本来的话 应该是没有机会读大学的 但是后来因为 烟花大学的助学金的支持 才能撑到大学毕业 但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 被列为最大嫌疑人的 天明公司老板 是烟台大学助学金提供者 每年都通过互联网 和自身捐献 为烟台大学 提供超50万的助学金 50万的助学金 虽然在魔都那样的发达城市 并不算什么 可能随便走在路边 普通人都能拿得出来 但若是放到烟市 这样的偏僻城市的话 闻言 第一次听说这事的灵性 眉头紧促起来 低沉的声音开口道 也就是说 一个每年都接济 至少上百名学生 上大学的公司老板 奸杀了他资助的对象 这下事情就有些混乱了 那照这样来说 这个所谓的天明公司的老板 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善人 那他为什么又要谋害 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呢 难道是有仇 但一个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能和一个公司老板有什么仇 这些疑惑不断地 在灵性的脑中盘旋 王市长一行人有公务在身 所以并没有久留 在跟灵性聊了几句后 就坐车回了市政府大楼 灵性和刘英 则是漫无目的地走在路边 观察着 这座有些落后的城市 希望能够发现点什么 刘英看了一眼走在路边的老人 轻声道 注意到了吗 走在前面的 灵性点了点头 目光随意地打亮着这座城市 但但道 这个王市长 不 应该说是这个王市长 和他身边那些人都有问题 他们的反应太冷静了 冷静得有些不像话 要是一般人在自己管理的区域 出现了惊动神都高层的大事的话 早就慌乱得不行了 恨不得早点处理掉这件麻烦事 但王德发一行人则不一样 灵性完全没有在他们的脸上 看到任何的焦急和担忧 当然 要是这些人 本来就对这条人命不在乎的话 那自然另当别论 但在灵性看来 他们明显是属于另一种 语气平淡地开口道 这件事 估计没这么简单 不可能只是有人 被奸杀这种事 估计后面 还藏着更大的事情 大的堂堂一个市长都掺和了进去 甚至自信道 我们不会找到任何的线索 所以 连装都懒得装一下 神斗 林家院内 林郑国晃悠悠地坐在小院之中 看着池塘里的鲤鱼游动 手上还拿着一部军方通讯器 里面传出了另一名老者的声音 老林 你还真是舍得好 居然把你孙子 扔到那么麻烦的局里去 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掺和的 而且 你不是已经调查得差不多了吗 应该可以收网了吧 为什么还把你孙子派过去 闻言 林郑国缓缓回道 这你就别管了 除了是我兜长 如果能让他吃点苦头 那就更好了 一日清晨 一架飞机 缓缓在川省最繁华的城市落地 一道长发飘飘地倩吟走下 脚步加快地 朝着机场外走去 一路上 宁竹亚国色天香的颜值 吸引了不少的人 引起一阵骚动 因为烟室比较落后的缘故 所以本身并没有建造机场 无奈宁竹亚 只能选择距离烟室最近的机场 现在买车开过去的话 至少也需要半天的时间 中途还要休息 恐怕要耽误不少的时间 但愿等他到的时候 林姓还在烟室没有离开 你就是林大哥的孙子吧 跟他年轻时候 长得一模一样 远离烟室市区的 一间土房子内 林姓和刘英 两人随意地坐着 一名背部勾楼的老者 笑着端上来两碗水 林姓双手笑着接过 谢谢宋爷爷 我这次来 是想问你一些事情 宋姓老人叹了口气 有些艰难地坐在椅子上 叹气道 其实像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 所以我 才会麻烦林大哥帮忙 之后 在老人的叙述下 林姓和刘英 又了解到了许多的情况 譬如 这是烟室今年的 第十八起奸杀案 这让林姓内心震惊不已 像这种案子发生一起 就足以引起轰动了 但仅仅是今年 在这小小的烟室 居然发生了十八起之多 聊了一会后 老人身体有些撑不住了 所以 在对林姓说了句注意安全后 就直接进屋睡觉 但林姓明显地看见 在老人转身的那一刻 眼角流出的泪水 眼中充满哀伤和绝望 那我们也走吧 林姓叹了口气 随后他从身上摸出了一打 早已准备好的百元大钞 放在桌上 随即和刘英转身离开 汽车启动 朝着烟台大学驶去 唯一通往烟室的大路上 一辆红色的劳斯莱斯 正在急速迟行 距离烟室只有一百多公里 一想到马上就能见到林姓 宁竹雅的车速 不禁再次加快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赶到烟室 他可谓是滴水未尽 急速迟行的红色劳斯莱斯 被路边的摄像头拍下 可以模糊地看见 坐在驾驶位的宁竹雅 烟台大学 校长办公室内 林姓正在和校长谈话 一旁的刘英 看了眼手机走上前 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 林姓的脸色顿时一变 连忙转头对着黄校长 歉意地笑道 不好意思啊 黄校长 我这里突然有点急事 改日再来拜访您 说着 林姓直接站起身 脚步加快 和刘英走出了办公室 心中有些不解 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在淹饰的 手机里的定位器早就被拆除了 而且还上了一套国家房追踪保护 根本不可能被黑 不管是因为什么 林姓现在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他心中其实是非常想和宁竹雅见面 但他清楚地明白 自己爷爷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甚至是为此做出某些强硬的手段 长痛不如短痛 与其见了面之后又分开 还不如不见 而办公室内的黄校长 看着匆匆离开的林姓二人 皱了皱眉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他沉生道是我 那小子现在已经查到我这里来了 你们小心点 这两天让那些人都忍一下 这个林姓的身份不简单 如果不想下半辈子 在监牢里面度过的话 就让他们这几天老实点 等到这件事过去 燕氏依旧是我们的天下 与此同时 在万里之外的神多 在宁竹亚前往燕氏的同时 监控着整个燕氏的林郑国 也得到了消息 他坐在庭院内 看着手中的照片 身旁的警卫员低声道 目前宁家大小姐 已经快到燕氏了 需要派人拦住吗 拦 林郑国放下照片 笑了一声 为什么要拦 这不是一次魔力小心的好机会吗 让他去吧 人啊 只要有想要的东西 才会成长得越快 这位宁家小姐 不正是最适合魔力小心的工具吗 临近傍晚 太阳即将落山 在西方天空的尽头 还残有些许余晖 将纯白的云朵染成黄昏之色 轰鸣地发动机声传来 一辆鲜红的劳斯莱斯 停在了燕氏的一栋写字楼下 云顶公司 属于天幕集团的下属公司 在全国上百个分公司的面前 存在感很薄弱 作为公司 总经理的安怨 更是日夜操劳 为的就是让云顶公司走出燕氏 但燕氏的发展情况摆在这里 光靠他一个人的力量 再怎么努力都只能是徒劳 没有任何的作用 渐渐地 安远自己也不抱什么希望了 明明是三十多岁的年纪 却给人一种垂目的感觉 但今天 他迎来了最后一次机会 云顶公司楼下 见到红色的劳斯莱斯 缓缓停下 身着整洁西装的安远 立马走了上去 身后是公司的众多高管 主动打开车门 一名容貌国色天香的女子 从车上走下 安远恭敬道 大小剑 我是燕氏天幕集团分公司的负责人 安远 很荣幸能够帮助到您 面色冷漠的宁主哑瞥了他一眼 眼中带着些许紧张之色 声音清冷地开口道 我让你调查的事情 调查得怎么样了 在来之前 安远就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 自然知道 这位大小姐专门跑来燕氏 这种小地方的目的 她恭敬地回到 已经查到了 在半个小时前 林姓先生曾去过燕台大学 但没过多久 就很着急地走了 目前我们的人 还没有查到具体去了哪里 但大概率是离开燕氏了 进入燕氏的大路只有一条 但宁主哑过来的时候 并没有遇到其他的车 也就是说 林姓是走的小路 宁主哑被齿紧咬 萎眸之中 带着些许委屈和不甘 明明自己跨越大半个华国 来找这家伙 他却连见都不愿意见自己一面 但紧随而来的就是生气 下一秒 宁主哑直接回到车内启动车子 油门的轰鸣声响起 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里 燕氏的一条山路上之中 在坑坑洼洼的山路上 一辆黑色的宝马正在缓慢地前进 车内 林姓眼神有些地看向车窗外的景象 就在这时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 林姓拿起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没有意识到 什么的他 直接点击了接通 那头传出了一道冰冷刺骨的声音 夹杂着不满和怒气 我现在就在烟台大学的楼顶 你要是一个小时内 不出现在我面前的话 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电话那头 除了宁主哑冰冷的声音之外 还掺杂着秋风呼啸的声音 很明显他并没有说谎 随即不等灵性反应 电话直接被挂断 夜晚 在寂静无人的烟台大学之中 一辆红色的劳斯莱斯停在校门口 教学楼的天台上 在淡淡月光的照射下 宁主哑独自站在天台的边缘 只要他一步跨步 足足六层楼的高度 再加上地面 是水泥的 绝不会有半点生还的机会 宁主哑台起手看了眼手表 距离一个小时 已经过去了十分钟 他眺望着安静的城市 默默地等待着 另一边 在绵延的山路上 一辆黑色的宝马 停在土路中间 引擎盖上还不断地冒出黑烟 刘叔 大概还要多久才能修好 灵性内心有些焦急地 在一旁等待 不断地来回走动 眼中有着担忧 被熏黑了脸的刘英 看了眼车子的状态 摇了摇头 叹气道 估摸着至少要半个小时 早知道这边山路这么陡 就该把我的越野车开过来 你怎么办 那宁家小姐 应该是吓唬你的吧 听到还需要半个小时 灵性咬牙 转身就沿着土路朝烟室跑去 还不忘回头喊道 那我先过去 等车修好了 你再跟上来吧 看着那道夜色下 疯狂奔跑的背影 刘英摇头 从身上拿出手机 将目前情况汇报给了灵老 虽然他目前是灵性的贴身保镖 但更多的也是监视 随时随地将情况汇报上去 时间每分每秒都在流逝 灵性气喘吁吁地进入烟室 在周围人诧异的目光下 朝着烟台大学跑去 在他的衣角和裤子上 都沾染了泥巴 看起来颇为的狼狈 在额头不满汗水的情况下 他依旧没有减缓自己的速度 内心紧张害怕 虽然和宁竹牙指 相处了一两个月 但对于他的性格灵性无比清楚 要是今天晚上 他真的不去的话 以他那疯子一样的性格 耻不定就会乱来 一联想到某些血腥的场景 灵性奔跑的脚步再次加快 咬着牙跑在路边 烟台大学因为占地广的关系 所以就建在烟室的边缘地区 而且因为学校的关系 这一片的红绿灯尤为的多 所以灵性选择了 时间最快地跑步过去 但人总会有累的时候 灵性气喘吁吁 脸色发白地 看着远在两公里外的烟台大学 奔跑的速度已经降了下来 腿脚发软 现在距离一个小时 已经过去了大半 最多还有十几分钟 以这个距离 根本不可能抵达 这时 一辆川崎H2摩托 从大后方驶来 在寂静的黑夜下 轰鸣的声音 庞佛要穿破云霄 车灯照射在灵性的身上 他嘴唇发白地下意识回头 眼睛被车灯刺得有些睁不开眼 紧随而来的是 急促刺耳的刹车声 这辆川崎摩托 直接停在了灵性的身前 帅哥 要坐车吗 有长的那种哦 身穿赛车服的白军腕 摘下头盔 露出了一副娇好的面容 与霸道冷酷的宁竹雅不一样 有一种林家大姐姐的错觉 看着突然出现的陌生女人 林性迟疑一秒后 直接坐上了摩托车的后座 连忙道 只要你能在15分钟内 赶到烟台大学 条件随便你提 闻言 白军腕脸上露出了得逞的笑容 重新戴上头盔 放心吧 赌上我最强车王的称号 15分钟内 肯定把你送到 话落 身下的摩托 发出巨大的轰鸣声 随后如离弦的利剑般 朝着烟台大学冲去 由于速度太快 风声不断地在耳边咆哮 林性趁着这个机会 休息了一会后 因为车速太快 林性不得不把手 搭在白军腕的腰上 疑惑地询问到你是谁 也不怪她怀疑 主要是 这女人出现的时机也太巧了 而且 这人刚刚很明显 是一副认识自己的样子 摩托车的速度持续飙升 带着头盔的白军腕 发出沉闷的声音 魔都白家 白军腕 你居然不认识我这个魔都 最有名的美女 真是没见识啊 小林性 小林性 听到这个称呼 林性的嘴角一抽 你才小你全家都小 她刚打算开口询问些什么 但看着就在不远处的烟台大学 只好指住话题 在不远处的路边 停靠着一辆红色的劳斯莱斯 这鲜艳的颜色 林性敢肯定 这辆车绝对是宁竹亚开过来的 三分钟后 摩托车在烟台大学的门口停下 可能因为是周末的关系 所以学校内并没有人 显得有些安静 一停下车 林性动作迅速地 朝着教学楼跑去 抬头看向天台的边缘 一道模糊的人影就站在上面 这一刻 林性的内心之中 涌现出后怕 幸好自己来了 不然后果肯定非常严重 真是青春啊 白君丸看着奔跑的林性 大声地喊道 小帅哥 明天晚上我在酒店等你哦 说完 白君丸洒然一笑 身下的摩托 再次发出轰鸣声 直接离开了这里 此时烟台大学教学楼天台上 迎面吹来的微风格外寒冷 只穿着一件白色棉衣的宁竹哑 冷眼看着跑进教学楼的林性 刚刚她的手搭在白君丸的腰上 她自然也看见了 此时银牙紧咬 情绪有些不稳定 大概只过了一分钟的时间 天台的大铁门被猛地推开 发出枝鸭的声音 一次性爬了六层楼 林性有些气喘地 看着站在天台边缘的背影 不禁有些生气地吼道 你疯了 在你眼里 自己的命就这么随便吗 说死就死 淡淡月光地照射下 宁竹哑缓缓地转过身 见林性上来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吼自己 眼中的寒芒更甚 被寒风吹得冰冷的小手 紧紧地握成全壮 林性迈步朝着宁竹哑走去 想要将她拉到自己身边 但就在两人的距离只有半米时 宁竹哑忽然道 你还是跟第一次一样 喜欢迟到 在林性推开天台门的一刹那 距离宁竹哑说好的一小时实现 超出了一分钟 闻言 林性想到了什么 瞳孔猛的一缩 连忙伸出手喊道别 但还没等她说完 在寂静黑夜下 宁竹哑的身体 忽然向后倾斜 冷眼看着朝自己冲来的林性 随后是失足感传来 寂静的黑夜 烟台大学天台 空无一人的天台上 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 边缘的防护栏杆 手臂上清净抱起 你TM疯了 吃力抓住防护栏的同时 林性单手紧紧地抱住了宁竹哑 一间传来 她身上熟悉的清香 此时林性的眼底 更是深深地后怕 刚刚她要是反应再慢一点 就真的完了 就在这人命关天的时候 被林性紧紧抱住的宁竹哑却笑了 丝毫不担心自己现在的状况 伸出手抚摸上了 林性清秀的脸庞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一是我们现在就一起掉下去殉情 反正和你死在一起我也不后悔 至于第二个选择 宁竹哑的脸色漠然变冷 嘴角刚露出的笑容消失不见 冷冷到 跟我回家 然后 永远都不准离开我 不然的话 我就死给你看 这毫无疑问是明晃晃的威胁 但现在的林性呢还管得了那么多 有些吃力地回道 我选第二个 听到这个回答 宁竹哑毫不意外 但她要的可仅仅是这样 必须要让林性知道 失去是什么滋味 以后她才会更乖地听自己的话 一双手环绕住了林性的腰 此时的她还想着要怎么上去 但就在这时 宁竹哑却是忽然用力拽了一下林性 猝不及防之下 林性瞳孔瞬间猛缩 感受着身体下坠的失重感 下意识紧紧地抱住了怀里的宁竹哑 两人一上一下 林性在下 宁竹哑在上 这样说不定还能活下来一个 一下从六层楼的天台落下 耳边掺杂着呼啸的风声 随后 林性感觉自己落入了一层柔软之中 掉落的身体 忽然在什么东西上弹了两下 随后平坦地落在了什么东西上 这是 死了 林性试探性地睁开眼睛 入眼是在夜色下闪耀的群星 散发出微弱的心芒 她下意识地喃喃道 这就是天堂吗 说什么傻话呢 宁竹哑从厚厚的软垫上站起 美眸盯着林性的眼睛 随后就像是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对着她伸出手说道 走吧 戏也演完了 陪我去吃饭 闻言 林性脑子有些发猛地 握住了宁竹哑柔软清凉的小手 这才注意到 教学楼下不知什么时候 多了几层厚厚的软垫 她这是活下来了 刚刚的失重感 让林性现在 都有些双腿发软 毫无抵抗地 被宁竹哑拉着 朝校外走去 黑暗的角落之中 累得额头冒汗 安远看着那两道离开的身影 心中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身后 烟台大学的保安队长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安老板 接下来 我们还需要做什么 安远擦了擦额头的汗 扭头笑道 把垫子什么的都收起来吧 答应你们的 每人五万块钱 明天就会打到你们卡上 说吧 安远也朝着校外走去 为了在大小姐面前 混个存在感 今晚可是把她累得够呛 不过 看大小姐刚才满意的样子 自己肯定能获得不少好处 而那十几名保安 在听到奖赏五万的时候 脸上笑得喜滋滋的 只是搬点东西而已 居然就有五万块的佣金 那可比得上自己一年的纯收入了 红哥 现在时间还早 要不等会换班的时候 我们去锻炼锻炼身体吧 咱们干保安的 也要劳意结合吗 红哥自然就是保安队长 一听这话 他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 再加上今晚大赚了一笔 说什么也要好好地享受享受 那咱们搁几个今晚上去写 锻炼锻炼 身后的几名保安发出欢呼声 开始收拾东西 烟饰 晚上八点 一家还在营业的火锅店内 空气之中都弥漫着一股香辣的味道 勾引来往路人的食欲 双人间的包厢之中 简陋地摆着两张沙发 桌上放着沸腾的火锅 香味从其中传出 说 刚刚那个女人是谁 包厢的沙发上 宁主亚丹首掐住了灵性的脖子 面露凶光 就像是在说 如果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的话 我就把你干掉 面对生气的宁主亚 灵性内心完全生不出反抗的心思 只能脸色涨红的如实回道 我 我也不知道啊 他说 他是魔都白家的人 叫白君丸 其他的 我真的不知道了 真的吗 宁主亚美眸冰冷地盯着灵性的眼睛 灵性苦着个脸 真的 骗谁我也不会骗你啊 见他的眼神没有闪躲 宁主亚这才松开手 坐在了沙发上 冷哼了一声 淡淡道 我饿了 好啊 灵性呼吸了几口气后 这才好受一些 随后拿起桌上的碗筷 夹起一片毛肚 轻轻地吹了吹后 这才放进了宁主亚的嘴中 但毕竟是刚出锅的 还是有些烫嘴 说说吧 那封信又是怎么回事 这是想要抛弃我吗 宁主亚不满地 抬起修长的玉腿 放在了灵性的腿上 一副审问犯人的态度 见状 灵性内心充满无奈地放下碗筷 娴熟地脱掉了他的鞋袜 边揉边说道 我那不是做好的最坏的打算吗 话说你是怎么知道我在掩饰的 这你别管 宁主哑哼了一声 随后伸手狠狠地捏着灵性的脸 凑上前和他对视着 狠狠地说道 还记得我以前说过什么吗 除非是我玩腻了 把你甩掉 否则 就算你逃到天涯海角 我也会把你抓回来 因为脸被拉长 灵性声音无音不准地求饶道 哦 哦下次不敢了 宁主哑面露冷笑道 没关系 你永远也不会有下次了 说完 宁主哑直接凑上前 柔软的红唇 覆盖住了灵性的嘴唇 唾液之中 还掺杂着火锅的香味 见此 灵性伸手揽过了他的柳腰抱住 而后者更肾 只见宁主哑修长的腿 夹在了灵性的腰间 因为下身穿的是裙子 再加上如此大的动作幅度 一时间春光乍现 感受着柔软娇躯 和双风传来的触感 灵性一时间有些欲望上头 被宁主哑身上传出的体香 更是迷恋无比 热情的声吻 足足持续了几分钟 两人这才满足地分开 这都过去好几天了 你那个应该去了吧 怎么 这就忍不住了 清晨 第一缕阳光照射而出 温暖的朝阳 缓缓从东方升起 一缕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 照射在灵性的脸上 经过一夜征战 正沉浸在睡梦之中的他 忽然眉头紧锁 一只清凉的小手 然后像是揉团子一样 不断地揉虐 实在受不了的灵性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一旁传出一道冷淡的声音 懒猪 终于醒了 只见身旁 冰主哑撑着手侧头盯着灵性 包图有致的胶躯 藏在被窝之中 但即便如此 依旧有不少春光泄露了出来 被弄醒的灵性 娴熟地将它暴露了自己怀里 光溜溜的触感清晰鲜明 毫无任何异物的阻挡 脑子昏昏沉沉的灵性 有些沉醉地将头埋在她的柔软之中 低声细语地说道 一大早的又要干嘛 感受着在自己身上四处游走的咸猪手 冰主哑直接额头顶住的灵性的头 眼眸泛寒地说道 赶紧给我起来 陪我出去逛一逛 不要 灵性没有犹豫地拒绝了 脸上露出不情愿 被拒绝 冰主哑面色阴沉了起来 躺在被窝中的小手捏得紧紧的 很快 酒店的套房之中 响起了灵性凄惨的嚎叫 声音之中充满了悲愤 你 你别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可是很能打的 床上 已经穿好吊带睡裙的灵性 目光放寒 粉白小脚踩在灵性的脸上 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 闻言 她冷冷到是吗 就是说你想要对我动手是吗 灵主哑微微抬起脚 然后迅速落下 精准地踩在灵性的脸上 灵性有些心虚地威胁到你别逼我啊 我 但还不等她说完 灵主哑脚上的力道再次加重 没有丝毫要脚下留情的意思 而灵性则是悲催地被踩着 不敢真的还手 只能举手投降 大概十分钟后 穿着整齐的灵性 被灵主哑揪着衣领 走出了酒店套房 如同是在被荡城宠物对待 而灵性的眼睛 则是直勾勾地盯着灵主哑白花花的腿上 那双黑色的丝袜 在她的眼中无比暗眼 这黑丝一定有魔力 居然能够让自己一不开眼睛 我林某人怨称之为最强 今天的灵主哑身穿一身宽松的白色卫衣 下身是一条黑色的白褶裙 更重要的 则是那双明晃晃的黑丝玉腿 在搭配上脚下穿着的小白鞋 简直就是完美的纯玉美女 走在前面的灵主哑 自然发现了灵性的眼睛不老实 但却并没有点破 因为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认可 一个男人无法控制地盯着自己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没有比这更大的赞赏了 于是乎 在酒店前台惊诧和羡慕的目光下 明主哑抓着灵性的衣领 走出了酒店 酒店外 一辆黑色商务车早已等待多时 明主哑带着灵性直接走上前 先是一把拉开了车门 将魂不守舍的灵性给一脚踹了进去 然后才优雅地坐进车中 车子轰的一声启动 驶离了酒店 后座上 明主哑如以前一般坐到了灵性的腿上 整个人蜷缩在她的怀中 她看了眼正在充当司机的安怨 瞥了眼后淡淡道 先去分公司 文言 安怨内心一喜 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她声音带着喜意地回到时 大小姐 随后 明主哑美眸 看向了正在不断抚摸自己黑色玉腿的灵性 冷冷道 那么接下来该你了 解释解释吧 说着 明主哑直接一把打掉了灵性不安分的手 见状 抱着她的灵性 有些委屈到 还有什么要解释的 那个白家娘们 我真不熟 我说的不是这个 明主哑面无表情地捏着灵性的脸 平淡道 你身手明明这么好 那当初在魔渡我们遇到绑匪的时候 你是在跟我演戏吗 说到这里 明主哑的脸色一下就冷了起来 要知道当时她离死 可就只差一点了 结果现在 你告诉我 你个狗男人还藏着东西 那不就等于把自己拼命的样子 当成小丑看 文言 灵性被扯住脸 艰难地说道 没有啊 我 我也是有苦衷的呀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松开手 明主哑将手横于胸前 淡淡道 什么苦衷 说出来听听 呃 这个嘛 灵性脸色有些为难 显然 这个苦衷对她来说 回忆起来不太美好 看她这副样子 明主哑知道 该给虫上点饲料了 下一秒 平稳行驶的车内 明主哑抓住了灵性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上前在她的耳边揉声道 可是什么 以我们的关系 难道你还要瞒着我吗 话落 明主哑双手 环绕在灵性的脖子上 眨着眼睛看着她 净显娇柔女子之色 而灵性的手 再次感受到了丝滑的触感 咽了咽口水 值得无奈地说道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说的 都是我小时候的事情了 接着 明主哑安静地依偎在灵性的怀中 听她缓缓地述说着往事 虽然裙底的手有些烦人 但暂时先忍忍吧 时间缓缓过去 明主哑也终于知道 灵性为什么刚刚一副 面露为难的样子 尤其是在听到她的遭遇 比自己还要可怜的时候 更是忍不住轻轻地摸了摸她的头 身为灵家唯一的血脉 灵性自初升起 就受到了不少人的期待 毕竟 这可是她可是大名鼎鼎的 郑国大将的孙子 于是 在爷爷的教导下 灵性的成长速度 远超同龄人 但同时伴随而来的 则是精神上的痛苦 在别的小孩还在玩泥巴的时候 几乎从未跟同龄人接触过的灵性 已经开始接受爷爷的训练 全国有名的教授传授知识 军营里精挑细选的兵王 训练各种搏击法 几乎没有一点空闲的时间 在那个时候 很少接触外界的灵性 以为那就是自己的一辈子 一眼望到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无论春夏秋冬 皆是如此 迟到一次 灵性偷溜出去后 这才明白 原来特殊的只是她自己 然后 她不惜一切地逃了 假如我不曾见过光明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在脱离爷爷的掌控后 灵性知道自己在同龄人中 已经算极为的特殊 所以开始藏桌 不过更多是讨厌 讨厌爷爷交给自己的一切 清晨 在烟饰的云顶公司楼下 随着一辆黑色的商务车停下 早已准备好的横幅展开 写着欢迎大小节 历龄指导的字样 车门打开 面色冷淡的宁竹雅 率先走下 紧随其后的就是灵性 在不远处的阴暗角落中 在车里睡了一夜的刘英 看着灵性和宁竹雅手 拉手的一幕 无奈地摇了摇头 随后拿出手机 将这一幕拍下 把照片传了出去 朝着顶层的办公室走去 在坐电梯的途中 灵竹雅也了解到了 灵性这次来掩饰的目的 并没有多说什么 反倒是一旁的安远文言 吐斯谨慎地开口道 大小姐 关于这件事的话 我倒是知道一些消息 灵竹雅本人对这件事 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既然是灵性的事 那她自然是能帮就帮 说说吧 此时 电梯已经达到顶层 门户缓缓打开 一行人朝着办公室走去 安远落后半步 推了推自己方框眼镜 边走边说道 这件事说起来 其实我也是巧合之下才知道的 灵性先生 你应该知道救助金的事情吧 文言 灵性点了点头 在来的路上了解了一些 先杀案跟这个有关系吗 嗯 而且还不小 安远点头 脸色严肃了一些 愿真道 以下只是我的个人见解 根据我的猜测 这个所谓的救助金 就是个骗局 烟是十多家企业的老板联合在一起 以资助学生的名义 在网络上敛财 然后专门去捐助那个女学生 在资助过后 那些企业老板的手中 就会有这些女学生的档案 而那些老板 就是根据档案 挑选合适的猎物下手 这一下 不只是灵性震惊了 就连一旁听的 心不在焉的凝竹牙眼中 都出现片刻的愣神 三人很快来到了 安远提前收拾好的办公室中 里面的东西和装饰 全都是最新的 安远拿起茶壶 给灵性二人倒了杯茶 随后接着刚才的话题说道 女大学生毕业后 因为地处偏僻 再加上上面的人 所以就没有传播出去 灵性摸了摸下巴 思索后说道 也就是说 这王市长的头上有人啊 不然根本没办法解释 他一个市长 哪来得这么大胆子 这可是每天几十起的命案 不过灵性可不管这些 他只需要把烟饰给肃清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他管 而宁竹亚接下来的话 更是让安远面露狂喜 以你的能力 待在这小小的烟饰 有些驱才了 我给你两个选择 挽着灵性手臂的同时 宁竹亚伸出了两根手指 淡淡道 一是我举荐你到 其他发达城市的 分公司去发展 未来说不定能走得更远 二就是继续待在烟饰 我会让集团 加大对烟饰资源倾斜 到时候想要怎么发展 全看你自己 听到这两个选择 安远犹豫了一下 最终咬牙道 我选第二个 我是烟饰本地人 如果集团真的愿意 加大资源倾斜的话 我有自信引动烟饰的经济 更上一层台阶 宁竹亚点了点头 心中并不在乎 安远学哪一个 反正对他来说 都是一句话的事 得到了好处的安远 内心有些激动 抬头见两人亲密的模样 小心翼翼地提议道 大小剑 虽然说我们烟饰发展 有些落后 但有些地方的风景 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那种恋爱圣地 只要情侣去肯定能结婚 你看难得来一次 要不 文言 灵性对这些嗤之以鼻 他可是唯物主义者 从来不信这些 莫名其妙的东西 宁竹亚挑眉 你觉得我需要这些吗 一瞬间 意识到说错话的安远背后 冒出冷汗 刚想要开口认错 就听宁竹亚淡淡道 地方在哪 啊 安远一愣 随后反应迅速地笑道 不远 正好我今天没什么事 要不我送你们过去吧 见此 宁竹亚点了点头 本来灵性还有些不乐意 他还有事情要调查呢 但在宁竹亚一个凶狠的眼神下 也只好乖乖地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心里不禁嘀咕道 天天都是这一趟 就知道威胁我 一行人直接朝着公司楼下走去 今天本来就是做个场面 让底下的员工知道 上面来人了 顺便激励一下他们 宁竹亚随意地拉过灵性的手 放在了自己腰间 对于他的配合十分满意 临近正午 我渡市中心的一座大厦 突然爆发火灾 黑色的硝烟直冲云霄 这突然起来的动静 吓了所有人一跳 看到火势庞大的大厦 慌忙地远离 不敢靠近 我靠 发生什么了 怎么大白天的还有火灾 不知道啊 突然一下子就爆了 估计又是哪个企业 什么东西爆炸了吧 哎 话说那好像 是尚宇集团的大厦吧 与此同时 收到消息的魔都消防队 和急救车 都在迅速地朝着这边赶来 此时火灾现场 在大厦的高楼 顶层火灾 正在不断地朝下蔓延 不少尚宇集团的员工 慌不择路地跑了出来 一道身影混在其中 小姐脸色平静地 从大厦之中走了出来 不忘抬头看一眼顶层办公室的方向 再见了 罪人 随后人群开始迅速地疏散 而紧急赶来的消防队 也在最短的时间内 扑灭了火灾 令所有人意外的是 足足蔓延了进十层楼的火灾 居然只有两个人不幸身亡 其余员工 最多是受了些轻伤 事后根据警察的推理 爆炸的火源 应该是从顶楼总经理办公室出现的 而当时正在办公室的两名高管 秦吾和秦辉 更是化作了两句交叹 而这件事 则是被警方认为 是一场意外事故 并没有人察觉到其中的蹊跷 燕士 在小有名气的星湖边上 灵性和宁竹雅 缓缓地走着 至于为什么叫星湖 完全是因为 整个湖泊就是一个新形状 所以才在燕士渐渐有了一点名气 被称为表白圣地 因为今天周一 大学生都被关在了监牢里 所以周围几乎看不见人 因为安静的氛围 偶尔会有几对老年伴侣路过 湖水汹涌的声音 在耳边回荡 可能是靠近湖边的 气温舒爽 灵性牵着宁竹雅的小手 不经意间 看到他脖子上挂着的项链 边走边说道 这项链还喜欢吗 毕竟是路边买的便宜货 要是不喜欢的话就扔了吧 我再给你买一条更好的 闻言 宁竹雅目光瞬间冰冷 牵着灵性的左手 不经用力了几分 淡淡道 这项链在我心里 可比你重要多了 就算要换 也是把你换掉 随后又倒没记错的话 七天后应该是你的生日吧 你怎么知道 宁竹雅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灵性耸了耸肩 之前在学校看过你的档案 9月29号对吧 宁竹雅点了点头 没有再回话 两人就这么朝着 星湖边走了一圈 后面再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安静 又透露出几分温馨 仔细想想 两人自从在一起后 还很少这么安安静静地 待在一起过 此时头顶的太阳越来越大 临近饭点 忽然 灵性开口道 等我处理完淹室的事情 你就回去吧 我回去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后 会去找你的 话一出口 此时灵性已经做好了 被宁竹雅暴打一顿的准备 却听他轻描淡写地回道 行啊 我等你 几乎是没有犹豫 宁竹雅答应了 两人的脚步都在此时停下 灵性伸出手 撩开宁竹雅额头的屡屡秀法 感受了一下他额头的温度 收回手后 他嘟囔道 奇怪了 也没发烧啊 难不成是脑子出问题了 宁竹雅的脸色一黑 直接狠狠地一脚踩在了灵性的脚上 后者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忍住没有痛地叫出声 宁竹雅双手交叉 看着灵性憋屈的样子 冷哼了一声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说自己脑子有问题 这就是变相骂他有病吗 这时 灵性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是个陌生号码 喂 谁啊 灵性接起电话的同时 抓起了宁竹雅柔弱无骨的小手 两人朝着停在路边的车子走去 那头传来一道熟悉的女声 充满豪放的感觉 这才分开多久 就不认识我了 灵性小帅哥 很明显 这个陌生电话 正是昨晚江湖救急的白军丸打来的 一听是个女的 身旁的宁竹雅 一下就淡定不了了 直接伸手抢过了灵性的手机 随后狠狠地瞪了眼正 打算抢回手机的灵性 后者一下就老实了 只能凑了过来 听对面讲了什么 另一边 刚飙完车正在酒店休息的白军丸 躺在按摩椅上 听着那头传来的声音 猜到了什么 她的嘴角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随即对着手机饶有兴致地说道 灵性弟弟 别忘了你昨天答应姐姐的事 我今晚在酒店等你哦 到时候 我们可要彻夜长谈 哦对了 我现在就在江济大酒店 刚洗完澡 你要是现在过来的话 也不是不行 说完 电话迅速被挂断 而此时另一边的星湖边上 灵性感受到身旁冰寒刺骨的眸光 咽了咽口水 同时心中暗骂可恶啊 果然电视里说的都是真的 越漂亮的女人越危险 这白军丸 简直是要置自己于死地啊 怎么办怎么办 这回说不定真的要被打死 一想到某人发疯后的样子 灵性心中立马做出了决定 刚打算不经意地转个身 准备悄悄跑路 一只手却在这时 死死地抓住了灵性的手臂 同时还伴随着一阵低难声 让他内心为之遗憾 酒店 彻夜长谈 洗完澡 用力地握住手机 灵竹亚抬起头 对着灵性笑了笑 脸色却阴沉地 庞佛能滴出水来 灵性弟弟 看来你玩得挺花呀 抓住灵性的同时 灵竹亚晃了晃手机 脸色难看到 这就是你说的不熟 灵性此时都快要被吓哭了 现已经跑不了了 连忙哭丧着脸道 媳妇 你听我解释啊 这真是个误会 那女人就是故意挑拨 我们之间的感情 你可不能上当啊 闻言 灵竹亚挑眉到那你答应了 她要去酒店吗 灵性的面部表情一僵 她 好像确实说过 条件随便开 主要是当时情况太紧急了 所以也没顾得上那么多 谁知道会演变成现在这样 灵竹亚见 灵性不说话 刚缓和一些的脸色 瞬间布满森寒 就在灵性思考着怎么办的时候 灵竹亚忽然松开了手 然后一只脚狠狠地 把猝不及防的 她踹倒在地 心中怒火 已经无法遏制的灵竹亚 直接坐到了灵性身上 随后一巴掌狠狠地落下 我真的 错 别打脸啊 好好好 老婆 那不能要啊 算我求你了别 疯女人 你真的不要逼我 我生气起来 我自己都害怕 过了一段时间后 在无人问津的星湖边上 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灵性 哭着求饶道 老婆 哦 哦真低错了 你就饶我这一次吧 我下次再也不乱说话了 呃 灵竹亚此时额头也冒出香汗 低头看着灵性现在的样子 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即用发红的手心 拍了拍她的侧脸 警告道 这次我就饶过你了 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我直接把你吊起来 脱光衣服游街 懂了吗 听到脱光衣服游街 灵性身体打了个颤 连连点头 见状 灵竹亚冷哼了一声 朝着路边的车子走去 头也不回地说道 打了你这么久 都把我打累了 你得补偿我 灵性 咱俩到底谁打谁啊 好像我才是挨打的那个 深夜 烟尸的江济酒店楼下 一辆红色的劳斯莱斯 缓缓停下 正在看门的门童 立马迎了上去 推开车门 灵性随意地 把钥匙丢给了门童 随后打开后座的车门 将依旧生气的宁竹亚 给牵了下来 两人一同朝着酒店内走去 灵性看着身旁 面无表情的宁竹亚 这恰恰是他生气的表现 安慰道 别生气了 大不了 我们见一面马上就走 我没生气 宁竹亚语气平淡 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健壮 灵性有些郁闷 想了想后止住脚步 然后一把拦住宁竹亚柔软的腰肢 朝着她的红唇吻了上去 要知道 现在虽然是晚上 但还是有不少人出来运动的 周围人看到这劲爆的一幕 不禁张大了嘴巴 这简直是射死现场啊 而作为女主角的宁竹亚 先是一论 随后感受到 有什么东西 撬开自己的牙关 在口中肆意妄为 情不自禁地配合了起来 见此 灵性更加兴奋了 将腰直搂得更紧了一些 紧紧地贴着自己 大庭广众之下 周围人羡慕地看了一眼两人 随后内心忧怨地离开 当众撒狗粮 年轻人不讲武德 足足过去了两分钟 灵性这才依依不舍地松开嘴 对着怀里的人轻声道 现在可以原谅我了吗 闻言 宁竹亚内心的火气 稍微舒缓了些许 冷哼了一声后 正脱开灵性的怀抱 朝着酒店内走去 灵性健壮 哪还能不明白她的意思 连忙笑呵呵地跟了上去 再次牵住了她的小手 酒店的大堂之中 见到手拉手的灵性二人进来 早已等候多时的酒店经理 笑着迎了过来 两位应该就是白小姐的贵宾了吧 她正在包厢中等二位 请跟我来 灵性点了点头 拉着宁竹亚 跟在经理的身后 朝着酒店二楼走去 不多时 经理停在了 一间豪华包厢的门口 恭敬道 白小姐就在里面 那我就先下去了 辛苦了 灵性淡淡地说了一句 随后牵着宁竹亚 推开包厢门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包厢中 正在挥手的白君丸 她笑意 浓浓到你们终于来了 可是让我好等啊 说着 白君丸注意到了 灵性脸上 有些不明显的乌青之色 吊笑道 哎呀 灵性弟弟的脸 这是怎么了 不会是走路摔着了吧 真是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听到这话 灵性随意地坐下 阴阳怪气地回道 没办法 托某人的福 一旁的宁竹亚雀 并不想浪费时间 特别是听到白君丸称呼 自己男人为弟弟 他怎么坐得住 他当即盯着 白君丸冷声开口道 你接近灵性 到底是什么目的 白家派你来献殷勤的 宁竹亚敢确定 白家一定是从哪里 知道了灵性的身份 这才大老远地 跑到烟饰这样的小地方 来凑近呼 闻言 白君丸故作为渠道 唉 难道在你们眼里 我是这样的人吗 真是太让我心痛了 坐在一边的灵性 感受到腰间传来的疼痛 内心欲哭无泪 只好开口道 有事说是 我后面还有事呢 见两人直白的样子 白君丸叹了口气 也不再隐瞒 看向两人直言道 那我就直说了 灵性弟弟 你当时可是答应我 条件随便开的 这句话一出 明竹亚脸色一黑 放在灵性腰间的手 直接来了个180度旋转 灵性眼睛一瞪 连忙用手遮住了脸 免得丢人 这下手也太狠了 谋杀亲父啊 只听白君丸接着道 其实我主要还是 想找宁小姐你 我想跟你合作 话落 包厢内的气氛一静 找我 文言 宁竹亚疑惑地松开了手 不明白白君丸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是 来套灵性近乎的 而灵性则是松了口气 揉了揉自己的腰 暗自摇头 这家没法带了 要不是他皮糙肉厚 早就被宁竹亚给折磨死了 饭桌上 白君丸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宁竹亚 轻声道 我白家在魔都 已经没有了发展机会 所以打算牵出魔都 换个省份发展 但强龙不压地投舌 所以我父亲让我来找你牵线 和你宁家的天目集团 寻求合作 帮助我们打开洋省的市场 市场之后 我白家可以让出两成的份额 一扯到工作上的事情 宁竹亚整个人的气质立马一变 背靠在椅子上 脸色淡漠 冷声道 两成 有点少了吧 看在你帮了我男人的份上 我可以代表宁家跟你白家合作 但份额我要四成 撇撇嘴 好家伙 一张口就翻了一倍 是不是有点心黑了 白君丸目光凝视着宁竹亚的眼睛 眉头紧锁到 太多了 最多只能给你们三成 足足三成的份额 这已经让出了很大的利益了 要知道 白家在打开了洋省的市场后 不可能一家独大 还要分出一部分 给本土大企业 闻言 宁竹亚的带眉微皱 匆匆玉指在桌面上敲击 显然有些不知道该怎么选择 三成份额 对天目集团来说 绝对是有得赚的 但宁竹亚可不想 赚这些没意义的小钱 而白君丸看到宁竹亚眼中的犹豫 知道有机会 接着贪了贪手笑道 这样吧 为了表现我白家的诚意 我个人在提供给你们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说 烟室市长的犯罪证据之类的 此话一出 灵性的眼神一宁 目光看向白君丸一或道 你确定 当然确定了 说着 白君丸从随身的包里 拿出一叠照片 拿在手中晃了晃 笑道 这可是我手下的人 调查了一个多月的辛苦收获 怎么样 我的诚意很足吧 灵性看着那一叠照片 虽然很想要 但并没有出声干扰宁竹亚的想法 就算不需要这些证据 他迟早也能查到一些东西 不过是早一些晚一些罢了 头脑聪慧的宁竹亚自然 明白这些 但稍作犹豫之后 还是点了点头 对着白君丸淡淡道 可以 这合作我接了 白君丸嘴角勾气 他就知道 灵性这步骑没有走错 不然的话 绝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说 洞宁竹亚跟自己合作 他已经看出来了 想要搞定宁竹亚 就必须要从灵性下手 而反之亦然 那就助我们两家合作愉快了 白君晚笑着站起 打起酒杯喝下一口后 将照片留在桌上 随后朝着包厢外走去 这边的事情 已经搞定了 但在魔都 还有秦家的是等着他去呢 深夜 灵性和宁竹亚手 拉着手 走出了江济大酒店 看着不远处热闹的夜宵摊 灵性随口道 你饿了没 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 文言 脸上带着一抹倦意的 宁竹亚摇了摇头 轻声道 好久都没吃你做的饭了 回酒店套房 给我做一顿吧 行吧 灵性点了点头 伸手将宁竹亚抱了起来 边走边说道 今晚上给你做一顿豪华晚餐 肯定把你喂的饱饱的 宁竹亚并没有回话 只是闭上眼睛 被宁竹抱着 朝停车场走去 几分钟后 地下停车场中 灵性抱着宁竹亚走到了车前 打开车门 将他轻轻地放进了副驾驶 系好了安全带 随后他关上车门 走到了另一边 坐进了驾驶位 黑暗的角落之中 一名黑衣男子 眼神凶利地看着这一幕 嘴角勾起残虐的笑容 举起了手中的枪 将准心对准 正在启动车子的灵性后 黑衣男人刚想要扣动扳机 解决掉灵性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一只有力的打手 突然从他的身后伸出 死死地捂住了男人嘴巴 手枪也被夺了过去 黑衣男人瞪大眼睛 刚想要反抗 后脖梗遭受重击 两眼一翻 直接晕了过去 真是的 人家小两口 这么温馨的时刻 你也想要打扰 刘英看着晕倒在地杀手 摇了摇头 拖着他的衣领 朝着后方的黑色宝马走去 一日一早 神都临家 早晨的空气尤为清爽 林郑国正在屋内 吃着早餐 手中还拿着一份 今早的报纸 慢悠悠地看着 这时 雾门被敲响 他头也不抬地说道进来吧 桃木门推开 一名警卫走了进来 恭敬地回报道 林老 刘队长那边传来消息 秦鹏暗中买动了杀手 对您的孙子动手 询问您该怎么处理 杀手 文言 林郑国冷哼了一声 原本还不错的心情 一下就沉了下来 他放下了手里的报纸 冷声道 这年头 还有人这么不珍惜自己的命 上次饶了他一命 这就开始蹦跶起来了 说吧 林郑国挥了挥手 淡淡道 解决掉他吧 记得审问一下 他后面的人是谁 是 警卫点头 随后他走出了房间 轻轻地将屋门给关上 川省 政府的办公大楼内 作为省长的张洪飞 已经坐在了办公桌前 开始处理事情 安静的办公室中 只有落笔的沙沙声 就在此时 一道电话的铃声 打破了这安静的氛围 正在办公的张洪飞停住笔 皱眉看着不断震动的手机 还是接起了电话 喂 哪位 这个电话是他的私人电话 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电话那头传出了灵性的声音 没过一会 张洪飞的脸上顿时一变 眼中出现一抹怒涩 充满怒意地说道 你说的都是真的 就算你是林老的孙子 要是敢和我开这种玩笑的话 小心我在你爷爷面前告你一撞 电话那头的灵性笑道 到底是不是真的 张叔叔 你过来一趟不就知道了 这件事 到底是私下解决 还是公开处理 全都看你 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 张洪飞脸色难看地站了起来 拿起一旁的外套 就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同时给手下的司机打了个电话 你把车开过来 我要去一趟烟室 另一边 烟室 躺在床上的灵性挂断了电话 将手机放在了一旁 他看了一眼 还在睡觉的凝竹哑 忍不住伸出手捏了捏他的脸蛋 看来昨晚应该是累坏了 但是还别说 这个手感还真不错 软糯糯的 跟小婴儿的脸蛋一样的触感 平时都是你捏我 我偶尔捏捏你 这也很合理吧 一时间 灵性不断地揉搓宁竹哑的脸蛋 然后 一双冰冷的美眸睁开 眼中带着浓浓的沙气 一分钟后 坐在床边 宁竹哑翘着白花花的玉腿 看着跪在身前的灵性 狠狠地拉了拉他的脸 冷冷到 胆子越来越大了 看来是 最近给你好 脸色太多了 让你分不清楚大小王了是吧 媳妇 我错了 灵性委屈地求饶道 同时心中 暗骂自己手痒 怎么就没忍住呢 这下好了 使不定又要被家暴了 看着不断求饶的灵性 灵竹哑叹了口气 算了 这次就饶了你吧 说完 灵竹哑站起身 光脚朝着房间内的淋浴间走去 想要好好洗个澡 见状 灵性眼睛一亮 立马笑呵呵地站起身 厚着脸皮笑道 媳妇 我帮你搓背 我技术可好了 灵竹哑喝了一声 没有点破他 龌竹哑的想法 临近中午 掩饰 随着一辆车牌为888的车子 缓缓停下 早已等待多时 灵性立马笑着迎了上去 不待他开口 张鸿飞率先开口 灵力的目光盯着灵性的眼睛 淡淡道 无关紧要的话就不用说了 你说的照片给我看看 当然没问题 灵性直接将手中的照片递了过去 语气平和地说道 这件事 您可要小心处理了 万一要是被传出去的话 恐怕一下 就会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轰动 毕竟这件事 涉及到的女大学生 多达上百个 足以引起全球性的轰动了 当张鸿飞看到手中的照片后 更是暴怒到畜生 这些狗东西怎么敢的 话落 张鸿飞脸色 被气得胀红的 朝着车子走去 很明显是要亲自下场 处理这件事了 而灵性自然也懒得管 牵起宁竹哑的小手 朝着外面闲逛而去 轻声道 估计过两天 我就要回神兜了 到时候 我们就分开吧 宁竹哑点了点头 感觉有些奇怪 不应该是这个反应啊 难不成是受到的 刺激太大了 殊不知 此时的宁竹哑 脑子里想的 却是另外一件事 半个小时后 烟尸的市长办公室内 张鸿飞直接将手中的 这叠照片 甩到了王德发的脸上 怒吼道 你个狗东西 胆子挺大啊 居然敢瞒着 我做这些勾当 你忘了 当初我在提拔你的时候 警告过你什么吗 看着手中的街头照片 王德发瞳孔猛缩 出现金巨之色 双脚发软地瘫倒在了地上 他知道 他这次真的完了 随后 几名便衣警察 冲进了市长办公室 将崩溃的王德 发给拖了出去 张鸿飞 则是对着身旁的 烟尸警局局长 怒道 最好不要让我知道 你跟这件事也有牵连 现在我命令 你以最快的速度 将照片上的人 都给我抓起来 然后给我严刑拷打 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 这几年 烟尸暗地里 都出现了哪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是 局长同样是害怕的 大气不敢喘一下 因为这些事 虽然跟他无关 但责任肯定是逃不掉了 估计这辈子 都没有晋升的希望了 很快 整个烟尸的上层圈子 就闹翻天了 至少十多名的企业老总 锒铛入狱 目前消息 只有那些富人知道 而涉及到这件事的官员 更是多达九名 更是让张鸿飞狂怒 同时也意识到了 这件事估计不简单 恐怕这里面的水很深 单靠一个王德发的话 绝对没有胆子 这可是在拿前途在赌博 犹豫良久之后 坐在办公室内的张鸿飞叹了口气 还是打了个电话出去 既然灵性在烟尸 说明灵老已经知道 这件事的内情了 要是自己隐瞒不上报的话 后果不是一般的严重 喂灵老 我有件事要跟你汇报 时间一晃眼过去好几天 天气变得更加的寒冷 在这几天的时间里 烟尸从上到下 都被张鸿飞给肃清了一遍 录下来了不少人 但这一切都跟灵性没有关系了 这几天 他珍惜和宁竹亚度过的每一秒 要是等回了神兜的话 估计要很长一段时间 见不到面了 所以他对这几天格外地珍惜 掩饰附近一条风景宜人的湖中心 一条小船缓缓地飘在湖面上 宁竹亚沾人地靠在灵性的怀里 看着远处高耸入云的山峰 耳边传来水浪的拍打声 灵性双手环绕过他柔软的腰肢 轻声道 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你想要什么 我争取临走时 给你准备好 宁竹亚惬意地躺在灵性的怀中 柔声回道不用了 生日这种节日只是个象征 就在这时 灵性的手机来电铃声 打破了这美好的氛围 打起一看 果不其然是自己爷爷打来的 灵性无奈地选择了接听 那头立马传来了 爷爷年迈却苍尽有力的声音 这几天在烟石跟你那个小女友 过得挺滋润吧 是不是都快把我这个爷爷的话给忘了 闻言 灵性的脸色 几乎是一下就平静了下来 不卑不亢地回道 您都知道了 电话那头的林振国冷哼道 没有人能够瞒过我的眼睛 区别只在于 我想不想知道 既然烟石的事情 已经告一段落了 今天我就不催你了 好好跟你的小女友告个别 明天一早就回神灯 别怪我没提醒你 你们两个人注定走不到一起 还是趁早放弃吧 免得将来违情所伤 说吧 电话就阴声挂断 灵性的心一下就沉到了谷底 看来想要在临走前 给宁竹亚好好庆个声的愿望也落空了 天片爷爷的话 灵性必须地照做 否则他毫不怀疑 借秦家之后 灵家会毫不犹豫地对付宁家 爷爷就是这样的人 只要有什么人 感拦在他的前面 就会毫不留情地拔除 不留一丝余地 对不起 灵性紧紧地抱住宁竹亚 声音之中充满了愧疚 宁竹亚心情难受地闭上眼 紧紧抓住了灵性的衣角 不愿松开 他比谁都体谅灵性 自然知道他的为难之处 要是待在自己身边的话 就会受到其他人的侵扰 灵性就必须离开自己 这无疑是个艰难的抉择 当天夜晚 酒店的套房之中 灵性和宁竹亚 互相拥抱着彼此 谁都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静静地等待着 夜晚的风格外的喧嚣 在安静的卧室之中 更是尤为明显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像沙漏般缓缓地流逝着 灵性多么希望 这一刻能够永久定格下去 这样 他就能一直待在宁竹亚的身边 天空的尽头出现一抹光亮 灿烂地朝阳缓缓升起 代表着离别的时候到了 那我走了 你一个人记得照顾好自己 在嘱托了一句后 灵性走下床穿好衣服后 朝着卫生间走去 打算简单地洗漱一下 而宁竹亚默默地从床上坐起 心情复杂地朝着套房的厨房走去 等灵性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 宁竹亚正好端着一杯热乎乎的牛奶 从厨房走了出来 他将手中刚热好的牛奶 递到灵性手中 不设地说道 我在魔都等你回来 灵性点点头 在宁竹亚的额头上亲吻后 将手中的热牛奶一饮而尽 那我走了 说吧 灵性不再迟疑 转身朝着套房外走去 但当他的手刚一接触到门把手时 脑袋却是忽然一沉 一股昏昏沉沉的感觉传来 灵性整个人两眼一番 直接晕了过去 身体朝着后方道去 早有准备的宁竹亚 走上前抱住了他 在灵性的耳边轻声道 你不就是我生日的最好礼物吗 说吧 灵竹亚将灵性瓶放在地上后 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出去 没一会的时间 灵大打开套房的门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位身形 跟灵性差不多的保镖 灵竹亚抚摸着灵性的头发 对着灵大吩咐道 开始吧 是 大小剑 灵大点了点头 他直接招呼着保镖 脱下了身上的衣服 然后又将灵性的衣服脱下 让这名保镖穿上 而陷入昏迷的灵性 则是被换上了保镖的衣服 灵大从身上掏出两张机票 递给了小姐 恭敬道 这两张机票 都是我们找黄牛办的 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说完 已经换好灵性衣服的保镖点点头后 围上一根围巾后 朝着楼下走去 现在已经是秋季了 再加上早晨的气温很低 戴个围巾 也不会有人察觉到奇怪之处 而已经放松警惕的刘英 也自然而然地被吸引走了 几分钟后 在酒店外 灵大通过手机知道 刘英被吸引走后 对着自家小姐点了点头 帮着她把灵性扛上了车 在宁竹崖也坐了上去后 宁大目视着这辆越野车 朝着离开烟室的小路驶去 清晨 在离开烟室的大路上 刘英开着车 皱眉看着前方行驶的车子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想到了什么 她立马猛踩一脚油门加速 朝着前方灵性的车追了上去 但是她这刚一加速 前方的车子也紧跟着加速 距离再次被拉开 不好 刘英就算是再傻 也明白过来了 恐怕前面车子里 坐的根本就不是灵性 想到这里 她连忙掏出手机 打了个电话出去 电话被接通 刘英自责地开口道 对不起灵老 我跟丢了 文言 远在神斗的林郑国 饶有兴致地笑道 这倒是有意思了 没事 你先回来吧 说吧就挂断了电话 林郑国的眼中有着意外 难难道 看来小心没有的东西 在这个女娃娃的身上 倒是具备了 林郑国清楚地明白 你现在灵性的性格 是绝对不敢违抗自己的话的 那唯一的可能 就是那个宁家的女娃娃出手了 恐怕是以某种手段 强行弄走了灵性 就连刘英都给骗了过去 虽然是在放松警惕的情况下 但也不得不夸赞 处事很冷静 但很可惜 还是太年轻了 临近中午 在前往魔都的一架飞机上 躺在宁竹牙腿上的 灵性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一间传来熟悉的气味 随后她忽然猛地睁开眼睛 坐了起来 不敢相信地看着坐在身旁的宁竹牙 她脑中瞬间出现了一种可能 开口询问道 我们这 应该是飞往神兜的飞机吧 闻言 宁竹牙静静地摇了摇头 将灵性的头 重新拉回了自己的腿上枕着 抚摸着她的头发 轻声道 很遗憾 这是飞往魔都的飞机 而且飞机一落地 我们就会坐上前往国外的飞机 到时候就算是你爷爷 想必也没有办法阻拦我们了吧 灵性喉咙咽了咽 你这个做法有些疯狂 宁竹牙俯身 美眸和灵性的眼睛对视着 温声细语道 你喜欢的不就是这样的我吗 你也应该偶尔疯狂一次 不是吗 听到这话 灵性内心荒谬地生出一个想法 并迅速地占据了她的大脑 或许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察觉到自己想法的灵性 苦笑道 那我们这算是私奔了吗 真没想到 居然会在那杯牛奶里下药 不过你的安眠药 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天你一直跟我在一起 应该没时间准备这些才对 宁竹牙眨了眨眼 当然是你的好肌肉给的 没想到她居然紫川省万康医药集团的继承人 原来是这样 灵性无奈地摇了摇头 她翻身正面抱住了宁竹牙的腰肢 语气慵懒地说道 那就让我久违地疯狂一次吧 以后你可要对我负责啊 看着她沉迷的样子 宁竹牙嘴角勾起 当然 我不是说过吗 在我玩你你之前 你别想离开我的身边 就算阻拦的人是首相也不例外 这一天 相爱的两人开始了盛大的私奔之旅 这也是灵性第二次违背自己爷爷的意愿 做出如此疯狂的选择 上一次是在十年前 她收获了想要的自由和生活 而这一次 又不知道结果会如何 大约七小时后 从清晨到傍晚 天色已经很晚了 我渡机场门口 灵灯红静静地站在入口处 似是在等待着什么 头顶的高空一架飞机缓缓地降落 那是灵性二人所乘坐的飞机 就在此时 一辆红星汽车从不远处驶来 后面还跟着好几辆防弹车 一看就是大人物出现了 灵灯红健壮 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领 朝着那辆停下的红星汽车走了过去 十几名警卫员 抬起手中的枪想要阻拦他的动作 却听林郑国苍老的声音开口道 不用拦 让他过来吧 接着 红星汽车的车门打开 头发花白的林郑国 从车内走了下来 眼眸锋锐地看着走来的宁灯红 但笑道 怎么 你是特意在这里等老头子我 走近后 林东红攻了攻身 谦和地对着老人笑道 林老大驾光临 东红自然是要来迎接一下的 林老不会怪罪吧 是吗 林郑国冷哼道 想必你也知道 我来魔都的目的 所以 我可以认为 你这是来阻止我的吗 话落 十几名警卫员 几乎是同时抬起了手中的枪 齐齐将黑悠悠的枪口 指向林东红 相信 只要林郑国一声令下 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开枪 将宁东红射杀当场 而接下来宁东红的任何一点动作 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死因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宁东红脸色毫无变化 依旧是笑容当面 白白手 毕竟是我女儿一辈子的终生大事 我这个做父亲的 自然是能尽力就尽力了 林郑国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挥手让后面的人放下枪 然后迈步朝着机场的入口走去 罢了 既然你来都来了 那就一起进去吧 正好能把你女儿给带回去 说吧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 朝着停机场走去 头顶刚掠过的客机 此时已经停了下来 与此同时 几架飞机也随之起飞 而在十分钟后 飞往国外的客机 也即将停止检票 林郑国一行人 不慌不忙地走到了 林信所在的飞机前 机舱缓缓缓地打开 露出了内部的场景 两名警卫员见状 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机舱 准备将林信两人带出来 林郑国看了一眼身旁 脸色平淡的宁东红 忽然笑道 你看起来并不怎么担心啊 这不是事关你女儿的 终身大事吗 毫无疑问 这次带回林信后 基本上没有可能 和宁竹亚会面了 闻言 宁东红却自信地侧头笑道 林郎 在家国大事上 十个宁东红 可能都比不过您 但若只是 耍点小聪明的话 您又何尝比得过我 话音刚落 走进机舱的两名警卫员 皱眉走了回来 陈生会报道 林郎 这是架空机 里面没有人乘坐 你在机场的系统里 动了手脚 林信乘坐的并不是 这架飞机后 林郑国敏锐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脸色 从始至终 脸色都保持淡然的宁东红 难怪一点都不紧张 原来是留了后手 您多虑了 我哪敢在您老的面前 搬门弄斧 宁东红副手而立 但笑道 机场的登记信息系统 都是绝密 就算是我也不可能 轻易篡改 但 宁东红忽然画风一转 对着这位位高权重的老人 自负地笑道 我宁东红在您老的面前 可能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若是论前这一块 放眼全国 我独坐高位 机场的系统确实是不能改 但若是将川省那边的机场 和摩都这边的 机场所启航的客机 全部包下的话 谁又能知道 哪架飞机上坐着的是林信他们呢 这番话 让林郑国身后的警卫员们都震惊了 敢这么跟林老说话的人 全国都找不出五指 这家伙究竟是多自负 才敢说出这么嚣张的话 哪怕是林郑国 在听到宁东红的这番话后 也不禁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错 身为一个后生 能在我面前说出这番话 足以证明你的能力和胆气 宁东红微微低下了头 语气谦虚地 说到林老过誉了 可惜 只怕今天两个孩子的事情 谁都阻止不了了 万米高的夜空上 在挥舞朦胧之中 一架客机正朝着米国的方向飞行 而这架飞机 正好是林郑国一行人 刚抵达机场时 锁起飞的 安静的机舱内 林信抱着怀中 已经撑不住 而睡过去的宁竹雅 像是红小婴儿一样 轻轻地拍着她的后背 同时 在她的心中明白一个事实 这架飞机 恐怕到不了米国 而林信所谓的疯狂 也并非是跟着宁竹雅私奔 天色已经完全暗了下来 闪耀的微星 悬于高空之上 描绘出璀璨的夜空 机场的停机草坪上 宁东红面色 平和地跟在林老的身边 没有说话 这次 他宁家已经完全是 把这位老人给得罪死了 虽然以对方的心气 不至于跟自己计较 但若是今晚的事情传出去 恐怕他接下来的日子 也不会好过了 林郑国边走边 拿出自己的军方专用机 缓缓道 你不会真的以为飞机起飞 他们就能前往国外悠闲度日了吧 宁东红一愣 侧头疑惑地 看着老人的眼睛 不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林郑国风锐的眼眸震惊异常 此时他手中的电话已经拨通 声音低沉地开口道 是我 传我命令 只要是今天下午 从魔都起飞的飞机 全部斥领他们返航 一切责任 由我来但 说吧 电话挂断 您 宁东红侧头震惊地看着老人 脸色不复之前的平静 苦笑一声道 您当真要做到这个地步吗 小辈之间的事 让他们自己去选择不好吗 林郑国瞥了他一眼 声音冷了几分 庞佛带着军林战场的冷酷 我不管你女儿去啊 但是我孙子 他必须听我的 而且 你在我眼中同样是一个小辈 只不过是多了点小聪明而已 随着这通电话的出现 军方的通讯部 以最快的速度行动了起来 不断地发出通报 联系那些从魔都起飞的客机 这里是华国官方通讯部 收到此通报的飞机注意 请你们立即返航 重申一遍 请你们立即返航 在这通命令下 近乎二十多名机长满脑子疑惑 但还是选择了立即返航 通讯部的话 就等于华国的高层 面对高层的领导 他们自然不敢心生不满 于是乎 二十多架飞机开始在万米高空掉头 朝着魔都机场飞去 而最先抵达的 自然就是承载着 灵性二人的那架客机 正在缓缓降落 他们应该就坐在这架飞机上吧 草坪上 林振国看着缓缓停下的巨大客机 扭头看向身旁的宁东红 后者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件事 他已经尽力了 赶在一位元首的眼皮子底下 耍小聪明 自和平时期以来 唯有他宁东红一人耳 就在这个时候 机舱的门终于打开 两道身影互相牵着手走了下来 不是灵性和宁竹亚 还能是谁 灵性看着不远处站着的爷爷 他看向了身旁的宁竹亚 轻声道 那就是我爷爷 你现在怕吗 怕 宁竹亚握紧灵性的手 坚定道有你在我身边 还有什么好怕的 闻言 灵性笑了笑 牵着宁竹亚走到了爷爷的面前 变色恢复沉稳的林振国 打亮了一眼宁竹亚 评价道 跟你奶奶当年一样漂亮 眼光不错 我已经给过你们告别的时间了 现在又额外 给了你们点时间 这回可以跟我回去了吧 话落 宁竹亚立马 就想要上前动手 打算直接将这个老头给擒下来 但却被灵性伸出的手臂拦住 是啊 确实是该回去了 不过 是跟我的小媳妇一起回神兜 话音落下 林振国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看着孙子毫无波澜的眼神 沉声道 你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 不 灵性却是摇了摇头 对着爷爷倾笑道我说了 要带他一起回去 毕竟 他的名字叫林姓 言而有姓的姓 说不会分开 那就肯定会做到 哦 林振国饶有兴致 看着孙子自信的样子 扶了扶下巴的胡须 淡淡道 你还有什么后手吗 下一秒 林姓松开了牵住宁竹亚的手 左臂夹紧的胳膊一松 一把锋利的小刀 被他精准地拿在了手里 随后 横在了自己脖子上 身后的宁竹亚小脸 瞬间煞白 连忙拉住了林姓的手 惊道你要干嘛 一旁站着的宁东红 看着这一幕 眼中出现恍然之色 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但即便是看到自己的孙子 横刀架在脖子上 林振国的脸色 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于自己的孙子 他再了解不过 你这是想要 以自己的生命威胁我 你吓得去手吗 林振国这句话刚说完 以为事情 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 令人震惊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林姓 毫不犹豫地 将锋利的小刀 用力地捅向了自己的腹部 煞时间鲜血飞溅 整个人直接失去了意识 这一幕 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原本脸色正经如常的林振国 表情也在此刻发生了变化 他没想到 林姓居然真的敢下手 连忙对着身后的警卫员呵斥道 还愣着干什么 马上联系医院 而林姓则是倒在了血泊中 腹部的鲜血止不住地流出 深夜 我读第一医院 快 患者腹部失血过多 马上准备紧输血 走廊内 四名面色焦急的警卫员 推着急救床朝着手术室赶去 几名主任级别的医生 跟在一旁边跑边观察林姓的情况 急救床上 已经近乎休克的林姓腹部 虽然已经进行了紧急止血 但依旧有鲜血不断往外渗出 看着尤为圣人 跟在后面的宁竹哑 眼角泛红 眼底带着前所未有的害怕 泪珠更是不断流下 划过他精致的脸颊 而走在更后面的林振国 则是被文讯赶来的流音搀扶着 在他的眼底 同样也有着一丝慌乱 他万万没想到 自己的孙子竟然这么激进 竟然拿自己的命来逼迫 砰的一声 手术室的大门关闭 随着林姓进入手术室 原本嘈杂的走廊 几乎是一瞬就安静了下来 气氛异常压抑 冰东红看着哭得梨花带雨的女儿 走上前坐在他的身旁 轻声安慰道 放心吧 林姓他不是傻子 刚刚那一刀 没有刺中药害 国度医院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医疗技术 他不会有事的 但其实林东红此时心中也没有底 虽然他看到林姓拿出刀的时候 已经预料到了现在的这一幕 却没想到 这小子竟然这么疯狂 这一刀就算没有刺中药害 也极有可能因为大出血 而伤及性命 一旁 林振国看着紧闭的手术室大门 愁续地叹了口气 随后转身就走 并没有要在这里等待的意思 刘英健壮 也只好带着那些警卫员跟上去 回头担忧地看了一眼手术室后 转身离开 此时 泪流满面的宁竹亚眼眸 忽然充满恨意地 看着那道苍老的背影 站起身想要跟上去 你疯了 身旁早有预料的宁东红 拉住了女儿的手臂 他恨铁不成钢地低声呵斥道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话落 宁东红的手 直接从女儿的袖口中 拿出一把带血的锋利小刀 还给我 宁竹亚还想要抢回来 但他此时身疲力尽 怎么可能抢得过 早有准备的宁东红呢 看着眼眸之中 带着疯狂和恨意的女儿 宁东红冷眼道 你要是这么做了 万一灵性醒过来 你要怎么向他解释 你打算让他醒来之后 知道你为了给他报仇 杀了他的爷爷 然后被判处死刑吗 你觉得到时候 宁竹亚会变成什么样子 闻言 宁竹亚身体一颤 紧咬阴牙 最后还是被迫做了回去 小手攥紧 指甲嵌入肉中 宁东红健壮 心中松了口气 妇女俩静静地 坐在医院的走廊中 等待手术结束 魔渡医院外 刘英坐上车 看着后座上 静默着不说话的林老 边开车边询问道 林老 接下来 我们需要怎么安排 闻言 脸色恢复平静的林郑国 扭头看着窗外 淡淡道 当然是要继续下去 不过在此之前 就先给他一个小假期吧 魔渡大学大三 不是要开始实习了吗 给他一个完整的大学生活吧 至于烟室的后续事情 就让之前撤回来的那些人去吧 特别是烟室大学的校长 给我把他的罪状全国公开 听完 刘英点了点头 便不再说话 而林郑国目光深邃地 看着魔渡盛大的夜景 低声难难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必须在此之前 把这些烂摊子处理干净 当晚 得到消息的林父林母 匆匆赶到了医院 宁母也放下了手里的事情 朝着医院赶来 整整一晚上 紧逼的手术室大门 都没有打开 一日清晨 因为魔都机场多架飞机返航的缘故 在互联网上引起了热议 但是很快就被官方压了下来 在前往某高档别墅区的街道上 三辆出警的警车飞速驶过 此时 秦家 豪华的大别墅之中 弥漫着一股血腥味 在客厅中 一具死透的尸体 眼神极度不甘 和恐慌地倒在血泊之中 在他的身上 各处都有着被殴打的伤痕 明显是在死前遭受到了虐待 一道修长的身影 静静地站在二楼朝下 看着这血腥的一幕 秦家 从现在起 不存在了 面露冷光的肖杰 看着亲生父亲的尸体 随后将一旁的油桶 踢翻在地 燃油哗啦啦地 从二楼留下一楼 没过一会的功夫 别墅中就弥漫着一股油臭味 肖杰拿出一根火柴点燃 火光亮起 随后丢向一楼 已经布满燃油的客厅 当火星接触到燃油时 灼热的火焰瞬间绽放开来 黄色的火光 将整栋别墅笼罩 燃起浓浓的黑烟 这把火灰将一切都烧毁 结束秦家这十几年来的罪行 肖杰的身影 从二楼破窗而出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眼中带着释然和解脱 一道骑着摩托的身影 早已等待多时 带着头盔的白军碗 将另一顶头盔递给了肖杰 笑道 既然都处理完了 那就走吧 警察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虽然我安排了人拦路 但估计也撑不了多久 接过头盔的肖杰点了点头 随即动作迅速地 坐上了白军碗的车 双手搭在他的腰上 哄 身下的摩托发出轰鸣 以极快的速度 驶离了这片别墅区 就在他们刚走 听见动静的小区物业的保安 就慌张地拿着灭火器 开始灭火 而三辆警车 也在这时姗姗来迟 十几名警察从车上走了下来 开始协助灭火 半个小时后 大火终于被熄灭 只剩一栋被烧得残破的别墅 人冲进了别墅之中 很快就发现了 客厅中那具被烧焦的尸体 以及他身上的伤痕 一名警察戴着手套 上前检查了一阵 随后扭头会报道 陈菊 这就是我们要抓的秦鹏 他好像已经死了有一会了 估计是被人杀了 将尸体遗弃在这里 我们要继续调查吗 闻言 陈伟皱了皱眉 思索一番后沉声道 不用查了 只要确定 秦鹏已经死了就行 至于后面的事情 上头也不会在意 而且 别墅都已经烧成这样了 就算是想查 估计也查不到 什么有用的信息 虽然不知道是谁 将秦鹏给杀了 但也算是在无形之中 帮警局捡去了麻烦 省得还要浪费时间 给秦鹏安排一个罪名 早晨九点 国度医院的手术室前 医院的走廊上有些安静 冰东洪夫妇和林国栋夫妇 坐在长椅上等待 而一旁宁竹雅的脸上 还残留着干枯的泪痕 两家人足足在手术室外 等了一夜 皆是一声不吭 气氛沉重 就在这时 手术室的大门 发出轻微的响动 随后大门打开 主治医生精神疲惫地走了出来 听见动静 宁竹雅第一个站了起来 美眸紧张地走到了医生的面前 担忧道 医生 林姓塔 她的情况怎么样了 闻言 医生的语气复杂地回到 目前情况可能不太乐观 病人随时有性命危险 你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她可能撑不过今晚 听到这话 宁竹雅顿时感觉天窦塌了 双脚发软的 就要跌坐在地 幸好这时宁父将其扶住 她瞳孔失神地喃喃道 怎么会这样 主治医师看到五人泪目的情景 嘴皮动了动 却止住了想要说出口的话 随后叹息一声 朝着休息室走去 这样的场面 她已经见不太多了 病人现在需要静养 你们就不要进去打扰了 祈祷有奇迹降临吧 说完 男医生背对着众人 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暗暗想到 这一百万可真好拿 就算是事后被发现 也没人能拿自己怎么样 与此同时 灵性的情况 很快就传到了 林郑国的耳中 国独军区的 军长办公室内 林郑国挂断了电话 目光重新看向龙军长 缓缓道 总之灵天那孩子 还得你多费点心思 然后我会亲自 把他送到你这里 变色严肃恭敬的龙力行 点了点头 语气认真道 放心交流吧 首长 灵天他爷爷对我也有恩 我一定会把他引回正途的 闻言 林郑国点了点头 站起身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我还有点事要处理 就告辞了 龙力行跟着站起身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首长慢走 魔都 某处被群山环绕的墓地前 萧结双膝跪在地上 对着墓碑磕了三个头 母亲 你当年的仇 我已经替你报了 秦家的那三个老东西 全部都被我活活折磨至死 您在地下也可以安息了 在这座墓碑的旁边 不知何时多出了 可容纳一人躺下的深坑 随后 就在萧结拿起一旁的匕首 想要了结自己性命的时候 一只手忽然将她的手臂抓住 萧结一愣 目光疑惑地 看向身后站着的白军碗 不明白 对方这是什么意思 白军碗抓住她的手腕 大大咧咧地笑道 虽然我跟你的合作已经完成了 我也拿到了秦家的一半资产 但我还是想要 问你一句 真的不跟着我混吗 这世界上 还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 你都没有体验过 就这么死了 不是很可惜吗 闻言 萧结的脸一下就冷了下来 冷声到你最好 现在松开手 我没耐心跟你在这畅谈未来 是吗 白军碗神秘一笑 松开手从身上 拿出自己的手机 打开一张照片 递给了她 那你不如先看看这个 我相信 你会有耐心跟我畅谈未来的 见状 萧结犹豫了下 还是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手机上是一张聊天记录的截图 其中之一的主角正是秦鹏 只听白军碗打了个清脆的响指 蹲下身在萧结的耳边 蛊惑道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妈妈是秦鹏的第一任恋人 她为什么要对你母亲动手呢 真的是为了秦家的利益 选择家是更好的结婚对象吗 据我所知 她的第二任妻子 家里只是稍微有点钱而已 对秦家的帮助微乎其微 而且 秦家也不缺那点钱吧 看着手中的聊天记录 萧结的瞳孔一缩 红星汽车缓缓在魔都医院前停下 车门打开 林郑国迈步朝着医院内走去 医院的三楼的 一间重症病房内 宁主雅独自坐在病房之中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那张苍白的脸庞 此时 病房的门打开 身后跟着警卫员的林郑国走了进来 他对着身后跟着的人 说道 你们就在门口守着吧 我一会就出来 几名警卫员脸上闪过犹豫之色 但见手掌坚决的目光 只好听令行事 病房的门关上 听到动静的宁主雅牛 转看着走进来的林郑国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面对这位华国元首 冷声道 你不应该来这里 是你害死了林姓 下一秒 宁主雅直接拿过一旁水果栏里的水果刀 颇有一副要当长筒 对方一刀的意思 见状 林郑国的脚步没有半分停顿 对着他夸赞道 你个小女娃娃 胆子倒是挺大 敢用刀指着我 难怪能把小兴致的服服贴贴的 说吧 他直接走到了病床边 看着躺在床上的林姓 冷哼道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爷爷来了 也不知道起来打声招呼 一旁的宁主雅见状 心中的火爆脾气 一下就忍不住了 刚想要提起手中的水果刀 耳边却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爷 宁主雅的动作顿时一论 不敢相信地扭头看去 只见 原本躺在病床上垂死的林姓 不知何时已经睁开了眼睛 对着他摇了摇头 林郑国见这一幕 心中总算是有了底 虽然早已料到会是这个结果 但就怕万一 不过被自己的孙子算计了一手 他还是有些不爽的 内心松了口气的同时 林郑国看着躺在病床上的林姓 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次算是着了你小子的道 下次别拿自己的命开玩笑了 说完这一句 林郑国转身朝着病房外走去 想到了什么脚步顿了顿 扭头对着林姓说道 这是个不错的姑娘 等你伤好了 带她回家 看看你奶奶吧 躺在病床上的 林姓点了点头 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嘴角上扬 虚弱的脸上露出笑容 而他丝毫没注意到 一旁宁主雅的脸色 已经完全沉了下来 此时他哪里还意识不到自己被耍了 这狗男人简直胆大包天 要不再给他一刀 随着病房的门被关闭 气氛一下就压抑了起来 病床上躺着的林姓 似乎是察觉到了什么 身体打了个冷战 连忙用被子将头捂住 故作虚弱地说道 啊 我好难受啊 但下一秒 白色的被子 直接被宁主雅掀开 冷眼看着蜷缩在床上的林姓 冷冷道 你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 文言 病床上的林姓 尴尬地挠了挠头 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呃 大概是做手术的中途吧 听到这话 宁主雅冷眸看向他 接着道 也就是说 那个医生也是你吩咐的 说什么活不过今晚 看着他泛寒的脸蛋 林姓咽了咽口水 艰难地点了点头 大概 是吧 听到这个回答后 宁主雅的脾气 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冲上前单手 掐住了林姓的脖子 两人的目光对视在一起 宁主雅一边掐着林姓的脖子 一边恶狠狠地说道 也就是说 你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林姓感受到 脖梗出越来越大的力气 集中生智地说道 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 不这样的话 我爷爷是不可能松口的 说着林姓还摆出了一副 很难受的样子 再配合上 他那本就虚弱苍白的脸庞 就像是下一秒就会死去 这一幕下的宁主雅收回了手 随即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等你伤好了 我再找你算账 闻言 林姓心中松了口气 随后伸出双臂 嘿嘿笑道 媳妇 不跟老公我抱一个吗 抱你个头 明主雅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他是真的想动手抽这货 但一想到他身上的伤 又有些不忍心 算了 还是等他伤好了再调教吧 而林姓依旧不折不挠地请求着 无奈之下 明主雅只好脱掉了鞋子 躺进了他的怀里 你的手在干嘛 都伤成这样了 还不老实 嘿嘿嘿 我没干嘛 我只是在做一个证人君子该做的事情 滚 掩饰 烟台大学的校长办公室内 在川省省长安远的大规模清洗下 黄德鸣是极少数逃脱掉罪名的人之一 但此刻他同样慌得不行 您一定要救救我啊 求您看在 我为您尽心尽力了这么多年的份上 帮我一把吧 黄德鸣对着手机那头哭诉道 电话那头传出一道机械和成音 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家伙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 要小心行事 现在这一切都是你们狂妄自大的性格导致的 你就自求多福吧 谁来了都帮不了你 说吧 电话直接被挂断 看着挂断的手机 黄德鸣身体瘫软在了椅子上 瞳孔有些颤抖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办公室的大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吓得他浑身一哆嗦 抬头看去 下一秒 他的目光中满是惊恐 只见十几名警察突然冲了进来 不由分说的 就给他戴上了手铐 黄德鸣挣扎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我可是烟台大学的校长 你们居然敢抓我 突兀的声音从办公室外传来 那是以前了 面色冷漠的刘英走了进来 对着黄德鸣冷声道 经判断烟台大学校长黄德鸣 涉嫌多起贪污案 校长的职务将被革职 等待案件查明 带走 就这样 黄德鸣被两名警察给拖走 引起了不少学生和老师的注意 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 刘英看向了一旁的烟室警局局长 淡淡地吩咐道 你去黄德鸣家里 把他这些年贪污的钱全部拿回来 当作以后烟台大学的救济款 还有 我记得 他有一个三岁大的女儿 这件事跟他的家人无关 你去的时候 记得找一个好点的理由 别给孩子留下阴影 文言 局长恭敬地点了点头 立马带着人走了出去 刘英则是拿起了黄德鸣 落在办公桌上的手机 若有所思地收了起来 随后也朝着外面走去 时间飞速流逝 小半月的时间转瞬即逝 气温也逐渐降低 我读第一院的某间豪华病房内 啊 躺在病床上的灵性 惬意地张开嘴 坐在一旁的宁竹哑面 无表情地夹起饭盒内的菜 送进了他的口中 这十多天以来 灵性过得可谓是无比的滋润 一来伸手 饭来张口 还有美滋滋的小媳妇养眼 简直就是天堂般的生活 天天大鱼大肉地补着 他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 但是因为要养血 所以才待在医院里 精神有些疲倦的宁竹哑 看了一眼手里亲自做的营养便当 又看了一眼 等着被自己投喂的灵性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 停下了夹菜的动作 他突然询问道 你的伤 好像是在腹部吧 之前你的身体太虚弱 需要我喂 但现在应该差不多都养好了吧 说着 明竹哑面无表情地将饭盒放在了一旁 站起身 目光和灵性对视着 闻言 灵性的身体一僵 背后不断地冒出冷汗 被这不善的小眼神 盯得有些心虚 呃 应该差不多了 啊 最后一个字 灵性有些心虚地停顿了一下 哦 是吗 明竹哑忽然眼眸含笑 站起身走上前反锁了病房的大门 随后 他挽起了手上的衣袖 露出了白皙嫩滑的手臂 朝着灵性走去 很快 病房内就传来了灵性痛苦的嚎叫声 悲惨而又可怜 恰好这时 叮咚红等人也到了病房门口 正要敲门 却听到了里面传来的声音 四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你看看 我看看你 随后默契地转身离开了 现在的小年轻真会玩 一大早就这么急不可耐 别 媳妇 你松口 那不能咬啊 我咬死你 明明没事 竟然还让我伺候了你这么久 你就是活腻歪了 十分钟后 宁竹哑碾压性地取得了胜利 因此 病房内 灵性委屈地看了一眼 悠闲躺在病床上宁竹哑 无奈地夹起一块肉 送进了他嘴里 这都什么事啊 我才是病人啊 媳妇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放了我吧 穿着病号服的灵性 被宁竹哑踩在脚下 不断地求饶 放过你 宁竹哑居高临下地注视着灵性 冷声道 放了你 好让你 下次再给自己一刀 然后再装死瞒着我 是吗 文言 灵性哭丧到冤枉啊 我下次真的不敢了 你就大发慈悲把脚拿开吧 等会我爸妈他们来了 看着怪丢人的 是吗 宁竹哑歪头 看着灵性 脚下的力道加重了几分 疑惑道 你们男人不都喜欢这样吗 你现在应该感到很高兴吧 粉白小脚不断地在灵性的脸上揉虐着 高兴的头啊 灵性声音大了几分 不满到我又不是变态 谁被踩着还能高兴啊 就在这时 病房外 转来了灵妇和张母的交谈声 健壮 宁竹哑冷哼了一声 收回脚暂时放过了这家伙 在未来爸妈的面前 还是要维持一下自己的形象的 这一点宁竹哑还是清楚的 灵性内心松了口气 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 走到媳妇身边给他捏尖 都已经惩罚过我了 以后可不能再拿这件事说事了啊 宁竹哑斜瞥了他一眼 你这是在叫我做事吗 还不带灵性说话 病房的门被推开 张慧娟一看到儿媳妇 就走上前 笑呵呵道 小雅啊 最近在医院待得还习惯吧 还要照顾我们家小姓 真是辛苦你了 对于这个儿媳妇 张母现在可谓是满意的不得了 就连灵性这个儿子 都不怎么看中了 灵国洞走上前 主动拉起了行李箱 声音稳重地说道 好了 等上了飞机再聊吧 再不快点 就赶不上飞机了 说吧 张母拉着儿媳妇的手 就走出了病房 只留下孤单寂寞的灵性 他有些怀疑 到底谁才是病人 这待遇怎么就差了这么多呢 您儿子我住院这么久 就没见您老问候过 嘴边天天挂着儿媳妇 要不要这么区别对待啊 这时 宁竹哑回头看了他一眼 淡淡道 愣在那里干什么呢 还不走 灵性顿时喜笑颜开 跟了上去搂住他的细腰 嘿嘿笑道 果然还是媳妇好啊 爱你 一旁的张母嫌弃道 瞧瞧你这德行 多大的人了 还跟小孩子一样 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 在灵家 灵正国的话就是命令 而且 灵性现在交了女朋友 带回家给奶奶看看 也是应该的 在灵性没有注意到的角落中 医院楼下 晴晰看着远去的车子 心情有些低落 他将手里看病用的 花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中 然后转身独自离开了医院 等到他走后 又是一道身影从拐角处出现 李良拿起被晴晰扔进垃圾桶的花 无奈地叹道 这么好的花 扔了多可惜啊 说着 就朝晴晰离开的方向跟了上去 烟尸的事情 不可避免地 被人传到了互联网上 在引起一针热议后 迅速就被人给淡忘 而在魔都 由于晴家三位顶梁柱死去的关系 再加上上宇集团被白家拿下 偌大的晴家 几乎一个月都不到 就分崩离析 人走的走 还有不少 人像乞丐一样 流落街头 这件事在魔都的上层圈子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谁都明白 肯定是晴家招惹到某个大人物了 仅在一月间就消亡殆尽 天幕集团 更是以绝对的优势 打下了晴家的不少产业 没有了晴家的制衡 在魔都可谓是真正的一手遮天 这些天以来 宁东红几乎是天天笑醒 搞得宁母 直接把他踢到客厅的沙发上去睡了 论钱 现在宁家的财富 放眼全国 也很少有人能够媲美 而论权 更是有灵性这个满分女婿 背靠神斗凌家 神斗 正午十二点 太阳高挂在万里晴空之上 时不时吹过一阵冷嗖嗖的风 凌家 祠堂内 穿着一身黑衣的林郑果手中 拿着三根点燃的香 鸟鸟白烟升起 他对着正前方的木牌 微微躬身 木牌下 放着一张年轻女人的照片 他嘴角含笑地 站在涌动的人流之中 无论是他背后的人或者建筑 都充满了十足的年代感 跟现代风格大相径庭 这时 祠堂的门被敲响 传来了林姓的声音 爷爷 我回来了 林郑果上好香后 目光一直停留在那张照片上 缓缓道 进来吧 祠堂门推开 刚回来的林姓和宁竹雅 并肩走了进来 随后轻轻地关上了门 又看了一会妻子的照片后 林郑果转身离开 头也不回地说道 这么多年没回来 给你奶奶好好上门香吧 我在书房等你 林姓对着宁竹雅耸了耸肩 走到一旁拿起香地给了她 随后又拿起三根点燃 跟林郑果上相识不同 林姓拉着宁竹雅 跪到了木牌前的蒲团上 对着奶奶的照片 足足败了三下 完事后 林姓才拉着宁竹雅站了起来 解释道 听我爸说 我奶奶三十多岁的时候就去了 一直都是爷爷独自抚养他长大 当然 我其实也算是 有我爷爷抚养长大的 他人可能很怪 你别介意啊 宁竹雅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在拜完之后 林姓牵着宁竹雅的手走了出去 在门口分开 嘱托道 你先在院子里随便逛逛吧 我去一下书房 等会来找你 十分钟后 林姓敲响了书房的门 等了一会没动静后 推开门走了进去 此时书房内 两侧都是满满当当的书籍 大部分看起来都有些年份了 但却很干净 应该是经常打枕 此时林郑果坐在宽大的书桌前 带着一副老花镜 正在翻阅一本书籍 头也不抬得开口道 我可以同意 你跟那个女娃结婚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几件事 林姓默默地走到书桌前的椅子上坐下 余光瞥了眼 放在一旁的红色户口本 问道您说 林郑果抬起头 摘下了眼镜 苍老却锋锐的眼眸 看着自己的孙子 缓缓道 三件事 第一 神兜 林家宅邸内 无所事事的宁竹雅 随意地在院内逛着 惊叹着院子的格局布置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远比一般的四合院要大得多 不管是花园还是泳池全部都有 当然院内自然也有很多难用 平时打理四合院内的闲杂事物 但真实身份 却是从军营里精挑细选出来的兵王 就当宁竹雅 闲逛到一处偏院时 突兀的声音在她的身后响起 你就是灵性带回来的那个女朋友 看来她还是挺有眼光的 面色冷淡的宁竹雅下意识地转身看去 不知何时 一名身穿花哨毛钉皮衣的年轻男子 出现在了她的身后 她柳眉下意识地皱起 问道你是 双手插头的林天缓缓走来 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容 对着她笑道 我勉强算是灵性那小子的哥哥 你叫我灵天就行 听到灵天对自己男人称呼 宁竹雅的脸色有些不善 但还是忍了下来 态度冷淡地点了点头 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身为女人的第六感告诉她 这货比灵性欠揍 就当宁竹雅接着往院外走去时 身后的灵天忽然道 要我带你逛逛吗 我跟灵性一起长大 可是知道她不少小时候的事情 你应该很好奇吧 而且 就算你问她 她估计也不会告诉你 她小时候的事情 这一点我还是可以担保的 闻言 宁竹雅的脚步停顿 她确实挺想知道 灵性的过去的 只好扭头对着灵天冷声道 你最好不要有什么歪心思 不然我可不保证 你的人身安全 真可怕呀 灵天顾做害怕的吹了个口哨 上前几步 走到了宁竹雅的前面 头也不回道 走吧 边走边说 宁竹雅直接跟了上去 在宅子被全方位监视的情况下 她就不信 灵天敢耍什么新银子 这里是灵性那家伙居住的院子 顺便一提我的就在隔壁 小时候可是经常能听见 那家伙崩溃的哭声呢 哈哈 另一边 书房内 带到三个条件全部说出来后 灵性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灵阵国点了点头 将一旁的户口本推了过去 随即垂下头 重新将目光放在了眼前的书籍上 坐在对面的灵性健壮 识趣地拿过户口本站起身 拘了一躬后 朝着外面走去 没有第三个人知道那三个条件是什么 在未来却对灵性造成了 堪称颠覆性的影响 四合院内的一棵大树前 灵天目光望着这棵足足有百年历史的绿树 对着一旁的宁竹雅笑道 在小的时候 灵性因为想要出去玩 所以被爷爷吊在树上打 鲜血淋漓的 那场景我到现在都忘不掉 在宁竹雅愈发寒冷的目光下 灵天毫不顾忌地嘲笑道 那一天 灵性足足被爷爷吊在了树上整整一晚 而且当时还是冬天 你知道当时灵性的表情吗 简直不要太棒 说不定现在在他的后背上 还能看到一些商议 站在一旁的宁竹雅冷冷道 你身为他的哥哥 好像很喜欢看到他被虐待的样子 闻言 灵天嘴角的笑容更甚 转身变向宁竹雅 刚想要开口说话 这时 一道身影忽然走进了院落之中 正是刚从书房出来的灵性 当他看到宁竹雅和灵天待在一起的时候 脸上刚露出的笑容瞬间消失 但这一瞬却被灵天清晰地看在眼中 你小子什么时候 也会露出这么恶心的笑了 灵性没有理会这家伙 便无表情地牵住宁竹雅的小手 朝院外走去 等到两人走后 角落之中 偷听已久的刘英也走了出来 对着灵天淡淡地说道 接你的人已经来了 灵老让我转告你 少去掺和灵性的事情 灵天冷哼了一声 没有说话 迈步离开了这里 另一边 灵性拉着宁竹雅 直接走出了四合院 开车朝着神多的某个高档别墅区驶去 副驾驶上 宁竹雅抱手看着灵性略微有些冷淡的脸色 淡淡道 那家伙说的都是真的 当然都是假的 正在开车的灵性想都不想就回到 话落 一只清凉的小手 直接捏住了灵性的脸 宁竹雅危险的目光凝视而来 真的吗 你确定 呃 灵性无奈只好点了点头 小时候的事情 他自己是比较避讳的 所以才不想让宁竹雅知道 不过对方现在已经知道了 那也没办法了 闻言 宁竹雅这才松开手 冷哼一声后 对着灵性恶狠狠道 以后不许再骗我 不然我会让你去医院做客 你重复一遍 去医院做客 这是要把自己活活打进医院 灵性嘴角一抽 只好敷衍道 是是 我灵性一辈子不骗宁竹雅 这样行了吧 这样还差不多 灵竹雅满意地收回目光 但在他心里 此刻对于灵性小时候的遭遇 无比心疼 一个几岁大的孩子 在最冷的寒冬 浑身是伤地掉在树上 光是这幅场面 就足够渗人了 更别说亲身经历 犹豫了一会后 灵竹雅脱掉鞋子 盘腿坐在座椅上 忽然道 我早就想问了 你爷爷对你 为什么是这副样子 那个灵天从小也是这么过来的 手握方向盘的灵性摇了摇头 目光始终直视着前方 语气平淡地回道 灵天跟我不一样 他是爷爷战友的孙子 在灵天的父母出现意外死后 他就被爷爷接到了家里来 说来好笑 灵力我才是亲的 但我跟灵天的待遇天差地别 简单来说就是 灵天小时候可以无忧无虑地玩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而我妈 小时候一天能有一顿肉 就很不错了 听完这番话 坐在副驾驶的宁竹雅母姓大发 关爱伸出 手摸了摸灵性的头 安慰道 放心吧 以后想吃什么 本小姐 都给你买 咱天天吃香的喝辣的 你只要付出 你的肉体就行了 灵性 我也不知道 爷爷为什么这么对我 应该是不喜欢我吧 或许他更喜欢灵天那样的 神兜的酒店门口 灵性停下车后 走到了副驾驶 将宁竹雅牵了出来 见他的脸色有些伤心 宁竹雅转移话题道 户口本也拿到了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明天吧 灵性边走边说道 今天下午 我带你到神兜好好逛一逛 神兜作为华国的中心 有很多景区 所以 每天都有不少外地人 前来观景 在酒店吃过午饭后 灵性带着宁竹雅 来到了神兜的 最热闹的街市 在人流涌动之中 灵性牵着宁竹雅 随意地看着 两人出众的颜值 吸引了周围的不少人 灵性边走边说道 前几天生日 我来不及给你准备礼物 今天补一个给你 好吧 走在身旁的宁竹雅 抿了抿嘴 精致的脸蛋 就像是一个可爱的雌娃娃 她轻声道 可以 但是不能超过一百块 文言 灵性疑惑到为什么 只听宁竹雅晚上 灵性的手臂 对她眨了眨眼 当然是怕某人破费了 灵性一阵苦笑 这是在看不起她 不说别的 几千块钱 她现在还是拿得出来的 毕竟再来的时候 专门去自己老爸的 小金库 报了点金币 但既然这是 媳妇大人的要求 那就照办吧 念及至此 灵性扭头 仔细地打量了一塌 随后若有所思地 点了点头 两人接着朝远处走去 宁竹雅则是有些期待 这家伙 到底会送自己什么礼物 一下午的时间 就这么过去 等待天边的黄昏出现时 灵性带着宁竹雅 来到了一棵枫树下 秋风瑟瑟 吹下树片泛黄的落叶 此时周围已经没有了什么人 灵性转身面向她 轻声道 你把眼睛闭上 文言 宁竹雅乖乖地闭上了眼 心中泛起期待 随后一道温热的触感 在她的额头轻点了一下 灵竹雅下意识地睁开眼 正好看到 灵性一犹未尽地舔了舔唇角 她黑黑一笑 怎么样 我这个礼物不错吧 看你在医院照顾了我 那么久的份上 我就破例奖励你一个吻 不要太迷恋我 刹那间 周围的气氛一静 灵竹雅面 无表情地抬起了手 打算惩治一下这家伙 既然这样 我也奖励一下你吧 站好别动 脸瞅着要挨打了 灵性连忙从身后变戏法一般地 拿出了一条粉色围巾 和一个粉色蝴蝶发卡 别别别 手下留情啊 媳妇 刚刚就跟你开个小玩笑 这才是送你的生日礼物 闻言 灵竹雅的手一下就顿住了 冰冷的面容稍微缓和了一下 不满地瞪了灵性一眼 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你就等死吧 不敢不敢 灵性松了口气 连忙将围巾给她围上 随后又将发夹给戴上 还别说就这么一戴上 灵竹雅整个人的气质 都有些不一样了 毕竟她的性格 原本就是属于有些性冷淡的人 所以才被人叫做高冷女神 现在多加了两个粉色的物件 一下就多了几分女人味 如果非要灵性评价的话 那就是可遇可贤淑的顶级女神 这样好看吗 瞥了眼脖子上的粉色围巾 灵竹雅有些狐疑的看响 已经有些呆呆的灵性 疑惑问道 灵性忍耐不住 直接伸手将她紧紧抱在怀里 闻着灵竹雅身上的那股清香 痴迷道 当然好看了 你不管穿什么都好看 听到这油腻的话 灵竹雅的嘴角扬起 忽然问道 为什么两个都是粉色的 看上去好像有些蠢 正陶醉在媳妇美貌之中的灵性 下意识到 当然是给你加点女人味啊 以前虽然漂亮 但是一点女人 话说到一半戛然而止 灵性身体下意识的一颤 她好像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 松开怀抱 果不其然 此时灵竹雅原本笑意盈盈的脸蛋 变得有些阴沉 反应迅速的灵性 嘴角一抽 转身就想要溜 但手臂却被一只小手牢牢地抓住 宛若恶魔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你是想说 以前我没有女人喂吗 原来你之前是这么看我的 和我这样没有女人喂的女人 在一起委屈你了 是吗 冷汗瞬间从灵性的背后冒出 整个人直接跌坐在了地上 不断地往后退 目光有些害怕地 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宁竹雅 很快 一道惨叫声从风树下传出 在周围的灵间回荡 第二天一早 神都鸡场 围着粉色围巾的宁竹雅 率先一步走向机舱 就当灵性要跟上去时 却被母亲拉住了手臂 灵性疑惑地扭过头 怎么了 妈 只见张母从身上掏出一张银行卡 放到了她手里 语众心长地说道 到了那边好好陪陪小雅 这些零花钱 你拿去用吧 不能老让人家女孩子出钱 我警告你 你个臭小子 要是敢把小雅这么乖巧的儿媳妇 给我弄丢了 我非打得你下不了床 手揣银行卡的灵性 眼睛顿时一亮 笑呵呵地点头阴声道 放心吧妈 您儿子什么人 您还能不知道吗 那我就先走了哈 你和爸照顾好自己 说吧 灵性怀揣着激动的心情 走上了飞机 将银行卡收了起来 好家伙 不知道自己老妈 准备了多少零花钱 看她对儿媳妇满意的梁子 怎么也得来个百八十万的吧 但是很快 她就笑不出来了 当一坐到宁主雅的身旁 她就伸出了手 淡淡道 交出来吧 看着伸到面前的手 灵性嘴角一抽 装傻冲愣到交什么 文言 宁主雅直接开始倒计时 一百零九 看着脸色越来越冷的媳妇 灵性只好欲哭无泪地 将还没五热的巨款交了出来 可怜巴巴到媳妇 给我留点呗 吃不起饭饭了 宁主雅接过卡 斜瞥了她一眼 然后一把将灵性抱在怀里 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头 柔声道 放心吧 有我在 肯定不会把你饿着的 男人有钱就会变坏 宁主雅以前在刷短视频的时候见过 所以 在控制欲的作祟下 她绝不允许灵性身上揣着巨款 但看着灵性欲哭无泪的样子 宁主雅叹了口气 无奈道 那就给你一点奖励 作为补偿吧 说着 抓住了灵性的手 引导着她 探入了自己的一百钟 天气愈发地寒冷 普遍温度已经降到了十多度 临近月末考试 国读大学的氛围 明显有些压抑 毕竟再过不久 就是期末考试了 所以各年级的学习任务 都抓得很重 气温冷冽的清晨 久违的红色麦巴赫 在学校门口停下 瞬间就吸引了不少学生的目光 时隔一月 那位宁家大小姐 居然回学校了 车门打开 穿着深黑色羽绒服的灵性 从驾驶位走下 脖子上围着条灰色的围巾 搓了搓手嘴中吐出暖气 她走到副驾驶的车门打开 被坐在里面的宁主雅 伸出了搓暖和的手 笑道 请吧 我亲爱的老婆大人 今天的宁主雅 穿了一身白色的卫衣 脖子上围着粉红色的围巾 柔顺的黑色长发 随意地披在身后 头上戴着粉红色的蝴蝶发卡 宁主雅有些不情愿地 拉着灵性的手 从车上走了下来 对着她冷哼道 我真觉得你有受虐症 明明已经办了休学 干嘛这么冷的天还来学校 灵性走在前面 头也不回地笑道 这不是想要体验青春吗 而且一直待在家 也挺无聊的 感受到天气的寒冷 宁主雅秀了秀穷鼻 精致完美的脸 但此刻被冻得有些发红 见此 她直接快步走到了灵性身后 直接将冰冰凉凉的小手 伸进了她的后背 小脸一下就露出了解脱的笑容 而猝不及防的灵性 则是瞬间倒吸 一口冷气 感觉后背就像是 被人丢进了一块冰 刚想要正脱开 只听背后正在暖手的宁主雅淡淡道 你要是敢乱动的话 我就直接把你衣服扒光 你就准备在学校里裸奔吧 文言 灵性嘴角一抽 不敢再有动作 只好任由背后的小手胡作非为 学校的绿花带的小路上 灵性和宁主雅 这一前一后的二人组 可谓是吸引了不少人 没办法 当众秀恩爱 想不注意到都难 大家都是学生你们这样搞 推不合规矩了 这一幕更是被人拍照 发到了学校的论坛上 掀起一阵轩然大波 社团大楼的某间教室内 穿着一身粉红棉衣的琴膝 正在刷视频 忽然一条信息弹了出来 中大消息 学生会长携小奶狗回归 两人疑似修成正果 看到这条论坛消息 秦熙愣神了几秒 手指下意识的清点 等回过神的时候 手机内已经出现了 宁主雅和灵性亲密的照片 就在这时 社团的门被推开 李良的笑声传了进来 希姐 灵性她回来了 要不我们等 这次考完试后 一起去录营呗 我们社团都多久没举行活动了 要是再不搞上一次的话 到了大三 可就真的没时间了 李良脸上洋溢着笑容走了进来 迅速关掉手机的秦熙点了点头 声音略微有些低沉道 嗯 我都可以 听到其中变化的李良一顿 走到了秦熙面前坐下 安慰道 其实做朋友 也没什么不好的 咱三都当了这么久的朋友了 把这段关系 维持到大学结束 其实也挺不错的 秦熙沉默着没有言语 李良看着她 垂头兴致低沉的样子 只好站起身 朝着教室外走去 在关上门时 她扭头目光认真地说道 我刚刚说的都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我以前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朋友 所以我想 我们三个可以一直这么维持下去 说吧 教室的大铁门关上 顶楼 在开着暖空调的学生会教室内 林主雅一就蜷缩在灵性的怀里 不肯离开 可能这就是心理作用吧 明明开了空调 却依旧觉得 还是自己男人怀里更暖和一点 后背被冻坏了的灵性 则是紧紧地抱住了她的小蛮腰 身体背冷得直发抖 一旁 以全眸似的萧婷盖着被窝 躲在办公室的角落里 看到其身旁的众多吃食 明显已经是个老油条了 话说会长 明天就是月末考试了 听说这次考的题目有些不一样 你们不需要复习一下吗 萧婷从被窝里探出脑袋 还不等明主雅说话 在她身上取暖的灵性 无所谓的孝道 区区大二的月末考试 不是手拿把掐吗 我就算闭着眼睛 考都能合格 听到这狂妄自信的话语 萧婷默默地缩回了自己的被窝 原来这就是学霸的想法吗 让她这个普通学子 压力山大 就在灵性闭眼享受怀中软欲的时候 她的手机忽然响了一声 是某性的提示音 灵性好奇地掏出手机一看 随后面无表情地说道 原来是广告推送啊 说着 她就想要收起手机 却被察觉到的宁竹雅一把夺过 单手掐住灵性脖子的同时 然后有兴致地看着她的手机 信息是李良发过来的 内容也很简单 秦熙想要邀请灵性去登山露营 估计要夜不归宿两天 看到这条消息的宁竹雅 侧头阴沉着脸 看向面露尴尬的灵性 友善地笑道 你刚刚 是想瞒着我 是吗 感受到脖子上的力道加重 灵性脸色胀红的 有些喘不过气 连忙解释道 误会啊 媳妇大人 我想拒绝来着 宁竹雅冷眸盯着灵性 飘忽不定的眼睛 头也不抬地喊道小婷 微微地把自己的小熊枕头扔了过来 小声道 会找你下手清点啊 这可是我昨天才买的 可贵了 接到枕头的宁竹雅 直接翻身坐在了灵性的身上 然后将枕头往他的头上一垫 这样打起来也不会太痛 最近给你太多好脸色 所以 你有点飘了是吧 你是想背着我跟那个女人出去约会是不是 冤枉啊 我真不是 头被捂住的灵性想要解释 但紧随而来的 就是宁竹雅疯狂的脚踩 没有半分留脚 反正有个枕头垫着 踩不死人 没有办法 灵性直接伸手抓住了即将落下的小脚 随后一把翻身将宁竹雅压在了身下 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枕头盖在了他的脸上 一脚踩住 而宁竹雅则是还没反应过来 眼前便是一黑 随后就感觉到自己被什么东西踩住 看着被自己踩在脚下的宁竹雅 灵性插手得意地笑道 小娘子 你这是反了天了 夫君我可是一家之主 摆清楚你的位置 角落中 看着这一幕的萧婷 呆愣了片刻 张大了小嘴 随后默默地缩回了被窝中 死了死了 居然敢这么对待会长 十条命都不够用的 我读大学的学生会办公室内 怎么样 你求我呀 你求我我也不会放了你 灵性单脚制住宁竹雅 得意地笑着 宁竹雅此时也反应了过来 他居然被灵性这家伙 踩在脚底下了 冰冷刺骨的声音 传入了灵性的耳中 我给你三秒钟 不然你就等着入土吧 闻言 正得意的灵性 有些心虚地抿了抿嘴 然后迅速地俯身 将他死死地抱住 不给他挣脱的机会 同时撇嘴道你 当我三岁小孩 搞得好像我放了你 你就不会让我入土一样 这话一出 被枕头盖住脸的宁竹雅 立马剧烈地挣扎了起来 但他的双手双脚 全部被灵性用身体锁住 根本无法挣脱 放开 不放 你到底放不放 打死也不放 再闹了一会后 灵性发现 原本剧烈挣扎的宁竹雅 好像没了动静 紧接着枕头下 就传来一阵哭泣的声音 捕捕锁住他的灵性 更加心虚了 嘴硬道 我告诉你啊 别以为装哭就能骗过我 我可不会吃你这套的 但即便灵性如此说后 枕头下的抽气声 依旧没有停止 一时间他真的有些慌了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宁竹雅的那头 好像过几天就要来了吧 万一他到时候 拿着是算账砸着 要不就看一眼 灵性小心翼翼地腾出一只手 掀开了枕头的一角 还没等他看清楚情况 头就遭受到了重击 哎卧槽 你耍赖 灵性倒吸 一口冷气地倒在了地上 身体蜷缩 额头被宁竹雅状的通红 等他稍微好受一些后 入眼是粉白的狱卒 踩在冰凉的地面上 朝向自己 蹲在地上的灵性 嘴角一抽 动作僵硬地朝上看去 身体直接背下地打了个冷战 只见宁竹雅 不知道从哪里摸来了一根麻绳 冰冷的目光看来 随后毫不犹豫地 一绳子 甩在了灵性的身上 啊 我 灵性眼睛一瞪 捂着 被抽打的右手 欲哭无泪地跪在了 媳妇的面前 抱住了他修长的御腿 求饶道 媳妇我错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我 我真地知道错了 您就放了我吧 放了你 宁竹雅直接抬起一只脚 狠狠地踩在了 他的脸上 狠狠挥了挥手中 干掉绳子 冷声道 你刚刚是不是还说了什么 求我也不会放过你之类的话 行啊灵性 胆子见证啊 都快翻身当主人了 难怪敢把我踩在脚下 下一次岂不是要把我当狗一样 屎欢了 跪在地上的灵性 打了个哆嗦 连忙摇头道 不敢不敢 你是主人 我是狗 天大地大 媳妇最大 明竹雅冷谋 和他对视着 应笑道很可惜 你这句话说晚了 紧接着 学生会的办公室内 就传出了七粒悲惨的惨叫声 几乎是要震撤云霄 几乎整栋社团大楼都能听见 整整一个小时后 惨叫声停止的学生会办公室内 媳妇 您刚刚打累了 喝口水吧 几乎是被打出猪头的 灵性递上一杯刚接的热水 笑得比哭得还难看 隐约可见他衣服下的红印子 显然这些都是宁竹雅的杰作 被打得不是一般的惨 半躺在沙发上的 宁竹雅看都没看一眼 直接到太烫 说着 有意无意地摸上了一旁放着的麻绳 似是要动手 见状 灵性浑身一颤 连忙吹了吹 然后再次递过去 善笑道 媳妇 现在不烫了 温度刚刚好 宁竹雅依旧没有动静 见此 灵性只好喝下一口后 凑上钱覆盖在那软软的红唇上 下一秒 宁竹雅喉咙微动 睁开眼斜瞥了灵性一眼 冷哼了一声 片刻后 双唇分离 宁竹雅抱手冷淡地开口道 现在暂时放过你 等今晚上回家 你自己找个键盘跪着吧 是是 灵性哪敢反抗 只好点头 天目集团的董事长办公室内 宁母翘腿坐在沙发上 看了看手中的邀请函 朝着身后的丈夫询问道 白家小姐要订婚了 那个小姐 不是秦家的长子吗 她怎么和白家掺和到一起了 正在给她捏尖的宁童红 眉头紧锁 沉声道 我们虽然抢下了秦家的一些产业 但其中大部分都不知所踪 估计就是被这个小姐拿走了 就是不知道她想要干什么 居然和白家混到了一起 这就让人有点匪夷所思了 宁母将邀请函放在了茶几上 拿出手机 淡淡到让小雅去吧 正好带着林姓一起去 小姓以后肯定是要接受我们家产业的 正好让她多经历一下这些场合 等大三来集团实习的时候 也能轻松一点 文言 宁东红赞同地点了点头 这样也好 然后只要等两个人毕业 就可以直接领证 和举办婚礼了 随着电话打通 那边传来林姓嚎叫的声音 唉 媳妇别踩了 你刚刚不是都绕过我了吗 又耍赖 我刚刚有说吗 颠倒是非 看来给你的教训还不够啊 听着电话那头的动静 宁母和宁父对视了一眼 眼底有着惊讶 现在的年轻人玩得这么嗨吗 这还是大白天就忍不住了 另一边的魔都大学 学生会办公室内 宁主亚丹脚把林姓踩在地上 一只手拿着手机 另一只手则是拿着折叠后的麻绳 在狠狠地瞪了林姓一眼后 宁主亚这才将注意力放到了手机上 附在耳边 那头的宁母剑安静了下来 将白家大小姐和宵杰订婚的事情说了下 还不忘嘱咐道 在外面的时候 多给人家小心一点面子 别让外人看不起 说完 电话就被挂断了 被踩在地板上的林姓 欲哭无泪道 你看咱妈都这么说了 你就放了我吧媳妇 闻言 宁主亚看了眼尾屈巴巴的林姓 想了想 还是抬起了脚 躺回了一旁的沙发上 淡淡道 给我捏脚 明天和我一起去参加个宴会 一日清晨 同时 也是魔都大学的月末考试当天 学生会的办公室内 林姓拉住了宁主亚的柔软小手 面色认真的说道 媳妇 请你一直待在我的身边吧 正打算去考场的宁主亚扭头 面无表情地回道不要 林姓几乎是要跪下 眼神充满真挚的哀求道 我不需要你做什么 你只要一直待在我的身边就行 哼 宁主亚轻哼一声 一把甩掉了他的手 美眸得意地和林姓对视着 冷笑道 想都不要想 死心吧你 或者说 你离我越远越好 文言 林姓瞬间崩溃地抱着宁主亚的腿 嚎啕大哭道 为什么 只是让你坐在我旁边 给我看看答案就行了 一旁的萧婷拿着笔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目光可怜地看了一眼跪地装哭的林姓 无奈叹气道 早就跟你说过 这次考试有些不一样了 不听女人言 吃亏在眼前啊 说吧 萧婷摇头走出了办公室 朝着考场走去 林姓则是满脸愤慨地抬起头 不满到谁 TM知道我们管理学这次要考养母猪啊 串专业了吧 我读大学为了在考试前 让所有学生都放松一下 所以来了一场活动 让学生自由选取要考的科目 林姓也是今天早上才通过理量了解到的 在得到消息的时候 还没什么感觉 但是宁主亚刚刚提议说 再来一次比试 要是输了就一个月不能上他的床 这是何等恐怖的惩罚 几乎比杀了他还要难受 你就自求多福吧 宁主亚汗手一笑 直接甩掉林姓的手 朝着楼下走去 心里甚至已经想到了 该怎么惩罚林姓这狗男人了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林姓任命般地从地上爬起 瞳孔无神地朝着考场走去 这个世界好残酷 好想死一死 但是很快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因为是所有专业一起考 所以一间考场内 自然会有多个专业的学生 比如说秦熙 等到林姓走进考场 就被李良拉到了一张中间的椅子上坐下 他笑道 怎么样 这次考试有没有把握 你觉得呢 林姓坐在位置上侧头美好气地回道 这能有把握 那才是怪事了 李良神秘一笑 对着林姓身旁挪了挪嘴 呵呵笑道 我们这可是有大杀气 见状 林姓疑惑地将头扭向了另一边 嘴里嘟囔道 什么大杀气 难道你还会养猪 话语声戛然而止 林姓目光惊讶地看着 坐在自己另一边的秦熙 后者微微笑了笑 李良挑眉笑道怎么样 这杀气厉害吧 不说别的 咱及格肯定是没问题了 秦熙也有些尴尬地坐在位置上 他也是被李良强拉着坐下来的 原则上来说 只要不是一个专业的 就能并排坐 这也不算触碰规定 林姓脸色为难到这 不好吧 心中暗自庆幸 宁竹雅特意跑到另一个考场去了 要是让他 看到自己跟秦熙做一起 非得活思了 自己不可 但确信却没有注意到 在角落的位置 存在感极弱的萧婷 把刚拍的照片发了出去 随后就像是做了坏事的孩子一样 心虚地趴在了课桌上 等待考试开始 很快 就当林姓以为这次考试稳了的时候 教室的门忽然被人一脚踹开 紧接着一道熟悉的身影走了进来 林姓吓得连忙钻到了桌子底下 但为时已晚 突然闯进考场的 宁竹雅冷着张脸 直接走到了林姓的桌前 一把揪住了她的耳朵 毫不留情地往教室外拉去 林姓苦着脸痛出了声 疼疼疼 你轻点 于是乎 在众目睽睽之下 宁竹雅直接揪着人走出了教室 引得众人面面相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注视着一切发生的李良眼中闪过无奈 摇了摇头 原本还想趁着这次机会 让这两个人的关系缓和一点的 看来这个想法是落空了 考场外 宁竹雅单手 把林姓的头夹在胳膊下 朝自己所在的考场走去 低头冷声道 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啊 左拥右抱是吧 林姓叫苦连天 苦着脸说道 你真误会了 这真的是巧合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考场在哪 我不管 宁竹雅直接蛮横地瞪了一眼林姓 对着她吩咐道 今天晚上自己去桂榴莲吧 林姓无奈 只好呕了一声 进入宁竹雅所在的考场后 林姓无奈地坐在了她身边 好巧不巧监考老师 还是自己的班主任王老师 这下别说偷瞄了 估计侧的头都要被警告一遍 林姓顿时就像打了念的茄子 生无可恋地趴在课桌上 一旁拿到卷子的宁竹雅 直接趁着监考老师转身的功夫 狠狠地捏了一下她的脸 冷哼了一声 周围的学生看到这一幕 都默默地没有吭声 心中暗自可怜林姓 这家伙有点惨 紧接着拿到卷子后 考试正式开始 林姓看着手里的卷子 嘴角抽了抽 跟看天文地理是一回事 完全看不懂 她余光瞥了一眼身旁的宁竹雅 嘴巴微微张开 只见她下笔的速度 没有丝毫地耽搁 似乎根本不需要进行思考 看到这一幕 林姓就想不明白了 你就顶级集团的大小间 怎么会知道 养猪这门学科的 难不成是业余爱好 注意到她奇怪 眼神的宁竹雅 瞪了过来 就像是在说 等死吧 你 随后就将注意力 重新放到了卷子上 一场考试的时间很快过去 结束铃声事实响起 考试结束 林姓看着被收走的白卷 嘴角抽了抽 不用想 这次考试肯定没戏了 睡沙发也跑不掉了 宁竹雅则是站起身 直接一把 拽着林姓的衣领 拖着 她朝外面走去 淡淡道 走吧 准备去参加宴会了 我给你换身形套 被拖在地上走的林姓 看到我好想死一死啊 没法活了 宁竹雅面色不改地说道 放心吧 在我没有玩逆你之前 就算你到地狱去了 我也会把你拽回来的 林姓 我谢谢你啊 等宁竹雅和林姓 考完试回到别墅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宁竹雅迈着修长的玉腿 朝着楼上走去 扭头对着林姓吩咐道 你去做午饭 我今天想吃点中餐 要是做得不好吃 你懂得 闻言林姓直接朝着后厨走去 撇嘴低声道歉 做就做 我这可不是七管言 只是不忍心让这女人恶道而已 而宁竹雅则是回到卧室 给林姓挑选参加晚宴的衣服 出门在外 自己男人的形象还是很重要的 就在宁竹雅细心挑选衣服的时候 林姓也走到了厨房之中 开始挥舞锅产 而与此同时 现魔都排名第二的白家 风头正成 魔都的某栋酒店内 总统套房中 捂着绝妙动体的白军丸走下床 随意地捡起散落在地的那一穿上 目光看向还躺在床上的萧杰 妩媚地笑道 果然男人都是一个样子 嘴上说着不要 某人的身体倒是挺诚实的 不过现在 你应该能够完全相信我了吧 毕竟 没有哪个女人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 白色的床单上 那一滩辛红的血迹 格外地刺眼 预示着 昨晚发生了什么 闻言 萧杰目光深邃地盯着那滩血迹 开口道 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应该没有 什么细腻的地方吧 值得你这么付出 实际上萧杰的心中也有些恍惚 这可是她第一次做这种事 而且明白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清白是有多重要 但这个白君丸 明明只是跟自己合作过几次 居然就敢做这么大胆的事情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已经穿好衣服的白君丸 走到了萧杰身旁 在她的侧脸亲了一口 红唇附在她的耳畔柔声道 我早就想要找个男朋友了 而你恰好又是一个好男人 所以我选择你很奇怪嘛 你不管是性格还是能力 都是绝对的顶尖 所以你有资格做我的老公 也有资格入赘我白家 白君丸起身开始穿上高跟鞋 弯腰淡淡地说道 当然 你的名字 我不会要求你改的 毕竟是你母亲的姓氏 这点我还是可以允许的 穿好高跟鞋的白君丸 朝着套房外走去 打开门的同时 扭头对着依旧躺在床上的萧杰 笑道 不过 你现在已经是属于我的了 可不准 你花心 去找别的女人哦 说完 套房的大门轰然关上 消洁漆黑的瞳孔 看着白君丸离开 随后迷茫地躺在了软床上 看着雪白的天花板 难难道 要不要试着去相信她呢 在母亲死后 她一直都是独自一个人 在不依靠任何人的情况下 完成了复仇 但复仇之后 紧随而来的 就是无尽的空虚感 这也是她当初 想要自杀的最大原因 但是现在看来 这份空虚 好像要被填补了 爱情 真是让人无法预测 啊 英竹雅的大别墅内 林姓穿着围裙 手上端着个碗 将一勺子牛肉炒饭 送到了她嘴中 悠闲坐在椅子上 不用动手的宁竹雅嚼了嚼 微微点头 不错 还行吧 林姓此刻 颇有一种头尾女儿的感觉 脸上止不住的傻笑 还别说 这女人乖巧起来的时候 简直可爱的 不要不要的 刚咽下 一口饭的宁竹雅撇 见林姓脸上的傻笑 意识到这家伙的心里 肯定又在想什么奇怪的事情 脸色一下就冷了下来 你笑得很碍眼 影响到我吃饭了 文言 穿着粉红围裙的林姓 不瞒道 我就笑一笑 还能怎么爱着你 电视里常说 笑一笑 身体更健康 你连这点常识 都不知道吗 话落 周遭的氛围 一下就压抑了起来 明竹雅音沉着张脸 站在林姓的身前 伸出匆匆欲直 狠狠地拉了邋遢的脸 面露危险地笑道 你刚刚 是在跟我顶嘴吗 你 你听错了 林姓身体诚实地善笑着 将她柔软的身子 轻轻地抱入了怀里 安慰道 我怎么舍得跟你顶嘴呢 你肯定是听错了 乖 我们接着吃饭吧 明竹雅就这么抱手 坐在林姓的腿上 冷魔看着她 用勺子递过来的炒饭 小口吃下 随后阴沉的表情 舒缓了一些 伸出手拍了拍她的脸 田笑着警告道 要是再有下次的话 你就自己去别墅外面 跪上一天一夜吧 我没跟你开玩笑 呃 是 林姓笑容僵硬地点了点头 见她这个样子 宁竹雅凑上前 在林姓的嘴上 轻轻地碰了一下 林老师 小舌头还控制不住地 舔尸了一下 林姓身体如同触电般地颤了下 全都都落入宁竹雅的眼中 眉眸之中 满是怜惜的爱意 清凉的小手 微微抚上她的侧脸 和林姓的额头顶在一起 捏着她的脸挑逗道 你这个反应 真是太可爱了 看在我心情好的份上 今晚就不乏你睡沙发了 真的 林姓脸色一洗 但是一想到宁竹雅这几天 那个来了 脸色一下就垮了下来 撇撇嘴道 还是算了吧 我觉得睡沙发挺好的 至少安全 话音刚落 别墅那顿时就响起了 杀猪般的惨叫声 林姓被宁竹雅脸地跑出了别墅 回头不满地喊道 我又怎么你了 至于吗 但是很快 一群保镖 直接将她的去路给拦住 彻底逃无可逃 在林姓惊恐的目光下 宁竹雅直接一拖鞋踢了过来 转眼的功夫 就被压在了身下 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宁竹雅 林姓可怜兮兮捂住脸 求饶道 先说好 打人不打脸啊 我靠脸吃饭的 要是打坏了 丢人的可是你 你也不想出门 被人说自己的男人很丑吧 坐在她身上的宁竹雅 歪头一笑 随后直接拿起拖鞋 毫不留情地朝着林姓的脸抽了过去 夜晚 冷风不断地呼啸而来 吹散了上空的云雾 一轮圆月露出了她本来的身姿 我都的一家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外 一排排的车子 井然有序地停在路边 随便挑出来一辆 都是顶级的豪车 今天的晚宴 可是白家举办的 对于这个顶级家族 大部分人都给足了面子 几乎是都派了人来 更多的 则是好奇 这个所谓的订婚 要知道在这之前 可从没传出过白家大小姐 白君婉的绯闻 更何况 男主角还是原魔都第二家族 秦家的大少爷 在前往酒店道路上的一辆劳斯莱斯中 熟悉的一幕出现 身穿优雅晚会礼群的宁竹亚 坐在灵性的身上 后者则是摸着通红的脸 无奈道 都说了别打脸 这下半边红半边白的 你让我怎么见着 文言 宁竹亚唇角上扬 伸出手帮着灵性揉了揉 轻声道 还不是你不听话 一身的反骨 要是乖一点的话 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 妾 你自己信吗 灵性白了她一眼 吐槽道 分明就是你自己手痒了 找个正当的借口 宁竹亚眨了眨眼 挑眉道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管教你而已啊 你这狗男人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听到这无理的解释 灵性冷哼了一声 闲竹手开始疯狂地开油 好弥补自己内心的疼痛 宁竹亚见此毫不在意 调教男人就得一顿竹笋炒肉 再加磕糖 这样关系才会长久下去 这可都是他调教灵性这么久以来 误出的心得 很快 车子抵达了晚会所在的酒店 身穿亮眼黑色燕尾服的灵性走了下来 脚上穿着蹭亮的黑皮鞋 整个人的气质 跟那些豪门贵公子 几乎一般无二 有钱人的世界真是花哨 灵性看着酒店外的两面大红服 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 一看就是出自大师之手 随后 一只黑色水晶高跟鞋踏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 就是穿着黑色礼裙的宁竹亚走出 高领和蕾丝半袖 以及那华丽的黑色裙板 将她完美的身材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简单美观的基础上 更是充分凸显了她的小蛮腰 本评论可看图 宁竹雅美眸余光一片 淡定地走到了灵性面前 帮她理了理 略微有些凌乱的白色领带 嘱咐道 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本会注意点形象 我可是特意给你 选了这么帅气的衣服 你要是敢让我丢脸的话 回家就准备睡地板吧 灵性嘴角一抽 现在可是秋季 这要是睡一晚上地板的话 第二天保准要感冒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偶尔对我温柔点也行啊 灵性撇嘴 随后她伸手 将宁竹雅的小手 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腰背挺直地 朝着五星级酒店内走去 宁竹雅也觉得 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 于是轻轻地将脑袋 依靠在了灵性的肩上 酒店之外 晚会还未开始 所以 有不少人在门口的位置逗留 正在互相攀谈 寻求合作 但随着灵性和宁竹雅 两人的一出场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 都微微变了变 目光之中有些惊讶 不少人更是控制不住地 低声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宁家的大小姐吗 她怎么也来参加 白家的晚宴了 有意思 现在整个魔都谁不知道 宁家和白家是竞争对手 没想到 白家居然会邀请宁家的人来 那位就是那个传闻中的 宁家二公子吗 宁家这次是真的发达了 议论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但大多数的人 目光都聚焦在 身穿艳伟服的灵性身上 眼神之中 有着浓浓的渴求 在上次灵性帮助宁竹雅 解决秦家的麻烦后 就连秦夕都知道她的身份 更别说魔都的这些权贵了 当他们得知 宁家大小姐 居然和宁家二公子好上的时候 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一个是魔都首富 一个则是家中 有位手握大权的老人 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 宁竹雅看着这些人 惊讶的目光 美眸之中 微微有些小得意 毕竟这家伙可是她找到的 说着 不由得和灵性的举止 更亲密了一些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这时 气质如贵公子的灵性 一秒破功 吐槽道 你抱这么紧干什么 又不是没抱过 我走路都不好走了 听到这话 明珠雅美眸中的小得意 瞬间荡然无存 精致脸蛋上 浅浅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下一秒 正朝酒店 晚会听走的灵性 忽然感觉腰间传来一阵剧痛 下意识的 就想要叫出声 但她看了眼周为人恭敬的目光 只能欲哭无泪地忍住 宝宝心里哭 宝宝不说 这女人又发什么疯啊 不就是吐槽了一句 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只听身旁的宁珠雅依 靠在她的肩膀上 目视着前方 面无表情地说道 等今晚回家 你自己去街边的大马路上睡吧 灵性的嘴角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心中欲哭无泪 随着两人 走进经过精心布置的晚会大厅 正在交谈的 其余权贵的目光 皆是看了过来 氛围瞬间安静了许多 好久不见 宁小姐 这时 一名在魔都 有着极大名气的原材料 提供商走了过来 身材有些丰润 宾竹雅看着来人 站着身子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彬彬有礼地笑着回应道 董老板 好久不见 上次我们天目集团的事 真是多亏你了 董老板笑着摆了摆手 无所未到 诶 都是小事 能够天目集团达成合作 我也受益良多 一旁的灵性 不可思议地 看着宁竹雅 笑着交谈的样子 觉得有些不真实 这该不会是被调包了吧 那个动不动 就摆着张脸的小恶魔 居然会对外人露出笑脸 难道这就是顶级影后 上一秒还冷冰冰的 下一秒就能喜笑颜开 简单地聊了一会后 董老板笑着离开了 临走时多看了灵性一眼 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这可是传闻中 林家那位的继承人 能教好的话 自然大有好处 夜晚冷风不断地呼啸而来 吹散了上空的云雾 一轮圆月露出了 他本来的身姿 魔都的一家 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外 一排排的车子 竟然有序地停在路边 随便挑出来一辆 都是顶级的豪车 今天的晚宴 可是白家举办的 对于这个顶级家族 大部分人都给足了面子 几乎是都派了人来 更多的则是好奇 这个所谓的订婚 要知道 在这之前 可从没传出过 白家大小姐白君婉的绯闻 更何况男主角还是 元魔都第二家族 秦家的大少爷 在前往酒店道路上的 一辆劳斯莱斯中 熟悉的一幕出现 身穿优雅晚会礼裙的 宁竹雅坐在灵性的身上 后者则是摸着通红的脸 无奈道 都说了别打脸 这下半边红半边白的 你让我怎么见人啊 文言 宁竹雅唇角上扬 伸出手帮着灵性揉了揉 轻声道 还不是你不听话 一身的反骨 要是乖一点的话 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 妾 你自己信吗 灵性白了他眼 吐槽道 分明就是 你自己手痒了 找个正当的借口 宁竹雅眨了眨眼 挑眉道 我只是单纯的 想要管教你而已啊 你这狗男人 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听到这无理的解释 灵性冷哼了一声 闲竹手开始疯狂地开油 好弥补自己内心的疼痛 宁竹雅见此毫不在意 调教男人 就得一顿竹笋炒肉 再加磕糖 这样关系 才会长久下去 这可都是他调教灵性 这么久以来 误出的心得 很快 车子抵达了 晚会所在的酒店 身穿亮眼 黑色燕尾服的灵性 走了下来 脚上穿着 蹭亮的黑皮鞋 整个人的气质 跟那些豪门贵公子 几乎一般无二 有钱人的世界 真是花哨 灵性看着酒店外的 两面大红服 上面写着一些 祝福的话 一看就是出自 大师之手 随后 一只黑色水晶高跟鞋 踏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 就是穿着黑色礼裙的 宁竹牙走出 高领和蕾丝半袖 以及那华丽的黑色裙板 将他完美的身材 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简单美观的基础上 更是充分凸显了 他的小蛮腰 本评论可看图 宁竹牙美眸余光一片 淡定地走到了灵性面前 帮他理了理 略微有些凌乱的 白色领带 嘱咐道 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本会注意点形象 我可是特意给你 选了这么帅气的衣服 你要是敢让我丢脸的话 回家就准备睡地板吧 灵性嘴角一抽 现在可是秋季 这要是睡一晚上地板的话 第二天保准要感冒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偶尔对我温柔点也行啊 灵性撇嘴 随后他伸手 将宁竹牙的小手 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腰背挺直地 朝着五星级酒店内走去 宁竹牙也觉得 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 于是轻轻地将脑袋 依靠在了灵性的肩上 酒店之外 正在互相攀谈 寻求合作 但随着灵性和宁竹牙 两人的一出场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 都微微变了变 目光之中有些惊讶 不少人更是控制不住地 低声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宁家的大小姐吗 她怎么也来参加 白家的晚宴了 有意思 现在整个魔都谁不知道 宁家和白家是竞争对手 没想到白家 居然会邀请宁家的人来 那位就是那个 传闻中的宁家二公子吗 宁家这次是真的发达了 议论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但大多数的人 目光都聚焦在 身穿艳伟夫的灵性身上 眼神之中 有着浓浓的渴求 在上次灵性帮助宁竹牙 解决秦家的麻烦后 就连秦夕都知道她的身份 更别说魔都的这些权贵了 当他们得知 宁家大小姐 居然和宁家二公子好上的时候 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一个是魔都首富 一个则是家中 有位手握大权的老人 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 宁竹牙看着这些人 惊讶的目光 美眸之中 微微有些小得意 毕竟这家伙可是她找到的 说着 不由得和灵性的举止 更亲密了一些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这时 气质如贵公子的灵性 一秒破功 吐槽道 你抱这么紧干什么 又不是没抱过 我走路都不好走了 听到这话 明珠雅美眸中的小得意 瞬间荡然无存 精致脸蛋上 浅浅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下一秒 正朝酒店 晚会听走的灵性 忽然感觉腰间传来一阵剧痛 下意识的 就想要叫出声 但她看了眼周为人恭敬的目光 只能欲哭无泪地忍住 宝宝心里哭 宝宝不说 这女人又发什么疯啊 不就是吐槽了一句 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只听身旁的宁竹雅 依靠在她的肩膀上 目视着前方 面无表情地说道 等今晚回家 你自己去街边的大马路上睡吧 灵性的嘴角 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心中欲哭无泪 随着两人 走进经过精心布置的晚会大厅 正在交谈的 其余权贵的目光 皆是看了过来 氛围瞬间安静了许多 好久不见 宁小姐 这时 一名在魔都 有着极大名气的原材料 提供商走了过来 身材有些风润 明竹雅看着来人 站着身子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兵兵有礼地笑着回应道 董老板 好久不见 上次我们天目集团的事 真是多亏你了 董老板笑着摆了摆手 无所谓道 诶 都是小事 能够天目集团达成合作 我也受益良多 一旁的灵性不可思议地 看着宁竹雅笑着交谈的样子 觉得有些不真实 这该不会是被调包了吧 那个动不动就摆着张脸的小恶魔 居然会对外人露出笑脸 难道这就是顶级影后 上一秒还冷冰冰的 下一秒就能喜笑颜开 简单地聊了一会后 董老板笑着离开了 临走时多看了灵性一眼 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这可是传闻中 林家那位的继承人 能交好的话自然大有好处 夜晚 冷风不断地呼啸而来 吹散了上空的云雾 一轮圆月露出了他本来的身姿 魔都的一家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外 一排排的车子 井然有序地停在路边 随便挑出来一辆都是顶级的豪车 今天的晚宴可是白家举办的 对于这个顶级家族 大部分人都给足了面子 几乎是都派了人来 更多的 则是好奇这个所谓的订婚 要知道在这之前 可从没传出过白家大小姐白军婉的绯闻 更何况男主角 还是原魔都第二家族情家的大少爷 在前往酒店道路上的一辆劳斯莱斯中 熟悉的一幕出现 身穿优雅晚会礼群的宁竹亚 坐在林姓的身上 后者则是摸着通红的脸 无奈道 都说了别打脸 这下半边红半边白的 你让我怎么见人啊 文言 宁竹亚唇角上扬 伸出手帮着林姓揉了揉 轻声道 还不是你不听话 一身的反骨 要是乖一点的话 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 妾 你自己信吗 林姓白了他眼 吐槽道 分明就是 你自己手痒了 找个正当的借口 宁竹亚眨了眨眼 挑眉道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管教你而已啊 你这狗男人 三天不打上方接瓦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听到这无理的解释 林姓冷哼了一声 闲竹手开始疯狂地开油 好弥补自己内心的疼痛 宁竹亚见此毫不在意 调教男人就得一顿竹笋炒肉 再加磕糖 这样关系才会长久下去 这可都是他调教林姓这么久以来 误出的心得 很快 车子抵达了晚会所在的酒店 身穿亮眼黑色燕尾服的林姓走了下来 脚上穿着蹭亮的黑皮鞋 整个人的气质 跟那些豪门贵公子 几乎一般无二 有钱人的世界真是花哨 林姓看着酒店外的两面大红服 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 一看就是出自大师之手 随后 一只黑色水晶高跟鞋踏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 就是穿着黑色礼裙的宁竹牙走出 高领和蕾丝半袖 以及那华丽的黑色裙板 将他完美的身材 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简单美观的基础上 更是充分凸显了他的小蛮腰 本评论可看图 宁竹牙美眸余光一片 淡定地走到了林姓面前 帮他理了理 略微有些凌乱的白色领带 嘱咐道 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本会注意点形象 我可是特意给你 选了这么帅气的衣服 你要是敢让我丢脸的话 回家就准备睡地板吧 林姓嘴角一抽 现在可是秋季 这要是睡一晚上地板的话 第二天保准要感冒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偶尔对我温柔点也行啊 林姓撇嘴 随后他伸手将宁竹牙的小手 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腰背挺直地 朝着五星级酒店内走去 宁竹牙也觉得 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 于是轻轻地将脑袋 依靠在了林姓的肩上 酒店之外 晚会还未开始 所以 有不少人在门口的位置逗留 正在互相攀谈 寻求合作 但随着林姓和宁竹牙 两人的一出场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 都微微变了变 目光之中有些惊讶 不少人更是控制不住地 低声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宁家的大小姐吗 她怎么也来参加 白家的晚宴了 有意思 现在整个魔都谁不知道 宁家和白家是竞争对手 没想到 白家居然会邀请宁家的人来 那位就是那个传闻中的 宁家二公子吗 宁家这次是真的发达了 议论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但大多数的人 目光都聚焦在 深川雁伟夫的林姓身上 眼神之中 有着浓浓的渴求 在上次林姓帮助宁竹牙 解决秦家的麻烦后 就连秦夕都知道她的身份 更别说魔都的这些权贵了 当他们得知 宁家大小姐 居然和宁家二公子好上的时候 下巴都快掉地上了 一个是魔都首富 一个则是家中 有位手握大权的老人 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 宁竹雅看着这些人惊讶的目光 美眸之中 微微有些小得意 毕竟这家伙可是她找到的 说着 不由得和林姓的举止 更亲密了一些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这时 气质如贵公子的林姓 一秒破功 吐槽道 你抱这么紧干什么 又不是没抱过 我走路都不好走了 听到这话 宁竹雅美眸中的小得意 瞬间荡然无存 精致脸蛋上 浅浅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下一秒 正朝酒店 晚会听走的林姓 忽然感觉腰间传来一阵剧痛 下意识地 就想要叫出声 但她看了眼周为人恭敬的目光 只能欲哭无泪地忍住 宝宝心里哭 宝宝不说 这女人又发什么疯啊 不就是吐槽了一句 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只听身旁的宁竹雅医 靠在她的肩膀上 目视着前方 面无表情地说道 等今晚回家 你自己去街边的大马路上睡吧 林姓的嘴角 微不可查地动了动 心中欲哭无泪 随着两人走进经过精心布置的晚会大厅 正在交谈的其余权贵的目光 皆是看了过来 氛围瞬间安静了许多 好久不见 林小姐 这时 一名在魔都 有着极大名气的原材料 提供商走了过来 身材有些丰润 民主雅看着来人 站直身子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冰冰有礼地笑着回应道 董老板 好久不见 上次我们天目集团的事 真是多亏你了 董老板笑着摆了摆手 无所未到 诶 都是小事 能够天目集团达成合作 我也受益良多 一旁的林姓不可思议地 看着宁主雅笑着交谈的样子 觉得有些不真实 这该不会是被掉包了吧 那个动不动就摆着张脸的小恶魔 居然会对外人露出笑脸 难道这就是顶级影后 上一秒还冷冰冰的 下一秒就能喜笑颜开 简单地聊了一会后 董老板笑着离开了 临走时多看了林姓一眼 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这可是传闻中 林家那位的继承人 能教好的话 夜晚冷风不断地呼啸而来 吹散了上空的云雾 一轮圆月露出了他本来的身姿 魔都的一家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外 一排排的车子 井然有序地停在路边 随便挑出来一辆都是顶级的豪车 今天的晚宴可是白家举办的 对于这个顶级家族 大部分人都给足了面子 几乎是都派了人来 更多的则是好奇这个所谓的订婚 要知道在这之前 可从没传出过白家大小姐白君婉的绯闻 更何况男主角 还是元魔都第二家族秦家的大少爷 在前往酒店道路上的一辆劳斯莱斯中 熟悉的一幕出现 身穿优雅晚会礼群的宁竹雅 坐在灵性的身上 后者则是摸着通红的脸 无奈道 都说了别打脸 这下半边红半边白的 你让我怎么见人 闻言 宁竹雅唇角上扬 伸出手帮着灵性揉了揉 轻声道 还不是你不听话 一身的反骨 要是乖一点的话 我怎么会舍得打你呢 妾 你自己信吗 灵性白了他一眼 吐槽道 分明就是 你自己手痒了 找个正当的借口 宁竹雅眨了眨眼 挑眉道 我只是单纯的想要管教你而已啊 你这狗男人 三天不打上方接瓦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听到这无理的解释 灵性冷哼了一声 闲竹手开始疯狂地开油 好弥补自己内心的疼痛 宁竹雅见此毫不在意 调教男人就得一顿竹笋炒肉 再加磕糖 这样关系 才会长久下去 这可都是他调教灵性这么久以来 误出的心得 很快 车子抵达了晚会所在的酒店 身穿亮眼黑色燕尾服的灵性走了下来 脚上穿着蹭亮的黑皮鞋 整个人的气质 跟那些豪门贵公子 几乎一般无二 有钱人的世界真是花哨 灵性看着酒店外的两面大红服 上面写着一些祝福的话 一看就是出自大师之手 随后 一只黑色水晶高跟鞋踏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 就是穿着黑色里裙的宁竹雅走出 高领和蕾丝半袖 以及那华丽的黑色裙板 将他完美的身材 几乎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简单美观的基础上 更是充分凸显了他的小蛮腰 本评论可看图 宁竹雅美眸余光一片 淡定地走到了灵性面前 帮他理了理 略微有些凌乱的白色领带 嘱咐道 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 本会注意点形象 我可是特意给你 选了这么帅气的衣服 你要是敢让我丢脸的话 回家就准备睡地板吧 灵性嘴角一抽 现在可是秋季 这要是睡一晚上地板的话 第二天保准要感冒 你就不能温柔一点 偶尔对我温柔点也行啊 灵性撇嘴 随后他伸手将宁竹雅的小手 挽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腰背挺直地 朝着五星级酒店内走去 宁竹雅也觉得 这家伙说得有点道理 于是轻轻地将脑袋 依靠在了灵性的肩上 酒店之外 晚会还未开始 所以 有不少人在门口的位置逗留 正在互相攀谈 寻求合作 但随着灵性和宁竹雅 两人的一出场 在场所有人的脸色 都微微变了变 目光之中有些惊讶 不少人更是控制不住地 低声议论了起来 这不是宁家的大小姐吗 她怎么也来参加白家的晚宴了 有意思 现在整个魔都谁不知道 宁家和白家是竞争对手 没想到 白家居然会邀请宁家的人来 那位就是那个传闻中的 灵家二公子吗 灵家这次是真的发达了 议论的声音不断地响起 但大多数的人 目光都聚焦在 身穿艳尾服的灵性身上 眼神之中 有着浓浓的渴求 在上次灵性帮助宁竹雅 解决秦家的麻烦后 就连秦夕都知道她的身份 更别说魔都的这些权贵了 当他们得知灵家大小姐 居然和灵家二公子好上的时候 下巴度快掉地上了 一个是魔都首富 一个则是家中 有位手握大权的老人 怎么能不让他们震惊 宁竹雅看着这些人 惊讶的目光 美眸之中 微微有些小得意 毕竟这家伙可是她找到的 说着 不由得和灵性的举止 更亲密了一些 在外人看来 简直就是一对神仙眷侣 这时 气质如贵公子的灵性 一秒破功 吐槽道 你抱这么紧干什么 又不是没抱过 我走路都不好走啊 听到这话 宁竹雅美眸中的小得意 瞬间荡然无存 精致脸蛋上 浅浅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下一秒 正朝酒店晚会听走的灵性 忽然感觉腰间 传来一阵剧痛 下意识地就想要叫出声 但她看了眼周为人恭敬的目光 只能欲哭无泪地忍住 宝宝心里哭 宝宝不说 这女人又发什么疯啊 不就是吐槽了一句 就开始动手动脚了 只听身旁的宁竹雅医 靠在她的肩膀上 目视着前方 面无表情地说道 等今晚回家 你自己去街边的大马路上睡吧 灵性的嘴角 随着两人走进经过精心布置的晚会大厅 正在交谈的其余权贵的目光 皆是看了过来 氛围瞬间安静了许多 好久不见 宁小姐 这时 一名在魔都 有着极大名气的原材料 提供商走了过来 身材有些丰润 明竹雅看着来人 站直身子后 轻轻地点了点头 冰冰有礼地笑着回应道 董老板 好久不见 上次我们天目集团的事 真是多亏你了 董老板笑着摆了摆手 无所谓道 诶 能够天目集团达成合作 我也受益良多 一旁的灵性不可思议地 看着宁竹雅笑着交谈的样子 觉得有些不真实 这该不会是被调包了吧 那个动不动就摆着张脸的小恶魔 居然会对外人露出笑脸 难道这就是顶级影后 上一秒还冷冰冰的 下一秒就能喜笑颜开 简单地聊了一会后 董老板笑着离开了 临走时多看了灵性一眼 露出了友善的笑容 这可是传闻中 林家那位的继承人 能教好的话 自然大有好处 距离晚宴开始 还有十多分钟 闲得无聊的灵性 直接拉着宁竹雅 到角落的位置坐下 看着那些互相攀谈许久 却毫不显疲惫之色的权贵们 叹道 好无聊啊 一点意思也没有 一旁的宁竹雅 语气平淡地说道 放心吧 以后这样的场合 你会经常来 高兴吗 哼哼 灵性撇了撇嘴 就在这个时候 五星级酒店的门外 再次传来一阵动静 紧接着 就是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 这场晚宴的 两名主角到场了 身穿白色礼裙的白军婉 脸上化着淡妆 笑着和周围人打着招呼 看起来游刃有余 在他的身旁 穿着蓝色西装的萧杰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角落位置的灵性两人 笑着点了点头 就算是打过招呼了 接着就是晚宴正式开始 在这群人的簇拥下 白军挽挽着萧杰的手 缓缓走到了会厅的中央 他接过一旁酒店经理 递过来的话筒 随即面向众人 笑道 首先欢迎诸位 前来参加这次宴会 订婚仪式会在明天中午正式开始 到时候 还希望大家捧个场 其次呢 我之所以会在今晚邀请大家前来 最主要的 就是宣布一件事情 话音一落 全场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住 同时心中不免 生出好奇心 看来今天这所谓的晚宴 就是白家为了宣布某件事 而特意召开的吧 你说会是什么事 角落中 灵性将手中包好的虾 送到宁主亚的小嘴中 好奇地问道 宁主亚小口吃下 想都不想的就回道 还能是什么事 无非就是 白家不满足第二的位置 此时会听中央 正如宁主亚所想的那样 白军晚深呼吸了一口气后 淡定自若地笑道 我白家从今日起 将把集团的发展重心 转移到魔度 希望在座的诸位 到时候多多支持 此话一出 再常人的脸色微变 白家想要将发展重心 转移到魔度 这事情可不好笑 要知道 魔度现在可是宁家的天下 白家进军魔度 这无异于是在跟宁家宣战 一时间 议论声四起 嘖嘖嘖 白家这是疯了吗 居然想要在商业这方面 和宁家掰手腕 这不是找死吗 谁说不是啊 如果单单只有一个宁家的话 说不定还有点胜算 但现在整个魔度 谁不知道 宁家背靠神兜宁家 别说魔多了 就算是放眼整个国内 目前能够和宁家比肩的 都找不出两三个来 听着耳边的暗风 白君丸的脸色 没有丝毫的变化 只是举起话筒 目光看向了 坐在角落中的宁竹雅 云淡风轻地笑道 宁竹雅小姐 你觉得如何呢 所有人的目光 一下都被吸引了过去 好奇对方面 对着找茬的问题 到底会怎么回答 无聊的把戏 坐在角落的宁竹雅正 打算站起身 余光瞥见了 正在大吃特吃的灵性 嘴角勾起一抹坏笑 此时的灵性 还没有意识到 危机已经降临 面露满足地 给手中的奥龙包壳 感叹道 这可是顶级奥龙啊 居然每桌都有 真是该死的有钱人啊 下一秒 他的脸色瞬间扭曲 手中的动作顿住 耳边传来一道冷冰冰的声音 如果你今晚不想睡大街的话 现在就给我站起来 好好表现一下 闻言 灵性见会场内 所有人目光 都朝这边看了过来 脸色为难道 可是我该怎么表现啊 人家这订婚的大好气氛 咱用尿素袋把人套走 有点不合适吧 灵竹牙小脸一黑 放在灵性腰间的手 直接来了一个180度旋转 疼得他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哎哟 灵性吃痛地叫了一声 看了眼中人的目光 聚焦在自己身上 这下不说都不行了 他只好硬着头皮 对不远处的白军婉 不做淡定自若地笑道 难得白小姐这么有上进心 大家都是华国人 如果你遇到什么难题的话 可以尽管跟我说 相信我媳妇 不会介意帮一帮你们的 会场中央 听到灵性说完后 白军婉的戴眉微微皱起 这家伙是在可怜自己吗 其余人的目光 也有些古怪地看着灵性 脸色有些诧异 这话应该是故意的吧 但未免也太露骨了 好歹现在还是在人家的主场 这是一点情面都没留啊 看着众人奇怪的目光 灵性尴尬地 看向身旁的宁竹亚 不解道 我说错啥话了吗 互相帮助 应该没问题吧 宁竹亚 则是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这回并不是假笑 而是真的 被灵性的样子给逗笑了 她站起身抬手 摸了摸灵性的头 满意道 你做得不错 我很满意 今晚就让你睡床上吧 随后 宁竹亚扭头 看向了白军婉和萧姐两人 当着在场人的面 笑意盈盈地说道 你也听见我老公是怎么说的了 她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 白小姐要是哪天撑不住了的话 可以来找我 毕竟我这个人善心很大 平时也喜欢帮助一些猫啊 狗啊什么的 说完 宁竹亚就挽着灵性的手 朝着酒店外走去 只留给众人 两道潇洒的背影 一直默默注视着 这一切的小姐 对着脸色有些难看的白军婉 淡淡道 看来她并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在魔独商界 被大众所认可的才女 只有宁竹亚 而作为第二的白军婉 在这方面的才能先有人知 不是因为白军婉的才能不够 而是在宁竹亚的面前 显得有些微不足道 毕竟 往往第一才是最重要的 很少有人会去了解第二名 同时 五星级酒店外 灵性叹气道 我还没吃饱呢 走这么快干啥 走在她身旁的宁竹亚轻声道 那么多人看着你也吃得下去 能啊 灵性无所谓到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最终 这场由白军婉精心准备的婉宴 不欢而散 临结束时 气氛都有些微妙 酒店的停车场外 肖杰担任司机的角色 开车朝着家中驶去 对着副驾驶上的白军婉 询问道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说到底 你白家目前的势力 就想要和宁家抗衡 这并不现实 这其中 应该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吧 副驾驶上 白军婉侧头看着车窗外的景象 嘴角扬起弧度 冷笑道 说来说去 不还是灵家吗 等着吧 再过些日子 你就知道了 所谓的灵家 也只不过是靠一个人撑着而已 深夜 天云别墅区 白家的事情 你就没觉得不对劲吗 卧室内 灵性轻轻地帮您主哑 退去了鞋子 将他的小脚瓶放在了床上 盖上被子 闻言 宁竹牙有些疲倦地 将脸埋进枕头中 慵懒道 谁知道呢 说不定他们觉得 在有了秦家的那些产业后 就能跟天目集团势均立敌了 又或者是有了其他的什么底牌 但也肯定不会让我们知道 那我们想那么多 还有什么意义 无非是兵来降挡 水来土掩 不愧是媳妇 脑子就是好使 灵性黑黑一笑 适时地拍了个马屁 随后他也脱去鞋子 麻溜地钻进了被窝之中 抱住了那柔软温热的胶躯 一间弥漫着清香 我今天累了 你的手给我老实点 哦 一日清晨 天刚微微亮 神斗 林家 军旅生活 早就让林郑国日日早起 穿着一身军绿棉袄 在院子里打太极 动作行云流水 就在这个时候 刘英脚步匆匆地走了过来 脸色焦急地站在一旁等候 正在打太极的林郑国 语气平淡道 老二那边有动静了 文言 刘英点了点头 语气凝重地回道 就在刚刚 我们在西京那边的线人传来消息 林向北又开始行动了 而且 这一次的动作 比之前还要大 林向北 乃是林郑国的二子 也就是林姓的父亲 林国栋的弟弟 林郑国缓缓收起架势 无奈地笑了笑 看来这些年的放纵 反倒是让他愈发得肆无忌惮了 跟自己的大儿子 那平庸的性格不同 这个小儿子的性格 从小就极为强势 在进入官场中后 更是靠着林家的关系 一路突飞猛进 一跃成为西京省的省长 接着 刘英的脸色有些担忧到 还是要跟之前一样的处理方式吗 其余的元首那边 恐怕不好交代 不 林郑国走到一旁 拿热毛巾擦了擦脸 打断道 这次我亲自去一趟 这么多年 总该有个了结了 文言 刘英脸上透露出震惊之色 连忙道 您完全不必亲自过去 我可以 不 林郑国放下毛巾 摇了摇头 看向了东方 刚升起的那一轮朝阳 他再怎么说 也是我的孩子 这次 我必须亲自去 这件事 我早就考虑好了 你下去安排吧 刘英站在原地 愁出了片刻 还是点头走出了小院 准备安排行程 与此同时 我读大学的学生 回办公室内 你说 我要给你什么惩罚呢 明竹雅看着手里的成绩单 小脸得意 伸出手捏了 捏身旁林姓的脸 特别是他手中的 那张林鸭蛋卷子 格外的刺眼 林姓万万没想到 自己这辈子 还能有考零分的时候 这种滋味 真是说不清道不明 一旁的宁竹雅 看到他这副样子 心中更是乐得不行 总算是让自己拿到第一了 虽然这个第一 有些来路不正 但好歹 也是自己努力 获取到的 行了 我知道你学习方面不怎么好 下次继续努力啊 宁竹雅安慰道 林姓直接将自己的成绩单 揉成一团 丢进了一旁的垃圾桶中 撇嘴道 切 让你回第一 免得你说我欺负人 就在这时 林姓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拿起一看 紧接着 就被宁竹雅一把夺过 看着手机上的来电显示 宁竹雅晃了晃手机 一把拦过林姓的脖子 夹在胳膊下 柔声威胁道 你的老乡好又来找你了 知道等会该怎么说话吗 林姓有些难受地点了点头 宁竹雅这才放过他 然后将不断震动的手机 递了过去 你吃醋的样子真可爱 林姓的手摸上了他的小蛮腰 同时接通了电话 轻声道 喂 那头传来了晴晰的声音 那个 我就是问问 上次说去露营的事情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啊 这个啊 文言 林姓的脸色有些犹豫 目光下意识地瞥向 近在咫尺偷听的某人 说实话他心里确实挺想去的 露营这事情 只要去过一次就会喜欢上 他也确实有段时间没去了 更何况 这也是大学生活的最后一次了 一旁的宁竹雅剑塔 这副样子 哪能不明白 这家伙在想什么 直接一把 抢过林姓的手机 对着那头淡淡地说道 露营当然没问题 不过 你应该不介意多一个人吧 电话另一边的琴熙 听见宁竹雅的声音愣了一下 随后笑道 当然没问题 毕竟露营就是人越多越好玩 那你们今天收拾一下 要用的东西吧 我们明天就出发 说完 电话 就被率先挂断了 办公室的沙发上 宁竹雅面无表情地 看着被挂断的电话 对着身旁的林姓招了招手 你过来 闻言 林姓不知为何 有些心虚地凑了过来 善善笑道 我想拒绝来着 这可是 你自己答应的 不能怪到我身上吧 下一秒 宁竹雅直接骑在林姓的身上 对着她的脸 疯狂地揉搓了起来 发泄着自己的部门 唉 你轻点 我又怎么你了 林姓委屈地抱住宁竹雅的腰 免得她掉下去 这个家庭主妇不好当啊 没了我 这个家都得散 足足过了十来分钟 宁竹雅这才满意地 趴在了林姓怀里 心中的不满 全部发泄一空 似乎是因为刚刚的动作 她的小脸忽然垮了下来 有些难受地捂住了自己的腹部 让你乱来 这下难受了吧 林姓白了她一眼 随后伸出五热的手 帮着宁竹雅揉着肚子 后者的脸色 这才舒缓了许多 冷哼道 你这是在叫我做事吗 说着 又伸出了罪恶的手 开始和林姓打闹 但很快 又是一则电话 打破了这温馨的氛围 看着手机上显示的联系人 林竹雅的声音冷了下来 看向林姓冷冷道 看来我们的林公子 艳福不浅吗 刚打发完一个 这就又来了一个 文言 林姓嘴角一抽 聪明地没有说话 而是接过了手机 选择了接通 那头传出白军婉的声音 笑道 林姓弟弟 你今天居然没有来参加我的订婚典礼 真是让姐姐伤心啊 我的未婚夫有些事情想和你聊聊 晚上有时间吗 当然 把你家那头母老虎带上也可以哦 听到白军婉对宁竹雅的称呼 林姓背后下意识地冒出冷汗 感觉自己被某种洪荒猛兽给盯上了一样 母老虎 林姓下意识地侧头看去 果不其然 此时宁竹雅的小脸已经完全阴沉了下来 眼见就要爆发 她赶忙挂断了手中的电话 连忙上前抱住媳妇轻声哄道 乖 咱不跟那头发长见识短的女人一般见识 什么母老虎 咱媳妇分明是世界第一大美人 温柔又嫌淑 就这么安抚了一会后 宁竹雅不满地搂住林姓的脖子 在她的嘴唇上亲了一口 声音略显冰冷 她不是要我们今晚上去吃饭吗 我倒要看看 那女人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林姓擦去额头的冷汗 紧紧抱住媳妇 点头道 对 需不需要我准备个麻袋 时间缓缓过去 太阳日落西山 临近傍晚 在魔都的一家路边的小饭店内 店中的气氛有些凝重 店外停着两辆一看 就价值不菲的豪车 在门口还挂着个休业牌子 宁竹雅抱手看着对面坐着的白君丸 冷声道 看来你最近的生活过得挺滋润 以为跟我一样找了个男人 就能追上我了吗 闻言 白君丸脸色没有变化 拿起水壶倒了杯水 抬眼轻笑道 怎么会呢 我对自己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而且 今天是萧杰想找林姓聊聊 没办法 我也只好勉为其难地和你聊聊天了 此时 饭店的包厢之中 林姓和萧杰对立而坐 氛围倒是比楼下 那两位要和谐很多 林姓道也没对萧杰摆什么架子 只是喝了口茶 抬起头淡淡道 上次您家的事情 我还没谢谢您 如果不是你的话 估计后果会更严重 被靠在椅子上的萧杰 平静地和林姓对视着 摇头回道 都是个取所需而已 我靠着你背后的势力弄垮秦家 而您家也能相安无事 这也算是一种另类的合作 林姓轻轻地嗡了一声 随即道 那你今天找我过来 没什么 就是想要提醒你一些事情 萧杰双手交叉地放在腿上 只是林姓的眼睛 淡淡道 看在你上次帮了我的份上 我得提醒你一下 白家禁军魔都的事情 可不是空穴来风 闻言 林姓相视一笑 真的只是 看在我帮了你的份上 而不是想要利用我吗 这重要吗 萧杰耸了耸肩 随即她的脸色 忽然严肃了起来 语气认真地对着林姓说道 根据我这些天 对白家的了解 在白家的身后 可能有人撑腰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但我知道 秦家也是那人的手笔 只不过 现在秦家没了 所以 白家也就顺理成章地 成为了另一个秦家 听到这话 林姓眼眸微尘 露出了思考的神色 老实说 这些她并不是没有想到过 虽然没有萧杰了解的那么详细 但也知道 其中大概的弯弯绕绕 在沉思了一会后 林姓对着她皱眉问道 然后呢 你应该还有什么没说吧 就连全盛时候的秦家 都不能对现在的宁家 造成什么损失 更别说 现在是和宁家 在同一赛道的白家了 甚至于都不需要林姓出面 宁家也可以死死压制住白家 毕竟魔独首富 可不只是说说而已的 闻言 萧杰脸上露出笑容 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 随后她接着往下说道 我毕竟是个外人 白家不可能什么都告诉我 萧杰和林姓对视 严肃道 但是我能感觉到 白军婉似乎很有自信 林家帮不了宁家 虽然我不知道具体的缘由 但这里面的水 恐怕很深 所以我才专程来提醒她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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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文言 明竹雅的柳眉皱了皱 将自己的手伸了回来 直接一脚朝着灵性的屁股踹去 灵性早有预料的闪身躲避 但是还没等她得意 脸色就挨了一下 随着啪的一声脆响 明竹雅揪着她的衣领 面无表情地再次问道 你们聊了什么 全部一五一十地给我说出来 要是让我知道你骗我的话 你就完蛋了 没办法 灵性只好将事情全部倒出 第二天一早 天云别墅区 这么久没去登山 还有点不适应吗 别墅外 灵性把一些露营要用到的东西 全部都放到了车上 感叹道 身后正在烤暖的宁竹雅 吹了口冷气 疑惑道 你很喜欢登山露营吗 这不符合你的人设啊 文言 灵性头也不不回地说道 其实没那么喜欢 但是我很享受露营的那种氛围 自由自在的氛围 很容易上瘾的 很快 在准备好所有要用到的东西后 灵性带着宁竹雅坐上了车 朝着集合地点赶去 由于天色尚早 街边竟是朦朦胧胧的雾 城市更是尤为的安静 又过了一会 灵性就接到了李良和秦夕 四人一同朝着这名的露营景点去 与此同时 我都军区之中 和城市安静的氛围不同 现在这个点 大部分士兵已经出来集合 开始新一天的晨练了 军区长的办公室内 换回了一身 长服的灵天 走出了办公室 此时的他身姿挺拔 看来已经受过锻炼了 身后传来龙军长的提醒 记得早点回来 虽然你现在还不是一名正式的士兵 但既然林老把你交给我了 那我就有责任管着你 还有 别让我知道你是去找灵性的 不然就把你每周一次的假期取消 灵天没有说话 默默地走了出去 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他看着远处天边 已经开始升起的朝阳 目光有些迷茫 现在的他 还能去哪里呢 想了想后 灵天决定去魔都周围 随便逛一逛 就当散心了 两小时后 灵性一行人 已经抵达了此次的目的地 此时距离山顶的 也不过百米了 都说了开车上来 非要逞强 灵性边走边背着肚子痛的宁竹亚 有些责怪和不满地说道 要你管 而且 这不是由你背着我吗 宁竹亚冷哼了一声 随后不爽地 揉着灵性的脸 现在搞得他跟个没用的包袱一样 要强的他心里自然不会好受 看着在自己脸上不断揉搓的小手 灵性内心叹了一口气 看着不远处的露营地点 再次加快了脚步 而后面 秦熙和李良各自背着一个小包 不急不缓地跟在灵性的后面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好不容易拉着灵性 这个七管炎出来一趟 你应该有什么想法吧 李良笑问道 但出乎意料的 秦熙摇了摇头 目光紧盯着前方的身影 平淡地回道 事到如今 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我不如他 李良脸上浮现一抹讶异 略微有些惊讶道 这可不像你啊 按照你的性格 不是应该像牛一样的倔吗 文言 秦熙脸色复杂到 在我知道灵性就在咽尸的时候 你知道我的第一想法是什么吗 去找他 李良不假思索地说道 秦熙摇了摇头 我的第一想法是 我就算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我也帮不了他 我没有宁竹亚那样的破裂 强行把灵性带回来 这句话无疑是在证明 秦熙自觉不如宁竹亚 想让他得出这个结论 可不是一般的难 秦熙抬头 看向前方灵性和宁竹亚打闹的场景 极羡慕又释怀地笑道 所以这次 我只是想给这段感情画个句号 绝对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 听到这话 一旁的李良沉默了 没有再说话 如果 如果秦熙也有不凡的背景的话 或许现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吧 李良明白 对方现在不是认输了 而是自卑了 接着 一行人很快抵达了山顶 由于并不是节假日 所以 此刻的录影点 几乎看不到其他人 只有空荡荡的草坪 李良吹了个口哨 放下背包后笑道 看来我们这是包场了呀 真幸运 在休息了一会后 自然就要开始搭帐篷 此时灵性躺在草坪上 看着坐在自己身上的宁竹亚 询问道 要不我给你单独搭一个帐篷 闻言 正因为肚子不舒服 而心情不爽的宁竹亚 面无表情地回到我无所谓啊 如果你不想半夜被分尸的话 你就搭两个帐篷啊 我反正无所谓 灵性的嘴角抽了抽 就在这时 他的余光好似瞥见了什么 随后坐起身 将坐在自己身上的宁竹亚抱了下来 但笑道 我去上的厕所 你先休息休息吧 我一会就回来 宁竹亚点了点头 凑上前在灵性的侧脸巴唧了一口 摸了摸他的头 点头道 去吧 随后灵性朝着露营区的厕所 快步走去 此时不远处的厕所中 穿着一身黑夹克的灵天 从厕所走出 就被一道身影挡住了路 灵性凝视着他的眼睛 沉生道你出现在这里 应该只是巧合吧 见到灵性出现 灵天的眼中也闪过惊讶之色 随后瞥见了不远处 正在搭帐篷的李良等人 耸了耸肩笑道 谁又知道呢 说不定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呢 怎么样 好不容易的巧合 要一起散散步吗 灵天微笑道 跟我散步 灵性脸色莫名 不知道这家伙 到底是有什么打算 但思索后还是点了点头 随后两人并肩 朝着不远处的小树林走去 走在灵间小路上 灵天不由地感叹道 上次我们两个这样单独相处 是多久之前了 对此 灵性只是淡淡地回到你 找我想聊什么 直接说吧 文言 灵天摊了摊手 侧头微笑道怎么 我这个哥哥找弟弟聊聊天 散散心都不行吗 你觉得我信吗 灵性回道 好吧 其实我自己也不相信 灵天摊手 随后目视着前方的树林 缓缓道 俗话说得好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你说 这是为什么呢 话音刚落 忽然不知 从何处响起了螺旋桨 转动的声音 这让灵天的眼中 出现一抹无奈 随即他停下脚步 有为罕见的脸色 认真了起来 对着灵性说道 因为身处局中的人 要考虑的事情太多 往往会因为一些东西 而迷失判断 简单地提醒了一句后 灵天看着远处 缓缓角落的直升机 对着身旁 满脑子不解的灵性 说道 接你的人来了 好好想想 我跟你说的话吧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性的无视 虽然这并不是什么 好的选择 就是了 说吧 远处跑来了 一名熟悉的身影 还处于疑惑之中的 灵性更加不解了 那不是刘叔吗 他怎么来了 刘叔 你怎么来了 灵性的疑惑地看着 已经跑到近前的刘英 不解地问道 刘英看了一眼 解释到灵老说 到了你该旅行 第三个条件的时候了 文言 灵性只得无奈地点了点头 知道这次是必须去了 于是 他迈步跟着刘英 朝着直升机的 降落的地点走去 正好是他要露营的地方 如此大的动静 自然是将李良等人给惊动了 特别是宁主亚的心中 更是涌现出了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他就看到不远处 跟在刘英身后 朝着这边走来的灵性 本就有些虚弱的小脸 此刻更显苍白 降落在一旁的直升机上 灵老静静地看着这一幕 没有说话 很快 刘英先行一步 朝着直升机走去 灵性则是停留在了宁主亚面前 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你又要走了 宁主亚的小脸 看不出任何的情绪 犹豫了下 灵性还是点了点头 伸手将她揽入怀中 轻声道 这是我之前就答应好了的 相信我 这是最后一次 可以吗 文言 被抱住的宁主亚轻声道 如果我不让你去呢 灵性笑着回道 那我们就再私奔一次吧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宁主亚的嘴角微微扬起 她正脱开灵性的怀抱 在她的嘴唇上轻碰了一下 美眸注视着灵性 缓缓道 既然你说这是最后一次了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吧 记得早点回来 我在魔都等你 好 灵性点了点头 随后她迈步 朝着不远处的直升机走去 最终 在宁主亚的注视下 直升机的螺旋桨 再次开始转动 升空而起 离开了这里 李良的手机 则是轻轻地震动了一下 她拿起一看 是灵性发过来的消息 远处的小树林中 双手插斗的灵天 看着已经变成了一个 小黑点的直升机 难难道 但愿你能够想明白吧 也好碎了老爷子的院 随即 她也转身离开了这里 打算直接回军区 另一边的直升机上 灵性和爷爷对视而坐 此时林郑国正在看着 手中的一份文件 头也不抬得说道 还记得前不久 我跟你说的三个条件吧 灵性点头倒记得 第一 不要跟灵天起冲突 第二 陪您去一个地方 至于第三 您还没有告诉我 具体是什么 嗯 林郑国点了点头 缓缓道 这次就是陪我去一趟西京 我也顺便告诉你 第三个条件是什么 文言 灵性不解到西京不是有二伯吗 出什么事 需要您亲自去一趟 要知道 二伯那可是整个西京省的一号 就算是 发生了天大的事情 也能顶着 那如果就是你二伯出问题了呢 林郑国终于抬起了头 目光深沉地 看向自己最满意的孙子 随即 他将手中的文件递了过去 淡淡道 你自己看吧 灵性满脑子疑惑不解地 接过文件 开始一页一页地翻看了起来 此时一旁的流音 也缓缓解释道 自从我们国家 进入互联网时代后 各国的探子 都开始以此为踏板 开始无硝烟的战争 而煽动民众 就是其中之一 灵性不停地翻看着手中的案例 足足几十起 互联网上发生的事件 无疑都是带动节奏 煽动人民暴动的 这样的事情 放在以前那个年代 毫无疑问 肯定是死罪 不可能会有其他的结果 但放在互联网时代就不同了 网上的人口无遮拦 思想不被禁锢 几乎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所以 哪怕是这样 煽动国家不稳定话语 也很少有人被制裁 而灵性此时手中看的 都是关于近些年闹的 比较大的互联网事件 无意不是煽动民众的想法 引起骚乱的 花了一点时间看完后 灵性明白了什么 抬头看着爷爷苍老的面旁 不确定地问道 这些该不会 爷爷点了点头 但但倒没错 这些都是你二伯的手笔 虽然他藏得很好 但这么多年下来 还是被我查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所有的矛头全部都指向了他 此话一出 灵性脸色一正 不明白作为省长的二伯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他们灵家既不缺钱 也不缺钱 做这些事 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等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说吧 爷爷缓缓闭上眼睛休息了起来 吸睛距离魔读并不远 再加上搭乘的是 华国最新型号的直升机 只需要半天的功夫就能到 闻言 灵性只好暂时 先放下心中的疑惑 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点开了宁竹亚的短信 还未等他编辑好信息发出去 在头就率先发来一条短信 一行自印入灵性的眼帘 宁竹亚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灵性运气好的话 估计过个两天就能回去了 宁竹亚 嗯 灵性我不在 你要注意点身体 本来这两天情况就不好 要是再受凉的话 我回来可是要生气的 宁竹亚 看到这简短的聊天风格 灵性无奈地摇了摇头 不用想 这婆娘心里肯定又生闷气了 估计等回去的时候 要好好地哄一段时间了 如此想着 灵性也闭上眼休息了起来 距离目的地 还有半天的行程 睡一觉的话 一下就过去了 等到灵性抵达西京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了 距离傍晚还有一段时间 早已得到消息的 灵向北等候多时 见直升机降落 笑着走了过去 她的声音中 带着一丝恭敬道罢 这么久没见 您的精神气还是这么足 闻言 林振天淡淡地点了点头 看着已经有三年没见的二儿子 缓缓道 王丽怎么没过来 我那个孙女 现在应该已经上小学了吧 灵向北笑着回应到小丽 她刚刚接孩子去了 所以只有 我在这里等您 您怎么突然想起到西京 来散心了 也不跟我提前打个招呼 要不是大哥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您要来呢 说话间 一行人已经上了车 朝着市中心的 某座宅敌驶去 这一路上 灵性都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跟在一旁 她跟这个名义上的二伯 其实并没有见过几面 所以也并不熟悉 也就懒得说话了 大概十多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一栋豪宅前 看着面前的三层小洋楼 林振国语气 莫名地对着二儿子 语气平淡地说道 这小洋楼花了不少钱吧 看来你这几年过得 确实挺不错的 面色略显严肃的 林向北挠了挠头 笑道 跟您住的四合院科比不了 这房子 可是将我这些年的存款 全搭进去了 这时 门被推开 一名中年妇女 牵着个小女孩的手 走了出来 见状 林姓李冒兴地 喊了一声二语 牵着女儿的王丽 微笑着点点头 随即对着老爷子 净声道罢 您来了 林向北也笑着 伸出手摸了摸女儿的头 轻声道小可 还不快叫爷爷 爷爷好 林可乖巧地喊了一声 两边的腮帮有些微红 林振国笑着蹲下 身将孙女抱在了怀里 慈眉善目地笑道 小可儿 在学校里乖不乖啊 有没有不听话 林可儿乃声嘻笑道没有 小夕在学校里可乖了 老师天天都夸我呢 一旁的林姓眼中 却是闪过一道疑惑 觉得有些奇怪 她这个所谓的表妹 一出声就被带到了西京 过年都很少回神都过节 应该连自己爷爷的面 都没见过几次 怎么上来就这么亲密 但看着欢笑着的林可儿 林姓打消了心中的疑惑 可能是自己多虑了吧 再怎么说 这也只是个几岁大的孩子 很快 一家人气氛 其乐融融地走进了小洋楼 没有半点的不妥 如果不是自己爷爷亲口所说的话 林姓甚至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面目祥和的长辈 会是罪犯 与此同时 我都机场 一架前往西京的客机 缓缓升空 空荡荡的机舱内 只坐着一道熟悉的人影 大小剑 要不您还是休息几天 再去找林少爷吧 林大看着嘴唇 有些发白的大小剑 担忧地说道 林主亚摇了摇头 目光注视着机舱外的灿红洛阳 淡淡道 不用 我还没有揉落到 坐个飞机就受不了的程度 深知其倔强脾气的林大摇了摇头 不再劝解 默默地坐在一旁守着 以防出现什么意外 夜晚很快降临 灰雾朦胧的云层中 照射下几分光亮 在云晶的一处街边散步的道路上 由于气温降低的原因 现在几乎看不到什么人 吃完晚饭的林郑国 备手走在道路边缘 目光看着繁华的城市 对着身后跟着的灵性 提问道 说说看 你一下午都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闻言 灵性思索后回到有些不对劲 如果二伯真的是幕后凶手的话 在知道您要过来的时候 就应该掩饰好一切 无论是那洞一看 就价值不菲的小洋楼 还是举止有些奇怪的灵犀 都很不对劲 一个上任不到五年的省长 真的有能力买得起一洞 价值至少在千万以上的三层小洋楼吗 但倘若林向北就是幕后黑手的话 又为何不在爷爷到来之前 掩盖这一切 听到灵性的回答 老爷子停下了脚步 转身看来 你就只看出来这些 老人的目光有些冰冷 不负之前的淡然 可之前恍若是变了一个人 面色这冰冷之中 夹杂着失望的目光 灵性下意识地僵头低下 不敢去面对这样爷爷的失望的眼神 见孙子这副样子 林郑国冷哼了一声 冷漠道 你的心太懦弱了 一点也不果断坚决 我现在有些后悔 让你跟那个小姑娘在一起了 再给你一次机会 把你的内心真实直白的想法说出来 路灯下 灵性的面色一阵惆怅 只好咬牙再次回答道 二伯的女儿 样子有些奇怪 还有二姨 假设二伯一家人是被误会的话 灵性的这番话 无异于是在抹黑家人 这在灵家可是要受到重罚的 但林郑国听到这个回答 脸色反倒是缓和了一些 转身接着朝前面走去 与其再次恢复平淡 他们当然奇怪了 毕竟是冒牌货 冒牌货 灵性一愣 他的脑中一下就多了许多想法 该不会 下一秒爷爷的话 就印证了灵性的猜想 没错 不管是我的孙女林可 还是你二伯的妻子王丽 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 胡弄我这个爹 走着走着 爷孙俩来到了一处竹亭内坐下 耳边时不时传来狂风呼啸的声音 看着寂静的夜色 灵政国眉头垂落几分 心思复杂地开口道 今天就破例跟你讲一些事情吧 反正你要不了多久也会知道的 知道我为什么从小就对你严格 而对你哥哥林天 却是放任浇灌吗 文言 灵性立马提起了几分精神 要说不想知道 那肯定是假的 从小到大这个问题 就一直徘徊在他心中 小的时候 倒也问过爷爷几次 但迎来的却是严厉的斥责 现在爷爷终于要告诉他了 灵性怎么能不好奇 爷爷轻抬手指 心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背靠在竹亭的长椅上 说出了徘徊在灵性心中许久的疑惑 爷爷我当官这么多年 难免有人看不过眼 但又不敢对我起心思 所以就放在了你们这些后背的身上 一阵冷风袭来 灵阵国下意识地缩了缩身体 健壮 灵性站起身 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披在了爷爷的身上 随后重新坐了回去 感受着衣服的温暖 爷爷感叹到人老了呀 居然连这些寒霜都受不了了 紧接着 他又接着往下说道 你的二伯就是最好的例子 以前他的个性或许有些偏激 但在某些人的刻意引导下 还是走向了歪路 这也是我为什么从小就对你眼里的原因 你爹那个人太老实了 一板一眼的 要是把林家的希望放到他身上 迟早被那些人玩死 听到这些 灵性呆愣了一下 万万没想到 居然会是这个原因 但这理由也太牵强了一些吧 这一切都落入林郑国眼中 他脸上罕见地露出笑容 但笑道 是不是觉得这个原因太扯淡了 我堂堂一个元首 居然会怕这些 没关系 说不定你明天就能知道答案了 总之呢 这一切都是我林家人的事情 不能牵扯到你哥的身上 他是无辜的 这也是我放纵他的原因 林天毕竟只是林家领养的 所有人都清楚 而林家的下一任掌权者 必定是身为亲孙子的林姓 我已经把他送到了魔都军区 你也跟他见过了 我知道 你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很大 但我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相处 就算不是亲生的兄弟 但好歹一起相处了那么久 至少不应该有矛盾 文言 林姓点了点头 忽然想起了 来西京时林天说的话 看来他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说到底他和林天的矛盾 就是源于互相嫉妒 不过那些也都是小时候的事情了 此时 不远处的道路上 十几辆警车飞驰而过 惊动了附近的居民 林姓看到警车飞驰 想到今晚刘叔没有跟过来 沉默后开口道 您今晚就要动手吗 是不是有些太急了 走吧 去见证一场闹剧 爷爷站起身 朝着不远处驶来的黑色轿车 迎面走去 见状 林姓跟了上去 思绪已经完全乱成了一团 十几分钟后 在漆黑的夜色下 十几辆警车堵在三层小阳楼的门前 数名手持枪械的警察守在门口 随着远处驶来一辆黑色的轿车 缓缓停下 所有警员带着恭敬与崇拜的低下了头 刘英走了过去 拉开车门 对着走出的林老 恭敬道 事情已经全部处理妥当了 林向北一家人 现在全部都在里面 以及 那个小女孩 也已经查到消息了 闻言 林郑国点了点头 朝着小阳楼内走去 你们都在这里守着 原地待命 刘英在吩咐了一句后 同样跟着走了进去 此时 小阳楼内的客厅中 灯光明亮 四处都有着被翻过的痕迹 林向北脸色平静地坐在沙发上 而王力则是带着女儿 待在楼上的卧室 门被推开 林郑国率先走了进来 林向北依旧坐在沙发上 侧头嘴角露出一抹微笑 开口道 爸 你这阵仗弄得可真够大的 我还以为瞒过您了呢 林郑国冷哼道 既然都选择做了 那你应该有承受后果的准备了吧 什么后果 林向北站起身 无所谓地摊了摊手 随即冷笑道 还好我早就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已经在晚饭中下了毒 您要是不想死的话 何不放儿子 我一次呢 如果没有我的解药的话 您老估计半天都撑不到 就得下去和妈团聚了 闻言 站在爷爷身后的灵性 瞳孔一缩 他的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 这时林郑国却是笑了 你真的觉得 你那三脚猫的伎俩 能对我有用 你老子我跟别人玩这些的时候 你还没出声呢 说着直接从身上 拿出一枚药丸 递给了身后的灵性 头也不回道 这是解药 林向北见到这一幕 嘴角却是止不住的扬起 注视着灵性将解药吃下后 疯狂地笑道 您老还真是舍得呀 这估计是唯一的一颗了吧 全就给这小子了 解药的灵性手一将 却见爷爷挥了挥手 放心吧 我没事 紧接着刘英上前几步 无费吹灰之力地 就将灵向北倾下 压着朝外面走去 在他走后 林郑国的身体 开始轻微地颤抖 发现这一幕的灵性 连忙搀扶上去 颤声道 爷爷 你应该还有解药吧 林郑国却是面色平静地 躺在地上 看着天花板目光 带着追忆之色 抬手抓住了灵性的手臂 低声道 爷爷我活了这么久 人生早就无憾了 唯一放心不下的 就是你小子 对不起啊 小心 灵性的眼眶一红 泪水滑落脸颊 爷爷伸出充满老茧的手 给他擦去眼角的泪水 可爱的笑道 你小子还哭起来了 之前不是恨不得 离我远远的吗 现在爷爷要走了 你倒是舍不得了 我教你的那些东西 可要系好了 以后肯定用得上 以后你的未来 就自己做决定吧 之后的路 也要你自己走了 那个您家的女娃娃 是个不错的孩子 可别辜负了人家 你已经不用再受我束缚了 反正爷爷也没给你 留下什么好的回忆 我这种人 你就忘掉吧 然后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此时灵性痛不欲生地 看着交代一言的爷爷 眼泪一滴滴地从脸颊滑落 痛苦地摇着头 最终 爷爷抬起的手臂 自然垂落在地 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低难道 小心 一定要 幸福 化落 爷爷的眼眸失去了神采 裸露出来的手臂经脉 呈现乌黑之色 看着极为的圣人 但他的嘴角却挂着笑容 可能是因为 在最后一刻 把内心想要表达的话 给完整地说出来了吧 客厅内 传出灵性崩溃的哭声 站在门口 看着这一切的流音 同样是心如刀割 诗神的喃喃道 林老 为什么您一定要寻死 深夜 戏经忽然下起了磅礴大雨 雨水稀稀利利利地落下 请客间便将整座城市覆盖 在警车的押送下 林向北一家人 全部被送往了警局 而林郑国的尸体 则是被流音带走 被雨冲散的血水 林姓红着眼睛 询问道 你要把爷爷葬到哪里去 闻言 已经收拾好一切的流音 沉声回道 林老生前有过吩咐 他死在哪里 就葬在哪里 再神都见一座衣冠种就行 看着情绪低沉的林姓 流音叹了口气 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 轻声道 等你心情好点了 再来找我吧 林老留了些东西给你 说吧 流音转身上了车 驾驶着车子离开了这里 其实还有些隐秘的事情 他没有说出来 林姓接受不了 还是慢慢来吧 等到车子走后 没过一会 一阵跑车的轰鸣声 在寂静的黑夜中响起 如同是在黑暗中 点亮了一盏灯光 随后 一辆劳斯莱斯 停在了小洋楼的门前 一道倩影 撑着雨伞 朝着林姓走了过来 踏踏斜踩雨水的声音响起 撑着 把雨伞的宁竹哑 看着一副 失魂落魄模样的林姓 又撇了眼角下的血水 叹了口气 才半天没看住你 就把自己搞成了这副样子 林姓抬起头 看着突然出现的宁竹哑 低声道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能行吗 宁竹哑瞪了他一眼 随后 他直接拉着林姓的手 朝车子走去 嘴里还在嘟囔道 下次要是再让你一个人出远门 我宁竹哑的名字倒过来写 回头瞥了眼心不在焉的林姓 更是心疼无比 他还从来没见这家伙这么伤心过 平时总是一副自信淡然的样子 但其中经历了多少苦 又有谁知道 很快 明竹哑带着林姓回到自己入住的酒店 再回到总统套房后 明竹哑直接拉着林姓朝浴室走去 打算好好给这家伙洗一洗 没一会 浴室内传出林姓抗拒的声音 我自己能洗 啪 不想挨打就乖乖听话 不然下次就不是打在你的屁股上 而是你的脸上了 与此同时 远在魔都军区的龙军长也收到了消息 并直接叫来了林天 林天在听闻爷爷死后 没有任何的意外 脸色充满淡然地走了出去 但在门关上的一刹那 一抹湿润从他的脸颊上滑落 办公室的窗前 龙军长看着那倒在大雨下狂奔的身影 无奈地叹了口气 随后对着西京的方向 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林老 您一路慢走 今夜注定是充满哀伤的 一位戎马医生的老人离世 但却心愿意了 第二天清晨 刚经历过一场大雨 空气中 还弥漫着泥土与芳草的气味 西京酒店的套房内 随着房门被推开 穿着睡裙的宁竹哑端着一份 营养丰富的早餐粥走了进来 此时 林信正发呆地躺在床上 脑中不断地闪过小时候的一幕幕 严厉的训斥声 恍若就在昨日 显然 他还没有从昨天的事情中回过神来 不 应该说是 不管是谁 在经历了昨天那一场景后 多少都会对内心造成创伤 这是林信第一次遇到家人死去 喂 你该不会是想着 要本小姐喂你吧 宁竹哑端着粥 开口说道 闻言 林信老老实实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屁股有些疼 侧头露出一抹牵强的笑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了 站在床边的宁竹哑 盯着林信看了几秒 随后将手里的周地了过去 后者伸手接过 随后 宁竹哑脱掉鞋 钻进了温暖的被窝中 下一瞬 就已经躺到了林信怀里 有些不爽地说道 我也饿了 喂我 林信低头看了一眼 莫名其妙声闷气的宁竹哑 还是乖乖地拿起勺子喂了他一口 低声道 你怎么跑到西京来了 我不是说过两天就回去吗 要你管 宁竹哑冷哼道 我要是不来的话 某人现在说不定 还躺在哪条大街上 当流浪汉呢 两人就这样 一口我一口 一碗粥很快就见底了 林信将空碗放在一旁 打算躺回去再休息休息 宁竹哑却眨着灵动的大眼睛 躺在他怀里 淡淡地说道 不准睡 先告诉我 昨天发生了什么 不然我就把你一脚 踢到床底下去 看着宁竹哑一副 随后叹了口气 主动朝着床下滚去 愣神的宁竹哑 看到即将滚落床底的林信 他的原本白皙精致的脸蛋 一下就阴沉了下来 直接伸出粉白小脚 狠狠地朝着他的屁股踹了过去 阿灵信惨叫一声 他整个人直接在地上 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吃痛地揉了揉屁股 只感觉火辣辣的痛 还没等他回过神 宁竹哑直接从床上高高地跃起 直接朝着 林信压了下来 你要是敢躲的话 我就把你八光丢去游街 林信听到这话 下意识地愣了愣 但就是这片刻的时间已经足够了 下一秒 卧室内响起一道沉重的闷横声 林信的眼中带着惊恐 你说不说 卧室内 宁竹哑居高临下的和林信对视着 虽然是在问话 但语气却异常霸道 更像是在命令 看着态度一如既往强势的宁竹哑 林信只好忍着伤痛的心情 将昨晚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但老实说 他现在也是一头雾水 还有很多事情没有搞明白 为什么爷爷明知道那顿饭有毒 却依旧选择了吃下去 明明只要当场把林向北抓住的话 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 或许这些只有在刘叔那里 才能得到答案吧 林竹哑在听完这些事情后 沉默了一阵 随后从林信的身上站了起来 拍了拍雪白玉腿上不存在的灰尘 嘟囔道 你早说不就好了吗 非得逼我动粗 还躺在地上干什么 你不是要睡觉吗 我陪你 片刻后 林信叹气躺回了床上 宁竹哑那柔软温柔的郊区抱了上来 伸出手将他的头埋在了自己胸口 像是哄小宝宝一样哄到 睡吧 中午 太阳高照 酒店套房的卧室内 林信睁开眼睛 看着躺在怀里 依旧在熟睡的小脸 动作轻柔地腾出手 悄悄地溜下了床 他还要去警局跟刘叔聊一些事情 不解开心理的疑惑的话 睡觉都睡不安稳 在穿好了衣服后 林信回头看了一眼 躺在床上没有动静的宁竹哑 随后朝着门外走去 拉开门 一道阴影将他整个人笼罩 守在门口的宁大 面无表情地看着 想要偷偷溜走的林信 闷声道 林少爷 你自己乖乖躺回去吧 不要让我为难 林信做了个虚的手势 然后对着宁大姐妹弄眼道 我就出去一趟 很快就回来 小雅他现在不是还在睡觉吗 所以 我不想打扰他 就在此时 林信身后传来动静 只听背对着这边的宁竹哑 语气慵懒地开口道 宁大 把他扒光丢我床上来 内裤都不要留 是 大小剑 宁大应了一声 随后他的目光 直勾勾地看向了林信 开始挽起袖子 就要动手开扒 见状 林信额头冒出一丝冷汗 赶忙摆手倒步 不麻烦你了 我自己来 紧接着 卧室的大门猛然关闭 林信以最快的速度脱掉衣服 然后重新钻回了床上 被子将两人的头盖住 随后里面出来了打闹的声音 足足持续了很久才结束 甚至于林信怀疑 要不是宁主亚这几天 那个来了的话 非得来个霸王硬上弓 最终在宁信的一番求饶下 宁主亚狠狠地在他的嘴上亲了一口 冷哼道 下次要是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就把你那里给割掉 看你还听不听话 说着 两人穿上了衣服 准备出发去警局 一路上宁信的手 都被宁主亚牢牢地牵着 霸道的本质 展露得一览无余 在前往云京警局的车上 宁大担任着司机的角色 而宁主亚 则是伸手把林信的头 轻轻地放在了他的腿上 用手不断地轻抚着他的脸庞 他低下头 随意地用手将病发挽于耳后 看向林信声音轻柔地说道 这几天 我就破例 对你温柔一点吧 所以 你最好不要惹我生气 懂吗 林信乖乖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很想说 其实按照平常那样就行 早就习惯了那霸道的性格 现在突然这么温柔 还真有点不适应 但要是说出来的话 恐怕会被调教吧 想想还是算了 他们入住的 酒店距离警局的距离并不远 也就十分钟不到的路程 过了一会后 宁大隔着老远 就看到了站在警局门口 等着的刘英 直接将车开了过去 小姐 我们到了 待到车子完全停下后 宁主亚率先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紧随其后的才是林信 看到走下来的宁主亚 刘英的脸色并没有什么变化 他早就知道 对方会跟过来 所以 昨天才会走得那么痛快 不然 无论如何 他是都不会放任 林信一个人在那里不管的 看着林信的样子 已经恢复正常 刘英点头道来了 那就走吧 正好有人在等你 说着 刘英就带着林信和宁主亚 朝着警局内走去 一路上都没说话 警局办公大楼内 走过两层楼梯 刘英最终缓缓停在了 一间办公室前 对着林信道 你进去吧 里面的人身份特殊 你要注意点 说着右侧头 看向宁主亚 欠一道就麻烦宁小姐 在门口稍等一会了 无妨 让那个女娃娃也进来吧 沉静的办公室内 突然传出动静 是一个老人的声音 闻言 刘英不再说话 直接打开了办公室的门 宁主亚跟着林信走了进去 办公室的大门关上 此时办公室内 林信看着 坐在办公室窗前的 那位身材勾楼的老人 惊讶地说道 徐爷爷 您怎么来了 目视着窗外的徐老转过身 随即淡淡地笑道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我要是不来的话 那能行吗 说着 老人就撑着拐杖 走到沙发前坐下 对着林信两人招呼道 别傻站着了 多过来坐下吧 正好陪我聊聊天 闻言 林信点头 随后伸手拉住 宁主亚的小手 走到老人对面坐下 徐老步急不缓地 倒了三杯刚泡的茶水 缓缓道 是不是觉得 你爷爷的死很蹊跷 哪哪都不对劲 林信老实地点了点头 脑中再次不自觉地 浮现出昨晚的画面 声音也跟着低沉了起来 昨天我想了一晚上 还是觉得不对 单单是一个林向北 怎么可能抖得过爷爷 抿了口茶水的徐老文言 冷哼了一声 他当然不可能斗得过郑国 别说是一个林向北了 就算是十个百个林向北加起来 在郑国的面前 依旧是笑话 说是老手系顽童都不为过 这话让林信心中的疑惑更深 不解到那为什么 徐老没有说话 只是拿起了一旁的一份医院报告书 摆在了林信面前 叹道 你先看看这个吧 想要的答案都在这里 林信怀着疑惑不解的心情 拿起了桌上的报告书 在看清上面的信息后 脸色顿时正然 眼中有着不可置信之色 夹杂着浓浓的震惊 震撼许久 林信依旧如此 一旁的凝竹哑见状 柳梅微微竖起 直接伸手将他手中的报告书 给拿了过来 仅仅是一眼 却呆愣当场 在报告书上几个醒目的红字 尤为刺眼 癌症晚期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林信看向老人颤声道 眼眶一下就红了起来 徐老面色平淡地吹了吹热茶 轻声道 你自己不是 已经有了答案了吗 当初我知道这件事后 跟你们现在的样子也差不多 那时候 刚好是你出生没过多久 在这期间 我们尝试过很多种办法 都无法彻底根治 只能请来国际名医 尽量拖延 直到现在 有人问 为啥能拖二十年 因为老爷子 最初是癌症初期 但是因为战争年代流的 暗伤身体 受不了癌症的治疗 所以无法根治 从初期拖到晚期警局的办公室内 徐老抬头看向林信 平淡道 现在明白 你也昨天为什么会做出 那样的选择了吧 与其说是被毒杀 不如说是他终于舍得放心离开了 所以才选择了求死 来了结自己的生命 或许现在看起来没什么 但想必林向北在不久的将来 就会开始懊悔 然后 回归正常人的生活 理论上来说 只要是杀了人 不管你有没有错 都要进去蹲上了十年 但在林郑国的授意下 则单独为自己的孩子破裂了 徐老 接着到他已经拜托过了 只要林向北真的洗心革面了 就能够出来 但若是他依旧不知悔改的话 我也无能为力 说吧 徐老的目光 又看向了坐在灵性身旁的宁竹雅 慈和地笑道 跟郑国讲的一样 是个不错的小姑娘 也难怪 她总打电话跟我炫耀她 得了个很不错的孙媳妇 宁竹雅谦虚地点头道 徐爷爷过奖了 林姓听到这话 内心却又是一痛 她现在已经完全明白 爷爷对自己格外严厉 其实是装出来的 试问 又有哪个老人会不喜欢自己孙子呢 又简单地聊了一会儿后 一直陷入低沉的林姓 带着宁竹雅起身离开了办公室 等到两人走后 徐老重新走到了窗前 看向距离警局不远的枫树林 眼中透露出无法言喻的悲伤 低难道 当初战场上 一同浴血杀敌的场面 现在想起来 还真是有些怀念啊 郑国 为了自己的孙子 强称病体十余年 这要是换作任何人 都是无法承受的痛苦 但是他的好兄弟林郑国做到了 看着远处风树飘落的泛黄枫叶 徐老目光追忆地叹息道 故人陆续凋零 如风中落叶 说吧 老人迎着璀璨的娇阳 强行战职原本沟楼的身躯 缓缓行了一个军礼 郑国 可别走得太急 老头子 我过个几年就会去陪你了 而此时警局外 明竹雅已经坐到了车上 而刘英则是从怀中掏出一个信封 递给了林信 轻声道 这是林老给你留下的 上面写了 要你完成的第三个条件 具体怎么选择 你自己看着办吧 林信接过信封 点了点头 谢了 刘叔 刘英洒脱的一笑 抬手下意识地想要摸林信的头 但转念一想 还是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道 行了 别跟我在这煽情 你知道我这人最受不了这些了 有什么事情 记得给我打电话 我永远是你叔 说着两人互相抱了抱 随后在刘英的注视下 林信转身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汽车的轰鸣声响起 朝着远处驶去 消失在了道路的尽头 之后 林向北被送往了云京的监狱 没有人具体告诉他刑期是多久 或许是一年 又或许是整个后半生 至于他名义上的妻子王力 则是因为涉嫌虐待儿童等罪名 也被关押了起来 而他收养的女儿林希成为孤儿 被警局送往了孤儿院中 这起事件被徐老牌人压了下来 且以各种理由说服了大众 林向北坐牢的事情 没有其余人知道 官方的理由则是力不从心 无奈地选择了退休 再回到酒店的路上 由于许久 林信打开了临死前爷爷留给自己的信 信上的内容 多是一些关心的话语 林信竹子看下去 不愿错过任何的细节 小信 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我估计已经不在了吧 这十几年来 爷爷知道 你一直都恨爷爷 老实说 当初你选择逃跑的时候 我也松了口气 随着时间过去 一滴眼泪滴落在了性质上 这两天 估计是林信这辈子哭得最多的时候了 林信眼角泛红地 接着往下看去 至于我给你的第三个条件 你自己看着办吧 根据我的调查 你二伯在婚后 包养了一个情人 并且生下来了一个小女孩 现在估计跟林希是差不多年纪大了 那孩子到底是我们林家的种 所以我给你的第三个条件 就是把他带回林家 至于后面怎么安排 就看你自己吧 在信纸的最下方 还留下了对不起三个字 且明显看出 上面有着滴落眼泪的痕迹 可以想象 在写下这封信时 老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宁主哑默默地 把林信抱入了怀中 轻抚着他的头 安慰道 这不是还有我吗 与此同时 远在魔度的白家之中 白家家主白崇德 坐在安静的阁楼中 周围满满当当的书籍 打扫得十分整洁 此刻他郑重眉打着电话 那头传来一道修改后的声音 那个老家伙已经死了 你我之间的人情两清了 希望你好自为之 文言 白崇德宁生道俗话说得好 送佛送道西 你这就想要撇清关系退场 有点不太合适吧 那头的人冷哼到退场 你是不是太高看我了 说到底 这次是那老家伙自己求死 不然还不知道 要等到什么时候 光是一个林向北 我就谋划了足足几十年 再加上秦家也没了 你觉得我还能做些什么吗 总之你好自为之吧 这趟浑水 我是不想再掺和下去了 林家那小子 你就自己想办法对付吧 说着 电话就被直接挂断 见状 白崇德的脸色 一下就沉了下来 面相有些阴森 难难道 他来想要 超越林家 只能靠我自己了 好在现在那个林家的老家伙也死了 接下来只需要把重心 放到商业上了 但其实在他的心底 同样没什么底气 毫无疑问 天目集团 就是一座挡在他面前的高山 想要翻越过去 概率十分的渺小 只能从其他地方下手了 云京大酒店内的餐厅中 此刻已经傍晚 天色开始暗淡下来 林姓无奈地拿起勺子 递过去一勺菜 送到宁竹雅的小嘴中 低难道 不应该是你来喂我吗 宁竹雅瞥了这家伙一眼 轻横到男人 摆清楚你的位置 说着直接在林姓的侧脸上 亲了一口 微笑着开口道 我这也是为了你好 人呐 只要一忙起来 就会忘掉不高兴的事 怎么样 我对你是不是很好 林姓 又在酒店休息了一晚后 一日一早 正打算出门的林姓 看着床上宁竹雅虚弱的小脸 叹了口气 还是脱掉外套 重新躺到了床上 伸出手轻轻地 给他揉着肚子 状态并不是很好的宁竹雅 抱住了林姓的胳膊 额头冒出冷汗 有些难受地说道 你不是要去找你的表妹吗 林姓的大手 轻轻地在他的小肚子上轻抚着 心疼地擦去他额头的汗水 苦笑道 你这个样子 让我怎么安心去找人 你们女人大姨妈来了 都这么严重吗 还好吧 宁竹雅闭眼低难着 这已经算很轻的程度了 等休息一天就好了 揉着肚子的同时 林姓从腾出另一只胳膊 把放在床头的红糖水拿了过来 但宁竹雅带眉微皱 有些倔得摇了摇头 我现在不想喝 文言 林姓嘟囔道 就你这样还照顾我呢 连你自己都照顾不好 下一秒 林姓喝了口温热的红糖水 直接清上了宁竹雅的小嘴 强行让他喝了下去 如此反复 带到红糖水喝完时 难受得一晚上都没睡好的宁竹雅 总算是睡了过去 温暖的被窝内 林姓把他抱在怀里 感受到他身上传来的香气 跟着睡了过去 神动 林家 在空荡荡的四合院内 几乎大部分的警卫员 都被撤走了 林老不在 他们留在这里 自然也就没有了意义 老人的卧室内 林国栋正在收拾房间 他不停地将一件又一件 衣服收进旁边的行李箱之中 门外 张母看着这一幕摇了摇头 转身走了出去 林家的各种亲戚有很多 但主卖只有林国栋和林向北两人 而老爷子现在走了 平日里那些个鳄鱼奉承的亲戚 却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可能这就是现实吧 大树倒下 群鸟四散而飞 恐怕等老爷子的葬礼举办后 那些个亲戚 又会凑上来索要家产 为了钱全连一点颜面都不会留 在华国三位老人的商议下 打算低调地举办葬礼 那个年代的人大多都是这个想法 人活着本来就闹腾 死后自然要图个清静 而且该有的仪式半点都不会少 届时 华国所有高层都会前来 一日一早 林姓在反复确认宁竹亚的身体 没什么大问题后 这才放心地离开 在前往阳光孤儿院的路上 林大早就调查好了孤儿院的信息 她边开车边说道 根据我昨天的调查 在阳光孤儿院 确实有一个叫做林月的小女儿 可以确定是林向北的亲女儿 我从孤儿院院长那里得知 这个林月刚出生没多久 就被人送到孤儿院了 还留下了一笔钱 文言 林姓周没询问道 这孩子的母亲呢 目前还不清楚 林大摇了摇头 叹道当时接生的应该是私人医院 想要调查出来 还需要一段时间 随着车子不断地加速 很快就抵达了市区的边缘地带 道路上的车也开始少了起来 十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一家建筑风格古老的孤儿院前 周围的墙壁上 布满了青苔 显然已经经历过不少岁月了 整座孤儿院的占地面积并不大 充其量也就两三百平的样子 里面还有一片空地 由于没有提前通知 自然而然就没人来迎接 林姓直接推开了那扇秀极斑斑的大铁门 这时 恰好一名留着期间短发的中年女子路过 当她看到穿着不凡的林姓 和跟在她身后的宁大 停住了脚步 惊讶道 你们是 由于宁大昨天来过一次 还是由院长亲自接待的 所以女人对她有点印象 叫道阿姨 你是这的保育员吗 我们来是想领养一个孩子 不知道要走什么流程 女人惊讶地点点头 应声道 我确实这里的保育员 但我现在要出去买菜 你们先去看看 选哪个孩子吧 说着 女人朝着二楼喊了一声 马玉 你过来一下 有人要领养 这一声喊出 没过一会的功夫 就有未编着马尾编的年轻女人走了出来 看着跟灵性差不多大 马玉是刚来的保育员 先让她带着你们去里面逛逛吧 中年妇女笑了笑 随即走了出去 马玉好奇地打量了一眼灵性 惊讶到 就是你们要领养孤儿吗 这也怪不得她会惊讶 平时来领养孤儿的 基本都是家境普通的人 极少有富人来 而别的不说 光是灵性这一身穿着 光看外表就明显不凡 灵性点头 随后她在马玉的带领下 朝着楼内走去 顺带了解了一些孤儿院的情况 马玉解释道 我们孤儿院的环境 在室内已经算得上不错了 大部分孩子都挺乖巧的 现在是自由活动的时间 我带你去后面的小操场看看吧 到时候要是看中了的话 补齐一些手续就行 跟在后面的灵性 趁机询问道 那你知道 一个叫灵月的小女孩吗 灵月 听到这个名字 马玉惊讶地回头看了一眼灵性 随后点了点头 当然知道 不过这孩子的情况有些特殊 一行人穿过漫长的走廊 终于来到了孤儿院后院的一片空地前 耳边传来小孩子们的嬉笑声 紧接着 灵性跟着马玉来到了小操场上 一眼看去 大概二三十名半米高的孩子 在草坪上奔跑 停下脚步后 马玉指了指远处大树下 一个人孤零零坐在树下的小女孩 与其他的孩子不同 小女孩的模样有些邋遢 将头埋在双膝之间 看不清长相 接着 马玉脸色复杂地开口道 来我们孤儿院的孩子 大多都已经满了两三岁 但像灵月这样 从初生起 就在孤儿院的情况的很少 阳光孤儿院内 灵性看到远处 孤零零坐在树下的小女孩 正打算走上前 但不远处却 忽然有三名 比灵月大一两岁的孩子走去 对着她嘲笑道 这个丑八怪又一个人坐在这里 好可怜啊 听到这些人的嘲笑声 因为灵月的小女孩 把头压得更低了 灵性身旁的马玉 自然看到了这一幕 有些无奈地探到又来了 闻言 灵性目视着远处被欺负的灵月 不解到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马玉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 解释道 孤儿院的孩子 大多性格怪体 再加上灵月是这里最小的 所以就经常被人欺负 就算我们这些保育员 看见去阻止 下次也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事实上 别说这些孩子了 就连一些兴气小的保育员 都嫌弃灵月 但这句话 马玉没有说出来 大家毕竟都是同事 这话要是传出去的话 他估计 自己第二天就要被人使绊子 听完这些后 灵性脉部朝着那边走了过去 身后的宁大和马玉跟上 树下 各种嘲笑的声音 不断地进入灵月的耳中 领头四五岁大的小男孩 看着他沉默不语 撇了撇嘴 真无聊 一点都不好玩 就在三个小家伙 想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被一层阴影笼罩 他们疑惑地回头看去 发现身后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了三个人 领头的男孩 看到马玉脸色一变 立马就要开溜 却被早有准备的宁大 单手拎了起来 小小年纪不学好 居然还欺负 比你小的女孩子 马玉见宁大 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 也就没有阻止 他现在哪还不明白 灵性就是专门来找灵月的 身世背景肯定不一般 也正好趁这个机会 给这些熊孩子一个教训 你放开我 你这个大坏蛋 男孩不断地挣扎 这边的动静 很快吸引了 正在草坪上奔跑的其余小孩 被这一幕吓了一跳 连忙找地方躲了起来 毕竟都是孤儿 比普通人家的孩子 要更加的怕生 灵性没有理会 这熊孩子的吵闹 直接走到了灵月的面前蹲下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温柔一些 把头抬起来 闻言 穿着邋遢的灵月 害怕地露出了 带有脏污的小脸 眼角还泛着泪光 显然是刚才 被那三个小孩说哭了 你叫灵月吗 灵性问道 灵月怯生生地没有说话 有些害怕地 看着突然出现在 眼前的大哥哥 无奈 灵性只好再次问道 你叫灵月吗 这次灵月有了反应 几乎是微不可查地 点了点头 看着他眼中 对自己的害怕 灵性伸出双手 你就是我灵性的亲妹妹 不会再有任何人欺负你 再听到可以从这里离开 灵月终于鼓足勇气 税嫩的声音中带着颤音 想 得到回答 灵性满意地将他抱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动作 吓了小家伙一跳 连忙抓紧了他的衣领 蜷缩在温暖的怀里 轻轻地拍了拍他的后背 灵性转头对着马玉说道半手续吧 这孩子我要带走 说着轻抚着小家伙 乱糟糟的头发 思索一方后笑道 灵月这个名字一点都不可爱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灵选 而我现在起 就是你的哥哥灵性 随后 马玉带着灵性去做手续 而宁大则是抱着灵选 朝着孤儿院外走去 打算好好地给这孩子洗一洗 足足半小时后 灵性才从孤儿院里走出来 手中多了几份收养证明 看着停在路边的车 他直接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 正好看到 已经换上了一身粉色公主裙 和小皮鞋的灵选 怯生生地坐在那里 原本乱糟糟的头发 在经过清洗后 散发出一股小孩子独有的奶香 两边的腮帮带着一丝粉红 不断闪躲的小眼睛 更是透露出他不平静的内心 随着车子启动 灵性直接伸手 把他抱在了自己腿上坐下 摸了摸他的小脸笑道 乖 小雪儿 叫生哥哥来听听 被抱在怀里的灵雪儿 水灵灵的小眼睛看了他一眼 直接低下了头 没有说话 灵性也不生气 虽说这小雪儿的亲生父亲 是杀害自己爷爷的凶手 但祸不及家人 这个道理他还是知道的 更何况 出生没多久 就被丢到了孤儿院 面对这般和自己一样艰苦的经历 灵性是无论如何 也讨厌不起来的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灵雪儿会是他的亲妹妹 就算没有爷爷的嘱托 灵性也会照顾好他 很快 灵性就带着灵雪儿 回到了落珠的酒店 打开套房的大门 换上拖鞋后 灵性打开了卧室的门 看到某个小懒猫 居然还睡在床上 无奈地摇了摇头 直接把洗得干干净净的小雪儿 塞进了被窝中 随后自己也躺了上去 正在熟睡的宁竹牙眼皮子 忽然动了动 被窝内的小手 抓住了什么软软的东西 他下意识地揽入了怀里 迷离糊糊地睁开眼 一双水灵灵 充斥着好奇的小眼睛 映入他的眼帘 宁竹牙看到 躺在床边的灵性明白了什么 打亮了一眼怀中 软萌软萌的小家伙 直接在他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轻声道 乖 睡吧 而从未被如此对待过的灵雪儿 感觉此刻无比的心安 暖暖的被窝 使他的眼皮子很快开始打架 没一会就睡着了 在孤儿院的日子并不好过 连好好睡个觉都是奢望 更别说时不时 还要被其他的小朋友捉弄 这一觉 或许灵雪儿自出生以来 睡得最安稳的一次 灵性则是在跟爸妈 商量了一下葬礼的事情后 这才放下手机 按照神兜的习俗 在人死后 必须在三至七天内下葬 十一月初 天气愈发寒冷了起来 吸进酒店内 外面正下着飘飘细雨 雨水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 发出轻微的响声 一早 灵性睁开眼 就看见一双好奇的小眼神盯着自己 不是灵雪儿还能是谁 懒猪 这个点才行 已经换好衣服的宁竹牙走了过来 伸手把软萌萌的小雪儿 抱在了怀里 然后坐到了梳妆台前 开始给她梳头 灵雪儿也没有抗拒 似乎十分亲近这个和善温柔的大姐姐 从床上坐起的灵性 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觉得好像还不错 随后她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空晚 疑惑道 媳妇 我的早饭呢 正在给小雪儿梳头发的宁竹牙 美好气到饿着 灵性 好吧 看来是有了新欢忘了就爱了 就连饭都不准备了 以前可都是为我吃的 没办法 灵性只好穿着睡衣 走到套房的厨房中 打开冰箱 里面东西都很齐全 调料基本都配齐了 该说不说 不愧是五星酒店 基本上跟在家里没什么区别 梳妆台前 灵竹牙手中 拿着三个不同颜色的 小蝴蝶截头绳 探向怀里的小雪儿 柔声道 喜欢哪个 灵雪儿眨着灵动的小眼睛 目光直勾勾地盯着 其中的粉色蝴蝶截头绳 她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好看的头绳 在孤儿院的时候 从来不会有人给她这些 头发长了就剪 仅此而已 灵竹牙注意到了她的目光 嘴角一勾 直接将粉色的蝴蝶截头绳 在她的头上绕了两圈 一个可爱的完美小马尾发型 就出现了 这发型搭配上奶白的小脸蛋 简直可爱的不要不要的 明竹牙忍不住 直接在她的小脸上 巴唧了一口 笑意吟吟道乖 叫声姐姐来听听 文言 灵雪儿乖巧地喊道姐姐 这时 一旁端着份炒鸡蛋 走出来的灵性撇嘴道 小雪儿 你还没叫我哥哥呢 久违地亲自下厨 房间内顿时弥漫起 浓郁的蛋香 灵雪儿的穷鼻嗅了嗅 蝉虫被勾引了出来 见状 灵主亚直接抱着她 站起身 朝着灵性的早饭走去 随后伸手抢了过来 对着她温柔道 乖 饿了就吃 不够再让你哥主 灵雪儿用力地点了点头 随后直接熟练地拿起筷子 开始消灭眼前的炒鸡蛋 灵性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又看了眼自己手中的刀叉 只觉得 世界是那么的现实 不给抱就算了 还抢自己吃的 似乎是察觉到了某人的不满 灵主亚停下 扭头瞥了眼灵性 淡淡道 怎么 你不服 还是说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文言 灵性连忙转变态度 陪笑道 怎么会呢 媳妇你这么关心小雪儿 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见状 已经将鸡蛋消灭了一半的灵雪儿 抬起头 天真纯洁地询问道 哥哥为什么怕姐姐 灵主亚重新坐下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笑道 因为这是女人的特权啊 不过她 只能被我一个人使唤 如果小雪儿想要的话 姐姐以后 教你怎么调教男人 好吧 灵雪儿文言 乖巧地点了点头 两只萌萌哒的眼中 充满了好奇和期待 灵性 大可不必 吃完早饭了 三人离开了酒店 坐上了飞往魔都的飞机 毕竟已经在云京 多待了好几天了 要是再不回去 葬礼上就来不及了 这几天 也让灵性的心中的悲痛 减缓了一些 但是一想到爷爷 这二十年的辛苦付出 心情就沉重起来 与此同时 华国的高层们 只要是空闲的 全部在这一刻飞往神兜 打算送别老人最后一程 灵正国这个名字 不管是在军营中 亦或是正解 都无疑是定海神针般的存在 这一点从其做镇神 都就可以看出来 与其说是传奇 不如用信仰来表达更为合适 今天 华国的数价战机 降灵神兜 吸引着大众的视线 媒体更是在第一时间 就采取报道 闻风而动 这可是最新型战机啊 上面坐着的 都是各地响当当的大人物 现在居然齐聚神斗 这是何等震撼的场景 而此时在林家大堂内 一幅棺材静静地摆在中央 上面放着鼠梅功勋奖章 最低都是二等功起步 因为身份的原因 身居要值得他们 只能提前过来 每人前来上了三炷香 不免有老爷子的熟人 此刻以泪洗面 大堂外 林国栋穿着一身黑衣 面露哀痛 张母这时从一旁走了过来 刚接完电话的他气愤道 这群白眼狼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爸的头期还没过呢 就想着分家铲了 一点脸皮都不要 林国栋摇头叹息道 没办法 谁让爸和向北 现在都不在了 他们要是不起 这个心思才怪呢 等明天小兴回来 看他怎么处理吧 是打还是跑 我们都时候支持就行了 要是不给这些人点教训 还真以为我们一家好欺负了 张母赞同地点了点头 心中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身为父母 他们对林姓本身的性格无比了解 别看平时在喜欢的人面前露出一副笑脸 但真到了这种时候 绝对不会有半点软弱 神都中央的安门 象征着华国无上地位的五星红旗 此刻下降了半旗 大部分人都不知晓其中的缘由 11月2日正午 一架飞机在神都机场降落 林姓走出机舱 迎着刺眼的阳光伸了个懒腰 呼出一口气 唉 终于回来了 后面 林姓牙牵着林雪儿紧随其后 小家伙的手中 此刻还有着一根大棒棒糖 正吃得津津有味 林姓也不懂 自己媳妇似乎很喜欢林雪儿 导致她现在的地位 都有些下降了 想到这里 她立马凑了过去 嘿嘿笑道老婆 亲一个 正在逗小雪儿的 林姓牙瞥了她一眼 随后轻声吐出一个字 滚 这时 一道突兀的声音 在林姓的身后响起 有些熟悉 看样子 你的小日子过得不错 居然还有心思在这里打情骂靠 神都机场内 林姓看着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面前的林天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随后又疏展开 对着她淡淡道 没想到你居然愿意来 我还以为你不会来呢 说着 林姓扭头对着抱着小雪儿的宁竹哑 说道 你带着小雪儿先回去吧 我等会就过去 宁竹哑点了点头 和她对试着 淡淡地说道 你最好不是又要跑 不然我真的会打断你的腿 说完 宁竹哑就抱着林雪儿先走一步 作为保镖的宁大 自然是跟了上去 林姓这才回头看来 聊聊吧 我正好有事情想要问你 正有此意 林天双手插都地点了点头 两人的对话之中 彭佛充满了火药味 就算是下一秒突然打起来 也不会有人觉得奇怪 兄弟两个就这么朝着机场的角落走去 林姓边走边问到爷爷的事情 你早就知道了 林天点头 语气轻挑道还好吧 也就比某人早知道几年 忽然 两人一口同声道 有时候还真是羡慕你 在这一刻 两人都并未因彼此的想法感到惊讶 作为哥哥的林天 从小锦衣玉食 但却渴望爷爷对弟弟的期望 希望那个肩负起凌驾的会是自己 而作为弟弟的灵性 则是期望正常生活 因此十分羡慕哥哥 又过了一会 两人已经走到了机场 无人问津的角落 他们的脚步同时停下 林天书斩了一下筋骨 揉着脖子 说到我调查过 这里是机场监控的死角 无论发生什么 都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 林姓明白了他的意思 同样挽起了自己的袖子 下一秒 两人同时挥拳 朝着对方打去 这一架将彻底打破 两人这么多年的恩怨 如同爷爷所期望的那样相处下去 于是乎 再过了一个小时后 林家四合院内 正打算出门的张母和宁竹亚 看着林姓和林天两人 鼻青脸肿地走进来 惊讶的亚麻呆住 你 你们这是干嘛去了 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 林天和林姓同时撇头道路上摔的 没什么事 见两人嘴硬 张母立马心疼地拉着林天往家里走 而宁竹亚 则先是将林姓拖往了一旁的小房间 你干嘛 啊 我 别打脸 我错了 真错了 林天听到这阵动静 下意识地缩了缩身体 不由地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 瞥了一眼 这个弟妹好像不是一般的暴躁 都这样了 居然还要动手 这一刻 林天竟有些庆幸自己 还没有找女朋友 女人这种生物实在是太可怕了 等到小屋门打开的时候 林竹亚面无表情地 拉着委屈的林姓走了出来 朝着李屋走去 正在给林天涂抹消肿药的张母 连忙招呼道 快点来上药 万一留什么疤痕就不好了 那么负责上药的 自然就是林竹亚了 只见她毫不留情地 将药撒在林姓的伤口上 后者立马痛得呲牙咧嘴 媳妇 你是不是想要谋杀亲夫 我这不是再给你上药吗 有没有可能 你手里这个是内服的 闭嘴 酒精曲折下 林姓总算是上好了药 至于林天 此事已经离开了 就当张母想要刨根问底的时候 一道小小的身影 从屋外小跑了进来 一头扑进了宁竹亚的怀里 姐姐 小雪儿抬起头 眨了眨灵动的小眼睛 今天小家伙穿的是一身粉色洛丽塔 看起来跟小公主一般无二 哎呀 你慢点 灵妇这时也从外面走了进来 宁竹亚把小雪儿抱了起来 笑意营营到怎么样 玩得开不开心 文言 林雪儿小脑袋用力地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看向了一旁的灵性 在她期待的目光下 林雪儿疑惑到小花猫 灵性 张母见到 这萌萌的小家伙 也乐得不行 笑呵呵道 我早就想要个女儿了 现在正好小雪弥补了这个空缺 果然还是女儿好啊 再次受到打击的林姓 所以 我就是个意外嘛 林国栋对此自然更加地喜欢 罕见地笑道 等这段时间忙完 就带着小雪去上户口本 也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了 到时候谁来带她 还是我们来吧 灵性碍于某人的眼神 铁嘴道 文言 张母点了点头 嗯 这样也好 我和你爸也没什么空来带孩子 在老人去世后 林家的家产 全部都需要人来打理 夫妇俩前阵子 就是一直在忙着事 根本抽不出空来 在简单地聊了聊后 就当灵性打算 去给爷爷上香时 灵父忽然道 小杏 你等一下 说着 在灵性疑惑的目光下 灵国栋从身上拿出一枚精致小巧 一看就造价不菲的戒指 解释道 这是我从你爷爷柜子里翻出来的 里面留了张小纸条 说是给你的 拿着以后跟小雅结婚用吧 文言 灵性疑惑接过 好奇地打亮了一眼手中的戒指 在其最中央的位置 镶嵌着一块椭圆形的小水晶 里面好像刻着字 滑 行 我知道了 灵性点了点头 将戒指收下后 朝着大唐的方向走去 宁竹雅低头 看着奶香奶香的小雪 宠溺地 从身上拿出一颗糖丝掉包装后 放入了他粉嘟嘟的小嘴中 好吃吗 嗯 张母在一旁看着 感叹道 还别说 小雪长大了 肯定跟小雅一样 都是美人胚子 11月3日 也就是老爷子准备下葬的日子 这一天清晨 林家的那些个远房亲戚 几乎要把门槛踩烂 明明是白事 每个人的脸上却带着喜意 真是恶心 林姓看着这一幕 心中要说没有不满 那肯定是骗人的 平时老爷子在的时候 就没见这些亲戚走过关系 现在老爷子一走 就全部涌了过来 想要分家产 哪有那么容易 随着一阵唢呐声开响 身上披着剑白衣的林姓上前一步 对着棺材恭恭敬敬地磕头 角落中 五六名老人看着这一幕 脸色肃目的同时 低声谈论道 郑国这家伙 倒是培养出来了一个好孙子 也不枉费他这么多年的努力 要震慑一下这些人吗 今天毕竟是郑国下葬的日子 我可不想 让一些事情恶心到他 嗯 不用了 这是人自家的事情 交给那小子吧 随着几名台官壮汉走上前 古朴又沉重的棺材 一下就被抬了起来 朝着院外抬去 由于是衣冠种 所以下葬的地方 离林家并不远 最多小半个小时的路程 宁竹亚昨天就已经祭拜完了老人 所以今天带着林选出去了 在当地的习俗 小孩子和年轻女人 最好不要接近这种白事 据说不吉利 但即便如此 宁竹亚还是牵着林选 在队伍的大后方远远地跟着 赶来的宁夫宁母也在一旁 送葬的队伍中 两名体型臃肿的中年女人对视了一眼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他们可是奔着林家的家产来的 但是所要家产 就需要一个借口 所以就动了 对葬礼捣乱的心思 这可能就是所谓的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闯进来 神兜的街道上 听到动静的行人 纷纷让开了路 站在道路的两侧静静地看着 某条小巷内 一行十人看着不远处走来的送葬队伍 正在低声商量着什么 准备好了吗 只要我们把葬礼搞乱 到时候 每人都可以分到五十万 你们都给老子上新点 放心吧大哥 粪水车我都准备好了 只要他们赶过来 我直接开车撞过去 反正也是意外 他们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这老东西送葬的阵势还挺大 那棺材 看着也不便宜 真是可惜了 要是把钱给咱们 都够我们搁几个 好好潇洒一阵了 很快 随着送葬的队伍愈发接近 就当瘦小男人准备去开车的时候 却被一道身影拦住了路 脸上还贴着创口贴的 灵天目光冰冷地看着这十人 压抑怒气地挑衅道 哟 听说你们要对我爷爷的葬礼 做些什么 所以我亲自来陪你们这群砸碎玩玩 文言 领头的大哥 哪能意识不到事情败露了 直接对着小弟命令道 给我上 五分钟内 把他给我解决掉 不要浪费时间 九名小弟面露不善地 齐齐看向灵天 揉了揉拳头 冷笑到小子 这可是 你自找的 接着 九人齐齐朝着灵天冲去 打算直接把这个不开眼的家伙打趴下 大概三分钟后 灵天淡定地 从裤包里 磨出一根烟点燃 至于那十名小混混 则是伤痕遍体地倒在地上哀嚎 旁边还有个因为用力过猛 被抽拦的纤细铁棍 吐出一口白烟后 灵天叼着烟 走到了领头的小混混面前蹲下 直接一把抓起他的头发 询问道 我只给你们一次机会 如果不想下半生都在床上度过的话 就乖乖回答我的问题 是谁出钱雇你们来的 文言 混混头子 颤颤巍巍巍地说出了一个名字 得到回答后 灵天点了点头 松开了这家伙 重新站起身 就当小混混以为逃过一劫的时候 一只脚毫不留情地 对着他的第三只腿踩下 煞时间 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剧痛 笼罩他的身体 痛哭流涕地惨叫了起来 哀嚎声回荡在寂静的小巷中 放心吧 及时治疗 说不定还能用 灵天将抽了一半的烟 随意地丢到了他的嘴中 随即转身离开了小巷 朝着远去的送葬队伍跟去 此时 送葬的队伍之中 作为指使者的赵美莲 见迟迟没有人出来捣乱 不禁暗骂道 一群混蛋 居然收钱不办事 这下害得他捣乱的计划泡汤了 原本还想借着这个事 对灵国洞一家施压的 现在只能想其他办法了 十数分钟后 队伍终于抵达了目的 这一片都被青山绿水环绕 土壤肥沃 绝对算得上是风水宝地 能在神都市区中 找到这样的地方 价格自然不菲 好在这片山头 都是属于灵家的 要是换做其他人 少说的千万以上 解决了 灵性看着身旁走来的灵天 询问道 嗯 灵天点了点头 目光看着已经下葬的棺材 周遭的几名壮汉正在填土 旁边还有块墓碑 他对着灵性询问道 你怎么知道 那个地方会有人捣乱 同样目视着下葬仪式的灵性 眼眸深邃地回道 很简单 只要你不高看身后 这些装模作样的人 自然就能猜到 他们想的是什么 爷爷在的时候 他们这些人一分钱都拿不到 还不敢有什么想法 现在爷爷死了 心思肯定会活络起来 看着吧 估计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文言 灵天的余光瞥了他一眼 随后语气平淡地说道 我的那份家产 你留着吧 你认真的 灵性压抑地扭头看向他 嗯 灵天点头到灵家养了我二十多年 光是恩情就已经还不轻了 我又怎么好意思 厚着脸皮来分家产 灵性认真回道你知道的 我们从来没想过 把你当外人 所以我才觉得亏欠 灵天苦笑一声 随着送葬仪式的结束 灵性和灵天作为直戏后辈 走到了墓碑前跪了下来 重重地磕了几个头 灵天觉得自己亏欠灵家 灵性又何尝不是 觉得自己亏欠爷爷太多 这些年只有灵天一个人在照顾着爷爷 反倒是灵性一家人 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 却过着心安理得的生活 两人同时齐升到爷爷 您一路走好 看到这幅场景 站在队伍后方的几名老人 也不禁潸然泪下 眼角泛着泪光 唉 人老了就是不行 一大把年纪了 居然还会流眼泪 谁说不是呢 郑国这家伙 竟然丢下我们几个老战友 一个人先走了 一轮东方升起的猎羊 浮现耀眼的身姿 阳光洒落下来 让一面插在墓碑前的五星红旗 迎风飘舞 一声辉 正午 灵家 在吃完精心准备的午饭后 大堂内此时 占满了灵家的各种远房亲戚 皆是笑意浓浓地 看着坐在主位的灵国栋 早已心怀鬼胎的赵美莲 终于忍耐不住了 笑呵呵地朝着灵国栋询问道 国栋啊 现在老爷子已经入土为安了 灵向北现在也不知去向 灵家的重担 全部落在了你这一家身上 咱们啊 身为亲戚 理应帮你分担一些压力 你看 这没人开头还好 这一有人开头 如同是打开了某种开关 在场的七大姑八大姨 全都忍不住了 纷纷开口说道 是啊是啊 老爷子去得太突然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帮你们分担一点 也是应该的 国栋啊 你看你侄子马上就要 去洛阳读大学了 现在就差个住的地方 你看咱家不是在洛阳有洞别墅 哎 对对 我女儿马上就要独有儿园了 人家要求必须在城里有套房子 你看能不能帮衬帮衬 毕竟大家都是一家人 原本还有些安静的氛围 在某些人的刻意引导下 瞬间乱做了一团 堪比外面那些菜市场 而此时喧闹的大堂内 强忍住怒气的林国栋 坐在主位上 沉生开口道 这件事 我也做不了主 老爷子死的时候 已经立过遗嘱了 林家的所有财产 都会交由我儿子灵性来分配 而且 老爷子才刚刚入土为安 你们这般着急 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瞧着林国栋眼中的冷意 愈加浓郁 这些个亲戚 似乎也意识到 自己的吃香有些难看 一个个都闭上了嘴巴 见状 最先开口的赵美莲 哪还忍得了 直接不满地嚷嚷道 全都给了你儿子 老爷子这也太过分了吧 那些可都是属于林家的财产 他有什么资格都分给你儿子 我们这些人这么多年来 为林家忙前忙后 最后还什么也捞不着 这不是在欺负人吗 家产都是你儿子的 你也说得出这种话 这最后一句话 成功将众人的情绪 再次调动了起来 他们以后的富贵 可就全看今天了 什么面子 不面子的 难道还能当钱花吗 就在局势 即将再一次混乱起来的时候 突兀的声音从屋外传来 紧接着 就是门被推开 林姓走了进来 什么事情啊 这么热闹 让我也听听呗 面露和善微笑的林姓 看着这些亲戚 在他的手中 还提着个鼓鼓的黑色塑料袋 见证主终于出现 赵美莲的同伙也忍不住了 直接道 林姓 你不过就是个后辈 这哪有你说话的份 我们今天就是想要讨个公道 我男人为林家付出那么多 难道不应该分点家产吗 而且我听说 你还有个女朋友 是魔都首付林家的大小姐吧 反正你也不缺这些 把林家的家产让给我们怎么了 听到这句话 林姓忍不住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看向出生的刻薄女人 冷声道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你家那位跟我们林家 都不知道隔了多少袋了 你男人为林家付出什么了 这话一出 或许是被说中了痛点 女人恼火道 我老公他天天在林家的企业里 尽职尽责 难道没有贡献吗 这句话瞬间暴露了 女人的脑水有多少 周围的其余亲戚见状 都下意识地远离了一些 目光中带着嫌弃 被人家积两句就忍不住了 真是个蠢货 看到这些人的态度 林姓直接摊牌了 只见他将手中的黑色塑料袋 里面东西倒了出来 属本房产证和土地归属证 等资产证明 从其中掉落了出来 随意地掉在了地上 仅仅是一瞬间 就将这些人的目光 给吸引住了 林姓从其中 拿出一个本子和笔 面向众人 淡淡地开口道 你们不是说 自己对林家的贡献 有多么大吗 今天我话就放这了 但凡是近十年内来 专程看过我爷爷他老人家的 一次我给一套房 要是这些房产不够 我林姓自己出钱凑 都给你们凑过来 看着这些人 蠢蠢欲动的眼神 林姓玩味地笑道 但你们可得想清楚了 事后我会挨个 去查去翻监控 如果让我知道 你们乱上报的话 这里每套房子 都至少价值百万 诈骗的话 应该够你们在牢里享受的了 这话一出 原本已经要忍耐不住的亲戚们 顿时脸色一变 他们又不是什么傻子 哪能不明白林姓的意思 是真的还好 如果乱说的话 这是要把自己等人 给告上法庭啊 一时之间 居然没有一个人 开口说话 目光闪躲 不敢去看地上 那些房产证 开玩笑 就老爷子那副 亲政廉洁的作风 他们这些关系户 躲都来不及 更别说专程来看望了 林姓看着这些人 一个个都没了话说 冷哼道 刚刚不是挺能吵的吗 怎么现在 一个个都没了声了 亲戚们全都沉默了 这句话 无疑是在打他们的脸 偏偏他们还不能反驳 这下就有人想着开溜了 故作惊讶道 哎呀 我突然忘了家里的煤气灶没关 你们慢慢聊 我就先回去了呀 哦对对对 我也突然想起来 我家的水龙头没关 就先走了哈 但就在他们推开门的时候 眼前的一幕 却吓了他们一跳 顿时不敢再有动作 只见院落之中 整齐地排列着 十几名手持枪械的警察 目光直勾勾地看着这边 林姓这时才故作刚想起来 报 哦对了 忘了告诉你们见识 因为我听说 有人想要在爷爷的葬礼上 搞破坏 所以专门联系了 这些正义的伙伴来看看 到底是谁想要居心不轨 很快 站在院落中的警察洞了 直接锁定了人群中的 好几道身影 上前拿出手铐 将他们全部抓了起来 而赵美莲就是其中之一 此刻更是大声地嚷嚷道 你们放开我 我又没犯罪 你们凭什么抓我 我要去法庭上告你们 这群人中 就数他的反应最大 只要不是傻子 都能看出来 这个人有问题 林姓也走了出来 笑眯眯地对着这位阿姨笑道 怎么会没有犯罪呢 试图破坏四大元首之一的葬礼 亵渎死者 已经严重涉及到了国家的底线 甚至可以给你安个通敌叛国的罪名 你说 你怎么会没有罪呢 闻言 赵美莲眼中露出畏惧 她只是想要分歇家产 哪考虑过这些事情 通敌叛国 那可是死罪啊 想到这里 赵美莲立马撒泼了起来 发怒道 好你个小崽子居然污蔑我 我可是你亲切 你居然想要杀我 你怎么这么很多啊 周围还在愣神的人闻言 也不禁用惧怕的目光 看向灵性 这个后背 心底发寒 这也太狠了 他们不过是想要分歇钱 这灵性居然下手这么狠了 这真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吗 很快 在众人胆寒的目光下 涉嫌扰乱送葬仪式的人 全部被警方带走 灵性看着这些所谓的亲戚 覆手而立 语气平淡地说道 现在饭你们也吃了 各位叔叔阿姨们慢走 我就不送你们了 说着 灵性转身走进了屋中 将门再次关上 剩下的这些个亲戚 只觉脸被人打得啪啪作响 好处没捞着就算了 还混了个一身骚 很快 这些乌合之众 就做鸟兽散 心中发誓 再也不敢对灵家的家产 有半点想法 屋内的主位上 灵国栋看着儿子的处理方式 最终还是叹了口气 无奈地说道 但凡他们等到老爷子头 欺过去再谈这些 看着情面上 都不至于落得个这种下场 灵性耸了耸肩 对待这些人就是要狠 争取一次 就让他们不敢再来冒犯 这时 早就在侧屋偷听的 宁主雅推开门 率先跑进来 一道小小的身影 穿着一袭粉色的公主裙 哥哥灵雪儿小跑过来 直接抱住了灵性的腿 经过几天的相处 这小家伙 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怕生了 虽然还有些孤儿院的阴影 但对比一开始的时候 已经是很不错的进步了 灵性笑呵呵地 把小公主给抱了起来 捏了捏她的粉红的腮帮 笑道 怎么样 有没有被哥哥刚刚的样子帅到 以后找男朋友 就得找哥哥这样的 闻言 灵雪儿疑惑不解地歪了歪头 随即好似听懂了一些 抓住了哥哥的脖子 乃声道 哥哥 我的 男朋友 乱交什么呢 冰主雅直接上前给了灵性一脚 将小雪儿给抢了回来 咪咚红夫妇 此时也走了进来 看着这一幕笑道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一家三口呢 小雪儿听不懂这些 直接把小脸埋在了姐姐香香软软的怀里 使劲的钻 看得一旁的灵性好不羡慕 可恶的小孩子特权 这可是我媳妇 我都还没这么亲密的抱过呢 灵国洞看向了亲家母笑道 打算什么时候回魔都 要不再神兜多玩几天吧 就当是放松放松 宁韵摇头笑道 下次吧 集团最近的事情有点多 估计得忙到年底才有空了 现在距离过年 还有两三个月 也很快了 两家人熟络的聊了一会后 宁东红夫妇就打算回魔都了 白家这些日子 对天幕集团的冲突不断 必须要有人回去坐镇才行 不然肯定要出什么乱子 而灵性则是想要再为爷爷守灵49天 至少趁着这段时间 把心情给平复下来 令人意外的是 宁竹雅也打算跟着父母 率先一步回魔都 这让灵性十分的惊讶 那个恨不得把自己 绑在身边的恶魔大小姐 现在居然舍得放手了 难不成 明天就要世界末日了 下午 临走时 宁竹雅帮着灵性 整理了一下她的衣服 然后凑上前 在其耳边轻声道 我这段时间不跟在你身边 你应该不会出去沾花惹草吧 灵性背后冷汗直流 表情僵硬地笑道 那当然了 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 最好是这样 宁竹雅的红唇 在灵性的侧脸上点了一下 柔声道后面的 就等你回魔都再继续吧 说完 宁竹雅牵着小雪儿的手 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 小家伙还在晃着自己的小手 乃声道 哥哥拜拜 灵性笑着挥了挥手 目视着车子离开 张母从一旁走了过来 轻声开口道 人家小雅多好的姑娘 可别辜负了人家 哎呀 我知道 灵性推着老妈回到了家中 这段时间除了守灵外 还有一堆事情 要等着她忙呢 比如说清点资产之类的 灵家的资产 虽然比不上宁家那样的富可敌国 但几个小目标的财产还是有的 只是其中绝大部分都是不动产 而灵天的那份家产 灵性还是单独给她留了出来 万一以后她用得上呢 与此同时 远在魔都的白家某栋别墅中 萧杰从别墅二楼走了下来 看着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的白君丸 淡淡开口道 灵家那位已经死了 事情都跟你说的一样 你们白家到底隐瞒了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 谁知道呢 白君丸笑着回头看了她一眼 眯眼道 与其想这些 不如多想想 接下来要怎么安排 萧杰走到了她的身旁坐下 分析道 就算灵家那位倒下了 但灵家的关系网依旧遍布全国 只要灵性一家 还在 就永远会对白家造成威胁 所以接下来 估计就是两家公平公正的开始较量了 用那些小手段 没有任何作用 听到她的分析 白君丸认同地点了点头 将桌上的一份文件递了过去 缓缓道 不能把目光局限于魔都 往往决定胜败的 都是一些不被人看中的细节 互联网行业这几年 正在迅速发展 不少国内的大势力 都已经开始进去布局了 说不定机会就在这里面 看着手中的资料 萧杰明白了她的意思 确实 当初的天目集团 在宁东红的带领下 仅靠着一款聊天软件 便成为了魔都首富 互联网的潜力确实很大 你是想要离开魔都 去外省借机发展 整整一月半的时间一晃而过 在首龄的49天后 灵性也要回魔 都参加大二的期末考了 在参加完期末考后 就等于迈出了进入社会的第一步 正式开始实习 在寒冷的冬季 神兜的气温 几乎无限接近于灵下 街上行人早已换上了厚厚的棉袄 坐等过年 神兜机场的入口 因为临近过年 所以人流量变得特别大 显得有些拥挤 在专机的登入口前 张慧娟拉住儿子的手 语众心长地说道 你小子要是不给我 考个全校第一的成绩的话 就等着过年回家挨揍吧 背着大包小包的灵性 嘴角一抽 我考不上第一 你要抽我 我考上第一了 宁儿媳妇更要抽我 一旁的灵妇 沉稳地笑道行了 赶紧上飞机吧 就算考得不好 家里养你一辈子 还是没问题的 反正咱现在也不怎么缺钱 灵性点了点头 对着二老微微攻身后 便转身朝着 登机口走去 扭头挥手道 那我走了 天气冷了 你二老可得多保重身体 目视着儿子离开了 夫妇俩对视了一眼 眼中都带着浓浓的笑意 他们倒也没什么舍不得的 反正距离过年 也就一个多月了 与此同时 我都的天花别墅区内 天气愈发地寒冷 在开着暖气的卧室内 明竹雅看着蜷缩在被窝里的小家伙 拍了拍她的小屁股 轻声道 乖 该起床吃早饭了 今天你哥哥要回来了 你不是早就想她了吗 闻言 躺在温暖被窝里的林雪儿 艰难地睁开眼 嘟嘴到姐姐抱 见状 宁竹雅毫无办法地 将她从床上抱了起来 开始给小家伙换衣服 给人一种慈爱的关怀 如果是不知道实情的人的话 可能会觉得 这位大小姐 简直就像是邻居家的大姐姐一样温柔 简单地洗漱一番后 吃过早餐的宁竹雅牵着林雪儿的手 坐上了前往公司的车 林幸早上出发 最起码也要晚上才会到 在这一个多月间 白家庞佛放弃了 针对天幕集团的打算 彻底安稳了下来 变得无比低调 整整大半天的时间 林雪儿都陪着姐姐在公司内渡过 一个人坐在电视前看着动画片 显得有些无聊 夜晚很快悄然降临 头顶的星空早已被挥舞笼罩 看不见任何的星光 朦胧的云层之上 一架自神斗而来的飞机 开始缓缓下降 伴随着狂风的呼啸声 朝着魔都机场降落而去 十分钟后 一道身影拖着行李箱 从机舱走下 魔都 小爷我又回来了 林幸生呼吸了一口气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实在是太多了 明明只过去了几个月的功夫 却彷彷过了几年那么久 就在此时寂静的黑夜中 一道小小的身影 从不远处小跑了过来 还伴随着熟悉的志音 哥哥 似是跑得太急 就在靠近林幸的时候 林雪儿的小脚 踩在了一块小石头上 身体就要朝后倾斜道去 见状 林幸赶忙放开 手中拉着的行李箱 反应迅速地上前 将小家伙抱了起来 轻声责怪道 跑慢点 万一摔着脸怎么办 到时候可就要毁容了 闻言 小雪儿嘟着嘴朝林幸的怀里 蹭了蹭 对于一见面就被教训 显得有些不高兴 此时 又是一道脚步声响起 接着就是穿着白色熊猫棉袄的 宁竹雅不急不缓地走了过来 焦好的面容 在这寒冷的气温下 显得更加雪白 哪怕穿着厚厚的羽绒服 依旧掩饰不住那绝顶的身材 林幸看着朝自己走来的宁竹雅 刚要伸出手去抱 就被对方一把拎住衣领闻了闻 随后 宁竹雅冷声道 你身上有女人的味道 看来你好像不怎么听话 听到这话 林幸虎躯一阵 连忙紧张地嗅了嗅自己身上的味道 接着疑惑到没有啊 看到她的反应 当然是逗你的 看看我这一个多月不在 某人是不是松懈了 林雪儿则是委屈地 从林幸的怀里挣脱出来 扑到了姐姐的温暖的怀里 委屈巴巴道哥哥凶我 闻言 宁竹雅这次是 真的冷眼看向了林幸 直接一把揪住了她的耳朵 轻哼一声 长本事了 学会欺负小孩子了是吧 你下一个要欺负的 应该就是我了吧 误会啊 媳妇 嘴上这么说着 林幸却是笑着抱住了宁竹雅的小蛮腰 往自己怀里靠 这么久没见 我媳妇身上还是这么香 有没有想老公我啊 林幸挑眉道 抱着小雪儿的宁竹雅 瞥了这家伙眼 没有阻止她的动作 又亲热了一会后 林幸一手托着行李箱 一手牵着媳妇冰冰凉凉的小手 朝着机场外面走去 小雪儿 这些天有没有听姐姐的话 哼 哎呀 你个小家伙 还闹起小脾气了 看我挠你痒痒 哥哥 大坏蛋 本书完 嗨 至高无上的作者 倾壳了两声 目光蔑视的 看向众位读者 威武霸气的开口道 第二卷入室 晚安 而等要是不点催更何打赏 必受因果报应 且有龙羊之好 普及一下资料吧 宁竹雅 21岁大二 我都第一才女 最新人物画像 已放评论区 如果没看到 虚重其软件 林幸 20岁大二 神都神童 画像在评论区 林雪儿 三岁 画像在评论区 作者君 画阿国颜值担当 世界级别的影响力 仅靠一张脸 就成为了九千亿少女的梦中情人 当之无愧的银河系第一帅笔 第二天早晨 一树内 窗外时不时传来风的呼啸声 寂静的卧室内 林雪儿光着脚丫子 坐在了林幸的身上 赏了她两个大尔巴子 而林幸则是因为 昨晚运动的太激烈 睡得特别沉 根本没有要醒过来的迹象 一旁 明珠雅已经起床 换上了一身长裙 看着小家伙有些暴躁的动作 走上前将她抱在了怀里 轻声道 乖 叫人起床 可不是这么叫的 她好歹也是你个 不能没有礼貌 文言 被抱在怀里的林雪儿 抬起头 小脑瓜子歪了歪 来声询问道 那要怎么叫 我想哥哥 陪我去玩 明珠雅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随即看向了 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林幸 脱掉刚穿好的鞋子 然后一脚朝着林幸的屁股 用力地踹了上去 阿妩 原本紧闭双目的林幸惊醒 瞪大眼睛 感受到屁股上传来火辣辣的疼痛感 发出哀痛的叫声 见状 小雪儿有些兴奋地拍着小手 高兴到醒了醒了 明珠雅这才将兴奋的小家伙 给放在了床上 任由她爬到了林幸的身上 哥哥陪我出去玩 小雪儿拉着林幸的衣领 不断地摇晃 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林幸 哪能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 脸上露出僵硬的笑容 将小雪儿给抱在了怀里 寻寻诱惑道 小雪儿乖 外面现在太冷了 我们在家里睡觉好不好 你看被窝里多暖化 文言 被林幸抱在怀里的林幸儿嘟着嘴 林眸瞬间被一层水雾覆盖 穷鼻微动 似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见到如此一幕 站在床边的凝竹哑面无表情地转身 走到自己的化妆台前 打起了台上那把锋利的剪刀 锋芒毕露的寒光映照在林幸的脸上 她咽了咽口水 连忙多了都怀里 要哭的小家伙 笑呵呵道 好 我们现在就出去玩 好吧 听到这话 林雪儿眨了眨动的小眼睛 懒伤到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 哥哥怎么会骗你呢 林幸的笑容僵硬 说着 林幸还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下一秒 林雪儿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伸出肉嘟嘟的小手抱住哥哥 亲密地蹭了蹭 放下剪刀 林朱雅伸手把小家伙 从林幸怀里抱了过来 走到化妆台前坐下 轻声道 赶紧起来吧 今天可是你休息的最后一天了 想到明天就是大二最后的考试了 林幸不免撇撇嘴 穿衣服的同时嘟囔道 这次要是抢了你第一 你不会揍我吧 林朱雅在给小家伙 戴上可爱的兔子头饰后 冷声道 不想跪剑盘的话 就把你的臭嘴给闭上 林雪儿闻言 也奶生奶气地学到闭上 林朱雅满意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凑上钱在小雪儿的奶香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笑道 真乖 林幸只好无奈认清自己的地位 在一番简单的洗漱过后 一家三口穿着厚厚的棉袄走出了家门 雪白的天空下 飘落无数金银的雪花 周围的建筑都被大雪所覆盖 时不时伴随着了冷冽的风声 穿着红棉袄的林雪儿 下意识地缩了缩身体 小脸被动得有些发红 感受到手中不断颤抖的冰冷小手 林幸低头无奈地笑道 早就跟你说过 外面很冷了 这下知道苦头了吧 随后 林幸伸出手将她给抱了起来 还不待她反应 背后又是伸进来一双清冷的小手 背后 穿着白色棉袄的宁竹雅 将手探进了林幸衣内 脸上露出了惬意的小表情 林幸对此也无奈了 她感觉自己 就是一个随身取暖器 不过 她又忽然望天感慨道 这段时间 还真是发生了好多事啊 闻言 宁竹雅想起了什么 双手环绕林幸的同时 柔声道 说起来好像忘了 跟你说了 欢迎回家 今天我可以破例 对你温柔一点 闻言 林幸的嘴角上扬 露出温馨的笑容 只觉世界是如此的美好 这就是现实啊 既残酷 却又因此而美丽 温柔的嗓音响起 我回来了 随后整整一天的时间 林幸和宁竹雅 带着玩心大气的小家伙 将魔读好玩的地方 全部都逛了个遍 游戏厅 展馆 婚纱店 一日 魔读大学的考试铃声响起 和月末考试不同 此时在考场之中 足足数位教师正在来回巡视 敏锐的目光不断地 在一位位考生的身上扫过 期末考试的成绩 可是会留在档案中的 关乎每个人的未来 所以不容许有任何作弊行为 足足一整天的时间 校内的气氛 都充满了十足的压抑感 考试足足持续到下午四五点 所有科目的考试才全部结束 学子们脸上洋溢着激动的笑容 走出了学校 为期三十天的寒假 能不激动和高兴吗 而作为学生会代表的宁竹雅和林幸 需要在学校内处理后续事情 忙到傍晚才堪堪结束 寒冷的雪夜之中 两道身影并肩走出了学校的大门 脚踩在雪地上发出沉闷的声音 到了大三 估计就没有像以前那样 出去玩的机会了 但愿以后还能经常见面吧 李良和秦熙拿着各自的行列 注视着飘落的雪花 感叹道 闻言 秦熙轻轻地嗡了一声 变得有些沉默 一旁的李良自然明白 他心里此时正在想什么 又想到以后的各奔东西 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安静的街边 李良忽然停住了脚步 站在原地 目视着秦熙 有些萧瑟孤单的背影 那一抹黑发随风飘荡 渴望而不可及 感受到不对劲 秦熙也停了下来 转身疑惑地看向李良 不解到怎么了 人一旦紧张起来 心脏的跳动速度就会加快 肾上腺素飙升 偶尔也会做出意想不到的举动 此时李良觉得自己 就是这样的状态 他面向秦熙 脸上带着前所未有的认真 和他之前吊锒铛的形象 完全不符 恍若是变了个人一般 我喜欢你 秦熙 李良最终还是说了出来 生怕被拒绝后成为遗憾 他又接着书说道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但是我知道 你喜欢是灵性 所以我一直不敢跟你表白 但我现在要是再不说出来的话 以后肯定没有机会了 所以我 文言 秦熙的脸上露出一抹恶然 没想到李良会说出这番话 随后歉意地摇头道 你知道的 我现在没有谈恋爱的心思 李良内心这一刻如坠冰枯 比凛冽的寒冬还要冰冷 但秦熙的下一句话 却让他如临暖春 所以 你能给我一段时间吗 寒假的第一天 金银的雪花从空中飘落地面 随后缓缓融化味水 暖和地卧室内 因为要跟着宁主亚去公司的缘故 所以灵性早早地就起来了 此时正打着哈欠 看着镜子中的那张帅脸 心中歪歪倒真不愧是我 怎么看都很完美 随后他转身走出卫生间 看着蜷缩在床上的一小团 走过去戳了戳小家伙熟睡的脸蛋 温声道 让我看看 是哪个小懒猪还没有起床 外床就是坏孩子了 暖洋洋的被窝内 林雪儿翻了个身 双眼紧闭的嘟囔道 就多睡五分钟 闻言 灵性坐在床边 挑眉看着没了动静的小雪儿 教育道 你每天早起五分钟 一年就能多出来三十个小时 去做你喜欢的事情 这些可比睡懒觉有意义多了 但下一秒小家伙的话 却让灵性的脸色一黑 可是 我喜欢的事情就是睡觉啊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直接伸出了罪恶的手 强行把这小机灵鬼 从床上给拉了起来 此时楼下 宁竹雅穿着优雅有度地 坐在餐桌前吃饭 时不时地将目光 瞥向手机里的最新新闻 做出思考的模样 白军晚居然去深城了 这倒是出乎了他的预料 但宁竹雅 很快就将白军晚的想法摸清楚了 互联网的潜力巨大 再加上 华国又是一个 正在快速发展中的国家 国外贸易之类的 更是不可或缺 现在的游戏行业也很发达 但几乎是深城的光美集团 一家独大 而且还跟漂亮国的财团有合作 更别说变明的外卖和电商行业了 全都潜藏着巨大的利润 虽然说天目集团的天目 APP聊天软件 火遍国内 但到底是持续性收入 并没有那些暴力的行业赚钱 如果真的让白家 吃到互联网的蛋糕的话 说不定还真有反超的可能 天目集团内 众员工目光艳羡地看着走进电梯的 宁竹雅和灵性 尤其是两人中间 还隔着一个蹦蹦跳跳的小奶包 哇 那个小家伙好可爱啊 简直是要猛死我了 则 那就是大小姐的男朋友吧 没想到 他们居然连小孩都有了 随着议论声不断响起 部门管理立马站起身呵斥的 都在瞎聊什么 还不赶紧干活 随着叮的一声 电梯很快抵达了顶层 宁竹雅牵着灵雪儿 朝着董事长办公室走去 姐姐这个小书包好沉啊 里面装了什么 灵雪儿懵懵哒地指着 自己身后背着的粉色小书包 疑惑到 宁竹雅拉开办公室的门 亲身回到 给你准备的小零食 等饿了再吃 办公室内 宁运正在订购游乐场的门票 很快 一道小小的身影 扑进了她的怀里 抬起头是一张卡哇伊的小脸蛋 灵雪儿在怀里蹭了蹭 抬头哪声哪气到 一一早上好 闻言 宁母的眼中出现一抹宠溺 放下手机 把小家伙抱到了腿上坐下 笑迎道 岛上好啊 小雪儿 对于这个小家伙 宁母是打心底里的喜欢 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亏欠女儿吧 所以现在 将那份情感 转移到了灵雪儿的身上 咦咦咦 我们等会去哪里玩 当然是你最喜欢的游乐场啊 想不想去 想 在将小包袱甩掉后 宁竹雅拉着灵性 悄然走了出去 朝着副总经理的办公室走去 现在的她 已经从部门经理 升到副总经理了 宁母已经交代过了 只要一毕业 就会马上把集团交给两人 很快 副总经理办公室内 宁竹雅有些迫不及待的 将门反锁上 随后将灵性逼到了墙角 嘴角扬起笑道 接下来就是 久违的二人独处时间了 老公你想要做些什么 就趁现在吧 你还真是着急 灵性嘟囔了一句 身体却诚实地动了起来 两人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亲热了 更何况 他们现在还是在热练期 只是平常有小雪在 所以很不方便 片刻后 被反锁的办公室内 出现了雪白的光景 衣衫随意地滑落在地上 时不时传出闷哼的声音 潮红的脸色裸露而出的 羞长玉腿 无意不适 在说明此刻正在发生什么 好在这间办公室 是经过特殊隔音的 所以 里面的动静 没有任何人知晓 是只属于他们两人 彼此的小秘密 时间足足过去了两个小时 办公室内的动静 这才停息了一些 饶是强悍如灵性 此刻又有些疲倦地 躺在沙发上 看着依旧精神满满的 宁竹哑正在穿衣服 佩服道 我现在算是明白 那句老话了 只有累死的牛 没有更坏的他 闻言 灵竹哑白了他一眼 与其不屑一顾地 对着灵性回道 那只能说明你不行 他区区两个小时 就累成这样了 啥 不行 听到这话 灵性坐起身 一把将刚穿上 内衣的宁竹哑 拉到了自己怀里 再次粗鲁地解开钮扣 不爽道 不行 那我今天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真男人 说着 灵性再次将宁竹哑 扑在了身下 又过去了一个小时 不行了不行了 灵性举手投降 开始麻利地穿衣服 但宁竹哑倒是 对此满意了一些 直接用手 挑起灵性的下巴 脸上充满微笑道 男人 你今天的表现还不错 下次继续努力 说完 宁竹哑俯身 在其嘴唇上亲了一口 临别时还挑逗地舔了一下 要不是灵性此刻已经筋疲力尽了 否则肯定要在大战三百回合 别躺着了 赶紧起来给我干活 刚刚可不是白讲力你的 灵性撇了撇嘴 切 分明是你自己太机 还没等灵性把话说完 原本已经走出两步的宁竹哑 瞬间一个转身 直接一脚 将刚坐起来的 她踩在了脚下 宁竹哑眼神辟腻地斜视着灵性 语气淡然地开口道 太什么 直到此刻 灵性才回忆起了 被面前的女人支配的恐惧 善笑道 没 没啥 我开玩笑来着 老婆你刚刚累坏了吧 要不我给你捏捏腿揉揉肩 嗯哼 半月的时间眨眼就过去了 家家户户的门前 都挂着红彤彤的大灯笼 一片喜庆之色 窝堵的雪下的也更大了 路边都堆积着厚厚的雪层 汽车难以通行 此时 宁家别墅外 一道穿着红棉袄的小小身影 坐在雪堆之中 被动的发红的小手 不断地揉搓着什么 林雪儿专注地进行着手中的动作 没一会 一个奇形怪状的雪人出炉 大功告成后 小家伙高兴地跑到院中 正在铲雪的哥哥身前 高抬手中的小雪人 兴奋到哥哥 你快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雪人 文言 正在铲雪的林姓停下了手里的动作 看着小雪儿手里缺胳膊少腿的雪人 笑呵呵地蹲下身夸赞道 真好看 不愧我们家的小公主 太厉害了 林姓说着 将小家伙抱起 朝着别墅中走去 鞋子踩在雪层上 发出闷闷的声音 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别墅的客厅中 正在嗑瓜子的张母 看到小脸被动得红彤彤的林雪儿 立马哀压一声 赶忙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怎么动成这个样子了 张母走过去 小雪儿则是炫耀般地 拿出自己精心制作的小雪人 笑道妈妈 你快看我做的小雪人 张母心疼地将小家伙 抱在自己怀里暖了暖 随后瞪了一眼林姓 走到沙发上坐下 对此 林姓只得摸了摸鼻子 感觉自己好像失宠了 看到客厅没有自己容身的空间 她迈步朝着二楼走去 准备去叫某个懒猪起床 没一会 林姓小心翼翼地 推开了卧室的房门 看着依旧蜷缩在被窝中 熟睡的宁竹雅 悄悄地走了进去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今天应该是她那个来的时候 可得小心一点伺候 免得上来 就给自己一套组合拳 媳妇该起床了 林姓轻轻地 推了推宁竹雅的后背 但过了一会 她依旧没有什么反应 林姓无奈 只好拿过放在床边的衣服 开始当起了男保姆 给女主人换衣服 林竹雅很快 被这动静弄醒 美眸迷人地看了林姓一眼 随后抬起双臂 轻声道报 闻言 林姓目光宠溺地 把刚睡醒的小野猫给抱了起来 然后朝着卫生间走去 今天可是过年的日子 所以林姓早早就让自己爸妈来摩都了 反正他们一家 现在也没什么处得来的亲戚 干脆就直接来摩都过年了 正好两家人一起聚一聚 这样也能热闹一点 团圆饭 压碎钱 报客 到了夜晚 一家人坐在别墅院中 漆黑的夜空时不时地响起一阵轰鸣 紧接着就是五颜六色的烟花爆开 绽放出虚余的美好 林姓手把手地浇着小雪儿 点燃了烟花 随后迅速地抱着它 撤到了一边 随着影线不断地点燃 一道火光冲天而起 随后 宽若雷鸣般的巨大声音 在头顶响起 一道绚烂的烟花炸裂开来 哇 好漂亮的烟花啊 第一次放烟花的林雪儿 看着这一幕 灵动的小眼眸中 满是激动和兴奋 这是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以前在孤儿院 在别人放烟花的时候 她就只能孤零零地 坐在阴暗的角落里 用羡慕的眼神去注视 忽然 林姓只觉自己的脖子 被一双温暖的小手环绕 接着 就被小家伙巴唧了一口 在脸上流下了口水印 只听林雪儿开心地在耳边 买声喊道 最喜欢哥哥了 虽然烟花炸裂的声音 震耳欲聋 但林姓还是听清楚了这句话 笑着在小奶包的脸蛋上 亲了一口 温和地笑道 哥哥也喜欢雪儿啊 一旁 眼睁睁看着林姓 被小家伙偷袭得凝竹哑 心里的战友欲顿时作祟 就像是自己最喜欢的玩具 被别人抢走了一样 她的目光顿时变得有些不善 死死地盯着某人的背影 最近对这家伙太放松了 果然还是应该严加管教的 正抱着小家伙看烟花的灵性 忽然打了个冷战 后背冒出冷汗 疑惑地扫了眼四周 奇怪了 怎么刚刚有种 被什么可怕的东西 给盯上的感觉 而此时的她殊不知 大年的第一晚 就要在贵剑盘中度过 可谓是悲惨至极 一场烟花很快结束 接着便是首夜 接下来的几天 林家宅子都热闹得很 时不时传出小家伙 和一家人高兴的笑声 平平淡淡的一年又过去了 每个人又长了一岁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 注定会有人死去 也会有无数新的生命诞生 无论距离有多远 工作有多么的繁忙 到了过年的时候 就应该卸下身上的重担 享受这虚余的美好 纵使远隔万里 亦亡矣 与此同时 我独军区 龙军长看着面前 带着阳刚之气的临天 副手而立 满意地点了点头 称赞道 嗯 不错 看来林老当初是低估你了 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秀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不留你了 以后天高任鸟飞 你且去吧 但是你要记住 你的爷爷是林振国 可不要丢了他的脸面 文言 林天沉默地点了点头 在对着这位热心肠的叔叔 拘了一躬后 搭上自己的行李 坐上了离开军区的车 至于接下来的目的地 说实话 林天心中也是一片茫然 不知道后面该去哪里 华国之大 竟无一处他留恋的地方 最终 他还是决定 回自己的老家 祭拜一番父母 毕竟 也已经好多年没回去了 年后 章母和林妇返回了神东 在离开的时候 林兴还劝着搬到魔都来 这样两家人也好照应一下 但却被二老拒绝了 他们接下来打算好好地享受 享受老年退休生活 魔都这个环境明显不适合 新的一年到来 林雪儿也该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了 在前往幼儿园的时候 小家伙一脸自信地说道 不就是幼儿园吗 偶一点都不怕 谁哭谁就是大笨蛋 去幼儿园的路上 林兴将小雪儿抱在怀里坐下 见她毫不担心的样子 不宜吓唬 小雪啊 上学可是很可怕的哦 到时候 哥哥可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 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正在把玩新书包的林雪儿文言 小脸自信地笑道 不就是幼儿园吗 偶一点都不怕 坐在另一边的宁竹亚 则是直接抬手在林姓的脑门上拍了一下 冷冰冰地教训道 别人都是恨不得孩子不怕上学 你反着来试吧 是不是皮痒痒了 被教训的林姓丝毫不敢顶嘴 没办法 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宁竹亚似乎变得比以前还要暴力了 明明从神兜回来之后 好不容易温柔了一些 唉 看到这一幕 林雪儿的小脑筋动了动 好似是想到了什么 忽然笑哈哈道 哥哥是窝囊废 动画片里的小鸡仔也是这样的 听到这新称呼 林姓的脑门冒出几条黑线 捏了捏小家伙软软糯糯的脸蛋 教育道 以后不准再看动画片了 都学坏了 文言 林雪儿眨了眨眼 露出了无辜的小眼神 肚嘴道 可是我又没有说错 林姓 孩子大了 不好管了呀 明主哑倒是嘴角扬起 把小家伙抱到了自己怀里 轻抚他的小脑袋 赞同道没错 你哥哥就是窝囊废 幼儿园是宁母亲自给这个小女儿选的 是魔都的一所妇人幼儿园 无论是教育和管理 都是一等一的顶尖 要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 这句话可不是只是说说而已 每年光是学费就高达几十万 这价格可谓是十分害人了 要知道 一般家庭幼儿园每学期的学费 最多也就几千块钱 可能还没有 很快 车子停在了一所中式装修风格的幼儿园前 因为刚过完年的关系 所以有不少人家长来带孩子报名 光是从规模来看 已经堪比一些顶尖小学了 优质草坪什么的 更是一应俱全 在校门处询问了一下教室的所在后 林姓和宁竹雅 牵着小雪朝教学楼走去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一家三口呢 还未走进教室 林姓便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哭喊声 十分嘈杂 她又低头看了眼自己家这个 脸色好像没啥变化 小班的教室中 一名戴着红色眼镜的年轻女老师 正在有条不紊地安抚着小朋友们的情绪 林姓一眼望去 教室内坐着十几名 正在嚎啕大哭的小朋友 不知道的 还以为经历了什么生离死别 正在安抚孩子们的王老师 见林姓三口子走了进来 立马笑着迎了上去 道 你们是林雪儿的家长吧 林姓点了点头 拍了拍怀里的小雪儿 叫道 小雪 快叫王老师好 王老师好 林雪儿声音软糯糯的 王老师见到这么乖巧的小家伙 自然高兴 哪位老师不希望自己的学生听话一点呢 如果每个都跟混世魔王一样 他估计 明天就要上交辞职信了 很快 在简单的一番交流后 林姓和宁竹雅 转身走出了教室 只剩下林雪儿坐在自己位置的小板凳上 他小眼睛好奇地看着周围都在哭的小朋友 看着他们痛哭流涕的模样 又扭头看了看走廊外愈行愈远的哥哥和姐姐 他的小眼睛忽然被一层水雾所笼罩 紧接着 原本还跟乖巧的林雪儿 也跟着坐在位置上哭了起来 哭声令人心疼 晶莹的泪珠哗啦啦地从奶白的脸颊上滑落 原本确实是不会哭的 但是受到环境的影响 下意识地就觉得心里有些委屈 走廊外 已经走出一段距离的宁竹牙指住脚步 犹豫到 要不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吧 他现在肯定哭了 林幸赶忙拉住了他的小手 眼中透露出无奈到他 总要自己面对的 你总不能一直宠着他吧 说着 林幸就拉着面色担忧的宁竹牙 走出了幼儿园 驱车朝着公司驶去 当然 林幸自然不会毫无准备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他也不会去赌 所以 早早地就安排了两对保镖 轮流在幼儿园门口守着 以及一对保镖混进幼儿园中 贴身保护小雪的安全 其实林幸最主要的 还是怕林雪的性格 在有了孤儿院的那段经历后 要说不产生一点自卑的情绪 那是不可能的 只是因为一直跟自己等人在一起 所以才没有展现出来罢了 这一点林幸比谁都清楚 想要解决自卑的问题 别人是帮不了什么的 只能他自己解决 天目集团 副总经理办公室内 重新恢复工作状态的宁竹牙和林幸 坐在一张家常版的办公桌前 稀奇的是 宁母和宁父此时也在 宁东红皱没将手中的报纸 放在办公桌上 沉声道 国家今年就要开始实行 禁止垄断的政策 这对互联网来说 绝对是一个大打击 这政策无异于是在 针对那些独吞大蛋糕的人 想让他们把吃下去的力给吐出来 这根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是同一个道理 但这消息来得有些太突然了 就算是天目集团也收到了罚单 被下令要求整改 虽然罚款的费用不算什么 但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场涉及整个互联网的整改风波 领母点了点头 往下接话道 虽然这个整改 对我们天目集团的影响不大 但对于外卖游戏 电商等行业 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 天目的主要功能就是聊天 就算国内的其他人 现在来做同类型软件 也只会是小打小闹 不可能对天目集团造成威胁 看着手中的新闻 哪怕是灵性都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 缓缓道 所以要是有人趁着这个机会 进军互联网的话 无疑是最佳时机 比如说底蕴身后的白家 宁东宏点头道没错 白家现在已经开始在深城布局了 估计很快就会有动作 明主哑战起身 美眸之中有过一闪而逝的金光 随意地捏了捏灵性的脸 思索后道 那我们也照做不就行了 正好将业务扩展一下 放学时间 车子几乎站满了街道 家长带着孩子走出了幼儿园 小门口 忙完工作的灵性抱着怀里 还在哭唧唧的小奶包走了出来 看着小雪儿 紧紧抓住自己的衣领 不肯松开 好笑道 某个小朋友早上不是说 不怕上学吗 这才第一天就受不了了 闻言 本来就伤心的灵雪儿小眼睛 很快被水雾笼罩 眼泪再次落下 一旁 见到这一幕的宁珠雅 没好气地给了灵性一巴掌 把小雪人抢过来抱在怀里后 冷哼道 我看 某人今天也想要体验 哭是什么感觉了 多大的人了 还弄哭小孩子 这话更是让灵雪儿 扑到宁珠雅的怀里 哭了起来 呜呜姐姐 哥哥欺负我 看着庞佛受尽了委屈的小雪儿 宁珠雅狠狠地瞪为一眼 心里有些发毛的灵性 随后拍了拍小家伙的背 轻声安慰道 乖 等回家了 姐姐帮你好好收拾这个混蛋哥哥 我们把他当马骑 好吧 正在嚎啕大哭地 灵雪儿点了点小脑袋 心中的委屈消散了一些 一个进的王姐姐的怀里钻 身旁的灵性 尴尬地挠了挠头 自觉地拉开车门 坐到了驾驶位上 同时 一条汇报信息 也准时发送到了他的手机上 是在幼儿园内 负责保护小雪儿的保镖发来的 上面都是灵雪儿 今天一天在幼儿园的状态的 事无巨细地全部汇报了过来 总结就是两点 正如灵性所想的那样 孤儿园的那段经历 对小雪儿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在其他小朋友 都完成一堆的时候 就小雪儿一个人坐在教室里 整整一天都是这么过来的 就连老师都无能为力 王老师实在是想不通 这个年纪的小孩 居然还有不想玩的 和那些正常小朋友的对比之下 灵雪儿就显得有些怪胎了 回家的途中 灵性看了一眼后 视镜内已经停止哭泣的灵雪儿 此刻小家伙 正在躺在姐姐的怀里看手机 于是她出声询问道 小雪儿 今天在幼儿园里 交了多少个朋友 此话一出 车内的气氛瞬间静了下来 下一秒 灵雪儿的眼角 再次出现了晶莹的泪光 现状 趁着等红绿灯的功夫 宁竹雅 直接拿起一旁的棕色小熊玩偶 朝着灵性的头砸了过去 冷声道 我看你真的是活腻了 把我的花荡耳旁风饰吧 等会回家 自己去院子里跪榴莲吧 灵性 要不要这么狠 她也是为了孩子好啊 怎么突然就要跪上榴莲了 那玩意 可比跪剑盘难受多了 最终 为了哄小家伙高兴 灵性不得已带她去逛夜市 才看看把闹小情绪的小雪儿给哄好 但家里还有个大的要哄呢 于是乎 夜里 宁家的主卧室之中 今晚上灵雪儿 跟着宁母他们去睡了 所以 接下来是难得的二人时间 刚洗完澡的宁竹 哑光着脚坐在床边 雪白的大腿 让人遐想连偏 更别说那透露出来的肉色 一看就是只穿着一件衬衣就出来了 而在她面前 灵性委屈地 跪在半边榴莲上 双脚此时都在发抖 但又不敢偷懒 只能用可怜兮兮的目光 看向宁竹雅 宁竹雅 却是直接抬脚踩在了灵性的脸上 双手撑床当作支撑 语气平淡道 那么开始吧 久违地调教调教你 灵性伸手将脸上的 还带着水珠粉白小脚给扒拉开 抬头面露委屈道 媳妇你听我解释啊 我又不是故意惹小雪儿哭的 要不你给个机会 稍微淑女一点 文言 宁竹雅的脸蛋上 多了几分冷意 嘴角上扬 你的意思是说 我不够淑女了 行啊 灵性 现在都敢变着花样地骂我了 狗胆子见长啊 吃雄心抱子胆了 话刚说完 宁竹雅直接拿过 放在一旁的小皮鞭 力道不轻不重地 落在了灵性的身上 皮鞭子的抽打声 在卧室响起 灵性配合地大叫了一声 哎哟 痛痛痛 媳妇你轻点 宁竹雅伸手揪住她的耳朵 眼中泛出寒芒 不想多受苦的话 就给我把嘴巴闭上 我肯关念 你现在应该感到高兴 知道吗 哦 灵性撇嘴 高兴你个大头鬼 有本事 你让我抽一下试试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 瞬间占据了灵性的脑子 她眼睛忽然金光一闪 觉得一顿打换来翻身当主人 这笔交易好像很值啊 反正自己 也不是第一次被打 要不要身份互换一下呢 一想到这里 灵性的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下一秒就直接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再继续跪在榴帘上 金天哥必须要做一回真男人 一展雄风 见灵性在没有自己允许的情况下站了起来 翘腿坐在床边的宁竹雅柳眉皱在了一起 觉得自己的地位好像被挑衅了 鞭子的呼啸声再次响起 就在快要落到灵性身上的时候 却被她单手死死地握住 灵性语气变化 以一副高冷的姿态 低头看着有些愣神的宁竹雅 薄唇清起 女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你 宁竹雅刚想要开口说话 却见灵性这时拽住鞭子的手一用力 强行将宁竹雅搂在了怀里 扔掉鞭子后 用手挑起洁白的下巴 迷人地笑道 女人 跟我亲一个 说着 细经上头的灵性做事就要稳下去 同时心中暗自得意 嘿嘿嘿 不愧是我 轻轻松松就将这个女人给拿捏了 时代变了 翻身做主人的时候到了 但下一秒 就当灵性以为拿捏住的时候 宁竹雅脸色彻底冰冷 小腿猛地向上一顶 哦 灵性的眼睛瞬间瞪大 连忙松开了 搂住宁竹雅的腰 满脸痛苦地捂住了裆部 不断地在地上翻滚 我你 你也太狠了吧 万一踢坏了 我看你以后用什么 凄惨的嚎叫声在别墅内回荡 打怕是别墅外 都能听见一些动静 很下心的宁竹雅 直接拖着原地打滚的灵性 朝着卫生间走去 声音冷漠地 让人心底颤抖 看来是我错了 你需要的不是调教 而是彻底改造 放心吧 今晚上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第二天清晨 一滴晶莹的朝露 从绿叶上滑落 掉在地上 化作更加细小的水珠建设开来 饭桌上 晃悠着小短腿的灵雪儿 好奇地看着 变成了大熊猫的哥哥 疑惑道 哥哥你怎么变成大熊猫了 是去做变种手术了吗 变种手术 是小家伙昨晚在电视上看到的 宁母还专门讲解了一下 所以记忆犹新 左眼乌青的灵性 嘴角抽了抽 下意识地瞥了一眼 坐在身旁温文尔雅的媳妇 随后善笑道 这是化的妆 什么变性手术 别乱说 闻言 小家伙的脑筋转得飞快 又歪了歪头小脑袋 好奇道 一说只有女孩子才需要化妆 如果是男孩子的话 那就是娘娘腔 哥哥是娘娘腔吗 林姓 现在的小孩学习能力 都这么强了吗 连娘娘腔这种词都知道 也太难应付了 在吃完饭后 英竹雅率先去了公司 而林姓则是抱着小家伙去上学 两人都已经商量好了 只要等小家伙幼儿园稳定下来 就会动身前往深城 到时候林雪儿就交给宁母了 幼儿园门口 林姓蹲下身 对着背着粉色小书包的林雪儿 嘱咐道 进了幼儿园 要多和其他小朋友相处 打怕只有一个也好 知道吗 闻言 林雪儿点头的同时 闷闷不乐地说道 大哥哥你有几个朋友 我 听到这话 林姓骄傲地扬起了头 朋友这玩意 我足足有两个之多 闻言 林雪儿嘟嘴说了一句 好蠢的样子 随后独自朝着幼儿园内走去 林姓在注视着她 进入教学楼后 这才转身上了车 驱车朝着魔都警局驶去 雪儿父亲的事情 也该有个结果了 因为林向北是神兜人的关系 所以会由西京转交到神兜监狱 而林姓特意拖了些关系 在转监狱的途中 让林向北专门在魔都停留一天 二十分钟后 魔都警局门口 身为局长的陈伟 听说林姓要来 更是亲自出来迎接 就算林家那位现在不在了 但影响力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会更上一层楼 让人不敢得罪 毕竟另外那三位 可都是林老的至交好友 要说不照顾林姓 这个后辈的话 打死都不信 将车子停在警局门口后 林姓推开车门走了下来 见陈伟走来 脸上立马露出谦卑的笑容 笑道 陈局长 好久不见 您看起来 身子骨还是这么硬朗 闻言 穿着警服的陈伟 哈哈笑着摆了摆手 唉 老了老了 哪有那么年轻人的身子骨 硬朗啊 你是来看望林象北的吧 都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你跟我来吧 那就麻烦陈局长了 接着 林姓便跟在陈伟的身后 静直地朝着关押室走去 此时关押室内 已经听说了林姓 要见自己的林象 被落魄地坐在椅子上 四肢戴着手铐 这些日子的精力 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让他整个人都憔悴了许多 明明才堪堪四十岁的年纪 却如同垂暮之年的老者 这时 关押室的大铁门 发出吱压一声 紧接着就是林姓独自走了进来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随后 林姓走到隔离窗的椅子前坐下 脸色不受控制地冷了下来 淡淡的好久不见 二伯 林象北微微抬起眼帘 面色毫无变化地低难道 你找我想干什么 给你爷爷报仇吗 我要是想给爷爷报仇的话 你早就死在来的路上了 林姓脸色平静如水 她淡淡说道 你的女儿林月 现在应该叫林雪儿 已经被我家收养 现在正在魔度上幼儿园 听到这句话 低着头的林象北眼中产生涟漪 随后又平静下来 所以呢 要我感谢你吗 看到她的样子 林姓继续往下说道 你专门把你的亲生女儿 送到了孤儿院 还给了一大笔钱 保证不会饿死 为了混淆视听 专门收养了一个孤女 这样一来 就算你的事情 哪天败露的话 也不会牵扯到你女儿的身上 对吗 林象北低头沉默 因为一些事情 我很快就要去深城了 那些保镖到底是外人 难保不会出现什么意外 所以我很不放心 我的意思你应该明白吧 林姓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林象北 后者终于抬起了 一直低着的头 入眼是一副 拉里拉他的脸庞 满是落腮胡 嘴角苦涩地说道 难道你还指望我这个杀人犯 去保护那孩子吗 别犯傻了 林姓点头 你是杀人犯这点 确实无法改变 我心里要说不恨你 那肯定是假的 紧接着 林姓的眼睛认真了一些 缓缓道 我从爷爷留下的信息中 知道一些原因 在长达几十年的蛊惑下 就算是我也不敢保证 一定不会出问题 那个时候的林象北 才多少岁 等于在他正热血沸腾的年纪 就已经在无形之中 受到了这些影响 因为当时的林象北 是当之无愧的 林家未来接班人 为什么呢 这自然是外人的看法 毕竟家族继承人 自然是有能者居知 而林象北在政界的 才能远超他的哥哥 话虽如此 但杀了人就是杀了人 打怕爷爷是自己求死 事实依旧不会改变 没人知道 此时关押室内 正在进行的谈话 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 林姓才从其中走了出来 没办法 家里那位催得紧 要是在聊一会 估计就直接拿着鞭子 杀过来了 而陈伟在林姓的谈话结束后 直接通知了专门 看守林象北的特警队 离开了摩都 毕竟这也是个烫手山芋 万一林象北 要是在摩都的地界 逃掉 或出什么意外的话 他这个警局局长 绝对逃不了责任 午休时间 天目集团的副总经理 办公室内 已经完成工作的林姓 双手撑在下巴 傻傻地看着 正在修剪手指甲的宁竹牙 后者头也不抬地说道 虽然我对你盯着我 这件事并不介意 但你现在的样子 很像的色狼 色狼就色狼 男人要是不色的话 女人把自己打扮得那么漂亮 不就没有意义了吗 林姓理直气壮地回道 修剪好指甲后 林竹牙起身 走到卫生间洗了洗 随后走到林姓的身后 后者张开了怀抱 随后 林竹牙直接躺在了林姓的怀里 闻着他身上的荷尔蒙味的同时 困乏地低声道 忽然觉得有些对不住你 做着不喜欢的工作 闻言 林姓的眼神讶异 没想到强势的媳妇 也会说出这番话 抬手轻轻地抚摸着宁竹牙的柔顺的长发 嗓音温柔地轻笑道 没事 反正女人都是我的了 做点不喜欢的事情也没什么 把我当的下人使唤也没问题 宁竹牙点点头 我就是这么做的 林姓 我就是客气一下 你心里居然真的把我当下人使唤 就在氛围祥和的时候 一通电话将这瓶颈打破 喂 是林雪儿的家长吗 她刚刚和别的小朋友打起来了 现在对方的家长正在闹 你们赶紧过来一下吧 小雪儿在幼儿园打架了 听闻这消息的宁竹牙眼中 立马闪烁出寒芒 从林姓的怀里站了起来 直接拿起车钥匙 就朝办公室外走去 林姓心疼的同时 赶忙跟了上去 小雪儿的性格 两人都无比清楚 属于是那种蚂蚁都舍不得踩的性格 居然会跟别人打架 这就让人有些难以想象了 幼儿园的教师办公室内 一名长相尖嘴猴腮的中年妇女 正在大吵大闹 周围的一众老师 被骂得不敢抬头 这个女人的丈夫是魔独有名的富豪 而且还是幼儿园的股东 根本不是他们这些老师 能够招惹得起的 你们这当的什么老师啊 居然让我家晨晨 被这么个小孽种打了 还把脸给抓伤了 你们赔得起吗 角落里 穿着花色小裙子的林雪儿 正红着眼睛站在那 眼眶之中泪水流转 似是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在刻薄女人的身旁 还站着跟林雪儿 差不多大的小男孩 脸上贴着两片创口贴 正在嚎啕大哭 女人瞪了一眼自己的儿子 大声呵斥到哭哭哭 就知道哭 你一个男的 居然还打不过一个女的 还嫌不过丢人骂你 竟然还有脸哭 作为班主任的王老师 也在这时陪笑道 这位家主 你先别生气了 这件事 肯定是林雪儿做的不对 我已经叫他的家长过来了 你们到时候商量一下 怎么解决 短短两句话的功夫 精明的王老师 就将自己的责任给摘了出去 全部推卸到了一个 三岁小孩的身上 刻薄的女人 又瞪了一眼自己儿子后 林雪儿眼眶子有眼泪打转 立马呵斥道 你个小畜生好意思哭吗 也不知道你爹妈怎么教你的 动手动脚 一点素质都没有 文言 王老师借机又趁此说道 林雪儿上学 都是由他哥哥送的 从来没见过他父母来一趟 女人听后 更是用充满讽刺的话 嘲笑道 原来是个有娘生 没娘养的小野种 难怪这么野蛮粗暴 估计他那个哥哥姐姐 也不是什么好人 一旁的老师们 对于王老师的举动 下意识地皱了皱眉 心中生出疏离感 很明显 就算这次的事情完美解决 这名刚上任没多久的王老师 也失去了其余老师的信任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 在背后说人坏话的人打交道 尤其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林雪儿听到哥哥姐姐被侮辱 强忍着没有哭出来 大声道 哥哥姐姐不是坏人 你才是 嘿 你个小东西还敢还嘴 夫人立马走过去 就想要抬起手打下 就在这时 教室办公室内 走进两道身影 林主雅剑那巴掌 就要落到自己小宝贝的脸上 眉眸中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冷意 直接助跑上前 一脚踹了在了女人的屁股上 随着哀呦 一声 与人痛苦地倒在了地上 林主雅心疼地把要哭出来的小雪 抱在了怀里 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背 柔声道 姐姐来了 没事了 周围的老师见林主雅如此的暴力的一脚 脸上露出震惊 看着倒在地上哀嚎的女人 内心暗自扎舌 看来这小女孩的家长 也不是什么善茶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居然直接一脚踹了上去 还有没有枉法了 竟然光天化日之下打人 捂着屁股的女人 挣扎着站了起来 大喊大叫 就在此时 稍慢一步地灵性见状 又是狠狠地一脚踹了上去 刚搀扶着办公桌站起来的女人 哀嚎一声 再次倒在了地上 一旁的小男孩见状 哭得更大声了 灵性狠狠地瞪了这小男孩眼 后者顿时背下的哭不出声 只能留下无助的眼泪 身旁 小雪儿已经扑到姐姐的怀里 大哭了起来 声音委屈地哭诉道 是她说哥哥坏话的 小雪儿不是野种 听到这些话 宁竹雅此时心中 已经有了杀人的心 冰冷的目光 朝着倒在地上的女人扫视而去 恰好此时一旁的桌子上 有着一把水果刀 就当宁竹雅要拿起刀的时候 却被眼见的灵性率先抢过 见状 他皱眉呵斥到你给我 不给 灵性收起刀 其余正在旁看热闹的老师们见 竟然要动刀 再也坐不住了 连忙上前苦口婆心地劝导 这位家长 你要冷静啊 就是小孩子之间闹点矛盾 没必要动刀子 是啊是啊 小孩子有点矛盾很正常啊 要是闹大了的话 孩子的将来可就毁了 不值得啊 倒在地上正要破口大骂的 刻薄女人健壮 更是吓得不敢再出声 眼中闪过畏惧之色 一点小事就动刀子 这女的是疯子吧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人 这可不是开玩笑 她是来转外快的 可不是来送死的 见宁竹亚的情绪 渐渐地平息下来 林姓松了口气 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对着她轻声道 先带孩子出去吧 接下来的事情 交给我来解决就行 保证让你满意 文言 宁竹亚冷冷地 注视了一眼那个女人 随后冷哼一声 抱着怀中 还在低声抽气的小雪儿 走了出去 林姓则是将这群老师 全部轰了出去 只留下了两名 在幼儿园内的变装保镖 再关上门后 更是将墙角的摄像头 全部砸碎 做好这一切后 在女人惊恐害怕的目光下 林姓对着两名保镖 淡淡地动手吧 是 两名保镖朝着女人走了过去 办公室外的走廊上 一名保镖对着众多老师 面无表情地说道 今天什么事情都没发生 也不会有人找你们的麻烦 懂我的意思吗 在这所妇人幼儿园 混迹已久的众多老师 哪能不明白 连忙点了点头 看来这个小女孩 家里背景通天啊 很快 办公室内传出女人痛苦的惨叫声 凄厉而又悲惨 为了不让小雪的内心留下阴影 林竹亚直接带着她 离开了幼儿园 在路边的车子中等待 足足过了十分钟 林姓衣衫整洁地 从办公室内走了出来 恰好撞上了迎面来的幼儿园校长 而办公室内 女人与十分钟前的样子 似乎并无二意 身上也完全看不出 有什么严重的伤势 林姓对着面前的李校长 但笑道 那接下来就交给校长你了 你应该不会让我失望吧 文言 李校长连忙点了点头 眼中透露出精明的神色 笑呵呵道 放心吧林先生 那个男孩在班级里的人缘很差 更是经常仗着家里的关系欺负同学 现在因为林雪儿同学的关系 他被迫转学 想必很快就能和其他小朋友打成一片 听到这个回答 林姓面露满意地点了点头 那我就放心了 至于贵校的资助金 明天就会打到账户上 说完 林姓朝着幼儿园外走出 一步跨出走廊 头也不回地说道 那个王老师的人品 好像不太行 把他辞掉吧 免得祸害贵校的风气 林先生放心 我肯定妥当处理 李校长会议到 等到林姓走后 走廊内只剩下了李校长一人 办公室内的妇女也走了出来 笑呵呵地搓了搓手 见状 李校长从身上拿出一张卡递了过去 对着女人淡淡道 这卡里是答应你的两万块钱 这出戏演得不错 所以我额外给你多加了一万 文言 女人的眼睛顿时一亮 连忙地接过卡 笑呵呵道 谢谢校长 以后有这样的事 记得再叫我啊 女人转身离开 隐约可以听到她的窃喜声 挨两脚 叫两声就能有三万块 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啊 很明显 女人并不是那个小男孩的母亲 只是临时找来的替代品 同时 幼儿园外的车上 民主哑正在 轻声安抚着小家伙的情绪 尤其是在看到 她布满泪痕的腮帮时 眼中闪过一阵阵心疼 好在这时林姓拉开车门坐了进来 伸手将正在低声抽气的小雪儿 给抱了过来 司机发动了车子 驶离了幼儿园 小雪儿流着眼泪 委屈道哥哥 我不是野种 你当然不是野种了 林姓笑着摸了摸了她的头 随后凑上前亲了一口 温柔地笑道 我们家小雪儿 怎么会是野种呢 以后谁要是敢这么说你 你就直接抽她的嘴 安抚了一会后 哭累了的林雪儿 躺在林姓的怀里 沉沉地睡了过去 眼角还泛着晶莹的泪珠 宁珠雅 则是翘腿坐在一旁 脸色冷漠至极 看着窗外的景色 一句话 让林姓的身子鼓一颤 本会回家 你自己找键盘跪着吧 宁珠雅越想 事情越不对劲 很快就想明白了 事情的真正原因 小雪儿读的 可是私人高等幼儿园 能让孩子来这上幼儿园的 都非福即贵 但刚才那个泼妇 很明显跟着四个字 沾不上边 而且 她和林姓刚决定要离开母渡 转头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傻子都知道不对劲 文言 林姓此刻内心默哀 看来今晚上是不能善了 但愿能够活下来吧 与此同时 幼儿园的校长办公室内 李校长坐在椅子上 对面前忐忑不安的王乔老师 淡淡地说道 王老师 你从现在被辞退了 我们幼儿园不需要你这样 没有失德 事无底线的教师 而且 这件事会记录入你的档案中 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文言 王乔内心恐惧 连忙躬身哀求道 校长 我知道错了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 我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这份工作 可是别人羡慕都羡慕不来的 更是他平时 在那些的亲戚面前吹嘘的资本 要是丢了这份工作的话 王巧都不敢想 以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 毕竟 没有哪所学校 会需要一名品德不正的教师 李校长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赶紧走 不要逼我叫保安轰走你 最终 被辞退的王老师 收拾东西 离开了幼儿园 成为了其他老师之间的业余笑话 而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过后 其余的老师心中都对林雪儿这个学生 有了一个新的认知 那就是绝对不能惹 是与那些个同学 在听到平日里欺负他们的同学 因为林雪儿转学后 自然会生出好感 傍晚 宁家别墅 此时 一家人已经吃过了晚饭 小雪儿被宁母和宁妇带出去饭后散步了 别墅内自然而然就剩下了林姓和宁竹亚两人 有些昏暗的卧室内 宁竹亚随意地拉上了窗帘 打开了房间的取暖灯 脸上始终带着寒霜 林姓则是颤颤巍巍地跪在一把全新的键盘上 身旁是老伙计的残骸老键盘 小野种哥哥姐姐是坏人 宁竹亚冷笑着看向林姓 走到椅子上坐下 面对着她 林姓 你胆子很大吗 因为对我不满 所以变着花样地骂我 林姓 你胆子很大吗 因为对我不满 所以变着花样地骂我 闻言 林姓抬头善笑着解释道 误会啊 媳妇 这不是为了咱妹妹考虑吗 不得已我才出此下策的 这么说 还是我的错了 是我错怪你了 宁竹亚语气不咸不淡刀 林姓赶忙从地上站起 上前谄媚地给媳妇捏肩锤背 嘿嘿笑到哪能啊 都是我的错 是我没有提前通知你 跪下 宁竹亚冷哼一声 显然仅凭林姓心中的这两句 并不足以消除她心中的不满 林姓文言没有照做 而是从背后轻轻地抱住了她 撒娇到我真的错了 老婆大人 您就饶了我这次吧 宁竹亚没有说话 现状 林姓咬咬牙 只好施展昨晚手段的进阶版 自创哄媳妇秘法第一事 下一秒 林姓猛地将宁竹亚推倒在了床上 强装镇定地呵斥到女人 你不要太过分了 看着这熟悉的态度 被推倒在床上的宁竹亚微微一愣 咬牙道林姓 你这是在找死 还不带她从床上坐起 林姓连忙蹲下身 从床底摸出了准备好的一叠厚厚的信封 给你准备的告别情书 以及我的全部身家 我劝你不要不识好歹 看到手中厚厚的一叠信封 明竹亚愣神的片刻 挑眉看了一眼装模作样的林姓 想了想 还是拆开了信封 她倒是要看看 是什么 让这男人变得这么狂妄 信封之中 率先掉落出来几张黑卡 随后就是一张叠起来的信纸 上面写满了字 明竹亚仅仅是瞥了几眼 原本雪白的脸蛋红了些 还不带她反应 就见林姓诱导 怎么样 我的礼物还满意吗 林姓有些得意 这些可都是她从网上学的 无论再怎么高冷的女人 都会有一颗纯洁的少女心 就算是宁竹亚 同样如此 还行 宁竹亚将信纸和银行卡收了起来 内心的控制欲得到了满足 说完 她就想要对林姓 伸出了白皙的小手 红唇缓缓地凑了过去 林姓看着离自己 越来越近的软唇 暗自想到 没想到网上交的东西这么靠谱 那接下来的环节 肯定不能少啊 某作者的语录之一 她越是想要得到你 你就越不能让她得手 这样 她就会更想得到你 从而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此为欲擒故纵 出自作者的 拿念美女总裁的108事 如此想着 林姓看着已经凑上来的软唇 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抽了过去 随着清脆的巴掌声 在安静的卧室内响起 林姓看着被打猛的宁竹亚 语气高冷地说道 女人你别太得寸净 还没等林姓把台词念完 陷入暴怒状态的宁竹亚 直接一拳头砸在了她的脸上 啊 林姓躺在地上 捂着通红的脸惨叫 宁竹亚直接光叫 从床上一跃而起 怒火中烧得咬牙道林姓 你今天死定了 寂静的别墅内 响起林姓的惨不人寰的嚎叫 就连别墅外手中的保镖 都不免惊叹到 这次的动静 估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了吧 我路人甲院 称之为最强 一日一早 宁家的饭桌上 哥哥 你的脸怎么了 林雪儿坐在儿童椅上 小眼神充满好奇地 盯着对面鼻青脸肿的哥哥 没没什么 林姓的嘴角抽了抽 就是昨天不小心摔了一跤 过两天就好了 赶紧吃吧 吃完我好送你去幼儿园 今天你肯定能交到朋友 文言 林雪儿乃声乃气地恩了一声 开始专心致志地对付碗中的小汤圆 林姓则是目光有些畏惧地 看了一眼身旁正在吃饭的宁竹亚 咽了咽口水 凑上前谄媚地笑道 媳妇 自己吃多麻烦 要不我喂你吧 通过昨晚的深刻教训 林姓彻彻底底地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 不能把宁竹亚当正常女人看待 不然是会死人的 正慢悠悠吃着的宁竹亚撇了这家伙眼 嘴角勾勒出迷人的弧度 看来是昨晚的调教起效果了 这不一下就乖了吗 非得挨顿打才肯听话 随后他轻声道 嗯 正好手有点酸 就给你这个机会吧 听到这话 林姓立马笑呵呵呵地接过了碗 开始小心翼翼地伺候 身上的伤口 无时无刻不再警告他一件事 做人啊 不能太飘 特别要提防网络诈骗 坐在对面的林雪儿见状 连忙端着自己的小碗跑了过来 笑嘻嘻到哥哥 雪儿也要喂 原本十分钟就能解决的早饭 在一大一小的要求下 足足吃了半个小时 去幼儿园的路上 林姓跟小雪儿交代了自己 要出远门的事情 一开始 小家伙还不肯 直到林姓许诺了一大堆好处 这才心满意足地进了幼儿园 毕竟还是小孩子 只要随便给点好处 就乖乖听话了 因为要去深城的关系 这两天 林姓和宁竹亚并没有多忙 此时漫步在清晨的街边 朝着明正局的方向走去 再考虑了一阵后 两人还是决定 先把证给领了 当然 最主要的是 宁竹亚想要那个红色的小本本 在没有结婚证的前提下 教训林姓的时候 总觉得他少了些什么 就像是吃泡面没放调味料一样 我的青春还真是扑朔迷离啊 路边 林姓望天感叹一声 围着那条粉色围巾的宁竹亚 直接踢了这家伙一脚 淡淡到怎么 又对我不满了 一提到这个 林姓原本已经削减下去的痛感 就再次浮现 嘴角一撇 看着领先自己半个身位的宁竹亚 她的嘴角忽然扬起 下一秒 林姓直接从背后 将宁竹亚 以公主抱的姿势抱了起来 笑着朝不远处的明政局跑去 你突然间干嘛 又欠揍了是吧 这不是怕媳妇 你走路累着吗 所以我抱着你跑 多轻松啊 因为林姓奔跑的速度太快 被她抱在怀里的宁竹亚 不得不搂住她的脖子 迎面袭来的冷风 将她的脸淡动得发红 清晨 林姓从明政局里走了出来 手中多了一个红本本 只听身旁的宁竹亚 语气满足地笑道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 属于我的私有物了 要是敢和别人女人 有亲密举动的话 我就把你给淹了 要不要这么无情 林姓撇了撇嘴 下一秒 她的耳朵直接被宁竹亚揪住 然后拉长 面色不善地笑道 你刚刚说了什么吗 没没有 宁竹亚抓住林姓的衣领 霸道地笑道 男人 下次说话前先动动脑子 不然你就等着回家受罚吧 说着 她贪恋地在林姓的嘴唇上盖了个章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对于这个小恶魔时不时的霸道行为 林姓已经有些习惯了 谁叫是自己家的呢 除了宠着还能咋办 就在两人站在路边 等待司机来接的时候 林姓的手机响了起来 她拿出手机一看 是老妈打来的 电话接通 传出老妈的声音 儿咋 我听亲家他们说 你要去深城了 对啊 妈 怎么了 林姓拿着手机疑惑道 同时看了一眼 几乎要将耳朵凑到自己脸上的宁竹哑 直接一把将她扒拉开 宁竹哑 很快 张母的电话中 传出了儿子的惨叫声 啊 痛痛痛 你松口 正在享受日光浴的张母嘴角 不禁嘴角扬起 年轻人就是青春了 一大早就耐不住寂寞了 足足过了一会后 等到那头的动静小了一些 张母这才接着说道 你忘了妈的老家 不就是在深城了吗 你外公外婆去了那么多年 因为你的原因 我这些年都没回去看看 你要回去的话 正好帮妈去录个面 还有啊 我偶尔打电话回去 听说你舅舅这些年过得有些困难 你正好去帮衬帮衬 小时候她还给你买过糖吃呢 听完这些 灵性苦着脸 看着咬住自己左手的宁竹哑 阴道 哦好 你把地址告诉我一下吧 我到时候过去看看 张母轻轻地嗡了一声 就又听到那头传来的打闹声 笑了笑瓜断了电话 躺在椅子上 笑着喃喃道 看来要不了多久 就能抱孙子孙女了 再去公司的车上 开车的司机看着后视镜内打闹的一幕 暗自敬佩 不愧是林先生 轻易就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只见此时后座上 宁竹哑被林信趁机五花大绑了起来 用双手死死地抱住她的腰 不让她挣脱 林信 给我放开 你当我傻呀 把你放了 肯定又要对我动手了 不放 坚决不放 见林信死死地搂住自己的腰部松手 宁竹哑直接对着坐在副驾驶的宁大 吩咐道 宁大 把这家伙给我按住 是 大小剑 宁大无奈地放下了副驾驶的靠背 很快就将自家小姐给解救了出来 原本大好的局势瞬间扭转 五花大绑的林信 被宁竹哑踩在了脚下 模样毫不凄惨 媳妇 我错了 要不打个伤了呀 就这么算了呗 林信看着朝自己伸来的小手 咽了咽口水 脸上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算了 宁竹哑突然收回手 随后俯身脱掉了自己的鞋子 从旁拿来一张纸 放在了林信的脸上 今天不给你点教训 你就分不出谁是大小王 说着 宁竹哑狠狠地一脚踩在林信的脸上 不断地揉虐她 从民政局到集团 足足十多分钟的路程 林信可谓是吃足了苦头 虽然那双粉白玉卒诱惑性很大 但林信又不是变态 谁能接受得了这样的痛苦啊 等到了公司楼下后 在门口保安平静的目光下 林信被宁竹哑拖着衣领 朝着电梯走去 这林少爷每次来公司的姿势都不一样 有钱人都玩得这么花吗 谁知道呢 说不定这是咱大小姐的特殊爱好吧 片刻后 董事长的办公室内 穿着工作装的宁母 看着被自己女儿 提留到沙发上的女婿 叹气道 女孩子家家的 就不能温柔些 淑女一点 这样才能留得住男人的心 你天天这样对人家小心 小心她以后 受不了你就跑了 文言 坐在沙发上的宁竹哑 瞥了一眼 给自己捏脚的林信 淡淡地说道 你会跑吗 面对这威胁式的话 林信坚决地摇了摇头 态度坚定道 有你这样漂亮的媳妇在这里 我怎么会舍得跑呢 看着两人的相处方式 宁母暗自摇头 难道这就是当代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吗 看来她已经落伍了 随后回到正题 宁母看着桌上的资料 语气认真地描述道 根据我知道的 白家已经在深城开了一家公司 而且还跟国内的几家手机厂商 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开发了一款游戏软件 估计很快就要发布了 游戏这个行业 绝对是最暴力的行业之一 仅靠着几行代码 就能卖出上亿的天价 而且还是可持续性的 不得不说 白家的眼光很毒辣 宁母也不禁对这一手称赞道 和各大手机厂商建立联系 在新手机上下载他们的游戏 这样一来 只要游戏本身不至于太菜 火是迟早的问题 说着 宁母看向了自己的女儿 询问的话语中带着考验 小雅 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宁主雅 却是将目光看向了灵性 对着她使了个眼神 见状 灵性只好无奈 替着自己媳妇回答道 魔旁他们的手段 既然他们能做游戏 我们为什么不能做 宁家和白家相比 有着一个绝对的优势 那就是钱 同样质量的游戏 你耗资五百万 那我就耗资五千万 甚至是五个亿 去把它做得更好 你花多少钱去宣传 那我就花双倍 这个办法很简单 但却意外地实用 至少那位光美集团的马老板 这些年就是靠着这一手 在游戏行业内称王称霸的 你的游戏质量比我的好 那我就收购你 什么 你不同意 那我就耗巨资 去模旁你的游戏 做一个出来 然后用更多的钱去宣传 以此立于不败之地 三月初旬 一架前往深城的飞机上 林先生 这是您要的豪华套餐 乘务员小姐姐恭敬地走来 将身后推车上的精品佳肴 一一摆放在了桌上 您请慢用 林姓看着面前的稀冷牛排 还有红烧狮子头 转头看向身旁 正在翻看小雪照片的 宁主雅 询问道 你吃不 不吃 宁主雅淡淡地回道 闻言 林姓眼珠子转了转 打起刀叉割下一小块 递到了她的嘴边 不出意料的 宁主雅张开了小嘴吃下 果然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嘴上说着不要 身体倒是挺诚实的 见她一直盯着林雪儿的照片 坐在一旁的 林姓顾坐探西道 唉 没爱了 明明最爱的老公 就坐在身边 居然还想着别的女人 要是不想今晚 露宿街头的话 就闭上你的狗嘴 明主雅瞥了这家伙一眼 随后接着翻看着自己 给小雪儿拍的照片 照片上林雪儿 在雪堆之中玩耍 脸上是灿烂的笑容 如果自己以后生了女儿的话 也是这般可爱吧 明主雅如此想着 但随即 又暂时放弃了这个念头 她还有个目标 需要去完成 在成为国内首富之前 她并不打算考虑 生孩子的事情 至于为什么要成为国内首富 消耗自己童年换来的商业知识 要是不能在商界登顶的话 她明主雅 未免显得也太廉价了吧 魔都距离深圳 还是有一段行程的 飞机从早上出发 直到第二天 中午才抵达目的地 走出机场 林姓看着眼前繁华的都市 心中并没有什么感觉 毕竟是在神兜和魔都带过 大场面已经见了不少了 被称为互联网之都的深城 因为是近些年才发展起来的 所以还没来得及 建设天目集团的分公司 不远处 宁大开着车驶了过来 后面还跟着两辆车 里面坐着的 都是先行一步抵达的保镖 堂堂宁家大小姐出门 这点门面还是要有的 倒也不是宁竹雅喜欢出风头 但这样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 坐上车后 坐在驾驶位的宁大询问道 大小姐 我们接下来去啊 我已经提前预定了酒店 要先去休息一天吗 此时宁竹雅一威在灵性怀里 闭眼淡淡地回道 不用 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要待在深城了 先去选动合适的别墅吧 好的 大小姐 车子缓缓启动 朝着深城最大的房产交易中心 驶去 大概半个小时后 深城最大的红城房产交易中心门前 三辆百万级别的豪车先后停下 瞬间吸引了销售员的注意 他们的眼睛顿时一亮 知道来大客户了 三辆百万豪车 这说明车子主人的经济实力至少也在千万以上 能在深城拥有千万资产 已经算得上市富豪了 当灵性和宁竹雅从车上走下时 一堆房产销售员立马带着笑脸凑了过来 先生 买房吗 我是这里的金牌销售员 保证给您最好的体验 去去去 这位先生别听他的 我是这里的白金销售员 信我肯定没问题 看着被保镖拦住的一群销售员 灵性耸了耸肩 看来这些人是把他当成富二代了 嗯 好像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也确实是个富二代 宁竹雅直接冷声开口到上亿的单子 你们觉得能吃下吗 把你们经理叫过来 此话一出 销售们的眼中瞬间露出了震惊 脸色变了变同时暗响 看来这单是没希望了 上亿的单子 只有他们的经理才有资格接待 无视他们这些销售员有资格碰的 不远处 同样是正准备买房的一名帅小伙 看着这一幕 又看着自己身边空无一人 真就是人比人 气死人 很快 在一名风韵犹存的女人的接待下 林姓和宁竹雅走进了房产交易中心 入眼 是琳琅满目的房产模型 能够保证客户最便捷的感受 身临其境的感觉 此时交易中心并没有多少人 显得有些空旷 罗经理将林姓二人带到了别墅区域中 指着其中一栋在市中心的别墅 介绍道 宁小姐 这栋别墅 目前位于深层的黄金位置 是我们这压箱底的别墅 不管是风景还是服务 都是最顶尖的配置 您意下如何 宁竹雅侧头 看向林姓 问道 觉得怎么样 要是合适的话 就直接买了 听到这话 一旁的罗经理眼中 闪过一抹金光 脸上的笑意更甚 这栋别墅自建好之后 因为价格高昂的问题 一直没有买家 看来这次是有希望了 闻言 林姓朝着女经理询问道 这栋别墅售价多少 总价是1.3亿 不过 我座主可以给您优惠点 罗经理笑着恭敬地回道 以她见多识广的眼力 自然看得出来 这位宁小姐 似乎一直在征求 这位林先生的注意 态度自然无比恭敬 听到这个价格 林姓不禁扎舌 好家伙 一栋别墅居然卖这么多钱 都可以让自己 少奋斗多少年了 就在此时 一名长相英俊眼中 带着傲然的青年 从旁走了过来 目光直勾勾地 在这位罗经理的身上扫视着 肆意又狂傲 罗经理 昨天我跟你说的事情怎么样了 只要你答应跟我去吃顿饭 我舅 还没等话说完 胡骏的目光 忽然像是看到了什么 瞳孔瞬间收缩 就连即将说出口的话 都瞬间停下 目光一下就注意到了 宛若天仙般的宁竹雅 如同下凡的仙女 美帝不可方物 就当胡骏眼睛 都看直了的时候 一旁的灵性皱了皱眉 挡在了自己媳妇的面前 目光有些不善地盯着这家伙 行啊 狗东西 居然盯着我的面 这么盯着我媳妇 胡骏看着突然 挡在面前的灵性 呵斥出声 却被一旁见识不妙的 罗经理抢先 对着胡骏笑着介绍道 胡少爷 这两位是从外地来的 正打算拍下 我们这的头号别墅呢 听到林姓两人 要买下这栋 价值一亿多的别墅时 胡骏眼中的色欲 收敛了一些 看向林姓不爽地说道 买就买杯嘚瑟啥 反正才一亿多 我爸可是天降集团的董事长 这个钱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 看着胡骏不爽的样子 林姓将宁竹雅挡在身后 被他笑道 既然胡少这么有钱 那这栋别墅你敢买吗 一旁的罗经理 见此一幕并没有阻止 反而是乐得其成 然后有兴致地看着这一幕 见林姓竟然挑衅自己 嚣张惯了的胡骏 哪受得了这个气 直接从身上掏出来一张 华国银行的黄金VIP卡 对着林姓冷笑道 一个亿而已 我还是拿得出来的 不像某些只会装模作样的小白脸 只是嘴上逞能 罗经理在这时事实地解释道 胡骏少爷 是深城胡家的嫡长子 他父亲经营着一家 市值百亿的天祥集团 在整个深城都算不俗了 胡骏此时更是挺直了胸膛 傲然地盯着始终保持平静的林姓 同时有些心疼 花这么多钱买一栋别墅 等回去 估计要吃一顿七匹狼了 但一想到宁竹雅绝美的颜值 就算是国际巨星也比不上 能在这样的美女面前装病 想想就爽啊 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 脸色平静的林姓 淡淡地说道 我出两个亿 胡骏的笑脸僵住 眼底涌现出不敢置信 咬牙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那可是足足两个亿的流动资金 就算是胡骏也意识到了 面前这个年轻人不简单 你管我是谁 这别墅你还买吗 灵性挑眉的同时 伸出手 搂住了自己媳妇的细腰 宁竹雅始终没有开口 都没正眼 看过胡骏一眼 这种小丑 他都不屑于开口 见胡骏有些下不来台 罗经理也知道 这场戏到此为止了 笑着上前一步 两位不如给我一个面子 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 有些气急败坏的胡骏对着 灵性冷哼一声 今天看在罗经理的面子上 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来日方长 咱俩走着瞧 再放了一番狠话后 胡骏回溜溜地朝着店外走去 此刻他的脸红辣辣的疼 装逼失败 还把面子都丢光了 估计明天整个深城的富二代圈子 都会知道这件事 哟 胡少爷你也不行啊 瞧你那副穷酸样 下次还是夹着尾巴做人吧 灵性适时地嘲讽道 敢盯着我媳妇看 不给你个教训 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 我媳妇 只有我能直勾勾地盯着看 明主亚则是拿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随后从身上拿出一张卡 朝着罗经理递了过去 淡淡道 刷卡吧 尽快把别墅收拾好 我们今晚就要住进去 看着手中的卡 罗经理眼中闪过一抹震惊 竟然是华国银行的顶级黑卡 就连他都没见过 据说只有卡里的实时资金超过百亿 才能有资格持有这种黑卡 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各大银行的顶级座上宾 他的脸色更加恭敬 两位稍等 我这就去给你们办手续 同时吩咐着一旁的销售员地来 两杯香味醇厚的咖啡 随后朝着柜台走去 明主亚伸手捏了捏灵性的脸 笑眯眯到你刚刚的反应真可爱 都是媳妇调教得好 灵性适当地拍了个马屁 低头在媳妇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这让宁主亚的控制欲得到满足 嘴角上扬 与此同时 房产交易中心外 憋着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的胡骏走了出来 心中正想着 怎么报复灵性的时候 丝毫没有发觉 身后多了几个蒙着头套的人 刹那间 他顿感眼前一黑 整个人像是被什么给抬了起来 你们是谁 快放开我 我可是胡家的敌长子 我尼玛 很快 头被罩住的胡骏 被扔进了车子的后备箱 嘴巴被一团臭袜子堵住 散发着烂咸鱼的臭味 光是闻这味道 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 老大 怎么解决 动手的保镖询问道 大小家吩咐 把这家伙扒光了 丢到街上去 宁大看着手机上的信息淡淡道 明白 就这样 车子静止地驶离了这里 至于周围的监控设备 早就在宁大等人动手的时候 就被黑掉了 很快 拿着房产证的灵性和宁主亚 从交易中心走了出来 罗经理恭敬道 两位慢走 欢迎你们的下次光临 住交易中心的灵性疑惑到一 宁大他们呢 可能是到垃圾去了吧 身旁的宁主亚随意道 听着这牵强的理由 灵性的嘴角抽了抽 脑中已经想到了什么 但并没有说出来 而是直接坐上了车 接下来我们去了 灵性上车后问道 坐在他怀里的宁主亚 直接对着负责开车的保镖 吩咐道 去附近最近的4S店 我们去买辆好点的车 是 大小姐 看着灵性疑惑的眼神 宁主亚捏着他的脸 面无表情地解释道 今晚有个深层上流圈子的聚会 很多互联网行业的老板都会去 这是了解深层行情的好机会 宁主亚摸了摸灵性的腹部 话说 你最近好像过得太懒了 腹肌都没了 灵性抱着他的小腰 无所谓倒腹肌能干嘛用 我都抱得腹婆归了 还练那玩意干啥 说着 毛指闲猪手 还在宁主亚的腰上摸了摸 嘴中发出坏笑声 看着眼神有些得意的灵性 嘴角不自禁仰起的宁主亚抬起手 下一秒 直接一个大嘴巴子扇了上去吗 哎哟 猝不及防之下 灵性吃痛地叫了一声 委屈道 你又发什么疯 我乃招惹你了 坐在他身上的宁主亚 拉长了他的脸 与其不容置疑地开口道 三天内 我要看到你练出腹肌来 身为本小姐的男人 要是连腹肌都没有 那不就成虚狗了 你才虚呢 我这属于正常人标准 灵性愤愤不满地回道 我说你虚 你就是虚 等到了晚上你就知道我虚不虚了 顶嘴是吧 欠抽 啪 花费了十分钟 抵达4S店后 没过半个小时 灵性就开着一辆 崭新的红色法拉力出来 额头还戴着附赠的墨镜 就是左脸上的五指印 有点显眼 女人 我真的受不了你了 每次都打我脸 下次你要是再这样 我就跟你离婚 深城市中心 价值一亿华国币的金江别墅内 灵性对躺在床上 悠哉敷着面膜的宁主亚不满道 面对灵性不满的控诉 只穿着剑单薄衣裙的宁主亚 不慌不忙地摘下面膜 斜眼瞥向灵性 软嫩的红唇吐出两个字 过来 干嘛 灵性有些心虚地凑近了一些 见灵性真的傻乎乎地凑上来 宁主亚嘴角露出了玩味的笑容 下一秒 他直接一脚朝着灵性的脸踹了过去 感受到耳边风声 灵性反应迅速地抓住了 还在半空中的粉白小脚 牢牢地抓在手中 脸上露出了得意之色 就这 你就这 姓宁的 你也不行吗 姓狗可是练过舞的 知道这是什么含金亮步 灵性朝着灵主亚 得意洋洋地伸出了一根手指 哈哈大笑道 我灵某人一只手能打一百个你 哈哈 听着灵性肆意张狂的笑声 被抓住一只脚 灵主亚叹了口气 真是天天都欠仇 接着 一把明晃晃的小刀 斩落了他的锋芒 让灵性的笑容瞬间僵住 内心有种不好的预感 脸上 带着玩味笑容的宁竹雅握着锋利的小刀 笑盈盈道 这把刀上有我特意给你研制的 要不你现在 就试一试 听到两个字 灵性表情更僵硬 你胡弄谁呢 我才不信 但此刻灵性心中也有些没底 听过往刀上涂毒药的 还没听说过往刀上涂的 但以宁竹雅这虎妞的性格 貌似还真干得出来这种事 就当灵性乱想的时候 躺在豪华软床上的宁竹雅 却是缓缓做出了一个投掷的动作 见此一幕 灵性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背后不禁直冒冷汗 这女人好像是射箭冠军来着 宁竹雅人处无害地微笑道 可别乱动 不然我可不保证 这刀下一秒会插在你身体上的什么部位 文言 灵性下意识地松开手 露出一个笔窟还难看的笑容 喜 还不等他把话说完 只听呼的一声 那把锋利的小刀被宁竹雅甩出 无比精准地 擦着灵性的皮肤划过 插入了卧室的墙壁之中 卧室内的气氛瞬间一静 一滴烟红地血落在了地板上 灵性感受到脸颊上的丝丝凉意 双腿一软显现没站稳 跌坐在地上 你 你来真的啊 宁竹雅就这么坐在床上 嘴中开始倒计时 一千零九十八 随着时间一点一滴流逝 灵性顿感身体一阵燥热 脸色变了又变 好家伙 那刀上真的有 而且这药效也推猛了吧 几秒钟的功夫就发作了 见到灵性有了反应 灵竹雅嘴角上扬 随后下床光脚 朝着卧室外走去 头也不回地说道 你就一个人慢慢在这里 享受浴火焚身吧 我就不陪你了 眼见这女人真的要走 灵性苦着脸追上去拉住了她 苦苦哀求道 媳妇 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帮我一把吧 扛不住啊 灵竹雅没有说话 直接扒拉开灵性的手后 义无反顾地朝着门外走去 内心暗想道 这次一定要给这家伙 一个深刻的教训 但她似乎有些低估了这样的效果 双目一出红血丝的灵性 看着已经半直角迈出门外的灵竹雅 再也受不了心中 那股火热的灼烧感了 直接如狼似虎地 朝着灵竹雅扑了过去 傍晚 京江别墅内 灵性赤裸着身体 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耳边隐约传来灵竹雅的嘟囊声 效果果然还是太大了吗 下次要减小一点比例 只穿着上衣的灵竹雅 傍了眼妆睡的灵性 直接踢了她一脚 冷淡道 还不快点换衣服 准备去参加晚宴了 好嘞 压力释放后的灵性 黑黑一笑 从床上爬了起来 开始换衣服 灵竹雅看着这家伙喜滋滋的模样 轻哼了一声 也起身换上晚宴要穿的礼裙 在准备充足后 灵性久违地穿上了黑色燕尾服 牵着媳妇的小手 坐上了新买的法拉利 引擎轰鸣了一声 朝着深城最有名的皇国酒店驶去 皇国酒店 作为深城上流人士聚会的场所 规模与各种设施 自然十分完善 光是外表 就只能用金碧辉煌寺的字来形容 李总好久不见 上次的合作还满意吗 原来是王总啊 上次的合作当然不错了 我这里正好有个新的大项目 正想找时间跟你聚一聚呢 如此甚好 我们进去慢慢聊 这次的商业聚会 是由深城的三大集团所举办 用来拉拢各种关系 所以来的人很多 基本上只要是在深城 能够叫得上名号的人 都来得差不多了 酒店外 随着一辆白色的保时捷 911停下 一男一女从车上走了下来 现场的氛围安静了些许 那就是这两天 名声大噪的万军集团 董事长白军婉吧 身旁那个据说是他的丈夫 白军婉婉着萧杰的手 缓缓朝着酒店内走去 面带微笑地 看着周围人惊讶的表情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他就已经成功地 在深城站住了脚跟 也算是打出了自己的名气 两人刚走出没两步 身后又是一道轰鸣声传来 只见一辆红色的法拉利 漂亮的甩尾 停在了那辆保时捷911的旁边 周围人闻声看去 只见又是两道身影走了下来 当看到那女子的容貌时 眼中不免闪过惊艳之色 来参加宴会的 自然少不了一些 喜欢玩车的富二代 他们看着那辆红色法拉利 嘴中发出惊叹 我丢了 那是法拉利SP3 光是落地价就高达2000万 嘶 这又是来了哪个大人物 看来今晚的晚宴会很热闹 来人自然是宁竹雅和灵性 他每眸斜瞥了一眼 身旁价值400万的白色宝石节 又看向了前方不远处 回头看来的白军丸两人 嘴角上扬 见状 灵性适时地配合笑道 哟 我没看错的话 这应该是最新款的宝石节911吧 嘖嘖嘖 听着灵性的剑笑声 白军丸的脸上反而露出笑容 目光和宁竹雅对视在一起 你们来得好像有些晚了 店外 气氛有些压抑 大部分人的目光 都注视在道路中央的四道身影上 听到白军丸暗含嘲讽的话 灵竹雅挽着灵性的手 笑呵呵地回道 来晚了 怎么会呢 我倒是觉得 我来得正好 能够在你最自信的时候 把你击溃 让你重新认识一下 我们两个之间的差距 呵呵 白军丸笑出了声 那就让我拭目以待吧 但愿你不是在说大话 身旁 灵性看着两人如火似焦的气氛 很怀疑 要这里不是公众场合的话 这两个人会不会直接打起来 围观的各大公司的老板 也发现了不对劲 眼中闪过思索之色 看来这两对年轻人 互相有仇怨 以万军集团现在的威势 再加上有白家作为靠山 还是有不少人想要巴结的 当他们看到这一幕后 心中直接跟灵性和宁竹雅 划清了界限 不愿意冒着得罪万军集团的风险 去和两人打交道 晚宴很快正式开始 因为没有设立门槛 所以 在场的人显得有些鱼龙混杂 场面乱糟糟的 因此 来场的客人 也都是分了等级的 资产达到百万的 可以进入酒店一楼 千万资产则是二楼 最后的三楼 则是需要资产达到十亿 白君婉和肖杰 在进入酒店后 直接朝着三楼的方向走去 灵了还不忘挑衅地 看了一眼宁竹雅 就当宁竹雅 打算带着灵性 前往三楼的时候 身后传来呼喊声 小鸭呀 听到这个熟悉的称呼 宁竹雅回头看去 只见一道熟悉的倩影 小跑了过来 脸上带着兴奋的笑容 云落 宁竹雅看着面前脸蛋 带着点婴儿肥身高 跟自己差不多的女子 有些不确定的教导 对着这个突然到来的女人 余光不小心看到了什么的 灵性心中下意识地 冒出来一句话 原来老话说的是真的 女子低头不见脚尖 便已是人间角色 下一秒 灵性只觉自己的脚 传来疼痛感 一直穿着高跟鞋的小脚 不断地在她的鞋子上 用力踩着 宁竹雅警告时的目光 瞪了过来 让灵性心头一颤 穿着一身淡金色礼裙的云落 则是惊喜地抱住了宁竹雅 开心到小雅雅 好久不见啊 我可想死你了 身旁的灵性健壮 疑惑到 你们认识啊 被抱住的宁竹雅点了点头 随手将这胸大无脑的女人 推开 淡淡地回到 高中时候的朋友 朋友 灵性眼中出现震惊之色 不敢置信地看向自己媳妇 语气夸张到你 朋友 你这样的性格 居然还会有朋友 话还没说完 灵性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腰间的肉 被一只小手 来了个360度旋转 云落无比自然地 挽过了宁竹雅的手 看向灵性 疑惑到你是 宁竹雅语气不变的我老公 话音一落 云落那白皙的脸蛋上 出现恶然 随后无嘴不敢置信地开口道 怎么会 你居然能找到老公 听着这熟悉的话 宁竹雅内心极度不爽地 用力掐住灵性的脖子 后者欲哭无泪道 你掐我干嘛 又不是我说的 对此 发泄了一通后的宁竹雅 只是轻飘飘地回道 打顺手了 怎么 你有意见 灵性 随后 宁竹雅拉着灵性的衣领 对着云落介绍道 她是我男人 灵性 领了正的那种 随后又扭头 对灵性介绍道 她叫云落 家里是做娱乐生意的 在这一片还算有名 云落拉着宁竹雅 朝着楼上走去 而灵性则是找借口 去上了个厕所 好不容易有机会 摆脱小魔女的掌控 灵性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内心对于云落 那就一个感激啊 唉 真舒服 酒店一楼的卫生间 灵性惬意地走了出来 这就是自由的感觉啊 这位兄弟 认识一下呗 身后传来动静 嗯 灵性疑惑地转身看去 一个胖子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他身后 伸出了手 我叫张海 白子身成张家 张海大大方方地 对着灵性伸出了手 虽然不认识这货 但灵性还是伸出手握了我 毕竟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这一点规矩他还是懂的 呃 你好 我叫灵性 张海自来熟地摸着肚子笑道 你看着比我大 那我就叫你信哥吧 信哥 看你这样子 应该是刚来深成吧 我刚刚在外面 看你跟你女朋友 和万军集团的那两位起冲突了 认识 你对那两个人很了解吗 灵性点了点头 他和宁主雅刚来深成 对这边的情况 还不算了解 面前这胖子 看起来很博学的样子 正好可以趁机了解一下 而想和灵性搭个关系的张海 自然乐的齐成 几乎是知无不言 有问必答 毕竟 这可是能开上千万法拉利的人物 多结交结交好处 肯定大大低有 两人边走边聊 也不着急往楼上走 随意地找了个角落位置坐了下来 张海手里啃着一个大鸡腿 笑道 现在万军集团最大的项目 就是天启游戏了 其实就是魔旁光美 现在最火的5V乌塔房游戏 也没什么新奇的 另外还有什么的话 估计就是万军集团 新研发的一款外卖软件了 日活跃人数也挺大的 听到这些 灵性疑惑地询问道 你说 你来自深城张家 那你们家是做什么的 提起这个 张海的脸上浮现一抹尴尬 瞅了一眼四周 随后在灵性的耳边 悄悄说了些什么 闻言 灵性的脸色 顿时变得有些古怪 竟然是卖姨妈金的 就在两人闲聊的时候 跟着父亲姗姗来迟的胡俊 一眼就看到了 坐在角落里的灵性和张海 嘴角勾起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居然让他在这里碰到了那个 害他颜面尽湿的小白脸 胡俊现在几乎是已经在深城的二代圈子出名了 大白天被人扒光 丢到了商业街上 大白天逗鸟 牛坏了 胡俊咬牙切齿地看着角落里的灵性 他被人扒光 肯定是这小子让人做的 害得他现在见到人都抬不起头 这仇他必须得抱 但是一想到灵性先前出手阔绰的样子 胡俊又有些为难 这小子背后的靠山应该不小 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 怕是有些不妥 似是想到了什么 胡俊眼睛一亮 随后脚步飞快地朝着酒店三楼走去 脸上露出了阴险的笑容 那小子的女朋友长得那么漂亮 要是让那几个顶级二代知道了的话 肯定少不了过节 信哥 以后可得多招着点小弟我啊 经将酒店一楼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张海啸呵呵地举起一杯酒 灵性健壮 嘿嘿笑道 放心吧 你这个兄弟我灵性认了 说吧 灵性拿起桌上的酒 直接畅快地一饮而尽 紧接着就是面露苦涩 看着空了的酒杯 皱眉道 这什么酒啊 味道咋怪怪的 张海同样一饮而尽后 一脸满足地笑着回应道 哦 这个啊 是我自制的乌龙酒 也就七八十度的样子 我这个平时除了美女 就只好这一口了 怎么样信哥 味道不错吧 别人想喝都没机会呢 啥 听到这酒度数居然这么高 灵性顿时傻眼了 要知道 平常用的一用酒精 也才五十多多 哥们跟你心连心 你跟哥们玩脑筋是吧 健壮 张海小心翼翼道信哥 你 不会是不行吧 听到这话 灵性内心骂娘 为了面子表面 洋装镇定的冷哼道 你才不行呢 不就是一杯酒吗 信哥 我平时可是拿福特加 九十六度当水喝的 闻言 张海松了口气 拍了拍胸脯道 那就好 这是我从家里酒窖拿出来的 后劲比较大 如果不是习惯喝酒的人的人话 可能会有点难受 灵性 就在两人聊得起劲的时候 楼上匆匆跑下来 一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灵性刚认识的云落 他目光焦急的在一楼扫视了一眼后 终于在角落 看见了脸颊有些微红的灵性 连忙跑了过去 脸上有些微醺的灵性 发现了跑来的云落 没发现自己媳妇的身影 打了个九个后 疑惑道 咋就你一个人 我媳妇呢 脸色有些焦急的 云落小跑过来后 喘了喘气 扶着膝盖有些费力的说道 小雅他 他 他 他和别人在三楼打起来了 啥玩意 本来脑子还有点乱的灵性 瞬间清醒 听到自己媳妇和别人打架 哪还能忍 直接就在周围人 疑惑不解的目光下 朝着三楼跑去 哎 信哥等等我啊 张海赶忙跟了上去 脸上透露出一丝兴奋 哎呀妈 这套没白了啊 认了个大腿不说 还有瓜翅 这可太行了 云落则是有些恼怒地 看着自己胸 嘟囔到谁 让你长这么大的 害得我跑起来 都费劲 随后也朝着三楼 气喘吁吁地走去 而此时 三楼已经乱成了一团 围观的人群 看着其中一张桌上 剑拔弩张的气氛 饶友兴致地看着 嘖嘖嘖 那女人是谁啊 居然连唐虎都敢打 这也太猛了吧 唐虎可是唐家内定的 下一任家主 现在在公众场合 被人伤耳光 这下有好戏看了 在三楼餐厅 最中央的一张大圆桌前 一群二代 直接将孤身一人的 宁竹雅给围了起来 面露不善 在众人的簇拥中 一名梳着大背头的 剑朔男人 摸着通红的脸 脸色阴沉得不行 他堂堂堂家的 下一任继承者 在身成像来 都是呼风唤雨 现在居然有人 敢当众打他的脸 在唐虎的身旁 搀扶着他的 胡骏眼珠子一转 直接对着 被众人包围的 宁竹雅喝赤道 你个臭婊子 唐少肯认识你 那是你的荣幸 你不接受也就算了 居然还敢动手打唐少 周围附庸于唐虎的 富二代们 更是目光灼灼地 盯着面露冷色的宁竹雅 经验的同时 更多的是惊喜 这可是一个 八戒堂家的好机会 他们可不能错过 要是能得到 唐氏集团的资助的话 他们说不定 能够一飞冲天 而对于这一切 宁竹雅都看在眼中 随意地从旁 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手 对这些人冷声开口道 下次搭讪之前 最好拿个镜子 照照自己长什么样 晒你们耳光我都嫌脏 闻言 唐虎的脸色更加难看 这不是变相说 他长得丑吗 在深城还没人敢 这么跟他说话 角落中 白君丸饶有兴致地 看着这一幕 身旁的萧杰淡淡道 要去帮忙吗 用不着 白君丸笑了笑 目光看向了楼梯的方向 人家男人都来了 咱们还上去凑什么热闹 刚来深城 就招惹了唐氏集团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而三楼集团 还没有发现包厢门 已经被反锁上了 至于动手的 当然是白君丸了 好不容易能看到好戏 要是让人搅了局 那多没意思 而唐虎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对着身旁的小弟们 吩咐道给我上 就在众人打算动手的时候 一道突兀的声音 在唐虎的身后响起 紧接着就是一道身影 一跃而起 你妈的 敢欺负我媳妇 看老子的观音作联 声音刚刚落下 随后就是一道 痛苦的哀嚎声响车大厅 正打算动手的小弟们 疑惑地扭头看去 只见他们要巴结的唐虎 现在已经被个陌生青年 坐在了地上 还在不停地抽耳巴子 嘴里的话更是不堪入耳 啪 灵性狠狠地一巴掌 扇在了猛逼的唐虎脸上 怒骂道 就你小子欺负我媳妇是吧 老子你的 瞧瞧你这副虚狗样 带着根细牙签 还敢学人搭讪 你搭讪就算了 还搭到信哥头上来了 一个接一个的嘴巴子 直接将唐虎给扇猛逼了 见周围人还在发愣 发怒吼道 还看你马啊 把 哎呦 把这疯子给我 啊 给我弄开啊 一旁的胡骏第一个反应过来 立马就想要上去帮忙 三秒后 灵性的身下多了个人 双手共用 嘴里骂道 就你小子要动手是吧 啪 这一声 清脆的耳光 落在了胡骏的脸上 瞬间红肿起来 可见力道之大 周围的富二代们 看着如战神降临的灵性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这货好像有点猛啊 看着唐虎和胡骏的惨状 一时间竟无人赶上前一步 还不等他们思索着 怎么办的时候 抽腻了的灵性 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随后疯魔似的 朝着人群冲了过去 嘴里兴奋地喊着 彻底疯狂吧 就你刚刚瞅我媳妇是吧 我让你眼睛乱看 狗眼睛给你打爆 看老子的酱奶十八掌 黑虎掏心 我让你欺负我媳妇 我让你不好好学习 天天在这里装蒜 夜晚 京江酒店三楼 时不时传出道道惨叫声 让人听着就胆寒 卧槽 大哥牛掰啊 角落里看热闹的张海 忍不住抱了句粗口 看着不远处 七进七出的身影 忍不住拍手鼓掌 大吼道 好 这一声吼出 周围的人奇怪地 看了眼这家伙 人家在那挨打 你在这叫好 这样真的好吗 被十多个人包围的灵性 此时正在信头上 身体莫名感到燥热发烫 感觉有用不完的力气 欲战欲勇 两边脸都被打红肿的唐虎 愤怒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恰好此时酒店的保安赶了过来 他眼睛一亮 连忙大声命令道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这疯子给我拦下来 十名酒店保安 知道唐虎的身份 匆忙地点了点头 然后朝着 正在虐菜的灵性冲了过去 见到这些人冲过来 灵性原地 做出了一个奔跑的标准姿势 随后充满战意地 朝着这些保安冲了过去 嘴中的词汇还在不断地喷吐 擒贼仙擒王 团战要打后方 救你们这样的虚狗 信哥我单手 能打一百个 哭啊 信哥 张海出声加油打气道 眼中已经有了崇拜之色 面对二十多个人 近乎碾压 还有谁 而此时大员桌旁 通风报信地云落 此时也走了回来 对着身旁冷着脸的宁竹雅 担忧道 小雅 要不我们去阻止一下吧 等会打出事了怎么办 文言 正盯着战况的宁竹雅 淡淡地回道 放心吧 才这么几个人 灵性应付地过来 对灵性的伸手 在场的没有人 比宁竹雅更了解 那可是从小被 兵王中的兵王 训练出来的伸手 打这么几个小喽喽 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 不过 这家伙怎么摇摇晃晃的 难道是喝酒了 这巨大的动静 很快便将楼下的人 也给吸引了过来 三楼包厢之中的 各大集团董事长 也都察觉到了不对劲 怎么回事 外面怎么吵吵闹闹的 隔着门都听见了 说话的是 身成大名鼎鼎的 光美集团董事长明腾 他一开口 整个包厢内的气氛 都安静了一些 更是让包厢外的动静 更加闹耳 有人想要拉开包厢 出去看看怎么回事 却发现包厢门纹丝不动 根本打不开 怎么回事 哪个缺德玩意 把包厢的门给锁上了 包厢内的动静无人知晓 而此时包厢外的会客厅中 大群富二代子弟们 进阶哀嚎着躺在地上 赶来帮忙的酒店保安 也好不到哪去 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显得有些瘆人 而灵性依旧挺立在 这群人的中央 看着已经爬不起来的他们 打了个酒阁 眼神有些迷离 就当他准备 接着出声嘲讽的时候 身后传来宁竹哑的声音 差不多就行了 没想到你反应居然这么大 值得鼓励 闻言 热血上头的灵性转身看去 上下扫射了一眼宁竹哑 随后直接一把 将他推到了地上 叫嚣道 你呀谁啊 赶紧走远点 性够不打老弱妇如 猝不及防的宁竹哑 直接被推到了地上 小脸不敢置信地看着灵性 面色顿时如寒霜 一般冰冷 银牙紧咬背齿 灵性 你要上天啊 就在这时候 终于反应过来灵性喝醉了的张海 有些心虚地 端着一盆冷水 走到了灵性身后 随后一把泼了上去 冷水淋头 水珠顺着发丝滴落 久经上头的灵性 被冷水泼后 眼中恢复了些许清明 看着被推倒在地的媳妇 意识到了什么 背后瞬间冒出冷汗 黑着脸的宁竹哑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双手紧握成拳 冷眸死死地盯着灵性 寒声道 你想怎么死 刚刚还大杀四方的灵性此刻 被吓得后退了一步 眼中闪过惊恐之色 说话都有些结巴 媳 媳妇 你 你听我解 解释啊 见宁竹哑朝着自己走来 灵性被吓得拔腿就跑 脸上带着惊恐 灵性 你给我站住 傻子才站住呢 你肯定又要打我 你过来 我保证不打你 你自己信这话吗 刚刚的动静太大 自然而然的就有人报警 在灵性被凝竹哑碾的时候 警察此时刚好赶到 看着上楼的警察 灵性眼睛一亮 立马跑了过去 躲在了其中一名警察身后 呼诉道 我就是打人的凶手 警察叔叔快抓我走吧 警察 六 他们这才刚到 凶手自己就上来求抓了 什么时候 警察这么有威慑力了 但见灵性主动求抓 两名警察立马上前 将宁竹哑给拦了下来 劝说道 这位女士 请你冷静一点 凶手我们会处理好的 很快 还处于醉酒状态的灵性 如愿以偿地被警察带走 暂时躲过了血光之灾 而被反锁的包厢 也被人注意到 由于钥匙孔 被人塞满了胶水 只好强行把包厢门给拆了 当一众集团董事长 看到自家儿子鼻青脸肿 躺在地上的时候 心中怒火交加 直接就打电话给警局 是要讨个说法 吃个饭的功夫 就给自己儿子整了个容 这谁能忍 酒店外 雲落挽着宁竹哑的手 笑着提议道 小雅 今晚去我家睡吧 我们好久都没见了 正好跟我讲讲 你怎么突然 就领证结婚了 刚平复好心情的宁竹哑 面无表情地回到不去 她还得去警局捞人呢 捞出来了 还要狠狠地收拾一顿 忙得很 宁竹哑拉开法拉利的车门 坐进了驾驶位 见状 雲落直接一溜烟地 就坐入了副驾驶 侧头笑着撒娇道 去嘛去嘛 好吧 宁竹哑面 路无奈地看着她 探到这么久了 你这狗皮高腰的性格 还是没变 连我也只连你一个人 雲落笑道 先说好今晚上 我就勉强陪陪你 最终 宁竹哑还是妥协了 至于那个狗男人 就先让他在警局 吃点苦头吧 深城警局 局长办公室内 警局局长陈道安 脸色为难地挂掉了 手中的电话 看着办公桌上的 那份资料 叹了一口气 这都什么事啊 现在整个深城 都已经传风了 一个年轻人 昨夜在金江酒店 大杀四方 打得一众 深城二代 跪地求饶 那些富家子弟的长辈 都快把他的电话 给打欠费了 一个个的 都想要讨个公道 最让陈道安为难的是 动手的人来头更大 林家的那位公子打人 身份比那些 各董事长都难招惹 陈道安眉间带着愁绪 无奈道 我斗宁家的女婿 还是现神斗元首的甘孙子 难不成是我福气太旺 所以老天专门派 这么个杀星过来治我 此时 昨晚抓人的小队队长 推门走了进来 上前询问道 陈局 那个凶手要怎么处理 去去去 陈道明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 吩咐道处置你个头 赶紧去把人给放了 出什么事情我带着 闻言 小队队长 识趣地点了点头 鞠躬后走出了办公室 对于这个处置结果并不意外 昨晚那小子自首的时候 他就知道 其身份不凡了 不然怎么肯乖乖就范 而且那身手更是没得说 竟然一个人撂翻了几十号人 不得不说 真乃战神下凡 可以的话 他都想要去学两招傍身 局长的位置 不就唾手可得了 很快 警局门口 呼呼大睡了一晚上的灵性 打着哈欠走了出来 揉了揉眼睛 嘴里嘟囔道 我还没睡够呢 服务的一点都不到位 警局前停靠着一辆新款梅赛德斯 车窗缓缓降下 等候多时的张海对着 灵性挥了挥手 大哥 快上车 小弟带你去接风洗尘 见让自己难堪的罪魁祸首出现 灵性黑着脸走了过去 就当他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 余光瞥见远处急速驶来的红色法拉利 脸色瞬间狂变 下一秒 他一溜烟地 就钻进了车子的副驾驶 对着张海急忙道 卧槽 快点开车 闻言张海扫了眼后试镜 立马反应过来 直接一脚由门踩到了底 梅赛德斯轰铃一声 如离弦的利剑冲了出去 后边的红色法拉利剑撞 直接提速 紧紧地追赶着前面的梅赛德斯 车内 宁竹雅脸色难看得不行 这狗男人居然还敢逃跑 难不成是觉得他提不动刀了 想到这里 宁竹雅直接对着一旁的傻妞吩咐道 云落 让你的人给我把前面那辆车拦下来 没问题 云落点了点头 直接拿出手机 发了条信息出去 两辆车一前一后地追赶着 如一道奇观 路人都忍不住拿出手机开始录像 嘴里惊叹道 扑街啊 开这么快 不会是被人绿了吧 两车此时前后相距百米 若是正常来看的话 红色法拉利肯定是追不上了 及时的梅赛德斯车内 看着只能吃自己尾气的红色法拉利 张海单手掌着方向盘 得意笑道 信哥 有我在 你就放心吧 赌上我秋名山牌水渠车王的称号 肯定不会让他们追上来的 鉴于后面法拉利的距离越来越远 灵性总算是松了口气 拍了拍小心脏 劫后鱼声道 吓死我了 看来今天又能活一天 闻言 正在开车的张海 疑惑到有那么恐怖吗 话音刚落 从街道的角落之中 突然冲出十数辆黑车 速度直逼张海的爱车 卧槽 这么大的阵仗 张海吓了一跳 被十几辆车追 不知道的 还以为这是在拍电影呢 就在这时 灵性瞳孔一缩 连忙提醒道 刹车刹车 远处的街道上 再次冲出几辆黑车 直接把道路给堵死了 见状 灵性眼中露出了绝望 看来今天这顿打势跑不掉了 再见了 美丽的世界 十分钟后 深层的郊区外的竹林中 似曾相识的一幕正在上演 啪啪啪 一连三个巴掌落在了灵性的脸上 一阵火辣辣的痛感传来 宁竹雅似笑非笑地蹲下身 看着面前被五花大绑的灵性 抱 你不是很能跑吗 再给我跑一个看看 媳妇 我 你错了是吧 宁竹雅直接抢先说道 随后揉了揉她的头发 眯眼微笑道 每次都是媳妇 我错了 你觉得这招还能有用吗 一旁 同样被五花大绑的张海 对着云落 哭诉道 姐姐 这是跟我没有半点关系啊 求求你放了我吧 有什么事冲我大哥去啊 灵性 闻言 云落侧头看向一旁的保镖 有些呆萌地询问道 就是这家伙 害得我和小雅追了好久 要怎么处理他 保镖听到这话 面露狠利地看向张海 语气之中蕴含杀一刀 大小剑 像这种让您烦心的家伙 只要您一声令下 我马上就让他去地狱忏悔 周围站立的保镖 齐声喝到沙吊 沙吊 沙吊 声势之大 让一旁的灵性都为之胆寒 看向云落的目光之中 带着浓浓的恐惧 好家伙 难怪能和宁竹亚这女人成为朋友 感情一个比个狠啊 动不动就要下杀手 见状 宁竹亚把玩着灵性的头发 玩味地笑道 我倒是觉得他们的建议不错 小星星 你说呢 听到这话 灵性立马像条如虫一样 去蹭媳妇的手 谄媚地笑道 媳妇 咱可不能做犯法的事情 没有我 以后谁在你身边伺候你啊 我要是死了 就没人给你暖床穿衣服哄睡了 话说的倒是有道理 但就是说晚了一些 宁竹亚站起身 对着旁边的几名保镖命令道 把这家伙 给我丢进坑里去 然后埋上 这些保镖都看出了宁竹亚 与自家大小姐的关系 所以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媳妇 我真的知道错了 没有我 以后你要怎么办啊 灵性开始剧烈挣扎 但这些保镖可不会管 直接把灵性丢进了刚挖好的坑中 一旁的张海同样逃不过 第一次碰见这场面的他腿 都被吓软了 妮妈 玩真的呀 岂可休 本少爷还没活够呢 嗯 嗯 郊外的小树林中 被埋的只剩一个 投入在外面的灵性 眼神惊恐 嘴里被塞了个未拆封的小面包 已经有些喘不过气了 身旁的张海 则是稍好一点 嘴巴没有被堵住 但眼中的惊恐更甚 边上的车内 宁竹亚看着灵性挣扎的样子 满意地喝了一口红茶 坐在对面的云落 则是有些关心地说道 小雅 都已经埋了大半天了 要不我们把它们给放了吧 万一憋出毛病怎么办 放心吧 她又不是第一次了 宁竹亚淡定地说道 闻言 大怕天真如云落 也不免对灵性感到可怜 就在这时 宁竹亚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她老妈打来的 放下茶杯 她接通了电话 刚想要开口询问 就听对面传来一道熟悉的滞音 奶声奶气的 姐姐听得到小雪说话吗 听到这小奶包的声音 宁竹亚原本有些冷意的目光 瞬间柔和了起来 嘴角上扬 轻声道 听得到啊 怎么了 电话那头刚放学的小雪儿心喜道 姐姐我想你了 你和哥哥什么时候回来啊 等你放暑假 姐姐就回去 宁竹亚说话的同时 给车外的保镖使了个眼神 示意他们把灵性给弄出来 这小家伙缠起人来 他一个人可吃不消 很快 身上带着泥土脸色馋媚的灵性 走了过来 嘿嘿笑道媳妇 我就知道 你还是爱我的 宁竹亚斜瞥了这家伙一眼 随意将手机递给了他 淡淡到小雪儿打来的 反正全身都是泥土 灵性索性直接坐在了地上 开始哄小孩 对面的灵雪儿 时不时地就笑出声 看得出来很开心 而宁竹亚 则是找来了一张布 将这家伙身上的泥土给弄掉 颇有一副贤惠妻子的模样 一旁 同样是满身泥土的张海 看到这一幕心里那个羡慕 不经意地瞥了眼车内的云落 下一秒 十几道冰冷的视线 瞬间锁定了他 张海夏的身体一颤 看着周围的保镖 目光不善地注视着自己 尴尬地挠了挠头 算了算了 这些人看起来不好惹 一群人简单地收拾了一番后 驱车离开了这里 朝着市里驶去 而打完电话的灵性 则是献殷勤地 给媳妇垂被捏肩 裴笑道 媳妇 这个力道怎么样 还可以不 闭着眼的宁竹亚随意到海航吧 解释一下吧 昨晚上喝了多少酒 更加卖力的灵性委屈到 我是无辜的呀媳妇 就喝了一杯那胖子的酒 鬼知道那玩意度数那么高 一杯就给我弄醉了 不会喝酒还喝 你不醉谁醉 宁竹亚冷哼了一声 一想到昨天这狗男人敢推自己 心里就是气不打一处来 于是伸手疯狂地揉搓灵性的脸 发泄心中的不满 灵性丝毫不敢反抗 还傻傻地笑出声 不断地哄着 唯一地找了个饭店吃饭 灵性从早上到现在 可是滴水未尽 饭桌上 了解了灵性情况的张海 胡吃海喝的同时 叹气道 杏哥你昨晚上 几乎是将生成的那些大佬的儿子 都给揍了一遍 想要开公司的话 肯定会被针对的 尤其是那个堂虎 昨天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他按在地上打 丢进了阳相 这面子 他肯定会找回来的 闻言 灵性撇撇嘴到他活该 谁让他骚扰我媳妇的 以后我见他一次打他一次 只要不闹得太过分 灵性就不用蹲橘子 这就是 他动手的底气 瞧给你能的 灵竹哑青哼了一声 盛起一勺粥吹了吹 送到了灵性嘴边 头位的同时 他淡淡道 公司的问题不大 云落会帮我的 别的不说 在深城立足 还是没有问题的 你不是还要去见你那个舅舅吗 找个时间去一下吧 咱妈吩咐的事情 还是早点办得好 嗯 灵性应了一声 随后看想坐在媳妇身旁的云落 疑惑道 话说 你家里干嘛的呀 那些个保镖看起来可不像好人 脾里脾气的 就是就是 张海认同地点了点头 一想到在大马路上 被那些个保镖截停的时候就害怕 哪有人随身带着菜刀的 一看就不正经 闻言 正在悠闲喝茶的云落仪 或到做娱乐生意的 怎么了 灵性看向了宁竹哑 后者语气平静地开口道 云家掌握着深城的各种灰色产业 比如说 酒吧正规赌场之类的 但凡是 想要在深城搞这些 都绕不开云家 听到这话 张海张开了嘴 震惊地看向了云落 那你岂不是黑道大小姐 我那个乖乖 这个大腿有一点点粗啊 张海直接跑到了云落身前 单膝下跪 谄媚地笑道 姐姐 你还缺小弟不 我随时可以为您笑全马之劳啊 就在话音刚落 一把匕首从角落的位置射下 插在了张海的面前 几道阴冷的目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这个小弟 脑子不太好使 明竹哑捏了捏灵性的脸 深城 我豪华别墅中 虎哥 我是真不知道 那小子那么能打啊 求您饶了我吧 客厅中 原本在医院 躺着的胡骏 被两名保镖压在地上 脸上还缠着厚厚的绷带 整个人看起来有点滑稽 沙发上 唐虎的脸色红肿 杀人般的目光 落在了胡骏的身上 音测测道 你小子胆挺大啊 敢算计老子 那TM可是魔都您家的敌女 还有那个打我的混蛋 身份明显也不简单 人是昨天打的 今天警局就给放出来了 胡骏 你小子就是故意给我找麻烦是吧 胡骏连忙苦着连解释到虎哥 我是真不知道 那小子来头那么大 我 够了 唐虎直接打断 对着两名保镖冷声道 把他给我打一顿 然后八光丢到深城人最多的商业街上去 内裤都不准 给他留 是 大少爷又在深城玩了一个下午后 第二天一早 灵性拉着新收的小弟 朝着老妈给的地址而去 毕竟他只在很小的时候 去过母亲的老家 路线什么的早就忘了 还是找个熟路的人轻松点 路上 负责开车的张海 看着导航显示的位置 忍不住对着一旁的灵性吐槽道 信哥 你这要去的地方 也太偏僻了吧 一个破阵子 有什么好玩的 还不如陪小弟我找个地方 喝两杯来的舒服 闻言 灵性的脸色顿时一黑 咬牙道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酒的事情 不然我怕我会忍不住揍你一顿 想起醉酒后的灵性 张海善善一笑 那还是算了吧 还好我早上出门前已经喝过瘾了 不然走到半路饭酒瘾 可就难受了 听到这家伙 居然大早上的就喝酒 灵性看着他平静的脸色 疑惑道 你不怕被查酒驾吗 张海无所谓的摆了摆手 嗨 这破地方 哪有人查酒驾呀 而且再说了 查酒驾 那也得有驾照才算酒驾 昨天飙车逆行 交警那边直接给我把驾照给吊销了 昨晚上回去 我家里那老头子给我一顿骂 估计要过两天才能拿到驾照了 灵性默默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是个人才 搞了半天 你居然还是无证驾驶是吧 要不是昨天见识到了这家伙的车迹 灵性现在估计已经准备跳车了 与此同时 明珠雅则是靠着傻妞家里的影响力 开始创建公司 灵性那个狗男人 招惹了那么多的本地势力 他必须要在这两天把公司给定下来 不然后面怕是不好搞 公司开起来 自然是需要项目和人手 所以 他当打算找云家帮忙 深成 云家 大堂内 云落的父亲云霸天 穿着一身睡袍 坐在太师椅上 看着坐在一侧的宁家小姑娘 喝了一口热茶后 缓缓道 深成可不比魔都 晚宴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一下就招惹了那么多的势力 如果身后没有一个够强硬的本土势力的话 你的公司后面 恐怕是举步艰难 穿着正装的宁竹哑 淡定地点了点头 开口道 所以 我想请云叔叔帮帮忙 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 所以有什么我宁竹哑帮的 上忙的地方 云叔叔你 尽管开口 一旁 云落看向自己父亲 柔声道 爸你就帮忙小哑吧 他可是我最好的朋友 看着自己的傻女儿 云霸天内心叹气 这傻妞就知道 胳膊肘往外拐 啥时候才能考虑考虑自己亲爹的感受 嗨 亲咳了两声后 云霸天淡淡道 两天后 有一场由光美集团牵头的聚会 你到时候跟我一起去吧 在商场上 没有永远的敌人 就看你愿意付出多少了 下方 宁竹哑带眉微微皱起 这个回答就有些魔狼两可了 他想要得到的是 深成云家的支持 而不是跟那些集团缓和关系的机会 宁竹哑不相信 云父没看透这点 看来这次的事情 有些不好解决了 一旁的云落 对于这些事情并不懂 以为是自己父亲答应了 洗上没烧 临近中午 经过两个小时的路程 林姓和张海 总算是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 这一路上 屁股都被抖麻了 白鸟阵 勉强算是在深成的管辖区 只能说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地区 小镇前 张海有些心疼地看着自己的爱车 车身布满了各种脏污和泥泥 周围务农回来的人 好奇地看着这两个陌生人 最吸引他们注意的 还是那辆车 在他们小镇 几乎看不到什么车 不是说没人买得起 而是买得起的 都搬出小镇了 走吧 我们进小镇去看看 应该没多远了 来到小镇后 林姓脑中对舅舅家 已经有了模糊的路线 带着张海朝小镇内走去 说起来 他老妈当年可是这镇子里 走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 然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 认识了自己老爸 后面就很少回来了 以前老妈倒是劝说过 舅舅去城里生活 但舅舅坚决不去 说是在镇子里带习惯了 别说他舅舅了 估计这是很多镇里人的想法 习惯了住在一个地方 思想也就被局限了 一路上遇到了很多 乌农归来的人 都是面露好奇地 盯着林姓和张海两人 就像是在看 动物园里的猴子 信哥 你看你现在媳妇 都有了 小弟我还是单身呢 要不你叫嫂子 介绍几个朋友给我呗 张海黑黑笑道 林姓看着四周分叉的道路 按照模糊的记忆 朝着前方走去 淡淡道 行啊 你要是不怕再被埋一遍的话 你自个儿去跟他说吧 我不拦你 呃 那还是算了吧 张海善善地挠了挠头 破败的房屋 生锈的路牌 以及碎裂的道路 和路边的野草丛生 无不是在叙述着小镇的落后 穿过狭窄的小巷 不远处是一片竹林 竹林外一栋土房子 映入林姓的眼帘 在小院里 几只鸭子正在嘎嘎叫唤 庞佛是在说 腹白貌美大长腿 不爱鸭哥你爱谁 走吧 我们到了 看着记忆中熟悉的土房子 林姓迈步走了过去 没怎么下过乡的张海 小心翼翼地迈过地上的鸭屎 心里想着 等回去的时候 要不要弄两只土味回去 那几只鸭子 好像挺合适的 就当林姓打算推开院门的时候 身后传来动静 你们找谁啊 闻言 林姓和张海扭头看去 一位身穿粗布衣的老者 弓着身 不知何时出现在了身后 手里还处着个破旧拐杖 见有人来 林姓笑着道 大爷 我叫林姓 我舅舅叫张国华 我妈叫来看望他的 听到张国华这三字 李大爷上下打亮了林姓一眼 疑惑到你是慧娟的孩子 对 林姓笑着硬了声 知道是自己老邻居的侄子 回来看望 李大爷处着拐杖 走到林姓两人进前 哀声叹气道 唉 你进去也没用 刚刚国华被小敏的老师叫过去了 说是那孩子在学校早恋 喜欢上了个黄毛 白鸟阵虽然比较落后 但小学和初中还是有的 且都在同一个学校 在李大爷那里了解了一些情况后 林姓就带着张海 朝着白鸟中校的方向走去 嘿 就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居然还有黄毛的存在 这倒是稀奇 张海惊叹道 要论对女儿奴父亲们最大的威胁 那必须是大街小巷 无处不在的鬼火骚年 林姓也没想到 自己舅舅这些年过得这么不如意 估计连自己老妈都不知道 想到这里 她的脚步加快了一些 行了 赶紧吧 与此同时 白鸟中学的教学楼中 教师办公室内 由于其他老师都上课去了 所以此时办公室内有些空旷 此时一名年轻的女老师 有些头痛地看着面前的两个学生 一旁还站着两名家长 曾老师 我和李凯是认真的 你就成全我们吧 张小敏恳求道 还不等老师说话 一旁的张国华就立声呵斥道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是爱情吗 给我闭嘴 文言 站在张小敏身旁的小黄毛李凯 不乐意了 换起袖子 指着张国华的鼻子 骂道 你个老东西 说话给我注意点 小敏是我女朋友 除了我谁都不能说他 一旁李凯的母亲见此一幕 非但没有阻止 反而还对着张国华笑着劝道 小敏父亲 这都是两个孩子之间的事情 我们做大人的 就不要掺和了吧 再说了 我家小凯可是去城里念过书的 娶你女儿 你就偷着乐吧 见此一幕 刚上任没多久的曾老师也犯了难 这样的事情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 这要是换其他人 随便警告一下就行了 但自己这两个学生 那是打死 都要在一起 老师在上面讲课的时候 就在下面悄悄说情话 常把什么一辈子 一声挂在嘴边 还什么歌颂爱情伟大 你 张国华瞪眼看向女人 心中被怒火所填满 几乎是怒吼道 有你这样做父母的吗 两个孩子才多大就帮着早恋 我家小敏本来还是年纪第一的 现在学习成绩都排到末尾去了 你就不觉得害骚吗 被指着鼻子骂 女人也来了火气 撒泼道 你个老东西 说话有没有素质 我儿子能看上你女儿 那是你家三倍子鸡的德 所以像你这样的人 只能一辈子待在山里 活该你穷 见气氛越来越不妙 曾老师连忙上前劝阻道 两位家长先别吵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好好商量 一直这么吵下去 也不是什么办法 就在老师打圆场的时候 张小敏则是和李凯说着悄悄话 似乎根本没把老师和父亲的劝阻放在心里 小敏 等回去我家吧 今晚就别回去了 反正回去 你爸也是说你 文言 张小敏脸上露出难色 不好吧 我们还要上学呢 还上什么学啊 李凯趁热打铁的蛊惑道 等我成年了 就出去打工养你 你就在家里安心待娃 他妈可是说了 只要今天把小敏哄到家里去 以后 两人就能一直在一起 就算是小敏父亲 阻止也没用 犹豫了一阵后 陷入爱河的张小敏 还是点了点头 心中盈盈有些期待 处于青春期的少女 再加上没有走出过大山 对于像李凯这样的男生 完全没有半点抵抗力 就在场面愈发喧闹的时候 两道身影推开办公室的门 走了进来 身穿昂贵的衣服 一眼就能看出不凡 在这样贫穷的镇上 林姓和张海两人 就是这么格格不入 如同绵羊群里的两只狼 见突然闯进来的两个人 原本有些喧闹的场面 几乎是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曾老师松了一口气 疑惑地看着林姓二人 疑惑道 你们找谁 正在气头上的张国华 目光注意到林姓的脸 莫名地感觉有些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下一秒 林姓就走到了她的身前 笑着道舅舅 不记得我了 舅舅 听到这个称呼 站在一旁的刻薄女人一愣 这年轻人一看 就不是镇上的人 那衣服的面料 看着就不便宜 没想到这姓张的 还有这么一号亲戚 你是 阿信 张国华有些不确定道 察觉到气氛的微妙变化 就连一旁正在说悄悄话 李凯和张小敏 也侧目而来 林姓点了点头 随后目光扫了眼 刚刚大吵大闹的刻薄女人 随后目光落在了张小敏的身上 淡淡道 怎么 看到表哥都不叫一下吗 文言 他身旁的李凯立马 就想要开口呵斥 还不等开口 一道冰冷的视线 就落在了他身上 两道目光对视在了一起 话到嘴边却是说不出来 大人说话的时候 小孩别插嘴 你妈连这点礼貌都没交给你吗 小孩 终归只是小孩 被林姓这么一说 原本还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凯 一下就念了 只好求助地看向了自己母亲 女子健壮 打算出生的时候 跟着林姓而来的张海看向她 甩了甩飘逸的头发 和声笑道 这位太太 你也不想自己的孩子没有学上吧 林姓 这话怎么听着就有点不对劲呢 身旁的张国家 见那臭小子被吓住 顿时心头一喜 连忙对着自己的女儿催促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叫表哥呀 你表哥可是好不容易从神都来一趟 因为这些年没怎么联系过 所以张国华以为林姓是不远万里 从神都赶来的 但站在一旁的曾老师 和刻薄女人听到这话 反应就大了 神多的人都非富即贵 这可了不得呀 表 表哥 张小敏微微懦懦地低头喊了一声 嗯 林姓点了点头 走到他面前蹲下 语气平静地说道 我听说你在学校里的成绩名列前茅 既然你现在想要跟旁边 这小黄毛辍学 作为表哥的我 可得提醒你几句了 就是就是 你表哥可是名牌大学的 他的话你可得好好听着 张国附和地点了点头 同时心里松了一口气 看来这麻烦事 总算是能够解决了 略显安静的教室办公室内 林姓蹲下身 和这个从未磨面的表妹对视着 眼神平静地开口道 摆在你面前的 只有两条路 你可以听一听 林姓竖起一根手指 斜偏了一眼身旁 微微缩缩的小黄毛 但但道 一呢 就是你为了你所谓的伟大的爱情 跟这个黄 李凯辍学 然后嫁到他家里去 但这样的话 以后可就没人伺候你上学做早饭了 你嫁到别人家里 每天都要一大早起来帮忙 还要把他那个牙尖嘴利的妈给伺候着 刚刚他跟你爸吵的时候 你也看见了 你觉得你嫁过去 就能得到你所谓的好日子吗 文言 张小敏下意识偷瞄了一眼 站在不远处的离开母亲 性格本就有些软弱的他 缩了缩身子 不敢说话 至于第二吗 我个人还是推荐的 灵性竖起第二根手指 嘴角浮现一抹笑容 抱 你和你爸跟着我去大城市里上学 以后也不用担心吃住的问题 我会帮你们解决的 你只需要安心念书就行 不用怕变成你爸的负担 一旁的张国华 听到这话 眼中下意识地出现 一抹抗拒 但一想到女儿的前途 心思一下就坚定了下来 她走到哪都行 但是孩子必须要念书 然后跟姐姐一样 考上大学 在这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镇里 家里出一个大学生 是所有家庭的愿望 一旁的离开母亲眼间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的未来媳妇要泡汤 连忙站了出来 大声嚷嚷道 你这人怎么这样 现在都提倡婚姻爱情自由 你这不是缴人喜事吗 说着离开母亲 就想要跑出办公室 去将其他人给吸引过来 想要灵性知难而退 哦呀 这位太太 你忘了 我刚刚说的话了吗 张海适时出现 略显肥胖的身躯 将办公室的门给完全堵住 脸上露出一抹阴险的笑容 森笑道 这位人 呸 小凯同学的母亲 你可不要逼我哦 我疯起来 可是连我自己都打的 说话间 张海还像真心的 抖了抖身上的二两肉 嘴角邪魅的笑容 倒是一下就吓住了女人 怎么样 想好了吗 机会可就只有这一次 灵性回头看向表妹 一旁的父亲也在催促道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别人想要这个机会还没有呢 难道你想象 你爹我一样 把大半辈子都耗在大山里啊 我可告诉你 只要你今天敢辍学 明天就准备跟我到地里干活去吧 到时候可没人会惯着你 听到这话 张小敏终于忍不住点了点头 带着哭腔道 我 我选第二个 这就对了吗 灵性得到回答 扭头看向一旁面露笑意的曾老师 笑着当那麻烦老师 办一下转学手续吧 知道自己最器重的学生 能够去更好的环境学习 作为他的老师 曾老师自然是欣慰的 连忙准备了起来 张国华欣慰地笑了笑 拉着灵性的手 感谢道 今天还真是多亏了你啊 小心 不然这丫头 指不定要走上什么歪路呢 没事舅舅 这都是 我这个表哥该做的吗 这次还是我妈让我来的呢 他老说想你了 但最近家里出了点事 所以一直没什么空 伟大的爱情才刚刚开始就落幕了 李凯姆青红着脸 把自己儿子给拉走了 没脸再待在这里 今天丢人可算是丢大了 要不了明天 估计今晚上 事情就要传遍整个阵子了 到时候走哪都会有人 拿着是说闲话 一想到以后的日子 离开母亲心中 就是一阵后悔 早知道 舅也应该直接叫儿子 把人先带回去 到时候直接生米 煮成熟饭 看谁能说什么 指不定他们老李家 还能飞黄腾达呢 在办理好转学手续后 林姓索姓 直接带着舅舅一家走了 行李什么的也不要了 到时候再买新的就行 小镇前 舅舅张国华 还在一个劲的道歉 张小敏 则是老老实实地跟在后面 腆腆地不敢说话 就当车门即将关上的时候 一条大黄狗 不知道从哪里钻了进来 浑身脏兮兮的 一双狗眼却炯炯有神 张还立马就忍不了了 心疼地说道 哎呦我的爱车啊 信哥 快把这破狗弄下去 大概十多斤重的黄狗 却死死地缠住了灵性 趴在他的脚边留着哈喇子 一副傻样 坐在一旁的张国华 认出了这狗 指着道 这狗也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在镇子里的 估摸着都快有一年了 路过的人 时不时地施舍一点 这才活到了今天 闻言 留着哈喇子的黄狗 十分灵性地 对着灵性叫了两声 似是在说 大哥 小弟求收养啊 你想跟着我 灵性低头试探性地问道 黄狗点了点狗头 轻密地蹭了蹭灵性的腿 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 一旁的张国华笑道 乡里的狗 可比城里的狗灵性的多 你要是不想养的话 直接赶下去就行 反正也饿不死 听到这话 灵性思索了一下 脑子里突然生出了 一个绝妙的主意 脸上忍不住露出了傻笑 女人都是比较害怕狗的 要是放狗去要自己媳妇的话 自己的家庭地位岂不是旧 嘿嘿 灵性一个 没忍住笑出了声 张小敏抬头看向自己的父亲 弱弱道表哥 好猥琐 灵性 思索了一番后 灵性还是决定收养下这个小家伙 关上车门后 对着张海吩咐道 开车吧 争取晚上之前回去 说着低头 看向了趴在脚边的黄狗 摸了摸他的狗头 笑眯眯道 身为我的狗 今天必须得给你安排一个 霸气上档次的名字 看你这瘦弱的小体格 从今天开始你就叫 暴龙战士吧 张海 张国华 张小敏作者 王 王 暴龙战士兴奋地大叫了两声 看得出来 对这个名字很满意 灵性低头摸着他的狗头 蛊惑道 记住 你以后就是我的狗啊 不能再听别人的话 知道吗 特别是漂亮女人的话 越漂亮就越不能听 一下午的时间 都在车上渡过 紧赶慢赶 总算是在天黑前回了深城 灵性先找了个酒店 把舅舅一家安顿好后 带着新收的暴龙战士 去打了个疫苗 随后在两个小姐姐的 精心伺候下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 家门外 灵性看着灯火通明的 二楼卧室 将暴龙战士藏在了衣服里 静悄悄地推开了家门 点脚走了进去 就当灵性以为 媳妇已经睡了的时候 背对着他的沙发上 突然传出一道冷冷的声音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正打算上楼的灵性 身体瞬间将在原地 尴尬地回头 看向从沙发上 坐起的宁竹雅 皮笑若不笑道 媳 媳妇 还没睡呢 正在敷面膜的宁竹雅 斜眼看着灵性那龙起的肚子 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正在蠕动 眯眼笑道 你 衣服里藏了什么 文言 灵性有些心虚地说道 我说我怀孕了你信吗 宁竹雅 她对着灵性勾了勾手 眼神不善道乖 过来 听到这话 灵性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走了过去 途中 一只狗头从她的衣领中钻出 随后蹦了出来 一条毛发鲜亮的黄狗眨了眨狗眼 空气陷入了一瞬间的寂静 灵性连忙解释道 我看她挺可怜的 所以 宁竹雅看到这狗 招了招手 小心子你过来 暴龙战士乖乖地走了过去 顾忌虫师 轻力地蹭了蹭女主人的手 望望 见媳妇好像没有生气的样子 灵性心里松了口气 下一秒 背后冒出冷汗 只见宁竹雅摸了摸小性子的狗头 伸手指向灵性 微笑道 是不是这家伙想让你丢使坏 小狗子非常人性化地点了点狗头 随后毫不犹豫地 转身对着灵性汪汪 叫了两声 可谓是见风使舵的技术 炉火纯青 媳妇冤枉啊 是这死狗污蔑我 灵性见状不妙 赶忙上前讨欢心 真的吗 宁竹雅撕掉脸上贴着的面膜 随意地丢在了一旁的垃圾桶中 眼角带着些许疲惫 见状 灵性轻轻地搂住了她的腰肢 连忙转移话题 嗓音温柔道 今天辛苦你了 看着瞬间温柔的灵性 凝竹雅白了这家伙一眼 随后依偎进了她的怀中 语气有些困乏道 我累了 抱回房间睡觉吧 辛苦了 灵性低头看着眼角带着疲惫的媳妇 心里忽然有些自责 来了深城好几天了 她什么忙都没帮上 好像还帮了很多道忙 搞得现在举步为奸 你今天就睡客厅吧 要是敢拆家 明天我就把你宰了炖汤喝 在狠狠地警告了一番暴龙战事后 灵性伸手将宁竹雅给抱了起来 朝着楼上的卧室走去 嗯 狗子低声叫了两下后 朝四周瞅了一眼 随后钻入了沙发底下 片刻后 楼上卧室 再给宁竹雅换上睡觉穿的睡衣后 灵性也紧跟着钻进了被窝 双手熟练地揽过了柔软的胶躯 如墨般的长发 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 房间的灯关闭 顿时漆黑一片 一双脚缠上 到了灵性的腰间 像是八爪鱼一样抱住了她 宁竹雅的鼻尖 传出了平稳的呼吸声 而被缠住的灵性 看着近在咫尺的绝美睡脸 凑上前巴结了一口后 也闭上了眼睛 今晚还是早点睡觉吧 明天就要开始忙正事了 一日一早 等到宁竹雅从床上醒来的时候 身旁已经没有了灵性的身影 她疑惑地睁开了眼睛 看着空荡荡的卧室 这一大早的 那狗男人又跑哪去了 没有了睡觉心思的宁竹雅 开始起床换衣服 经过一夜的休息 整个人的精神看上去好了很多 简单地换上一身居家服后 她穿着棉鞋朝着楼下走去 而此时楼下 灵性从沙发底下 将昨晚背叛自己的死狗给提了起来 抓住她的狗头恶狠狠道 你行啊小暴 没想到还是见风使舵墙头草啊 亏我还把你给带回来 一转眼你就把我给卖了 暴龙战士委屈地叫了两声 你自己什么家庭地位 心里没点数吗 跟你占一对迟早地被饿死 灵性可听不懂狗语 就当她准备警告一下这死狗的时候 鱼光瞥见一道倩影 从楼上走了下来 她立马丢下了手中的狗 笑呵呵地朝着宁竹雅抱了过去 嘿嘿笑道 媳妇这么快就行了 抱一个 黄狗健壮 也赶忙凑上去 蹭了蹭女主人的脚 表示讨好 宁竹雅捧住灵性的脸亲了一口 眨了眨眼 轻生到早饭呢 都给你在厨房留着呢 灵性黑黑一笑 随后炫耀式地朝着脚边的狗瞥了一眼 给了个早安稳后 宁竹雅转身朝着厨房走去 还不忘对着小黄狗招了招手 小信子 过来 灵性 昨天她就很想吐槽这个狗名了 但想到自己的家庭地位 还是算了吧 听到女主人叫自己 改名成功的小信子 狗腿卖得飞快 连忙吐着舌头跟了过去 正打算去洗个澡的灵性 则是突然接到了张海的电话 那头的声音有些兴奋道 信哥 我这里有个大项目 你做不 什么大项目 灵性撇了撇嘴 你家就一脉一抹金的 能有个啥项目 难不成是联合做七度空间 出门怕不适地让人笑话死 那头的张海却是激动道 信哥 你不是想要做游戏吗 我今天刚好碰到个 来找我爸要投资的游戏商 可惜就是前期投入太大 还有风险 所以我爸给拒绝了 那游戏我试玩了一下 凭借我十多年的 骨灰级游戏玩家 那游戏在市场上 绝对有前途啊 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了你 文言 灵性呵呵一笑 前期投入太大 是有多大 那头的张海黑黑一笑 不多 前前后后的研发费用 也就五十多个小目标 听到这个数字 灵性毫不犹豫地挂断了电话 对于这胖子的话信不了一点 要知道 初始成本五十多个亿的游戏 那都是一流级别的 现在随便来个人就说 成本需要这么多钱 傻子才相信 难不成 你还能再造个暖暖荣耀出来啊 啊 一勺热乎的鲜汤入口 明竹牙满意地点了点头 又吃下一口灵性送来的饭 它是一双小手 则是藏在了灵性的怀里 暖暖和和的 果然 天冷的时候 有个自动发热加头 喂工具人 真是太舒服了 餐桌旁 暴龙战士 看了看自己狗盆里的丰盛饭菜 抬头朝着灵性吼叫了两声 王 狗爷怎么没有头位服务 正在为媳妇吃饭的灵性 瞅了这家伙一眼 随后一脚将其踹开 挥挥手驱赶道 去去去 一边玩去 有的你吃就不错了 就在灵性和宁竹牙 享受着温馨的二人世界时 别墅外的门铃响了 急促的铃声不断地回荡在客厅内 谁啊 大早上的绞人清静 灵性抱怨了一句 随后将碗放在了一旁 起身去开门 随着大门打开 一道略显肥胖的身影 搓着手走了进来 不是张海还能是谁 他嘿嘿一笑到信哥嫂子 早上好啊 灵性随手关上门 看这家伙风尘仆仆的样子 吴雨道 别告诉我 你是为了那游戏的事 还专门找上门来了 我告诉你 没戏的 风险太大了 嘿嘿 信哥你别这么说嘛 张海从身上掏出手机 灰了灰到等你玩过之后 肯定就不会这么说了 这游戏真的好 我不骗你 而且现在国内的猫败游戏市场 都几乎被光美集团给一波流了 只有RPG 还有潜力继续发展 你要是真想在这行业 占据一席之地的话 没有比推出一个神作 更好的办法了 有你说的那么玄乎吗 灵性将信将疑的 拿过这货的手机 随意地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吃饱喝足的宁竹雅身上 披着一件外套走了过去 坐在灵性身旁 好奇地旁观着 他看着屏幕中 不断移动的男性角色 疑惑地询问道 这游戏好玩吗 灵性简单地上手操作了一下 各方面的感觉还行 就是制作有些太粗糙了 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亮点 坐在另一边的张海 连忙解释道 这款游戏 跟其他RPG游戏不同 比较注重剧情的发展 毕竟建模和特效之类的 只要有钱都能搞定 但是注重剧情的RPG游戏 目前在市场上却很少见 相信 只要角色建模和特效画质 成熟的话 肯定能在国内占据一席之地 灵性边玩边吐槽道 就算是这样 前期投入都需要五十多个亿 那后期不得上天啊 又试完了一会后 灵性将手机塞给了身旁 早就好奇的媳妇 评价道 有潜力 但想要光靠这个游戏 就想要在国内站稳脚跟的话 恐怕要付出不小的代价 就当张海以为 又要被拒绝的时候 灵性却是画风一转道 不过嘛 得幸亏你遇到的是我 要是换做其他人的话 肯定不敢耗这么大一笔钱来赌 灵性搂住了宁竹哑的小蛮腰 挑眉笑道你说是不是啊媳妇 还行 可以试试 宁竹哑给了个重肯的评价 随后将缠在自己腰上的 贤猪手给扒了开 打着哈欠 起身朝着楼上走去 有些困意道 我再上去睡会 你要做你就做吧 反正也不缺这么点钱 信哥 你真是我的好大哥啊 张海有些激动地 抱住了灵性的腰 肥腻的身躯 不断地扭来扭去 灵性嫌弃地将这家伙弄开 无语道你一个大男人 恶不恶性 走吧 一起去和这游戏的制作人谈一谈 顺便我也有一款游戏的设计想法 看看能不能做出来 信哥你想做游戏 什么类型的 张海一愣 灵性起身邪美一笑 听说过虚拟女友吗 文言 张海挠了挠头 不解当那玩意 好像是某种精神寄托吧 做成游戏能火吗 这你就不懂了吧 只有屌丝才最懂屌丝的想法 灵性得意地抱手笑道 你渴望拥有每天晚上有人哄睡的服务吗 你渴望每天有漂亮女友 穿不同黑丝白丝 或者双色丝袜给你看吗 你渴望在你难过的时候 有一个笑话级别的美女安慰你吗 听到这些 还没和女生牵过手的张海嘴巴张大 脑子在这几秒间飞速运转 已经开始思考未来孩子的名字了 随后他的头狠狠地点了两下 目光渴望到 当然想啊 所以信哥 你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吗 灵性看着他渴求的眼神 嘴角一抽 这孩子大白天做啥白日梦呢 难不成是睡觉睡傻了 你自己慢慢歪歪吧 我上去换身衣服 灵性转身朝着楼上走去 往往 狗子跑了过来 嚷嚷叫了两声 狗爷也要去 见状 张海蹲下身 摸了摸他的狗头 嘴角露出坏笑道 暴龙战士 你也要去吗 那我偏不让你去 很快 等灵性换好一身休闲服下楼的时候 正好看到张海被狗子追得满客厅的跑 肥胖的身躯 在这一刻矫健如飞 狗哥我错了 别 别咬我屁股 哎呦 还没等话说完 暴龙战士直接朝着他的屁股咬了过去 疼得张海哇哇叫 灵性笑看着这两火宝 随意地吹了个口哨 然后从怀里掏出了两把墨镜 将其中一把戴在了额头上 听到口哨声的暴龙战士 停止了对张海的追杀 脉动的四肢小短腿 一溜烟就跑到了灵性的身边 理所应该地戴上了一副墨镜 一人一狗 就这么拉风地出门了 身后 还跟着个捂住屁股的张海 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刚坐上车 最爱的小雅雅晚上早点回来 明天有场不好应付的聚会 雅雅的小猩猩欧克 遵命 老婆大人 最爱的小雅雅穆啊 雅雅的小猩猩 穆啊深成的某栋老旧小区内 一辆全新的宝马停下 紧接着灵性和张海 从车上走了下来 脚旁还跟着条带着墨镜的黄狗 正留着哈喇子 张海锁好车子后 朝着其中一栋居民楼走去 走吧信哥 他们一整个团队的人刚好都在 有什么问题随便问就行 很快 在张海的带领下 灵性一人一狗 来到了一栋居民楼前 走上前用力地敲了敲一楼的大铁门 阿华 开开门 我这次可是给你们带了个贵人来哦 这栋大楼很安静 敲门声在楼梯间回荡了几下后 纳上带着秀记的铁门 哐嚷一声打开 开门的人 脸色看起来有些衰弱 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 导致的 张华拉开门后 有着浓重黑眼圈的眼睛 不经意地扫了一旁站着的灵性一眼 随后看向张海 声音中带着些疲倦和一抹忧怨 你又来干嘛 我所有的存货可都被你给薅走了 那可是十几个优盘呢 也告诉我你几天就给看没了 年轻人还是节制 哎 停停停 见这家伙口无遮拦的样子 张海连忙摆手制止他 接着说下去 随后自豪地对着一旁站着的灵性介绍道 这是我大哥灵性 虽然他看起来不像什么有钱人 但我告诉你 我嫂子可有钱了 大名鼎鼎的魔都 首富嫡女 身价百亿 懂 这是什么含金量吗 你的游戏不是缺少资金吗 我这次可是把我大哥拉来了 你 不等张海把话说完 原本因为通宵检查程序漏洞 而精神唯靡的张华 在听到灵性的来头后 眼睛立马迸发出金光 下一秒 他如回光反照般 一个剑步来到了灵性身上 直接就是跪下抱住了大腿 情绪激动道 大哥 我总算是找到你了 你可一定要看到我们的游戏啊 说着 张华直接朝着屋内激动的呼喊道 小的慢 有大哥来投资了 快杯酒 呸呸呸 快杯茶 此话一出 就像是打响了什么信号一般 原本寂静无声的屋内 瞬间鸡飞狗跳 同时响起好几道 打了鸡血般的声音 什么 投资 什么大哥 那是我亲爹爹 都给我起开 我要给我爹上茶 混蛋 你TM的泡茶就泡茶 拿着开水往我里浇湿几个意思 呃 不好意思啊 主要是太激动了 听着里面传来的动静 灵性不用看 也知道里面乱成了什么样子 低头看向 还紧紧抱着自己腿的张话 吴宇道 我说 你能不能先松开 我既然来了就不会跑 张海赶忙把这货从地上拉了起来 不好意思地笑道 他们肯定是太激动了 毕竟要是再拉不到资金的话 估计这个月底 就要去睡桥洞了 片刻后 灵性迈过门槛走了进去 扫了一眼这狭窄房间的布局 勉强够四个人生活的房间内 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泡面味 一闻就是老谈谈酸菜味的 呃 不知道您要来 所以没有提前收拾 对不住啊 杏哥 张花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随后瞪了张海一眼 有大投资商来这家伙 也不提前说一声 害得他们 这一下丢脸丢大了 没事 这环境我熟悉 灵性随意地走到一张椅子前坐下 迅速进入状态 伸手道 游戏的具体剧情呢 我要大概看一眼才行 如果可以的话 合同的事情都好说 一旁拘谨站着的三人中 走出一个四眼仔 既紧张又害怕地 将一叠写满了字的纸张递了过来 在环境这么糟糕的情况下 这份剧情降略 却是没沾染半点污渍 倒是让灵性有些意外 随后他迅速地看了起来 一行行工整的小字映入眼帘 分段简洁一眼 就能让人看到 剧情的重心在哪里 看着认真阅读剧情的灵性 张海四人都不敢大声喘气 生怕打扰到这位爷 导致投资失败 只张一页一页地翻动着 灵性大概了解了一部分的剧情 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总的来说 就是在一个裂魔者的世界中 一名身负人类和恶魔血统的青年 不断地获得力量 但每当他获得一份力量 就会失去最重要的人 最终只有他一人 高坐在孤高的恶魔之王座上 永生不死 张海小心翼翼地上前 询问道姓哥 感觉怎么样 在几人的注视下 灵性将剧情方案 放在一旁的桌上 随后用手比了个OK的手势 总体来讲算过关了 不过想要上架的话 还需要进行一次大整改 人物建模和特效 全部都要从头到尾地换一换 张化几人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现在的建模确实太简陋了 如今有了资金注入 自然需要好好地更新一下 这款游戏确实很有新意 所以这是一次赌博 要么不被大众接受 要么就是冲垮整个RPG游戏行业 再创新王 不过嘛 在此之前 还是先把你们的环境改善一下吧 这里实在是太乱了 得到资金注入 整个龙学工作室 庞佛是迸发了新的生机 传出高兴的欢呼声 看着他们兴奋的样子 灵性无奈地摇了摇头 再留下了一张银行卡后 转身朝着屋外走去 背对着几人挥手道 公司这两天还在注册 你们先制作一个可行的更新方案出来 本公司建好后直接签合同 至于衣食住行什么的 直接从卡里拿钱吧 见状 张海对着张华等人 竖了个大拇指后 赶忙跟了上去 走出居民楼 张海对着身侧的灵性询问道 信哥 我们接下来去啊 灵性正玩着手机 头也不抬得说道 当然是去昨晚我舅舅他们住的酒店啊 哦对了 我今天早上跟你说的 那个虚拟女友的事情 你别忘了跟张华他们提一下 要是人手不够 就多找些人 最好是一个工作室 负责一个游戏 要保证质量 好嘞 张海点了点头 他发现自己 对小弟这个角色 越来越得心应手了 既成家里的姨妈金工厂 才几个钱 还是跟着信哥混得好 深称 市中心的一栋酒店之中 正在发生争端 哪里来的香巴佬 这是你们这种人 能消费得起的地方吗 我说 怎么这么臭呢 原来是从你们身上传出来的 酒店的大堂内 一名穿着华贵的女人 满脸嫌弃地看着张国华和张小敏 你 听到这侮辱的话语 张国华怒目而逝 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想到他们出来乍到 就给侄子惹麻烦不好 强忍了下来 孩子饿了 所以他带下来吃个饭 没想到就遇到了这种事 一旁 酒店的女前台 看到这一幕并没有动作 只是默许这一切的发生 吵架的女人 是他们酒店的贵宾 经常来 不是他这样 前台能惹得起的 大不了等事情 结束给那个老头子 一点住房优惠 还不赶紧有多远滚多远 脏死了 华府女人摆了摆手 看向张国华两人的目光中 带着优越感 这种一看就是乡下来的穷酸人 怎么能跟他这样 身价百万的人 住在同一个地方 这不是拉低他的身份吗 脏 我看真正脏的人是你吧 就在张国华 打算带着女儿离开的时候 酒店的门口 走进来了两道身影 正是林姓和张海 华府女人 皱眉看着朝这边 走来的林姓和张海 你们是谁 同时敏锐的目光 落在了两人的衣服上 虽然不知道牌子 但面料 看着就不错 应该不是一般人穿得起的 至于后面那个胖子穿的 还没他好呢 直接无视 林姓冷眼走到了女人的身前 随后上去就是一巴掌 清脆的声音 响彻在大堂之中 就连一旁的女前台都看待了 你 女人被打猛了 刚想发怒 就听林姓淡淡道 我身价上映 女人的气势微弱一分 林姓却接着到 我老婆是魔独首富的女儿 我家在警局里面有背景 带到这三句话说出 林姓又不经意间地 露出她那张黑卡 吓得女人瞳孔一缩 心中悔恨不已 早知道就不给自己找事干了 这一下踢到铁板了 那张黑卡她 只是有幸在一位男顾客的身上 见过一次而已 虽然不知道要存多少钱 但那样的存在要搞死自己 绝对轻而易举 想到这里 女人颤抖着身体 识趣地走到了 被辱骂的张国华面前道歉 一声道对 对不起 看着识趣的女人 林姓冷哼一声 还不快滚 你待在这里脏了空气 有没有点自知之明 这就走 这就走 女人不敢得罪 低着身子狼狈地离开了酒店 在林姓身后的张海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嘿嘿笑道 帅呀信哥 像这种狗眼看人低的人 就该狠狠地给个教训 林姓走到了舅舅身边 见两人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后 笑着询问道 没出什么事吧 我中途耽误了点事 来晚了些 张国华笑着摆了摆手 嗨 能有什么事啊 这些话早就听习惯了 村里的那些老太婆 说话可比这说的难听多了 没事就好 林姓点了点头 回头不经意地扫了一眼 做事旁观的女前台 淡淡道 你识相点的 最好主动辞职吧 前台这个工作不适合你 听到这话 女前台顿时脸色煞白地低下了头 心中悔恨万分 早知道会因为这是丢了工作 他刚刚就应该上去劝阻一下的 可惜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世界上可从来没有后悔啊 张海这家伙 则是对着女前台见笑道 哎呀 真可怜 怎么会有人这么可怜啊 哎又要找工作了 真是好辛苦啊 接着一行人便朝着酒店外走去 在把舅舅 送到去神都的机场之前 林姓先去给他置办了一些东西 之前在落后的镇子里 所以很多东西都没有 比如说 智能手机和新款的衣服之类的 至少出来后要穿得好一点 像今天这样的事情 也就不会发生了 在花了一个小时 买其需要用到的东西后 张海开车将人送到了机场 登机前 林姓将一张银行卡 强塞到了舅舅怀里 舅舅这卡里有100万 你先拿着 用钥匙不够的话 再找我妈要就行 反正他现在在家里管钱 苦了谁也不能苦了孩子啊 100万 听到这个巨额数字 张国华连忙想要拒绝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要知道下地干活一天 估计连50块钱都没有 更别说百万了 不行不行 这钱你拿回去 我这些年还是存了一些钱的 应该够孩子上学用了 林姓和张海对视了一眼 不等舅舅把卡递过来 直接转身就走 还不忘回首当 舅舅 你就别客气了 要是换我妈 估计给的更多 张国华看着两人奔跑的背影 无奈地摇了摇头 看着手中的银行卡 难难道 这么大的人情 可怎么还得起啊 尚不知事事的张小敏 抓着爸爸的手 看向表哥的背影 带着些许崇拜 心里想到 以后就算要找男朋友 也要找跟表哥这样的 要是林姓听到这话的话 恐怕会哭笑不得 很快广播响起上飞机的通知 父女俩牵着手走了过去 机场外 林姓看着跑两步 就气喘吁吁的张海 撇嘴道 你该好好锻炼锻炼了 这也太虚了 文言 张海不服气地拍了拍胸膛 嚷嚷道 什么意思啊 杏哥 想当年我瘦的时候 可是被称作一夜 十六次郎的男人 哼哼哒 林姓不屑一笑 两人朝停在路边的车子走去 林姓这才有时间 打听唐家的信息 以做好应对 免得被杀个措手不及 文言 开车的张海 将自己知道地说了出来 毕竟他好歹 也是一个深沉富二代 这一点了解还是有的 唐家吗 最出名的 就是他们的外卖平台 饿死了 杏哥你应该听说过吧 就是目前国内 两大最火的外卖平台之一 之前发布的垄断政策 还让唐家让出了不少利益 回到家后 正好已经中午了 此时宁竹牙已经从床上起来 正光着脚 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厚厚的一叠资料 听到开门的动静 他挑眼看去 随后对走来的林姓吩咐道 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个游戏怎么样 嘿嘿 还好吧 林姓笑着 走到了沙发上坐下 熟练地握起 那双粉白小脚揉捏了起来 手法高超 接着到说实话 那个游戏的设定 并不是很新奇 但这些都无所谓 毕竟我们的目标 从来都不是制作一款神作 我们的目标 只是不让白军婉他们 吞掉互联网这块蛋糕而已 咱又不缺钱 就算游戏一般 只要投入足够的钱进去 照样能在市场上 占据一定的份额 而且 我还给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大的惊喜 看着林姓脸上神秘的笑容 明主哑皱了皱眉 放下手中资料 直接将他的猪头抱在了怀里 捏脸道 小姓子还会玩神秘感了 到底是什么惊喜 我不告诉你 林姓撇过头 打算再酝酿一下 见状 明主哑眯起了眼睛 随后趁其不备 坐在了林姓身上 直接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狠狠道 你说不说 不说我就掐死你 狗男人注意你的身份 要是不想被调教的话 就赶紧说 啊 林姓被晃得头晕目眩 连忙到 哎呀 我说我说 你别晃了 要是把我晃走了 我看你上哪找我这么好的老公去 见林姓投降 林姓哑轻哼了一声 红唇轻起 痴笑道 你要是死了 我就把你做成标本 日日夜夜待在身边 林姓生呼吸了两口气 感觉头没那么晕厚 对着媳妇眨了眨眼 卖萌道 那 有没有奖励啊 闻言 林姓哑思索了一番 最终低头在林姓的额头 留下了一个口红印 柔顺的发丝倾斜下来 带着古能勾人心铺的香味 这样行了吧 你最好不要得寸进尺 林姓黑黑一笑 迅速地从地上站起 重新坐回了沙发上 左手自然地 搂住了媳妇的细腰 然后将其抱在了怀里躺下 低头在其耳边低声道 其实也没啥 就是前两天有人打电话 跟我说了个事 在一通解释后 以为在林姓怀里的 凝竹牙条没到真的 这么重要的事 居然没有一点消息泄露出来 当然是真的了 林姓的手自下而上 探尽媳妇衣内的同时 脸上浮现满足笑容的道 主要是现在还没确定下来 不过应该就是 这半个月的功夫了 感受到在自己衣内 肆意游走的手 凝竹牙脸颊上不受控制的 出现一抹飞红 挑眉看向林姓娇称道 把你的脏手拿开 大白天的害不害骚 却见林姓低头黑黑一笑 我可是为了咱们 努力了这么多 要点奖励 也是合情合理的话 说着 一个黑色的内衣 从林姓的衣内滑出 落在了地上尤为显眼 林姓捏了捏 挑了挑眉 媳妇 你最近是不是变大了一些啊 下一秒 宁竹牙直接起身 用力的一脚 朝着林姓踹了过去 巨大的力道 连同沙发都给一同踢翻了 大爱你个头 我看你就是欠条交了 哎呦我低骂 林姓惨叫一声 随着沙发一同被踹翻 直接在冰冷的地面上 一脸滚了好几圈才停下来 感受着腹部火辣辣的痛感 倒吸了一口冷气 表情都被疼得扭曲了起来 抬头看向宁竹牙 咬牙不满地说道 你就不能轻点 我告诉你 我发起火来 我自己都怕 你要是再这么对我 我就要生气了 文言 宁竹牙脸上带着冷笑 随意地将碍事的拖鞋踢到一边 光脚就这么走在冰凉的地上 朝着林姓靠近 见状 林姓吓得连连退了好几步 畏惧道 你 你想干嘛 别过来啊 我一般不打女人 你 你不要逼我动手 随着林姓退到了墙角 宁竹牙靠得越来越近 嘴角玩味地笑道 动手 那你跟我动一个 手试试看 我倒是要看看 你林大少爷伸手用来打女人会怎么样 见仅剩一米距离 跌坐在地背 靠着墙的林姓 咬了咬牙 不行 看来今天必须要硬气一回了 必须找回他作为男人的尊严 从地上站了起来 可能是在给自己加油打气 林姓倔强的眼神 看向了走到面前的宁竹牙 声音大了几分 我堂堂七尺男 生居天地之中 岂能一遇久居人下 今天 我就给你一点言 未等话说完 宁竹牙直接就是一脚踹了过来 毫不留情地踢在了林姓的肚子上 冷声道 刚刚说了什么 再说一遍 林姓遭受重击 感觉腹部的疼痛加剧 就像是被人在肚子上割了一刀 即便如此 他依旧不屈地抬头咬牙道 我 碰 又是一脚袭来 林姓身体一抖 冷汗从背后冒出 眼睛不受控制地朝着右边看去 一直踩在墙上的脚印入眼中 距离他的脸部只有分毫之差 再歪一点 说不定就要毁容了 居高临下站在林姓面前的宁竹哑收回脚 挑眉冷淡道 没听清 再说一遍 林姓 这是要一脚脚踢死自己的节奏啊 女人真是个可怕的生物 简直太恐怖了 忍住疼痛 林姓脸上扯出一抹勉强的微笑 善善道 媳妇 我爱你 就像老鼠爱大米 没有你的世界 要我怎么活下去啊 听着林姓恭维的话语 宁竹哑脸上露出和善的笑容 笑咪咪道 真是这样想的吗 你刚刚不是说要给我点颜色看看吗 哪有啊 你肯定听错了 林姓福墙从地上站起身 随后从身上掏出一个红色的小盒子递了过去 心虚道 我刚刚想说的是 其实我给舅舅他们买东西的时候 顺便也给你买了个礼物 是梅粉件 我专门给你挑选的 明竹哑伸手接过 打开盒子 里面果然静静地躺着一枚镶嵌了粉钻的新型戒指 表面流光婉转 一看就是经过雕刻大师的手制做出来的 他满意地将戒指戴在了左手上 摊开手正反看了看 眼头道 还不错 看在这戒指的份上 这次就只抱打你十分钟吧 松了一口气的林姓 搞了半天还是要打 这个不止身材 就连心眼魔鬼的女人 真是 太完美了一日下午 皮操肉厚的林姓 完好无损地走出别墅 悠闲地伸了个懒腰 惬意道 今天的天气真不错 还不快点去开车 身后 抬着一双高跟鞋 身穿惊艳黑裙的宁竹哑走来 今天有一场深称大人物之间的聚会 地点距离市中心并不远 是在一家名贵的餐厅中 哦 经过暴打后的灵性 再次变成了十分听话的状态 老老实实地走到车库 把那辆红色法拉里开了出来 宁竹亚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走了进去 缓缓道 如果你说的那个事是真的话 那这次的宴会 就随你发挥吧 不用在意那些人的脸色 踩下油门 车子咆哮一声驶了出去 这次的聚会 是由光美集团的名家牵头的 到场的人数很少 只有寥寥几人 但无意不是在深层响当当的大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 白君婉和肖姐也来了 和光美集团董事长明腾相谈甚欢 两家最近的合作也很密切 不出意外的话 白君婉算是彻底在游戏行业站稳了脚跟 接下来只需要等到游戏测试结束 然后正式发布就行 包厢内大致分为了两桌人 分别明腾和他的儿子明浩生地位最高 毕竟放眼整个深层 能和光美集团竞争的人几乎没有 甚至毫不怀疑地说 宁家就是深层最有钱的家族 就如同魔都的宁家一样 身为深层最大灰色产业的掌权者 云霸天自然来了 正在和明腾谈笑 一副关系很好的样子 另一张桌上 白君婉独自坐在这些二代旁 而肖姐则是去了另一只桌上 明浩生抬手举起一杯酒 举止千杯有礼 对向白君婉笑着说道 白小姐算是我见过最漂亮的人 倒是我明浩生的荣幸 堂虎坐在稍远一点的地方 看着明浩生敬酒的样子 撇嘴低声道 真能装 整天摆着一副伪君子的模样 也不嫌累 见明浩生朝自己敬酒 白君婉明嘴一笑 同样举起酒杯碰了一下 轻笑道 那明少等会见到那位宁小姐 恐怕就不会这么说了 此时包厢外传出动静 门缓缓打开 两道手挽着手的身影走了进来 白君婉扭头看去 眼神微眯 说曹操 曹操就到啊 因为前些天的晚宴明浩生并没有去 自然也就没有见到 灵性大展神威的样子 带着好奇的目光扭头看去 堂虎则是看着走进包厢 脸上带着自信笑容的灵性 咬了咬牙 想到了什么 又隐忍了下来 算了算了 这会身份不一般 等有机会的话 或许可以落井下石 其余人的目光 也都朝着包厢门口望了过去 对着这最后到的两人感到好奇 只见灵性昂首挺胸 眼中充满了自信的神色 身姿挺拔 眉如见风 给人一种锋芒毕露的感觉 而身旁的宁竹雅 更是让刚刚夸赞过 白军婉容貌的明浩生 内心感到震惊 明白了为什么对方刚刚会那样说 白军婉却实长得很漂亮 但这位宁家大小姐 无论是从身材容貌还是气质 几乎样样都超越了她 明浩生放下手中酒杯 由衷地感叹道 此女只因天上游 人生难得几回见 就在两人隐隐有力压群雄的气势时 灵性皱眉看向痴痴盯着自己媳妇的明浩生 毫不客气地指向他大声道 你小子瞅啥呢 没见过帅哥啊 一个大男人盯着我看恶不恶心 一旁的宁竹雅 无奈地服了服额 亏自己精心把这家伙打扮得人模人样的 结果一秒就破功了 被指着的明浩生也是一愣 脸色一下就黑了下来 神TM没见过帅哥 鬼才盯着你看 脸呢 虽然心中只觉灵性 这人不要碧脸 但爱与礼貌 明浩生还是站起身 想要解释一下 打料灵性直接摆了摆手 无所谓道 哎算了算了 你看就看吧 毕竟我长得这么帅 你喜欢看也情有可原 人性本色 不是你的错 要怪也只能怪我长得太帅了 听到这话 一向和明浩生保持对立的堂虎没忍住 直接扑磁一声笑了出来 其他人看向明浩生的目光 也有些奇怪 嗨 坐在主桌上的云霸天 轻咳了两声 对着宁竹雅 两人淡淡道 先找个位置坐下吧 见到云妇有些冷淡的脸色 宁竹雅明白了什么 推了推身旁的灵性 一声道 该你表演了 让他们好好见识下你的才能吧 小心子 闻言 灵性看着众人的目光 全都汇聚向自己 忽然有些心虚 在媳妇耳边低声道 要不还是算了吧 这么多人呢 太招摇的话不太好啊 又是一道声音响起 信哥 要不喝口水压压惊 哦 好 灵性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大意识地接过身旁地来的水 喝了一口 随后整个人瞬间愣在原地 味蕾被疯狂地刺激着 一股难以言喻的味道进入口中 意识到什么 灵性脸色难看的 转过头看着 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身后的张海 咬牙道你 给我喝的是什么 张海后退一步 眼神躲闪到不能怪我呀 信哥 这是嫂子的要求 这只是一点点生命之水 就比你上次喝的乌龙酒的度数高一点点 一口不会出什么事的 这句话说的灵性是一个字都不信 随后就被宁竹哑给推到了主桌前 目视着众人 俗话说得好 酒壮耸人胆 再一口波兰福特加下96度 灵性的胆量瞬间飙涨 脸上有着一抹迷之晕红 预料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宁竹哑 直接走出了包厢 张海直接把包厢门给关上 心中为里面的人默默祈祷 包厢内 灵性打了个酒隔 目光蔑视地看着面前的深层权贵们 嘴角上扬 抬起手 缓缓伸出了中指 比向明藤等人语气极其嚣张跋扈 不是我说 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什么鸟屁光美集团唐氏集团的 能够成为信也我的踏脚石 你们足以自傲了 哈哈 听着灵性的豪言壮语 光美集团董事长明藤皱眉站起身 对着他冷声道 年轻人有朝气是好事 但太自负 可能只会是井底之蛙 坐在云霸天身旁的萧杰 看着这一幕 无奈摇头 他来这饭局是没法继续吃下去了 白军婉这时 也对着他使了一个眼神 相处多月的消劫会议 起身走过去 牵起了他的手 走出了包厢 被暗言嘲讽的灵性皱起眉头 一是迷迷糊糊地看着明藤 不瞒道 你压得欠揍是不是 不知道大人说话的时候 小孩不能插嘴吗 明藤 包厢内很快传出动静 而已经提前走出包厢的白军婉嘴角上扬 故技重施 直接将包厢门给反锁了起来 宁主哑抱手 看着走出来的白军婉 笑咪咪道 听说你最近混得很不错吗 一般般吧 也就比某人强一些 白军婉毫不示弱地对了回去 然后朝着楼下走去 再路过宁主哑时 轻声笑道 听说灵性有个妹妹 则 放着那么小的孩子在魔都 估计很不安全吧 听到这话 宁主哑带眉皱起 转身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军婉的脚步没有停止 头也不回到 就在昨天 我那个外出旅游的婆婆回来了 她老人家的名号 你应该听说过吧 话音落下 白军婉和萧姐的身影 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 而宁主哑 则是低头沉思着 对方刚刚说的话 心中生出一股不安感 白家老太太 她倒是听说过一些事情 手段阴毒很辣 做事不择手段 这偌大的白家 大半产业都是她打下来的 难道 白家要对小雪儿动手 想到这里 宁主哑的眼中 闪过一抹冷色 顿时一刻都不想在这里多待 只见拿起一旁的钥匙 打开包厢门 快步走了进去 此时包厢内 林姓已经彻底完嗨了 当着几位大集团 老总的面单膝 跪在餐桌上 打着个空盘子当乐器 吼道 就这样被你征服 切断了所有退路 明腾等一众人的脸色都黑了 但在知道林姓的身手不凡后 又不敢擅自上前阻止 只能苦逼地忍着 包厢门这时打开 宁主哑冷着脸走了进来 看到林姓在餐桌上 寻欢作乐 戴眉紧皱 立马冷声呵斥等 林姓 给我滚过来 这冰冷的语气 让七管炎细胞已经深入DNA的林姓 下意识的身体一颤 一时瞬间清醒 看着处于生气边缘的媳妇 立马畏惧地从餐桌上跳了下去 走了 宁主哑拉着她的手 转身离开了包厢 这让众人松了口气 媳 媳妇 咋了 咱不装了 看着冷着张脸的宁主哑 身后跟着的林姓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饭店门口 张海正蹲着喝酒呢 一口下去脸部红星不燥 拧了名嘴道 不行 还是不够练 等回家的让老头子多改良改良 省得他整天逼着我继承家业 繁华的街道上 白君婉和萧杰漫步在路边 看着周围的花红 久绿毫无目的地走着 看着副手走在身前的白君婉 萧杰缓缓道 你就这么 把白老太的计划告诉他 就不怕白老太知道后 找你麻烦吗 闻言 白君婉盯着路边 行色匆匆地路人 无所谓地笑道 知道就知道呗 我对他的不满 你以为他和我父亲不知道吗 心思单纯的少女 仰头望天 看着云雾缭绕的夜空 眼神微眯 我想要的是 和宁竹雅公平的比个高低 而不是靠着一些 卑劣肮脏的下流手段取胜 我要向所有人证明 我白君婉比他宁竹雅更加优秀 真执着啊 萧杰倾笑一声 目光始终平静 经过这么多月的朝夕相处 他已经完全了解了白君婉这个人 亦或者 这是对方想让他看到的 虽然态度不是很好 但心肠不患 做事正直 要说唯一追求的话 是胜过宁家大小姐了 看透了这些的萧杰 不留余力地帮着他 以忙碌来蒙蔽 已经千疮百孔的心 就在两人陷入沉默时 萧杰的手机忽然响了一下 打开屏幕 一条来自灵性的信息 映入他的眼帘 字数不多 但蕴含的信息量却很大 谁发来的 白君婉停下脚步 看着萧杰认真的样子 好奇到 看完后 萧杰把手机递了过去 朝着他淡笑道 看来宁家大小姐 也不喜欢欠人情啊 我们这也算是阴差阳错地逃过一劫 看完信息后 白君婉不服气地冷哼一声 运气而已 把手机递回去后 萧杰面露思索之色 呢难道 看明腾的样子 很明显 对这个尚未出炉的政策并不知道 光美集团会因此而元气大伤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好机会 白君婉认同地点了点头 忍不住笑出声 原本还需要筹备很久呢 但照目前这个情况 或许我们吃掉光美集团的计划 估计很快就可以实现了 没错 白君婉和萧杰的目的 一开始就不是奔着和光美集团合作去的 而是抱着吞并的目的 为此甚至让出了新游戏的五成利润 给光美集团 这巨大的份额 属于是亏到姥姥家了 但却可以借此混进光美集团的核心层 再加上白家原本的关机链和势力 只要掌握了其中一名元老 吃掉光美集团也止于可待了 双方最大的差距就是 实力认知不清晰 白君婉足够了解光美集团 但光美集团却不够了解白家 还自认为能够媲美魔动宁家 这就是明藤最大的失败 与此同时另一边 由于林姓喝了酒的缘故 所以正打算去洗脚店的张海 苦着脸被抓来当了司机 后座上 脑袋昏昏沉沉的林姓 躺在宁竹牙腿上 难难道 这么好的机会 还真是可惜了 你也真舍得 要是不将游戏即将防沉迷的消息 透露给白君婉的话 绝对可以在日后的争斗中 占据绝对的上风 明竹牙抚摸着林姓的脑袋 小手轻轻地从她的脸上划过 清凉中带着一丝细腻 淡淡道 给了就给了 难道不靠这些便利 我就不如她了吗 闻言 躺着的林姓翻了个身 双手环抱住了她的腰肢 将脸埋在媳妇香香软软的怀里 傻笑道 当然不是 我媳妇是谁 那可是全世界最厉害的女人 听到这个回答 明竹牙满意地 抚摸着林姓的头发 算你会说话 清晨的魔都一片宁静 春季即将来临 各地的气温也开始回暖 远离市中心 白家老宅内的大堂中 在充满年代感的大堂内 白家家主白崇德 孝敬地伺候着 坐在太师椅上的白发老人 也是她的亲生母亲 在白家 这位老太太的话 可比她这个家主的话好使多了 威妄完全不是一个层级的 妈 你让我办的事情 我已经吩咐下去了 估计很快就能有结果 只是我们这么做 会不会有风险 不管是林家和宁家 都很重视那个小女儿 我们贸然对其动手 恐怕会引起这两家的反扑 闻言 抿了一口热茶的白老太冷 哼了一声 对儿子毫不留情地呵斥道 妇人之人 在这个世道 你不狠一点 如何站得稳脚 那个林雪儿越重要越好 把她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看林家和宁家 能拿我白家怎样 面对这般呵斥 低着头的白崇德 眼中闪过阴狠之色 又迅速消失不见 露出一副笑容 对着母亲连连点头道 是 妈你说的有道理 那一旦这边得手 深城那边的谋划 我们又要怎么处理 要不把君丸他们叫回来 如果能够通过林雪儿 这个突破点 搞垮您家的话 那深城的布局 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不用 白老太摆了摆手 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额头长满了皱纹 笑起来比鬼还要渗人 老人冷笑道 凡事都要做好两手打算 你暗中派点人去深城 万一魔都这边的计划失败的话 就将那个见仲生的女儿 给除掉 然后把她手里的产业全都夺过来 听到这话 白虫得不由的内心一寒 眼神阴溢了几分 犹豫后咬牙说道 妈 就算君丸她 不等她把话说完 白老太眼神冷漠地盯了过来 直接打断了儿子 即将脱口而出的话 寒声道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那个女儿 暗中笼络了白家的很多产业 偏偏你作为白家的家主 代表着白家集体的利益 却还纵容她这样做 说白了 还是小三生下来的种 天生反骨 还是尽早除掉的好 不然的话 以她的才能和学识 假以时日 在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后 必然会来颠覆我白家 毁掉我努力了大半辈子 才建立起来的基业 白老太冷眼盯着自己的儿子 态度冷漠道 老大 家主这个位置 你要是不想坐的话 我不介意让老二回来替代你 我相信 他会很乐意的 听到这话 白虫得的身体一颤 连忙改口道 我明白了 母亲 白老太满意地看了儿子一眼 有些困乏地挥了挥手 淡淡道 我累了 你回去吧 只要按照我吩咐地去做 就没人能够撼动你的家主之位 是 白虫得恭敬地应了一声 默默地走了出去 转身时 眼底只剩一片冰冷 与此同时 深沉 在知道小雪儿可能有危险后 明珠雅直接发了条消息给自己老妈 让她多注意点 同时准备快点处理完手里的事情 赶紧回一趟魔都 这下子 两人都忙了起来 明珠雅要去把公司给初步建立起来 还要招募各个岗位的员工等杂事 而灵性 则是新建立了一个名为新世纪的游戏公司 为彰化他们制作的游戏 做发布准备 游戏的名字 已经确定好了 叫做永生的王 目前建模和声幽什么的 全都在重制中 估计五月 就能成功上线 但目前还有一个难题 因为灵性和宁竹雅都要回去 可深城这边才刚刚起步 需要一个能够扛起大梁的人坐镇才行 不然恐怕会出事 临时租下的写字楼内 灵性专门用来给永生游戏工作室 彰化办公用 头发乱成肌窝的彰化 兴奋地走到了灵性的身前 有些激动地笑道 信哥 游戏的初步制作已经完成了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进行内测 再之后 就可以正式发布了 这个游戏灵性 已经足足投了50多个亿进去 游戏制作是一方面 更多的 还是请各种灵性生优花费太大 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要如何宣传了 听到张华的汇报 正在电脑上查阅资料的灵性点了点头 目不转睛地说道 按班就不得来就行 不用太急躁 这东西急不来的 正在信头上的张华 朝着灵性的视线看去 盯着电脑上的手机资料 疑惑道 信哥你是要换手机的话 我们楼下不是有家水果专卖店吗 灵性摇了摇头 不是买手机 我是在想宣传的事情 或许可以从手机方面入手 接着 灵性轻点鼠标 电脑屏幕上 立马跳出来一个中型手机厂商的界面 张华恍然道 这样啊 随后指着这家手机厂商笑道 这个我知道 手机界不算水果手机的话 除了那三个巨头 最有名的 就是这个玲珑手机了 主打的就是一个极致性价比 就是一直做低端手机产业 导致名头 没有那三家巨头手机厂家的名声响亮 很多老人倒是知道的多一些 之后两人又讨论了一会 灵性在确定好目标后 这才起身离开了工作室 临走前 还不忘对着张华叮嘱道 我过几天 可能会离开深城一段时间 新游戏的事情 你可要稳着点来 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张华拍着胸脯一阵保证后 灵性这才放心地离开 写字楼下 灵性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 叹气道 到底要去哪里 找个全方位的人才啊 还要有信得过的人品才行 真是难搞 就在这时 道路对面的阴暗小巷中 灵性余光瞥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想到了什么 见两边没有车来后 立马朝着街对面小跑了过去 此时接到对面的阴暗小巷内 几名混混正笑着 把一对男女给围在中间 眼中充满了贪欲 这位兄弟 搁几个最近手头有点紧 要不你给接机一点呗 不然你身边这妹子 陪我们喝杯酒也行 穿着黑色夹克的灵天 欠奏的人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阴暗潮湿的小巷内 灵天和一个穿着 廉价牛仔裤的女人 被几名小混混包围在中间 听到这些社会的渣子 敢向自己要钱 灵天眼中闪过一抹不屑 死死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黄瑶看着手持弹簧刀的小混混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的她 两脚都有些发软了 抬头害怕地抱住身旁的灵天 声音颤抖道 阿天 怎么办 他们手上有刀 要不我们把钱都给他们吧 闻言 灵天叹了一口气 无奈道 我说 你能不能先松开我 我不 黄瑶倔强地撇过头 两手死死地抱住灵天的左臂 松开 我不 你不松我就把你给甩出去 打死我也不会放手的 你 你甩吧 我才不怕呢 一旁的小混混见状忍不住了 他们抢劫呢 就不能给点面子 居然当众搞暧昧 给点尊重行不行 你妈的 兄弟们一起上 先把这对狗男女给打趴下 到时候直接上手搜 总共五名小混混一起围了上来 灵天见状 眼中闪过一抹冷色 然后直接伸手将身旁的黄瑶 给单手抱了起来 很快 小巷子内传出了打斗声 以及惨叫声 不过惨叫的却是那些小混混 而灵天哪怕怀里抱着个人 只靠一只手游停信步的 在巷子内游走 很轻松的 就将这些小混混给放倒了 以他的伸手 别说五个了 就算是十个一起上 都毫无意义 很快 五名找事的 混混就挨个 被灵天打倒在地 哪还能不明白 这是遇上硬茬子了 兄弟们 点子扎手 先撤 看着五人被打得落荒而逃 灵天并没有追上去 而是在将黄瑶重新放在地上后 头也不回地 对着身后空无一人地横道 淡淡道 看够了吗 你在说谁啊 阿天 小心脏砰砰跳的黄瑶疑惑道 下一秒 双手插斗的灵性 从一旁的角落走了出来 面带浓浓的笑意 看向灵天的眼神 如同是在看待一窝丰盛的韭菜 灵天转过身 见灵性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皱眉道 你这是什么眼神 真是恶心 没什么 灵性摆了摆手 嘴角的笑容如同AK47一样 完全压不住 微笑着道 真是碰巧啊 有时间聊聊吗 没有 灵天毫不犹豫地拒绝 直接转身就走 以他对灵性这个人的了解 找自己绝对是黄鼠狼 给击败年没安好心 黄瑶却是拉住了他 对着灵性疑惑不解道你是 灵性笑着回道 我是他的弟弟 你叫我灵性就好 你是我嫂子吗 好不容易碰到亲爱的哥哥 我想要好好和他聊聊天 促进一下关系 不过看样子 他好像很不乐意呢 这话灵性是故意这么说的 伺候家里 那个小魔女那么久 他有绝对的自信可以保证 灵天肯定是被这个女人给拿下了 不然以他冷漠的性格 刚刚肯定是 不会就黄瑶的 绝对会自己一个人走掉 听到嫂子这两个字 黄瑶脸色顿时一红 有些害羞道 哎呀 我和阿天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地步呢 但他的内心却感到十分的受用 尤其是在知道灵性是灵天的弟弟后 好感度一下增加了不少 很快 如灵性所预料的那样 黄瑶直接转身 死死地抱住了灵天不让他走 后者脸色一黑 只好无可奈何地答应了灵性 正好附近有个咖啡店 我们去那里聊一聊吧 哥哥灵性笑眯眯地走到了灵天的身边 手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满心郁闷的灵天 身旁挽着他手的黄瑶 笑嘻嘻道 阿天 老摆着张冷脸干嘛 你和弟弟这么久没见 乖 笑一个 看着灵天沉默不发一言的样子 灵性心中忽然有些畅快 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遇到同类了吧 这个黄瑶 倒是跟家里那位的性格截然不同 有些天然呆 和宁主哑 完全是两个类型 不过在缠人这一点上 倒是不相上下 片刻后 深成一家高档次的咖啡店内 西式的装修风格 耳边传来钢琴奏乐的声音 空灵又轻缓 让人可以完全地放松下来 三位需要点什么 面带微笑的服务员 递过来一张菜单 菜单上除了各式咖啡之外 还有各种名贵的小吃 每一样的价格 都在四位数或者以上 价格昂贵 坐在灵天身旁的黄瑶 从进店之后 明显地拘谨了很多 在看见菜单上昂贵的价格时 内心不禁泛起嘀咕 这也太贵了吧 一杯咖啡 就需要我两个月的工资 等会要是给不起钱 该不会要被留下来刷盘子吧 敏锐注意到这一点的灵性笑了笑 打起笔从容地在菜单上勾了几下后 将菜单都递给了服务员 笑道 这些每样都来三份 再来一份打包 好的 您请稍等 服务员接过菜单退了下去 服务员走后 灵天这才看向坐在对面的灵天 语气冷淡地开口道 说吧 找我又有什么麻烦事 怎么会是麻烦事呢 我找你肯定是有好事啊 灵性笑呵呵道 随后他将新世纪游戏公司的事情 和即将建立起来的雅信集团 简单地说了一遍 以及缺少个人才的事情 意思不言而喻 以灵天的能力 绝对符合灵性的需求 所以他今天说什么都要把这头肥羊 给薅到自己这边来 在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灵天抱手冷哼道 想让我帮你经营公司 意思就是 要我在你的手底下做事 哼 你觉得这可能吗 一旁的黄瑶闻言 好奇地问道 经营公司 那就是管理层吗 多少工资啊 灵性竖起了五根手指 让黄瑶去猜 黄瑶大胆到五万 对于从小 生活在镇子上的他来说 五万一个月 已经是个天价数字了 再高的话 简直不敢想 灵性摇头笑道 年薪五百万 如果肯一直在公司干的话 我再给百分之三十股份 年底分红 五百万 听到这个数字 黄瑶惊呼出声 小脸上充满了震惊的神色 钢琴声环绕的咖啡厅内 一张桌上 黄瑶对着身旁的灵天眨了眨眼 声音惊讶道 阿天 那可是五百万 还有分红和股份 虽然我不懂这些 但肯定也值很多钱吧 看着身旁凑上来的好奇宝宝 灵天脸色阴沉的 瞪得对面笑呵呵的灵性一眼 黄瑶还在继续输出 眼睛已经被金钱所蒙蔽 娇声道 阿天 你就去嘛 好不好嘛 灵性也在旁给予助力 看向灵天笑着道 是啊哥哥 你现在和以前可不一样 你一个人生活 苦点无所谓 但现在有了嫂子 你总不能让她 跟你过苦日子吧 再说了 结婚以后 你们还要生孩子买奶粉 还有各种要用到钱的地方 趁着现在多挣点钱不吃亏的 这话精准地插入了灵天的软肋 原本冷淡的脸色一阵变换 显得有些犹豫 而这更是让观察她表情的灵性 眼睛一亮 有戏啊 看来这两个人的关系进展 远超自己的想象 想到这里 灵性连忙趁热打铁道 而且 只要你去接手新公司 你就是公司的老板 我肯定不干涉你的决定 你地位也不比我低 就算咱俩合作怎么样 听到这里 灵天犹豫过后 最终拗不过黄瑶的坚持 只好叹气道 那好吧 看在黄瑶的面子上 我就帮你这一次 接着又摆起冷脸 哼道 但是你记住 绝对没有下次了 都好说好说 得到满意的答复 灵性脸上的笑容顿时更加灿烂 暗想到 小样 知道了你的软肋 难道我还拿捏不了你了 在七管炎这一块 我灵性趁第二 就没人敢成第一 很快咖啡厅的服务员 推着一个下车走了过来 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吃 以及三杯牛奶咖啡 哇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黄瑶拍着手心喜道 将小吃全部端到餐桌上后 服务员对着 灵性恭敬道 先生 您要求打包的那份 已经放在收音台那边了 随时可以拿走 灵性点了点头 随手递过去一张卡 之后 灵性简单地跟灵天讲解了一下 目前新世纪游戏公司两款新游戏的发展方向 以便他能够更快地了解情况 以灵天的头脑 想要理解这些 自然不难 几乎是灵性化落的瞬间 脑中就有了好几种营销办法 说完正事后 灵性这才好奇地询问两人的关系 灵天语气中带有一丝无奈道 黄瑶是我小时候的玩伴 后来我去了灵家 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 直到前段时间我回家 一番简单地了解后 灵性算是明白 对方为什么对黄瑶那么惯着了 原来是最后一夜情啊 再加上那沾人的性格 也难怪灵天被拿捏 一顿茶点很快吃完 灵天直接带着黄瑶 去了新世纪公司所在的写字楼 而灵性则是驱车 朝着市中心的核心商业圈市去 宁竹雅在公司确立好后 直接豪气地包下了核心圈的 一栋50多层楼高的大厦 用来当办公地点 雅信集团深城总部 重新装修过的董事长办公室内 穿着一身粉色连衣长裙的宁竹雅 正在低头看着资料 在这些天 他收购了好几家互联网行业的公司 毕竟比起 从头建立一家分公司 还是直接买县城的最好 省去了很多时间 现在雅信集团 正在逐渐步入正轨 虽然说现在名声不鲜 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集团的名字 会响彻国内 咚咚 办公室的敲门声响起 民主哑头也不抬 冷声道静 办公室门推开 手里提着一个精致盒子的 灵性笑着走了进来 心情很不错 民主哑抬起头 看着他脸上有些恶心的笑 嫌弃道 能不能正常点 遇到什么事了 这么开心 给你带的小吃 灵性将盒子放在桌上 随意的找来了一张凳子 在媳妇身边坐下 笑道 这不是找到个经营人才吗 游戏公司那边 暂时不需要我去操心了 你这边呢 将资料放在桌上 民主哑揉了揉眼睛 有些犯困的说道 也快了 今天估计就能全部安排完 明天就能回磨兜了 看着媳妇疲惫的样子 灵性拿出一份微甜的茶点 递到了他嘴边 明主哑小口吃下 鞭味 灵性还笑着道 我跟你说啊 我刚刚遇到灵天了 则则则 没想到像他那样的人 竟然也会被女人拿捏 果然 七管炎才是最终的归宿 明主哑就这么趴在桌子上 听着灵性讲 然后坐等食物 喂到嘴边就行 这样的一幕颇为温馨 多么希望这一刻 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就在这时 一道急速的电话 铃声响起 是明主哑的手机 她看着母亲打来的电话 心中忽然声出不安 这个点可还没到 小雪放学的时间 她妈基本上 这个时候也在忙工作 不是有必要的事情的话 肯定不会给自己打电话 手机接通 在明主哑 忐忑不安的心情下 那头传来了 明母焦急的声音 不好了小雅 小雪出事了 我刚刚接到幼儿园 打来的电话 说是小雪莫名其妙 在幼儿园内失踪了 找不到人 闻言 明主哑刷的一下站起身 心中的不安 逐渐转变为恐慌 脸色一下就难看了起来 随后咬牙到我马上回去 说完 她就直接挂断了电话 就坐在她身边的灵性 自然也听到了两人的对话 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消失了 拳头立马攥紧 我去安排飞机 我回家把小幸子带上 简单的角落后 雷厉风行的宁主哑 直接安排了起来 灵性则是奔跑出办公室 开车朝着家中驶去 小幸子的狗鼻子很灵 但愿能派上用场吧 白家 居然真的对一个 几岁大的小女孩下手了 简直是丧心病狂 一想到小雪儿 现在可能面临巨大的危险 灵性直接将油门踩到了底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家中赶去 国都郊外的某处废弃工厂内 人际罕至 其中一处封闭的厂房内 光线暗淡 隐约可以看见 二十多道人影坐在角落中 在最中央的铁杆子上 绑着一个脸淡粉嘟嘟的小女孩 现在正处于昏迷中 厂房门口 一名瘦小男子 看着被绑在杆子上的灵血 扭头对着身旁的魁梧大汉 疑惑道 大哥 这次的金主 到底是哪家的 就看管一个小孩而已 居然给那么的愁金 该不会有诈吧 板干了这么多年绑票 还有一次 见雇主主动把目标送到手里的 这跟躺着赚钱有啥区别 魁梧男人吸了一口烟 冷哼道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这种事能随便说吗 放心吧 事成之后少不了我们的 这点我还是可以保证的 听到这话 瘦小男人眼中露出笑意 整个人看起来很机灵的样子 只要看好这批大点的丫头两天 就能到手五百万 这还真是天上掉馅饼啊 与此同时 就在林雪儿被绑架后 白家的人也找到了宁家 而且还是 白家家主白崇德亲自来的 宁氏集团的机密会议室内 令母一脸森寒的 看向坐在对面的白崇德 冷声道 果然是 你们白家动的手脚 过了这么多年 那个老太婆的手段 还是这么不要脸 说吧 到底要怎样才肯 把人还回来 闻言 白崇德但笑道 这是老太太主意 可不能怪我 她老人家说了 要你宁氏的所有股份 要是敢耍什么心研子的话 那小女孩可就保不住了 卑鄙 宁东红咬牙道 双拳钻得很紧 死死地瞪着她 白崇德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有时候卑鄙也是一种手段 要怪也只能 怪你们太天真 恐怕千想万想都没想到 我们会从学校老师下手吧 哇 那个地道 可是费了好一番功夫 气氛瞬间陷入了胶着之中 宁母脸色难看 现在孩子 在对方的手上 根本没有他们谈条件的机会 就算把这里的监控交给警察 也没有任何的作用 口说无凭 白崇德最多进去关几年 而最关键的白老太太 依旧逍遥法外 片刻后 宁母站起身 对着白崇德冷声道 事关整个宁氏集团 我们需要时间商量一下 你们总不会连这点时间都不给吧 文言 白崇德笑着抬起一只手 笑道 当然没问题 但你们只有两天的时间 希望到时候 你能给我一个满意的回答 说完 白崇德起身离开了这里 脸上自始至终 都带着淡淡的笑 唐佛以绑架小孩来达成目的 并不是什么难以启齿的事 会议室内 宁东红坐在椅子上 满脸愁绪道 现在要怎么办 我们完全找不到任何线索 进行追踪 根本不知道 孩子被绑到了哪里 宁母咬了咬牙 我再去派几拨人找 要是两天内找不到的话 满足他们的条件又如何 宁氏集团是夫妇两人 半辈子的心血 说放弃就放弃 心里不痛 那是不可能的 白家压根就不是想要他们的财产 而是宁氏集团在国内龙头的地位 不达目的是不罢休 一日早晨三四点 紧敢慢赶的林姓和宁竹雅 牵着小杏子脚步 匆匆地走出了机场 兵分两路 宁竹雅回家了解目前具体情况 林姓则是趁着 现在幼儿园还没开门 打算先去了解一下 小雪是怎么被绑走的 要知道 不管是校内还是校外 都有着她安排的保镖 就算对方挖了地洞 在没有校内人员帮助下 不可能瞒过在校内的保镖 路上 林姓摸了摸小杏子的狗头 担忧到 养了你这么久 也该到你发挥实力的时候 要是能够找到小雪 被绑到哪里的话 我以后好吃好喝地供着你 吐着舌头的小杏子闻言 狗眼放光 大叫了两声 王 王 放心吧 狗哥在 没意外 很快 搭乘着出租车的林姓 来到了幼儿园的门口 已经有人在校门口等着了 正是安排在校内的那些保镖 在付完钱后 林姓牵着狗 直接走了过去 北头紧皱 见林姓走来 几名保镖羞愧地低下头 对不起林先生 这次是我们工作失误了 事已至此 先说说 你们调查到了什么吧 林姓烦躁地摆了摆手 您跟我来 领头的保镖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朝着幼儿园内的操场走去 边带路边说道 事情发生后 我们很快就在校内找到了那个地洞 林雪儿小姐 估计就是从这个洞里被带走的 在此之前 这里摆着施工标志 所以我们并没有太关注这边 直到事情发生后 等我们去找校长的时候 发现他人也不见了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那个校长有问题 林姓眯起眼 心中有了决断 他立马拿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出去 对着那头吩咐道 我需要摸度近三个月来的 所有机票火车票的登记记录 等吩咐完后 一行人也走到了操场的一角 此时天色已经渐亮 林姓勉强能看轻洞内的深度 大概有两米左右的样子 宽度则是刚好够 容纳两个人 一旁的保镖地 来一件林雪儿平时穿的校服 上面有它的味道 林姓结果蹲下身 放在小杏子的狗鼻子边 摸着它的狗头问道 怎么样 能在这下面 闻到相同的气味吗 此时距离林雪儿 被带走 还没过去一天的时间 这两天也没有下雨 气味的滞留程度 按理来说是可以闻到的 火力满满的小杏子 在校服上嗅了嗅 狗鼻子动了动 下一秒 整只狗 直接朝着下方的洞窜了进去 显然是闻到味道了 见状 林姓也不敢耽搁 直接对着身后的保镖 吩咐到去把整座幼儿园的老师 都调查一遍 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说完 林姓也跟着纵身 进入了地洞之中 跟了上去 这洞只能容纳两个人通过 人太多的话会爱手爱脚的 他一个人刚好足够 凌晨 天刚微微亮 卧独靠近市中心的 一处罕见的林子中 一人一狗 正在不断地狂奔 正是林姓和小杏子 看着前方迈着四条腿跑的小杏子 林姓此时已经有些疲惫了 但速度却丝毫不敢慢下来 生怕被甩掉 而且拖得越久 小雪儿的处境就越危险 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找到绑匪的所在点 前方完命奔跑的小杏子 则是精神异议 一想到只要找到人 就能吃香的喝辣的 狗腿就卖得飞快 朝着郊区奔跑而去 三个小时后 早晨八点半 正在家中商议对策的宁母 接到了来自白崇德的电话 那头的白崇德笑呵呵道 宁夫人 看来你是没把我的警告当回事啊 我不得不恭喜你 你的那个女婿 正在向那个小女孩的所在赶去 只是很可惜 光靠她一个人 又有什么用呢 最后只是多加一个人质而已 坐在一旁沙发上的宁主雅文言 立马拨打了林姓的电话 但手机却传出关机的提示音 她的手紧攥着手机 脸色难看 关键时候 林姓那家伙的手机居然关机了 这样一来的话 定位功能也没办法使用了 宁母皱眉到你到底想说什么 手机那头忽然嘈杂了一下 很快便又再次安静下来 接着传出一道苍老的声音 正是白家老太太 在劫匪那边有着一百多人 你要是还想要林家那小子 以及她的妹妹活命的话 明天早上九点 我在龙腾大酒店等你们 记得带上合同 这次两个人至都掌握在我的手上 可没有那么提条件的机会了 说完 不等宁母开口 电话就被挂断了 对方压根没给他们拒绝的机会 身旁宁父从沙发上站起 叹气道 以防万一 我先去准备合同 你们再去多叫点人吧 必须要在今天内 把绑匪的所在点找到 这样才能破局 宁竹雅从位置上站起 直接快步朝着家门外走去 脸色如寒冰一样冰冷 眼底有着浓浓的担忧 狗男人 你可千万不要出事啊 同时 白家老宅中 大堂内 白家老太挂断电话 对着一旁的儿子吩咐道 你回去吧 让那些人下手的时候留点分寸 到底是林家的人 要是太过火的话 搞不好会给白家带来灭门之灾 白崇德神色认真严肃地点了点头 转身走了出去 这次的事情 对于白家来说就是一场好赌 赌赢了 就能得到那个位置 输了 恐怕后果也难以想象 就算他心里对这个母亲再怎么不满 这个时候 就算是为了以后的生活 也必须要亲力相助 在儿子走后 白老太从身上摸出一个特制的手机 打开通讯录里面只有一个电话 他拨打了过去 第一 电话响了十多秒才被接通 那头传来男人别脚的中文 哦 白老太太 相信你打这个电话 是给我带来喜讯的吧 闻言 白老太太苍老的脸上 显露出一抹厌恶 语气平淡道 当然约翰先生 你要的东西我很快就能准备好 要求我都可以答应你们 但我想要先检验一下 那个要是不是真的 听到这话 电话那头的男人一喜 毫不犹豫地笑着道 当然没有问题 今天下午 会有人把东西送到你手上的 希望白老太太 不要让我们黑十字会失望 这通来自大洋彼岸的电话 很快挂断 白老太太躺在太师椅上 浑浊的眼神 带着一股死寂 给人一种时日无多 似乎下一秒就会死去的感觉 神斗 华国权力中枢 红星大楼内部的一个隐秘会议室中 昏暗的会议室内 坐着三个人 正在观看幕布上的影像 特殊行动部部长 指着屏幕上所显示的一个真迹 神色严肃地介绍道 这是最新流入我华国边境的新型毒品 这毒品的效果却是比以往任何一样毒品的效果 都要强上数倍 而且根据我们的调查 米国有很多组织 正在暗中将大量的这种毒品流入华国之中 虽然成功地拦截下来了一部分 但还是有一些流入了进来 目前不知去向 会议室内 重新回归军部的刘英也坐在位置上 穿着一身鼻挺的军服 他看着屏幕上对于毒品的介绍 皱眉道 既然召开了这个会议 就说明有线索了是吗 坐在一旁的王老没有开口 任由两人来处理这件事 想要看看 他们会做何处理 在丰满的语意下 是不会培养出茁壮的小鹰的 特殊行动部部长点了点头 轻点了一下手中的遥控器 屏幕上瞬间出现一张人像 正是白家刚旅游归来的老太太 解释道 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突破口 根据我手下的人调查 这个名叫白月英的老人 近两年频繁接触境外势力 我估计 他掌握着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而且 这个老人还在靠着旅游的名义 暗中帮一些境外势力贩毒 听到这里 刘英算是明白了 对方叫自己过来的目的了 直接站起身 与其坚定到 我现在就去把这老东西给抓回来 论侦查和审问 在华国找不出几个 比刘英更厉害的人 自然也就是这次抓捕行动的 最佳人选 见有了结果 王老这时也开口了 看向刘英认真的说道 务必小心行事 不要打草惊蛇 刘英严肃地点了点头 转身朝着会议室外走去 时间临近傍晚 魔独郊外 奔跑了整整一天的灵性 已经快要虚脱了 要不是中途找些了吃的喝喝的 这会儿 估计早就跪了 小信子此时也好不到哪去 累得不行 狗腿无力且麻木地迈动着 一副要捏了气的样子 不远处就是一个废弃工厂区 气喘吁吁的灵性 对着小信子蛊惑道 加油啊狗子 这次事情过后 我给你找一百只漂亮的母狗 随你选 文言 小信子的狗眼一亮 狗腿再次飞快地迈动了起来 朝着前方的场区靠近 而一人一狗却不知道 他们已经被几十双眼睛给盯住了 一举一动 都在绑匪的注视之下 刚入夜 晚风微凉 世界庞佛一下就安静了下来 窝都郊区的某个废弃场区门前 灵性蹲下身 摸了摸小信子的狗头 低声脸色认真的吩咐道 里面肯定很会有危险 你就在这里等着 要是有除我以外的人来的话 别犹豫赶紧开溜 知道了吗 小信子人性化地点了点狗头 乖乖地坐在了秀气斑斑的大铁门旁 见状 灵性站起身 朝着场区内部走去 有着黑夜作为掩护 小心翼翼地探查着每一个独立厂房 很快灵性就有了线索 他蹲下身 看着地上凌乱的脚印 有些头痛道 看这样子 至少也有十几号人 以防万一还是打个电话 叫点人过来吧 能被白家买通的绑匪 肯定不是一般人 还是小心一点的好 但就在灵性拿出手机 想要叫人的时候 却发现 手机怎么都按不开 没有丝毫的反应 顿感一阵牙疼 NND 居然关键时候没电了 这不是要人命吗 这样一来 就只剩下两个选择了 容不得灵性多考虑 他看着一直蔓延的脚印 难难道 要么回去叫人 要么就单枪匹马地杀进去 怎么选 一想到 小雪儿现在 很可能正在遭受虐待 灵性内心就是一阵恐慌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拼了 一番愁愁后 灵性直接沿着地上的脚印 继续往前走 目光时刻地警惕着四周 不敢有任何大意 几分钟后 灵性来到了场区角落 一栋破旧的厂房前 他小心地朝着里面看了一眼 十分谨慎 昏暗的厂房内 一束月光从厂房顶上洒落 照在了中央的一根铁杆上 而最重要的是 在铁杆上赫然绑着失去意识的灵血 身上那件红色棉袄 灵性清清楚楚地记得 因为那是 他给小家伙买的 吱压一声 充满秀气的铁门被推开 在这寂静的黑夜之中 尤为刺耳 但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难道那些绑匪不在这里 灵性目光注视着四周黑游游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只能看到一些废弃的老旧设备 他只好迅速地走了进去 想要将小雪给救下来 但下一秒 原本大开的铁门喷的一声 被重重地关上 下一瞬 明亮的灯光从头顶亮起 瞬间将整个厂房照亮 突兀的声音从上方传出 不愧是大哥 这小子还真就傻乎乎的一个人的冲进来了 已经来到小雪身边的灵性 脚步一下止住 瞳孔猛缩 朝着声音的源头看去 扫射了周围一圈后 苦笑道 看来这次是真的难搞了 放眼看去 竟有数十人站在厂房的角落 手里还拿着棍子和刀 因为刚刚环境太黑 所以 灵性完全没有发现 他已经闯入虎穴了 领头的魁梧大汉 从老旧设备上跳下 挡住了灵性唯一的逃生路线 自信满满地大笑道 小子 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 顾主有要求 不能做得太过火 但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到时候缺胳膊少腿 可就怪不得我们 看着围上来的一圈人 灵性先是将小雪 从铁杆上给放了下来 把小家伙平放在地上 然后脱下外套 盖在了他的身上 又从身上 拿出听歌用的耳机 塞到了小家伙的耳朵里 回屋男子见状 无懈地笑道 真是找死 兄弟们给他点教训吧 注意别把人弄死了 不然雇主可是要扣钱的 一众小弟乐呵呵地 朝着灵性走了过去 眼中满是不屑与嘲讽 丝毫没把他当回事 他们这边可是有着 足足六十多个人 六十比一 这要是还输的话 干脆找块豆腐 把自己撞死算了 省得给绑匪这个行业丢人 希望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吧 要是回去晚了 媳妇可是要生气的 灵性看着 虎视耿耿的一群人 叹了口气 随后双目瞬间被认真所覆盖 下一秒 竟然先一步朝着人群冲了过去 速度并不是很快 但脸上却没有丝毫的畏惧 见此一幕 推到后面看戏的魁梧男人 哈哈一笑 这小子倒是有点胆子 看样子那小女孩 对他来说很重要 身旁的瘦弱男人 则是嘲笑道 明明乖乖认怂就能活命 非得上来找死 这脑子 肯定是被驴给踢了 但是没过一会 就在两人认为 输赢已定的时候 眼前的鹦鹿 却把他们看呆了 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睛 耳边传来小弟的惨叫声 只见灵性如虎入羊群 一拳放倒一个小弟 颇有一副 赵云长板坡 七进七出的威势 这些混混根本进不了他的身 废物 TMD一起上 他就一个人 号也要号死他 见小弟们有些不敢上前 魁梧汉子忍不住怒吼了一句 手臂上青筋暴涨 闻言 一群人再次一窝蜂地朝着灵性冲了上去 就这么持续了一回 在巨大的人数差距下 灵性很快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这小子快不行了 大家一起上 喊话诸位的小弟 一拳朝着灵性的脸挥了过去 却被灵性蹲身躲过 下一秒 整个人就被一脚踹了出去 额头渗出丝丝血迹的灵性冷笑一声 谁说我不行了 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 接着 灵性深呼吸了一口气 一身的热血沸腾起来 猛垂了两下 胸口发出沉闷的声音 大声吼道 来啊 信爷我还没打过瘾呢 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掉 灵性整个人如一道 力剑冲入人群 开始以伤换伤的打法 丝毫不在意 身上多出来的伤口 一心专注在眼前的敌人上 看着灵性这疯子一样的打法 瘦肉男子眼中闪过一抹恐惧 至于这么拼命吗 这是要不死不休 绑匪头子健壮 背头瞬间紧皱起来 他是知道灵性的真实身份的 明白灵性绝不能死在自己手上 他是徒才 可不是想要找死 要是灵性死在这里的话 他都不敢想自己会是什么后果 想到这里 灰屋男人直接脱掉了身上的衬衫 露出了一身的剑子肉 朝着人群中的灵性走去 能 能哥 你要亲自上 瘦弱男人一惊 慌乱地接过衣服 同时按道 灵性死定了 能哥以前可是退伍军人 后来因为范式 被逐出军营了 但一身的格斗技术 绝对是顶尖的 刘能头也不回得冷恒倒不然呢 要是这小子死在这里的话 我们这些人一个都跑不掉 全都要给他陪葬 接着 刘能就是一个的冲刺 猛地将正在人群中 挥拳的灵性 给一脚踹飞出去机密远 狠狠地撞在了金属钢板上 嘴中闷哼一声新红色的血 从嘴角流出 看着受到重创的灵性 刘能边走边对着他勾了勾手 语气中不带有丝毫的怜悯 冷漠道 来吧小子 我亲自陪你玩玩 废弃场区 在寂静德夜晚之中 博独郊区的某个厂房之中 气氛却是异常火热 在数十人的围观下 浑身浴血的灵性 正在和他们的大哥一对一的肉搏 拳拳到肉 两人使用的都是军中格斗术 但灵性的技法明显要成熟许多 几乎是在压着刘能打 但他此时的身体状况 也好不到哪去了 长时间的搏斗 换来的就是体力的快速消耗 就算他打赢了刘能 周围还有那么跃跃欲试的小弟 这几乎已经是必死的局面 碰 只见满脸血污的灵性 闪身躲过刘能的一拳后 迅速还击 携带着进风的拳头 落在了对方的腹部 深深地陷了进去 好小子 刘能嘴角溢出血液 牙齿中都掺杂着心红的血 看起来极为瘆人 但他却是畅快地大笑一声 再次朝着灵性冲了过去 风机迅猛凌厉 同时声音粗犷地哈哈大笑道 你的格斗术是谁叫你的 这么年轻的年纪 居然就能运用到这种程度 真是怪物啊 后退一步 冷身回了一句 两人打得你来我往 一时间竟都奈何不了对方 但只要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相较于灵性 刘能受的伤更多 要是再这么打下去 刘能必败无疑 站在厂房门口 瘦弱男人见状 脸色阴晴不定 然后缓缓从身上掏出一把手枪 悄悄地瞄准了不远处的灵性 正处于高强度交手中的灵性和刘能 并没有注意到这一幕 就在两人互相给了对方一拳后 再一次地拉开了身位 就在灵性站稳脚的一瞬间 一道刺耳的枪声响起 他的腹部瞬间迸发出血花 瞳孔痛苦地瞬间收缩 整个人一个没站稳 跌坐在了地上捂住 被腹部的伤口 正打算冲上去的刘能 也没料到这一幕 愤怒地朝着瘦弱男人的方向 瞪了一眼 随后看了一眼灵性受伤的位置 还好并不是致命伤 健壮 他立马对着最近的小弟命令道 快去找个医生过来 速度快 就当所有人以为终于结束的时候 灵性却挣扎着站了起来 趁着刘能命令小弟的功夫 红着眼睛 咬牙冲刺了过去 见此一幕 周围的小弟 连忙想要提醒一下自己大哥 但却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秒 反应不及的刘能 被灵性锁住脖子 狠狠地撞向了坚硬的地面 发出沉重的响声 你 刘能还想要说些什么 但头部的重击 让他瞬间晕厥了过去 不幸人事 灵性强忍着腹部的疼痛站起身 再次面向了周围看戏的小弟 欢笑道 已经解决一个了 接下来是你们谁先上 或者 一起上 看到这一幕 围在一旁的小弟们 内心下意识地一颤 看向灵性的眼神带着害怕 中了一枪 还能一击放倒他们大哥 这家伙是魔鬼吧 这一刻 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 灵性是真的抱着拼命的目的来的 世界上原来真的有不怕死的人 一夜的时间缓缓过去 第二天一早八点 窝渡西区的龙腾酒店内的包厢中 白家的人和宁家的人全都到齐了 而今天白家老太太 更是亲自来了 坐在主位上 瞥眼看向脸色难看的宁家夫妇 淡淡道 合同拿来吧 要是再晚一些 你女婿和那个小女孩的命 说不定就危险了 威胁的话语 落入宁母的耳中 她咬牙将准备好的合同扔了过去 冷冷道 你最好祈祷那两个孩子没事 哼 你觉得现在的你 还有资格跟我说这话吗 白老太太冷哼一声 刚想要拿起合同查看 但下一秒 一便突声 哄 的一声 包厢的大门 被人一脚踹开 十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冲了进来 一道身影更快 几乎是进入包厢的瞬间 就将白老太太给压在了桌上 身穿长服的刘英 从背后拿出一个银手镯 单手擒住老太太的双手 话语冷漠道 白月英 你涉嫌极起重大案件 跟我们走一趟吧 跟来的白家人 也全部都被冲进来的士兵控制住了 一个个眼神 惊恐地不敢说话 只看看着手背靠上 你是 原本低沉着脸 坐在一旁的宁竹哑 认出了突然出现的刘英 脸色微微有些惊讶 随后想到了什么 赶忙站起身说道 小雪儿和灵性在他们手上 能帮忙查一下吗 闻言 刘英低头看向满脸害怕的白老太 冷声询问道 说吧 人在哪 就 就在东郊的一个废弃场区里 白老太颤颤微微地回道 心中不断地祈祷 这些人是因为灵性来的 不然的话 他可就是死路一条了 在华国这个律法言明的国家贩毒 几乎跟卖国无异 绝对是死罪 在得知灵性的所在后 宁竹哑毫不犹豫地 朝着包厢外跑去 一刻都不想再等下去 见状 刘英皱了皱眉 对着身旁的士兵 吩咐到你们 把人秘密押回去 我稍后赶回去 随后刘英 也跟着出了包厢 朝着东郊赶去 宁父和宁母对视了一眼 他们这算是逃过一劫了 半个小时后 东郊 废弃的场区前 一辆黑色劳斯莱斯急迟而来 直见一个甩尾 停在了袖极斑斑的大门前 此时在门边 一条正在做着春梦的大黄狗 睡得正香 时不时地用狗腿挠挠痒 丝毫没有意识到 危险已经来临 车门打开 宁竹哑走出 看着正呼呼大睡的小杏子 皱了皱眉 直接走上前踹了他一脚 将正在做春梦的小杏子惊醒 狗眼茫然 灵性在哪 蹲下身 宁竹哑抓着他的狗头冷声问道 小杏子闻言 汪汪 叫了两声后 吓得把腿朝着场区内飞奔而去 狗腿迈得飞快 刘英这时开着一辆越野车跟了过来 紧跟其后地追了过去 很快 在小杏子的带领下 宁竹哑和刘英 来到了一栋偏角落的封闭厂房前 靠近后 刘英的眉头瞬间皱起 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 正是从里面传来的 心中生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立马推开铁门走了进去 但眼前的一幕 却让两人愣在当场 瞳孔收缩 打开厂房的大门后 眼前的一幕 让宁竹哑内心犯偶 捂住嘴 眼神之中充满惊惧 强烈的血腥味 更是刺激起了小杏子的凶性 争鸣着流露出了尖锐的牙齿 一副遭遇强敌的模样 入眼 破旧不堪的厂房内 地上躺满了人身上 带着各种淤青和伤势 模样极其的圣人 像是遭受了某种虐打 带血的刀子和木棒散落一地 刘英还发现 其中一人的手中 居然拿着把老师手枪 在厂房的最里面 躺着个昏迷不醒的身影 身上盖着剑男士外套 而灵星就这么背对着厂房门 盘腿低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宛若一座雕塑 见识过更多血腥场面的刘英 率先反应过来 先凝竹哑一步跑了过去 途中目光还不断地 在这些倒下的人身上扫视着 看样子 全都是被硬生生打晕的 粗略估计也要六十多人 一达六十 就算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士兵 都不敢吹牛皮 能打倒这么多人 但灵星这家伙居然做到了 来到灵星的身旁 刘英这才发现 灵星已经彻底昏死了过去 全身上下都带着伤痕 经过一夜的时间 大部分细小的伤口 已经停止流血了 但腹部却只能用惨状来形容 他连忙抓起灵星的手册了一下 虽然很微弱 但确实有脉搏 这代表灵星还活着 我先带他去医院 你带着这个小女孩跟过来吧 不敢浪费一秒时间 在吩咐了身后的宁竹亚一句后 刘英连忙抱起灵星 朝着外面跑去 甚至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幅度 脸色担忧的宁竹亚 跑到小雪的面前蹲下 再检查了一番后 紧绷的内心稍稍松了口气 没什么大案 就是手脚冰凉 肯定是发烧了 就当宁竹亚打算 抱起小雪走的时候 倒在一旁的瘦弱男人 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 对比起其他人的伤势 他身上的伤药少很多 只在脸上挨了一拳 所以是最先醒来的 我这是怎么了 瘦弱的男人疑惑地看着厂房顶 脑子似乎还没从 昨晚的惊慌中反应过来 听到动静的宁竹亚 停下手里的动作 迅速转头看向 身后醒来的瘦弱男人 再看到掉落在他手边的枪后 立马联想到了 刚刚灵性腹部的伤口 想到这里 他的脸色 瞬间被一层寒霜所覆盖 捡起掉落在地上的小刀 毫不犹豫地 就朝着瘦弱男人 眉心甩了过去 携带着无穷杀机的匕首 寒芒一闪而过 并没有直接刺入男人太阳穴 而是划破了他的双眼 血光乍现 犀利的惨叫声 响彻在寂静的场区中 啊 我的眼睛 还没来得及反应的男人 痛苦地捂住了眼睛 鲜血顺着他的手指缝隙 哗啦啦地流下 不断地在地上翻腾惨叫 宁竹亚没有犹豫 直接走过去 捡起了地上的手枪 冷眼看着在地上挣扎的男人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咔嚓一声 并没有出现想象中 鲜血四剑的场景 弹夹内的子弹 早就被打空了 就在宁竹亚想要上去捕刀时 外边却传来了警车鸣笛的声音 他止住脚步 犹豫了一下后 转身抱起昏迷的小雪 就朝着外面走去 至于这个男人 没有了眼睛 估计连死都是一种奢求 要不是因为担心小雪身体出事的话 宁竹亚飞得上去狠狠地折磨死他 胆把他男人伤成那样 简直就是找死 很快 得到消息的警察和宁竹亚擦肩而过 没人上去阻拦 而是率先 将那些倒在地上的人都给绑了起来 队长 这还有一个醒着的 只是他的眼睛 什么眼睛不眼睛的 我只看到他不小心摔了一跤 正好把眼睛给摔瞎了 懂我的意思吗 懂 懂啊 周围的同僚 听到这牵强的解释 嘴角抽了抽 摔一跤把眼睛给摔瞎了 这肯定能上新闻头条 魔督 第二人民院内急救医生 正在检查灵性的情况 同时推着病床朝手术室走去 患者腹部有一处枪伤 需要马上进行消毒 将子弹取出来 身上还有十几处刀伤 脉搏微弱 马上准备输血和抢救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冲入了手术室 大门牢牢地关上 门口的红灯同时亮起 但愿你小子命运吧 刘英在登记好相关信息后 朝着手术室望了一眼 随后走出了医院 他身上还带着机密任务 不能在这里久留 否则怕是会耽误大事 紧随而来的 就是抱着灵雪儿 走进来的宁竹哑了 他直接闯进了医生的办公室内 吓了正在休息的 几位医生一跳 语气冰冷地开口道 马上看看这孩子身体怎么回事 一直都昏迷不醒 闻言 一名带着眼镜的男医生站了起来 面露不满道 这位女士 看病要先挂号 你连这一点常识都不 闭嘴 冰烛雅呵斥出声 将小雪儿瓶放在了 就近的办公桌上 看了一眼墙上钟表的时间 冷声道 十分钟 我给你们十分钟的时间 要是能查出来原因 我会出资三千万 投资你们医院 说着 冰烛雅从身上拿出几张 华国银行的高级VIP卡 摆在桌面上 冷眼看着几名医生 听到投资三千万 几名医生的眼睛 一下就亮了 以他们的眼界 自然能看出 那银行卡是真的 这女人的来头肯定不烦 虽然他们分不到钱 但升职加薪 肯定是跑不掉了 想到这里 几人连忙放下手里的事情 小跑了过来 迅速地 给躺在办公桌上的灵雪儿 检查了起来 脉搏稍微有些弱 手脚冰凉 舌头上有药物的痕迹 但身体却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被下了安眠药 赶紧去化验一下 该说不说 的确是专业的 仅仅几分钟的功夫 就检查出 灵雪儿是备下了药 所以才怎么都叫不行 我读第二人民医院的手术室内 额头已经冒出汗珠的医生 已经给灵性处理好了伤口 目前正在缝合 一旁的护士 抽空看了眼侧新仪器 有条不稳地 给医生地区工具 普茨清晰易懂地说道 患者目前的心跳频率 正在回声 正在进行缝合的医生 听到这话 依旧不敢大意 他也是第一接手 这样复杂的手术 足足几十道伤口 外加枪伤 在手术没有结束之前 以患者现在的身体状况 任何意外都有可能发生 越要接近成功的时候 就越不能放松警惕 毕竟谁也不知道 意外什么时候会来 与此同时 我读警局的审讯室内 白家老太太 被单独拉了出来 这间审讯室 跟其余用来审讯 嫌疑人的房间不同 环境只能用恶劣来形容 在周遭的墙壁上 还挂着各种刑具 上面带着不知干枯多久的血液 说说吧 这玩意是谁给你的 只见刘英从身上 拿出一盒针迹 扔到了桌子上 冷声质问 坐在审讯以上的白老太太 透明塑料盒内 放着五管针迹 里面竟是诡异的蓝色液体 是从白家老宅里搜出来的 血已经被用过了一只 白老太太 看着桌面上的那盒针迹 浑浊的眼中透露出畏惧 眼神飘忽闪躲 颤颤巍巍地说道 我 我不知道啊 长官你 可要查清楚啊 肯定是有人想要陷害我 见这个老东西 还在狡辩 刘英直接一拳砸在桌子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冷哼道 这玩意叫圣水 是外国流进来的东西 据说能够帮人续命 但副作用同样巨大 一旦使用过就会上瘾 而服用过多 则会让人精神失常 最终彻底变成一个植物人 而你在半年前 被确诊出重病 命不久矣 但你家里又有这玩意 你觉得世界上 会有这一巧合的事情吗 闻言 白老太太身体一颤 事到如今 她能做的 就是拒不承认 这种罪行 要是确定下来的话 肯定是死刑 见此一幕 刘英眼睛微微眯起 对着身后的士兵 使了个眼神 后者会议 直接拿着那盒药剂 走到了白老太太身前 根据研究人员的报告 这东西的上瘾性很大 一次性超过三只的话 会有会使人彻底离不开它 刘英缓缓说着 冷眼看着士兵 将剩余的真迹 一次性注入到了 白老太太的体内 心中 没有丝毫的怜悯 一旦这个东西在国内流传起来的话 到时候 受害的可就不是个例了 而是千千万万的华国百姓 对待非常的事情 就必须要采取非常的手段 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绝不姑息 很快 无管真迹 就全部被注射入了 白老太太的身体之中 她的身体一下就燥热了起来 要不是被绑在审讯以上的话 估计已经开始满地打滚了 见状 刘英再次开口 冷冷道 我再问最后一遍 是谁把这东西给你的 你们之间的联系方式是什么 我真的不知道啊 白老太太痛苦地惨叫着 此刻只感觉身上有一万只蚂蚁在爬 浑身扫养难耐 体温还在不断地升高 求求你们放了我吧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 我 要笑开始发作 老太太开始无端地狂笑了起来 有些开始控制不住自己 是谁将真迹给你的 刘英趁机询问道 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的老太太 癫狂地笑道 当然是他们 只要我帮他们运送东西 他们就会让我一直 一直活下去 闻言 刘英皱眉问道 运送东西 运到哪里 具体时间呢 海湾港口 就在后天晚上 在说完这句话后 老太太彻底承受不住身体的高温 竟直接晕死了过去 手脚无力地垂落 皮肤表面渗出密密麻麻的红疹 看起来极为圣人 给他带下去隔离起来 研究院的人 不是研究出解药 还没有实验的人选吗 拿一管给这老太太试试吧 吩咐了一句后 刘英从位置上站起身 走出了审讯室 同时拿出身上的对讲机 按下按钮后命令道 所有特别行动组人员注意 现在马上命令前往海湾港口 准备给我们的外国友人 来一场盛大的鸿门宴 下午三点 天气有些炎热 我都第二医院之中 紧闭的手术室大门终于打开 坐在走廊内等待的宁竹亚健壮 连忙站起身 接着 护士们推着病床 朝着重症病房而去 额头冒汗的医生 则是留了下来 看向宁竹亚解释道 你是病人家属吧 目前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由于大量的失血 让他的身体处于一个非常虚弱的阶段 再加上他现在还发了高烧 所以 情况很不稳定 这也就需要你们家属 陪个人在医院无时无刻的照顾 有条件的话 最好是买些有丰富维生素的水果蔬菜之类的 无品可千万不能给他吃 不然只会适得其反 听到医生详细的解释 宁竹亚点了点头 他并不怎么擅长和外人交流 于是直接说道 辛苦你了医生 我会向院长申请 将你提拔为副院长 每个月工资奖金翻三倍 你先下去休息吧 听到这话 男医生愣了愣 脑子还没有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就见宁竹亚 转身朝着病房快步走去 片刻后 医生看了看自己的双手 呆呆道 难道我刚刚救了什么大人物 这算是天上掉黄金了 另一边 已经治疗好的林雪儿 在陌生的病房中醒来 身旁几名医生 正在左看看右看看 生怕出什么意外 这时 其中一名医生 指着眼睛 拧开一条缝的林雪儿 惊喜道 醒了 你们看 这孩子醒了 闻言 其余的几名医生 也都惊喜地看了过去 连忙上前慈祥地询问道 怎么样孩子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乖孩子 叔叔这里有糖糖 你吃吗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 明明是我先发现的 都给我一边去 能不能要点脸 眼前几人的争吵 很快影响到了 刚醒来的林雪儿 处于陌生的环境 看到陌生人争吵 眼睛立马被一层 水雾覆盖住了 下一秒 嚎啕大哭声 从病房内传出 整个走廊都能听见 不知是过了两天 还是三天 我都第二院内 某病房之中 姐姐 哥哥怎么还没醒啊 因为他是大懒猪啊 懒猪就是贪睡 哦 病床上 穿着生病好服的灵性 悠悠转醒 耳边的声音有些嘈杂 谈话生动画片的声音 就在宁竹亚抱着小雪儿 坐在病床边 看粉红猪的时候 一声嘀喃传入她的耳中 水 听到动静 宁竹亚这才发现 灵性醒了过来 连忙将小雪儿 放在另一张病床上 倒了一杯热水 味到了灵性嘴边 喝了水后的灵性 意识清醒了一些 看着洁白的病房 意识到自己活了下来 朝着身旁的媳妇询问道 我这是昏迷多久了 整整两天两夜 宁竹亚美好气道 随后伸手将灵性 从床上扶了起来 背靠在床头 正在专心 看动画片的小雪儿 看着醒来的哥哥 小脸惊喜道 哥哥醒了 两张病床紧挨着 中间并没有多少空隙 灵雪儿开心地 从床上站起 直接光着脚丫子 跳到了另一张病床上 扑到了灵性的怀里 因为宁竹亚 并没有告诉小家伙 发生了什么 所以灵雪儿还以为 哥哥是专门回来看自己的 表现得十分开心 哥哥是大懒猪 居然睡了这么久 都不陪小雪玩 闻言 身体处于虚弱中的灵性 有些吃力地 抬起手 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笑呵呵道 嗯 是哥哥错了 那小雪儿原谅哥哥好不好 不好 灵雪儿撇过头 不满地哼哼道 小雪生气了 除非哥哥带我出去玩 不然 不然我就不理哥哥了 看着小家伙闹脾气 灵性嘴角露出微笑 有些苦恼道 唉 那就可惜了 我专门给小雪准备的礼物了 既然你不理哥哥了 那就算了吧 礼物 灵雪儿的眼睛立马亮起 有些扭扭捏捏地说道 其实 其实也不是不能原谅哥哥了 看到小家伙被忽悠得找不着北 宁竹雅无奈地将他从床上抱起 放到了另一张病床上 哄道 小雪先自己玩好不好 姐姐帮你狠狠地收拾哥哥 让他不陪你玩 嗯嗯 好 小家伙用力地点了点头 再次将注意力放在了动画片上 而宁竹雅则是转身找来了一条热毛巾 给灵性擦了擦脸 就在灵性享受的时候 只听身旁人淡淡道 越来越有本事 都敢把自己的命当作耳戏了 一个人打人家六十多个人 灵性 你很厉害啊 知不知道 要不是运气好 你现在已经下去见阎王了 嗯 听到这话 灵性背后一寒 只感觉危机来临 匆忙解释道 媳妇你听我说啊 主要是手机关机了 所以我才 所以 你就不能先回来通知我吗 宁竹雅邓向灵性 咬牙道 上次在机场也是这样 凡事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就自己做决定了 你知不知道 我有多担心 文言 灵性失去地低下了头 铁嘴道 我错了还不行吗 宁竹雅 一番瞪眼后 她还是强忍住了动手的打算 现在灵性的身体还太虚弱了 起码得等她身体好一些 再慢慢调降 两次的命悬一现 已经让宁竹雅 彻底没有了忍耐心了 内心下定决心 一定要好好地惩罚一下这家伙才行 不然的话 鬼知道还会不会有下次 简直是不把自己的命当回事 这次的事情 并没有告诉远在神多的灵父他们 免得他们操心 因此也就没来看望 昏迷期间 灵性一直都是靠营养液 维持身体基本消耗 但既然现在醒了 那肯定不能再那样了 宁竹雅借用医院的厨房 烧了份纯天然健康菜后 回到病房 如山高的米饭 让灵性咽了咽口水 好家伙 这都顶她平时三顿饭的饭量了 这是想要撑死她吗 灵竹雅默默地拿了张凳子 坐到了病床边上 目光悠悠地看向灵性 语气平静异常道 做好心理准备吧 好好享受你这两个月的时光 说完 就盛起一勺子菜 递到了灵性嘴边 灵性看着媳妇的眼神 咽了咽口水 心里有些想哭 她这次说不定真的要被干掉 与此同时 白家老宅内 经过审问后释放的白崇德 漫步在小院之中 看着假山和池塘里的鲸鱼 南南道 母亲 没想到你也有今天 贩卖毒品 吸毒 看来您是没机会回到白家了 因为白老太太的行动 没有告诉其他任何白家人 甚至都没敢动用白家的势力去运毒 害怕被查出些什么来 所以 整个白家倒是因祸得福 不仅保全了整个白家不说 白崇德更是借此机会 彻底掌控了家族的所有产业和话语权 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掌权者 这一天 我已经等了太久了 被当作提线木偶的日子 已经过去了 现在我才是白家的化石人 走进大堂 白崇德的脸上 带着肆意的笑容 坐在了原本属于白老太太的位置上 短暂的狂喜后 白崇德不愧是能成为家主的人 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没有被这突如其来的惊喜所冲垮 片刻后 他拿出手机拨打了个电话出去 手指在木制扶手上 轻轻敲击着 咚咚 喂 电话很快接通 依旧是熟悉的电子音 但却表现出了不耐烦的意味 我应该说过 不要再来找我了 姓白的 你到底想干嘛 白崇德脸上露出淡笑道 有件小忙需要你帮衬一下 不是关于林家的 当然 该有的报酬 我也会准备好的 保证不会让你吃亏 什么忙 那头问道 白崇德依旧是那副笑呵呵的面容 话语平静道 我要你 杀了我的女儿 也就是白君婉 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 才再次传出声音 你疯了 就算是小三生的 那也是你的亲女儿 你也舍得下手 对此 白崇德只是淡淡回道 如果有人威胁到了你的地位 时时刻刻都想着对付你 你会任由这样的人成长下去吗 过了一会 电话那头才缓缓回道 没问题 但是现在动手风险很大 价格方面 随你开价 事成之后 我直接打到老账户上 白崇德毫不犹豫到 成交 嘿嘿嘿 哥哥变成猪八戒了 医院的病房内 林雪儿胯开小腿 坐在林信身上 手中拿着一支可擦油性笔 对自己的杰作十分满意 只见林信脸上 被红色的油性笔画了到处都是 尤其是鼻头全部都被涂红了 看起来就像是某部电影里的Joker 坐在病床边的凝竹 哑将乐呵呵的小家伙 抱到怀里坐下 摸了摸他的头夸赞道 真不愧是我们家小雪儿 以后肯定是个画画大师 嘿嘿 还好吧 林雪儿有些害羞地低下了头 脸颊上却是抑制不住地开心 欲哭无泪的灵性 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屈辱的泪水从眼角滑落 鬼知道他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 白天被小雪儿当成玩具丸 还不能生气要哄着 到了晚上又有个大的要哄 这个更加不敢粗心大意了 有时候他都怀疑 到底谁才是病号了 这半个月来 因为小雪儿被绑架的事情 明珠亚干脆也不让他去幼儿园上学了 正好这里躺着个劳动力 就干脆让林姓来教 一想到这样的日子 还想持续一个多月 林姓内心更加的郁闷了 他可不想当家庭主妇 于是看向媳妇 委屈巴巴道 老婆 我觉得我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要不我们明天就出院吧 闻言 正在逗小雪儿的宁主哑瞥了他一眼 语气从容淡定地说道 行啊 那今天晚上 我就回去把家伙是准备好 如果你撑得住的话 呃 那我还是再躺个一阵子吧 林姓缩了缩脖子 家有猛虎 地位很危险啊 早晚有一天他 林姓要凌驾于这个疯婆娘之上 成就一代伟业 迈向成功之路 就在林姓住院的时候 一场关于政策的风波 在国内盛行了起来 自四月起 不管是国内 还是从国外流通进来的游戏 都要严格遵守 游戏防沉迷新规 未成年者周一至周五 不得玩游戏 只能在周六和周日的晚上六点 才能玩两个小时的游戏 这个新发布的规定 一下就对国内刚刚站起来的游戏行业 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打击 所有依赖游戏为生的公司 都是为之色变 而作为国内游戏 龙头的光美集团 更是造成了空前巨大的打击 原本蒸蒸日上的日火月亮 现在几乎是呈现断崖式的下跌 碰 一拳砸在会议室的桌面上 发出巨响 会议室内 光美集团的所有高层全部到齐 正经危坐 不敢去看前面 正在大发雷霆的董事长 后背已经被冷汗尽失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这个政策出来之前 我没有收到任何风声 明腾暴怒地从位置上站起 眼内蔓延出红血丝 下面的人则是支支吾吾的 压根就说不上话 按理来说 如此大的动作 国家最起码也会通知 他们这些游戏行业的巨头一声 免得造成当地经济损失 但现在却没有 至于答案 恐怕只要不是 蠢货心中都有了答案 明显的不能再明显 有人在针对光美集团 而且还是直接从政府高层之中下手 几乎是一击毙命 但究竟是谁 这点同样也是明腾现在所困扰的 这条消息刚出来的时候 他打了十几个电话给市长 却始终无人接听 很明显 对方就是故意不接的 明明他们光美集团 为深层贡献了那么多 让更多的人有就业机会 但此刻却被卸磨杀驴 与此同时 深城政府大楼 市长办公室内 秘书不解地看向 坐在办公桌后的于市长 耐不住心底的疑惑 出声问道 市长 光美集团可是本地企业 为什么我们不将 房沉迷的消息提前告诉他呢 有了提前错失的话 损失肯定会大大减小 闻言 正坐在桌前 喝着热茶的鱼远摇头道 这是可不是我决定的 这种自断手脚的事情 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去做 事到如今告诉你也无妨 你知道光美集团 现在每年的净利润是多少吗 我记得好像是500亿吧 秘书有些不确定道 那已经是过去事了 于市长淡定地喝了一口茶 明明是他管辖区内的事 却表现得淡定从容 随后在秘书的目光中 他缓缓伸出五根手指 眼睛微眯到 光美集团旗下的各种分公司 包括那些实体产业 加起来每年的纯利润 已经超了1000亿 每年流水超5000亿 而这些赚的钱 却并没有进我们国人的腰包 大部分反而进入了 外国那些资本的腰包之中 然后用那些钱来打压我们 你说 上面的人会允许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吗 直到此时 秘书才后知后觉的恍然大悟道 所以上面才想着 借这次的机会 彻底将游戏业重新洗牌 以此彻底掌控这暴力的行业 将钱攥在我们自己人手里 见手下人一点就通 于市长满意地点了点头 神秘地笑道 还不止于此 有人打通了上面的关系 要培养出一个超越光美集团的势力 还将大头让了出来 不说别的 光是这一点 就足以让光美集团宣告落幕了 而那个代替者 依旧是我们深层的本地企业 所以我们什么都没有损失 相反还抓住了一棵稳定的摇钱树 一日 就在所有人以为 国内游戏彻底陷入没落的时候 两款游戏横空而出 其极致的体验 瞬间就火爆全国 吸引走了原本属于光美集团的用户 深层 新世纪游戏公司内 张华一群人 正紧盯着面前的一台电脑 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眼睛瞪大 一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总经理办公室内 临天看着电脑屏幕上 显示的日活跃数据 还算满意的 看样子能勉强破译 有这样的数据 还真是多亏了那些手机厂商了 强行把游戏装进手机了 以此达到增加用户的目的 而另一边 白军丸所在的豪华大厦内 同时也是天军游戏公司的总部 数据虽然比不上 新世纪游戏公司的那款游戏 但也算得上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质量这边 明显是 我们的更胜一筹 后面也不是没有赶超的机会 听到肖杰的回报 白军丸脸上 却露出一抹不满 但看着眼前的数据 也说不出什么 只好站起身 朝着办公室走去 头也不回道 走吧 去给我们的合作伙伴收尸 五月 气温彻底的暖和了起来 已经很少有人 穿着厚厚的大棉袄出门了 时隔多月 国度的临江别墅内 久违地响起了惨叫声 小院外正在修剪草木的园丁 听到这声惨叫 脸上露出了舒适的笑容 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此时别墅二楼卧室内 气氛异常压抑 媳妇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下次肯定不会冲动了 求您饶我一命吧 拉上窗帘 卧室内顿时一片昏暗 充斥着几分诡异的气氛 此时灵性瑟瑟发抖地 跪在一把老旧的搓衣板上 看着缓缓朝自己走来的宁竹雅 那冷漠的眼神 更是让他胆战心惊 看着灵性卑微求饶的模样 手拿金属衣架的宁竹雅冷笑道 你不是挺能打的吗 命都可以豁出去 现在跪在这里干什么 起来打一个给我看看 我倒要看看 你有多能打 灵性不敢顶嘴 只能缩着脖子弱弱的 小 小的不敢 我哪敢对您动手啊 宁竹雅确实没有心软 直接朝灵性张牙舞爪地扑了上去 狠狠道 那你就乖乖受死吧 这次必须给这男人 一个深刻的教训才行 不然 万一下次一个 意外把命丢外面了 他就只能哭着收尸了 很快 别墅内灵性惨嚎声响彻 声音犹如酒悠下痛苦的厉鬼 刺耳渗人 一楼客厅 灵雪儿抱着兔子玩偶 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 晃晃悠悠的 丝毫没把惨叫声放在心上 与此同时 一架前往国外的飞机临时返回 几辆警车停在了机场中 等待着飞机降落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 这架客机缓缓降落后 灵雪儿所读的幼儿园校长 被几人带了下来 送入了警车之中 联合绑匪谋害自己的学生 这样的罪名 足够他在监狱里后悔终生了 甚至很有可能在监狱里 受到一些暖心的照顾 另一边 我读警察局内的关押室 阴暗潮湿的走廊中 走来一道身影 缓缓停在了一间关押室前 铁栏杆那角落里 坐着模样大便的白家老太太 此时她的状态 跟以前自信的模样完全相反 整个人犹如从地狱爬出的恶鬼 光是看其外表 就让人头皮发麻 裸露出的皮肤 满是密密麻麻的红点 双目瞳孔毫无神采 四肢更是只剩下了皮包骨 很难想象 究竟是承受了怎样的痛苦 才变成这副样子 看守室外 刘英看着这个命不久已的老人 心中没有任何怜悯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 我们成功抓获了大批量的圣水 还直接捣毁了国内的 十几个制毒窝点 间接性地挽救了无数生命 看到这些事情的份上 上面决定在你进入监狱后 给你一些人性化的待遇 让你在里面过得不是那么痛苦 记住 这是国家给予你最后的恩慈 往后余生 你都要将此谨记于心 直到死去 说完 刘英一刻也不想在这阴暗的地方多待 直接转身离开了这里 脚步声愈行愈远 而在刘英走后 原本坐在潮湿角落的白老太太有了动作 只见她灰暗无神的瞳孔 将手在凌乱的白发后摸索了一阵 最终摸出了一颗有黑的药片 随即吞入了腹中 不久后 负责巡逻的警察便发现 白老太太服毒自尽了 死前嘴角还带着阴森的笑容 这件事并没有掀起多少波澜 刘英在亲手将缴获的毒品销毁后 这才回了神斗覆面 毒品的事也就此告一段落 林江别墅的二楼卧室的房门忽然打开 只见林姓欲哭无泪地想要爬出去 寻求一线生机 但是很快 还没等她爬出几步 双脚就被一双手给死死抓住 再次拖回了卧室之中 房门砰的一声重重关上 媳妇你过分了呀 这都从早上收拾到下午了 哪有你这么对待老公的 啪 清脆的巴掌声响起 卧室内传出凝竹哑微微有些气喘的声音 少废话 今天必须要给你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 啊 这一战从早上开始 直到日落黄昏才堪堪结束 中途甚至连休息时间都没有 不间断地进行惨无人道的压迫 等到林姓被保镖抬进浴室的时候 脸上尽是解脱的笑容 她林姓好歹也算是个高手 一个人单挑六十多人的时候都没死成 结果今天差点被自己媳妇给活活打死 浴室内 宁大泽了一声 看着手脚无力躺在浴缸中的林姓 尤其是那满是瘀青的小屁屁 可见这次的情况是有多严重 脱掉林姓衣服的同时 宁大叹气道 林少啊 不是我说你 为啥每次都要跟大小姐过不去呢 结果每次都被折磨得半死不活 我看着都为你感到不值啊 被伺候着的林姓 内心也是低沉 嘴角露出一抹苦涩的说道 我有什么办法 还不是你家小姐太残暴了 打不敢打骂不敢骂 我完全不是对手啊 文言 宁大试着提议道 要不你趁着这几天在魔都 换转换心情 说不定就会变好一些呢 我跟你说啊 女人嘛 都是要靠哄的 只要哄得好 大小姐不得什么都依着你 到时候想干啥就干啥 听到这番话 林姓眼睛一亮 觉得好像也是这么个脸 连盲侧头寻问道 那我要怎么哄 有没有什么速成的技巧 或者靠谱的办法 以宁主雅娜性格 来硬的肯定行不通 说不定还会被打得满地找牙 那要是来软的呢 见状 宁大凑到了林姓耳边 低声道 我听说魔都明天 有个村庄景点开放 那景色 据说就是人间仙境啊 要是能带大小姐 去那里放松心情 林姓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一幅画面 嘴角下意识地扬起 乐呵呵地笑出了声 在开满花的旷野上 媳妇小鸟一人地 扑在自己怀里 一口一句姓哥哥毫不娇羞 由于浴室没安装什么隔音墙 林姓又毫不掩饰她的笑声 所以 一下就被卧室内 正在休息的宁竹牙给听见了 她咬牙看向浴室的方向 收舍这么久 那狗男人居然还笑得出来 看来下手还是太轻了 清早 阳光和煦 临江别墅内 客厅的沙发上 宁竹牙抱着小家伙 指着卷子上的一道题目 温言细语道 我 跳了 姐 和 校长 孔雀舞 哥哥 知 连成一句话 应该怎么读 温言 林雪儿小脸红扑扑的 奶生奶气地自信道 这个我知道 校长爷爷给我和哥哥 跳了支孔雀舞 一旁正在扫地的灵性 听到小雪儿的回答 一个没忍住扑呲一声 笑了出来 一道冰冷的视线 朝她看去 吓得立马收敛了起来 林煮雅目光 重新回到小雪儿的身上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摇头轻声道 不对 再想一下吧 连成一句话 应该怎么念 嗯 林雪儿小脸认真的思索后 灵机一动 连忙到我知道了 哥哥给我和校长爷爷 跳了支孔雀舞 灵性 听到这个回答 宁竹雅的脸色顿时一沉 心里已经开始 有些抓狂了 见状 林雪儿想到了什么 又笑道 不对不对 应该是 校长和哥哥 给爷爷我跳了 声音渐渐低落 林雪儿莫名地有些心虚 想到做错作业 被打屁屁的小朋友 脖子不由地缩了缩 宁竹雅 则是脸色阴沉地 对林姓招了招手 提笑肉不笑道小性子 你过来 文言 林姓连忙放下扫把走了过来 脸上露出一抹谄媚的笑容 抱 媳妇冷静啊 孩子还小 以后 哎呦 还没等林姓把话说完 响亮的一巴掌 直接落在了她的屁股上 传入宁竹雅的耳中 她的小脸一下就舒畅了 身旁林姓捂着 还未消肿的屁股 忧愿地看向她 愤愤道 她做得不好 你收拾她 你打我干什么 目光重新回到 作业本上的宁竹雅 云淡风轻地回道 孩子太小了 不能打 子不教父之过 长胸如腹 我打你没毛病吧 林姓 这歪理竟让她无言以对 好像确实是这么个理 但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呢 被打猛了的林姓 看了眼墙上的转动的钟表 扭头对着媳妇撇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该出发了 闻言 明竹雅看了眼时间 将小雪放在了一旁的沙发上 后者疑惑道 哥哥姐姐要去哪里啊 林姓神秘一笑道 当然是要去约会啊 所以 你可以趁着现在去看动画片了 要不等姐姐 回来你就看不了了 听到这话 林雪儿的眼睛顿时一亮 连忙穿着小拖鞋 把宁竹雅和林姓往门外推 还边笑道 哥哥姐姐慢走 晚上不回来也没关系 我一个人也可以的 只能看两个小时 不准多 宁竹雅白了一眼林雪儿 这小家伙提到完脑子 转得比谁都快 要是能用在学习上 不妥妥的形状元 别让她玩得太疯了 嘱咐了一句女佣后 宁竹雅挽起林姓的手 两人一同朝着车库走去 话说媳妇 咱的婚礼什么时候吧 这么快就急不可耐想要 成为我的人了 让爸妈选个好日子吧 也是时候该办了 得脸 小的遵命 瞧你那熊样 来 亲一个 就在林姓和宁竹雅休假的时候 另一边的深城 可谓是乱成了一团 原本名家唐家云家 三足鼎立的局势被打破 市场一片混沌 看不清前路 光美集团大厦下 白军婉和肖杰先后走出 坐上了回程的车 没想到 居然这么顺利就到手了 看来那些外来资本 已经彻底抛弃名家了 行驶在道路上的车内 白军婉坐在副驾驶 满意地看着手中的文件 就在刚刚 光美集团旗下 最火的游戏游戏分公司 已经彻底归属于他了 到时候 两大公司合并 相信要不了多久 就能超越宁竹雅那个女人 但此刻正在开车的消洁 脸色并不好看 扫了眼后视镜 皱眉道 我们被跟踪了 你坐稳 我看能不能甩掉他们 闻言 白军婉一惊 连忙抓稳了车子的扶手 同时目光看向后视镜 果不其然 有两辆车子 一直跟在他们后面 拥挤的马路上 行驶在一侧的保时捷 911开始加速 一脚油门到底 在来往的车流之中 乱窜了起来 后方的两辆黑车见状 连忙后知后觉地 开始踩油门 跟着冲了出去 老大 我们被发现了 怎么办 其中一辆黑车内 驾驶员对着后座 戴着个棒球帽的男人询问道 男人一袭黑色衬衣 胸膛的肌肉似是 要把衣服称爆 手臂的肌肉隆起 可见是个恋家子 刘三通过前挡风玻璃 看着正在车流中 急迟的白色保时捷 掐灭了手中燃烧了一半的烟头 皱眉沉声道 追上去 我们可是大老远 从赛北跑过来一趟 这次的任务绝不容有失 是 老大 吩咐完后 刘三从包里掏出一部手机 打开通讯路 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接通后 他直接冷声道 我们这边已经被目标给发现了 你们在白军晚家中 和公司守株待兔 只要一有机会 直接动手 好 前方车流中 因为车子性能的差距 黑车逐渐被甩开 而那辆白色保时捷 则是一气绝尘 很快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中 足足过了半个小时 深城警局附近的路上 萧杰见后方 迟迟无人跟来 松了一口气 白军晚眉头紧簇 脸色难看得难难道 会是谁呢 那个老太太现在已经死了 那还希望我死的人就只有 会不会是宁竹雅 开车的萧杰淡淡道 于他而言 只要有一丝动机 那就都是怀疑的对象 不可能 白军晚却果断地摇了摇头 冷声道 以他的骄傲 不可能做出这种事的 我宁愿去怀疑 是那个灵性买凶杀人 都不可能去怀疑宁竹雅 而且 我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大仇 应该不是他 一个个人在白军晚的脑海中闪过 最终一副面孔浮现出来 他不禁低难道 真是会是你吗 父亲 我都山魁村内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后 原本就风景宜人的村庄 变得更加的秀丽 广袤的油菜花田地内 放眼看去一片灿烂 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清香 晴空万里之下 灵性牵着宁竹雅的手脉 悠悠地走在花田之中 对着他笑道 怎么样 繁华的东西见过了 像这种乡下的花田 应该是第一次来吧 是不是很漂亮 还行 宁竹雅轻声 泥喃一句 目光不断地在四周的花田之中扫视着 在大城市中长大的 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 这么漂亮的荫幕 必须地拍张照记录一下 灵性突然拿出手机 往前快走了几步 宁竹雅下意识地停了下来 看着他拿手机对着自己 咔嚓一声 让我看看拍得怎么样 宁竹雅走了过去 直接拿过灵性的手机 结果看到的 却是灵性和他身后花田的照片 并不是拍的他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有摄影的天赋 灵性挑眉笑道 宁竹雅面无表情地抬起手 就要动手 见状 灵性吓得赶忙抱住了他 嘿嘿笑道 开个玩笑逗逗你吗 别生气啊 说完 灵性重新拿起手机举过头顶 同时右手揽过了 媳妇的腰肢 紧抱在怀里 看着媳妇冷冰冰的脸蛋 摆着拍照姿势的 灵性忍不住嘟囔道 媳妇 你倒是笑一个啊 这可是要留作纪念的 见宁竹雅没有理会 灵性眼珠子一转 抱住他腰的手 直接开始挠痒痒 口中发出渐渐的笑声 灵竹雅猝不及防之下 下意识地笑了起来 灵性见状 迅速按下了拍摄键 将这一幕给拍了下来 事成后 他松开了手 直接点进相册 看着自己拍摄的完美照片 乐呵呵道 我果然有拍照的天赋 这笑起来多好看啊 灵竹雅瞪了他一眼 到手冷哼道 吃了雄心豹子打了你 晚上回去再收拾你 随后两人又去了 其余景点逛了逛 整整一下午的时间 就这么过去了 花费了大半天的时间 才勉强把村子附近的景点 都转了一遍 临近傍晚的时候 正准备去进去提醒的宁大 就看见灵性 背着自家大小姐走了回来 还做了个虚的手势 此时宁竹雅 已经累得直接睡着了 发丝之间 还插着一朵路边斋的野花 就这么趴在灵性的身上 两人合力 将人放进后座上后 灵性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车里熟睡的宁竹雅 无奈道 玩玩就睡 跟猪一样 可累死我了 宁大挑眉笑道 这你还不满足 要是换平时的话 这个点 大小姐肯定已经开始折磨你了 灵性听后点了点头 好像是这么个礼 接着就走到了副驾驶 坐了进去 停滞了一天的车子 再次启动 灵性低头 看着相册里 今天拍的各种照片 嘴角略微扬起 心情舒爽 虽然没看到 小鸟一人的媳妇 但青春活泼 好像也挺不错的 同时 深层偏远的郊区 黑夜下 车身沾满泥垢的保时捷 其实在土路上 身后两道车灯照射而来 正在追赶着 车内 小姐脸色阴沉地 看着后视镜内 穷追不舍的两辆黑车 对着副驾驶的白军婉沉声道 本会我找机会把你放下来 然后我去引开他们 你趁机离开深城 最好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回魔都 文言 知道情况紧急的白军婉 脸色沉重地点了点头 没有多说 三辆车不断地你追我赶 很快就进入了林间小路之中 周围的密林一片寂静 黑油油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接下来的一段路 都是直路 小姐直接将油门踩到底 可身后的车子 勉强拉开了一段距离 但一旦过了这段路线 估计很快就会被追上 机会只有一次 正在追赶的后车之中 刘三看着远处 进入拐角逐渐消失的灯光 阴森的冷笑道 这一段路我调查过 只有一个出口 所以早早就安排人 在那边守着了 看你这只狡猾的泥丘 到时候往哪跑 几分钟后 再将那些人甩开一段距离后 小姐当机立断地 把车停在了路边 立马对着身旁的白军婉道 就趁现在 我把他们引开后 你直接往山里跑 直到此时 白军婉眼中闪过犹豫 随后解开了安全带 一把抱住了小姐 在她的耳畔轻声道 谢谢你 没有你的话 我早就是个死人了 你 就在小姐打算推开她的时候 后脖梗忽然传来一阵刺痛 视线瞬间开始模糊起来 不敢置信地目光 看向白军婉 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出口 就直接晕了过去 随后白军婉走下车 绕到了驾驶位 将晕倒在车内的小姐 给拖了出来 吃力地将她推向下方的缓坡 随着小姐的身影 消失在黑暗之中 白军婉眼睛红了起来 被一层泪光包裹 晶莹的泪珠从眼角滑落 心道 谢谢你这一路的陪伴 如果下辈子能早一点遇见你 那就好了 可惜 现在说这些为时已晚 耳边传来汽车发动机的轰鸣声 显然是那些人快要追过来了 一滴眼泪被风吹散 白军婉毅然决然地坐上了车 关上车门后 直接一脚踩下油门 车子轰铃一声 再次急迟了出去 在白军婉离开的片刻后 那辆黑车也紧随而至 朝着前方追去 丝毫没有发现不对劲之处 小路的出口处 静静地停着三辆车 将本就狭窄的路 给完全堵了起来 十几个戴着口罩的人 坐在路边等待着什么 这时有人 发现了道路尽头的灯光 连忙拍了拍身旁的同伴 急促到 快别发呆了 目标来了 准备动手 一行十几人立马行动 直接躲在了车子后面 准备等车子停下来后 就直接动手抓人 距离越来越近 保时捷独有的引擎轰鸣声 传入这些人的耳中 脸上忍不住露出激动的笑容 等了这么久 总算是能收尾了 嗯 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这车怎么还不减速 很快 有人反应了过来 吓得立马朝旁边的草丛钻 同时怒吼道 还看你买啊 人家压根就没想着刹车 你们还站在那等死啊 这话一出 吓得其余人脸色一惊 惊恐地想要躲到一边 但为时已晚 吉池中的白色宝石捷 压根就没给他们这个机会 哄得一声巨响 速度达到一百多马的宝石捷 直接撞在了拦路的三辆车上 车身直接翻了出去 强大的惯性 直接滑出去几百米远 而那些躲在车后面的倒霉鬼 就没这么幸运了 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倒霉的 甚至直接变成了一滩肉泥 鲜泻四溅 远处的公路上 随着冒着黑烟的宝石捷停下 驾驶位内被安全气囊 救了一命的白军丸 此时也已经奄奄一息 满头是血 突然冲来的宝石捷 直接逼停了道路上 驶来的一辆雷克萨斯 及时刹车横在了道路中央 啊 要撞上了 阿天你快踩刹车啊 闭嘴 雷克萨斯的车门被暴力推开 脸色难看的林天 从车上走了下来 眼神凶利地看着 差点让他丧命当场的宝石捷 心中有一句 MMP不知当不当讲 阿天 他是不是 死了 深夜 我独爱的 某条人际罕至的公路上 黄瑶躲在林天的身后 安静受怕地看着躺在地上 浑身是伤的女人 也就是白军丸 林天眼神冷漠地扫了眼 还没断气 不过估计离死也不远了 啊 黄瑶一惊 赶忙到闹门 赶紧救救他 这可是条人命啊 我为什么要救他 吃饱窗了 林天冷哼了一声 直接转身朝着车子走去 根本不打算管这破事 阿天 黄瑶气呼呼地蹬了一下脚 赶忙拉住了林天的手臂 娇喝道 奶奶说过 救人一命盛造七级浮屠 你救救他 又不会少块肉 林天撇嘴道 但我也不会剁块肉 就你这脑子啊 还想要道德束缚我 那也得对有良心的人才有用 见林天铁了心不想救人 就在黄瑶打算好好说教一番的时候 耳边传来了汽车急驰的声音 很快 两辆黑车停在了林天两人的不远处 五六名黑衣大汉走下了车 随后退至两边 脸色难看的刘三走了出来 他是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简单的杀人任务 居然还能让他损失好几个手下 培养这些人可是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 这次简直是亏大了 看了眼站在不远处的林天和黄瑶 刘三有些烦躁地对着属下命令道 还愣着干什么 把两个人处理掉啊 然后随便找个地方埋了 显然 刘三并不打算放过林天两人 打算杀人灭口 将这些话清楚听入耳中的黄瑶 吓得躲到了林天的身后 害怕地拉了拉他的衣袖 阿天 他们说要把我们处理掉 不会是要 林天魂不在意 饶有其事地点头倒没错 就是把你做成肉酱拿去喂鱼 黄瑶支支吾吾地不敢说话了 只能迅速地躲进了身后的车里 对着林天做了个加油的手势 还真是够胆小的 林天瞥了他一眼 随即看向已经走至身前的五名黑衣大汉 叹气道 回家收拾的行列 也能碰到这种破事 有够麻烦的 五人没有废话 对视了一眼后 直接朝着林天一起冲了上去 想要迅速解决战斗 进风声从耳边传来 林天随意地侧过身 躲过了其中一拳 刚想要动手先解决一个 身后再次传来风声 只得退后几步 这五个人的配合很巧妙 且都是练家子 看来应该是专业的 看着再次冲来的五人 林天心中顿时有了定论 下一秒 他直接主动冲了上去 该死的贱人 居然还流着口气 刘三走到了重伤的白军碗身前 从身上掏出把赠量的军用匕首 就在他打算彻底结束白军碗的生命时 肩膀忽然被人拍了两下 嗯 这么快就解决了 被打断的刘三 疑惑地转过头去 入眼 是一个比沙包还要大的拳头 直接落在了他的鼻梁骨上 惨叫声回荡在寂静的胶外 刘三被打倒在地 鼻血直接流了出来 脸上惊恐地看着出现在面前的林天 不远处 刚刚还生龙活虎的五名黑衣大汉 此刻正蜷缩着身体 躺在地上惨叫 你 你是什么人 刘三心中此时震惊地难以复加 这些人可都是他亲自训练出来的 才过去三分钟不到 居然就被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给解决了 林天活动了一下筋骨 看着不断往后退的刘三 淡淡道 赛北军独有的招式 可惜进攻一板一眼的 只要知道漏洞的话 这些人还比不上那些三教九流的混混 刘三咽了咽口水 颤颤巍巍道尼 你是赛北军的高层 这些招式的漏洞确实很大 但一般人可没资格接触这些 眼前这人如此年轻 怎么看都不像是色北军的高层啊 也没啥 以前靠着家里关系 找了几个赛北的兵王练了练手 对这些招式了解一些而已 说完 在刘三惊恐的目光下 林天果断的一脚踹在了他的头上 狠狠地撞向了一旁的石墙 倒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搞定完后 等林天转过身时 发现黄瑶那女人 居然已经把重伤的白军王给扛到了车里 笑嘻嘻地对着她招了招手 不愧是农村里出来的女人 力气比正常人大很多 报完警后 雷克萨斯再次启动 直接驶离了这里 朝着魔都市区驶驶 至于那些人被打中了要害 每一两个小时 根本没法起来 足够警察到场逮捕他们了 就在林天走后一个小时 萧杰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出现 看到车身扭曲的保时捷 她脸色一紧 刚想要过去看看情况 就听身后传来警车鸣笛的声音 清晨 我都宠物市场内 喧闹无比 小信子啊 虽说我答应你要给你找一百只母狗 但家里就那么点大的地方 你就随便挑指最漂亮的吧 林信牵着小信子 走到喧闹的市场中 周围人来人往 空气中带着一股怪味 鸡鸭鱼狗之类的 什么都有 因此 今天宁主雅和林雪儿 并没有跟着来 而是去了游乐场 只有林信带着小信子出来选飞 王 王 小信子朝着林信叫了两声 好好好 你这么玩狗爷是吧 说好的妻妾成群 我看你就是 羡慕我能开后宫 林信虽然听不懂他在狗叫什么 但狗眼中的嫌弃他 还是看出来了 直接上手拍了拍他的狗头 狠狠地说道 我好歹 也是你的主人 以后对我尊敬点 不然我就去给你做绝育 让你尝尝 变成太监狗是什么滋味 一人一狗的举动 在周围人看来有些怪异 下意识地远离了一些 不一会 小信子发现了什么 直接挣脱林信 跑到了一个老板的摊位前 狗眼直勾勾地盯着 老板身后笼子内的 一只雪白萨摩烟 哟 还挺会选的 林信跟着走了过来 小兄弟 要狗吗 我这些可都是上好的狗 都健康着呢 摊位老板是个地中海大叔 他身后的大笼子里 估摸着起码得有十几只狗 来路正不正 就不得而知了 顺着小信子的目光看去 林信只了只趴在笼子角落 老板 把那只狗拎出来看看 我想丢我的狗配个媳妇 见状 老板好心提醒道 这萨摩烟可不好驯服 本来我也想着养他看看的 结果好几次差点被他抓破脸 只好拿来卖了 听到这话 小信子立马朝着老板 嚎叫了两声 狗脸趾高气昂的 王 王 林信帮忙翻译道 我家狗想试试 你把笼子打开 让他进去吧 好嘞 有大声一上门 老板自然不会拒绝 连忙打开了笼子 把小信子给放了进去 老板看着他屁颠屁颠的样子 好奇地笑道 这应该是乡下的土狗吧 小兄弟养得不错啊 应该费了不少钱吧 就小信子这身躯 比一般的土狗 要宽上了几圈 明显是伙食不错 那可不 这家伙嘴巴比我还跳 只吃牛肉 还要煮熟了的 林信撇嘴道 龙内 见有陌生的大黄狗进来 几名围绕在雪白萨摩烟身旁的公狗 立马警惕了起来 朝着小信子叫了两声 示意他离远点 小信子一听 哪能乐意啊 他今天可是来选妃的 能被你们几只杂兵阻碍 接着 小信子扭头朝着龙外 观看的林信叫了两声 狗眼趾高气昂 忘 忘 还指挥起我来了 早晚把你给炖了 林信有些不适滋味地 从身上拿出被塑料袋包裹的高档牛肉 是来的路上买的 把肉丢进笼子里后 里面的群狗顿时乱作一团 直接冲上去抢肉吃了 自然也包括那几只阻拦的公狗 小信子狗眼不屑地看了他们一眼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你们很能打吗 能打有个屁用啊 出来混要有实力 要有背景 接着 小信子跑到了那只萨摩耶的身前 两双狗眼对视在一起 一只寒情默默 一只高冷如雪 很快 不知道小信子是给那只萨摩耶 灌了什么迷魂汤 乖乖地跟着他走出了笼子 见此 老板一脸惊奇 嘿 还真是神了 这狗咋嫩惊 林信没说什么 在付完钱后 直接带着两只狗 离开了宠物市场 一刻都不想多带 没办法 这位实在是太刺鼻了 今天回去得好好洗个澡了 去游乐园的路上 林信看着坐在副驾驶座椅上 腻歪的两只狗 思索道 该取个啥名字呢 要不 叫小牙牙吧 想到这个名字 林信当即满意地点了点头 小信子和小牙牙 这两名字多般配啊 很快 林信就到了游乐场门口 一眼就看到了 朝这边跑来的小雪 和不紧不慢跟在后面的宁竹哑 哥哥 你看我的新玩偶 好看吗 林雪晃了晃手里的小猪配T 小脸上写满了开心两个字 嗯嗯 当然好看了 林信蹲下身 在小家伙的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将他给抱了起来 宁竹哑此时也走了过来 看着跟在小信子身边的萨摩亚 看着还行 那可不 我还给取了个名字 就叫小牙牙 林信一脸地意道 听到狗男人拿自己的名字 给一只狗命名 宁竹哑眯起眼捏了捏他的脸 是不是又欠条交了 见状 林雪儿笑嘻嘻地捏住了 哥哥另一边的脸 欠条交了 哎呀 就一个名字而已嘛 别闹 林信迅速在媳妇脸上亲了一口 以示忠心 与此同时 我读白家别墅 安静的书房内 白崇德打着电话 咒没到 没找到尸体 机械和成音从手机里传出 放心吧 应该是尸体 被甩飞出去了 目前没有找到而已 总之事情 我已经给你办了 警局那边我也打理好了 再加上那份伪造的遗嘱 你女儿的产业 自然归你所有 报酬记得打过来 电话被挂断 白崇德脸色殷勤不定 最终还是打开公司财务 给对方打了一亿过去 华国边境 在北军区的某间军官办公室中 一名四十多岁的寸头男人 坐在办公室内 看着深城那边传来的汇报 冷哼道 真是没用的废物 杀了女人 居然损失这么大 还好把白崇德给蒙混过去了 钱拿到手 后面的事情 可就不关我事了 这时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罗教官 新一批的士兵 已经集结完毕 就等你演讲了 闻言 罗珊点了点头 沉声道 知道了 我马上就过去 在将面前的报告单 全部毁掉后 罗珊站起身 打起桌上的军帽带上 理了理鼻挺的军装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第二日 临江别墅内 你救了白军婉 卧室内 刚从床上起来的林姓 皱眉打着电话 林姓打来的 那头的林天冷声道姑且 把她送进手术室了 不过伤势太严重 救活的概率不大 听到这些 林姓仅在一瞬 就想到了很多东西 白家老太太刚死 远在深城的白军婉就 遭到了刺杀 这会是巧合吗 再联想到消结之前 述说白家的不简单 林姓眼中 透露出几分凝重之色 当初的秦家和二叔的事情 都有一只大手在背后操控 白家与其肯定有关联 但为什么要对白军婉动手 想到此处 林姓询问道 当时车上就白军婉一个人吗 嗯 就她一个人 我知道 尽全力救活她吧 说不定她会知道 些当初洗脑二叔的幕后黑手 嗯 电话挂断 林姓内心暗自叹息 为了所谓的利益 竟然连家人都可以算计 这样的人 还配被称之为人吗 但这件事 她可不能坐视不管 说不定还能以此为契机 让白军婉 把白家幕后的人给说出来 不过 前提是她能从手术室 活着出来的话 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啊 林姓挠了挠头 站起身出了卧室 朝着楼下走去 此时楼下客厅 穿着一袭雪白路肩长裙的宁竹雅 正抱着小雪儿 躺在沙发上看着动画片 乍一看 还真像是一对母女 贤惠而柔情似水 啪啪 下楼的声音传来 宁竹雅回头看去 就见林姓从楼上走了下来 穿戴整齐 似是要出门的样子 我回一趟深城 游戏出了点问题 需要我过去一趟 一脸淡然的林姓说着 就想要朝别墅外走去 脸部红星不燥 丝毫看不出来是在说谎 表现得浑然天成 但宁竹雅对这家伙 是何其的了解 原本慵懒的脸 一下就冷了下来 红唇清起 冷淡地吐出两个字 过来 正往外走的林姓 顿时僵住 脸上的肌肉 下意识地抽出了一下 扭头笑容略显生硬道 怎 怎么了吗 宁竹雅只是招了招手 冷眼而视 没有说话 但她表现 是越平静 林姓内心就越是胆战心惊 吞吞吐吐地走了过去 真是游戏出了问题 我没骗你啊 媳妇 放 放心吧 一两天我就会回来的 嗯 就一两天 越说 林姓就越心虚 乃至连躺在 宁竹雅怀里的林雪儿 都听出了不对劲 乃声乃气道 姐姐 哥哥是不是要出去偷女人啊 电视上都是这么说的 林姓 以后不准缠着你东红爸爸 看那些电视剧 不然就打烂你的小屁股 宁竹雅白了 这口无遮拦的小家伙一眼 人小鬼大的 居然连偷女人 这种事情都知道了 闻言 林雪儿害怕地缩了缩脖子 嘟着小嘴 不敢再说话了 震住了小条皮后 宁竹雅抬眼 看向走至身前的林姓 伸手捏了捏她的脸 眯眼笑道 说吧 到底是去干嘛 最好想清楚再说话哦 想到之前被调教的后果 林姓不敢隐瞒 只好将白君丸遇害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听完 宁竹雅思所道 既然目标是白君丸 那倒是没什么危险 对吧 林姓陪笑道 放心吧 不会有事的 你在家里照顾孩子就行 免得出现上次的那种意外 我回深城处理一下这事 宁竹雅邪瞥了一眼林姓 随后凑上前 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柔声道 那早点回来 我在家里等你 林姓顿时心中意暖 点了点头 将小家伙推至一旁 轻轻地抱住了媳妇 在她的耳边轻声道 嗯 我去去就回 等这件事解决完 我们就办婚礼 无缘无故 被推到一旁 翻滚了几圈的林雪儿 眼神呆萌地看着这一幕 随后气呼呼地嘟起了嘴 臭哥哥 就知道欺负小孩子 和媳妇报备了之后 林姓就转身走了出去 执念环绕在心中久久不散 这一次 一定要把那只黑手给揪出来 正好心仇旧恨一起抱 目视着林姓出门口 宁竹雅看向身旁气呼呼的小家伙 双臂展开 见状 林雪儿立马像一条爬虫一样 重新钻回了姐姐温暖的怀里 小脸写满了不高兴 与此同时 白氏集团的高层会议室内 所有高层全部到场 面带愁容 董事长 目前我们集团旗下的各个分公司 都受到了天目集团的针对 损失惨重 要是再不想想办法的话 再这样下去 掉不了一个月 我们白氏集团就要宣布破产了 是啊 我们目前和天目集团的差距太大了 看着下面人慌乱的样子 坐在最前方的白崇德一脸平静 带到会议室内安静了一些后 他才淡定地开口道 慌慌张张地成何体统 就算我们白氏集团不如天目集团 但他们想要搞垮我们 也不是这么容易的 见董事长平静的神色 在场的高层们顿时有些狐疑 难不成是有解决办法了 瞬间 会议室内安静地落真可闻 在众人的注视下 白崇德站起身朝着会议室外走去 头也不回地吩咐道 去召集魔都的新闻记者 三天后我要宣布一件事 话音落下 办公室的大门轰然关闭 只剩高层们 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 搞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还有什么事情 比集团存亡更重要的 电梯间 走出办公室的白崇德 打了个电话出去 按下楼层按钮后 电话刚好接通 他直接到 马上开始财产过户 还有那份遗嘱也准备好 我三天后要用 没问题白先生 一切都如你所愿 当天 灵性乘坐飞机 以最快的速度前往深城 而同时 远在深城的肖杰 乘坐着最快的飞机 正在朝摩托来 警察并没有找到白军婉的尸体 所以肖杰以为白崇德 连他的尸体都没放过 深城某个医院内 住院区的走廊内 匆匆赶到的灵性 朝着白军婉所在的重症病房 快步走去 等到他来到病房时 门从里面打开 几名护士走了出来 剑站在门口的灵性 并没有说什么 静止地离开 病房内 靠墙站在窗边的灵天 看着走进来的灵性 瞥了眼躺在病床上 昏迷不醒的白军婉 淡淡道 目前医生还没有说 具体什么时候能醒 要不给他打点药 让他死得有价值点 有的奇怪的药 可以让人强制苏醒 但对人体的伤害极大 所以不到非常时刻 没人会去使用 对于白军婉 灵天心中没有丝毫怜 只知道这个女人脑子里 有她想知道的事情 这话要是让嫂子听见了 你非得被训上一顿 灵性看着病床上 昏迷的白军婉 摇了摇头 我来的时候 听说了白氏集团三天后 要召集记者 宣布一件事 所以他们 现在应该还不知道 白军婉现在还活着 灵性扭头问道 我不是给你了个地址吗 找到消洁了吗 闻言 灵天语气冷淡地 回到没找到 我查了监控 压根没人进去过 不过可以肯定一点 这个女人 白天被那伙人追击的时候 那个叫消洁的肯定在 应该是中途害怕 所以跑了吧 对这个结论 灵性毫不犹豫地反驳道 这不太可能 那家伙可没这么怂 话落 灵天没有回话 病房内安静了一阵后 灵性才诱导 现在白军婉还活着的事情 只有我们知道 你在这里守着点吧 既然现在没有消洁的下落 那她可能已经离开深城了 被灵性指挥 灵天有些不爽地冷哼了一声 保持着沉默 熟知她性情的灵性 没有多说 转身离开了病房 她这趟算是白跑了 白家大概率是要在三天后 宣布白军婉的死讯 然后由其父亲白崇德 继承其遗产 这个结果眼上 消洁又消失不见了 估摸着是回魔 都想要给白军婉报仇 想到这些猜想 灵性的脚步 不由得地加快了一些 朝着机场赶去 早知道白家要召开 白军婉的死讯 她肯定不会跑这一趟 而重症病房中 抱手靠墙的灵天 侧头看着昏迷的白军婉 想了想 从包里拿出了几颗药片 暗道 没事 反正也不致命 等把事情弄清楚了 随你躺多久 就在灵天打算动手的时候 病房的门忽然打开 黄瑶蹦蹦跳跳地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个保温筒 吓得她连忙缩回了手 阿天 你在干嘛 黄瑶疑惑地看着灵天的动作 眼中充满了纯真 没 没什么 魔都 两天的时间一黄眼就过去了 期间并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 好似一切都归于平静 但在这片平静之下 却是暗流涌动 五十饭店 位于魔都核心商业街的白氏集团大厦下 却是热闹非凡 场面十分的嘈杂 嘖嘖嘖 现在谁都知道 宁家正在针对白氏集团 现在白家这个接骨眼召集记者 难不成是要举白旗投降了 不知道 不过这阵仗弄得这么大 看来应该不是什么小事 难不成是白家还有什么底牌 或者靠山 魔都各大媒体的人 几乎都到齐了 就等着宣布会的开始 白氏集团附近的一栋居民楼中 隔着一扇窗户 脸色有些消瘦的宵杰 正在默默观望 这两天 他感觉人生最煎熬的两天 白君丸的死 就像是一只大手死死地掐着他的喉咙 让他喘不过气 宵杰抬手看了眼万表 距离十二点还有十几分钟 到时候 白冲德就会出现 房间内是死记般的沉寂 就连自己的呼吸声 都能清晰入耳 就在宵杰准备在脑中 模拟一遍计划的时候 咚咚 这声音让萧杰顿时皱起眉头 这房子是他今天才买的 不可能会有人来 难不成是物业的人 谁 他谨慎地走到门边开口询问 萧先生 我们是物业的 有些事情要跟你说一下 文言 萧杰松了口气的同时 抬手看了眼时间 直接打开了屋门 语气冷漠道 有什么事 不等他把话说完 屋外准备多时的凝大 直接冲了进来 死死地将萧杰压在地上 则 警惕心这么弱怎么行 小心哪天 走到大街上 被漂亮大姐姐拐跑了 灵性云淡风轻地走了进来 手里还拿着跟楼下买的烤肠 吃得津津有味 你怎么知道我的位置 几次挣脱无果的萧杰 无奈只好看向 站在身前的灵性 手脚被宁大前置住 以他的身体素质 根本无法挣脱 灵性吃完最后一口烤肠 把签子丢到了一旁 笑呵呵到世界上 就没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可是专门来阻止 你干傻似的 不用谢哦 被压在地上的萧杰 脸色平静地看着灵性 眼底藏着仇恨 冷声道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就算你现在阻止了我 但只要我还活着 我就会不断地找机会 杀了那个老家伙 给白军婉报仇 听着这番发言 灵性鼓起了掌 让宁大放开了她 挑眉道 没想到你们两个人 居然这么相障 我还以为你们两个 只是在演戏呢 萧杰站起身 就朝着屋外走去 目光坚定道 我一定会帮她报仇 这是眉的商量 灵性没有阻拦 反而是满脸笑意地 看着萧杰离开的背影 你信不信我一句话 就能让你乖乖地 回来叫我哥 听到这话的萧杰 内心不屑一顾 没有放在心上 继续朝着楼下走去 直到萧杰的背影 消失在楼梯口 灵性这才不慌不忙地 拿出一颗唐寒在嘴里 朝着屋外喊了一声 白军婉没死 她现在就在深城的医院 躺着呢 一旁 病大服了服额 已经预料到了 接下来的场面 果不其然 灵性的话音刚落下 屋外瞬间响起急促的爬楼声 下一秒 只见萧杰脸色震惊地跑了进来 信哥 你说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骗你干嘛 灵性耸了耸肩 萧杰 有句MMP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早说 这句话不行吗 非得看自己一副赴死的样子 她现在还昏迷不醒 你自个去医院看她吧 希望爱情 这玩意能管用 说不定你亲她一口 她就能醒过来呢 三人暂时先离开了这栋居民楼 而白氏集团的宣布会正常举行 在众多媒体摄影机的拍摄下 白崇德红着眼睛 述说着对女儿的不舍 乍一眼看去 还真相地舍不得女儿的好父亲 自然 在气氛最火热的时候 白崇德拿出了那份伪造的遗嘱 以及一系列的证明 获得了她女儿的所有财产 一分都没给萧杰这个丈夫留下 殊不知 她这一切行动 都是在做无用功 夜晚 月光淡淡 树木被冷风吹得沙沙作响 带着倦意回到家的林姓打开门 客厅内昏暗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 嘟囔道 今天睡得这么早啊 靠着手机的灯光 林姓朝着楼上卧室走去 推开卧室门悄悄地走了进去 没有发出钉点声音 此时床上 宁竹雅正抱着小雪睡觉 忽然感觉腰背一双手抱住 紧接着耳边传来熟悉的笑声 媳妇 我回来了 够准时吧 躺在被窝里的宁竹雅没有说话 只是松开了抱住林雪的手 翻身投入了林姓的怀抱 两人的身体契合在一起 陷入梦乡 第二天清晨 窗外传来飞鸟的提叫声 还伴随着早风的问候 哥哥 起来陪我玩了 卧室内 林雪儿光着脚丫子 坐在林姓的身上 死命地摇晃着她的脖子 唉 别闹 让哥哥再睡一会 林姓拉过被子蒙住了头 整个人藏进了舒服的被窝里 林雪儿用求助的目光 看向正在换衣服的姐姐 腮帮子鼓起 眨着灵动的小眼睛 显得楚楚可怜 健壮 明竹雅拉上裙子的拉链 将绝美的身材给掩藏了起来 淡淡开口道 小心子 起床了 原本正躺在被窝里酣睡的林姓 听到这话 条件反射地就坐了起来 差点把坐在她身上的林雪儿 给弄床底下去 她顿时不高兴到哥哥区别对待 我怎么叫你都不行 姐姐才叫了一声你就起来了 看着不高兴的小雪儿 林姓伸手 把她抱了过来亲了一口 笑着哄道 乖 别生气了 哥哥陪你出去玩好不好 明竹雅这时到 赶紧起床换衣服 今天我们去挑婚纱 遵命 很快 林姓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换上了一件崭新的衬衣 只是头发看起来有些凌乱 明竹雅健壮 走上前拿着梳子 给她整理了一下 多大的人了 拉里拉他的 嘿嘿 这不是有媳妇你吗 林姓伸手抱住她 趁机在那柔软的唇瓣上偷袭了一下 明竹雅白了这家伙一眼 并没有在意 整理好林姓后 明竹雅又抱着小家伙抱起 坐在了梳妆台前 开始给她编小辫子 带上了几个兔子发家 姐姐 我想吃糖糖 不行 一大早就吃糖 小心地蛀牙 就一颗 好不好吗 少来这招 说不行就不行 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林姓嘴角扬起 转身走出了卧室下楼准备早饭 没办法 谁叫媳妇喜欢吃她亲手做的呢 不像某些人啊 只能看着小说 发出猥琐的笑声 连女生的手都没摸过 五六分钟后 一大一小从楼上走了下来 早晨气温很低 小家伙的脸蛋被冻得红扑扑的 走到沙发上坐下 没过一会 林姓就端着三份鸡蛋和牛奶 从厨房走了出来 到了饭店 小杏子和小鸭鸭 也从院内的狗屋飞快地跑了进来 对着林姓 这个工具人吼叫 王 王 你小子动作麻利点 可我爷都快饿死了 再叫今晚 就把你炖了吃狗肉火锅 林姓轻飘飘地瞥了 这两小指一眼 随后自顾自地开始吃起早饭 林雪儿只吃了一点就吃饱了 恢复经历后 直接追着两只狗满院子的年 后面还有宁大小心翼翼地跟着 生怕摔着 冷风顺着门的缝隙吹了进来 只穿着条裙子的宁竹牙冷得立马 将双手伸进了林姓的后背 这才好受了些 我看你没把我当老公 而是当作随身暖炉来用 这突然的一下 冷得林姓打了个寒颤 撇了撇嘴 放下了手中的筷子 将它抱进了怀里 宁竹牙往她的怀里蹭了蹭 吹出一个口气 冷哼道怎么 你有意见啊 你是我的人 我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要是不听话 我就狠狠收拾你 看着她边享受着自己的温暖 边放狠话 林姓无奈点头附和 是是是 我是你的人 行了吧 说着 林姓的手攀附上那柔软腰柔的柳腰 把媳妇给抱了起来 朝着楼上走去 天冷了也不知道夹衣服 你这种就叫做要风度不要温度 宁竹牙安安静静地趴在林姓的怀里 听到她这么说 背头挑了挑 却并没有说什么 看在今天心情好的份上 就让这家伙一次 片刻后 回到卧室的林姓 打开衣柜 开始翻衣服 不断地往媳妇身上套 来 把这件保暖衣穿上 很暖和的 不要 丑死了我才不穿 要穿你自己穿 乖了 你又不是小雪儿 总不能还好哄着你穿吧 说话间 林姓就伸出魔爪 把衣服往宁竹牙的身上套 后者一顿挣扎 床尾处粉白小脚 不安分地乱踢着 都说了不穿 我咬死你 一番打闹 足足持续了小半个小时才结束 这次是林姓略胜一筹 就是脖子上的咬痕 看起来有些惨 你讲不讲理啊 我怕你 动着帮你穿衣服 你居然还恩将仇报 林姓目光优远地坐在床边 看着被自己套得厚厚实实的宁竹牙 满脸不爽 可能是意识到不妥 宁竹牙走上前两步 在她的脸上亲了两口 猴如秋波般荡漾地看着林姓 眨了眨眼 那这样行了吗 不够不够 我还要吗 林姓将她揽到腿上坐下 想要趁机吃豆腐 但还没等她的嘴亲上去 就被一只小手推开 宁竹牙站起身抱手冷哼道 少得寸进尸了 就是把你惯的 见媳妇说完转身就走 所往无果的林姓 只好站起身跟上去 媳妇就再亲一下吗 就一下 满 很快 一家三口 坐车朝着魔都最有名气的婚纱店 驶去 去为世界最美的女人 定制世界上最漂亮的婚纱 去的路上 车内抱着个白熊玩偶的林雪儿 躺在宁竹牙的怀里 抬头小眼睛 眨了眨疑惑不解地询问道 姐姐 婚纱很好看吗 闻言 宁竹牙低头伸手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柔声道 对啊 特别好看 真都假都 那我可以穿吗 嗯 你问你哥哥吧 他说什么时候 能穿你什么时候就能穿 听到这话 小家伙的眼睛 立马落到了正在开车的哥哥身上 头中带着亮光 似有些小兴奋 谁要有哥哥我在 你这辈子都别想穿 林信毫不犹豫地断绝了他的念想 语气斩钉截铁 林雪儿的小嘴顿时嘟气 嘟气地撇过头 乃声乃气道 再也不理哥哥了 大坏蛋 林信 国度市中心 靠近湖边的位置 有着一家足足占地五六百平方的婚纱店 可见老板的财力雄厚 有着国内顶尖的设计师 周边全都是各种经过修缮的风景 堪称魔都一绝 有着如此奢华的配置 价格方面自然也不便宜 哪怕是魔都的一般权贵 也不敢来这里消费 清风和煦 一辆劳斯莱斯在店门前缓缓停下 店内立马走出了两名迎接的年轻男女 长相相似 看起来像是双胞胎 哥哥错了 原谅哥哥好不好 明珠牙走在前面 身上裹得厚厚实实 将原本妖娆的身材完全地掩盖住 只剩一张惊世绝艳的俏脸 让人叹为观止 吹唐可破的白皙脸颊上 带着一缕微红 忍不住想让人亲上一口 而后面 穿着身白衬衣的灵性 抱着生气的小家伙 轻声哄着 脸上带着温柔的笑 不生气了好不好 哥哥真的知道错了 哼 此时宁珠牙已经来到了店门前 对着那年轻女子打了个招呼 柔姐 给我定制一件婚纱吧 婚纱 欧阳柔文言一愣 难道不是来定制礼服的吗 明竹牙脸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对着身后的林姓介绍道 我男人 林姓 这位是名城集团的千金欧阳柔 是国际上有名的服装设计大师 我的那些礼服 基本都是出自他手 一旁的年轻男子 也做了个自我介绍 谦逊地笑道 我叫欧阳浩 是弟弟 一行人走了进去 林姓也了解了一些 这对富家姐弟的信息 有些惊叹 这家店是姐弟俩合伙开的 还是自己掏钱 没用家里半分钱 可见其才能知顶尖 姐姐欧阳柔 是国际有名的服装设计师 弟弟欧阳浩 则是园林设计师 婚纱店周边的那些风景 都是她的杰作 走进店后 里面十分宽敞装修风格 基本都是白色条 让人看着就能感觉到温馨 欧阳柔神色有些兴奋地 拉着宁竹雅的手巢里面的房间走去 语气有些激动到 其实我早就 以你为模型 做了一款婚纱了 小雅你可是 姐姐我见过最适合做模特的人 再加上我给你专门定制的婚纱 到时候肯定能轰动全球 这就太夸张了 宁竹雅的声音 透露出几分无奈 但又拗不过欧阳柔 只好任她摆布 靠窗的座位前 灵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算把小家伙给哄好 看着她粉嘟嘟的小脸 忍不住凑上钱亲了一口 我记得雅姐 她还没大学毕业吧 你们女儿都这么大了 欧阳浩好奇道 因为年少轻狂的欧阳浩 之前被宁竹雅教训过几次 自那以后就有了心理阴影 所以哪怕年纪比她大 也还是叫姐 捏了捏小家伙的脸 灵心笑着回道 这是我妹妹 我和我媳妇 打算结了婚再要孩子 两人聊了一会 原本生疏的关系 顿时清静了很多 这让林雪儿感觉有些无聊 直接跑到李屋 找漂亮姐姐去了 欧阳浩凑到灵心耳边 神秘兮兮的低声笑道 阿星啊 跟雅姐谈恋爱 估计不好受吧 毕竟她那个性格 一般人可受不了 听到这话 灵心顿时挺直了呗 防守挺胸的自信满满道 这你就不懂了吧 我的家庭地位 那是你想象不到的 平时我说话 她都不敢插嘴 家里都是我管事 卧槽 这么掉吗 欧阳浩听到这话震惊了 直接佩服地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就雅姐那恶劣娇蛮的性格 居然还有人能够降得住 难怪这两个人能走到一起 灵心得意洋洋到那可不 女人就该有自知之明 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处理家务就行了 男人吗 要是被女人压着 岂不是空腹了八尺区 必须得把我们的地位 给展示出来才行 欧阳浩一副受教的样子 点了点头 就在灵心吹牛不打草稿的时候 礼物的门打开 一道穿着蓬松昏裙的身影 悄无声息地走到了她的身后 由于是背对着的 所以灵心没能第一时间发现 还在乐呵呵地笑道 我跟你说啊 想当年我媳妇追我的时候啊 态度那叫一个卑微 我都拒绝好几次了 她还死死地追求我 最后我耐不住她的坚持 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是吗 文言 灵心自信地拍了拍胸膛 那当然了 在家里我就是天 坐在对面的欧阳浩 不断地对灵心挤眉弄眼 想要提醒一下 但后者此事已经上头了 根本停不下来 好不容易能在别人面前装一下 她怎么可能放过这个机会 必须得一自信装个爽啊 是吗 原来你这么厉害啊 小星星 原本灵心正说得起劲 突兀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没有任何的征兆 她的表情立马僵硬 这声音 貌似有那么一点点耳熟 咕噜 灵心咽了咽口水 腿一下就软了 机械式地转过头去 苦着脸 看着不知何时站在身后的媳妇 蓬松的婚裙制作得恰到好处 雪白的肌肤和双肩露出 隐约可见一抹深不见底的沟壑 本就精致的脸 但上此刻更是化了些淡妆 虽是锦上添花 但无疑是为其增添了几分诱惑 如墨般的黑色长发尾端微微卷起 虽是小改动 却为宁竹雅增添了几分成熟的魅力 一时间灵心竟有些看呆了 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焕然一新的媳妇 心里的恐惧都被镇压了下去 媳 媳妇 你好美啊 看着连说话都开始打结巴的灵心 欧阳柔自豪笑道 怎么样 我就说很完美吧 绝对能把你男人的魂斗给迷住 看什么看 明珠雅意把揪住灵心的耳朵 瞪眼冷哼倒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要翻天了是吗 灵雪儿此时从后走出 见哥哥的惨状 毫不留情地补刀刀 上次姐姐不在的时候 哥哥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还说姐姐是大笨蛋 灵心 很快 店内传出了灵心凄惨的求饶声 还带着哭腔 唉 媳妇我错了 我就是过个嘴瘾 在家里你才是大头 我哪敢违背您的意思啊 是吗 我看你刚刚好像很能耐啊 现在是在敷衍我吧 句句属实啊 媳妇 要是我灵心说谎 直接天打五雷轰 店内 坐在窗边位置的欧阳昊 看着翻脸比翻书还快的灵心 嘴角抽了抽 他现在算是明白这两个人 为啥能走到一起了 就你这双标的态度 谁看得不迷糊啊 上一秒还在吹嘘自己多牛掰 下一秒毫不犹豫就给跪了 足足过了十几分钟 明珠雅这才冷哼一声 提着雪白婚纱的裙摆 朝着李屋走去 心里却对灵心刚刚的反应十分满意 要是连这臭男人都诱惑不了的话 这婚纱不就白穿了吗 灵心不设的回头 见欧阳昊这小子 居然还盯着自己媳妇的背影 看得发呆 直接一巴掌拍在了她的头上 没好气的 看啥看 这是我媳妇 只有我自己能看 身旁的灵雪儿 有样学样的插着腰 哪生哪气的重复道 这是我姐姐 只有我能看 你们都不能看 看着这兄妹俩的反应 欧阳柔姐弟眼角抽出了一下 强忍住想要吐槽的心 见小家伙插着小妖娇蛮的样子 欧阳柔笑一迎迎凑过来 把这暖乎乎的一团 给抱进了怀里 使劲地蹭了蹭小家伙 软乎乎的脸蛋 哎呀 好可爱啊 见状 灵雪儿极为老成地叹了一口气 伸出肉嘟嘟的小手 推开这位姐姐的脸 你们这些大人啊 一点都不矜持 就算偶知道我很可爱 但你们好歹注意一下形象 灵心欧阳柔姐弟 傍晚 深城医院的某间病房内 萧杰正在帮躺在床上 昏迷未醒的白军婉擦了擦脸 神色有些失落 白军婉 昏迷已经过去整整两天了 因为有灵性帮忙遮掩的关系 所以 白家的人并没有发现 白军婉还没有死 换被子换病符 乃至是擦身体 她还从未如此细心地照顾过一个人 等到忙完一切后 萧杰缓缓走到了床边坐下 握起了她有些冰凉的小手 抵在额头 心中不断地祈求上帝 让床上的人早点醒来的话 要她做什么都可以 安静的病房之中 除了窗外冷风呼啸的声音外 只剩下男人 嗓音沉重的喃喃自语声 或许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了 但愿现在说不会太迟吧 谢谢你当初从死亡的边缘 把我拉了回来 让我真正地感受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地活着 你让我感受到了 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在母亲死后 从来没有这么活过 谢谢 病房内 萧杰握着她的手 不断地倾诉着 一时间 眼眶竟有些发红 心底陷入无尽的内疚之中 可能两个人一开始 只是因为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才走到了一起 但在不知不觉间 被称为爱情的种子 已悄然萌芽 白军婉的拼命 则是将这层 本就脆弱不堪的墙壁彻底打破 就在萧杰眼角出现一抹泪光时 原本静静躺在床上的白军婉 却是忽然将被她握在手中的手 给抽了回来 在她震惊错愕的目光中翻了个身 吵死了 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休息 背对着萧杰的白军婉依旧是闭着眼 但嘴角却是不自禁的扬起 脸颊上带着一缕飞红之色 有些像熟透的苹果 你 你醒了 萧杰瞳孔瞪大 充满震惊 但紧随其后想到刚刚说的那些话 她的脸顿时一片滚烫 哪怕是她到了这种时候 也感到无比肉麻 但这些比起白军婉能够醒过来 都不值一提 病房内的气氛 短暂的沉闷了片刻 最后还是白军婉装不下去 羞红着脸低声道 我饿了 去给我弄些吃的 闻言 正胡思乱想的萧杰点了点头 站起身朝着病房外走去 当手触碰到门把手时 还不忘回头关切地嘱咐道 你现在的身体还很虚弱的 躺床上别乱动 有什么事情叫我就行 我随时都在 躺在病床上的白军婉 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表示明白 见状 萧杰这才放心地走出了病房 同时拿出手机发了条消息出去 那个幕后黑手的事情 可不只有灵性一个人在意 她的恨意同样不输 晚饭时间 外边的天色已经暗淡了下来 夕阳缓缓落山 代表着一天的忙碌即将结束 临江别墅内 暖气全功率打开 屋内暖洋洋的 从厨房走出的灵性 目光优怨地看着 正坐在沙发上 和小雪玩游戏的宁竹雅 又低头看了看手中 还带着油渍的锅铲 有时候她会想啊 明明家里这么有钱 明明家里 雇得有顶级大厨 为什么她还得天天下厨 这不成全职主妇了吗 她灵性现在好歹也算是风云人物 这家庭地位是不是太低了 想到这里 灵性又抬头瞥了眼 正在玩耍的良女 胸口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火 直接扔掉锅铲 快步走了过去 踏踏 脚步声急促 游远即近 听到动静的宁竹雅带眉皱起 摸着小雪儿软嫩脸蛋的同时 扭头看去 见灵性快步走至身前 眯起眼道 你想干嘛 闻言 冷着脸的灵性脸上 顿时笑容展开 神色谄媚地陪笑道 媳妇 我这不是看你带娃辛苦了 打算给你垂垂背吗 听到这话 灵竹雅美眸之中 闪过一道凶光 盯着她看了一会 这才姜姓姜姨地回头淡淡道 嗯 那就满足你这个要求吧 躺在怀里 光着脚丫子的灵雪儿 跟着抬起一只手 笑嘻嘻道 哥哥 我也要我也要 灵性 大的治不了 难道我还治不了 你这个小的了 嗯 明竹雅不经意地斜瞥了一眼 没没问题 灵性嘴角一抽 恨不得给自己两巴掌 早知道会这样 还不如在厨房当个主妇呢 唉 我这天生的饭贱命啊 吃过晚饭后 灵竹雅先回房休息了 灵性则是坐在沙发上 陪着小家伙看电视 客厅的角落中 正有两只狗在发情 狗眼迷离 灵性的目光落在手机上 眉眼间带着笑意 自然是因为昏迷不醒的 白君丸醒过来了 这样一来的话 就能了解到更多的信息 然后就可以对白家动手了 这两天 白氏集团可谓是出尽了风头 靠着白君丸的那个游戏公司 甚至直接硬钢天幕集团了 当然 这也是因为 灵性还不想现在出手 不然的话 白氏集团还是不够看的 根据灵天的叙述 那些对白君丸动手的人 用的是赛北的招式 但幕后黑手 极有可能是赛北的军官 或者高层 就在灵性沉思的时候 忽然感觉腿部一重 抬眼看去 灵雪儿此时靠在她的腿上睡着了 看来是完累了 还是睡着的时候更可爱一点 灵性伸出手 捏了捏她肉嘟嘟的脸 动作轻柔地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 朝着楼上走去 小脚丫就这么在半空中晃着 楼上卧室 宁竹亚此时 正在远程处理文件 见灵性抱着孩子走了进来 将电脑盒上 掀开了被子的一角 见她把小家伙抱进怀里 灵性有些吃味道 这就是小孩子的特权吗 你都多久没抱过我了 还跟小孩子叫起进来了 宁竹亚翻了个白眼 给小家伙盖好被子后 见灵性站在一旁没有反应 无奈地展开双臂 来吧 灵小朋友 见状 灵性黑黑一笑 直接扑进了媳妇的怀抱里 东蹭蹭西蹭蹭 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看着一大一小都把自己抱住 宁竹亚嘴角扬起 宠溺地摸着两人的头 轻声呢喃道 我还是喜欢你当初 那副桀不驯的样子 现在这样 好像有点太乖了 总感觉少了点什么 闻言 闭着眼睛享受的灵性 撇嘴道 你这人就是双镖 之前调教我的时候 你可不是这副态度 怎么 你有意见 宁竹亚挑了挑眉 目光不善地看着 趴在自己胸上的灵性 摸着他头发的手按自用力 灵性连忙摆头 没有没有 媳妇是天 媳妇是地 媳妇就是我的全世界 这还差不多 听到灵性的回答 宁竹亚轻哼了一声 玩弄着他的脸 随后也闭上了眼准备睡觉 四日一早 宁竹亚被一阵吵闹声吵醒 床上 林雪儿光着脚丫子站着 嘟嘴不满地看着和他对峙的哥哥 奶声道 不要不要 姐姐是我的 哥哥自己单独睡 看着小家伙理直气壮的样子 灵性挑眉道 什么你的 这可是我媳妇 你已经上幼儿园了 要学会自己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上学和洗漱 幼儿园的老师没教你吗 闻言 林雪儿插着小妖语气 蛮横道我不管 我就要和姐姐睡一起 见姐姐睡醒了 林雪儿立马扑了上去 哭唧唧地指着一旁的哥哥告状道 姐姐 哥哥欺负我 还让我收拾东西搬出去住 我不肯 他还要动手打我 林姓 这小奶包鬼点子真多 都学会告假状了 不就是让他一个人睡 整个跟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 宁竹亚 看着扑在自己怀里的小雪儿 轻飘飘地瞥了一眼身旁的林姓 随后十分反常地抱着小雪儿轻声道 乖 你现在是要学会一个人睡觉觉了 我们雪儿这么厉害 肯定没问题吧 林雪儿捏着衣角 肚嘴道 可是我想和姐姐一起睡 林竹亚在小家伙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耐心地哄道 那以后周一到周五 你一个人睡 周六和周日跟姐姐睡 好吗 文言 林雪儿总算是点了点脑袋 有些不高兴地说道 那好吧 一旁的林姓文言 直接佩服地竖起了大拇指 不愧是我媳妇 直接把这娇慢任性的小家伙 给拿捏得稳稳的 林雪儿见他脸上的得意 顿时心里不高兴 可怜巴巴地看向姐姐 眨着眼睛卖萌道 可是哥哥刚才欺负我 宁竹亚摸着他的小脑袋 微笑道 想骑马吗 小家伙眼睛一亮 连连点头 想 两女的目光不约而同地 看向了一旁面无表情的林姓 意思不言而喻 没意会 卧室内响起了小家伙开心的笑声 玩得不亦乐乎 欢声笑语回荡在耳畔 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才消停下来 哎哟 我的腰啊 林姓扶着腰走下楼梯 一脸的苦涩 身后蹦蹦跳跳跟着的林雪儿 则是满脸的开心 显然是玩过瘾了 谁让你一大早就欺负他的 宁竹亚摆了这家伙一眼 淡淡道 过来吧 我帮你揉揉 林姓顿时咧嘴一笑 乖乖地走到沙发上躺下 还是媳妇好啊 不过你 最近咋对我那么温柔了呢 以前可没这待遇 要是换做以前 别说是要媳妇柔妖了 她不对你动手就算不错了 跟现在比那待遇 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完全不能比 宁竹亚坐在沙发上 给她揉着腰 长发垂肩发丝绚于额前 淡淡道 怎么 我对你好 你觉得不习惯 你这人就是贱 一个劲地想让我生气揍你 调教你了吧 你又喊冤 听到这话 灵性心虚地吹了吹口哨 好像确实是这么回事啊 于是她赶忙转移话题道 咱妈早上发消息说 婚礼的日子已经定下来了 就定在今年的八月八日 让我俩准备准备 看看在哪里举行婚礼好 一旁坐在地上 给小杏子带蝴蝶结的林雪儿文言 眼睛一亮 有些兴奋的道 婚礼 那到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吃很多糖糖了 狗头上扎着三个 粉红蝴蝶结的小杏子 汪汪叫了两声 狗脸上写满了不情愿 狗爷我英明神武了一辈子 没脸见狗了 小杏子 要听话 不然就打你屁屁 林雪儿拍了一下她的狗头 后者立马乖乖地闭上了嘴 只得用忧怨的眼神 看着这熊孩子 至于小雅雅 现在还躺在狗窝里睡觉呢 看起来昨晚没少被折腾 想得美 宁竹雅白了这奶包一眼 随后对着林姓道 这是你看着办吧 我这几天 有点忙要处理深城那边的事情 别忘了下个月初 我们还要去学校参加毕业典礼 说到这 林姓才想起来 她现在还处于实习期呢 不过转眼一年的时间就过去了 过得可真快啊 吃过午饭后 宁竹雅拎着调皮的小奶包去公司了 还顺便把躺在狗窝里的小雅雅 给带去给小家伙做伴了 客厅内 林姓摸着小杏子的狗头 叮嘱到 看家护院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可不准 趁小雅雅不在的时候偷吃啊 小杏子甩了甩狗头 朝着林姓吼叫了两声 汪汪 要出去偷吃的 分明是你 还我雅菲来 林姓可不管这些 叮嘱完后 站起身朝着别墅外走去 她还要去选婚礼地点呢 这可是头等大事 咱媳妇那么漂亮 婚礼肯定也不能简单 必须得隆重盛大 让全世界的人都羡慕的那种 路上 林姓边开车边思索着 婚礼要怎么举行才够惊艳 婚礼一般来说的话 就是找个出名的酒店 然后就是邀请亲戚朋友来啥的 太老套了 思索无果后 林姓果断给刚认识的欧阳浩 打了个电话过去 结婚这方面 那姐弟俩肯定是专业的 欧阳浩在听说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 还没来得及开口 就被一旁的姐姐把手机抢了过去 这你可是问对人了 欧阳柔语气有些兴奋道 其实我老早就有个想法了 只是一直没机会用 就勉为其难地 用在你和小雅的婚礼上吧 其实啊 也没那么复杂 在长达半小时的叙述后 林姓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明白了一些 简单来说 就是买下一座山 然后在朝阳升起的时候成婚 寓意也很好景色 那就更不用说了 日出东方子气东来啊 到时候再弄上几台直升机掉幅什么的 人间角色有目有 想到那个场面 林姓内心一阵激动 连盲寻问道 那柔姐你说 魔都周围哪座山比较合适 现在开始动工 打造的话应该来得及吧 结婚来的人肯定不少 所以选山自然是要精挑细选 选好后还要精细地改造一遍 那头的欧阳柔 显然预想过这事 想也不想的就笑着回道 三个月的时间 只够勉强改造山头的 摆山这事 可要走很多复杂的程序 所以最好是直接买现成的 节约时间 正好我知道 个人手里有一座合适的山 魔都孙家 你听过吗 林姓再回忆了一下 摇了摇头 没听过 很有名吗 欧阳柔耐心地解释到 以前倒是挺有名的 但是后来没落了 只剩一个老头子扛起大梁 那座山就是孙家老头用来用老的 当时孙家还没有没落 光是买山就花了十几个亿呢 我等会把信息发你 你自个去看看吧 谢了呀 柔姐 回头请你吃喜酒 林姓笑道 算你有良心 挂了呀 我这还忙着呢 挂断电话后 林姓直接点开了张海那小子的电话 让他来一趟魔都当工具 帮忙 自己一个人的话 非得被累死不可 在了解了一番孙家现在的住宅后 林姓直接驱车 朝着市中心外市去 天目集团总经理办公室内 穿着商务正装的宁主雅 正在低头处理一份国外的合同 一旁穿着粉色公主裙的林雪儿 则是晃着脚丫子 躺在沙发上 揪着小雅雅的狗耳朵 铁嘴道 狗子 你为什么不说话 动画片里的小狗狗都会说话 是不是你太笨了学不会啊 满头蝴蝶结的小雅雅 我要是会说话 我还能是狗啊 使不定明天就要被带走切片做研究了 看着小雅雅不说话 林雪儿无聊地晃了晃小短腿 巴结了一下嘴鱼光撇见 茶几上的那袋满满当当的堂堂 心想 有这么多堂堂 吃掉一两颗的话 应该不会被发现吧 嘿嘿 我真是个小天才 念及至此 林雪儿偷偷地瞄了一眼 正在工作的姐姐 不经意地伸出了肉堵堵的小手 朝着桌上的堂堂摸去 眼睛四处乱瓢 有些心虚 再摸到了一颗堂后 倩姐姐没有发现 林雪儿立马缩回了手 偷偷摸摸地撕开包装袋 将奶糖吃到了嘴里 小脸享受地咀嚼着 堂堂正好吃 要是每天都能有吃不完的堂堂就好了 一颗奶糖很快便被吃掉 就当林雪儿打算顾忌重施的时候 只听一道平静的声音从旁传来 吓得她小手一颤 一颗就够了 要是再吃的话 可就要打屁屁了 小家伙信信然地收回手 从沙发上站起 光着脚跑到了办公桌前 抱住了姐姐的腿 麦蒙道 姐姐就再吃一颗吗 好不好吗 看着小家伙摆弄的样子 明主哑放下笔 转捏了捏她的小脸蛋 冷哼道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要是再不听话 以后都不给你堂堂吃了 啊 林雪儿的小脸顿时垮了 只好点了点脑袋 回到了沙发上躺下 接着摆弄小牙牙 见小雪儿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玩 明主哑面露思索之色 自学固然是好的 但这样也很难交到朋友 不利于孩子身心成长 这样下去可不行 另一遍 我都试交 经过大半个小时的路程 灵性才抵达了孙家现在的住址 她有些惊讶地 看着不远处的破旧院落 根据柔姐说的 孙家以前可是总资产超过千亿的 没想到短短十年的时间 就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这里可是魔都靠近郊区了 孙家居然住在这么个地方 属实让人匪夷所思 周围都是破旧的小区 地面也坑坑洼洼的 一看就是年久时休 江车随意停在路边后 灵性直接朝着孙家院子走去 还未走近 就听见了里面传来的争吵声 我说爸呀 你就把那座山的归属全交出来吧 约翰可是来自米国的高材生 更是你的孙女婿 只要你把那座山给我们 我保证能够带着我们孙家东山再起的 给我滚 我没有你这么个不孝女 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灵性刚走到孙家宅子的门前 就看到铁门从里推开 紧接着就是两女一男走了出来 脸色都不怎么好看 不过更让灵性好奇的是 其中那名西方面孔的年轻人 毕竟他还没怎么见过外国人 骂骂咧咧的声音 从领头的中年女人口中传出 一脸的厌恶和不耐烦 该死的东西 迟早有一天 要让他把那座山给交出来 一行人跟灵性擦肩而过时 下意识地多看了这个年轻人两眼 随后便收回了目光 朝着路边停靠着的小轿车走去 这是在争夺家产啊 灵性看着几人的背影嘀咕了一声 没想到这种事也能让他遇见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破旧的宅院之中 正好看见一名身穿中山装的白发老者 在一名十几岁的男孩搀扶下缓缓站起 见有人进来 孙德邦下意识地看了过去 见是个陌生的年轻人 皱起眉头到你找谁 这宅子地处偏僻 还很少会有陌生面孔来 今天的灵性出门前 可是专门被宁竹牙打造了一番 三七分的发型 一身鼻挺的西装 气质浊然 面相清秀 要说不是富家公子 别人都不信 灵性扫了一眼 那名十几岁的小男孩 脑子飞速运转 同时面带微笑地对着孙家老爷子笑道 久仰孙老大名 晚辈是为那子东上而来 价格的话您随意出价 我绝不还价 听到灵性自信的语气 孙德邦目光惊诧地看着他 随后眯眼斧须道 随意出价 那老头子 我要一万个亿 你小子给得起吗 灵性自信地笑容僵住 一时间无言以对 该死 剧本不是这么演的 这老头竟然不按套路出牌 岂可休 见状 孙德邦冷哼道 没钱还装大头算 我还以为多能耐呢 说爸爷孙俩就要转身回屋 灵性赶忙走上前拦住 挠了挠头 有些尴尬地笑道 孙老别界啊 我女朋友是魔独首富的女儿 我在政界也有些关系 这次是想要紫东山举办场婚礼 你最近要是遇到什么 难处的话尽管提 至于那座山 我会一两倍的价格买下来 您觉得如何 文言 孙德邦这才停下脚步 对着挡在身前的灵性宁声道 魔独首富 你就是最近魔独传得 沸沸扬扬的您家女婿 如果魔独没有第二个人 叫灵性的话 那应该就是我了 灵性摸了摸鼻子 老人盯着灵性看了一回 随后绕过他 朝着屋内走去 淡淡道 进来坐坐吧 不过 我这里可没什么好酒好茶招待你 没事 不打紧 见老人松口 灵性知道满山的事情有戏了 赶忙跟着走了进去 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 临近下班时间 所有天目集团的员工 在宁珠雅的号召下 全部到总会议室开会 无一人缺席 此时会议室内议论声不断 都在疑惑上面 怎么这么大阵仗 是不是有什么大事 要宣布之类的 嗨 估计是要全面对白氏集团 发动商业打击了吧 毕竟这两天 一直看着他们作威作福 估计是上面 在憋大招 现在要出手了 有可能 今天连宁总都来公司了 十有八九 就是因为这是 娘的 这样最好 这两天可憋屈死我了 现在网上都在传 我们天目集团 不如白氏集团 要被拉下马了 嘘 宁总来了 都安静点 随着会议室的大门打开 气质清冷出众的宁珠雅 脉步走了进来 身后还屁颠屁颠地 跟着个奶团子 水汪汪的眼睛 有些害怕地 看着会议室内坐着的众人 原本还有些喧闹的会议室 顿时安静了下来 近千人的目光 齐齐注视着台上的那道身影 摒弃宁神不敢说话 这就是宁主雅在集团内的威信 哪怕只是站在那里 就已经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威严的象征 打起桌上放着的话筒 宁主雅环雇重员工 直接了当地开口道 今天之所以开这场会议 主要是想给我们集团的员工 增添一项福利 以便大家以后工作能够更方便 即日起我将拿出公司的一层楼 用来充当幼儿园 聘请专门的教师进行学前教育 只要是我们公司员工的六周岁 或小学以下的孩子 都可以送到公司来学习 不需要交任何学费和其余杂费 此言一出 大部分的员工都愣住了 目光下意识地看向了宁总身旁 抱住他腿的小家伙 眼中闪过了然之色 他们可不是什么傻子 这是宁总想要给小小姐找办 这下很多人的心思都活跃起来了 这要是能够让家里的臭小子 把小小姐拿下的话 岂不是 还有那些上下班 要接送孩子的员工 更是目光感激地看向宁总 这福利对他们来说 可太实用了 而且集团请的教师 肯定是国内顶尖的 能够免费 让孩子享受最顶尖的教育 谁能不心动啊 宁总应免 宁总应免 欢呼声渐起 宁竹牙满意地看着 这群情激愤的一幕 他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低头见小家伙 还死死地抱住自己的腿 伸手将他抱了起来 轻声笑道 以后就有很多小朋友 可以陪你一起玩了 高不高兴啊 文言 怕生的林雪儿 直接将脸扑进了姐姐怀里 耳根子都红了 显然是害羞了 宣布完事情后 正好到了下班点 宁竹牙没有拖延 直接宣布下班 然后就抱着小雪儿 转身朝着公司楼下走去 大厦门口 见两女出来 等得有些无聊的林姓 笑着挥了挥手 哥哥 林雪儿立马从姐姐怀里 挣脱下来 朝着车子小跑了过去 肥嘟嘟的脸上带着激动 宁竹牙跟在后面 无奈倒跑慢点 摔着了有你哭的 坐上车后 宁竹牙将孩子 重新抱在了怀里 对着一旁的林姓问道 结婚的场地选好了吗 林姓开车的同时点了点头 差不多了 估计明天就能解决 一日清晨 魔都机场外 姓哥 我在这呢 坐了一夜 飞机从深城奔赴魔都的张海 朝着不远处驶来的劳斯 来撕挥了挥手 林姓将车停下后 驶了指后座 笑道上车吧 正好跟我去办件大事 文言 拉开车门的张海疑惑道 大事 啥大事啊 林姓再次启动车子 朝着市中心驶去 从一旁随意地拿过一张 请柬的给了他 诺 你可是第一个 收到我请柬的人 我看上了座山 想用来举行婚礼用 结果人家 给我开了个条件 这是说起来还有点复杂 简单来说就是 孙老被女婿背刺了一刀 导致整个孙家没落 现在就是想要林姓帮忙 把其中一部分产业给夺回来 是一家玩具生产工厂 建造的人 正是当初的孙家长子 想要送给儿子当礼物 结果事与愿违 孙家没落 他也就郁郁而终了 则 这是可真够狗血的 张海扎舌道 林姓认同地点了点头 就在他将车 驶至路口等红绿灯时 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不以为意地拿起接通 随意道 喂 宁哥 咋了 电话是宁大打来的 这倒是有些稀奇 大头似乎很吵闹 只听宁大声音无奈道 林少你快来一趟公司吧 现在有人正在公司 楼下表白呢 还是个外国佬 都影响交通运转了 闻言 林姓打了个哈欠 见红灯转绿 再次踩下油门 铁嘴道 这种小事 随便叫几个保安 把人赶走不就行了 跟我说干嘛 我这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还能飞过去 把人赶走不成啊 这话一出 电话那头的宁大沉默了一会 然后淡淡道 可是 那个外国佬表白的对象 是大小贱 林姓 坐后面的张海 一个没忍住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随后一道凶狠的眼神 朝他瞪来 吓得赶忙捂住嘴 不敢再出声 本来已经驶过的 劳斯莱斯 直接来了的大飘移 朝着天幕集团驶去 车内传出了林姓的怒骂声 他奶奶个腿 我倒要看看 是哪个孙子敢对我媳妇出手 第三条腿 都给他剁碎喂鱼 薄斯莱斯油门猛踩 速度瞬间达到了一百多马 幸好此时路上没有多少人 不然就林姓则开车方式 非得骂声一片 另一边 天幕集团大厦下 明大看着不远处 正在表白的外国佬摇了摇头 真是自讨苦吃 你谈合作就谈合作 这还告白上了 等林少来了 牙都给你打掉 远处已经聚集起了 一大堆围观的人群 主要还是这外国老表白的方式太显眼了 满地的玫瑰花瓣和祈求 连蜡烛都整上了 想不信目光都难 中央处 一名面容白皙的西方人 正单膝下跪 目光虔诚而真挚地 看向大厦顶楼的某扇落地窗 朗声道 林小姐 你就是黑夜里的一束光 照亮了我灰暗的人生 带给我希望 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大厦内围观的员工们 也是一轮纷纷 都等着看好戏 毕竟不说 您总高冷的性格 就他的那男朋友 就不是好惹的 听林总身边的保镖说 能一个打一群呢 这下 咱集团和凯撒财团的外贸合作 估计要泡汤了 这凯撒财团的小公子 也真是的 跟谁表白不好 天天看上了咱们林总 要是能跟我告别 该多好啊 任总的不赖 而且背后 还是世界500强靠前的凯撒财团 十辈子吃喝都不愁了 得了吧 就咱们这样的 倒贴给人家都不要 顶楼总经理办公室内 林雪儿抱着小杏子和小雅雅 坐在落地窗边 看着下面的表白场面 惊讶地说道 姐姐 下面怎么那么多人啊 还有蜡烛味 我是不是可以吃蛋糕了 闻言 林主雅放下笔 站起身将小家伙给抱了起来 吃吃吃 就知道吃 小心吃成的小胖子 就没人喜欢你了 两狗健壮 趁机溜到了一旁角落 看着对方头上的小辫子 嘶牙咧嘴 那好吧 林雪儿叹气 缩进了姐姐怀里 宁主雅 则是看着大厦下的表白仪式 乃眉紧皱 一股厌恶 由心底滋生 她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一口一个喜欢 满嘴花心的男人了 比自己家里 那个还差 就在她准备打电话 让宁大把人赶走的时候 眼角余光 瞥见远处 出现一个急速行进的小黑点 那是一辆不断超车的劳斯莱斯 宁主雅的心情 一下就好了不少 轻哼道 算这家伙有点良心 不然回家就只能跪错一板了 说吧 她抱着小雪儿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正在亲嘴的凉狗见状 也只好中断秀恩爱 跟了上去 此时大厦下 突如其来的劳斯莱斯 没有任何要刹车的意思 直勾勾的 朝着正在表白的 凯撒托尔斯冲去 Fact 刚念完告白词的 托尔斯见状 也顾不得手里 捧着的戒指和玫瑰花 吓得连忙朝边上躲去 不远处围观的人 也是惊呼出声 看着那辆冲出的劳斯莱斯 将玫瑰花和蜡烛给碾碎 最终在大厦门口停下 见精心布置的场地被破坏 托尔斯内心涌出怒火 直接走了过去 用生硬的滑果雨 对着走下车的林姓怒斥道 你这个混蛋会不会开车 要是伤到我 十个你绑一起都不够赔 身后的五六名同伴 跟着气势汹汹地走了过去 将林姓和张海给牢牢围围住 其中正好就有林姓 昨天见过的约翰 林姓走下车 被几人围起来后 丝毫不显慌张 上下打亮了人母狗样的托尔斯一眼 挑眉道 就是你小子大庭广众地 对我媳妇表白 由于林姓比托尔斯 高出半个头的缘故 浑身都带着一股威势 听到这话 托尔斯瞬间反应过来 随后理了理 他胸前的白色领带 目光不屑地看着林姓冷哼道 我调查过 你就是宁小姐身边的那个 只会吃软饭的小白脸吧 跟你这种贱民说话 只会拉低我的接近 我劝你乖乖地离开宁小姐 然后给我有多远滚多远 听完托尔斯一番自信的发言 林姓顿感十分好笑 对自己媳妇表白就算了 还要让自己滚 这事得有多嚣张啊 身后的张海 怜悯地看了满脸 傲然之色的托尔斯一眼 心中默默祈祷 不会出人命 这家伙还是太年轻了 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没关系 在爱的铁拳的教育下 很快就会长记性了 果不其然 随着话音落下 众人只觉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随后耳旁就传来了 图尔斯的惨叫声 灵性一个箭步上前 图尔斯只觉眼前一晃 随后身下就传来了 剧烈的疼痛 眼睛直瞪目自欲裂地 倒在地上惨叫了起来 看着捂住装部 不断在地上抽搐的外国佬 周围看热闹的男性 只觉身下一梁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好家伙 这小伙子也是个狠人啊 上去就暴击了 最脆弱的地方 瘦了这么一脚 该得有多疼啊 灵性此时还觉得不过瘾 再次势大力尘地 一脚朝着图尔斯的裆部踹去 嘴里还怒骂道 就你压得狂是吧 今天老子非让你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跟我媳妇表白就算了 毕竟她长得那么漂亮 你要是忍得住 只能说明你性功能有问题 但你居然还敢让我滚 你多大的脸啊 我让你一天天的装十三 我让你一天天的见色起义 今天不把你这玩意废掉 老子就不叫灵性 土耳斯的五名同伴 在短暂的愣神后 也反应了过来 连忙想要一起冲上去 把灵性制住 结果不言而喻 这几人都是米国各大财团的公子哥 这次就是专门跟着土耳斯来华国玩的 身体素质连正常人都比不上 更别说跟灵性这样 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对拼了 大概一分钟后 原本躺在地上惨叫抽搐的土耳斯 多了五名同伴 声音叫得一个比一个大 只要挨上一击 身体根本就使不上力 更别说反抗了 看到这熟悉的音幕 一旁的张海默默地拿出手机 将这音幕给记录了下来 同时感叹道 不愧是姓哥 没喝酒的时候也这样牛掰 周围看热闹的群众见状 更加兴奋了 平时被这些富家公子狗眼看人低 现在好不容易遇到暴击的场面 能不激动吗 脑子灵光的人 甚至已经拿出手机 将这音幕给记录了下来 然后想也不想地就发到了网上 这边灵性还在继续输出 六个人一个都跑不掉 每个人一脚挨个来 就你们这种弱鸡 还敢在我媳妇面前玩花样 幸亏今天是我动手 不然等我媳妇来 你们下面估计连根都保不住 说的就是你 你身体抖什么 不服吗 我让你不服 我让你不服 被持续暴击的土耳斯 终于受不了这痛苦了 连忙哭喊着求饶道 哥 大哥 别 我错了 我再也 哦 再也不敢了 您脚下留情啊 身旁躺着的几人 也是赶忙哭着求饶 生怕慢一点 就被再踹上一脚 哥 不 爸爸 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下次再也不敢了 嗯 就在灵性打算再加大力道的时候 大厦内走出一道倩影 气质高冷卓然 如九天之上的仙子下凡 抱着小雪的宁竹哑 看着不远处还在狂踹的灵性 戴眉深深的皱起 冷声呼喊道 小杏子 随着话音落下 跟在后面的小杏子汪 得叫了一声 灵性也跟着停下了动作 扭头看着走来的媳妇 尤其是那双冷眸 让她心中下意识地打了个哆嗦 经历过一次的张海收起手机 叹了口气 看来今天只能看到这里了 清楚了解宁竹哑性格的灵性见状 一看就知道 媳妇是生气了 还是非常不好哄的那种 连忙笑呵呵地凑上去 陪笑道 媳妇 你咋下来了呀 我马上就能处理好的 放心吧 保证以后不会让这几个小喳喳爱你的眼 宁竹哑 确实将小家伙放了下来 转而用手用力揪住了灵性的耳朵 眯眼冷声道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不准动手打人 处理事情的方式闻名点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宁竹哑的男人 只会动手打人呢 林雪儿抱住姐姐的腿 点头附和道 就是就是 老实说过 动手打人的都是坏孩子 哥哥是坏孩子 灵性顿时微微懦懦地低下头 扭捏道 我这不是听到你被人告别 所以情绪有些激动了吗 下次 下次我肯定改 见此一幕 围观的群众也都明白过来了 相视一笑 看着动手的时候那么威猛 搞了半天 还是个爬耳朵啊 这么厉害 居然还怕老婆 果然 每个人都是有天敌的 没有人能绝对无敌 听到灵性的回答 令竹哑冷谋瞪去 可耻的 你还敢顶嘴啊 长能耐了你 说着 他手上的力道再次加重 直接从威视上碾压了灵性 哎哟 媳妇我错了 错了错了 保证没有下次了 以后我肯定闻名做事 灵性吃痛求饶道 脚鞭 小杏子看着被死死克制的灵性 朝着身旁的雅妃叫了一声 有些得意 哇 看见没媳妇 这就是窝囊废主人 要不是他做饭好吃 狗爷我早就把他给修了 小雅雅的狗眼中露出崇拜之色 上前蹭了蹭他的脑袋 见状 小杏子眼中的得意更甚 忽然感觉一阵尿急 朝着四周瞅了一眼 然后直接朝着那边 还在吃痛惨叫的 土耳斯六人 卖腿奔去 土耳斯此刻 心里已经骂娘了 早知道这个小白脸这么厉害 就不搞这么大阵仗了 不知道下面那玩意还能不能用 就在这时 土耳斯只觉眼前一黑 明眼抬头看去 一大泡黄色的液体 准确无误地进入了他的口中 满满的骚味 他眼睛一瞪 连忙翻身咳嗽了起来 脸色一阵红一阵子 口中的尿骚味挥之不去 朝着身前正在撒尿的死狗目道 MD 就连只破狗 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 老子今天非得宰了你 WANG 撒完尿的小性子 惬意地叫了两声 听到面前这人类 居然要宰了自己 顿时面露凶象 直接挥舞着锋利的狗爪 朝着土耳斯的脸上滑去 WANG 谁给你的狗胆 居然敢对狗爷放狠话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当不受创的土耳斯 根本用不出力气 只是请客间 脸上就多了几道血痕 身无可恋地躺在地上 不再动弹 双目无神 花果 好可怕 哎 媳妇 这么多人看着呢 给点面子啊 数十人的目光 朝着这边齐齐看来 哪怕是灵性 也不禁老脸一红 有些不自在 灵雪儿还在一旁煽风点火 笑嘻嘻道 哥哥是窝囊废 怕老婆 这番话让周围人 都不禁为之一笑 这么小个 孩子都知道 怕老婆是什么意思了 民主雅雀 丝毫没有要松手的意思 反而手上的力道越来越大 一点面子都不打算给他留 灵性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用力打掉了 揪着他耳朵的手 见到周围人 看热闹的目光 底气不由得地大了起来 这么多人了 媳妇应该不会 大庭广众地动手吧 想到这里 灵性冷着脸 和面露惊叉的 宁主雅对视着 姿态冷漠道 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这么多人呢 你劝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不然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看着突然硬气起来的灵性 宁主雅脸上透露出森寒之色 精致白皙的脸蛋 顿时阴沉了下来 冷笑道 好啊 你想要面子是吧 那我就给你这个面子 文言 灵性还以为奏效了 有些小得意地 拍了拍媳妇的肩膀 语众心长地说道 这就对了吗 夫妻俩最重要的 就是互相尊重了 以后注意点啊 不然 不等灵性的话说完 只见宁主雅拿出手机 拨通了一个号码 冷眼注视了他的同时 冷声命令道 给我把他抓起来 我要把他扒光游街 话音落下 大厦内瞬间冲出 十几名黑衣保镖 冲在最前面的 正式给灵性 通风报信的宁大 一直地朝着这边冲来 卧槽 你要不要这么狠 听到要被扒光衣服游街 灵性背后一喊 哪里还敢在这里久留 连忙撒鸭子 朝着停在一旁的 劳斯莱斯跑去 哎呀妈 这娘们疯了 早知道就不硬气了 快点啊 信哥 再跑慢点 我可就要准备 欣赏你曼妙的身姿了 已经提前一步做到了驾驶位 对着正在朝这边 跑来的灵性招了招手 脸上带着渐渐的笑容 听到这死胖子调侃的话 灵性的额头 冒出三根黑线 强忍着在这里 暴揍对方一顿的冲动 赶忙钻进了车里 然后重重地关上了车门 快开车 慢一步 你就等着陪我一起游街吧 很快 弹射起步的劳斯莱斯 被十几辆黑色奔驰 追着逃离了现场 周围的群众见眉戏看了 只好散了 灵竹亚依旧冷着脸站在原地 目光阴森地看着灵性逃跑的方向 咬牙道 该死的狗男人 你今晚最好别回家 不然我让你好看 说吧 灵竹亚抱着小雪 就转身朝着大厦内走去 心中思索 该怎么调教的同时 还不忘对着守在门口的保安吩咐道 那六个人影响公司正常运行 把他们绑起来 找到偏僻的地方扔掉 记得把他们的手机之类的给砸碎 除了是我负责 是 令总 保安文言连连点头 带到宁竹亚抱着孩子离开后 保安目光怜悯地看了眼不远处 躺着惨叫的外国佬 摇了摇头 宁总这招狠啊 明知道这几个外国佬 下面被那啥了 还故意把他们丢远点 不让他们治疗 另一边 正在市中心逃亡的灵性 接到了宁大的电话 林少 你就乖乖束手就擒吧 现在跟我回去的话 说不定大小姐还能下手轻点 你也能好受一些 看着后方穷追不舍的十几辆车 又想到家里那小魔女 调教人的手段 林兴顿时如坐针毡 对着电话那头善笑道 宁哥啊 你是我亲哥 要不你回去跟我媳妇求求情拜 回头我让他给你账工资咋样 那头的宁大沉默了一回 语气平静道 你可能不知道 我身为宁家的保镖队领导 只要我还是宁家的保镖 就拥有天目集团 0.1%的股份 虽然只有0.1 但别忘了 天目集团产业链 是何等的庞大 这0.1股份 至少也价值好几个小目标 林兴 好好好 这年头当保镖 都这么有钱了是吧 不发工资改发股份了 没办法 林兴只好看向正在开车的张海 有些期盼地问道 胖子 能不能把后面的车甩掉 张海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 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一般情况 林兴闻言一愣 这啥意思 只见张海神秘一笑 从怀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玻璃瓶 里面装满了褐色液体 瓶盖一打开 一股浓郁的酒香就冒了出来 诶别别别 还是算了吧 见这家伙要喝下去 林兴赶忙阻止 开玩笑 那可是酒驾啊 你要是偶尔闯个红灯 还能瞒天过海 这要是酒驾 天王老子来了 也得被吊销驾照 很快 张海因为不熟悉魔都的路 没一会时间 就被宁大带人给逼停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林兴 被蒙上头套带走 唉 林哥轻点啊 要不咱们打个商量 你把我给放了呗 我回头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咋样 我家那小子都能打酱油了 你说 我需要吗 足足过了大半个小时 天目集团总经理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正在逗小家伙 玩玩我的宁竹哑头也不抬的 淡淡到进来吧 办公室的门推开 被五花大绑 还蒙着头套的灵性 被丢了进来 林大公进道 大小剑 人抓回来了 嗯 宁竹哑 看向坐在腿上的林雪 摸着他的小脑袋笑道 小雪 姐姐跟哥哥有事要说 你先跟着这位叔叔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好吧 林雪儿乖乖地点了点头 乖乖地走了过去 带到办公室门关上后 林竹哑脸上的笑容缓缓消失 从位置上站了起来 朝着倒在地上不断挣扎的林信走去 接下来的场面 少而不宜 黑色头套被摘掉 林信惊恐地看着蹲在身前的媳妇 咄咄嗦嗦道 媳妇 不 宝贝 我下次不敢了 我真的错了 林竹哑没有理会 在将办公室反锁后 不慌不忙地挽起衣袖 打算好好炮制一下这家伙 林信背后 被绑住的手中 出现细小的刀片 正在不断地搁着绳子 同时不断求饶争取时间 你不是要面子吗 今天不把你脸打肿 你看我会不会饶了你 说着 明竹哑冷着脸 就要坐到林信身上去 免得他乱动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林信总算是割断了 绑住手的绳子 直接将猝不及防的媳妇 给扑倒在的 诶意道 媳妇啊 现在局势可不一样了 乖 叫两句好听的 不然可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宁竹哑整个人被林信抱住 根本使不上力 只好瞪向他 咬牙道 你最好现在 把我放了 哟喝 还学会威胁老公了 林信诧异一声 直接上前在他的脸上 狠狠地亲了一口 意犹未尽道 不愧是我媳妇 香香的 宁竹哑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但紧随而来的是 密密麻麻的亲吻 不管是脖子上 还是耳朵都被侵占了 快说 你错在哪了 不然我可就要扒你衣服了呀 你死定了 剧烈地纠缠下 大片春光泄露了出来 已经许久没有发泄的林信 顿时忍不住了 坏笑着把媳妇压在了身下 反正事后都要挨打 还不如趁现在做回人上人 一阵翻天覆雨后 重新穿好衣服的林信 笑呵呵地看着正在穿衣服的媳妇 嘿嘿笑道 媳妇 这次 你可以饶了我了吧 一山凌乱的宁竹哑转过身 直接一脚鸭子 踹在了她脸上 脸色红润 却透露出一股冷色 冷哼道 想得倒是挺美 从今天开始 你的信用卡和零花钱全部没收 以后没有我的允许 你身上别想有半分钱 啊 那不真诚吃软饭的了 林信的脸垮了下来 想到以后出门前 还得看看兜里有没有钱 林信连忙从地上站起 上前去抱住了媳妇的腰 将头靠在她的肩膀上 撒娇道 媳妇 就饶了我这次吧 出门在外没钱怎么行啊 我还要给你满山当结婚场地呢 林竹亚可不吃这头 直接将这家伙扒拉开 哼道 少来 到时候要多少钱你带我去 反正我是不会给你钱的 你也别想去爸妈那样 不然你就收拾东西 从家里搬出去吧 接着 林竹亚将袜子和鞋子 丢到了林信身前 自己则是坐在椅子上 嘴角上扬 来吧 林大少 怎么给我脱的 现在就怎么给我穿起来吧 你刚刚不是脱得很兴奋吗 林信 看着她脸上露出的胜利者笑容 林信苦着脸 捡起地上的袜子 走上前给她穿上 因为身高原因 所以只能担心 跪在地上穿 这一幕知道是夫妻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高冷千金和她的男奴呢 几分钟后 林信总算是把宁竹亚的衣服 给原封不动地给她穿了回去 还没等她松口气 兜里的手机就传来了提示音 尊敬的林先生您好 根据需求 您名下的五张银行卡 已全部冻结 如有疑问请拨打 林信此刻想哭的心都有了 那可是好几个小目标啊 这下只能看着却不能用 她以后不就成穷光蛋了 为了个面子 损失这么大 简直亏到外太空去了 要怪就只能怪你自作自受 宁竹亚冷哼了一声 下一秒 林信直接将宁竹亚 从椅子上抱了起来 面无表情地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被抱在怀里的宁竹亚 并没有急于挣脱 而是对着 林信眨了眨眼睛 看来是跟你的惩罚还不够啊 又想要干嘛 文言 推开了办公室门的林信撇嘴道 你把我卡都给冻结了 下午 还要去收购一家公司呢 现在身上没钱 只好把你这个富婆给带在身边啊 听到这话 林竹亚早上出门的时候 听过孙家的事情 就这么任由林信抱着走出去 还不是你自作自受 一点都不管 公司一楼 几名前台正在闲聊 余光瞥见专用电梯打开 连忙止住了嘴 笔直地站在柜台后 不敢再闲聊 电梯门打开 在一众前台震惊的目光下 林信抱着宁竹亚走了出来 朝着公司外走去 一副甜甜蜜蜜的样子 宁竹亚躺在怀里 娇春到这么多人呢 丢不丢人 林信则是挺直了腰板 反而搂得更紧了一些 理直气壮地回道 我抱我媳妇 有什么好丢人的 等到两人离开公司后 几名女前台 这才一脸八卦地聊了起来 举止有些兴奋 哎 看见了吗 咱宁总跟林先生多恩爱啊 大白天的呢 就搂搂抱抱起来了 真是羡慕死我了 林先生这么帅的男朋友 到时候我做梦都能笑醒 这就我刻定了 提前收到消息的张海 开车在公司门口等着了 见林信抱着嫂子出来 笑呵呵地挥手打招呼道 呦 信哥 您老还活着呢 我还以为你这次肯定死翘翘了 看来嫂子还是心软了呀 林信脸一黑 刚想收拾这胖子一顿 但一想到 刚刚媳妇说是要文明做人 又强压下了心头的暴躁 将媳妇抱进后座后 扭头对着驾驶位的张海 皮笑若不笑道 你小子 这张嘴可真损 以后走夜路的时候 渴得小心点 免得被人蹲点了 张海摸了摸鼻子 连忙启动了车子 笑呵呵地转移话题道 唉 不愧是劳斯莱斯幻影限两款 可比我那辆梅塞德斯好开多了 哈 坐在林信身上的宁竹雅 则是发了条信息给宁大 让他带着孩子多晚会 晚上直接送到宁家老宅去 林信此时还不甘心 求情道 唉 媳妇 你说男人出门在外身上没钱 那不丢失人了吗 要不你就给我解封两张卡呗 滚 别烦我 明竹雅霸道地呵斥了一句后 直接拉开林信的衣服 蜷缩了进去开始取暖 林信 豪冷 魔都 天兴大酒店的普通包厢内 一对夫妇正在低声聊着什么 刚刚接到小梅的电话 约翰好像被人打了 现在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他来不来了 孙清华低声道 温涛却是毫不在意 反而面露思索之色 这我没道 这次的买家你打听清楚了吗 对方真的愿意出十个亿 买那个破玩具工厂 我们之前找了那么多人 价格最大的 也才两三千万 居然有人愿意花十个亿买 看还不会是骗子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孙清华不以为意地笑道 听说是那个宁家来的 那玩具厂 好歹占那么大块地方 而且地理位置优越 怎么就不值这个价了 等我们把这破厂卖掉 到时候 正好可以恶心恶心家里那老头子 就在两人交谈的时候 门外传来了服务员的声音 随后包厢门就被打开 先生女士 里面请 接着 就是一对俊男玉女走了进来 气质浊然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 倒是后面的胖子 显得格格不入 张海看着姿色不错的服务员姐姐 搓了搓手 嘿嘿笑道 这位美女 我家里是做姨妈金的 那舒适度简直绝了 要不我俩认识认识 到时候只要你来 我家的姨妈金随便你用 全都免费 林姓 还真别说 这会有时候 骚起来不是一般的骚 特别是这独领风骚的搭讪方式 很快 被冠以色狼称谓的张海 捂着脸走进了包厢 不解道 我长得这么帅又丰满 他居然还拒绝我 刚站起身 准备打个招呼的孙清华 看着率先走入包厢的林姓 师生道 怎么是你 身旁的温涛疑惑道 嗯 你们认识 昨天去看老爷子的时候 在门口见过一面 孙清华脸上的笑容收敛了起来 他不是什么傻子 家里那老头唯一想要的 就是这玩具厂 昨天刚见过这青年 今天他就要出手买下玩具厂 要是这两件事没关联 鬼都不信 就在夫妇俩愣神的时候 林姓已经自顾自地 牵着媳妇坐了下来 简单地打了个招呼 孙太太还有温总 我们来聊一下收购的事情吧 孙清华却是阴沉着脸问道 你是为了紫东山来的 是不是那老头子 让你买下这玩具厂 然后他就把山卖给你 是这样没错 林姓点了点头 随后贪手笑道 我们之间 应该并没有什么厉害冲突 那座山要论起真正价值 可不止十个亿 这笔买卖 你们不亏的 宁主亚安安静静地 坐在林姓身旁也不说话 想看看这狗男人 是怎么谈生意的 整整十亿 孙清华和温涛对视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犹豫 想卖又不想卖 对方明显就是冲着那座山去的 难不成是发现了里面的秘密 夫妇俩的迟疑 倒是让林姓感觉有些不对劲 眯起了眼睛 暗自沉思道 根据调查 现在孙家 这对夫妇的总资产不过百万 也就玩具厂指点钱 但却卖不出去 现在自己明码标价的十亿给出去 他们居然还犹豫了 要么就是 不相信自己的身份 要么 就是他们不想 自己得到那座山的所有权 根据孙老爷子的说法 这俩夫妇 一直想要紫东山的所有权 林姓本以为是 对方想卖了换钱 但现在看来 估计另有隐情 短暂地进行眼神交流后 温涛一咬牙 忍住十亿的诱惑 摇头拒绝道 对不住了林先生 这场 我们突然不想卖了 这顿饭 就算是我温某人表达的歉意了 你们真的不再考虑考虑了 林姓还想要再争取一下 要是紫东山拿不到手的话 她想要选其他适合结婚的场地 估计要多费很多功夫 一旁的张海帮腔道 就是啊 那可是十亿 一个破玩具场 能卖十亿 你们就偷着乐吧 居然还不卖 咱不成里面藏着金矿不成 夫妇俩的神色有些不自然 态度却异常坚决道 说不卖就不卖了 你们慢慢吃 我们就先走了 说吧 两人就想要离开包厢 站住 坐在身旁的宁竹亚 终于忍不住了 直接立声叫住了两人 美好气地瞪了一眼林姓 似是在说他这点小事 都要他出马 林姓耸了耸肩 表示无能为力 自顾自地开始包瞎 温涛明显是认出了宁竹亚的身份 姿态放得很低 宁小姐 您还有什么事吗 宁竹亚直接冷声道 别说我欺负人 给你们两个选择 那个玩具场我调查过 最多值一千五百万 我出双倍买下来 你们拿钱走人 我来的路上 听说温老板是开酒品公司的 你们应该也不想 明天听到公司破产的消息吧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听到这话 孙清华和温涛的脸色 顿时难看得起来 他们相信 这位宁家大小姐 绝对有说这话的底气 要是招惹了对方的话 恐怕整个魔都都容不下他们了 心底更是后悔 早知道刚刚就该答应那十个亿的 现在直接变成三千万了 这可不是少了一点半点 媳妇 咱们要闻名做事 灵性将包好的虾肉 递到了宁竹亚的小嘴边 小心翼翼地提醒道 嗯 宁竹亚一眼瞪去 后者顿时不敢再开口打扰 温涛英沉着脸道 宁小姐 你未免有些太过分了 我女儿的男朋友 可就米国森顿财团的约翰公子 你这是在 威胁我 明竹亚冷漠时 态度从容霸道 一旁的张海查了下百度 脸出声 森顿财团 米国排名靠前的财团之一 总资产高达五百亿美金 其掌权者森顿莫里斯膝下有十八位子女 好家伙 还挺能生啊 而且这个约翰在继承人之中排名靠后 未来估计没他继承财团的机会 被接了底的夫妇俩对视了眼 眼中尽是无奈和悔意 只好点了点头 我们 同一脉 很快 在签署了一系列的转让合同后 灵 宁竹亚成功收下了玩具厂 媳妇威武霸气 晓得对您的崇拜如滔滔江水 在夫妇俩走后 灵性顿时忍不住抱住媳妇的腰肢夸赞了起来 一脸的崇拜和敬仰 不太妙啊 这就是当小白脸的感觉吗 好像有点上瘾 来 媳妇吃虾 啊 包厢内 灵性笑呵呵地将一块虾肉送入了宁竹亚嘴里 还贴心地抽出纸巾给她擦了擦嘴 味道怎么样 还行 这亲密无间的一幕 让坐在一旁的单身汉张海 一阵牙疼 直接转身逃死地离开了包厢 不敢再久待 她怕再待下去 估计一辈子都不用吃饭了 直接吃狗粮就能吃饱了 一番精致地用餐后 宁竹亚十分满意地摸了摸灵性的头 罕见地夸赞道 这次的服务本小姐很受用 以后继续努力 说着 宁竹亚俯身上前在灵性的脸上亲了一口 当作是奖励了 是 媳妇 灵性笑呵呵地点了点头 同时不着痕迹地将桌上的转让合同给摸到了背后 只要合同到手 一切都是值得的 吃完饭后 宁竹亚独自回公司了 灵性则是带着司机张海迫不及待地赶往市郊 想要把紫东山的所有权给尽早拿下来 半个小时后 窝独郊区的孙家宅子内 孙德邦目光惊讶地看着桌上的转让合同 你 你居然真的买下来了 还只花了三千万 灵性喝了一口热茶 雷一道 那可不 老爷子 我们可是事先说好了的啊 只要我把玩具厂给你拿回来 你就把紫东山的所有权卖给我的 这自然没问题 老头子 我这点信用还是有的 很快 等到孙德邦从楼上走下来时 手中已经多了一份证书 脚步缓慢地走到沙发边坐下后 笑道 这山本来是我以前留着养老的 可惜后来家道中落 也就没什么用处了 就送给你了 送我 灵性压抑道 老爷子你可想好了 这山可是价值大几个亿呢 您确定送我 孙老白手笑道 再有价值也只是一座山 你要就拿走吧 反正在我这放着也是放着 话说到这里 孙德邦又略微迟疑了一下 然后皱眉道不过 我得提醒你一下 我那个不孝女 对这山可是日思夜想 估计里面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 妮可的提防着点 灵性郑重地点了点头 她也觉得这里面有古怪 但又不知道具体原因 孙英估计要去看了才知道 没做多久灵性 就以有事为由离开了 等到她走后 孙英才从楼上走了下来 孙老对着孙子招了招手 慈祥地笑道 小英 你过来 爷爷送你两件礼物 尚不懂事事 却以知识事间的孙英 乖巧地走到了爷爷身边 孙德邦拿出了玩具厂的合同 对着孙子笑道 这是你父亲当初留给你的 一定要收好 就当是他送给你的 十八岁生日礼物吧 同时 老人再次从身上 掏出一张黑卡 感叹道 本来是打算将这几百亿家 产用来换玩具厂的 现在用不着了 就等着以后 给你当创业资金和彩礼吧 这一日 华国最年轻的百亿富豪诞生了 高昂的彩礼前 日后更是让众多大家闺秀 纷纷求嫁 与此同时 宅子外 刚走出院子的灵性 立马拿出手机 开机后 找到了宁主亚的电话打了出去 几乎是被瞬间接通 他连忙笑呵呵道 媳妇啊 事情都谈妥了 对方只要十个亿 你看 那头正在喝咖啡的宁主亚文言 密起眼道 你确定是十个亿吗 灵性顿时有点心虚 但一想到兜里没钱 还是鼓足勇气地点头道 是啊 本来那老头还想要二十个亿的 然后被我硬生生砍到十个亿了 厉害吧 喝了口咖啡的宁主亚 晃了晃杯子 语气平静道 忘了告诉你件事了 在你去工厂打架那次后 我直接给你手机里加了些小东西 就算你关机了它 也能正常运作三百六十天 虽然只能听到周围的声音 灵性身体顿时僵住 手机关机了都能听到 那岂不是说 果不其然 下一秒 一道冰冷却带笑的声音 从手机里传出 亲爱的老公 我在办公室等你哦 如果不想受苦的话 最好不要让我久等 说完 电话直接被挂断 根本就没给灵性狡辩的机会 看着挂断的手机 灵性嘴角微微抽搐 看来这次是真的死定了 四日一早 春和日丽 一通电话 将正在熟睡的灵性给吵醒了 哎呀 大早上的绞人春 清梦 谁啊 灵性打着哈欠 从床上爬了起来 左眼眶的位置红肿 和右眼完全不对称 看起来颇为滑稽 电话接通后 那头传来一道熟悉且冷漠的声音 白军婉什么都招了 白家家主白崇德 也就是他的父亲 确实跟塞北的某个军官有联系 我已经有几个怀疑对象了 你去还是我去 对白军婉和肖杰动手的那些杀手 可都是学过塞北招式的 再加上对方之前帮白家做的那些擦屁股的事 肯定是在任的军官无疑 而且 那人背后多半有一个不小的势力 深处色北居然能对魔都的事情指手画脚 想到这里 灵性瞥了一眼身旁正睡着的宁竹雅 思索一方后才说到 先告诉上面那几个老头子吧 他们知道的肯定比我们知道的多 塞北是对方的地盘 还是小心为上 嗯 简单的回答后 电话挂断 突兀的声音响起 看来这次确实是长畸形了 你刚刚要是敢答应去的话 我就只能把你绑起来了 只见原本熟睡的宁竹雅 不知何时已经醒来 被子从她的身上滑落 露出大片雪白的肌肤 壮阔的云风 更是让人遐想连偏 不禁回味起昨夜的翻云覆雨 灵性虎去一阵 看着媳妇眼中的满意 心虚道 媳 媳妇 你这话说的 整个华国谁不知道 我最听你话了 说着 她就抱了上去 将雪白的郊区搂入怀中 暗道 哎呀妈 幸好刚刚看到 她眼皮子动了一下 不然一大早就又要被教训了 我这一生如履薄冰啊 清晨的阳光明朗 空气中带着一股泥土的芬芳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灵性和宁竹雅坐到了餐桌上 打开手机刷着今天的新闻热点 打开某短视频APP 令人意外的是 出现在榜首热点的标题 不再是某明星怎么怎么样 反而是一条灾难新闻 震惊 昨日深夜11点 山阳省某地区出现六级地震 根据目前统计的伤亡人数 已达到百余人 灵性惊讶地看着手机上的消息 六级地震 很久没出现等级这么高的地震了 山阳省身处华国的大后方 建立在一处山脉之中 距离魔都十分遥远 见状 灵性抬头对着正在喝汤的宁竹雅 嘿嘿笑道 媳妇 你看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我想捐献一下爱心 毕竟 那可都是我们的同胞啊 您看 灵竹雅不慌不忙地喝了口皮 淡瘦肉粥后 十分淡定地微笑道 没事 你什么人 我还能不了解吗 所以我刚刚就已经把你卡里所有的钱 都给捐献出去了 物资估计下午就能到 到时候你就是慈善大使 高兴吗 甜美的笑容 加上天使般的面容 却让灵性的内心发凉 立马苦着脸道 啊 那可是十多个啊 你全给捐了 灵竹雅点头笑道对啊 而且还是以你的名义捐给集团 然后集团再拿去捐献 灵性 这位妹也太残酷了吧 竟然拿我钱办公室 还是啥也捞不着的那种 连名声都被抢了 但要是反抗的话 M为了多活一天 还是忍忍吧 吃过早饭后 令竹雅开车去老宅 接淘气包去了 灵性则是在收到一条消息后 朝着白氏集团赶去 白崇德这个跳梁小丑 已经蹦跋得够久了 是时候 把他从云端之上给拉下来了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魔都机场 一架飞机缓缓落地 早上九点 白氏集团内的重高层 正在进行阅读汇总 会议室内 每名管理层的脸上都带着笑 语气略含激动和兴奋地 看向主位上神态淡然的董事长 财政部长语气激动到 白董 这个月 我们集团的总利润 翻了几倍不止 再这样持续下去 我们白氏集团赶超天目集团 也不是没有希望 听到这话 策划部部长自得地笑道 还不是多亏我想到 在游戏里疯狂打我们集团的广告 那些玩家不乐意又能怎样 还不是只能接受 销售部的部长却有些疑虑到 最近天目集团 忽然放弃针对我们集团 这里面该不会有诈吧 能有什么诈 说不定是怕了我们呢 一开始 我还担心他们学我的策划 也在他们的游戏里打广告 现在想来 倒是想多了 坚持游戏道德 以玩家为中心 哼 简直是愚蠢至极 就在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时候 坐在主位上的白崇德 终于开口了 他淡笑道 成功固然是好事 但还是不要放松警惕 毕竟我们的目标 可是将天目集团踩在脚下 会议室内顿时安静下来 高管们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 紧闭的会议室大门 被一名保安推开 他语气急促道 董事长 楼下来了一群警察 说是您涉嫌非法继承遗产 跟着的 还有个自称是灵性的年轻人 说是要见您 听到这几个字也 众高管面面相去 有些猛 董事长的女儿 不是车祸死了吗 而且还有遗嘱在 怎么会涉及非法 继承遗产呢 白崇德心中 涌现一股不好的预感 皱起眉头思索一番后 对着保安沉声吩咐道 把人带到会客厅去 我稍后就到 是 董事长 保安匆匆离去 会议室内原本大好的气氛 在此刻更是烟消云散 取而代之的是压抑 企业做到这个高度 手底下多少有些 见不得人的事情 可经部的警察查 会议结束 你们各自做好该做的事情 解散吧 留下一句话后 脸色阴晴不定的 白崇德站起身 走出了会议室 朝着电梯间走去 心里有了一个不好的猜测 君婉的尸体 自从出事后 一直都没找到 他心中早就有一些猜想了 但有些不敢去相信 那家伙居然失手了 算了 当务之急是把那些警察应付走 就算君婉没死 如今局势已然定了下来 他又能做什么 白氏集团的会客厅内 林姓正在和一名 身穿警服的中年人 闲聊着什么 就在此时 会客厅的大门被推开 白崇德笑呵呵地走了进来 我刚刚在开会 不好意思 让两位久等了 穿着警服的中年人站起身 拿出自己的证件 面色严肃道 我是魔都警局 第三小队队长李龙 白董事长 我们接到举报 您使用假的遗嘱 继承了您女儿白军婉的产业 给个解释吧 坐在身旁的林姓 挥手笑道 顺便一提 是我举报道 不用谢 坐下的白崇德 脸色没有变化 看向李队长 陈生道 警察办事向来讲究一个证据 你们有证据证明 那份遗嘱是假的吗 李龙扫了眼身旁的林姓 随后坐了下来 对着白崇德淡淡道 这个不急 在此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 想要问一下白董事长 方便否 白崇德贪手 当然可以 随后 李龙问出了第一个问题 根据调查 你当初继承你女儿白军婉的遗产时 出事的遗嘱 是你在他房间中找到的 这个事情是真的吗 白崇德淡定地 点头回道 嗯 是我在他的柜子里偶然发现的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李龙接着道 根据我的调查 白军婉似乎并不是你的正妻所生 外人传 你们妇女的感情很好 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 不管军婉的母亲 是谁 她都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们的关系 一直都很和睦 紧接着 李龙又提问了好几个问题 白崇德回答得天衣无缝 根本不给人钻空子的机会 询问完后 时间也差不多了 就在白崇德有些不耐烦的时候 会客厅的门再次打开 两男两女走了进来 正是从深层赶来的 林天和白军婉等人 啪啪 在白崇德震惊的目光下 林姓笑着鼓掌道 接下来就是证据出场了 白董事长 您现在又做何解释呢 可以说 从白军婉出现的这一刻 白崇德就已经输了半仇了 就算他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被关几天是绝对逃不掉的 李龙则是在林姓的眼神 试一下走了出去 想也不用想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以他的身份不适合待在这里 等到这位警局队长走后 白崇德的脸色彻底冷了下来 注视着林姓冷声道 就算他现在回来又有什么用 想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 就算把游戏公司还给他 也动摇不了现在的白氏集团 正常来讲的话 确实是这样 林姓认同地点了点头 他收起脸上玩世不恭的笑容 以一副沉着冷静的姿态 对视着白崇德 气势不若分毫 缓缓道 这几天你过得应该很滋润吧 但你是不是忘了 商场如战场 你真觉得我丈母娘这些日子 什么都没做吗 什么意思 白崇德皱眉 一旁的林天见不惯两人 在这里打马虎眼 直接冷哼道 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 先送到警局关起来 到时候不就什么都知道了 身旁的黄瑶 满脸严肃地教训道 阿天 人家说话的时候不能插嘴 林天窃了一声 不爽地撇过头 不再言语 一旁的白军晚见父亲 居然都不正眼看自己一下 心底暗自失落 他知道 他这是被抛弃了 没事 有我陪你 肖杰抱住他 轻声安慰着 一道急速的电话铃声 打破沉默 白崇德有些不耐地拿出手机 见是董事会的人打来的 压下心中的不耐 沉声开口道 喂 是我 片刻后 白崇德脸色一变 不敢置信地站起身 师声道 你疯了 对方显然是 不想跟他多纠缠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还没等白崇德缓过境 又是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接下来足足十几分钟内 白崇德接到了五六位董事会成员 打来的电话 无一例外 全部都是说明抛售股份的 白市集团是个家族企业 白崇德作为家主 拥有50%的股份 本来白军婉 也是有5%的股份的 但是在遗嘱给出后 那5%的股份 也被分到了他的名下 而现在 不知道是谁暗中收购了董事会 其余成员的所有股份 如果再加上白军婉手中的 5%股份的话 白崇德立马抬头 看向坐在对面的灵性 手臂倾筋抱起 脸色阴狠道 是你干的 短短几天的时间 你们怎么可能 说动那些人买股份 而且还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灵性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看着白崇德失去分寸的样子 冷漠道 有些事情 一旦做了就无法挽回 既然你能用那些 见不得人的手段牟利 那我为什么不能用呢 这个头是你掀起的 那么我们用同样的手段回击 也没什么问题吧 毕竟我从来不认为 我是一个正人君子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现在说出你背后的那个人是谁 我可以饶你一命 会客厅内的气氛顿时陷入寂静 白崇德坐在原地脸色阴沉 毫不犹豫道 你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听到这个回答 灵性知道 这次估计是很难在对方的身上 得到收获了 然后 零天几人离开会客厅 毕竟白军婉现在的身体状况 并不是很好 不能长时间的活动 还需要静养 离开前 灵性还不忘 刺激一下白崇德 冷笑道 你最好祈祷塞北的那位不会落网 不然的话 你的下场不用我说你也知道 听到塞北的字眼 白崇德心底一沉 但现在的他 什么也做不了 在灵性等人走后 一直站在门外等着的李龙 拿着一副银手铐走了进来 淡淡道 白董事长 跟我去警局喝口茶吧 很快 白崇德被警察抓走的消息 在白氏集团内散播开来 一时间人心惶惶 另一边 天目集团董事长办公室内 挂断电话 令母瞅了一眼 躺在沙发上 吹着空调 看电视喝茶的丈夫 淡淡道 你女婿来电话了 白氏集团那边 就暂时 由你去接手吧 省得一天天的没事干 文言 冰东红喝下最后一口茶水后 可可笑道 白家这么快就不行了 我还没发力呢 一点体验都没有 估计他们 到现在都还不知道 自己输在哪里 随便给了个我们三年前的财务汇报 就真以为能和我们掰手腕了 就在此时 办公室的门悄悄打开 一个萌萌哒的小家伙探头进来 随后推开门 小跑着扑到了宁冬红的怀里 冬红爸爸陪我玩 姐姐都不理我了 好 走 爸爸带你去当老板玩怎么样 真的吗 好呀好呀 另一边 林信正在开车前往魔都医院 她看着后视镜内 萧杰和白军婉亲密的样子 笑呵呵道 话说起来 你们两个现在还只是订了婚吧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正一脸无聊的黄瑶 也好奇地侧过头看向两人 听到这话 萧杰和白军婉对视了一眼 随后萧杰摇头道 目前还没想好 等军婉的身体养好了再说吧 到时候肯定给你发喜帖 林信文言一笑 从身旁摸出四张喜帖递了过去 诺 我和我家宝贝的婚礼 就在八月 到时候记得来 听到这宝贝 这两个肉麻的字眼 从林信口中说出 林天顿时激起一阵鸡皮疙瘩 放心吧 肯定去 到时候缺伴娘的话 记得找我 在将白军婉两人送到医院后 林信随便给林天俩人找了家酒店 便开车朝警局而去 等把白家的事情处理完 他可就要专心弄婚礼的事情了 毕竟调查幕后黑手的事情 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 婚礼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 在忙碌的工作下 周末很快到来 街上的人一下就多了起来 多数都是父母陪着孩子晨跑散步 毕竟平时能陪伴孩子的时间很少 自然是想在这有限的放松时间内 给孩子最好的体验 市中心的临江别墅小院内 狗叫声连绵不断 让原本安静的别墅区变得格外喧嚣 院子内 一黄一黑两条狗正在对峙 嘶牙咧嘴地看着对方 摆出了最凶狠的模样 一旁 林信和宁大蹲在门口看着这一幕 后者担忧道 林少 不会出事吧 坦克可是受过专业训练的 要不我去把他俩拉开 林信兴致高昂地摆了摆手 嗨 能有什么事啊 这死狗 平时好吃懒做的 正好今天打击他一下 让他见识见识社会的险恶 闻言 林大也只好不再劝解 将目光重新放在了 正在对峙的两狗身上 在他看来 这场搏斗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坦克可是从出生起 就受过专业训练的 怎么可能打不过一只 从偏僻村子里出来的大黄狗 这要是能赢 他就到里吃 不等林大吧 心里话想完 就见小信子 以极其训捷的速度 将坦克扑倒在地 两狗开始剧烈地纠缠 狗叫声愈发高昂 汪汪 这里可是狗野我的地盘 你个小崽子 别以为长得黑 就可以为所欲为 坦克不爽地回击 汪汪 你一只杂交狗 也配狗叫 实相地乖乖 给本大人磕头认错 因为小信子占了先机 再加上林信这些日子 好吃好喝 养起来的一身狗肉 一时间竟将坦克 给牢牢地压在了身下 没给他挣脱的机会 林信在一旁拍手叫好 兴奋道 上啊坦克 要是赢了我就给你加餐 再给你找两只母狗 就在这时 别墅内走出一大一小两道身影 宁竹雅牵着刚睡醒的小雪儿 从别墅走出 见到眼前两狗相争的暴力场面 尤其是一旁还在叫好的林信 顿时没忍住 上去对着他的脑袋来了一巴掌 可吃的 孩子还在这呢 能不能注意点影响 万一下坏了怎么办 随后 宁竹雅更是冷眼看向了 还在争斗的两只狗 不善的眼神 让小信子和坦克的狗屈一颤 被这强大的威势所震慑 顿时停了下动作 不敢再乱动 汪汪 是他先惹我的 林信挨了一下后 也不敢反抗 小雪儿 则是小跑到了小信子的身边 揪住他的狗耳朵不放 奶白色的小脸严肃 乃生教训道 打架的都是坏狗狗 坏狗狗就要受惩罚 小信子不敢反抗 只能用头去蹭小主人的手 表示下次不敢了 走吧 今天周末 正好去看看 柔姐说的山到底怎么样 就当是散心了 遵命 媳妇大人 片刻后 一辆白色的兰博基尼 驶出了车库 朝着市郊扬长而去 路上 明竹雅坐在副驾驶上 低头看着手机 缓缓道 白崇德因为冒领遗产 被判了四年的刑 白氏集团也被我爸 给换了一批管理层 白家已经彻底成为过去市了 负责开车的灵性挑眉道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白军婉 现在可是他最无助的时候 你跟他向来不对付 要不要 趁着现在嘿嘿嘿 正经典 明竹雅白了这家伙一眼 冷哼道 我对他可没什么兴趣 但如果他非要求着 我给他一条明路的话 我也不是 不能给他安排个工作 林兴会一一笑 OK 懂得 后排座位上 林雪儿坐在宁大的怀里 好奇地揪着他的胡子不放 淘气地笑道 宁叔叔 你的胡子好好玩啊 我能拔下来吗 宁大嘴角一抽 贴了眼角边 趴着的小杏子 眼中闪过一道金光 随后俯身在小家伙的耳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没一会 正在行驶的车内 响起了悲惨的狗叫声 声音之中 带着浓浓的屈辱与不甘 我可能不是人 但你是真的狗 约某一个小时后 穿越漫长的林道 一行人总算是抵达了目的地 博度地 一栋高档小区内 得到三千万巨款的孙清华夫妇 却是面带愁色地 坐在客厅叹气 这时 屋门被推开 只见他们的女儿 扶着浑身散发出恶心气味的 约翰走了进来 一身狼狈 似是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煎熬和折磨 孙清华见状 大惊失色地站起身 哎呀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了 温父皱起眉头 下意识地捂住了鼻子 眼底略微有些嫌弃 连忙躲到了一旁 孙梅 将男朋友推到浴室后关上门 总算是松了口气 看向爸妈脸色难看到 约翰和他的那些朋友 被天幕集团的宁竹亚 给丢到了郊外的臭水沟里 简直是欺人太甚 有钱就了不起啊 孙梅的大学是在国外读的 就是在大学快毕业的时候 认识了约翰 虽然两人后面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联系过 也是直到前段时间 约翰说要来华国玩 两人的关系才清静了些 约翰下飞机的当晚 就和孙梅去了酒店 度过了美好的一夜 闻言 夫妇俩叹了口气 孙母满脸无奈道 紫东山现在估计也落到他们手里了 想要再拿回来 估计是不可能了 啊 孙梅闻言大惊 愣愣道 那山底下那片金矿 温妇摇了摇头 意思不言而喻 前些日子 孙梅去紫东山附近游玩的时候 意外地在河里发现了一些碎金 第二天找人探查后 很快就得到证实 紫东山下确确实实有一座金矿 而且规模还不小 初步估计 至少也在一千吨以上 但是华国律法有规定 金矿是属于国家财产 不允许私人开采 但是一家人又贪心上头 所以才有了后来 问老爷子要删的事情 至少价值上百亿的金矿摆在面前 却只能看着 换谁都心里不舒服 孙梅苦恼了一阵后 忽然脑子灵光一闪 凑上钱在爸妈身旁低声道 那要不我们趁着现在 偷偷去弄一点回来呗 反正的现在不是我们的 然后再嫁祸给他们 一举两得 听到这个提议 温妇和孙母顿时一阵心动 俗话说得好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夫妻俩对视了一眼后 点了点头 既然他们得不到 那其他人也别想拿到 而且还能顺带出口恶气 换谁不心动 魔都郊外 一座被青山河流环绕的山上 视野开阔风景宜人 山中满是挺拔的绿松和鲜花 连带着空气中 都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就算是放眼整个魔都 紫东山的景色 和优越的地理位置 都是独树一致 先有能比 与平时安静的气氛不同 在紫东山一条直达山顶的路上 孩童的嬉笑声和狗叫声 此起彼伏 哥哥姐姐 你们快点呀 我要把你们甩在后面哦 跌宕的山路上 因为跑得太快 脸淡红扑扑的灵雪 小脸兴奋 后边跟着条大黄狗紧紧跟着 狗眼炯炯有神 充满了智慧的光芒 你慢点 跟在十几米后的宁竹哑 看着精力满满的小雪 已经提不起进去教育了 眼神不满地 看向身旁面色如常的灵性 似是再说你也不管管 健壮 灵性摸了摸鼻子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 我能有啥办法 宁达并没有跟上来 而是独自在山的周围勘察 看看有没有野生动物什么的 以防万一 毕竟这一带基本没人来管 还背靠深山 就算是出现头老虎或者熊 也不是没有可能 习惯了养尊处优的宁竹哑 看着前方看不到头的山路 已经有些疲惫了 额头冒出了细小的汗珠 毕竟现在已经五月份了 十几二十度还是有的 稍微运动下就会出汗 这时 灵性上前一步 蹲在了她的面前 回头撇嘴道 来吧 我被你 这么娇滴滴的媳妇给累坏了 我妈非抽死我不可 看着找借口的灵性 宁竹哑唇角扬起 没想到 今天你这么懂事啊 真可惜 我还想着 要是再不开口的话 我就准备动手了 灵性 就当灵性感到无语的时候 一双雪白的大长腿 跨过了她的双肩 突如其来的举动 弄得她差点摔倒在地上 只见宁竹哑 竟直接骑在了灵性头上 两只小手长住了她的脑袋 不准转头 不然你就等着回家跪键盘吧 我的姑奶奶 你这是要累死我的节奏啊 小心我等会一个没站稳 到时候可有的你苦头吃的 那你会让我吃苦吗 片刻后 灵性抓着宁竹哑的腿 以免她从身上摔下去 然后毫不费力地就站了起来 接着朝前面走去 这么久的打可不是白挨的 至少体力方面 比以前好得多了 而宁竹哑 则是骑在灵性肩膀上 视野变得更加的开阔 不用亲自走路 连带着心情都好了很多 小性子今天表现得不错 等回去了给你奖励 灵性内心顿时有点小激动 真的 K思还是白思 难道说是制服 啪 大白天的少做梦 不想睡沙发 就给我安静点 哦 半个小时候 一行人成功抵达了山顶 青山绿水倒阴入眼中 不由得让人想起一句话 登山的过程或许漫长 但巅峰的风景是值得的 灵性把媳妇放了下来 胸怀澎湃地 看着这千米宽的草坪地 已经开始幻想 把这里布置成结婚场地的样子了 淘气包从一旁捏手捏脚地走了过来 嘟起小嘴 哥哥 我好累啊 灵性低头白了这小家伙一眼 谁让你跑那么快的 不累才怪 说着 他伸手招来了正在休息的小性子 直接让林雪儿坐在了他的身上 充当躺椅 小性子哽咽了两下 不敢反抗 心中想着 回去要好好地饱餐一顿才行 休息了一会后 勘察完毕的宁大跟了上来 手里还提着几只野兔 和一些调味料与烤架 开始准备午饭 身为一名合格的保镖 各方面的才能都是点满了的 做饭自然难不倒塌 天然形成的草坪上 灵性牵着媳妇的手闲逛着 同时笑呵呵道 等婚礼办完 我俩就生个孩子 你呢就出去赚钱 我呢就在家带孩子 简直就是完美的生活 下一秒 一只脚用力地踩在了灵性的脚上 耳边传来 他那冷冰冰的话语 注意你的地位 男人 哎呀 开个玩笑吗 灵性撇撇嘴 很快 两人就走到了紫东山的边缘 向下了望 是一片青绿之色 连绵起伏的风鸾云雾缭绕 时影时现 如临仙境 此时正值列阳当空 两人就地坐了下来 享受着虚余的宁静与美好 这让人情不自禁 想要放空一切的氛围 在城市里 是绝对无法体验到的 将头靠在灵性肩上的宁珠雅 忽然开口 我有时候会特别在意一件事 话音落下 久久无人应答 你不好奇吗 不好奇 啪 现在呢 好奇 我好奇还不行吗 见灵性捂住脸 宁珠雅满意地收回手 扭头接着眺望着山河美景 继续往下说道 我在想啊 如果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你当初还会当个硬骨头 跟我对着干吗 这说的自然是宁珠雅 刚找上灵性的时候 那时的他 尚是一个问题儿童 后来经过了那么多的事 才有了如今的他 听到这个问题 灵性顿时一副愁眉苦脸 好似很纠结一样 说话都有些不顺畅了 这个嘛 在宁珠雅有些期待的目光下 灵性缓缓道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的话 我心里恐怕会萌生一个大胆的想法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 我 一定要好好调教你 灵性刚说话 渐渐一笑 直接站起身 就朝着来时的路跑去 只给坐在原地发愣的宁珠雅 留下了一个奔跑的背影 调教 这个狗男人想要调教自己 很快 反应过来的宁珠雅黑着脸追了上去 咬牙切齿道 灵性 你死定了 阳光照耀下 两人在宽阔的山顶奔跑 如果有其余人看到这一幕 恐怕会下意识地 在脑中描述一幅恩恩爱爱的画面 已经躺在小性子身上 休息了一会的灵选健壮 刚压下去的丸心又起来了 立马笑嘻嘻地追了过去 哥哥 你们在玩什么 我也要玩 是吗 那你可得跑快点哦 忽然被后面的大灰狼抓住 可是会把你吃掉 正午 我都大学 略显喧哗的教学楼内 李良学长 中午好啊 快看啊 李良学长又去给秦熙学姐送饭了 真是羡慕死我了 得了吧 你 任秦熙学姐 好歹也是笑话之一 你先把你身上这两百斤肉 给剪下去再说吧 你懂什么 我这叫丰满 丰满懂吗 穿着一身闲散休闲装的李良 提着一个保温筒 走到了自习室前 敲了敲门 发出咚咚的声音 经过多月的实习 此时的他 比起以前的不着调 性格变得成熟了很多 气质也一改往日常态 沉稳出众 但心却始终坚定 并没有因为社会的摧残 而失去自我 一道空灵的声音 从自习室内传出 语气中带着些许无奈 进来吧 得到允许 李良这才推开门走了进去 一眼就看到了自习室 那坐在窗边看书的秦熙 几缕清风袭来 将那柔顺的长发吹得凌乱 关上门后 李良提了提手中的保温筒 但笑道 先来吃饭吧 你最近吃不了辣 所以我专门找人定做的 看看合不合你的胃口 秦熙和尚书 无奈地说道我就是感冒了 又不是什么大事 你不用每天都送饭过来 把保温筒轻轻放在桌上后 李良一脸严肃地回道 那怎么行 如果我不给你送过来 你肯定 又要过了饭点才去吃饭 饮食不规律 对身体不好 说着 他还将一旁的窗户给关了起来 免得有风吹进来 秦熙无法反驳 只好将面前的保温筒打开 总共有五层 里面全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看起来格外丰盛 就在他吃饭的时候 李良找了张椅子在窗旁坐下 就算是关住了窗户 那股良意依旧会渗透进来 这样或许会让他好受险 毕业后 你打算去哪里发展 李良内心有些紧张地问道 在大学毕业之后 异地恋的情侣并不在少数 而他们的结局 往往都是以悲剧收场 文言 秦熙拿着勺子的手一顿 随后吃下一口青菜 取之于国用之于国 山阳省因为这两天地震的原因 到处都需要人才 李良会议 心思有些沉重地点了点头 毕业后 家里人已经给他安排好了要走的路 他已逐出家门 为威胁 根本不容他抵挡 而身为魔都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秦熙本可以选择更好的生活 却毅然决然地奔赴尖地 不出意外 两人或许到了要分开的时候了 只是不知道 这是暂时的 还是永远 时间如奔腾的河流永不停息 在忙碌之下 天色不知不觉地暗淡了下来 一轮角白的弯月挂在高空之上 散发淡淡的光辉 紫冬山顶 一家三口就这么躺在草坪上 大手牵着小手 欣赏着夜晚的星光 有些困倦的灵性 打了得哈欠 看够了吧 我们该回去了 但引入她眼中的是 闭眼睡着的两女 鼻尖传出平稳的呼吸 小淘气包还巴结了一下嘴 似乎睡得格外香甜 灵性见此一幕 嘴角微微抽搐 这两个没心没肺的 居然就这么睡着了 这是要累死她的节奏啊 真是可恶啊 等回去了 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们 说着 灵性从草坪上站了起来 先将媳妇给搂在了怀里 然后又单手拎起了 还在流口水的小淘气 似是感受到了温暖 睡着的宁竹牙 往灵性的怀里蹭了蹭 就像一只乖巧的小猫 很快 费了一番功夫的灵性 抱着两人朝着山下走去 她已经给在山下 等待的宁大发消息了 估计等会就来 夜晚星光高照 明月在挥舞朦胧下 时影时现 此刻更是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 正朝着山下走去的灵性 忽然耳朵一动 停住了脚步 下意识地朝着山下一脚看去 皱眉低难道 这是 打装机的声音 这荒娇野岭的 又是大晚上 难道周边有人施工 就在灵性察觉到 有些不对劲的时候 黑夜中 一道健壮的身影跑了过来 正是上山的宁大 灵少 我来晚了 在将灵雪儿抱过后 宁大看着 站在原地不动的灵性 疑惑到怎么了 灵性抱住媳妇的同时 做了个虚的手势 皱眉疑惑问道 这周围有人施工吗 听到这话 因为着急上山 而忽略的细节的宁大 此时也发现了不对劲之处 几乎是瞬间 就锁定了声音的来源 正是山脚处 恰好是山路的背面 同时 他果断地摇头道 不可能 白天的时候 我就把整座山绕了一圈 周围都是无主的山 连人都很难见到一个 更别说施工了 两人对视了一眼 嗅到了一丝 不同寻常的味道 这是肯定有蹊跷 看了眼睡得香喷喷的媳妇 灵性摇头朝着山下走去 等明天叫人去看一下吧 这是有古怪 明大面色认真地点了点头 抱着小小姐跟了上去 与此同时 山的南面 一群戴着工程帽的矿工 正在偷摸着挖掘 脸上带着狂喜 第二天一早 明家别墅卧室内 明竹雅眼皮微动 随后缓缓地睁开眼 看着熟悉的天花板 肚子上有些重好似 被什么东西给压住了 她掀起被子 只见穿着睡衣的小雪 正趴在她的肚子上睡觉 两只肉嘟嘟的小手 还紧紧地抱住 口水流得到处都湿 真是个小淘气 明竹雅嘟囔了一句 伸手将小雪给抱了上来 擦去了她嘴角的口水 随后又看了眼身旁 睡得香甜的灵性 明竹雅嘴角扬起 凑上前在她的脸上 亲了一口 早安 老公 难得的温柔 可惜 某人是注定无法体验了 天目集团 最近因为要接手 白氏集团的原因 变得特别忙 她这个总经理 自然要起到带头作用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明竹雅 换上一身女士西装 走出了卧室 轻轻地把门关上 在宁竹雅走后 又过了两个小时 灵性才渐渐醒来 一只粉嫩脚丫子 踹在了她的脸上 耳边传来小雪的梦话 嗯嗯 真的吃不下了 灵性将其扒拉到一边 摸了摸身旁的被子是冷的 又看了一眼时间 居然已经快早上十点了 小懒猪 该起床了 太阳晒屁股了 灵性捏了捏 正在熟睡的灵雪 肥嘟嘟的小脸蛋 手感堪称完美 让人设不得松手 还没睡饱的灵雪被弄醒后 闹烫了好一会儿 才消停下来 简单洗漱过后 灵性给小淘气 换上了一身粉色公主裙 抱着朝楼下走去 此时楼下 已经准备好 早饭的管家 见两人下来 恭敬道 先生 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灵性点了点头 朝着餐桌走去 嗯 辛苦了 刚一坐上桌 一通急促的电话 就打了过来 灵性拿起手机查看 发现是宁大打来的后 一下就联想到了 昨晚的事情 电话接通后 一道激动兴奋的声音 从那头传来 灵少 了不得呀 灵性挠了挠耳朵 冷静点 你发现 啥了这么激动 那头的宁大 也意识到了失态 轻壳了两声后 这才语气严肃认真的说道 是金矿 在紫东山南面地底 有一座规模很大的金矿 而且纯度也很高 昨晚的动静 应该就是 有人先一步发现了这座金矿 所以趁着晚上偷偷开采 想要独吞 闻言 灵性夹菜的手一顿 满脸震惊地失声到金矿 再联想到之前 孙清华夫妇的奇怪举动 灵性眼中闪过了然之色 明悟道 难怪我出那么高的价格 都不愿意卖 感情是知道 山下藏着座金山啊 不用想 那些偷偷开采的人 肯定孙家夫妇弄来的 估计是看拿不到山 所以想要 趁着现在 自己还没接手 想要大捞一笔 不过胆子是真的大 私自开采金矿 这种事都敢做出来 难不成是 闲日子过得太好了 想要去监狱体验生活 林少 要不我今晚 去把那些人给抓起来 灵性思索了一番后 点头道 好 你等会把金矿的 具体数值发给我 我有用 行 挂断电话后 灵性瞥眼 朝着身旁看去 只见灵雪儿 正偷偷摸摸地 把碗里的饭 倒进小信子的狗盆中 小声道 小信 不准骄傲 要是让哥哥发现了 我就让姐姐带你去做绝育 以小家伙的年纪 自然不知道绝育是什么意思 但之前姐姐威胁小信子的时候 也是这么说的 闻言 正吐着舌头的小信子 狗眼顿时露出了惊恐之色 微微懦懦地点了点狗头 人类的幼崽 真可怕 是吗 要是被发现了的话 会怎么样 还没反应过来 被发现的灵雪儿下意识到 当然是会把我的屁股打开花 哥哥就是大坏蛋 下一秒 正在倒饭的小家伙 身体瞬间僵住 手里的动作 也随之停了下来 这个声音 好像有那么一丢丢熟悉 满脸微笑的灵性 将她的小脑袋转了过来 正面对着自己 一脸和善地笑咪咪道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大坏蛋啊 那大坏蛋 把你的小屁屁打烂 也很合理吧 闻言 灵雪儿面露害怕 吓得丢下碗筷 就朝着别墅外跑去 一双小短腿卖得飞快 边跑还边用 带着委屈的声音说道 我知道错了 你不能打我 不然 不然姐姐会帮我报仇的 看着一溜烟 就跑没引着淘气包 灵性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小机灵鬼 还学会威胁人了 说着 她又看向了 脚边吃得正欢的小杏子 面露不善道 好吃吗 小杏子抬头汪 问一声 马马虎虎吧 下次继续努力啊 虽然没听明白意思 但灵性从这叫声中 感受到了浓浓的恶意 你也拿起了 放在一旁的剪刀 看来是时候给你劫砸了 正好我最近 学了一首不错的剪术 今天就拿你开刀吧 没一会 在一阵狗嚎声中 原本宁静的别墅 顿时被闹得鸡飞狗跳 院内 小杏子和灵雪儿 被追得四处逃窜 小脸上却带着笑 见哥哥追不上来 还出声笑嘻嘻道 哥哥你真慢 快来追我啊 追不到我的 略略略 后边控制着速度的灵性 见着小淘气包 居然还吐舌头嘲讽自己 顿时露出一副阴森的面容 速度随之暴涨 两者之间的距离 正在肉眼可见的减少 好啊 看我今天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啊 我错了哥哥 下次再也不敢了 有本事你把你手里的剪刀放下 狗爷定要与你大战三百回合 灵性配合着追了一会后 见快中午了 也没再耗下去 直接将一人一狗给拎了起来 狠狠地教训了一番后 开车朝着公司而去 半个小时后 天目集团 总经理办公室内 明主雅刚处理完一份合同 就见办公室的门被推开 一道身影跑了进来 后边跟着调狗 姐姐 陪我玩 明主雅不用想 都知道是谁来了 头也不抬得开口道 玩什么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开始学习了 要是不乖乖学习的话 就准备屁股开花吧 灵雪儿知道 姐姐是在吓自己 丝毫没有显露出害怕 反而是扑到了姐姐 香香软软的怀里 抬头乃声笑道 才不信呢 我这么可爱 姐姐肯定舍不得打我 灵性紧跟着走了过来 张开双臂 媳妇 可想死我了 抱一个 说是抱 嘴巴却是很诚实的 在宁竹雅的脸上亲了一口 宁竹雅没有阻止 问道 昨晚紫东山的动静是什么 闻言 灵性一愣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惊讶到你昨天装睡的 宁竹雅淡定地点了点头 理所当然倒有什么问题吗 灵性 一番眼神威胁下 灵性只好将金矿的事情说了出来 本来他还想趁着这两天去挖一点呢 到时候嫁祸给那群人就行 现在看来是没戏了 哎呀 媳妇我错了 办公室内 在将灵雪儿送去学习后 宁竹雅直接一把揪住了灵性的耳朵 冷哼道 让你一天天地想着藏私房钱 今天你敢藏钱 明天你就敢藏小三小四 盘腿坐在冰凉地面上的灵性 欲哭无泪 他就是想撞个外快 怎么还扯到搞外狱去了 宁竹雅自然也不是真的生气 只是想找个理由 欺负一下这家伙而已 一天不欺负 就总感觉心里少了点什么 又是一番柔虐后 顺便吃了点豆腐的灵性 捂着耳朵走出了办公室 而宁竹雅则是心满意足地 再次将注意力投入到工作中 离开公司后 灵性直接找到一个神秘号码 打了出去 坐在车上静静地等待着 电话足足响了一分钟才被接通 那头传来一道年迈的声音 语速很慢 你小子居然会给我打电话 听着这还算明朗的声音 灵性黑黑笑道 那奶奶啊 我的人品 你还能不了解吗 善良老实 说的就是我了 那头的徐老文言也是一笑 饱受岁月摧残的脸上 露出些许和蔼之色 行了 你小子什么性格 我还能不了解吗 有事快说 老头子我忙着呢 最近因为山羊省连续地震的关系 整个中央的神经都紧绷起来了 受难的地区太多 再加上其地理位置不太好 救灾可谓是难上加难 现在 这已经不是一个省的事了 而是关乎整个华国经济的事 因为灾后重建 势必要涉及大量的资金 以及人力物理 知道虚业事物繁忙 林信也没有废话 直接道 这不是 想要跟你会报件喜事吗 我既然巧合 发现了一座金矿 体量还不小 保守估计千吨以上 前面写错了 不是五万吨 什么 那头的徐老文言 顿时就不淡定了 差点把一口气没喘上来 吓得一旁的警卫员 连忙叫来了医生 林信听着电话那头的喧闹 表示十分理解 毕竟目前世界 已知最大金矿 也才两千多吨 在经过淬炼后 提炼出的黄金 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住址是金矿 黄金是需要金矿 炼化出来后的产物 正常来说 一吨金矿运气好的话 能提炼出五十克黄金 更别说紫东山 那座金矿的含量很高 估计一吨 至少也在八十克以上 那些发达国家 无意不是拥有 属于自己的大金矿 而华国对此 就有些赶不上了 铁矿和铜矿倒是很多 而现在紫东山下的金矿 无疑会对整个华国 带来想象不到的好处 那头的徐老还了一会后 总算是冷静了下来 对着林信美好气到 你小子是想要吓死我啊 话虽如此 但声音之中明显带着喜意 如果这小子说的是真的的话 那对国家的好处 简直不可估量 你小子干得不错 金矿在哪里 我立马让人去看看 要真如你所说的话 那我就给你记个大功 林信文言 铁嘴道 欠 都是些虚的 能不能来点物质上的奖励 比如说 给我来个高科技玩玩什么的 不过先说好啊 我八月份要在那举行婚礼的 您要是想开采的话 北东我婚礼办完了再说 那头的徐老 直接大手一挥道 到时候 老头子我亲自给你主持婚礼 这奖励够不够 好啊 您老可不准反悔啊 林信眼睛一亮 笑话 老子一国元首 能骗你这个黄毛小子 聊了一会后 徐老想到了什么 再次道 最近山阳省连续地震的事情 你听说了吗 文言 林信点头道 知道啊 我可是捐了大几亿呢 咋啊 您老要给我颁奖吗 颁你个头 徐老冷哼一声 随后又沉着脸缓缓道 这次的地震 足足波及到了几百万人 损失已经超千亿了 所以 国家现在处于急用钱的时刻 哦 您老想找我报金币啊 听到受灾人数 哪怕是灵性也不禁眉头一跳 没想到这次地震居然这么严重 果然 天灾无情啊 电话那头的徐老陈引导 虽然目前地震已经平息下来了 但灾后重建却十分麻烦 现在山阳那边已经乱成一团了 你小子脑袋激烈 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点子 我让人算了一下 想要重建起来的话 至少都需要三千亿以上的资金 这对国家来说也是比很大的开支 倒不是说拿不出来 但要是拿出这笔钱去赈灾的话 华国的发展便会停滞下来 毕竟这些钱原本是计划着 用于研发资金和各地扶贫的 灵性倒是一下就想到了很多的点子 于是有些为难道 办法也不是没有 就是可能有些损 我怕您老不愿意啊 徐老直接道 有什么不愿意的 有什么好点子 你就直说 好处少不了你的 灵性只好将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 听得那头的徐老姨愣一愣的 沉默了一会后才到 你小子是挺损的 那这件事就交给你办了 我会把刘英调过去协助你 就先这样吧 挂断电话后 灵性又给欧阳柔打了个电话过去 让对方安排一下 布置婚礼现场的事情 想要在山上举办婚礼 肯定是需要把整座山都给大改一遍 这种事情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好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孙家夫妇居住的高档别墅中 发了发了 设得值多少钱啊 没想到这金矿含量居然这么高 孙清华和温涛夫妇 看着面前的一把刚提炼出来的碎金 脸色激动得胀红 很是兴奋 夫妇俩对视了一眼 温涛直接大胆提议道 要不趁着现在还没被发现 我们再多加点人去挖矿 孙清华目录贪婪地点头倒横 我等会就叫豹子他们 今晚多带点人和设备去 在见识到足够的利益后 两人心中的贪念 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胆子也随之大了起来 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这样做 会承受怎样可怕的后果 下午两点 我读第一医院的住院部内 高级病房内 白军婉躺在病床上 正和肖杰说着什么 这时病房门被敲响 紧接着林姓走了进来 他对着两人笑着打了个招呼 下午好啊两位 气色很不错吗 恢复得怎么样啊 见林姓到来 肖杰点了点头 从旁拿来了一张椅子 示意林姓坐下说话 经过这些日子的精细调养 白军婉的状态 比起之前好了很多 已经能够像正常人一样 下地走路了 而这些特殊照顾 离不开林姓的帮助 毕竟没了白家作为靠山 他们现在充其量 只是稍微有点钱的普通人 林姓坐下后 见白军婉的状态不错 没有拖沓 食言道 因为白冲德给你们精心制作的游戏 安排了大量广告的缘故 现在网上可是骂声一片 基本上是没救了 闻言 白军婉的眼中 失落之色一闪而逝 毕竟是他花费了那么多精力 制作出来的游戏 不心疼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产业也没有收入来源 两人现在连服务器的费用都交不起 就只剩卖掉游戏这一个退路 见两人表情的细微变化 灵性画风一转 笑着道 不过嘛 我也不是那种贪小便宜的人 白氏集团的资产 我会拿出其中两成给你们 然后我需要你们帮我做一件事 如果顺利的话 你们说不定 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 东山再起 免去了沉淀的时间 做生意 是一件需要从长计议的事情 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 白君丸 两人自然明白这一点 身旁的肖姐皱眉询问道 什么事情 先说好 犯法的事情 我们可不干 众所周知 想要赚快钱的话 直接去翻这方面的律法就行了 上面都写着呢 然后灵性将山阳省地震的事情 说了一遍 后又说出了她的想法 将其娓娓道来 救灾的关键 就在于我们国家的企业 灵性露出一副神秘的微笑道 如果捐钱能够获得大量利益的话 你们觉得 那些企业会怎么做 肖姐毫不犹豫地回道 如果是我的话 会将手里的所有流动资金都投进去 满头雾水的白君丸 对着灵性疑惑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灵性伸出一根手指 我要制作一个骗局 将全国九成的企业都拉进来 然后诱惑他们捐款 这样一来 就能让那些企业帮助灾后重建 我们什么都不管就行了 一番说辞后 白君丸一下就反应了过来 惊讶地看着灵性 忍不住道 你就不怕那些企业的老板追着你砍 灵性耸了耸肩 满脸无辜道 这可是他们自愿的 赌博有书 有银很正常吧 再说了 他们不也获得了一个好名声吗 肖姐默默地 对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同时也对这个办法感到惊叹 这样一来的话 在山阳省重建后 恐怕发展程度会远超灾钱 而想要让那些 以利益为重的企业捐款 就必须要让他们切实地看到有人 因为这件事而飞黄腾达 而这个飞黄腾达的人 就是白君丸和肖姐 之后又具体地商议了一番细节后 起身离开了病房 这件事 还要去和岳父丈母娘商一下呢 要论威望的话 天目集团在全国都是排列前三甲的 有天目集团带头 想必会有很多人跟风 傍晚四点半 灵性拎着学习完正 闹着要吃糖的灵雪儿 推门走进办公室 正准备下班的宁竹哑迎面走来 被提在手里的灵雪儿 委屈地告状道 姐姐 哥哥欺负我 说好的学习就有糖糖吃的 他连小孩子都骗 你快教训他 灵性后背一凉 立马将小家伙给提了起来 咬牙道 你不要冤枉好人啊 我都给你吃了两颗糖了 我不管 我还想吃 灵雪儿嘟嘴不满道 灵竹哑走来 将小家伙抱了过来 对着灵性翻了个白眼 就你这样 还当家庭主妇 小孩都哄不好 灵性背对的无话可说 只好牵过媳妇的小手往外走去 撇嘴道 咱妈让我们今晚去他们那吃饭 被牵着走的灵竹哑点了点头 想到了什么 红唇亲起 学校那边通知我过去准备毕业典礼 你明天跟着我去吧 想到早起的痛苦 灵性毫不犹豫到不去 你别看我 每天很闲的样子 其实 不等他话说完 跟在后面的宁竹哑停下脚步 眯起眼 狠狠的一脚 踹在了灵性的屁股上 让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 哎哟 你干嘛 灵性目光悠远地捂住屁股 不满地看向媳妇 抱在怀里 嚼着棒棒糖的灵雪儿见状 立马笑嘻嘻地鼓掌道 姐姐踢得好 一脚踩在灵性的身上 明竹哑居高临下地注视着他 冷哼道 男人 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 想好了再说话 灵性的注意力 却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透过修长的玉腿 直亏那黑暗的神秘 媳妇 嗯 你今天穿的这套黑的很不错 以后可以多背两套 耐看 闻言 明竹哑短暂地愣了一瞬 随后瞬间反应过来 自己走光了 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狠狠地瞪了一眼 躺在地上面路满足的灵性 傻笑什么 还不快点起来 哦 灵性从地上站了起来 连忙上去给媳妇捶背捏肩 笑呵呵道 媳妇 我错了 别看我每天很闲 其实我是真的很闲 明天我就陪你去学校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就算是地狱 我都不带犹豫的 听着灵性的花言巧语 明竹哑娇哼道 让你带小孩不行 红旗女人来 倒是一套一套的 灵性边走边笑 哪里哪里 都是媳妇调教的好 没有你 哪有我林某人的今天啊 一翻马屁下来 明竹哑唇角扬起 有些小得意的自豪道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调教出来的 晚上 灵性和明竹哑 拎着小淘气包 到达了明家老宅 随后在餐桌上 又将山羊省的事情 给说了一遍 征求二老的意见 听完后 明东红神色认真道 旧灾没问题 我们身处高位 本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就算你今晚不说 集团也会采取行动的 宁母则是坐在一旁 抱着坐在自己腿上 吃糖的小家伙 目录慈爱 慢点吃 又没人跟你抢 正在嚼堂堂的林雪儿 晃了晃小脑袋 鼓起腮帮气鼓鼓道 现在不吃 回家哥哥就不让我吃了 哼 大坏蛋 看着 被二老宠溺的林雪儿 灵性也感到无可奈何 只好给一旁的媳妇夹菜 集团救灾的事 我明天就去安排 一日清晨六点 魔督警局内 刚从外面走进来的林姓 就听到了一阵求饶声 走进后 正好看到十几名 身穿工装服灰头土脸的男人 围圈蹲在地上 一脸巨异 我 我们也是一时糊涂 都是那个温涛指示我们的 站在一旁的宁大剑 林姓从外走来 走上前低声道 总共十五个人 现在基本上都招了 偷偷开采金矿 可不是什么小事 魔督警局局长陈伟 自然也被惊动了 连他也没料到 居然有人 在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 此时内心一阵庆幸 幸好发现得早 否则定会在他的档案上 留下一个污点 以后升职肯定是无望了 身穿庄严警服的陈伟 走了过来 对着林姓严肃道 这次真的是多亏林先生了 你放心 这件事 我们一定会彻查到底 凡是参与进来的人 绝不姑息 那就麻烦陈局长了 相信等 处理完这件事 您高升有望啊 林姓谦虚地笑道 这次的事情 已经捅到援手回去了 只要处理的话 升职是肯定的 陈伟脸色认真地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继续审问 同时派人去把孙家夫妇给抓过来 林姓健壮也没有久留 他本来就是来走个过场的 更重要的是 今天下午的新闻发布会 到时候 魔都市长都会亲自出面鼓励 然后徐一好处 去公司的路上 林姓坐在后座上 看着手机新闻 山阳省连续地震的热度居高不下 甚至还有人统计出了一个 大概的受灾人数 林姓难难道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2000人 受伤人数更是多达10万多 大部分都是农村偏僻地带 就在这时 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刚一接通 大头立马传出一道冷声 你人呢 怎么还没到 说话的除了家里那小恶魔 还能有谁 一早林姓就被叫到了警察局 而宁竹雅 则是要送林选去公司学习 然后两人一起去学校 准备参与毕业典礼 十几分钟后 车子停在了公司楼下 穿得有些单薄的宁竹雅打开车门 直接钻进了林姓怀里烤暖 有些婴儿肥的小脸 被冷得有些发红 毕竟现在才早上六点多 气温很低 你别把手往我衣服里摸啊 冻死我了 车内传出宁竹雅的抱怨声 下一秒 宁竹雅直接开始扒她的衣服 不爽道 你人都是我的 我想干嘛就干嘛 最好给我老实点 看着一个镜 往自己怀里凑的宁竹雅 如白玉般顺滑的郊躯 那一对波澜壮阔 更是被抵在了 她硬实的胸膛上 柔软的触感 再加上那双 近在咫尺的修长玉腿 让林姓感到有些不自然 有些苦闷道 你就不怕我擦枪走火呀 一大早就这么搞 坐在她身上的宁竹雅 自然感受到了身下的不自然 伸出一根 手指勾起林姓的下巴 表有兴致地笑道 老公 看来你的自制力不太行啊 明明前几天才帮过你的 这就开始忍不住了 林姓搂着她的腰支 不瞒道 我好歹 也是一血气方刚的小伙 几天一次哪够啊 我不管 你得帮我 宁竹雅娃儿 笑道那你说吧 我怎么帮你 文言 下一秒 林姓的手 就朝着宁竹雅的衣裙内探去 呼吸开始变得粗重 手上下意识地用力一捏 宁竹雅的身子一阵贪软 任由她失为 而开车的宁大脸色不变 在她的耳朵上 带着两个耳塞 后视镜也被掰到了一边 在足足绕着魔都大学 转了三圈后 林姓总算是舒服了 满足地靠在椅背上 宁竹雅则是整理着 被她弄得凌乱的衣服 将掉落在地的那衣穿上后 脸色红润地 趴在了林姓的胸膛上 又过去了十分钟 车子缓缓在魔都大学 门前停下 来往的学生好奇地 看着停在校门口的 劳斯莱斯幻影 有些惊叹 这种千万级别的豪车 在魔都大学 也算是很少见的了 不由地让人下意识停下脚步 驻足观望 在众人瞩目下 两道紧挨着的身影 先后走下车 成为全场的聚焦点 与此同时 魔都某高档小区中 看着桌上的一把金子 孙清华激动道 发了发了 这次我们真的发了 一旁的孙梅和温父 同样情绪激动 至于约翰 则是被一家人给支开了 能拿到的金子本就有限 俗话说得好 见者有份 所以知道的人 自然是越少越好 短暂的兴奋后 温涛压下心中的激动 对着母女俩沉声道 不能再继续开采下去了 这些已经够我们 一辈子用的了 别忘了 我们还要嫁祸给宁家 母女俩虽然不甘 但也只好点头 就在这时 屋门传出被人 砸得哄哄作响 敲门的人似乎很急 孙梅不耐烦地走了过去 边开门边不满道 谁啊 敲门用这么大力干嘛 敲坏了你赔得起吗 夫妇俩的目光也看了过去 同时迅速地 把桌上的金子 给收了起来 免得被人看见 打开门 还没等孙梅反应过来 五名警察直接冲了进来 将她给撞倒在地 手里还拿着 闪着金属色泽的手枪 沿声道 全都不许动 警察 黑油油的枪口 直接对准了孙清华和温涛夫妇 就连被撞倒在地的孙梅 也被其中一名警察压在地上 冷声道 你们涉嫌非法采矿 跟我们走一趟吧 听到非法采矿这几个字眼 温涛的双脚 顿时有些发展 面露恐惧 哪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被发现了 这怎么可能 难不成是豹子那几个家伙 拿金子跑路了 然后嫁货给他们 仅在一瞬 数个想法从温涛的脑中冒出 神情恍惚之间 就被戴上了手铐 一旁的孙清华 还想要逃跑 直接就被绊倒在地 在惊恐的目光下 被戴上了黑色的头套 你 你们要干什么 我可是 嗯嗯 没过一分钟 一家三口就全被制服 其中一名警察发现了什么 打开了放在桌上的金属盒子 里面顿时露出金光 队长 找到了金子 全部带走 留下两个人 把屋子仔细地搜查一遍 看看还有没有被藏起来的 我读大学 灵信 就在灵信和宁主雅刚走进社团大楼 一道惊呼声从背后响起 时隔多日不见 既熟悉又感到陌生 转头看去 只见手中提着个塑料袋的礼良 惊讶地走来 边走边笑骂道 你小子这几个月连个声响都没有 我还以为你被骗到缅北去嘎腰子了呢 闻言 灵信脸色一黑 皮笑肉不笑地回道 放心吧 在你没太监之前 我肯定不会死的 身旁的宁主雅见状 松开了牵着他的手 红唇轻起 轻声道 你们聊 我先去上去了 等到宁主雅走后 灵信好奇地打量 一眼穿得像个贵公子一样的礼良 走上前勾住了他的脖子 剑笑道 行啊 梁子 看来你现在混得很不错嘛 借我点钱花花怎么样 李良的嘴角 同样勾起一抹熟悉的笑容 你小子都抱得富婆归了 还管我借钱 这不合适吧 听到这话 灵信顿时苦着个脸道 你小子可别提了 哥们我现在身无分文 就连路边的乞丐 都比我有钱 就差出去卖肉了 吹 你接着吹 李良一脸不幸 两人勾肩搭背地聊了一会后 朝着社团楼内走去 哪怕几个月没见 关系从未发生改变 看着李良手中提着的袋子 灵信疑惑道 你感冒了 因为是透明塑料袋 所以灵信一眼就看出 袋子里适合感冒药 闻言 李良边走边摇头道不是 这是给秦夕买的 他感冒了 灵信意识到了什么 声音忽然压低道 进展得怎么样了 我自己都没什么信心 李良苦笑一声 毕业后 他要去山羊省发展 注定了 我们要分道扬镳 见他一副难过的样子 灵信停下脚步 郑重其事道 没有什么事情是注定的 只看你敢不敢去拼 别告诉我 你真的想就 这么草草完结这段感情 你要是现在不去拼一把的话 我保证 以后你一定会后悔的 见李良 还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灵信直接拉着他 朝学生回办公室走去 打算好好开导开导这家伙 此时学生回办公室内 宁竹亚正坐在电脑前 思索着毕业典礼的策划和节目 修长的玉腿随意地翘着 这时灵信带着李良走了进来 自顾自地朝着角落中的小桌子走去 直接对宁竹亚视而不见 我跟你说啊 感情这玩意脱不得 必须像拉屎一样 快准狠 你要是再等下去 黄花菜都凉了 以后就更没机会了 说话间 两人坐在了角落的桌前 灵信从旁边的柜子里 摸出了几瓶啤酒和花生 打算一醉方休 见状 宁竹亚带眉紧皱 觉得这男人 好像有点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 居然还当面 喝起酒来了 但想到有外人在场 他忍下心中的不爽 对着两人冷哼道 少喝点 闻言 刚喝了口哈皮的李良 对着灵信紧眉弄眼道 你媳妇没事吧 要不我们还是不喝了 猛灌了一口的灵信 打了个酒隔 自信道 能有什么事 太久没收拾了 说着 灵信站起身 直接朝着宁竹亚那边走去 神色淡然 丝毫不见句色 李良想要阻止 但为时已晚 只能在心中默默为其哀悼 宁竹亚见状 白皙的脸蛋浮现一抹冷意 看着走至身前的灵信 挑眉道 怎么 皮痒痒了 又想造反了 灵信居高临下地蔑视着她 下一秒 直接对嘴亲了上去 还抓住了宁竹亚的两只手 不让她正脱开 哇 看着这香艳的场面 李良一阵吹嘘 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一分钟后 当宁竹亚不再抵抗 灵信这才放过了她的嘴 满脸得意 随后转身回位置上接着喝酒 怎么样 我牛不牛 牛掰 灵信看着李良如同 看着不争气的儿子 沉生道 华国有十几亿人 等遇上喜欢的人 那概率比中彩票都低 这说不定是你这辈子唯一的机会了 如果你真的喜欢她 想要和她共度一生的话 就勇敢地去挽留她 珍惜她 把你的一切都赌上去 你有这个决心吗 李良被这番话激励到了 内心一阵澎湃 有种为了爱而豁出一切的冲动 在心底油然而生 很快 李良直接冲出了学生会办公室 朝着楼下飞奔而去 脸上洋溢着兴奋 竹子可叫也 灵信见此一幕 满意地点了点头 端着杯热咖啡的宁竹哑 从旁走来 随意地坐在灵信身旁 疑惑道 你从哪学来的这些话 感觉你也不是容易煽情的那种人 文言 灵信接过咖啡喝了一口 有些傻乎乎地笑道 刷是贫学的呀 怎么样 听起来是不是特激励人 我跟你说 这小子以前就是社恐 所以经常被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现在估计迫不及待地是爱去了 说着 灵信直接将桌上剩余的酒给倒掉了 里面的液体呈透明色 明显不是哈皮应该有的铜黄色 还别说 张胖子的酒有时候确实管用 幸好我喝的这瓶里面是白开水 听他说 这种类型的酒后劲大的吓人 宁竹哑 尚是清晨 社团大楼的自习室被李良猛地推开 可惜里面却是空无一人 只剩一本书在风地吹动下 翻动页页篇章 看着安静的自习室 李良一愣 要是换往常的话 秦夕这个点肯定在自习室里看书 就连感冒都坚持要来 从未断过 但今天 天偏是今天 他却没来 想到了什么 李良连忙放下手里的感冒药 快步上前摸了摸凳子的表面 细细感受着 还有一点余温 应该是刚刚走 见状 李良立马朝着社团大楼下跑去 同时脑中不断地思索着 这个点秦夕会去哪里 楼梯间内 准备上社团课的新生 正陆陆续续地走着 一路上有说有笑 唯独一道奔跑下楼的身影 显得格格不入 我靠 你马急着投胎啊 撞我就算了 要是把我女神的早餐撞掉了 你赔得起吗 泽泽 这胸台该不会是表白失败 一时间接受不了吧 我有个朋友之前也是这样的 想起都是累啊 那最好的是你的朋友 社团大楼下 李良目光迅速地 扫过周围的学生 搜寻着清晰的身影 急得开始额头冒汗 呼吸也渐渐急促 此时 顶楼上 一道呼喊声传入她的耳中 好大 人在后山呢 灵性朝着楼下的李良呼喊道 同时指了指社团大楼的后面 那里是一处小树林 不过基本很少有人去 而灵性 也是在学生会办公室内 不经意间瞥见的 文言 急得脸色胀红的李良反应过来 立马朝着后山跑去 同时口中嘶吼道 老子要是成了 家产分你一半 不用还的那种 听到这话 灵性顿时乐呵呵地笑出了声 不错 为父没白疼你啊 身后 明竹雅走来 将手放在了她的肩膀上 凑上前在其耳边笑眯眯道 林大少 这就开始自给自足了 不错嘛 灵性的身影一将 回头尴尬地笑道 媳 媳妇 你误会了 这不是看你平常上班辛苦了 所以想着帮你赚钱吗 我愿意拿小杏子单身二十年来赌 我说的都是真的 正在家里和小雅雅 激进我的小杏子 突然打了几个喷嚏 充满智慧的狗眼 谨慎地盯着四周 心底生出一股恶寒 王 哪个王八蛋在咒狗眼 魔都大学 后山密林入口处 在两行绿树中间的小路上 穿着身粉白碎花裙的秦熙 朝前走着 想要散散心 匆忙跑来的李良 见到那抹熟悉的背影 连忙喘着气大喊了一声 秦熙 这一声呼喊 使得朝前走的秦熙停下了脚步 转身疑惑地看着 朝这边跌跌撞撞跑来的李良 不解道 你怎么来了 见他停下脚步 亮亮呛呛 跑来的李良松了口气 大口呼气的同时 目光坚定道 我决定了 我要陪你一起 去山羊省 你去啊 我就跟到哪 哪怕是到天涯海角 我也跟着你 闻言 秦熙愕然道你 这是犯什么糊涂呢 你家里人能同意 李良底气十足地回道 我管他们同不同意呢 反正我是赖定你了 所以 所以你能给我一个回答吗 听到李良为了自己 居然连百亿家产都不要了 秦熙心中却没有丝毫感动 反而是皱眉道 不顾一切和家人决裂 跟我一起走 你觉得 这样我就会开心吗 这样的爱情不会长久 也不是我想要的 热血上头的李良 顿时有些窘迫道 那 那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答应 一阵清风从林内袭来 吹得秦熙那柔顺的长发 在风中飞舞 身后草叶纷飞 他鸣嘴道 至少 至少等你把你家里人说服了再说 李良压抑的激动心情 问道 那要是我说服他们的话 你能和我在一起吗 气氛沉默了一会 然后勤细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有些羞涩地低下了头 不敢去看他 现状 李良感觉幸福来得太突然 让他的头脑都有些发晕 下一秒 李良直接倒在了地上 酒精上头 脸色滚烫地晕了过去 学生会办公室内 灵星看到这一幕折了一声 摇头道 真没出血 这就扛不住了 这得有多虚啊 明珠雅则是不爽地扯过他的衣领 朝着沙发上拽去 有什么好看的 赶紧给我干活 该死的狗男人 居然当着我的面 盯着别的女人看 就算是朋友 那也不行 哎呦 媳妇你轻点 等会耳朵 给我拧掉了 然后 在花费了一下午的时间后 明珠雅弄出了一份 简单的流程策划 有给了校长 正好到了放学时间 直接拖着灵星朝 办公室外走去 同日下午 天目集团召开的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将捐款50亿 用于山阳省的灾后重建 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开始还没人明白 为什么天目集团 要捐这么多 一般大家都是 一丝一丝就行了 但是很快他们就明白了 同样是当天下午 魔都市长宣布 直接将魔都核心区的 一块的免费租给 天目集团 用作商业生产 同时对其企业的 各类繁琐流程 直接一录绿灯 真可谓是大手笔 要知道核心区的的 可是有钱都不一定买得到 也只有官方能这么大方 直接免费租出来 与此同时 魔都的一家小集团 被人收购 更名为了未来集团 收购者正式消洁 刚一接任董事长职位的他 立马捐出了十亿 用于救灾 魔都官方配合的 给出了一波好处 官方的反常举动 立马吸引了魔都的不少企业 随即天目集团下的 那些分公司 也都开始捐款 都获得了官方的一些好处 这一劲爆消息被人爆出后 顿时吸引了大部分企业 炼热的他们 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跟风 大不了就是损失些钱 就算没有好处 也能在互联网上 得到不少名望 这笔买卖 只要不是傻子都不会错过 六月即将到来 延熟悄然来临 人们退去了厚重的棉袄 开始穿起了夹克和长衬衫 时不时能在路边看到 身穿超短裙 露出大长腿的美女 夏季 可谓是男同志们最喜欢的季节 清早 临江别墅 快点起来了 你今天不是还要去和小朋友们玩吗 床上 灵信正在给睡迷糊的灵雪儿穿衣服 宁竹雅 则是率先一步下去吃早餐了 就在灵信准备下床的时候 换好衣服的灵雪儿 却是从后面拉住了她 然后从身上拿出一张对折起来的试卷 小家伙低着头 嘟嘴小声道签字 试卷签字吗 怎么现在才拿出来 灵信好奇的结果 背对折成一个小方块的试卷 将其展开了后 一下就明白了 为什么小家伙到现在才拿出来 看着试卷上显眼的红色灵牙蛋 灵信蹲下身 摸着小雪儿的脑袋 轻声道 说说吧 怎么回事 对于自家这个小淘气包的学习能力 灵信还是知道的 虽然不怎么喜欢学习 但脑子还是很机灵的 绝不可能考个零分回来 灵雪儿有些不好意思地低着头 腮帮子鼓起 支支吾吾道 不 不小心在考试的时候睡着了 听到居然是这个理由 灵信顿时没忍住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睡着了 哈哈 有你够我当年的几分风范 就在此时 卧室门忽然打开 穿着双凉拖的凝竹牙走了进来 墨黑色的长发披在肩后 下身穿着一件过西长裙 玉族磕磕饱满 百里透红 犹如一件艺术品 出尘的气质 无应是凡女 应是仙女 见姐姐进来 小雪儿顿时一阵惊呼 呀 姐姐来了 自带一股幽兰香气的宁竹牙 走到了灵信身旁 刚刚笑什么呢 笑得那么开心 闻言 灵信站起身 笑着把手里的零分试卷对给了她 某个小家伙考试的时候睡大觉 结果考了个零分出来 考零分 你还那么高兴 宁竹雅狠狠地瞪了这家伙一眼 直接伸手在她的腰间 来了个三百六十度扭转 唉 痛痛痛 灵信顿时呲牙咧嘴地叫了起来 灵雪儿自觉地走到了姐姐身前 抱住了她的腿 可怜巴巴地眨着眼睛 姐姐我下次不敢了 看着淘气包撒娇的样子 宁竹雅美好气地冷哼了一声 零分就是零分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只能吃一颗糖 只有赏罚 分明才能调教出一个优秀的孩子 这点宁竹雅还是明白的 说着 她扫了眼身旁正在偷笑的灵性 危险的目光 犹如刀锋插入她的心脏 呼吸顿直 被盯着看得灵性挠了挠头 尴尬到那个傻 我先下去吃早饭了 你慢慢续 话音落下 灵性逃死地溜出了卧室 不敢久留 不然恐有血光之灾 宁竹雅低头看了眼知错的灵雪儿 蹲身将她抱了起来 朝着梳妆抬走去 边走边说道 这次饶了你 下次要是再考零分的话 你就乖乖准备上补习班吧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一家人开车朝公司而去 我都大学的毕业典礼 已经策划好了 后续的事情 也就不需要宁竹雅亲自去了 倒是有个丢了洋相的小伙 正在满魔兜地找灵性 想要和他探讨一下物理超度 在喜欢的人面前最倒 李良估计 这辈子都不会忘记这糗事了 而始作俑者灵性 则是被宁竹雅拉着到了办公室当保姆 原本负责这一切的秘书 则是被放了一个月的待薪休假 让其余员工好不羡慕 办公室内 宁竹雅看着下面人送来的报告 一旁的林姓 则是以极其专业的手法泡着茶 很快 一股浓郁的茶香味 从盏中弥漫而出 沁人心疲 林姓端着一杯泡好的茶 走到了媳妇身边走下 问到怎么样 有多少家企业捐款救灾 效果还不错 总金额已经超千亿了 宁竹雅抢过他手里的茶为敏了一口 对这个数字并没有感到惊讶 毕竟 这可是全国成千上万家企业的捐款 更别说还有那些个体户居民了 虽然捐的不多 可一旦整合起来 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华国什么都不多 就是人多 客团结 就是靠着这一点 当年才能把其余四大国 当踏脚时登上高位 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林姓听到这庞大的数字 则是惊讶的嘴都张大了 和身旁的宁竹雅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千亿 那岂不是说 就在完后 还会有很多资金 可用于当地建设 明主哑白了他一眼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一千亿很多吗 林姓立马笑呵呵地 拉过其柔弱 五股小手捏了捏 对我媳妇来说 当然不多了 就你嘴甜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的时候 林姓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徐老打来的 电话接通 那头的徐老语气心未斗 林小子 你这次干得不错 再加上紫东山下的那座金矿 说说吧 想要什么奖励 老头子我尽量满足你 这两件事可都是大功劳 就算是林姓想要当将军 都不是不可以 当然肯定没有实权 闻言 林姓将手从媳妇的群内收了回来 神色认真了一些 还真有件事 想要麻烦徐爷爷你 嗯 但说无妨 我想让您帮忙 把我的二伯 也就是林向北塞进边之内 给他谋个不错的职位 此话一出 原本大好的气氛 瞬间凝制 变得压抑沉重 不得不让人回忆起那件伤心事 就算是那头的徐老 然后才到你认真的 你应该知道 他做了什么 虽然是有人蛊惑 但他也确确实实地做了 你居然还想让他进边之 给我一个足够的理由 不然 说什么 我都不可能答应你 林姓脸色严肃认真 丝毫看不出是在开玩笑 继续道 其一 我并不是原谅了他 我只是想帮我的妹妹 他迟早会长大 我不希望让他知道 他的父亲是个罪犯 其二 他的本性并不坏 你应该也清楚 如果不是 有人蛊惑的话 他也是名正直的好官 试问 如果换成你我 被人蛊惑十余年 还能够保持初心吗 错的并不是他 而是这个世界 所以我希望 你能给他一次赎罪立功的机会 我相信 这也是我爷爷所希望的 在听完林姓所说的之后 那头的徐老沉默了一阵 似乎是在权衡立弊 而林姓也只能默默地等待回答 他说的自然都是真心的 在这个充满的污秽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会有迷失本心的时候 那么这些人真的有罪吗 林姓不这么认为 古人有云 人之初心本善 世界上真正的恶人很少 那些被迫走上歪路的人 既有罪也无罪 足足过了半晌 徐老才叹了口气 缓缓道 罢了 看在你立了这么大功劳的份上 我可以破例给他一次机会 先说好 我可不会给他安排什么好差事 正好山阳省的地震中心普世 现在百废待兴 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去管理 但那边的情况你也知道 根本就没人愿意去接手 一个搞不好 还会有入狱的风险 听到这话 林姓立马咧嘴笑道 那不是正好吗 我相信他会很乐意的 要是太舒服的话 我还怕他不肯去呢 嗯 还有件事跟你说一下 天目集团为山阳省重建 做出了巨大贡献 我们官方自然要做出 名面上的奖赏 但要是分出太多的权力 出去的话 后面怕是要出什么乱子 所以你就去一趟吧 这本来就是 你的功劳 分给你 我们几个老头子 也放心 反正你也是个不务正业的 林姓 这话听着 咋就那么不顺我心呢 什么叫不务正业 我好歹 好歹 想着想着 林姓发现 他最近好像确实有点闲 整天像得该溜子一样到处混 好了 就先这样吧 我这边还有事情要处理 变化挂断后 林姓收起手机 趴在了宁竹亚的腿上 叹气到媳妇 我突然发现 我好像有点废物 看着一副求安慰的林姓 宁竹亚摸了摸他的头发 宠溺地笑道 自信点 你就是废物 但是我会养着你的 所以放心吧 林姓 突然感觉受到的打击更大了 有这么安慰人的吗 安慰过后 宁竹亚低头看着 趴在自己腿上的林姓 柔声问道 没想到 你居然还是个烂好人 你二伯都那样了 你还邋遢一把 正在雪白大长腿上 蹭来蹭去的林姓撇嘴 道 我是为了家里那个小祖宗好 想我们林家这一辈 没有一个人的童年是完好的 最起码要让小雪儿 有个完整的童年才行 这时 办公桌上的座机响了起来 铃声刺耳 叮铃铃 宁竹亚带眉皱起 接起电话后 那头立马传来 林雪儿哭唧唧的声音 姐姐我又不小心睡着了 文言 林姓和宁竹亚对视了一眼 有些无奈 最后还是 林姓站起身 朝着办公室外走去 我去吧 必须得给这小家伙一个教训才行 毕竟 没有七匹郎的童年 是不完整的 时间很快来到下午 将调皮的小丫头 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后 林姓有些无聊地坐在办公室内 无所事事地 看着媳妇工作时的样子 天生自带一股高冷的翘脸 凹凸有致的身材 以及藏鱼裙内的修长玉腿 简直太耐看了 就在林姓边看腿边 思索着 什么时候去一趟山羊赏的时候 一通来自林天的电话打了过来 目标基本可以确定了 塞北军营的新兵总训练官 罗山 文言 林姓皱眉道还有呢 一个新兵总训练官的手 不可能伸到魔度来吧 那头的林姓 沉声接着道 根据我的调查 在这个罗山的背后 有着塞北最大家族董家的支持 塞北的形势你也知道 纷乱不断 甚至有时还会有战争 因此也就滋生了不少黑帮派 董家就是其中最大的一派 严格来说 他们并不是华国人 而是混迹在无法律地带的黑手党家族 做的都是一些抢劫物资 和倒卖军火的事 林姓了然 说白了 就是这个罗山好对付 但他背后的董家是个硬茬子 有点难啃 想了想 林姓沉吟道 如果证据确凿的话 就把那个罗山抓起来吧 那个董家等我这段时间忙完 我俩一起去看看 我就不信 他们是铁板一块 这话林姓说的还是很自信的 光明正大的事情他做不来 但对于一些见不得人的小手段 他还是略有心得的 挂断电话后 林主亚正好抬头看来 对着林姓招了招手 过来 给我揉肩 好嘞 媳妇 你说我明天就要去山羊省了 身上连一块钱都套不出来 这是不是有点太那傻了 嗯 有我在 你还需要钱吗 第二天一早 将手头上的事物告一段落后 林主亚和林姓 一块坐上了前往山羊省的飞机 至于家里的小淘气 自然是开开心心的 被送到了老宅去 这一日 烈阳当天 气温已经来到了二十多度 有些湿热 纵横在云海之中的飞机内 仅有两人就坐 除此之外 便只有随时准备服务的乘务员了 机舱内 林主亚那双完美的玉腿 放在了林姓的腿上 后者正在给其修剪指甲 同时忍不住抱怨道 媳妇 这种小事 你就不能自己干嘛 坐在一旁的宁主亚 正悠闲地玩着手机 听到她的抱怨 挑眉疑惑道 我让你给我剪指甲 你应该感谢我吧 别人想摸 还没有机会呢 你可得好好珍惜 不然哪天 我把你踹开 你哭都没地方哭 说着 宁主亚还挑衅性地 将那双美足踩在林姓脸上 脸上满满的微笑 这是赏赐给你的奖励 满意了吧 林姓 这么一个小恶魔媳妇 应该怎么处理 在线求交 山羊省 作为华国排名 比较靠后的省份之一 更注重于农业的发展 轻工业和重工业企业 倒是很少 或许也是因此 山羊省在国内 享有最美省份的称号 比较适合亲近的人居住 而突如其来的地震 将三个市都囊括其中 皆是受到了 不同程度的影响 但主要受灾区 还是在农村乡镇 赫阳机场内 此时却是安静的吓人 等候厅内 赫阳市大大小小 十几名领导全部到场 身穿统一的服装 目光时不时朝着机坪外看去 回首的市长 黄刚对着身边的几人 医生吩咐道 这次是魔都来的人 不仅代表了那个天幕集团 而且还代表了上面 你们都不要在这关键时候 给我掉链子 把精气神都给我摆出来 闻言 后边的人下意识地挺直了背脊 尽可能地想让自己 看起来精神一点 就在此时 镜头处两道身影 一前一后走来 皆是气质出众 宛若一对金童玉女 明眼人都能看出不凡 白人正是刚下飞机的 灵性和宁竹哑 因为只待几天 所以两人并没有带行李 边走 灵性边无嘴嘟囔道 你个臭婆娘 要是再拿脚踩我脸的话 就别怪我跟你 不客气了 出门在外 给点面子行不行 听到这个称谓 走在前面的宁竹哑 顿住脚步 不善的目光瞥向他 不客气 怎么个不客气法 灵性抬头见有一群人 朝这边走来 挺起胸膛 硬气道 你要是再乱来 我就跟你离婚 宁竹哑冷哼道 那我等着 你最好说到做到 我倒是要看看 你有没有那个胆子 就在两人降嘴的时候 黄刚已经走至他们身前 笑呵呵地伸出了手 打招呼道 比人贺阳市市长黄刚 两位 应该就是魔都来视察的吧 我已经安排好了酒店 请一步 灵性和宁竹哑 也简单地自我介绍了一下 握手后 就跟着黄刚朝机场外走去 一行人浩浩荡荡地跟在后面 一路上身为市长的黄刚 姿态都摆得很低 那满面春风的笑容 整得跟在后面的市委书记 差点以为这家伙被夺赦了 平时别说笑了 不摆着腹冷脸就不错了 但一想到这两个年轻人的身份 就又释怀了 换他去 估计笑得比这还夸张 卧独天目集团总经理宁竹哑 其集团及其下属分公司 在这次赈灾中捐款超百亿 贡献巨大 而这个叫灵性的年轻人更离谱 根据上面透露出来的消息 这位极有可能在这件事后 成为华国最年轻的将军 虽然没有实权 但那再怎么说 也是将军啊 以后出去 直接摆出身份 估计就连省长都要里让三分 去酒店的路上 黄刚坐在副驾试探气道 这次地震死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幸好有来自各地的及时援助 不然受到波及的人 只怕是会更多 虽是水帘市金港市的孤儿院和养老院 更是人满为患 全都是在灾难中 失去了父母和儿女的苦难人啊 灵性听着 也有些产生共情 语气认真道 没事 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不能阻止灾难的发生 但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力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身旁的宁竹哑听完并没有什么反应 见灵性一副难受的样子 伸手将她抱在了怀里 轻声道 乖 要哭就哭吧 我在这呢 灵性 这是干什么 怎么听着有点像妈妈安慰儿子 透过后视镜 看着两人的举动 黄刚聪明地闭上了嘴没有打扰 内心感叹道 现在的年轻人 难道还玩角色扮演那一套 我还是老了 跟不上时代了 再去酒店吃过午饭后 同时确定了 明天去受灾地区视察 灵性觉得 来都来了 下午就直接拉着宁竹哑 在赫阳市周边的景点逛了逛 过起了舒服的二人世界 与此同时 神都红星大楼的某间办公室内 咚咚 敲门声响起 正低头阅览文章 徐老头淡淡道 进来 办公室内打开 警卫队长走了进来 行了一礼后 会报道 徐老 那个罗山已经抓到了 要对他们后面的董家动手吗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董家的老巢 只要您一声令下 东风红星导弹随时可以发射 以最快的速度摧毁敌人 因为董家身处不法地带 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所以 哪怕是直接用导弹进行洗地 相信也没人会说什么 毕竟不法地带的人 多是罪犯和黑帮 竟是些害群之马 根本用不着怜悯那些人 闻言 徐老放下书 摘掉了带着的老花镜放在桌上 缓缓道 别这么急躁 如果贸然动手的话 会给边境带来麻烦的 这是林家的家事 先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 你先让人潜伏进去 在必要的时候 给其提供一些帮助 警卫队长又问道 那要是他们解决不了呢 解决不了 徐老目光微宁 用平静的语气道 那就直接派遣军队 不给敌人挣扎和反扑的机会 一个不留 是 警卫队长严肃敬礼 转身离开 当办公室的门重新关上后 徐老拿起桌上的特制手机 拨打了一个全士林的号码出去 那头几乎是瞬间接通 传来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 似是在海边 徐老脸色无奈道 你个混蛋倒是过得舒服 我还得替你收拾烂摊子 熟悉的声音传出 那头的人笑道 你要是想来 来便是 还别说 这退休以后的生活就是好 去去去 你以为我跟你样 徐老梅好气地冷哼了一声 铁嘴道 你那两个孙子 已经查到董家了 我看你 还能瞒到什么时候 要是让你林小子知道 你一直在骗他 泽泽 文言 正在解放岛岸边晒太阳的林振国 不以为意 我都给他安排了那么漂亮的媳妇了 臭小子谢我还来不及呢 一日早晨 克阳市大酒店下 一辆车早早地就等候于此 两道身影从酒店中走了出来 林姓手里拿着杯热牛奶 喝了一口 然后递给了身旁的宁竹牙 媳妇 你说这么多人跟着呢 在外面能不能给我点面子 接过牛奶的宁竹牙抿了一口 甜而不腻的奶味在味蕾中扩散 随后淡淡道 面子 你的面子值几个钱 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要那点面子有用吗 负责接送的司机 见两人走来 连忙下车恭敬道 林先生 林小姐 有我送你们到碎市试查 请上车吧 黄刚作为市长 自然不可能陪着去 就昨天迎接两人 还是他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时间 地区性受灾的 赫阳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大量灾民涌入 如何处置也是个大问题 车子很快发动 朝着高速公路驶去 赫阳距离碎市并不远 也就一个小时的路程 要不了多久就能到 路上 司机作为黄市长的专属司机 了解到的事情自然比普通人更多 把更具体的情况 跟两人说了一遍 现在碎市的那些灾民 大多都是住在城外帐篷里的 每天吃的都是西州 通常更是六七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 文言 林信仪活到这么苦 全国各地不是捐了那么多钱吗 难道连几个帐篷都买不起 此话说出 正在开车的司机 脸色一阵犹豫 随后支支吾吾道 我也只是听市长提起过两句 据说现在只有捐献的物资 是成功抵达灾区 至于那些救灾前 说是在审核 估计要过一段日子才会发放 听到这话 头脑聪慧的宁竹雅丽玛 想到了什么 身旁林信的脸色微变 哪能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现在可是关键时期 更何况那些钱是捐的 怎么可能需要审核 肯定是有人在里面 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 人还真是到了哪里都有 连救灾前都没有放过 大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过去 汽车驶下高速 前方的道路两边 都是肥沃的粮田 而在远处 几道黑烟直冲云霄 碎事是建立在一片 巍峨的城墙之中 据说是以前留下来的 后来经过修修补补 才能至今 屹立在这片土地上 旗内更是可容纳百万人居住 水泥铸旧的城墙外 一条鲜红的横幅挂在墙头 上面写着 欢迎林先生与宁女士前来视察 墙下市长工箱 带着一群人准备迎接 在城墙两侧 安置着数以百计的绿色帐篷 其内坐着不少衣衫褴褛脸色 麻木的老人 和模样垂丧的小孩 在乡镇 稍微年轻一点的人 都会出去打工 只留下老人和孩子在家中 所以 这次地震 老人和小孩 才是受害主体 空气中 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位 耳边有着幼童的哭声 这一幕 恍若人间炼狱 这时 道路尽头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静止驶来 来了来了 随着一声惊呼 众人齐齐朝前看去 连忙挺直腰背 将最好的一面给展现了出来 以示尊重 几分钟后 车子缓缓停下 林姓和宁竹亚 从车上走了下来 穿着光鲜亮丽 让路边帐篷内的老人小孩好不羡慕 下车后 林姓看着周围帐篷内 灰头土脸的老人和小孩 直接对着走来的市长 工箱问道 工市长 各地企业捐的钱都到哪去了 为什么我感觉这些老人孩子 连饭都吃不饱 林姓此次代表的中央 在她的肩上 也有着责任和义务 现在看到这些人一不蔽体 与其下意识地就中了起来 这副模样 与平时不着调的她 判若两人 一旁的宁竹亚 则是轻轻地牵住了她的手 欣赏着林姓 一副面容严肃的样子 嘴角不自觉地扬起 果然 这男人认真的时候 也很耐看 文言 工香哑然 转移话题道 林先生 要不我们进去聊吧 这里人多眼杂的 也不是个谈事的地方 是不是 不用 林姓摇头 直接朝着帐篷区走去 淡淡道 我是来视察的 不是来享受的 有什么事情直接说吧 要是不能给我一个 合理的解释的话 我想你这个市长 估计也要干到头了 此话一出 工香的脸色一变 对身后的人使了个眼神 示意他们不用跟上来 然后独自跟了上去 走进帐篷区 一股难以言喻的恶臭 立马铺天盖地地袭来 独童死掉了十几天的臭鱼 臭气熏天 灵性脸色未变 从身上掏出一个口罩 递给了身旁戴眉紧皱的媳妇 后者原本是不想戴的 但他 直接给强行戴上了 躲前方的一个破旧绿帐篷内 三名灰头土脸 跟林雪儿差不多大的孩子 正躲在角落 手臂上和脚上 均有着细小的伤痕 应该是逃难时候弄伤的 又前方中间 破开了一个拳头大小的 破洞的帐篷中 一名身材瘦弱的白发老人 躺在茅草堆上 不知生死 眼前一幕幕的惨状 让林姓内心下意识地沉下 没想到在人人吃得起饭的今天 还能看到这么一幕惨状 林姓边走边 意味深长地眯眼道 宫市长 我这看着这些人 也不像是收到物资的样子 那些孩子连鞋 都是破破烂烂的 还有那边的老人饿的 你该不会是把全国各地 捐来的物资 给私吞了吧 听到这话 宫乡下的连忙白手 私吞救灾物资这罪责 可是要被枪毙的 哀声叹气道 受灾的人数太多了 压根分不过来啊 资金又还在审核 不过今天应该就可以下来了 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文言 林姓反问道 地震发生这么多天了 救灾金一直都没下来 怎么我一来就下来了 挺巧啊 对此 工厢只能尴尬 笑道 是挺巧的 很快 再花费了半个小时后 林姓总算是将整个帐篷区 都给转了一遍 结果可谓是惨不忍睹 好在这时 十几辆大卡车从城内驶出 驾驶位上的司机 对着帐篷里的人兴奋地喊道 大家快来领东西吧 救灾物资到了 话音落下 人群顿时一阵激动 鬼知道他们 这几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看着车上的崭新衣物和吃食 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 没意会 一条领物资的长队排起 在工作人员的管理下 每个人有序地领取着自己那份物资 新衣服面包饼干 还有干净的水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 源源不断的物资 很快让现场的灾民吃饱穿暖 林兴看着这一幕 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这些东西 本该几天前就到达的 宫乡对此也毫无办法 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市长 看着微风 其实做不到的事情太多太多 很快 所有人都领到了物资 宫乡见状连忙大喊着 让所有灾民聚了过来 乡亲们 这位是魔都来的林先生 是来我们这里视察的 你们手里的东西 可都是多亏了林先生 大家说 应不应该感谢他 数以千计的民众聚来 一个个眼角泛红 此时林兴在他们的眼中 无异于是救世主 是英雄 很快 在有心人的驱使下 人群开始振臂高呼 英雄 英雄 林先生 讲两句振奋人心的话吧 工箱从旁递来一个话筒 林兴接过后 看着人们称呼自己为英雄 将话筒放在嘴边 缓缓道 所谓英雄 即是背负眼所能见的所有人 我并没有那么伟大 人群安静下来 不明所以地看着讲话的林兴 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 在众人的瞩目下 林兴面色严肃接着道 有件事 我觉得不能瞒着大家 其实你们手里的物资 早就应该拿到了 但是在上面有一群蛀虫 想要趁机吃下这些钱 所以你们至今才拿到 此话一出 一旁工箱的脸色立马变了 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内幕 也知道 林兴说出这些话 会招来什么后果 连忙想要上前阻止 但一道倩影 却率先一步挡在了他的面前 林竹雅用手 卷着耳畔的秀法 看了一眼满脸着急的工箱 冷冷道 要是不想躺地上的话 还是乖乖站那吧 话音落下 后方忽然冲出 十几名黑衣保镖 威胁性地看着工箱 丝毫不惧 见状 工箱苦笑一声 你们这是在破坏规矩 一边的灵性接着朗声道 救灾就是救命 现在有人在拿你们的命开玩笑 你们应该怎么做 下方听着的群众立马怒了 地震没死掉 差点被自己人搞死 这话谁能忍得下去 一个个顿时怒吼道 他奶奶的 老子上战场的时候 那些人还在吃奶呢 必须拔掉这些蛀虫 市长呢 这件事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 几乎是灵性 话音落下的瞬间 他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刚一接通 大头立马传出徐老怒骂声 你个臭小子 我让你去试察 你给我搞这些事想要造反吗 灵性扣了扣鼻子 吃笑道 您老就别装了 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边的情况 有啥吩咐赶紧说吧 不然我可挂了呀 神都红星大楼办公室内的徐老嘴角 露出笑容 我给你一个地址 就在碎市郊区 记住 你们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半个小时后 警察可就要来维持治安了 灵性文言点了点头 随后有些好奇道 话说这件事背后的人 究竟是谁啊 让您老都不方便动手 这些你别管 牵扯有些大 你后面会知道的 说完 不等灵性说话 电话就直接挂断了 没办法 灵性直接将刚收到的地址 给念了出来 那是一座庄园 距离这里并不远 在得到害自己的人的住处后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离开 各个凶神恶煞 是要将那个混蛋给揪出来 原地留下的 只剩一群不懂事事的孩童 由工作人员带进了城中 几乎是同时 其余几个市区的灾民 也发生了暴动 甚至室内的普通人参与其中 朝郊区而去 神都 红星大楼内 最隐秘的会议室内 正在进行一场视频会议 挂断电话后 徐老接着对面前 电脑中的两名老人道 已经开始了 这次必须给那些人一点教训 居然妄图把手伸到救灾金上来 四大元首之一的墨老 陈生道 不过这么一来 各地的那些家族 也都会谨慎起来 以后怕是会越来越难对付 又一人到走一步看一步吧 这事急不得 嗯 必要的敲打还是需要的 得让他们明白 有些触碰底线的事不能做 临近中午 最是 就在灵性想要跟上去的时候 一直在暗处跟着的 刘英拦在了她面前 但定道 你该做的事情 也做了 回眸都去吧 剩下的交给我来处理 但灵性的好奇心 此时已经被勾引起来了 哪能罢休 立马换上一副笑呵呵的样子 想要打赶琴牌 刘叔 我也不多问 你就让我去看两眼 您就当不知道 咋样 文言 刘英直接对着她的脖子 来了一记手刀 然后对着一旁站着的 宁主哑淡淡道 把她带回去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在她的鞋底 应该藏了张银行卡 原本正淡定自若的宁主哑 听到这话 脸色立马冷了下来 点了点头 直接走上前 将灵性给拖走了 昏厥后的灵性 一直到第二天 中午才缓缓醒来 此时坐在飞往魔度的飞机上 身旁 宁主哑随意地把玩着手里的 一张高级银行卡 见她醒来 眯一眼笑道 狗男人 你真行啊 居然背着我藏了这么一笔巨款 足足好几亿呢 说吧 哪来的 灵性呢 还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她这是被卖了 见媳妇有动怒的趋势 灵性陪笑地 将银行卡推到了她怀里 几枚弄碾道 什么我的 这不是你的钱妈媳妇 宁主哑伸手 将灵性的头夹在胳膊下 我不管 现在我生气了 赶紧想办法哄好我 不然的话 我就 灵性一时犯了难 随后想到了什么 用两手做出一个耳朵状 笑忠带见到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骑车快 一个裙子飞起来 一个波波甩起来 嘴歪歪 听着恶改的童谣 明珠牙有些被这家伙逗乐了 瞪去一个白眼 多大的人了 也不嫌害羞 灵性厚着脸皮笑道 这有啥 脸又不能当饭吃 哄媳妇最重要吗 就你话多 看我不好好教训教训你 嘿嘿 我躲 打不着 打不 啪 从山阳省回来后 灵性并不知道 在那之后发生了什么 就像是有什么人不想让她知道 回归正常生活后 五月转瞬即逝 六月的第一天 气温已经飙升到了29度 林间时不时传出蝉鸣 给人的内心增添了几分烦躁 椰树内 相较于外面的炎热 卧室之中一阵清凉 足足三台空调 无死角地释放着冷气 床上 只穿着件大裤衩的灵性 打着哈欠 从床上坐了起来 下一秒 一只雪白的小脚横空踢来 直接将她给踢了下去 穿着件单薄睡裙的凝竹哑 上前紧紧地搂住了她的脖子 闭眼语气 慵懒到睡觉 悠香气扑面而来 林姓被抱得有些喘不过气 媳妇 时间不早了 起来吧 挣扎的动作 使得藏匿于睡裙中的 庞然大物颤了两下 不经意间 露出了大片雪白的肌肤 睡觉 明珠雅再次重复了一遍 看着不愿意起来的媳妇 林姓无奈地将脖子上的双手 给扒拉开 但紧随而来的是更重的打击 哎哟 下一秒 林姓屁股受创 直接被一脚踢下了床 她捂着屁股从地上站了起来 不满地嘟囔道 你这是家暴 犯法的 明珠雅精巧的小脚 重新缩回被窝 嘴里轻飘飘地吐出了一个字 滚 说完 就再次将脑袋藏进了被窝里 完全没有要起床的意思 真是不讲理 没办法 林姓只好灰溜溜地拿着衣服 朝浴室走去 如同被女帝宠爱后的南非 灰之急来呼之急去 简单地洗漱了一番后 穿戴整齐的林姓 取出朝宁家老宅驶去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 要去把小淘气给接回来才行 中途 林姓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一开始还以为是骚扰电话 就给直接挂了 直到对方反复拨打了好几次后 才接通 那头传出一道沧桑沉稳的声音 有空出来见一面吗 林姓听出了声音的主人是谁 眼中多了几分默然 单手开车的同时 淡淡道 如果是道谢的话 就不用了 我也是为了小雪着想 你不用觉得亏欠我什么 电话那头除了林向北还能是谁 在林姓将其放出后 两人连一次都没见过 不是为了这事 我现在把位置发给你 有些话 我想当面跟你好好聊聊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林姓沉默了片刻 最后还是点头道好 话落 电话挂断 在得到位置后 林姓立马调转车头 朝着市中心的娱乐街市去 大概十多分钟后 磨度一家高档咖啡店内 先生 请问你有预约吗 见林姓穿着布帆 负责接客的服务员恭敬道 林姓在店内扫视了一圈 很快就在角落的位置 看到了一道熟悉的身影 走了进去 不用了 我来找人 给我一杯美式咖啡 谢谢 好的 您稍等 林姓直接走到了角落的桌前坐下 一直低着头的林向北 也在此时抬头 面容多了几分沧桑 有着浓浓的黑眼圈 你来了 有什么事赶紧说吧 我很忙 对于林姓不耐的态度 林向北并没有在意 先是诚挚的谢道 我还是要谢谢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可能一辈子都得不到赎罪的机会 还有就是 我怀疑父亲 也就是你爷爷并没有死 语出惊人 林姓内心不由的猛颤 看向别处的目光 终于落到了这个二博的身上 紧皱眉头道 这种玩笑 还是少开得好 你是想说我那天看到的是幻觉吗 那个雨夜 绝对是林姓最不愿意想起的一夜 林向北摇头 双手撑在桌上 眼神凝重地和林姓对视着 沉声道 我当初也以为他死了 但是后来我越想越不对劲 一个癌症晚期的人 真的还能像常人一样生活吗 一切发生的是不是太过巧合了 为了让我回头 也为了锻炼你 老爷子的目的 可谓是都达成了 这样精灵的人 真的那么容易死吗 林姓脑中瞬间回忆起 之前和爷爷相处的一幕幕 内心产生了动摇 问道 你有证据吗 你觉得我会有吗 林向北反问 随后苦笑一声 从位置上站起 接我的人来了 我该走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咖啡厅外 一辆黑色的桑塔纳 停在路边 是来协助林向北 去山阳省的 同时也是监视 一个犯过大罪的人 重新回归要职 上面要是不派人看着 那才是怪事 在其走后 林姓独自坐在 角落的桌上沉思 一切发生的太过巧合 但却又找不出 丝毫的破绽 就像是被人提前安排了一切 而他只是局中棋子 按照预定的路线行走 想了一会后 林姓心烦意乱地 将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 嘴中满是苦涩之味 然后朝着电话走去 这时 服务员却拦住了他 歉意笑道先生 您还没有结账呢 总共两杯美式咖啡 须支付三千 请问是扫码还是刷卡 闻言 林姓下意识地 就要摸向怀里的手机 但下一秒就顿住了 想起了一件致命的事 他现在好像身无分文 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私房钱 也在昨天被宁竹崖给夺走了 现在身上别说三千了 就连一个钢蹦都掏不出来 可能路边要饭的乞丐 都比他有钱 于是乎 约莫半个小时后 就当服务员以为 林姓是要吃霸王餐的时候 店门口走进一道歉影 俏理的脸蛋 一下就将店内众人的目光 给吸引了过去 白人身穿一袭白色 竖腰长裙 长发洒落于肩后 周身带着一股迷人的香气 林姓健壮 赶忙笑呵呵地走了过去 媳妇 你可算是来了 来人除了宁竹崖还能是谁 在掏出一打钞票后 直接拉着林姓的手走了 店内时刻顿时意润纷纷 用羡慕的目光 看着林姓的背影 搞了半天 原来是个吃软饭的 而且对象还这么漂亮 气煞我也啊 可恶啊 这个吃软饭的人 为什么不能是我 我蔡某人自认长得也不差啊 还会唱跳rap 这位兄台 莫非你就是近些日子 声名鹊起的鸡中霸王 江湖人称的鸡吧 坐回车内后 林姓直接被宁竹雅翼 把揪住了衣领 目光不善道 说吧 这是和哪个狐狸精出来约会了 极尽的距离 让两人的身体紧挨在一起 甚至能闻到身上 散发的那股清新体香 误会啊 媳妇 你看我是那种人吗 林姓赶忙把事情解释了一遍 听完解释后 宁竹雅这才冷哼一声放过了她 揽住其脖子 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后 傲娇道 你是我的 以后出来见谁都要跟我抱呗 知道了吗 懂得懂得 林姓黑黑一笑 随后抱住了她的小蛮腰 对着红唇 就是一口上去 完事后 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 车子再次启动 朝着老宅的方向驶去 一路上并没有遇到什么意外 道路顺畅 毕竟六一儿童节 只是小孩子的假期 成年人还是该上班上班 宁家老宅的小院内 一道欢快活泼的身影 奔跑在院落之中 光着脚丫子 在人工草坪上跑得飞快 在后面则是几名保姆 担惊受怕地跟着 哎哟 小姐 您慢点啊 万一摔着了怎么办 哈哈 你们追不到我的 来追我啊 就在小家伙回头嬉笑的时候 丝毫没有注意到 前方多了两个人 直接被一双大手给抱了起来 林姓拍了下她的小屁股 你这个野丫头 鞋子都不穿 就到处跑 是不是想要挨骂了 跟着来的保姆们 见状总算是松了口气 连忙上来 把这小淘气包的脚 用湿布给擦干净 又从旁拿了一双粉色的小鞋 给其穿上 姐姐 林雪儿眼睛一亮 立马伸出了两只小手 宁竹雅笑着 把她抱入了怀里 一旁的林姓不满道 什么意思啊你 见到哥哥也不喊一声 是不是想造反了 回应她的 却是小丫头吐舌头的动作 将调皮捣蛋四个字 发挥得淋漓尽致 无奈 林姓只好对着媳妇道 我有点事 你带着她去玩吧 就当她转身要走的时候 宁竹雅却是叫住了她 随手丢过去了一张钻甲 淡淡道 给你的零花钱 要是让别人 知道我宁竹雅的男人 连单都买不起 那多丢人 林姓眼睛一亮 立马上前抱住媳妇 狠狠地亲了一个 Mu'o 爱你媳妇 宁竹雅嫌弃地推开了她 大白天的害不害骚 赶紧滚 好嘞 走出老宅后 林姓有些期待地拿出手机 查了一下卡号 当她看清卡内的余额时 人都傻了 Fact 就十万块钱 苦逼的林姓将卡收了起来 幽怨地打开了车门 算了 有总比没有好吧 坐上车后 林姓启动车子的同时 给徐老打了个电话过去 电话几乎是瞬间被接通 林小子 又怎么了 林姓单手开车 声音沉重地开口道 徐老 您老实告诉我 我爷爷到底死没死 他现在是不是还活着 话音落下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阵 是林向北跟你说了什么 这句话一出 林姓心中一下就有了答案 甚至是延伸出了一个 更惊人的猜测 如果假死是个局的话 那么 爷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局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头的徐老也意识到了 自己话语的失误 知道瞒不下去 只好叹息道 算了 事到如今 瞒着你也没什么用 没错 你爷爷是没有死 那老小子现在正在解放岛 享受退休生活呢 昨天还跟我打电话炫耀来着 虽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但在听到徐老亲口说出后 林姓顿感一阵恍呼 解放岛 是华国专门安置军官家属的地方 为的就是避免一些家人被威胁的情况 岛内的防御等级堪称全国之罪 不仅如此 岛内每个月都会从大陆运区大量物资 这些全都免费 岛上的人只管享受生活即可 可谓是后半辈子都不愁了 也正因如此 想要进入解放岛生活 需要经过重重查验 一般人连知道的资格都没有 只有达到一定等级的军官 才有权限知晓 这些也是林姓偶然听刘叔提起过 所以记忆犹新 想到自己居然一直被蒙在鼓里 林姓就是一阵郁闷 他最讨厌的就是被人蒙骗 却还不自知地无力赶了 徐老似乎是猜到了他的憋屈 隔着电话哈哈笑道 行了 你结婚的时候他自然会到的 到时候一切就都清楚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点 从一开始你考入魔都大学的时候 就一直在按照你爷爷的规划走 我也是前不久才知道的 惊不惊喜 林姓撇嘴 惊喜 我看是惊吓还差不多 就先这样吧 您老慢慢忙 我挂了 挂断电话后 林姓瞬间陷入了沉思 脑中的思绪乱成了一团 莫名的有些烦躁感 从一开始就被安排好了 那岂不是说和自家媳妇的相遇 也都是被提前安排好的 细思极恐啊 浑身有点不自在的林姓 赶忙给媳妇打了个电话 苦着脸道 媳妇啊 老公我受刺激了 快安慰安慰我 滚 碰了一鼻子灰的林姓 毫不气馁 对于这样的待遇早就习惯了 要是哪天不这样 她还感觉不舒服呢 在得知亲人还活着后 林姓乐呵呵地哼起了歌谣 开车朝紫东山驶去 想要去看看目前进度 媳妇的腰 媳妇的嘴 媳妇的大腿白又白 嘿嘿嘿 之后的几天里 林姓一直奔波于紫东山和家之间 两点一线 日日夜夜守着工程的进度 在忙碌下 时间过去得非常快 不知不觉间 就到了魔都大学的毕业典礼这一天 这一天 校门口挂满了红色横幅 大一和大二的学生 也都跟着多了一天假期 激动得不行 商议着毕业典礼办完后 要去哪里洗 开黑舞牌 作为当代的有志青年 洗脚城内的小姐姐们 因为没有生意 而愁眉苦脸 在他们的背后 可是一个个家庭 难道我们 不应该慎意援手吗 毕业日 魔都大学一片喜庆之色 时不时传出欢呼声 此时操场上人满为患 台上校长正在热血沸腾地讲话 而下方的学生 则是在全神贯注地打盹 唉 咱校长这口才是真的好啊 都叙叙叨叨一个小时了 没有一句话是重复的 哼 要不他能是校长呢 看着吧 根据我近三年的经验 今天没个三个小时 绝对没完 还不如趁这个时间 打两把游戏实在 有道理 你玩什么游戏的 原魔 启动 操场的角落 穿着校服的宁竹哑 无聊地坐在灵性身上 背靠在他怀里 灵性双手 环绕他的细腰 闻着媳妇发丝传来的香气 问道 你真不上去演讲吗 这可是个露脸的好机会 还能在这么多人 面前装插 想想就激动啊 你当我跟你一样 明主哑白了他一眼 要不是为了给大学生活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他都不想来 谁愿意听着 台上那老头子 啰哩啰嗦的 周围的男同胞们 羡慕地偷描向灵性 这可是魔渡大学 有史以来最美的校花 他们连面都没见过几次 这家伙居然已经抱上了 大三阵列 前排位置上 李良和秦熙坐在草坪上 目光齐齐望着台上 正在演讲的校长 两人的手 却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了一起 随后触电视地缩回了手 相较于角落里 逆逆歪歪的一对 这一对更符合青涩的大学爱情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磨难等着两人 主席台上的校长高谈阔论 讲得面红耳赤 时不时地偷描一眼 手中藏着的台词 动作流畅 再足足三个小时后 直到中午饭点这场毕业讲坛 才正式结束 大三学生的学校生涯 也就此结束 各自奔向不同的远方 为了心中理想的乌托邦 走出学校 灵性见李良朝这边走来 倾咳了两声 对着身旁的媳妇 淡淡道 你先回去吧 我跟朋友聚聚 晚点回去 明主哑瞥了这家伙一眼 松开了挽着他的手 朝着路边等待的车子走去 头也不回道 早点回来 不然就等着规键盘吧 李良此时也走了过来 拍了拍灵性的肩膀 笑呵呵道 走啊 去喝几杯 我知道家新开的店 你要不要征求一下 你媳妇的同意啊 文言 灵性抱手朗哼道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什么家庭地位 出去吃个饭 还要和他报备吗 走 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李良狐疑地看了他一眼 这话听着 怎么这么可疑呢 两人边走边聊 一路朝着夜市走去 话说晴晰呢 你怎么不叫他一起 你当人家是我们两个孤儿 在学校里一堆朋友呢 想要好好告个别 哪像我俩 别拿我跟你比 学校里的朋友 我足足有四个之多 你才两个 呵呵搭 给你得意的 两人很快找到家 新开的饭店吃了起来 桌上摆满了啤酒 因为不醉人的关系 灵性喝得格外畅快 丝毫没有顾忌 可能是因为喝了张海 那胖子酒的关系 导致他现在酒量都好了不少 天色渐渐暗淡 直至夜幕降临 两人这才过足了瘾 结完账后 灵性兜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有些紧张地拿起手机 害怕是自家媳妇打来查岗的 再看到联系人后 他松了口气 滑动接通后 随意道 胖子 找我有事啊 手机里传出了张海的哭诉 和气喘吁吁的声音 信哥 江湖救急啊 有人要砍我 听到这话 灵性有些昏沉的脑袋 一下就清醒了 立马严肃道 你现在在哪 一旁的李良见他的脸色如此严肃 不用想都知道是出事了 连忙拍了拍喝的有些微醺的脸 用痛胆强行清醒了一些 发生什么事了 简单了解了事情 来龙去脉的灵性 收起手机 沉声道 我朋友被人玩仙人跳了 得过去一趟 两人对视了一眼 没有言语 直接朝着距离此处不远的娱乐街跑去 此时娱乐街的某条阴暗街道上 街边的路灯一闪一闪的 显得有些诡异 路的镜头 只穿着条红裤衩的张海 脸色惊恐地朝这边跑来 身后则是跟着十几名面色不善地混混 手里拿着蝴蝶刀与棍棒 领头的是个光着上身 肩膀上闻着调过尖龙的秃头大汗 看着前面还在狂奔的张海 冷笑道 臭小子 敢睡我过尖龙王霸天的女人 今天不废掉你那玩意 老子TM跟你姓 由于距离不远 这话张海听得清清楚楚 跑得同时回头愤愤不满道 分明是他主动跑我包肩来的 上来就脱衣服 不然后你们就闯进来了 信不信我报警抓你们 王霸天吃笑道老子混道上的 难道还怕那些条子吗 大不了进去关两天 你要是十箱点的 就把那张白银卡给我交出来 不然今天这是没完 随着两人之间的距离逼近 就在张海即将被抓住的时候 前方拐角处突然钻出两道身影 手里拿着两把明晃晃的大砍刀 在月光的照耀下 闪烁着银亮的色泽 都给我站住 再往前一步 可就别怪我刀下无情了 当两人挡在张海身前后 跟上来的十几名 混混一下 就被那两把大砍刀给唬住了 不敢轻易上前 开玩笑 自己手里这小匕首 怎么跟人家 那半人高的大砍刀斗 贸然冲上去 那不是送死吗 为了点钱 葬送自己的小命 没人会做这么不划算的交易 眼见小弟们 背下对面区区两个人吓住 王霸天走上前怒骂道 一群没用的废物 咱们人多 怕他们干什么 突然冲出的两人 自然是赶来支援的灵性和礼良 张海心中总算是松了口气 走上前指着王霸天 一行人告状道 信哥 就是这些人 仗着人多欺负人少 快帮我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手持大砍刀的灵性 瞥了眼这货的大红裤衩子 觉得有些辣眼睛 就在两拨人对峙的时候 一阵急促的警铃声 从道路尽头响起 在场的众人皆是文之色变 有碰巧看见张海 被人追着砍的场面 直接报了警 直到现在才来 小弟立马慌了神 对着身旁的大哥询问道 大哥 条子来了 咱们赶紧开溜吧 要是被抓到 估计又要进去蹲好几天 王霸天脸色殷勤不定 目光落在 躲在灵性身后的张海身上 有些不甘心 华国银行的白银VIP卡 说明这胖子 至少身价几十万 要是现在把人放走 事后指不定要被报复 眼见警铃声越来越近 王霸天咬牙 对着小弟们命令道 给我一起上 干了这票 咱们一年的伙食可就有了 被关几天算得了什么 别忘了你们家里是个什么情况 此话一出 十几名小弟脸色微变 知道自己大哥 这是在拿家人做危险 下一秒 迫不得已的混混们 一窝蜂地朝着灵性几人冲了过去 眼中闪烁着疯狂之色 灵性反应过来 丢下手里的大砍刀 转身就跑 还不忘对着处在原地的李良和张海喊道 愣着干什么 扯毒子啊 要是让我媳妇知道 我因为打架进了局子 那可就真的玩完了 回过神的李良和张海不敢犹豫 连忙转身撒鸭子就跑 当那两把明晃晃的大砍刀 被混混们踩踏时 顿时变得如纸糊状 明显是个假货 看到这一幕的王霸天顿时气急到 NN的 居然被两个塑料玩具给唬住了 TMD 见灵性和李良手里的砍刀是假的后 混混们瞬间变得无所畏惧 咬牙切齿地朝着三人追去 后面 两辆警车正朝这边急速驶来 副驾驶的警察 探头拿起喇叭 对着前方正在追赶的 混混警告道 前面的人赶紧停下 重申一次 前面的人赶紧停下 人就两条腿 哪能跑得过四个轮子的警车 没过几分钟 十几名混混就被其中一辆警车下来的警察给制服了 剩下的一辆 则是朝着还在奔跑的林姓三人追去 这一片都是废弃房区 基本没什么人 所以警车可以说是畅通无阻 眼见距离越来越近 体力已经有些不知的张海喘气道 信 信哥 这样下去不行啊 赶紧支个招啊 文言 正完命狂奔的林姓咬牙道拼了 这个街道很窄 警车肯定不好拐弯 我竖三个竖 一起回头跑 李良和张海对视了眼 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办法可行 林姓开始报数 三 二 一 跑 话音落下的瞬间 李良和张海几乎是同时停住脚步 抱着搏一搏的心态 朝着驶来的警车冲了过去 但是很快 两人发现了一件致命的事 意识到了什么 几乎是同时朝着后方 没有丝毫停顿的林姓吼道 你个壁驰 居然卖我 信哥 你TM做人不厚当 后方已经跑至街道拐角处的林姓 面露微笑地对着两人招了招手 可别怪我呀 这就是现实 跟过来的警车见李良两人 朝自己这边冲来 直接停下了车 将整个街道给堵住 毫不费力地 就将两人给抓住了 嘿 你俩还挺够意气的呀 而此时林姓这边刚逃出升天 就被一群保镖给堵在了墙角处 熟悉的冷声在人群后响起 除了宁竹哑还能是谁 小阿信 我应该提醒过 你要早点回来吧 现在这是在玩什么呢 宁竹哑迷眼道 林姓畏缩在墙角 对着身前的媳妇尴尬地笑道 误会啊 我这不是望望看时间吗 这时 宁大从拐角处走了过来 对着宁竹哑恭敬道 小姐查清楚了 好像是 有个穿着红裤衩的人 被玩了仙人跳 一群混混在追 闻言 宁竹哑瞥像蹲在墙角 瑟瑟发抖的林姓 对着身旁的保镖命令道 把她裤子给我扒了 是 大小姐 或许有时候 命运就是如此的凑巧 因为今天毕业 所以 早晨林姓特地选了条 喜庆的红色内裤 当那一抹红色显露出来后 林姓赶忙捂住下身解释道 媳妇误会啊 那是我朋友 不是我 宁竹哑此时可不乐意听这家伙解释 翘脸覆盖上了一层寒霜 这明显是生气的征兆 好不容易想给这家伙做顿饭 结果等了半天都没见人回来 现在精心准备的饭菜都凉了 将她原本大好的心情 给毁得一干二净 现在的她 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狗男人 好好发泄一通 把她给我绑起来 带回去 吩咐了一声后 宁竹哑冷哼了一声 直接转身朝着路边停靠的车子走去 在林姓惊恐的眼神下 几名保镖拿着一捆麻绳 笑呵呵地走了过来 将她给重重捆绑住 林少 这也是大小姐的吩咐 您可别怪我们啊 很快 停靠在路边 劳斯莱斯的车门打开 被绑住手脚的林姓 被丢了进去 正好落在了宁竹哑的脚边 遥想当初 两人刚接触的时候 貌似也是这般场景 车门重重地关上 宁竹哑脱掉鞋 直接一脚踩在了林姓的脸上 狠狠地揉着 跟当初是一番风景 哎呀 媳妇真的错了 下次保证乖乖听你话 你把脚挪开好不好 现在认错已经太晚了 正好有一段时间没教训你了 现在是时候该给你点教训了 回家的路上 林姓没有一刻是闲着的 不明白 媳妇今晚为啥这么大火气 难不成 是那个来了 被绑回家 又是一顿狠狠的教训后 宁竹哑有些疲倦地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林姓则是大气不敢喘地坐在一旁 管家这时端着几份热好的饭菜 从厨房走了出来 对着林姓低声提醒道 先生 这是大小姐今晚亲自下厨给你做的 赶紧吃吧 听到这话 林姓总算是反应过来 为啥今晚媳妇脾气 为啥这么大了 立马坐在茶几前大口 吃了起来 虽然她之前已经吃饱了 但此时看着面前的饭菜 食欲大开 连忙大开大合地吃了起来 嗯 无愧是我媳妇做的 比外面的路边摊好吃多了 真香 听着林姓的夸赞 坐在一旁 翘着一双大长腿的宁竹哑 虽然心里高兴 但面上还是冷横道 少平嘴 别以为这样我就会原谅你 那你要怎么才肯原谅我啊 看你今晚的表现 清晨 温暖的阳光 射入安静的卧房之中 金丝窗帘被吹得沙沙作响 放眼看去 冰凉的地板上 满是破碎的衣物 那一批随意地丢在床边 这些无意不适 在说明着 昨晚的战斗有多么激烈 床上 不着寸缕的宁竹哑趴在林姓的怀里 雪白双肩裸露在空气中 睫毛微微颤动 缓缓睁开双眼 露出纯洁无瑕的眼眸 林姓此时正在呼呼大睡 胸膛均匀地起伏着 嘴角时不时地仰起 似乎正在做什么美梦 嘿嘿 一个 两个 刚醒过来的宁竹哑 正好听到她的梦话 戴眉皱起 暗道 这个狗男人都有本小姐了 居然还不满足 很快 宁静的别墅内 传出一道痛苦的嚎叫声 响彻整座别院 正在花园内 陪着小小姐赏花的几名保姆 听到这声叫 面无表情 早就习以为常了 穿着深粉色小短衫的林雪儿 想要摘下其中一朵 刚开放不久的牡丹 小手立马就被抓住 小小姐 不能乱摘 这些可都是大小姐 让人精心移植过来的 好吧 被当场逮住的林雪儿 嘟了嘟嘴 还是听话地缩回了手 此时卧室内 林姓幽怨坐在床上 捂着泛红的耳朵 对着正在穿衣服的 宁竹哑无奈道 我的大小姐 我又怎么你了 一大早就这么折磨 宁竹哑背对着她 露出雪白的背肌 套上黑丝袜的同时 语气平静道 没什么 刚刚看你耳朵上有只蚊子 所以顺手帮你捏死了 林姓 只听过打蚊子的 还没听过捏死蚊子的 这是在侮辱蚊子的智商啊 赶紧起来穿衣服 今天要去寺庙烧香拜佛 我爸妈也会去 林姓听话地下了床 边挑衣服边道 原来你还信这些啊 先说好 我可是无神论者哦 穿这套 宁竹哑从衣柜里 娴熟地翻出一套 崭性的白色休闲装丢了过去 随后接着往下说道 据说是我爷爷那辈的规矩 所以每年我爸妈都要抽出 一天时间去敬佛 林姓吹嘘了一声 那你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 话音落下 已经换好一身淡粉长裙的宁竹哑 用看傻子的眼神看向林姓 不明白 他怎么会问出这么没脑子的问题 沉默片刻后 他抿了抿红唇 对着林姓缓缓道 佛祖可不会在意我的生死 但是你会在意 对吗 林姓嘿嘿一笑 用手指了指自己 笑呵呵道 那你要静静我吗 现实特假 香火钱不要998 不要888 只要88亿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这个店哦 宁竹哑的俏脸骤然冷冽 直接光着脚 朝林姓的屁股踹了过去 却被早有预料的林姓 给提前抓住了脚踝 由于套了双黑丝 小脚的手感可谓是极佳 林姓仔细地摸了两下 背着面露冷色的宁竹哑 得意笑道 媳妇 今天穿的这条黑丝质量不错 不过 我个人更推荐双色丝袜 以你的气质 肯定能够驾驭住的 听着林姓分享她的喜好 宁竹哑直接扑了过去 露出了一对小虎牙 狠狠道 我咬死你 林姓吓得赶忙将她给接住 生怕摔着 不过也因此腰间 被狠狠地拧了一圈 痛得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你师父啊 两人在卧室闹了一会后 才穿好衣服下楼 中途也免不了一点 必不可少的日常矛盾 此时客厅内 刚从花园逛完的林雪儿 正贬着嘴 看着面前的课本 一旁的管家耐心教导着 片刻后 两大衣小出了家门 朝着老宅驶去 华国东部海域 被群岛环绕的解放岛海滩上 海风徐徐 碧蓝的大海广阔无垠 一眼望不到尽头 耳畔时不时传来水浪 拍打礁石的声音 见射而起的水珠 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布满黄沙的海滩上 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人 躺在沙滩上 额头戴着个圆框墨镜 颇有一副老顽童的气质 刚从山羊省归来的刘英 从后方走来 一脚一个脚印 走至老人身后 语气无奈道 林老 您这次的局部的 可真大 居然连我都被瞒住了 闻言 躺在一上闭目养神的林郑国睁眼 目光风锐如剑 庞佛能够直指人的内心 周身散发着若有若无的压迫感 他淡笑道 山羊下家的事情处理完了 结果怎么样 身后 刘英如实会报道 下家死了五六个人 被贪污的八百亿救灾金 和价值五十亿的救灾物资 已经全部拿回来了 那些灾民 全部都签署了保密合同 不会有人泄露出去 其余隐氏家族 应该都知道这件事了 不过目前并没有什么动作 听完 林郑国不屑地冷哼道 他们敢有一件才怪呢 仗着是地头蛇就到处犯事 要不是怕他们发疯影响社会 老子早就一发捣蛋 把他们送上西天了 听着老人的豪言 刘英思吼 没有怀疑其真实性 要是把这位惹急了 还真干得出来那时 接着刘英又从身上 拿出一份喜帖 递上前去 您孙子八月八的婚礼 请了徐老主持 文言 林郑国的脸上 总算是露出了一抹笑容 接了过来 翻开喜帖来回看 笑呵呵道 婚礼好啊 老头子我也 正好想抱重孙了 这一个个逆子 都不整齐 孙子也不听话 还是来个重孙女舒坦 刘英一笑 点了点头 嗯 是挺不错的 沉默片刻后 老人才沉吟的 我记得霓虹国 不是有个什么 特高级的钻石吗 叫什么什么星 世界之星 刘英在旁体醒道 林郑国恍然地点了点头 对 就是世界之星 那玩意挺适合我孙媳妇的 你去给我借过来 给我孙媳妇做一对耳坠 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听到借这个字眼 刘英嘴角一抽 还是点头音道 明白 明天我就去一趟霓虹国借过来 嗯 记得拿点回礼过去 我们华国可是礼仪之邦 万万不能让别人看不起 正午 灼热的太阳横空 佛渡的明德寺内 一尊金面大佛双手合十 其前有一沉淀的功德香 等待有缘人献出他的诚意 庙内 当宁主雅和宁母等人 正在拜佛的时候 灵性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功德香内的灵前 心想 这么大的箱子 里面估计 有了几万块钱了吧 我佛都拜了 佛祖看我这么可怜穷困倒 应该也不忍心吧 一旁的宁主雅 于光不经意地撇去 见灵性直勾勾的眼神 立马清楚 这家伙肯定在什么算盘 冷哼道 看什么看 你要是敢把这功德香搬走 今晚就去睡沙发吧 说着 又瞪向了腿边 同样目光炙热的灵雪 威胁之意不言而喻 不愧是兄妹 德行都一模一样 上完香的宁母 看着女儿恐吓女婿的样子 劝道 小牙你管得太严了 对人家小心刻气点 也总是一副刁蛮大小节的样子 灵性顿时一阵感动地点了点头 十分赞同这话 就是就是 咱妈这话肯定有她的道理 以后你可得对我客气点 有人撑腰 就连灵雪儿的身板都硬了起来 抬头对着姐姐奶声道 以后还要多给我几颗糖 见两人开始得寸进尺 明竹雅 只是以平静的眼神看去 吓得二人顿时如临大敌 不敢再多嘴 宁母见状也无计可施了 爬耳朵就是爬耳朵 本性改不掉了 一家人上完香后 就走出寺庙 朝着山下走去 并没有选择久留 今晚你自己睡沙发去吧 或者去狗窝和小杏子睡一起 啊 别呀媳妇 没有你我怎么睡得着呀 嘿嘿 哥哥真血 笑什么 你也得跟着一起睡狗窝 啊 姐姐人家错了 之后的日子趋于平静 灵性和宁竹雅之间 依旧少不了磕磕绊绊 感情稳不升温 萧杰和白军婉 则是靠着救灾政府给的绿灯 将新创立的公司成功上市 此后就再没有什么动静 庞佛已经满足 钱不再多 够用就行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平日里忽视的 往往才是能够陪伴一生的 光阴如见一闪而逝 季节更替 夏季也即将迎来尾声 两个月后 这一天 魔都市区不断地有名贵豪车 驶向郊区 吓坏了路人 还以为是世界末日要来了 这些有钱人开始跑路了呢 一番打听后 才释然 竟是因一场婚礼 使得风云汇聚 群雄皆致 开满鲜艳花朵的紫东山上 盘旋着八架直升机 下方拖着红色长服 写着流金大字 恭贺林先生和宁小姐新婚快乐 祝两位早生贵子 恭贺林先生 平日里喊无人烟的山底 此刻却是停满了 从各地而来的豪车 将通往的道路给完全堵塞 这豪华的阵势 加上漫天飞舞的无人机 若是换成普通人在这里 恐怕会被惊掉下巴 怀疑人生 你这是婚礼 别说婚礼了 你说米国总统来了我都信 山巅 场面更是热闹 人来人往 互相笑着打招呼 身价低于亿的富豪在这场婚礼的来宾中 只能算是最底层 位置更是被排到了角落 但他们却不敢有丝毫怨言 甚至是十分自豪 似乎能够来参加这场婚礼 对他们来说是莫大的荣幸 这场面还真是生平警戒 国内的巨头们估计都到齐了吧 你们猜我刚刚看见谁了 我刚刚看到徐元首了 尼玛 以后可有吹嘘的资本了 咱以后也是接触过元首的人 说出去就被有面啊 最中央的几张桌子上 肖杰和林天等人皆已到齐 身穿奢华的礼服 就在场面一阵热闹的时候 一道尘厚悠扬的钟声响彻天地 刹那间 所有人督下意识的朝声音的来源看去 原本热闹的会场瞬间安静 淡淡的音乐从四周角落响起 细腻而又舒心 最中央的位置 新娘子宁竹亚 穿着早已定制好的纯白婚纱站着 珠唇艳美 全身上下散发着柔和的气质 默默地等待着什么 在她的身后 内心有些不舒服的白君婉 和激动的黄瑶 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 两人此时都是伴娘 一旁欧阳柔羡目到爱 什么时候 也能拥有这样一场 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婚礼啊 在其身旁 宁韵和宁东红红着眼睛 看着女儿穿着婚纱的样子 身体紧靠在一起 轻微地颤抖着 心情激动欣慰 林府两人也在一旁 身穿一席喜庆红意的林郑国 尤为显眼 老太隆重 刚出现的时候 林国栋还以为是撞鬼了呢 被吼一顿训斥 在宁竹雅的身前 有一席红地毯 镜头 穿着白色婚服 气质浊然昂首挺胸的林信 朝他走去 两人隔空对视 心无旁骛 此刻心中只有彼此 如有一根无形细线 将两人的心连在了一起 今天的林信精神器 可谓是达到了顶点 毕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整个人 看起来是那么的阳光自信 下一秒 在众人的见证下 林信伸出手 对宁竹雅淡笑道 老婆 你今天真美 比以往更美 有嘴滑舌 宁竹雅同样笑着 伸出了白皙的小手 放在了林信宽厚的手掌上 细腻的触感 让林信嘴角 扬一起幸福的笑容 牵起他的手 看向了台阶上的徐爷爷 看中的后背成昏 徐老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 而当林信和宁竹雅 双唇触碰的时候 一簇簇礼炮 冲天而起 绽放着一瞬的美丽 见证了只属于两人的婚礼 璀璨的礼炮下 两人相拥在一起 此后 无论发生何种困事 都无法阻碍他们的脚步 思其所思 想其所想 林信抱紧了宁竹雅 在其耳边轻声道 媳妇 我爱你 嗯 我也是 本书完 首先解答一下疑惑吧 最后才出现的影视家族 其实也不是你们想的反派 就像是毛先生打地主 属于资本 和主角并不算敌对关系 至于爷爷为什么要苦心 栽培林信 也是为了以防万一 免得林家后继无人 毕竟林尔伯都那样了 林妇又太老实 另外呢 新书预计二月中旬开始 双重生系统列艾文 这个会写得久一点 所以 前期节奏比较慢 最后 祝大家元旦快乐 年年大吉 以下是来自作者君的自言自语 你们要是非要给我打赏几个大神认证的话 我也不是不能收 嘿嘿嘿 岁月变迁 时光荏苒 随着春去秋来 四季轮换 一年又一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如离贤的见识 一去不回 五年的时间眨眼过去 在这五年间 华国的国力日日上升 如今已是蓝星排名第一的强国 在国际上拥有着绝对的地位 无论是米国 亦或是霓虹国 这些发达国家 皆已成了过去式 国家飞速发展的同时 国土也日益辽阔 当今国内 林家已是想撤整个华国的大族 彻彻底底地坐实了华国第一家族之称 无人有意 清晨 窝都临江别墅内 大床上 脸旁多了几分成熟的林姓悠悠转醒 身旁空无一人 他打了个哈欠 开始起床洗漱 嘴里嘟囔道 这个小您啊 我醒了 居然没有早餐送到嘴边 真是失职 回头地好好调教 一下他才行 简单地洗漱后 林姓换上了一身居家服 一把拉开了卧房的窗帘 刺眼的阳光立马照射了进来 下意识地眯起了眼 又是美好的一天 惬意地伸了个懒腰后 林姓朝着楼下走去 而此时 楼下客厅不断有小女孩空灵的笑声传来 回荡在别墅之中 沙发旁放着一张婴儿床 床边 一名梳着丹马尾的清秀小女孩 正在拿玩具 斗摇以内的小女婴 仔细看去 样貌乖巧可爱的女婴 竟与宁珠雅 有八分相似 灵动的小眼睛 看着面前晃有的玩具 眨压眨 伸出奶白粉嫩的小手抓了抓 似是想要将其给抢过来 但是每当肉嘟嘟的小手 要触碰到玩具的时候 都会落空 一旁的林雪儿嬉嬉笑道 想要玩具 小嬉嬉可不能调皮哦 这是姑姑的 不给你玩 可能是听懂了其意思 躺在摇篮里的林心 灵动的小眼睛 顿时被水雾覆盖 小嘴嘟了起来 其中写满了委屈 下一秒 就开始嚎啕大哭 呱呱 痘点大的泪珠 从她的眼角滑落 将身上的小白裙给浸湿 声音震耳欲聋 林雪儿顿时慌了 连忙将玩具给递了过去 小心翼翼地哄道 哎呀 怎么还哭了 姑姑给你玩还不行吗 你别哭 但无论她怎么哄 躺在摇篮里的小家伙 都哭得撕心裂肺 哭声愈演愈烈 就当林雪儿手足无措的时候 一个脑瓜 崩落在了她的小脑袋上 身后传来无奈的声音 叫你惹她 这下把你的小侄女弄哭了吧 摇篮内 见爸爸来了 林雪儿哭的同时 委屈地伸出了小手 想要抱抱 小家伙的样子可怜极了 眼角还泛着泪珠 刚从楼上下来的林姓 伸手将小家伙给抱到了怀里 婴儿独有的奶香味袭来 她拍的拍女儿的背 轻声哄道 都是姑姑的错 以后我们不跟姑姑完了好不好 林雪儿 直接将小脸埋进了怀里 爸爸 小家伙才刚学会说话 也就只会爸爸妈妈这几个字了 有时候 甚至还说不利索 林雪儿闻言 不满地插起小腰 哼了一声 哥哥偏心 明明是你睡懒觉 还赖我 小脸腮帮子鼓起 似乎很不服气 就在这时 正在厨房做饭的宁主哑 听到动静 连忙走了出来 顺手将身上的围裙 丢到一旁 见林姓已经把人哄好后 脚步慢了下来 松了口气 林雪儿见状 连忙跑过去 抱住了姐姐的腿 小脸不满地告状道 姐姐 哥哥睡懒觉就算了 当当还说我 你快教训她 文言 宁主哑一双美眸 直直地盯向正在哄孩子的林姓 经过五年的时间 那张绝美的俏脸 不仅没有丝毫退步 反而是变得更加的魅力 增添了几分成熟之性的韵味 美帝不可方物 抱着女儿的林姓 小宁子你看什么看 还不快点去做饭 没看到我饿了吗 说着 她还将林姓往怀里搂了搂 眼底尽显得意之色 暗道 小样 女儿在手 天下我有 宁主哑摸了摸林雪儿的脑袋后 翘脸平静地 走至林姓身前 与她对视了一眼 唇角微微扬起 你这是又欠教训了 林姓咽了咽口水 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 抱紧了怀里 正眨着眼睛 满脸好奇的女儿 心虚道 你 你别乱来啊 要是动起手来 磕着碰着了怎么办 林姓嫌女儿 以令女帝的手段 惊呆了一旁看戏的林雪儿 无嘴憋笑道 哥哥这次死定了 等会我要不要 趁乱上去踢两脚呢 只见宁主哑 对着女儿伸出了手 笑意中带着慈爱 和无尽温柔道来 蟹儿 妈妈抱 见状 林姓撇嘴道 咱女儿这么亲我 怎么可能听你的呢 然后下一秒 正躺在怀里 含着小手的林姓儿 毫不犹豫地 伸出了肉嘟嘟的小手 别扭地叫道 妈妈 嗯 真乖 宁主哑笑着 把女儿抱进了怀里 随后眯眼看向了 面色尴尬的林姓 意味深长道 你刚刚说了什么 我好像没听清楚啊 林姓 她尴尬地挠了挠头 心虚地转身 朝着厨房小跑而去 头也不回道 哎呀 我说媳妇 你怎么能亲自下厨呢 这种事交给我来就行了 真是的 见她一溜烟地钻进厨房 宁主哑收回不善的眼神 轻哼了一声 随后看向了怀里的女儿 在她奶嘟嘟的脸蛋上 亲了一口 似乎是完累了 林姓的眼皮子 开始打架 没一会就闭上了眼睛 躺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宁主哑将她 轻轻放回摇篮后 给其盖好被子 漫步朝着厨房走去 随着绝美的背影 进入厨房 很快里面 就传出了林姓 卑微的求饶声 唉 媳妇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 哎哟 清点啊 让你一天欠揍 还学会威胁我了是吧 客厅内 林雪儿晃悠着小腿 坐在沙发上 倾听着 从厨房传来的哀嚎声 内心心满意足 可能是梦见了 什么好吃的东西 躺在摇篮内的小仙 展露笑颜 精英的口水 顺着嘴角流了下来 灵魂契约 契合灵魂 只要自己不解除 打怕对方手段通天 都无法化解 就好像不死帝君小黄姬 之前只是神王 他是帝君 同样没办法解决这种约定 为了防止这家伙变卦 出现反噬的现象 明师大陆就曾专门定下 即便对方可以脱离天道之侧 也无法挣脱灵魂间的约定 灵魂契约 的确无法从事海中分裂出去 但我融合了连天道 都可以化解的特殊气体 将这种契约化解掉 并不难 只要有足够力量 轰击契约所在之处 就能做到 很人道 灵魂契约 是建立在天道基础上的 特殊力量 连神界天道都能化解 化解个灵魂契约 只要处理得当 又有何难 原来如此 张玄目光一闪 和你说这么多 也算感谢将我带到神界了 解释完 很人不再多说 身上的气息愈发得更古幽远 身后的黑洞变得更加巨大 显然说话的功夫 又吞噬了不知多少力量 做了滋补 张玄 黑洞吞得越多 他的实力越强 洛若熙也发现了不对劲 急忙传音过来 准备动手吧 心中疑惑尽消 张玄深吸一口气 手中常见 陡然扬起 既然如此 那就手底下见真章吧 轰隆 最强大的剑意 再次施展而出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生死皆不在乎 又有何事可以阻拦 这一招剑法 虽然是没达到帝君领悟的 却蕴含了心中的一切执念 将体内的天若有擒弓法 发挥到了极限 呼 一剑将狠人的攻击 斩成两半 同一时刻 洛若熙也出手了 玉手翻滚 剑芒如雪 他的剑法和剑神天的那位青年 有些相似 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和大道自然的潇洒 你们的招数是很厉害 但对比我 还是差了些 轻轻一笑 狠人再次向下抓来 一瞬间 遮天蔽日 手掌将天地都笼罩了 空间碎裂 日月星辰 都彭佛要被硬生生打下来 扑扑 张玄和洛若熙 同时倒飞而出 人在空中鲜血狂喷 一二人的实力 竟然抵挡不住 这家伙到底达到了何种境界 放肆 分身大步踏来 每走一步 就有莲花绽放 虚空中带着流水的声音 远远看去 一格十足 炼化九天混沌精莲 他的修为比起张玄 丝毫不弱 一拳扬起 力量冲上九天 和狠人对碰 同样倒飞而出 挡不住一招 张玄捂住额头 成就帝君了 分身依旧不改装逼的本性 这么绚丽的装逼 还不如将力量集中起来 威力更大 一起出手 不然 他们死了 我们都会死 小黄金一声大喝 赤红的火焰燃烧 天空都像被点燃 剩下六大帝君 也各自施展手段 七位帝君联合 回天灭地 一方天地在面前都抵挡不住 但对方是吸收了特殊力量的狠人 攻击来到跟前 黑洞陡然变大 眨眼功夫 就将力量吞噬干净 紧着着反击而出 砰砰砰砰 七位帝君和张玄等人一样 盗飞而出 十大帝君联合在一起 竟然都没挡住对方一招 这家伙 怎么会这么强的 你们可以死了 一招击溃众人 肯人向前一步 手腕一翻 再次拍了下来 鼠背赶耳 伴随一声大喝 之前剑神天的那位老者 突兀出现 挡在面前 手中常见化作银河 帝君 他也是帝君实力 张玄瞳孔一缩 这位老者 当初跟在青年身后 本以为只是个随从 最多封号神王 施展出力量才发现 竟然也是一位帝君强者 如果他是帝君 那位青年 是什么 他本身就是剑神天的帝君 挣扎站着身来 洛若熙咬牙道 那 传我剑法的青年呢 张玄再也忍不住 他是 洛若熙刚想回答 空间一阵扭曲 随即看到剑神天的这位帝君 同样倒飞了出去 落在不远处 砸出一个大坑 张玄现在的实力 可对剑道的领悟 远超过他 都抗衡不住 他即便修为不弱 剑术高明 依旧不是对手 哈哈 帝君 一群土鸡娃狗而已 今天我就灭了九天 灭了这神剑 将一切规则踏平 将剑神天的帝君击败 狠人疯狂大笑 四周的空间不停坍塌 衬托得他如妖如魔 怎么办 张玄拳头捏紧 刚才他和分身 都施展出最强战斗力了 甚至眼前的洛若西 也将最强招数使用了出来 都没挡住对方的一招 难道神剑 真的没人 能够挡住眼前这位 愿由他将世界毁灭 唯一的办法 是将你的天道有缺 回归天道本身 让天道将他镇压 洛若西袖全捏紧 眼眶泛红 回归天道本身 张玄知道他的意思 脑海中的图书馆 本身是天道的一部分 一旦回归 天道就等于彻底完整了 或许就可以修复漏洞 自我将狠人排斥出去 就好像人体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完整 病毒来了 轻易驱胆坏了 抵抗不住病毒入侵 再强壮的人 也会因此死亡 只是 他太强大了 即便天道恢复完整 也无法镇压吧 张玄摇头 病毒 免疫系统是可以斩杀 但 猛虎呢 再强的免疫系统 又有什么办法 眼前这位 只是普通神王 哪怕封号 天道都可以轻易杀死 可比帝君都要强大 已然不是天道可以抗衡的了 这 洛若熙停顿了一下 洁白的玉面上 露出失落这色事 没办法镇压 但是 天道完整 他就能醒过来 斩杀这位 并不难 他 张玄皱眉 我带你去见他 就在自在天 深吸一口气 洛若熙一咬牙 转身就向前飞去 想逃 狠人冷哼 向下一按 碰 洛若熙从空中坠落 你 张玄剑法再次施展出来 剑一辉煌而出 叮叮叮 再次被狠人挡住 你们快走 我来挡住他 知道他们 在想拯救神界的方法 而不是逃走 分身和不死地尊 一声大喝挡在前面 洛若熙也摇身一变 回归近空珠本体 四周的空间凝固起来 走 见众人奋不顾身挡在后面 无畏惧死亡 张玄眼眶一红 不过 也知道 现在不是多说的时候 一拉洛若熙 身体一晃 划破空间 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 自在天的范围 自在天现在已经没了 之前的自在 神界崩塌 四处一片混乱 你说的他 在哪里 没空去观察普通人的生活 张玄看向怀中的女孩 如果他说的那人 真能拯救神界 自己牺牲又何妨 他是我的父亲 你吊坠中的血液 就是他的 不死地君 曾是他的寿主 洛若熙调戏了一下 解释道 父亲 张玄恍然大悟 难怪一直觉得 吊坠中的血液 和洛若熙相似 却又不同 原来是他父亲的 这样也就解释了 为何不死地君 留下的那道意念 看到吊坠后 立刻认自己为主 你父亲也是地君 或者拥有超越地君的实力 忍不住道 图书馆混乱 是吊坠中的血液 让自己恢复清醒 难不成 不仅他是地君 父亲也是 甚至更加强大 如果是这样的话 又为何会昏迷 又需要天道有缺 才能让其清醒 他不是地君 而是天道 落落西袖全捏紧 天道 你父亲 是天道 张玄一阵 不敢相信 是 五十年前 父亲抵挡不住那只大手 陷入昏迷 天道崩散成三部分 天道有序 和天道有缺 进入空间乱流 我代为掌控天道自然 维持神界的平衡 想要让他恢复 只有将散开的部分收集 所以 我才如此决绝 不能失败 才专门进入明师大陆 研究春秋大典 想办法战胜孔师 和孔师战斗的时候 拜托他的事 也是这个 落落西道 张玄恍然 明师大陆刚认识不久 眼前的女孩 就和自己讲述过她的故事 要救一位至亲 自己当时还不明白 现在才恍然大悟 竟然是她父亲 而且还是神界天道 天道真的能够化成人形 并且生儿育女吗 代为掌控天道自然 你体内 没有天道碎片 突然 意识到她语言中的不对劲 张玄看过来 代为掌控 和自己这种融合在体内 是两种概念 我只是掌控 并不是天道的一部分 落落西道 张玄松了口气 这样说起来 只需要自己将天道 有缺玻璃出来就行了 并不需要她也死亡 尽管这种命运 不愿意接受 却也不愿意眼前的女孩 受到伤害 我将体内的天道 有缺玻璃出来 你父亲就能活过来 甚至将狠人击杀是吧 张玄看来 这 我也不确定 抬头看了看已经崩塌的神剑 落落西迟疑 神剑是父亲的根基 现在根基都这样了 就算清醒 真的能够将那个强大的狠人击败吗 真不好说 看来你也不能肯定 既然如此 求人不如求己 我们只有自己想办法 张玄咬了咬牙 你我分身 联合九天九地 如果再配合上孔狮 未必不能获胜 孔狮 他 落落西皱眉 孔狮已经死了是吧 他并未真正死亡 如果猜得没错 他被你斩杀 只是用来脱离天道的方法 不出意外 他应该和卫长风一样 是先天胎魂铁 张玄道 看到卫长风 就明白过来 孔狮所谓的保持灵质 应该和他一样 是先天胎魂铁 可以做到胎中不迷 再加上提前留下的后手 复活 只是时间问题 落落西愣住 似乎他没想到 会是这样 过去看看就知道了 猜得不错 他应该已经恢复 不然 他的那些学生 不可能连朝西海都没去 张玄道 孔狮的那些学生 紫渊古圣等人 各个实力强劲 就算没有帝君帮助 也必然有办法 进入朝西海 可却一个都没见 必然是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 想要趁所有帝君 去朝西海无暇顾及的时候去做 而这种重要的事 明显就是让孔狮恢复 这 洛若熙心中一阵 恍然大悟 走吧 不再解释 单手一画 张玄重新来到孔狮居住的所在 果然看到一个老者盘西悬浮在空中 见他们来到 微微一笑来了 不是孔狮 又是何人 这位万事之师 果然没让自己失望 和猜测的一样 趁着所有人都将注意力 集中在朝西海的时候 重新复活了 你 洛若熙郊躯一阵 他知道帝君可以复活 不死帝君也活过来了 但 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我隐瞒天道 提前就准备了后手 幽魂池中的那个没有名字的巨人 就是我留下的 当日被你斩杀 我借机摆脱了天道的束缚 重新凝聚肉身 现在也刚刚恢复罢了 孔狮微微一笑 他精通时间能力 看起来 神界只过了一两天 实际上为了恢复力量 经历了不知多久 几十年的时光 都有了 我们三人的实力 是很强 但想要胜过狠人 也没那么容易 见孔狮果真恢复 洛若熙依旧摇头 不是长他人威风 灭自己志气 而是事实 刚才这么多人联合 都没挡住对方 即便增加一个孔狮 又能如何 同样改变不了局面 我们单个的实力 甚至联合在一起 的确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 如果将所有人的力量 都融合在一个人的身上呢 孔狮笑着看过来 融合在一个人身上 这次不光洛若熙皱眉 张璇也满是疑惑 那个手掌能够撕裂神剑 将天道都打散 实力之强 不容置疑 狠人 将这股力量全部吸收 又吞噬了神界五十年的灵气 单凭实力 我们十几位帝君 单个拿出来 的确不是对手 孔狮道弹联合在一起 将力量集中在一人身上 就未必了吧 如何集中 洛若熙看过来 说得简单 做起来难 帝君已经站在神界最巅峰了 如果这么容易吸收别人的力量 他也不至于这么多年 停滞不前 很简单 我们将身上的力量 集中在张璇身上 一旦他能冲破帝君智骨 就能救下神界 孔狮道 我 张璇一愣 为什么是我 灵溪帝尊修炼的是自由自在 超脱自然 但有了父亲和天道的制约 有了牵挂的人 就永远没办法真正超脱 如果我没看错 当初和我战斗的时候 你也曾放弃过 打算被我斩杀吧 孔狮道 洛若熙说不出话来 战斗的时候 的确有过这种打算 所以二人的交手 刚开始的时候 各自留着后手 宛如切磋 不像生死搏斗 无法超脱 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最强力量 即便给予再多的真气 同样无法冲击那至高的境界 至于我 孔狮点头到心怀苍生 想要普渡天下 却不愿意别人为我牺牲 仁慈太多 也是缺点 如果心狠一些 将一灵族灭族 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 当初如果能将一灵族人全部灭杀 狠人就不可能复活 也不会有现在的情况 所以我也不适合 而张玄 功法顺心 没有缺陷 讲究活出自我 哪怕生死 只要活得无愧 就心中坦荡 这种人拥有更大的包容 更大的发展空间 只有这样 才能走得更高 更远 孔狮继续到 生当父来归 死当长相思 连死亡都不在乎 又怎么会被其他事情所羁绊 这 张玄皱眉 正想说些什么 就见孔狮目光炯炯的看过来 不用推辞了 先说时间来不及 去培养其他人 就算来得及 我也觉得 未必有人能比你做得更好 灵溪帝尊体内虽没有天道碎片 却常年掌控天道 对天道有着属于自己的 理解我掌控天道有序 如果我们将力量灌输给你 你体内就会拥有完整天道的力量 配合上分身的九天混沌精莲 完全可以做到定九天 掌乾坤 占九霄 灭万物 好吧 见对方已经做出决定 自己解释再多也无用 张玄点了点头 轰隆 谈膝做好 一眨眼功夫 两股雄魂的力量 就从两侧惯勇而来 张玄全身一降 整个人庞佛刹那间化身天道 翱翔在九天之上 灵魂肉身真气 都在瞬间得到了洗礼 越来越强 越来越雄魂 你们也想拦我 也好 杀了你们 再去将张玄斩杀 将洛七七和分身等人拍飞 狠人冷冷一笑 分身和诸多帝军联合施展 而出的力量 的确很强大 不过 和他比 依旧弱了一些 潮溪海将神界出了城市外的灵气 几乎全部吞噬干净 现在这些力量 都化作他的寄养 举手投足 带着毁灭天地的能力 这些帝军神王 尽管代表了神界最巅峰 依旧不堪一击 此时的狠人 庞佛代表了整个神界 无人能挡 神界灭亡 我们活着也没意义 我云痴 与你同归于尽 云痴大帝变化出本体 一头巨大的舞爪金龙 凌空向他扑了过去 就你 不配 狠人手掌一捏 金龙就挂在掌心 无论如何挣扎 都逃脱不掉 老友 等我 扶猛帝军也一声大吼 变化出白虎本尊 凌空来到跟前 不死帝军 不死火凤本尊显示出来 火焰照耀天空 玄冥大帝 本尊乃一头大龟 宛如托举着诸天 四大神兽 镇守神界四季 同时变化本体 崩塌的神界 都变得缓慢下来 乾坤庞佛在瞬间定住 砰砰砰砰 连续四掌 狠人将四兽镇压下来 眼中闪过一道浓烈的杀意 既然你们找死 我就成全你们 咆哮声中 正想下死守 将众人全部抹杀 就感到杨起的手臂一紧 在空中停了下来 想要杀他们 问过我没有 随即 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一个人影 从空中缓步走了出来 正是张学 此时的青年 全身力量澎湃 已刚才强大了十倍不止 自天而来 宛如整个人就是一个世界 进步了不少 狠人停了下来 目光凝重 他显然也没明白 为何短短几分钟的光景 对方的实力 有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不过 增加了又如何 全城七的神界 都抵挡不住 我不信 你能挡得住我 一声冷哼 狠人再次拍落而下 张璇长剑扬起 赢了上来 双方战斗在一起 空间一道道撕裂 气流四处乱窜 张璇能不能获胜 自在天孔师驻地 洛若西满是担忧地看过去 他和孔师将力量传递给张璇 自身修为 已经降低到 只有神王级别 不如之前那么辉煌了 不过 级别在哪里摆着 只要力量足够 终有一天 可以重新恢复 凭借现在的实力 想要胜过 很难 除非 他能领悟超越地军的力量 沉默了片刻 孔师道 十几个地军联合 都无法胜过狠人 即便他们 将力量全部传递给对方 想要胜过 也没那么容易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 力量只有集中在一人身上 才有可能触碰到顶点 才有可能真正超越极限 突破自我 超越地军的力量 洛若西眼神优远 父亲还清醒的时候 曾和他说过同样的话 但他无法做到 自己心爱的男子 能够做到吗 他一定能 他有着一颗不屈的心 和对这个世界的傲然 看出他心中的疑问 孔师笑道 砰砰砰 连续几招下来 张悬虎口开裂 胸口出现了一道巨大的伤痕 争鸣可不 和孔师说的一样 即便融合了 他们二人的力量 体内形成了完整的天道 依旧不是对手 哈哈 还以为多厉害 不过如此 狠人冷冷一笑 反正不是你的对手 早晚都会被杀 既然如此 我想死在你最强的攻击之下 深吸一口气 张悬停了下来 不再进攻 反而看向眼前的狠人 好 我成全你 给你最强的攻击 听他这样说 狠人愣了一下 随即冷哼一声 手掌扬起 哗啦 一道清光出现在掌心 猛地拍落而下 果然是最强攻击 整个神界都发出轰鸣 宛如快要承受不住 再次被打出一个巨大的坑洞 双眼紧闭 张悬并未躲避 碰 脑袋炸裂开来 灵魂四处溃散 张悬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脸色一白 洛七七宛如发疯 云池大帝等人 也瞪大眼睛 不停哆嗦 看到这一幕的孔师和洛若西 也全都一乐 本意是让他突破智骨 冲击超越地境境界的 怎么不去反抗 敢行赴死 这样 岂不辜负了他们的一番好心 不对 是不死帝君的不死之法 正在奇怪 孔师突然开口 众人随即看到 脑袋炸开 甚至灵魂碎裂的张悬 胸口的吊坠陡然炸开 一滴血液悬浮而起 燃烧起来 形成了一团炙热的火焰 火焰中 一具完好无损的身影 缓步而出 他 借助对方的力量 和吊坠中的血液 将天道有缺和灵魂分离了 洛若西瞳孔收缩 浴火重生后的张悬 体内竟然没了天道图书馆 没了天道的干扰 脱离了天道 他怎么做到的 孔师爷满是不敢相信 天道和灵魂融合在一起 不分彼此 为了摆脱 他不得不魂飞魄散 借助幽魂池 重新凝聚魂魄 眼前这位 只被斩杀了一下 就彻底摆脱 用了什么办法 我知道 他用了狠人摆脱灵魂契约的办法 洛若西反应过来 灵魂契约绑定主人和仆人 主人不解除 仆人就永远受制 天道图书馆也是这样 可以说是一种增强版的契约 绑定了灵魂 不死不会脱离 但 肯仁 借助那种特殊力量 摆脱了灵魂契约 具体方法 张悬之前详细询问过 恐怕那时就动了心思 这才故意拼死 让其施展出最强力量对他攻击 借助这种力量 浴火重生 没想到 果然大获成功 原来如此 这才是突破帝君的方法 从火焰中走出的张悬 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 像是明白了什么 突然一招手 一侧的分身 立刻重新变成一朵莲花 飞了过来 刹那间 与自身完美融合 一眨眼功夫 众人感觉 眼前的张学 像是变成了九天 九天就是他 脚掌在地上轻轻一塌 混乱的九天 立刻稳定下来 九天混沌精莲 九天诞生时出现 能够稳定九天 此时分身和自我完美融合 不分彼此 也就等于他 掌控了这种力量 不仅如此 融合了九天 混沌精莲的修为 他本就达到巅峰的境界 出现了松动 似乎随时都会突破 主仆情兄弟情师 生情父母情爱情 融合在一起 原来就是世间万物 这才是人 面带微笑 张学难难自语 天道图书馆脱离灵魂的刹那 他明白过来 是人看了世界 才有了世界 还是先有世界 后有了人 是风动 还是心动 这个问题 亘古不朽地困扰着无数人 当然 现在 这些都不重要了 没有生命 没有情感 世界就算存在 又有何意义 所以 突破爱情之后 是重生情 是交织天下的情感 世间万物皆有情感 有情才有世界 有情感 才能延续生命 唉 是情 赠 是情 高兴 是情 痛苦 是情 离别 是情 相聚 也是情 万千情义 为我所用 一声低呼 张学体内禁锢的境界 瞬间破开 帝君桎 突破了 一瞬间 庞佛触摸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和大门 灵魂得到了快速的滋养 无数混沌之气 涌了过来 肉身也飞速提升 之前只有吸收灵力 才能进步 而现在空间乱流混沌之气 哪怕是对方的清光 都可以为我所有 不分彼此 你 狠人没想到 自己的权力攻击 非一旦没将其斩杀 反而成全了他 气得哇哇 乱叫 一声怒吓 再次攻击下来 你怨恨高高在上的帝君 围在空间乱流中救下自己 世情觉得 曾是我的仆人 蕴含卑微和愤怒 世情想要毁灭神剑 发泄愤怒 世情想要 变得更加强大 同样是情 情感控制着你 你又如何胜得过我 不被我控制 淡淡一笑 张璇的声音越来越快 越来越响亮 手掌轻轻一抓 原本纵横无敌的狠人 就被无数情感细线 禁锢在一起 束手束脚 无法动弹 只要有情 就要被他所用 被他控制 你 狠人眼中满是惶恐张师 我是你的仆人 不要杀我 我愿意灵魂陷阱 现在再说这些 已经晚了 微微一笑 张璇摇了摇头 掌控天下之情 仆人之类对于他来说 已经没任何意义了 杀了神机这么多人 伤了自己的女朋友 洛七七以及这么多朋友 今天又怎么可能宽恕 不 感受到他的果决 狠人瞳孔收缩 话音未结束 立刻感到身上一阵剧烈的疼痛 碰 一刹那间 爆炸开来 化作无数灵器 像神界各处惯涌 之前 潮溪海吞噬掉的所有力量 此时全部反补回来 已经枯竭的荒野 重新焕发生机 这 这样就杀了 云池大帝不死地君 玲珑仙子啊等人 全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 刚才他们和狠人交过手 知道可怕 这么强大的人 竟然随手覆灭 这位张玄 到底达到了何种地步 难道帝君之上 真的还有另外的境界 他成功了 孔师和洛若西 松开捏紧的拳头 这是天道的一部分 那我现在就归还天道 看到刚才从自己体内 被分离出来的天道有缺 依旧在空中悬浮 张玄轻轻一笑 屈指一弹 嗡 从重生就伴随他的图书馆 轰然镶嵌在神界的天下 在天空之上 大中般的冥想 不断崩溃的神界 肉眼可见的缓慢恢复 混乱的气流 也重新聚拢起来 崩塌的神界 终于停了下来 干枯的灵气 也伴随狠人的死亡 慢慢复苏 看来 神界要重新迎接 灵气复苏时代了 张玄一笑 朝溪海的窟窿 伴随天道的补权 已经恢复 神界恢复以前的盛况 只是时间问题 张玄 这边来 刚做完这些 脑中响起一个声音 张玄愣了一下 一步跨出 这一步 不知飞了多远 随即看到一个青年 站在面前 正是之前传授 自己剑法的那位 前辈 你看到是他 张玄一愣 之前就觉得这位 深不可测 现在才发现 比起自己 也只差了一丝而已 已然达到了 帝君的最巅峰 比起之前的洛若西 都强大不知多少 直呼我名字即可 我叫 聂同 青年身上 散发出一往无前的剑意 淡淡道 聂同 张玄皱了皱眉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跟我来 带你见我哥哥 叫做聂同的青年 玩耳一笑 向前跨步而出 张玄紧跟在身后 不知飞了多远 在一个山峰前 停了下来 随即看到了 另外一个青年 容貌比他大不了多少 双眉上扬 给人一种 深邃不可看穿之感 这实力 张玄一颤 眼前这位青年的实力 竟然比他还要强大 同样突破了 帝君的肢骨 而且修为更加深远厚重 在下聂云 青年淡淡一笑 看了过来也就是 聂灵溪 你口中洛若熙的父亲 若熙的父亲 张玄一阵你 是神界天道 之前洛若熙说过 自己的父亲 是天道 怎么都想不到 是这样一个年轻人 我一气化三清 一部分灵魂 变成了天道 再说 这个世界 是我创造的 说我是天道也无不可 聂云淡淡一笑 张玄不敢相信 神界竟然是眼前这人创造的 那他的实力该有多强 不对 如果神界是你创造的 你又是天道 为何任由狠人肆虐 而不出手 张玄看过来 如果不是自己突破 神界极有可能彻底崩塌 为何眼前这人 不管不问 甚至连女儿的生死 都关心 没回答他的问题 聂云淡淡地看过来 你认为 神界之上 还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吗 这 张玄停顿了一下应该有吧 虽然没见过 但既然他能修炼到这种境界 或许其他人也可以 甚至更强 就好像眼前这位 我曾怀疑 神界之上 会有更强大的生命 所以用尽全力窥视 最终引来了 更高世界的反噬 一个手掌破空而下 叶云看过来 当时如果我躲闪 极有可能整个神界 都会被抹平 再没有半个生命 所以 挡下了这招 但也因此 化身的天道被分裂出去 这种情况 我想恢复 只是一道意念而已 但 我明白 想要真正超脱神界智骨 去探索首长 由何而来 神界之外 又有什么 单靠我一人很难做到 所以 想要看看 有没有生命 能够突破地君智骨 达到和我平齐的地步 所以 就将分散的天道意念 送到最底层的世界 分别赐予原本属于 这个世界的灵魂 和一个不属于 这个世界的灵魂 而你 最终没让我失望 聂云笑道 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灵魂 这样说来 我穿越 也是因为你 张玄心中一阵 难怪 能够穿越过来 没想到都是眼前这位所为 哼哼 聂云轻轻一笑 道本身 属于这个世界 就有着对世界的敬畏 想要突破世界智骨 难度要大得多 我也是心念一动 并没想到 你真的能够成功 我 张玄脸色一红 如果不是孔诗 我根本不可能达到这种地步 没有孔诗的无私奉献 想要达到现在的境界 根本不可能做到 机会我给他了 没把握住而已 和灵溪的比斗 其实就是他突破的最佳机会 可惜 他选择了退避 以为自己留了后手 可以全身而退 实际上却是失去了勇猛精进 面对超越我们的人 如果连这点精神都没有 又如何能够与之抗衡 聂云道 张玄沉默不语 当时二人的战斗 他都看在眼里 孔诗的确在果决上有些欠途 也有可能 他不愿意斩杀落若西吧 可惜 就这一念之间 错过了晋级的机会 如果孔诗获胜 若西就会死 片刻后 张玄看过来 眉毛皱起 难不成 眼前这位连女儿的生死 都不管了 有我在 他不会死 聂云淡淡一笑 你现在的实力 和我也差不了多少了 你觉得二人的实力 生死关头 想要救人 能不能做到 这 张玄苦笑 突破帝君 和帝君 是两个概念 如果他真的愿意出手 的确可以在最后关头 将人救下 而且保证 一点伤都受不了 灵溪 是我另外一个妻子 骆青城所生 所以他伪装的名字 姓骆 为了能让他相信 不感情用事 到现在一直以为 我还陷入昏迷 聂云苦笑一声 我这个爹 也算做得够狠了 这样吧 这件事 还是你和他解释吧 毕竟 他现在的心思 已经转移到你身上了 我这个老爹 估计都想不起来了 哈哈 我暂时就不出现了 躲避上一段时间再说 不然 真怕他 闹得天翻的覆 看到眼前这位如此不靠谱的老爹 面皮一抽 张璇只好答应好吧 不答应也没办法 谁让自己拐走了人家的女儿 天道图书馆 是我一道意念所画 是根基 也是桎 你能靠自己的能力 突破桎桎 说明了能力和潜力 将来前途无量 我女儿能和你在一起 做父亲的 也算欣慰了 接着 解过